男子姿质平平 却一连敲响几次混沌中 那些混沌圣 那些不怕什么 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纷纷爬出来抢头地 这是我的徒儿 谁敢抢老夫将他镇压在毛坑下一万年 今天是鸟不拉屎的混沌圣地收徒的日子 作为曾经最强大的圣地 自从混沌大地飞升之后 这里就没落了 也就今天还有点人气 萧云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踏进了混沌圣地 此时系统提示 恭喜副主获得一次动物 不容易啊 他来到这个世界十九年 终于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系统很快刷新了新任务 加入混沌圣地 奖励三次动物 要知道人一生中 动物的几率非常小 即便是天才 一辈子也才偶尔动物一次 萧云咧嘴一笑 加入混沌圣地吗 正合我一 混沌圣地虽然没落了 但是受死的骆驼笛马吧 能够进入这里修炼 无疑会让他更有机会成为局势情 此时广场上一个剧中从天而降 大钟落下的时候震耳欲聋 那声响让人灵魂都在颤抖 大钟前一个八字符让大家莫慌 死乃混沌中 是混沌大帝的神兵 好了 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混沌圣地没有那么多规规矩矩 收徒考核也只有一关 那就是敲响混沌中 接引长老露了露胡子暗响 这一届不知道能不能出几个妖孽或是鲜明 纵人纷纷开始排队 一个个接触混沌中 但是不仅没有声响 反而释放出一道金光 将接触他的人给传送走了 考核者都慌问时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大批人被传送走 此时长老一脸无奈 哎 看来今年又是颗粒无收了 想我堂堂圣地 居然没落到一个合格的天才都找不到 不知过了多久 混沌中终于想了起来 接引长老看了一眼敲钟少年 摇了摇头 但没看出他有什么惊人的体质 显然不是什么天才 恐怕只能想一声 但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很快又是一声响响 混沌中颤抖地释放出金光 两道声响 足以成为那门弟子 但第三声也响了起来 此时不光广场上那些少年们震惊了 就连接引长老也张大了嘴 按理说 死子敲响混沌中一次都不可能的 怎么会想三声 紧接着第四声 第五声 第六声响了起 混沌中响了六声 圣主也震惊了 难道自己终于有继承人了 没等他高兴多久 混沌中的第七声便响了起来 此时虚空之中 一道道恐怖的神秘 从混沌圣地内横扫入 沉睡千年的不灭 老祖和雷祖都出来解决 随着第九声响响起 禁地深处的棺材本也张 一只只骷髅手脚从漆黑的棺材 伸了出来 那些混沌圣地的捕画石们 棺材板也盖不住 纷纷爬出来 这是我的徒儿 谁敢抢 老祖将它镇压在毛坑下一万年 众多连名字都忘记了这捕画石们 纷纷朝着萧云探视而来 萧云顿悟以后只感觉好舒服 就像是做了一次大宝剑 一回头却见负责考核的长老 像一只舔狗跪在冰前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个鸡龙 其他长老也是老泪纵红的盯着自己 多少年了他们混沌圣地终于有神子现实 圣主也亲自来接人了 神子请跟我走 圣地那些大能们都等着收徒吗 萧云已经压麻呆住 他以为要从基层做起 就敲钟的时候使用一次盾舞 没想到居然一步登天了 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获得盾舞三次 心中默念即可使用 混沌大殿内 老祖和古化石们纷纷战成了两台 圣主缓缓开口 这些太上长老 还有老祖和古化石们都想要收你为本 但具体选择谁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愿 我们不会逼你 萧云抱拳硬下 心里在嘀咕 古化石是自面意思吗 而他不知道 此时自己在这些大能面前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他们甚至能看到他身上的每个细胞 他们议论着 神子看起来似乎自质平平 也不像是什么大能转世 过滤了 棍盾中不会检测错误 应该是我等实力不足 才看不透神子 他们再厉害 跟我学 以后变成雷阵子 扑灭老祖吐槽的 一个太上长老也妄图收神子 跟我练魔功以后变成老不死 老祖算个屁 神子跟我耍大刀 以后你就是最亮的骷髅头 哎哎 刀骨化石你太年轻 还是跟我玩木头 以后小乳班见到你都要喊大了 萧云被惊出三条黑线 我去 还真是骨化石 不过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厉害 选谁好呢 突然太上长老地天走进大殿 他想收萧云跟自己修炼混沌体 此时系统盘出新任务 选择地天为师 奖励顿武五次 萧云顿时眼睛一亮 那还犹豫什么 当即抱拳表示自己愿意 拜地天为师修炼混沌精 一时间大殿内全是反对的声音 可笑 混沌精太难量了 除了混沌大帝还没人能练成 你会害了神子的 萧云暗想 这不是正好对他的胃口 修炼难度再大 一次顿武即可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十次百次 萧云有的是顿武 地天不卑不亢的表示 我不能练成 不代表神子变不成 而且混沌精土是同境界无敌 大殿内吵得没完 一旦我们神子无法成胜 那我们整个混沌圣地都要被人笑 以后再也抬不起头了 萧云正想说话 脑海中却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最新任务 放弃神子身份 奖励十次顿武机会 萧云一脸无语 我擦 老子才刚刚成为神子 屁股都还没有做任 就要放弃神子身份 这不是坑爹吗 不过看在奖励上 算了 放弃就放弃 系统你最大型了吧 萧云当即抱拳 诸位长老古化石 弟子愿放弃神子身份 追随帝天为师 以后哪怕帝子 无法助就混沌体 也不会让圣地蒙羞 听到萧云的话 大殿内的众人 包括帝天 还有混沌圣地的圣子 全都身子一阵 满脸震惊的看向萧云 神子 你在说什么 偶有大能甚至万年古化石 为了收萧云为徒都抢破了头 他去选了最不被看好的帝天 为跟他学习 至今无人练就的混沌体 甚至放弃了神子身份 大殿内一众老不死都惊掉了下 神子身份何等尊贵 别冲动年轻人 你放弃的可是最好的修炼资源 萧云已经内牛满面 他也不想放弃 无奈系统奖励太过丰厚 只见他慷慨激昂地表示 只要弟子助就了混沌体 那么要不了多久 依旧能够成为神子 反之若练不成 那么弟子也没资格坐上那个位置 众人都被萧云的豪气给郑主 反正横竖都要放弃神子 那就干脆表现得更大度一点 圣主一脸敬畏 恐怕放眼诸天万劫 再也找不到这么有魄力和毅力的人 既然神子如此坚决 那我等只能依了神子 一众老不死纷纷惋惜地离开大殿 萧云恭敬地向帝天行命 一天感动的眼泪都快飙车了 你为拜老夫为师竟然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为师虽然没几月可活 但必定会倾囊相受 萧云文言一脸见鬼的神情 那你 老子才当拜师 靠山就要挂了 你凑得再逗老子吗 那个师尊 我们还有几天时间 帝天笑眯眯地表示 我们超凡境只有一千年的寿云 为师今年已经九百岁了 萧云长叹一口气 还好剩下一百年 那师尊要如何才能增加寿云 师徒两边聊边离开飞往帝天的仙子 帝天无奈地表示 踏入天境寿云才能增至两千岁 不过他这辈子是无望的 帝天当年号称最强的圣子 弟子不计其数 所以建了很多宫殿 只因他修炼混沌体一直无法复 现在这里已经鸟不拉手了 只剩下他和仆从狐林 两人盘腿坐下 我们修炼者一共有十四个境界 由低到高分别是 炼体聚气神桥动天气灵觉醒出现 涅槃超凡天境圣人大圣准地大地 萧云直呼太残暴了 这么多境界 能不能记住先不说 这话风简直了 他一天手指清点萧云额头 为师现在传授你混沌经 帮你跨入炼体经 萧云连忙闭上眼睛 而且他担心自己的天赋和资质不够 马上使用了一次顿武 宇宙有智力 难以耳目起 经文在萧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 果然多大精深 混沌经竟然有108层 而弗林则有些紧张地盯着萧云 不知道少主多久能领悟混沌经第一层 一天见弗林非常紧张 不由地笑道 不用担心 以萧云的资质最多三天 可是主人当年第一层耗费了七天 已经是最快记录 如果少主不能 那他将来也就无法超运 话音刚落弗林就惊呆了 刚刚准备拿去给少主练保体的人生教育 弗林你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适的 一天也看向了萧云 下一秒 一天竟然也不可置信地蹦到了眼睛 只见萧云整个人被灵气包 身体漂浮到了半空中 主仆两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却是灵气贯体 他竟然片刻就领悟了混沌经 这是打哪来的妖孽 萧云竟然仅仅用了片刻便参悟了混沌经酒 要知道地天当年可是花费了三十年 那些古发什么的棺材 还没捂着又要出来请别病 他们说有谁不留下狗头宝 就把他压在毛坑下一万年 萧云运用一次顿路 片刻领悟混沌经第一层 地天惊掉了下巴 这果真是惊世气惨 而此时萧云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既然还有十七次顿路击火 那这继续吧 竹林一脸震惊地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萧云 怎么回事 少主居然还在继续参悟 难道他还想要趁机领悟第二层 地天也被震惊 这不太可能吧 第二层我当时可是耗费了一年时间 不然大地剧烈震动起 整个地方都是一阵摇晃 风风风 地朵朵金莲从地面上升腿起 天地间无数灵力简直就想不要前世了 疯狂地往萧云身上灌溉 确实地有金莲 心力炼体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就顿路混沌经第九层了 竹林忍不住想给萧云跪下磕头 主人你这次真是压队宝 或许我们两个老东西 有生之年真能看到混沌体诞生 帝天一脸欣慰地盯着萧云 是啊 当年我就算打破前人记录 领悟第九层也花了三十年了 此所之后 简直天理难容 与此与此事 帝宗上的意象也引起了混沌圣帝众多修炼者的关注 众帝子们议论纷纷 快看 神子所在的那个山峰是怎么回事 狗屁神子啊 那小子已经放弃神子之物 真是个傻茶 现在啥也不是 圣主远远看着帝宗方圣 不由地一脸叹息 帝勇精灵 心力练体 帝天居然不惜耗费如此巨大的功力 为此子铸就绝世根基 是值得吗 圣主只当这一项是帝天弄错 毕竟萧云现在还只是一个凡人 不只是圣主 其他长老也都是这么认为 呵呵 真是白费力气 那个垃圾神子不可能练就混沌体 此时漂浮在半空中的萧云 已经被一片金光笼罩 帝天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肉身金光 这是达到了练体极尽的标志 弗林一脸错 这么说 少主已经铸就无上根基 感情都白费了 一天点了点头 这后天的筑基业又岂能比得上 天地之力助就的路上根基 不过也不能忘记 不如你也收个徒弟 刚好与萧云为伴 徒林欢心雀跃 他早就有收徒的打算 毕竟他也是一个老不死 总是希望死后有人继承一步 而此时萧云刚好睁开眼睛 看着离去的弗林 不由的好奇问道 师尊 弗林怎么走啊 帝天一贪神 谁让你太妖孽 一日便修炼到了第九层 自然也就用不着这些筑基业 丢了也可惜 我便让他去收徒 帝天看着萧云仿佛看着一个大伍 博尔已经达到炼体积极 拥有十万斤之力 萧云不禁满脸期待 这是一天就变成超人类 那我岂不是马上能跨入聚集 他一脸自信的表示 用不了三天 我能顿物混顿金第十层 帝天嘴角抽了抽 他花费五十年的时间 才修炼至第十层 对方却想要三天完成 不过也不得不相信 他已经见识到这个徒弟有多要命 帝天摇了摇头 不不不 为师是希望你压制一下修为 不要急着参物第十层 以你的天资 每个境界都达到极致 才能真正的无敌 萧云轻松的表示 那我就暂时不突破 帝天只感觉自己的徒儿还真是自信 果然 人比人气死人了 他继续对萧云说道 徒儿 虽然暂时压制修为 不过你可以修炼一些战技 从而超越极境 进入传说中的竞技领域 萧云文言一论 难道炼体境界的极境还不是极限吗 这竞技领域又是什么 帝天解释道 十万精力量 仅仅是理论上的炼体境界极境 不过 一些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女 能达到十万以上 这便是竞技领域 十万极境 一进一倍 九进为神 顿顿大地便拥有一百万精的力量 进入了九进领域 这个境界又被称为神境领域 萧云文言干尽师子 那还等什么 师尊快传我战技吧 帝天笑着说 徒儿莫荒 战技不能随便修炼 要进入新城堡 他会主动帮你挑选战技 等弗林的徒弟完成炼体 明早一起去 嗯 全凭师父安排 此时弗林带着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飞了走 恭喜少主住就无上根基 小雅还不快见过你师兄 林小雅满脸好奇的盯着萧云 见过师兄 听说你放弃了神子身份 这是真的吗 弗林脸色一变 连忙呵斥的 臭丫头住嘴 真是哪壶不拍屁哪壶 林小雅依然是竖着小耳朵 贼好奇的问着 师兄是怎么想的呀 萧云一月九层已经拥有十万斤力量 而新城阁策站立 其他老六都在坐等这个所谓的神子原型地位 此时弗林将刚刚收的小徒弟直接扔进了大兵 叽叽喳喳的 赶紧给老娘去助击 少主还等着去新城阁选战技 算你这丫头运气了 这可是给少主准备的东西 融合了诸多天才地步 可惜少主已经踏入炼体激进 用不着了 小雅一脸不可置信 师兄太妖孽了吧 他不是昨天才跟我一起加入混沌圣地的吗 萧云也好奇的在一旁看着 只见林小雅入顶不久开始叫唤 达咪达咪 好烫啊 师尊 我快要受不了了 要被煮熟了 福林科赤道 这点疼痛就忍受不了 还修炼什么大道 少废话 赶紧运转功法吸收这些药业 萧云在旁边看得心有女脊 幸好自己有顿物相助 不然现在里面煮的就是糊 小雅完成助击以后浑身舒服 他感觉自己现在至少拥有五万斤的力量 福林带着他和萧云飞到星辰阁 这里平时也是鸟不拉式 昨天招收新弟子 所以今天来选战机的人挺多的 此时一群傻叉已经开始嘲讽 那不是神子萧云吗 他也是来测战力的吗 哎哎 狗屁神子 他现在只是个普通弟子 我看他能达到三万战力就不错 我赌两万 小雅听到他们的嘲讽 恨不得把这群傻叉镇压到毛坑底下一万年 师尊 让我和师兄也去测试战力 福林表示以少主的实力已经不用测试 小雅撒娇道 师尊 他不用我用我 求你了 让我们去吧 福林扭不过小丫头边硬脚 此时一个靓仔立刻一声 一枪狠狠砸在石碑上 石碑满上有了反应 散发出比绿帽子更绿的光明 此刻靓仔忍不住想给自己跪下头 哈哈 居然有五万斤 我真是天才 底下的弟子们都羡慕不已 这等天资 将来有望成为准圣子 小雅满是不屑 不就五万斤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上也行 有人嘲讽的 小姑娘 不要大言不惨 五万斤力量 已经达到了炼体境界大场 只有一些天才 才能够在助击之后就拥有如此力量 就是 小姑娘什么都不懂 不要乱说话 哪里来的小丫头 一点见识都没有 量改讥讽的 我认得你 昨天你才敲响了三声混沌中 我敲响了四声 就凭你这点天赋 也敢在我面前嘚死 真是可笑至极 小雅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她顿时忍不住 走到量仔面前 大怒道 不是五万斤吗 你算个屁 本姑娘测试给你看看 量仔显然是不相信小雅 她已经帮好小板段 坐等她出丑 林小雅挥舞着小拳头 狠狠地打向面前的石碑 只见石碑上顿时一阵 下一秒量仔精成了表情包 是荧光 怎么可能 只有打出五万斤以上 才会出现荧光 底下众人也纷纷露出 不可置信的事 难道这个小丫头 已经超越炼体大城境界 跨入炼体巅峰了 这怎么可能 竟然有六万斤力了 小雅一脸臭屁的回 师尊 图儿没给你丢脸吧 萧云笑了笑 嘿嘿 不愧是自家师妹 就是厉害啊 接下来轮到我了 萧云一月九层 已经达到炼体极境 然而她只想逼掉 可系统竟然发布任务 让周围人震惊一次 奖励三次顿武 而且奖励可叠加 挨着不是逼着她装兵吗 此时靓仔不屑地叨叨了 呵呵 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肯定是和那个萧云一样 靠见不得人的作弊手段 才得来的力量 萧亚真恨不得让她倒立实实 住嘴 我师兄是旷世奇才 他没有作弊 靓仔猖狂地吐了一口老弹 奇才 我呸 你知道神子的待遇有多么好 白痴才会放弃 他肯定是因作弊 被圣主夺了神子之位的 为了面子才说主动放弃 以下一群歪瓜脸 早也跟着附和道 这么分析还真是 狗屁神子还真是无耻 萧云一货道 福林 这家伙怎么好像不亦针对我们 回少主 此人是主人老对头 天一太上长老的徒弟 萧云顿时恍然大悟 感情是失踪的仇人 难怪这么针对自己 此时又一个靓仔奔向测试他 他自信的声音在广场上传台 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旷世奇才 台下众人惊呼 世储惊销 昨日除萧云之外 唯一一个让混沌中 响了五声的超级天子 听说他已经败入 天一太上长老门前 这可是门内排名第二的 太上长老 而且即将踏入天井 叹气息绝对到了炼体巅峰 楚经萧打亮的萧云 眼中掠过一抹嫉妒和恨语 萧云你看好吗 说完转身一拳 狠狠的轰向十倍 随着一声巨响 赤裂的荧光顿势偏涌而出 众人感叹 这是微微透着金色的荧光 他远远超出了五万这个阶段 我不其然 石碑上出现了九万这个数字 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这已经是炼体圆满境界了 一日炼体圆满 真是天动之姿啊 楚经萧站在石碑下 目光中闪过一丝得意 不过他显然是个高智商的老六 让诸位见笑 我可远远比不上酒响的萧师兄 萧师兄来啊 让大家也瞧瞧 萧云只轻轻说了声 做人啊 要低调 萧亚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这些歪瓜裂走被打了 师兄 快上呀 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瞧瞧 此时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 提示一 最新任务 让周围的人惊呼 造成风动 奖励顿务三次 此任务可无限叠加 萧云顿势激动不已 他的顿务次数快用完了 系统这时候弹出任务 时机简直太好了 他露出一个邪笑 这个任务有点不正经 这不是在逼他无限装逼炫耀吗 混顿精是公认最难修炼的功夫 普经萧料定 仅仅一天时间 他连第一层都没有领域 怕是连一万斤的力量都没有 怎么认怂了 认怂就跪下叫三生爷爷 萧云冷笑 有何不敢 小爷还怕你不得 下一秒他灵光一闪 人已经出现在石碑前 楚经萧顿打不妙 萧云已经狠狠一拳封在了石碑上 哎呀 手好疼啊 萧云忽然故意揉着拳头叫的 众人顿时一阵嘲笑 哈哈哈哈 但他们的笑容很快就没故 因为石碑上 爆发出四目 很快上面便显露 一个震撼人心的数字 十万 底下的歪瓜连早眼珠子都称爆 我去 是极尽金光 怎么可能 他居然一天就达到了炼体级级 我的天啊 这是何等拜师天资 上古圣人转世吗 此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任务完成 奖励三次顿务 萧云对楚经萧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来吧 叫爷爷 萧云可是一日走疼的妖孽 星辰阁竟然帮他选了最垃圾的三流战绩 星辰阁就这么看不起他吗 就在刚刚萧云 出十万经历 楚经萧的脸色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该死 本来想看他出丑 现在出丑的法是自己 底下的歪瓜连早纷纷惊呼 萧云不愧是神子 一个个完全忘了自己刚刚的嘴里 他们现在都在坐等楚经萧跟萧云干净 看他那表情 好像要开大招了 而楚经萧跃下侧视 竟然在证明诧异的目光中飞溜溜的逃亡 此时萧云已经进入星辰阁 他正在考虑接下来怎么装逼 如果马上突破阶级 踏入竞技领域 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惊呼呢 毕竟只要装逼就能获得动力次数 他不得不如此 小雅这丫头一进来就哇哇哇的不停 萧云也有些震撼 星辰阁内包含万象空间 头顶上群星神浪 星辰上方显露出各种战绩 最差的是三流 最牛的是究极战绩 突然一道弘亮的声音在众人耳中响起 而等都闭上眼睛 谨守星神 等待星辰阁为你们挑选战绩 此时萧云还不知道 由于他刚刚测试出十万精力 已经引来很多老不死堪热了 他的师尊帝天太上长老也 帝天 想必以萧云的天赋 会被星辰阁赐予超级战绩 帝天也觉得应当如此 毕竟能够令棍盾中响了九声 星辰阁应该会把他列为最高级别 天一冷空到 帝天一辈子无法踏入天际 他弟子也一样 就算有些许成就又如何 帝天笑了笑 呵呵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徒弟也是我徒弟的手下败将 我不行 不代表我徒弟不行 周围的太上长老突然大喊了 都别吵了 快看 那个萧云好像被赐予了三流战绩 众多了 那可是令混沌中响九声的妖念 怎么会被星辰阁赐予最低等的战绩 帝天也目瞪口呆 怎么会是三流战绩 我徒儿天资盖世 参悟混沌经一日九层 星辰炼体踏入极井 天一讽刺的 一日九层 真能吹 这也太可笑了吧 三流战绩 雌子恐怕是靠作弊才蒙蔽了混沌中 与此同时 萧云也是一脸猛逼的看折落在他手上的胎山群 还有旁边三流战绩的标志 星辰阁就这么看不起我吗 难道在他眼里 我就只能修炼三流战绩 就连小雅都是一流战绩 他却被赐予三流战绩 这也太丢人了 底下众人也是一阵惊呼 什么 萧云获得了三流战绩 他的炼体积极 估计是地天长老用天台地宝飞出来 就在此时 萧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皮试音 丁 宿主再次引起惊呼 造成轰动 奖励三次顿武机会 萧云不由的嘴角一阵抽搐 这奖励来得让他很不爽 气焰了 反正老子有系统 天赋差又怎么了 老子照样崛起 萧云很快打起精神 看着面前的星辰阁 他顿时一阵来起 星辰阁 你给我听着 我萧云的天赋用不着你来判定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自己的战绩 我自己说了算 你快给我把最强的战绩都拿出来 让我自己挑选 萧云这样的妖孽 竟然被星辰阁赐予最低等的战绩 星辰阁就这么看不起他吗 萧云对着天空大鹤的 快把最强的战绩都拿出来 小爷要自己挑选 一众老不死也不由得玩耳影响 这小子居然还不服气 这也很正常 他一日极尽 自然不相信自己的天赋不行 不知道镇守星辰阁的那位太上长老会如何选择 底下众人也都好奇的看 此时星辰阁内 最耀眼的几十颗星辰 顿时坠落在萧云面前 众人手里都握了个草 牛逼 星辰阁居然真的让他自己选择战绩 而且全都是清一色的超级战绩 萧云不由地问他 星辰阁 怎么没有究极战绩 文言天一老不死又是一阵嘲讽 哎呀 你这个当师尊的可不称职啊 这小子原来还不知道究极战绩的含义 地天老脸一火 出声提醒的 徒儿 所谓的究极战绩就是自创 你学习这些战绩后 创出更厉害的招式 那就是属于你的究极战绩 萧云顿时一脸惊恶 师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快选战绩吧 不要贪多博杂 选一门即可 就算超级天才 掌握一门超级战绩也要数十名 萧云文言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嘿嘿 那您就太小瞧托了 说吧 萧云随便抓了一只 就先来六门吧 一众老不死 都是一阵大路 像是看疯的一样叹着萧云 修炼六门超级战绩 这是想在炼体境界 待上几百年吗 天一老不死嘲笑的 死子的脑子估计是精神 你以后得多多教导 萧云盘腿坐下 心中冷笑 真以为他是白痴不成 他就是要故意引起众人的惊呼 从而获得系统奖励了 果然 在萧云查看系统时 又增加了六次动物 现在有24次动物 这动物次数简直太好获得了 系统 对九转八拳使用一次动物 星辰阁上方一个老不死大 他想要干什么 怎么闭上眼睛了 难道是准备在这里修炼战绩 当场修炼 开玩笑吧 超级战绩 绝世天才也要数年吧 众多老不死也站到了天一这里 这小子果然脑子有问题 只有地天眼神匀重 紧张地握紧了小群群 他可是亲眼目睹了 萧云一日九层有多妖孽 好图啊 可不要坑为师啊 萧云进入顿物状态中 原本灰色难懂的九转八拳 此刻在他眼中 却像小学生做文一样 他很快就弄懂了九转八拳 随即便睁开眼睛 那漆黑的毛子猛地浮现两道金光 底下有人大叫 他睁开眼睛吗 难道这就学会了超级战绩 这不可能吧 就在此时 萧云猛地揮出一拳 很多的力量穿梭空间 令空气都被炸散了 他身上突然浮现出一道金色的包装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一众老不死包括小雅的一天再次震惊 金光练体 这是九转八拳第一转练成的标准 我的天啊 这就是他的天赋吗 如此无形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萧云还远不如此 他想在这里练到圆满境界 毕竟有顿雾不转白不转 萧云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练 第一转 如此无形 那些老不死有点相信地天的话 或许他真的可以一日九层混顿精 而萧云并没有停止 系统 对九转霸拳再次使用顿雾 众人像是看怪物似的看着 天一老不死终于也坐不住 什么 他难道要继续修炼第二转 进入顿雾状态之后 萧云片刻便修炼到了第九转圆满境界 实现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体内喷涌出 大有红枣九天实地的霸道气势 星辰阁上方的老不死能再次露出震撼的目光 他这就将九转霸拳修炼到圆满境界 这是经济欲 他果然已经踏入了竞技领域 一味老不死感慨不如 真是恐怖啊 就是不知道他最终能够达到几经 此时天一老不死的脸色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他悔不当初 早知地天能够成功 他也去混沌大殿试一试 抢先收下瓷子为徒 地天擦了石金冷汗 更是在心里暗戳戳的兴奋 这样的绝世天子 却是他的徒弟 实在太令他兴奋了 萧云的气质变了 变得比以前霸道 双眸令人望之甚畏 不敢与其知识 不知道我现在变强了多少 再去星辰阁外的石碑测试一下看 嘿嘿 又可以收割一波动物 对了 他突然想到什么 指着星空说道 星辰阁 下次我再来 用不着你给我选择 直接给爷拿出最强的就行了 众人又是一脸呆呆地看着他 这是在威胁星辰阁 简直大逆不道 让众人更加目瞪口呆的是 他们居然在头顶星空之中 看到了一个由星辰指成的大人 行 就连老不死能处一阵大物 臭爽子竟然敢威胁星辰阁 而且还成功了 萧云却是一脸满意的点了点 再次收割了三次顿物机会爽歪歪 当然 萧云还准备继续装逼 玄红向面前的石碑 只听一阵地动山摇的声音响起 而后释放出更加要有的金色光芒 不知道会达到多少呢 一定会超越十万 竞技领域超出十万为一净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石碑看去 石碑上终于出现了一连串的数字 二十万 这样的数字实在是震撼人心 他果然踏入了竞技领域 这是一净 唯有圣九才能达到这一步 说什么呢 人家本来就是神子 萧云暗想 不知道我练成第二门超级战技风 会不会再次增加十万精力呢 地天府内 福林已经烤好一头巨大的灵兽 那金黄色的油脂 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看着一旁的萧云和林小雅直流口水 他们还没有闭口 需要吃饭 萧云感觉肚子很弱 不等萧亚动手 他一口气就干完了一整只灵兽 萧云摸着圆骨的肚子问道 师尊 我怎么会吃这么多 地天玩耳一笑 因为你肉体变强 所需的能量就多了 你现在拥有二十万精力量 堪比二十头大象 所以你的饭量 应该跟二十头大象的饭量差不多 嗯 我这不是成饭吗 地天笑了笑 达到动天境 就可以避补吸纳天地灵气 足以滋养肉身 无需进食 萧云文言松了口气 第四个境界动天境 对于他来说不是很难 他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动物 只要他愿意马上突破聚其境 进入第三个境界神桥境都很容易 只是他想要跟混沌大地一样 在炼体境界拥有一百万精力 萧云不由地再次请教地天 我之前在星辰阁修炼一门超级战技 是否就能拥有一百万精力量 逼天掏出小黑板 光靠修炼超级战技是无法达到一百万精的 超级战技只能让肉身蜕变三次 萧云看着这惨不忍睹的画风 心中一阵无语 所以修炼战技 最多也只能让我拥有七十万精力 还有三十万精要如何才能提升 逼天沉默了片刻 这已经是繁俗体制所能够达到的迹象 混沌大地之所以能够拥有一百万精的力量 其中的三十万精 是他的混沌体带来的 萧云文言一论师尊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继续提升力量了 也不是没有办法 如果能弥补先天根基就可以 只是那些稀少的天材地堡 需要去龙巢之战 徒儿 你若是能够在一年之内拥有七十万精的力量 到时候 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那些天材地堡 龙巢之战每隔百年才会开启 唯有炼体境界的修炼者才能进入其中 但也正因为如此 龙巢内的天材地堡 才没有被广大修炼者所掠解 龙巢之战即将开启 这条龙会变成萧云的小宠物 萧云满脸疑惑道 师尊 这龙巢之战是什么地方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地天一脸严肃 那我和你说说吧 传闻真龙巢是一条真龙女化飞升前流下的 无数岁月以来 修炼者一直在挖掘真龙巢的秘密 但是因为真龙副秘密就在 实力强大的修炼者根本无法进去 而那些炼体境界的修炼者实力又太弱 所以根本无法挖掘太多关于真龙巢的秘密 不过 有一个秘密 确实被人给挖掘出来 那就是养龙境 真龙巢内有许多真龙遗种 每隔百年 便会有石头复生 这些遗种想要进化出真龙之躯 就需要浴血战斗 真龙想用这些修炼界的天才魔力它的遗种 而修炼界对此也非常支持 因为里面不仅有超级天才地板 还有机会和真龙遗种定下主不契约 让它变成宠物 笑云文言大喜 所以真龙巢有三个好处 第一能获得天才地板 第二有机会沐浴真龙一种之息 来提升修文 第三让真龙一种做起 那以后身边就会多一个超级大手 笑云一脸兴奋 那真龙巢什么时候开启 一天陈寅道 别急 一年后才开启 真龙巢非常危险 最起码得有五十万斤的力量才保险 如果达不到这一步 为师是不会放你进去的 笑云自信地表示 师尊请放心 在进入真龙巢之前 我必然会达到七十万斤力量 此时小雅手舞足蹈地说 我也想和师兄一起去 扶灵当即就给他一记头嘴 哪两块呆哪去 你真以为真龙巢里面的危险 就是那尸头一种 为了抢夺一些天才地子 各大门派的修炼者之间 也会自相残杀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进去只能是个脱油瓶 必天思索片刻开口 这样吧 如果在进入真龙巢之前 笑云真的可以拥有七十万斤的力量 那就让小雅跟着他一起进去 小雅见壮顿是欢呼起 多谢太上长老成全 此时天一封上的一处大殿内 天一老不死拿出三颗金色的丹药 楚精霄顿时直流十斤哈喇子 无二 这是为师浩费无数天才地宝炼制而成的物神断 他可以助你在一月之内踏入炼品基金 一年之内踏入一净领域 说吧 天一老不死便将手中的三颗金丹递给楚精霄 楚精霄双手接过金丹 满脸感激的派 无二多谢师尊栽培 等徒儿进入真龙巢之后 一定会为师尊宁取得胜养 助师尊明日后承受 天一老不死满意得点了等 你先下去修炼吧 为师还要继续为你祭练战甲和战刀 让你增天战力 多谢师尊 楚精霄又多了几分感动 随即恭敬地退出大殿 看着他离去 天一老不死的笑容顿时收了起 旁边的仆虫十一道 主人 少主服下那三颗物神丹 恐怕就再无成长可能了 而且以少主的实力 去了恐怕凶多吉少 天一老不死冷坑道 死了就死了 徒弟没了 下次再收就是了 但若是他能在龙槽 为我带回来一株圣灵 那这回报率便是千万倍 至于他的将来并不重要 我可不是递天那个白痴 只剩百年寿命 还为徒弟担惊截律 人比人气死人 萧云忧忧忧忧地钓着鱼 就增加了十万斤战力 地封一座灵湖旁边 萧云手持钓杆 懒洋洋地躺在靠椅上 一脸惬意地坐等鱼儿上钩 大面 师兄重力 不远次 反而林小雅淒厉地吞笑声 萧云随意地看了一眼 不禁喷出一口老茶 我去 不是吧 只见萧云正在操了一口 萧云拿着一条钩子 正在不断抽的 人一钳子打下手 同着他吞笑流连 打咪打咪死 萧云这么做 是在帮助萧亚锻炼肉身 他已经给萧亚服用了一些灵丹本 现在只是在帮助他练害的需要 所以萧云是为啥娃 萧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要是帝天野对他这么好 四 想着连忙转身 开始使用一次盾武 他可不想被帝天野这样抽打 随着萧云进入盾武壮子 他很快就悟透了第二门超级战区太极绳子 小雅忍着身上的痛苦 看着远处湖边的萧云 不由的好奇问他 师兄在干什么 弗林满脸震惊道 少主这是在修炼第二门超级战区 你看那笼罩住他的太极绳 这代表他已经将太极绳子 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小雅文言简直想一头撞死在地上 自己在这里被师尊抽打 吃了那么多苦头 到现在连练体积进都没有打到 师兄却轻而易举地练成了一门超级战区 又增加了十万斤力量 这人比人 真的是要气死人了 狐林随即看向小雅 举起了手中的鞭子 小雅 这就是凡人跟天才的区别 你想要跟上少主的脚步 那就得继续吃骨 林小雅一脸生无垢 片刻后 又传来一阵凄厉的启笑声 和胡编 萧云又继续悠哉地钓鱼了 第二门超级战绩炼成 我现在应该有三十万斤力量 得找个时间去石碑那里装逼 收割一波动物 哎 有系统就是不一样了 修炼都这么轻松 这日子真是舒服 小雅的声音越来越细 大面 救命 细松 我就想去真龙潮 是哥 是哥挺小 萧云摇了摇头 这就是没有系统的下场 转眼到了一周后 此时星辰阁的石碑琴 已经围了许多人 楚金萧一拳很很杂的石碑 只听风的一声 石碑上显露出十九万的数字 这代表着楚金萧 已经踏入了炼体激进 他一脸得意的感 雾神端果然是好东西 底下的歪瓜脸 早也是连连夸赞 我真是天动之姿啊 短短一周这边踏入炼体激进 成为圣子指日可待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不就是炼体激进 有什么好嘚瑟 我师兄早就激进 楚金萧回头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看到萧云就非常不舒服 他黑着脸咬牙切齿的 萧云再厉害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臭丫头有多少厉害 六万 还是七万 别在这丢人现眼 小雅气鼓鼓的冷风道 不就是炼体激进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达到了 只见他快速上前 狗眼看人低 你看好了 说吧 小雅一拳粉粉地 奔向了面前的石碑 顿时石碑上爆发出 彩灿的警光 显露出一串震惊的数字 竟然已经十七万了 没想到林小雅 也达到了炼体激进 什么时候炼体激进这么容易 居然接连出现 难道我们混沌圣地 就要崛起了吗 小雅没有理会他们 朝着萧云喊道 师兄 该你表现了 混沌圣地已经没落很多年 短短一周竟然出现 三个炼体激进 四周的人顿时经浮起来 炼体激进这么容易 容易个屁 除了他们三 可有哪个新人达到九万斤吗 小雅一脸得意 师兄 该你表现了 众人顿时满脸 期待的看向萧云 不知道这个妖孽的实力 又增强了多少 只见萧云不及 众人再次惊呼不已 好可怕 这就踏入二进领域 哎 拍马屁的速度 都挡不上他升级的速度 楚经萧真是气得牙齿都磨碎 没想到小丑又是自己 从星辰阁回来以后 弗林突然告诉萧云 主人有件宝贝要奖励给他 只见弗林召唤出一个反射 细柄独普的黑刀 防火出现在萧云身前 萧云不由的疑惑道 这把刀一点都不锋利 能够杀死人吗 一天也走了过来 谁说刀一定要锋利才能杀人 拳头锋利吗 你现在使用九爪八卷 一拳就能打死一个普通的炼体境界修炼者 所以刀只要坚硬即可 真正杀人的不是刀锋 而是你的力量 萧云笑眯眯的接过黑刀 多谢师尊 可下一秒他整个人就惊呆了 我去 要知道 他现在拥有三十万斤的力量 可却提不起这把黑刀 狐林独由的笑了起来 少主 这把黑刀可是主人在聚气镜和神朝镜所使用的武器 重达三十六万斤 萧云闻眼嘴角抽了抽 这要是一刀挥出去 一个炼体极尽的修炼者还不稀奇 不过 这么重的刀 他现在还做不到 一天笑了笑 徒儿 等你拥有七十万斤的力量之后 就应该可以勉强使用这把黑刀了 萧云手上握了个草 看来革命尚未成功 我还需努力啊 接下来再顿悟一下神行部和破口陈舟吧 此时太处圣地 长老和太上长老们齐聚在一处圣殿内 启禀圣主 混沌圣地传来消息 说是混沌中响了九生 殿内众人文言 顿时议论纷纷起 太处圣地圣主陈寅道 不久前应该是他们开山收徒的日子 难道是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妖孽 众多太上长老议论道 混沌中响九生 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 此人未来必将是我们太处圣地的打理 必须要警惕 圣主命令道 冠阳辉长老 你带两名弟子先去试试那人的虚实 再做打算 冠阳辉老不死弯腰 是 仅遵圣主御旨 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毕天 你当年压我一头让我出城 这次我定要杀了你的爱 让你痛绝终生 哈哈哈哈 数日后 混沌圣地来了三个不速之客 派出圣地万阳辉 奉圣主御旨 前来拜会混沌圣地 此时一道如同神魔一般的身影踏空而来 原来是万道友 多年未见 风采依旧 来人正是天一老不死 混沌圣地唯一拿得出手的 也就天一老不死这个半步天际 台湾是天一道友 官道友威士 怕是已经成就半步天际 真是可戏可惑 不愧是混沌圣地排名第二的太上长老 天一嘴角微微一翘 道友谬赞了 而万阳辉身后的小徒弟却敌不着 排名第二的太上长老竟然只是半步天际 在我们太初圣地连前十名都排不进去 混沌圣地果然是没落人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 但是天一和万阳辉是何等强者 两人立刻就听到 顿时天一脸色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万阳辉则装模多样的呵斥 住嘴 天一道友 小徒年纪还小 不懂事 还请道友误怪 天一默默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 没事没事 童言无忌 不如先进去见圣主吧 他心里却很憋屈 老子回去之后就马上闭关 不到天晋绝不出来 这个女人竟然嚣张地在逼王面前装备 声称自己的实力足以碾压混沌圣地所有弟子 殊不知很快就会被啪啪打了 此时万阳辉已经被带到大殿内 他表示自己前来 一是为邀请混沌圣地参与明年的真龙朝之约 二来是带两个小辈领教贵宗的高徒 听说你们今年发现了好苗子 总不会三两下就败了吧 那可就太没意思 众多老不死顿时怒了 万阳辉你太嚣张了 你是来这里撒野的吗 当我们混沌圣地怕你不走 万阳辉冷笑道 呵呵 不服就请圣地高徒出来六一六 圣主陈阴片刻 便挥手命令道 却让萧云处经萧林小雅三人前来 如今炼体境界当中 拿得出手的就这三个了 就算不能赢 也不能输得太难看 有萧云再应该能够赢一场吧 片刻后三人走进大殿 圣主介绍道 万道远 这三人便是我混沌圣地练体境界中的佼佼者 不知道有想怎么切磋 万阳辉打量了一番 对于楚经萧和小雅两 他紧紧一扫而过 倒是萧云 看起来资质平平 竟然已经练就经济域 踏入了竞技领域 即便如此 他对自己身后的两名弟子依旧心心满满 弗妙彤当即站了出来 满脸不屑地看着萧云 我在太初圣地的练体境界当中 排名第十 打败你们三 我一人足矣 就不劳师兄出手了 长老们脸算难看 这般天赋才排第十 反观萧云三人已经是圣地排名前三的天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小雅之暴脾气哪能忍 仅仅排名第十 至于这么嚣张吗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排名第一呢 弗妙彤居高灵吓到 太初第十又如何 放在你们混沌圣地 排名第一绰绰有余 小雅当即抽出鞭子 大言不惨 让我看看你的手底下工作 是否也有你的嘴巴这么厉害 弗妙彤依旧高傲无比 不懈地勾了勾手指 既然你自寻耻辱 我便成全你 来吧 小雅顿时大怒 挥舞着火红色的鞭子 逃着弗妙彤甩去 旁边的萧云暗暗摇头 哎 师妹还是太嫩了 被人一两句话就被激怒了 林小雅报复一声 先重演 手中的鞭句话 小雅总密集的往线 将弗妙彤吼 但是弗妙彤一声 只见他剑一刺 令小雅的往线 支撑不住 不然弗妙彤 一剑格式 那剑瞬间对对手的小雅 小雅顿时脸色惨白 冷汗连连 这把剑若是在往前干凑 那他就要当场个屁 弗妙彤冷风道 你输了 一招都接不住 真让人失望 小雅也不是输不起 他狠狠咬着眼 我是输了 但你肯定不是我师兄的对手 弗妙彤一脸不屑 好啊 他们哪个是你的师兄 让他出来试试 萧云不急不慢地走不出来 摆出一副大家风范 小雅下去吧 师兄帮你出气 萧云语气平淡 那啥太粗了 我也不欺负你 能够让我退一步 便算你赢 弗妙彤顿时就被激怒了 好大的口气 看着 萧云轻轻向前拍 他练成这么多超级战绩之风 正愁没人练手爱 顺着萧云的掌势 只见一张巨大的太极图出现在两层中间 弗妙彤被静女接连废腿 不远处万阳灰老不死神情凝重 他看出萧云已经把太极神掌修炼到了圆满经济 而他爱图的一剑格式才到达成绩 无论弗妙彤如何攻击 都无法破解萧云的防御 连靠近他的身体都不行 他心中不甘 朝着对面的萧云大喝倒 我今天就是要跃迹击败你 只见他摒弃咱 心中是有死 我即是剑 剑即是我 这一刻 扶妙彤隐隐砸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他师兄赞叹道 不愧是副师妹 竟然在战斗中突破 踏足了禁忌领域 这一刻 扶妙彤人剑合 好似一道破坏迷雾的金光神剑 朝着萧云弓去 大殿内的老不死门和圣主都在替萧云捏冷汗 希望死子能挡住这一击 小雅牙关紧闭 师兄加油啊 就见人剑合一状态下的朋友 一剑粉粉的刺向萧云 而萧云依旧纹丝不动 反观伏妙彤则是被萧云和谷镇住 这 是怎么可能 即使这样了也不行吗 他的防御力 如此恐怖 旁边的谢玉龙眼神再度凝重了一些 除师妹 你还是退下了 他恐怕已经踏入了二进领域 太出圣地的傻叉竟然在逼王面前装疼 而萧云站在那里了 他却一根毛豆摸不到 武器还被镇住 但他依旧心有不干 难道你们混沌圣地的人都出不防御吗 有本事打败我 否则我不会认输的 萧云淡淡收到 这一声好字还没落下 双腿便如同闪电一般 在原地留下一道财 真身却已经出现在福妙彤的面前 福妙彤已经懵逼了 这速度太恐怖了 萧云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已经将福妙彤轰轰飞出去 福妙彤倒飞 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福师妹 谢玉龙连忙扶起福妙彤 顿时一脸凝沉地看向萧云 只是切磋而已 阁下出手未免太狠辣了 萧云一脸淡定 我不出手攻击 他说我只会防御 我出手 你却说我很慢 什么礼都被你们占尽 你们太出圣地输不起直说 谢玉龙气得把地板都扫碎 只见他指着萧云怒 再下谢玉龙 太出炼体境界地久 领教萧师兄高招 萧云不急不慢地打了个哈体 刚才打了一指 我累了 先休息一下 你们太出圣地总不能用车轮站这种卑鄙之策 大殿内众人纷纷握了个草 你神这么累 刚才明明赢得很轻松 谢玉龙转头看向旁边一直打酱油的楚经萧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先领教楚师兄的高招 楚经萧亚麻呆在原地 为什么找我 是萧云打伤你师妹的 跟我有毛关系 确认过眼神 他不是能干倒解玉龙的人 连福妙同都干过 但是大殿内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他也不敢不出战 否则以后再混沌圣地还怎么混沌 这该死的萧云 他绝对是故意的 楚经萧心里已经吓成了孙子 硬着头皮与谢玉龙切磋 萧云也在旁边笑迎迎的看着场中的人 小雅轻声道 师兄 你太音响了 这下楚经萧要挨揍了 傻子都知道谢玉龙现在憋着一度主气 肯定会朝楚经萧发泄出来 萧云低声道 现在知道你师兄我的聪明了吗 我也只是借助他试探一下这个谢玉龙的实力 你以后也不能冲动 是是是 林小雅连连点头 一众老不死再度一脸瘟 以他们的实力 无论萧云和小雅声音再低 都听在耳里 圣主一脸笑容 这样也好 一个有智慧有宠祖的身体 才更值得培养 楚经萧如临大敌的看着对面的谢玉龙 谢玉龙则轻松多了 你先出手吧 否则我若是输了 你便连出手的机会都没了 楚经萧咬起牙关冲了上去 暗想撑撑平面的 别输得太惨就行 谢玉龙分上爆发出次烈的闪电 心仰后发星星 将楚经萧一拳风飞出去 竟然是闪电体 原来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 难怪这么紧 这实力怕是已经踏入了二级领域 楚经萧被谢玉龙一拳打飞 顿时喷出一口新鲜的西瓜汁 整个人直接贴在了墙上 伤势比之前的福尿筒还要走 罪物 天一老不死看到楚经萧一招都戒不住 脸色比吃了十斤祥更能够 圣主看着下面的谢玉龙 称赞榜 传言闪电体 天生就能操控闪电 速度很快 攻击力很强 万阳辉谦虚道 闪电体仅仅是王体 在我们太初圣地并不算什么天资 我们这一代出了好几个神体 还有一个制封体 相比之下 闪电体就差多了 萧云也是一脸错误 闪电体是什么玩意 太初圣地的老是装逼失败 老九也来逼王面前装逼 毕竟他也踏入了二级领域 而且拥有闪电体 若不知萧云早已踏入三级领域 此时一众老不死手里都握了个错 他们这一代 连一个特殊体质都没有 人家却连闪电体这种王体 都不放在我们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更让他们顾及的是 太初竟然出现了制尊体 圣主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是哪位制尊体 万阳辉一脸得意 却尊榜排名第四的时空之体 天一老不死也一连我那个次 唐文拥有这种体质 可以操控时间与空间 无论哪种神通在哪里 都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威能 恐怖如斯案 萧云心中也是非常震惊 师傅说过特殊体质 分为王体神体 十大至尊体三级 由于太牛逼 萧云只能用两倍速回 混沌体 春天魔体 先天圣体 导台是空之体 玄黄不灭体 万佛之体 荒谷圣体 苍天大体 神王体 先王体 萧云想到自己早晚会对上 传闻症的士空体 不经倒吸一口凉气 看来还得尽快提升实力 想他放弃神子 不也是为了助就混沌体 这可是排名第一的至尊体 只要炼成 混沌中肯定会送给他指掌 届时他拥有混沌体 首饰混沌中 绝对所向无敌 此时谢玉龙眼前发现 萧师兄 不知道你是否休息好 萧云活动了一下胳膊 轻笑道 原来谢师弟拥有闪电体 萧某我一介繁体 恐怕不是你的对手 还请手下留情 谢玉龙怒气质 他暗示 那只是客气话 你还真拿老子当师弟了 他谦虚道 繁体打败特殊体质的 在修炼界也不在手术 萧云一脸和善的表示 我也是这么认为 谢玉龙解决了 他现在很想打死萧云 这TMD说话太轻敏了 萧云笑盈盈的 跑了 谢师弟 请出手吧 早点结束战斗 我还要回去吃饭了 谢玉龙没有再继续背后 他已经忍不住要痛苦萧云一动 瞬间冲了出去 一拳狠狠地攻击萧云 萧云面色凝重 对方这一拳 还有闪电的出家伤害 他不敢大意 当即将自己的绝对萧云 命生生抵挡着 谢玉龙的攻击 紧紧片刻之间 萧云便看到自己 太急不上你出现的一丝丝烈 看来是坚持不了多少时间 不确是刻出几句的天子 真是烈 只见萧云小时 是感情攻击 化作一道道 开始反攻谢玉龙 他知道继续防御下去 肯定会被击破了 谢玉龙顿时大笑一声 满脸期待 这才对吗 像你我这种级别的天子 就该硬碰硬 萧云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施展出攻击性战技 手转八旬 两人谁都没有后退 观战的人无不震惊 好强大的肉身 这两个人都已经踏入了二进领域 拥有三十万精力 也不知道谁会赢 万阳辉老不死 坚定自己的爱徒一定能力 不愧是闪电体 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 还拥有急速 若非萧云练成了超级战技神风 还不一定是他的对准 两人再次激烈搏杀起 战斗进入了白热华 天一老不死惊呼 不对 萧云似乎更强一些 你看萧云就要战据上风了 只见萧云飞起出来的传托越来越适 爆发出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好吧 谢玉龙脸色一平 他感觉对面与他本来不相伯仲的萧云 不然又增加了十万精力 在力量上面一直压过来 谢玉龙满脸难以置信 这是瞬间增长体质的超级战技破释成中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这么多超级战技 萧云冷笑道 你以为我只是二进领域吗 不好意思 小爷早已经踏入了三进领域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次动物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两次 来自超级挂逼尼古拉斯萧云 一种老不死惊吹 萧云竟然将四门超级战技练到了圆满境界 已经踏入三进领域 而萧云远步如此 他马上会踏入四进领域 天一老不死也难得的站在萧云这边 有了破釜沉舟 萧云应该能赢了 他终究是没有给混沌圣地丢脸 万阳辉老不死却冷笑道 想赢 别开玩笑了 你们刚往体势板射了 好好看着 战场上谢玉龙落了下风 但他没有放弃 而是依靠着闪电 化身成一个老六 在萧云面前来回秀走位 萧云别别意 你的力量的确比我强大 但是你的速度不弱 只见他浑身高滚上 朝着萧云正面击杀而来 萧云迅速在身前施展太极神掌 而这个老六却偷偷闪到了他身 这些风的一声 得多偏萧云手快施展的肥板 不然真被这个老六脱袭 色素体现 果然有点质疾 你再还没结束 万阳辉老不死已经露出一副欠揍的勇气 不用做无谓挣扎 繁体亡体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上天注定的 那可不一定 还有句话叫做人定胜天 我是不会输的 萧云已经被这个老六的走位反透 系统 对神风部使用一次盾雾 只见超级战技神风 在盾雾状态下瞬间升级为主体战技 此时谢玉龙还不知道萧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 嘲讽他 萧云 你这么笑死我了 还人定胜 就算我把闪电手机的手机都转出给你 抓住我 只见嘶嘶嘶嘶 骑到带着闪电的颈 嚣张的在萧云面前来不死 下一秒 萧云却一个急步逮住了这个老六的哥 他一脸和善的哥 那就多谢了 此刻谢玉龙的脸色比试了石金翔更难 好帅了呀 躺上众人全都压麻呆住 他竟然临阵顿悟了究极战技 踏入了四季名 现在拥有四十万斤力量 谢玉龙自己还在这 自以为通过走位把萧云的技能给拖完了 以破释陈舟的时间 此刻力量还不如我 萧云冷坑你 是吗 只见他防缓抬起旋口 拳风包裹 炽热的火焰猛的对上谢玉龙的攻击 下一秒 谢玉龙不可置信的探着被打费的手掌 压的 不是说三进领域吗 这都四进领域了 比他多了足足二十万斤力 还怎么打 萧云又是一脚粉粉踹了上去 谢 王铁 也不过如此了 萧云的牛皮又吹破天了 老子早就四进领域了 之前只是假装打破他 见他一脚粉粉踩向谢玉龙 歇 王铁 也不过如此了 谢玉龙像一只死狗被踹飞三十能 师兄 福妙同赶紧上前扶住他 谢玉龙猛的喷出一口西瓜汁 师妹放心 我死不了 段杨辉老不死试探的 你刚刚破释陈舟明明已经过了实戏 是如何迎下玉龙的 萧云一脸不屑的回答 这还不简单 我早已踏入四进领域 就算没了破释陈舟也比他强 不过是装装样子吧 他暗信 林郑顿悟太夸张了 还是低调点吧 闻言万阳辉松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死子真是狡猾 我还真以为他林郑突破了 谢玉龙依然很不甘心 可恶 早知道就不该把闪电九步的诡计展示给他 大叶了 小编替萧云吐槽了一句 哎呦 搞得你不展示就能云云啊 圣主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万道有承让 万阳辉老不死甩头离去 哼 承不承让 龙草里见吧 我们走 送走这个大渊种后 圣主满意的探向萧云 你这次表现不错 给圣帝长脸了 周围的太上长老 也都一脸欣赏的探着萧云 连连称赞 萧云客套的谦虚了几句 圣主再次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对萧云的觉悟非常赞赏 这些年我们混沌圣帝 一直没有出现什么炼体境界的片子 所以也没有参与真龙朝之行 因此被外界嘲笑 而今 既然你有如此实力 的确应该去真龙朝里面闯荡一子 不过 一旦你进入真龙朝 第一个要小心的便是太出圣帝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萧云满脸自信的点了点头 请圣主放心 弟子一定会在真龙朝之中 斩尽太出圣帝之人 一众老不死 圣主跟亚麻呆主 哥 这牛皮吹得可真大 圣主不孝道 这就没必要了 你应当把寻找天才地宝放在第一位 太出圣帝的人如果不招惹人 你也就不要去招惹他们 更何况 他们这一代出现了一位时空之体 你一旦遇到了 不要有丝毫犹豫 马上逃走 现在的你 还没有助就混沌体 在同境界还无法与其他的至尊体抗衡 文言萧云虽然心中不愚为人 他相信自己足以对抗那位时空之体 但是 作为一个优秀的弟子 就不应该和圣主老大顶紧 于是 萧云点头 圣主放心 此方我一定会斩杀了那位时空之体 让他们太出圣帝损失惨重 一众老不死 和圣主再次压了大主 他们觉得萧云这小子 什么都好 就是太自信了 一见反体 居然连时空才能这样的至尊体都敢放在眼里 圣主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好了 你先回去好好修行吧 萧云点头 随即牵着小眼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大墩 混沌圣帝山人外 万阳辉三人驾云离去 谢玉龙和福庙同一脸羞愧 长老 弟子无能 不怪你们 如果不是萧云隐藏修为 我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谢玉龙面色凝重 此人实在是可怕 明明一介繁体 居然能够踏足四境领域 不仅将三门超级给修炼到了圆满禁忌 还将其中的一门给推演到了究极禁忌 万阳辉面露不屑之色 你们还是太嫩的 不知道悟性也是可以增强的 但是有副作用 那个萧云一定是服用了三次五神呆 才会短短时间练成三门超级战绩 谢玉龙恶然道 混沌圣帝怎么会让他这么做 这不是在毁灭一个妖孽吗 万阳辉冷坑一声 什么妖孽 他就是一介繁体而已 我用灰眼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点资质中人 混沌圣帝定然是想让他进龙槽捞点好处 反正失去一个繁体 也没损失 谢玉龙和服妙同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混沌圣帝还真是没落了呀 万阳辉老不死一脸不屑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到时候一进龙槽 你们便配合师兄弟将其猎杀 帝天感叹道 帝天摇头道 你太小看了制增体的能力 制增体不仅代表着他拥有强大的天赋 最恐怖的是他的特殊能力 你应该见识过了 萧云面色微微凝重起来 不错 那个谢玉龙的闪电体的确很厉害 每一招一事都带有闪电的附加攻击 而且速度气团 若非我有五十万斤的力量 恐怕我想要击败他 也不会这么容易 帝天点了点 这就对了 那个谢玉龙还只是闪电体 而是非 比闪电体可强大多了 据为师所知 时空体在同境界中 速度是闪电体的一百倍 同时他还能解拟速 萧云一乱 这么快 那岂不是连瘾都目不着 这怎么打 帝天笑着说道 要不然怎么叫制增体呢 不过依然有四种办法可以应付 第一种是远程攻击战体 让他无法近身 第二拥有绝对 让他的攻击挠眼 第三使用于一时 提前布置证 使他解释 第四 营国攻击 震射星 让其眩晕 萧云鼓笑道 这也太多了吧 您老还是直接告诉我 要怎么做吧 帝天一挥手 丢来几本书 这些东西我早就给你听了 分别是三门超级战绩和三种阵 只要你有本事将它们全给取回 那你就能够对抗时空之体 帝天给萧云的三门战绩 分别是小领飞刀金钟罩和龙威 至于剩下的三门阵 分别是乱空阵锁龙阵和八门困索阵 萧云看完之后 点了点头 师父放心 你我的误息 这些东西我一年之内完全可以学会 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无二 若非知道你悟性精元 我也不敢推荐你修炼这么多超级战绩和阵力 帝天走后 萧云心中充满了感动 果然是家有业务 如有一宝啊 随即萧云拿起面前的战绩 便开始修炼 一共三门超级战绩 萧云将其推演到了究极战绩竞技 足足耗费了六次顿武机会 此外萧云还将其他的超级战绩 全都推演到究极战绩 最后那三种阵力 也被他使用三次顿武学会 这一波下来 萧云足足耗费了十二次顿武机会 继上次修炼混沌精之后 这应该是我耗费顿武次数最多的一天了 次日清晨 萧云睁开眼睛 便马上查看自己的顿武系统 此时他的顿武次数就只剩下十四次 突然系统声音响起 丁 最新任务冲击乾隆吧 进入前五十名 奖励一次顿武机会 进入前十名 奖励三次顿武机会 进入前三名 奖励五次顿武机会 名列第一名 奖励十次顿武机会 萧云顿时眼睛一亮 刚好他消耗了一波动物 现在又有机会补充了 萧云正嘀咕着 不过 这乾隆绑又是什么东西 扶励突然敲了敲门 乾隆绑是外门弟子的一个绑蛋 少主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扶励微笑道 外门弟子挑战换魔塔 积分前一百的进入乾隆绑 能获得更多资源 少主 您已经是太上长老弟子 资源比他们多太多了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再去闯乾隆绑 萧云说道 扶励我需要实战来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 扶励顿时恍然大悟 少主说的不错 那走吧 小雅在一旁一脸兴奋的说道 听着很有意思 师尊 我也要去挑战乾隆绑 扶励点了点头 萧云挑战乾隆绑 众人都守在塔外等他冲关 这妖孽能冲到多少层呢 此时一行人已经达到幻魔塔前 扶励开始讲解乾隆绑的规则 面前的十四块石碑是用来排名 其中四块白色的石碑 分别记录着当代乾隆绑 升隆绑 真隆绑和盛隆的前一本 十块黑色石碑 记录着历史上从炼体到天津的前一本 挑战乾隆绑 并不是直接去挑战这些记录在乾隆绑的弟子 而是进入幻魔塔 挑战他们在其中留下的幻影分身几乎 萧云文言恍然大悟 这幻魔塔倒是有意思 这么说 如果我能够打败那些乾隆绑高手 那我的幻影分身也会留在其中 给以后的弟子们挑战吗 扶励笑着点了点头 对 不过你的修为一过去其紧 分身就会消失 只要你获得乾隆绑帝 然后打败历代最强 千万年后你的分身 依然能抑制保存 萧云顿时来了兴致 哈哈哈哈 这样很不错 可以让后背弟子瞻仰我的绝世风子 小哑哑麻呆主 师兄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 竹林面色凝重 少主 也小瞧历代最强烈体经济弟子 他们可不简单哦 其中可包括了混沌老祖分身 萧云一愣 什么鬼 老祖也留下了尊身 这里的十块十杯 混沌老祖都是名列第一名 混沌体真是恐怖 萧云心中一阵火热 他越发想要助救混沌体 他找了好久才看到自己便宜师尊帝天的母子 顿时一脸恶人 怎么可能 我师尊不是在混沌圣地排名第一吗 听说都能跃及抗衡天津的强者 他怎么会只排名第一吧 竹林探倒 这很正常 毕竟我们混沌圣地存在了无数岁云 主人他能够进入这个榜单 已经很了不起 由今的混沌圣地之中 也唯有主人一人能够进入这些石碑排名 萧云心底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我也要进入这些灰色石碑排名 随即他带着小雅一起走进幻魔塔 不知道有的动物系 我能走到哪一步 他刚进入幻魔塔 小雅就消失了 周围什么都没 这是什么地方 小雅你在哪 突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在萧云耳边响起 别找了 进入幻魔塔后 就会传送到这里 我是幻魔塔的气力 你可以叫我幻魔 萧云当即目光灵力 幻魔 我要挑战乾隆榜 好 现在就给你传送乾隆榜 第一百名弟子的幻影分身 击败他 明便是乾隆榜第一百 此后 萧云感觉背后光芒一声 一个年轻外门弟子 已经一剑朝萧云攻了上来 在下灵结 请指教 萧云触眉 果然 最后一鸣也到达了巨蟹景 不过 看起来不强 也就二十万斤的力量了 他现在拥有七十万斤的力量 萧云摇摇头 随即施展神风步 一把拽住灵结 巨蟹景 实在太弱了 与此同时 一道弘亮的声音从幻魔塔内成 传遍了整个山峰 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名列乾隆榜第一百 无数前来幻魔塔的弟子们纷纷一正 是萧云 他竟然来幻魔塔 他不是太上长老弟子 根本没必要挑战乾隆榜的 太厉害 他才练体境界 灵结可是巨蟹景巅峰了 居然败了 听说踏入境界领域的妖孽 能够越即击杀敌人 果然没有说错 不知道萧云能够闯到地底 塔外一片哗然 越来越多的人 朝着石碑涌 幻魔塔内 萧云击败林杰之后 不由地问他 幻魔 巨蟹景的弟子怎么会这么长 他才刚刚踏入巨蟹景吗 幻魔淡淡开口 林杰已经踏入了巨蟹景的巅峰 萧云文言冷声道 一个一个来太慢了 直接给我来排名第五十的吧 乾隆榜第一名 亲人是个副白帽美大厂 他扬言 谁能打败他 以后就是他的主 萧云这下要凝色双收了 只见他紧紧一拳就击败了林杰 巨蟹景巅峰 就这点实力呢 这次给我来个排名五十的吧 如你所谓 下一刻 萧云面前出现一名年轻的外门弟子 在下王妃 请指教 萧云没有适合 直接使用九转 紧紧三拳就把王妃给击败 这家伙应该是在炼体大城的时候 突破巨蟹景的 只有三十万斤占了 失望啊 此时萧云突然收到系统消息 宿主晋升乾隆榜五十名 奖励一次顿悟 宿主引起惊呼 造成轰动奖励三次顿悟 自己这一下就冲到了五十名 外面肯定是引起轰动 幻魔这次给我来个第十名的吧 此时幻魔塔外早已经是一片华人 萧云的名字消失了 快看到哪儿啊 不在九十名内 也不在八十名内 我的妈呀 他这次到底提升了多少个名字了 在五十名 我勒个去 这也太强了吧 此时弗林看到小雅已经走了出来 怎么样啊 小雅一脸沮丧 师尊对不起 我连最后一名都打过 给您丢脸了 弗林安慰道 第一百名已经是聚气境巅峰修尾了 你赢不了也很正常 小雅打起精神来 师兄早就踏入竞技领域 他肯定赢了吧 弗林轻笑道 这个距离你应该看不到石碑上的名字 去前面看吧 少主的名字肯定不止一百 小雅来到石碑前 此时已是人山人海 金呼声此起彼伏 被萧云击败的那些乾隆榜弟子业 不愧是让混沌中小 紧张的妖魔 在练体境界都有如此强大的战略 快看 萧云又到第十名了 不对 已经第三了 我的妈呀 她还是人吗 小雅此时也犯桃花 她对萧云的倾慕又多了几 第三名 天哪 师兄也太厉害了吧 被萧云击败的第三名打去道 张师兄你仅仅比我多五万精力 恐怕不是萧云的对手 萧云恐怕不会挑战我 他肯定会挑战第一名 萧亚文言上前询问道 第一名是谁 那就是 众人都在鼻鼓 他就是习春雨 不仅天赋强大 还有着一张绝世容颜 你们觉得萧云能击败习春雨吗 不可能吧 习春雨可是有七十五万战 如果成功 那可就有好戏抗了 习春雨也紧紧盯着十杯 萧云这名字在混沌胜避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只有这样的人 才值得我跟随 李不凡差远了 换魔塔内 萧云再次收到系统提示 宿主晋升乾隆榜第三名 奖励五次顿武 宿主引起惊呼 造成轰动奖励三次顿武 目前顿武次数三十二次 太爽了 看来以后要多来换魔塔转关 这样就能多收割一些顿武击 换魔 让第一名出来吧 好 如你所愿 此时第一名出现在萧云面前 萧云顿时就愣住 他没想到第一名竟然是个女子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子 我习春雨发过誓 如果谁能够击败我的幻影分身 我就当他的追随者 萧云暗信 不是吧 他竟然留下这么一句话 幸好今天碰到了我 要是个丑八怪 他不就亏大了 前龙榜第一名 竟然是个副白茂美大长谷 他扬言水打败他 就是他的主 萧云不仅要扶刺 更是要他 但历代最强 此时萧云愣住 这个姐姐真有意思 竟然留下这样的话 幸好今天碰到了我 要是个丑八怪 他不就亏大了 只见萧春雨已经杀了过 他轻客一声 与司 无数迎针虽速朝着萧云攻上 快如 萧云心中一死 竟然是爱了其次 阿联盲师的太极神阵 抵挡习春雨的攻击 只听咔嚓咔嚓 太极图瞬间就出现无数裂风 萧云同同猛的一阵 什么 他居然有七十五万斤的力量 超越了七净领域 只见太极图碎裂 萧云再也不敢大力 连忙施展金钟爪 对是萧云被一个金色的大动罩 抵挡着习春雨的银针攻击 习春雨打了个技能 再度袭杀二人 细雨粘敏 无数细针朝萧云袭整 无一例外全被金钟报 习春雨面色凝重 他没想到萧云的防御力如此强大 只见他使出了大招 思雨如龙 下一秒一先划过一条巨人 两条的萧云攻击 萧云知道自己不能被动防御 否则绝对不是习春雨的对手 毕竟对方拥有七十五万斤力量 比他足足多了五万斤 好在萧云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修炼了多门究极战绩 此时萧云施展图神步 一个闪身躲过巨子 接下来是一波行云流水的召召 只见萧云施展小李飞刀 挡住习春雨的忌鸣 随即施展宁威 对习春雨的心神造成干扰 当即又死 不死不死 最后施展九爪八爪 漂亮的赢下乾隆榜第一名 只听兵的一声 宿主名列乾隆榜第一名 奖励顿物次数十次 宿主引起惊呼 造成轰动 奖励顿物次数三次 付钱顿物次数四十五次 此时塔外传出一道红亮的声音 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晋升乾隆榜第一名 快看 师兄夺得第一了 竹林一脸欣慰 这简直太厉害了 人这次真的选对了 少主绝对可以助就混沌体 萧云居然打败了习春雨 那看来习春雨要追随萧云了 听说有位圣子看上了习春雨 这下有好戏看了 习春雨默默握紧了小群群 天哪 太帅了 这才是值得我跟随的人 李不凡算个屁 而萧云却没有要停下一个名字 他要继续挑战黑色十倍 整个混沌圣帝如今还活着 只有第一天上过历代最强 那么萧云会在第几名呢 萧云赢得乾隆榜第一 竟然又去挑战历代最强 前十名都奖励五十次顿武 我勒得擦 混沌经一百零八层指日可待 此事换魔堂了 人群中传来一声大笑 习师姐你不是说 谁祭拜你你便追随于他吗 不知师姐是否要追随萧云呢 有意思 习春雨竟然留下这样的房 听说有位圣子看上了习春雨 这下有好戏看了 只见习春雨一脸坚定 只要萧云不嫌弃 我必定追随于他 小雅听到这话 顿时就不略应 什么呢 哪有女儿家发下这样的事业 简直是不知羞耻 其实以前小雅不是这样的 但是听到习春雨这样的爵士美女 要追随萧云 她心中就隐隐的有些发酸 福林阅历丰富 她能看出小雅对萧云的心情 不过还是劝慰的 小雅 像少主这样的爵士天子 天生就会吸引一些人追随 现在还只是一个习春雨 等以后少主实力强大 她身边的追随者 恐怕会不满整个地方 道理小雅都明白 就是心里不舒服 此时一道平润的心理想起 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名列混沌圣地恋体积 历史最强者第一版 众人见状纷纷到西一口凉起 萧云竟然去挑战历史最强者 而且还成功了 这十倍上可都是历史上的最强者 如果能名列十倍 绝对可以名流轻视 哪怕无数岁月以后都会让人敬仰 此时人群中有个小变三 偷偷溜去给李不凡打小报告 历史第一版又如 以圣子的性格 萧云不死 我倒立吃死 殊不知圣子来了也是送财 就在刚刚 萧云收到系统最新任务 挑战混沌圣地 练体经历史最强者 第一百名奖励十次动物 第一十名奖励三十次动物 第一十名奖励五十次动物 第三名七十次动物 第一名奖励一百动物 如果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说不定我立刻就能将混沌精 修炼到第一百零八次 铸就混沌体 只见萧云满脸兴奋 这次的奖励简直是太牛逼的了 接下来的每一层 萧云对上的都是特殊体质 只见一个拥有巨大身躯的半人半兽草草 萧云暗想 天魔神体的拥有者也太恐怖了 这还不是至尊体 对方每走一步都是地动山摇 萧云躲闪的狼狼 得亏他修炼了多门究极战技 只能先利用走位寻找对方的破练 只惊风的一声 萧云被天魔体攻飞 师尊说过了 只要不是至尊体 在高境界都有破绽 萧云打起精神 施展图神部 一个闪身跳到天魔体身后 只见他脚上 有一处隐隐闪着红光的地方 萧云眼睛一亮 找到了 这是什么绝世妖孽 仅仅半个钟就杀到炼体晶史上最强第十名 混沌圣地还活着 也就地天上部史上最强王 换魔塔 萧云飞刀在萧云手上飞速旋转 他终于发现了天魔体的破绽 弱点就在隐隐发红的脊骨上 只见他某个对准那种红色脊骨 刷刷 萧云拿下历代最强第十名 放魔塔外 众人刚刚还在考虑要不要追随萧云 因为萧云修炼的是混沌精 混沌精的修炼难度太大 几乎没人认为萧云能够成就混沌体 他们担心萧云会成为第二个敌天 此时一道明亮的声音响起 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 名列混沌圣地恋体经 历史最强者第十名 只见萧云的名字已经升到了第十名 而第一名便是混沌圣地祖师爷 也就是说 萧云和祖师爷之间紧隔八个名字 看到此刻 众人不再有误 眼中都露出了坚定之所 他们决定追随萧云 就算萧云不能助就混沌体 他们也不会后悟 幻魔塔内 萧云气喘吁吁的坐在地上 运转着混沌精 恢复刚才消耗的力量 混沌精非常苦 紧紧片刻萧云的实力恢复到了巅峰 幻魔问道 还要继续挑战吗 算了 刚才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才击败了第十名 这已经是我的迹象了 萧云连忙查看动物系的 目前动物次数一百十一次 哈哈哈哈 有这么多动物次数啊 等我从真龙朝回来 便可马上助就混沌体 如果不是为了去真龙 恐怕萧云现在就开始修炼混沌精 该出去了 当萧云从幻魔塔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看了 不是吧 这么多人看着我 我虽然很帅 但也不至于这样盯着我看吧 等等 那是习春雨 只见习春雨走到萧云跟前 萧师兄 我曾发誓 谁若是击败我的幻影尊师 我便追随他 不知萧师兄可愿收下我 萧云心里的小人疯狂续运 美女当前 傻子才会拒绝 多谢徐师妹青睐 你我日后可不相勉励 一同印证大了 习春雨松了口气 多谢师兄才爱 他害怕萧云会拒绝 那样就太丢人了 此时不远从你中藏来医生 习春雨 我不允许你追随一个废人 众人手里都握了个疼 他们没想到李不凡来的这么好 这李不凡可是动天气 高出萧云足足三个大禁忌 这下萧云躲都躲不掉 若等到萧云回了地方 李不凡肯定不敢去撒影 但在换毛腿却不一样 李不凡故意将自己的一身大击事 为的就是让萧云看了 不过就他这点气势 在萧云眼里只不过是毛毛雨霸 我萧云招收追随者 还用不着你来允许 李不凡脸色极其难看 萧云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这般说话 你还当自己是神子吗 只见萧云一脸无气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看到李不凡这样嚣张 萧云心里哄不爽 从他加入混沌圣地里 可没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李不凡气得脸都绿了 放肆 你才放肆 萧云紧紧地瞪着李不凡 根本没把这圣子当回事 毕竟他连神子身份都可以放弃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圣子 李不凡全身光芒存在 你简直是找死 只听咔嚓一声 他身后出现一个又一个黑 萧云看到李不凡展现出七个洞天的时候 忍不住地留下一滴海 看来藏不住了 混沌大地的神兵 竟然这么听萧云的话 萧云一声命响 混沌中立马屁天屁天地给小爷使现出 而李不凡此时竟然嚣张把握 殊不知很快会被打成飞 只见他身后出现一个又一个黑 足足有七个洞天 萧云忍不住留下一滴海 众人纷纷惋惜 却也太恐怖了 等级碾压这么多 萧云这等天才 怕是也要废了 只见佛林快步挡在前面 圣子 我们混沌圣帝 严禁同门相残 请助手 他知道少主纵然妖腻 但也只是练体积 绝对赢不了 滚开 你只不过是地天的追随者 说难听点就是个仆人 你还敢阻挡啊 难道不怕圣帝执法者门面 佛林心中遗产 执法者那可是混沌圣帝最恐怖的 专门惩罚门内犯大错的弟弟 是所有人头顶的一把刀 佛林传音对萧云说道 少主 我虽然实力比李不凡情 但他是圣子 我不能对他出手 否则我就必死无疑 我拖住他 你快进入患魔堂 只要进入了患魔堂 他就奈何不了你 只要等老主人过来 他就翻不起大浪 佛林站在萧云身前阻挡着李不凡 圣子你对同门出手 执法者来了 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 李不凡怒吼 我是圣子 紧紧教训一下普通弟子 又不是杀了他 执法者不会多管闲事 佛林心中一沉 这的确如此 圣子确实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 李不凡已经失去了耐心 滚开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只见习春雨也站了出来 李不凡 是我主动追随萧师兄的 你如果不高兴可以冲我吧 没必要欺辱萧师兄 李不凡气得牙齿都磨碎了 见人 闭嘴 徐春雨 我告诉你 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吗 像你这样的女人 最多只是我的王物而已 萧云紧紧地盯着李不凡 这小子实在太狂了 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只见小雅也站了出来 你是什么狗屁圣子 就知道你大欺小 我师兄要是修炼几十年 他一根手指就能压死 好好好 你们都敢把我这圣子不放在眼里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圣子的威严不容任何人冒陌 祖灵已经准备出手 哪怕事后被执法者斩杀 因为他不能让萧云受到李不凡的欺误 只见萧云防患走了出来 祖灵 你让开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话音刚落 他便双手掐动了你 嘴里念叨着一些神秘而又熟悉的经文 顿时整个山峰周围的天地灵气都暴动 朝着萧云的头顶上空而来 狐灵震惊 少主这一招什么时候学的 难道是老主人私下传授 而小雅觉得师兄藏了什么底牌 这次肯定要爆发 一举奏怕面前的狗屁圣子 习春雨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在想 萧云真的可以抗衡李不凡吗 李不凡冷笑一声 故弄玄曲而已 只见他抬起了一只脚从天而降 朝着萧云一脚踩去 敢跟我抢女人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 众人眼神微微一扁 李不凡居然如此羞辱萧云 可恶 小雅气得那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李不凡做成肉皮 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他这样对待萧云 狐灵已经忍不住要出手 只见萧云抬头立刻意 混沌中 马上给我出来 下一步 一阵惊光愣发而出 只见巨大的混沌 瞬间闪现到萧云面前 你挡住了李不凡的脚踩 李不凡这一脚 不仅没有踢飞混沌中 反而被一刺 正 正飞了出去 只见 当即吐出一大骨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仅仅一剑 怎么可能召唤混沌中的力量 就算是帝天也做不到的 这也太劲爆了 萧云横扫乾隆堡后 又把堂堂指 当成杀刀踢来踢去 李不凡被混沌中阵的年龄后 他不敢相信 自己可是拥有七个洞天的圣子 竟然被震到吐息 众人手里都握了不走 混沌中可是地冰 只有圣人才能掌握 如今竟然这么罩着萧云 萧云是混沌中的亲儿子吗 就是他师父帝天也做不到的 独灵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混沌你 孝主能用混沌中心情 可见他已经把混沌你彻底理 如此一来 只要是在混沌圣地内 就可以随时借用混沌中的力量 哪怕是一点点 就已经非常恐怖了 只见小雅琪春雨都被这个男人惊呆了 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李不凡也很畏惧混沌中 但他不能这样灰溜溜里去 想他来的时候可是吊炸天王 如果因为混沌中罩着萧云 自己就被吓跑了 那他也负责混沌圣地还怎么 需去练体精的蝼蚁 我不信仅靠混沌中的一点力量 就能击败我 只见李不凡调动全身人 凝聚成一个大群 反正这小子现在是混沌中保护 不可能被我杀死 但如果我现在不用全力 万一被他打败 那可就被人笑掉大眼 萧云健壮 只是冷冷的一笑 既然你想自寻失辱 那我便成全你 只见他继续掐动一枕 吹动着混沌精 只见巨大的混沌中 顿时就与李不凡的大拳头 撞在了一起 混沌中的力量太恐怖了 只见拳头砸上去纹丝不痛 这几反当之夜的恋死坚固 就连未知骄傲的七个洞 也全都震得七八岁了 萧云居高灵下岛 李不凡你就这点实力 简直是太让我失望了 李不凡趴在萧云脚下 却依然嘴定 如果不是混沌中 我捏死你 就跟捏死一只蝼蚁般容忍 只见萧云冷笑道 呵呵 如果我是洞天静 我杀你就跟土狗一样怎么办 别跟我说什么儒品 你用高境界压我 还不允许我用混沌中 李不凡顿时哑口无言 他的确有以大欺小的先 好 等你修为追上我 再与我公平一斩 说完李不凡就想赶快离 只见萧云认识一条才 喂喂喂 我让你离开了吗 惜忍者 人恒惜之 既然你敢对我出手 那我今天要是不让你付出点代价 以后我在这混沌圣地还怎么会 萧云知道李不凡是洞天静 没那么容易就被打死 萧云你这个疯子 杀了我 执法者不会饶了你 只见萧云一脸无限 现在知道找执法者 刚才你打我的时候 不是很狂吗 我是圣子 而你只是普通弟子 执法者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萧云又反反意见 是吗 那我今天就先费了你的修为 众人都是一脸目瞪搞白 这可是圣子 居然跟杀刀一样被人做来做去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事 最关键的是 做他的人还只是一个练体精的小修士 如果混沌圣地有最惨圣子开行 李不凡肯定能名列第一名 而且还可能是历史最强者 此时扶林事实开口 少主够了 再打下去 他就真的凉了 这样麻烦很大了 扶林担心萧云太冲动 毕竟普通弟子杀死圣子 那可是大罪 其实萧云有分子 只是想到李不凡刚来的时候 那副欠揍的狗样子就不爽 只见萧云再次走到了李不凡面前 李不凡脸都气绿了 你想干什么 萧云冷笑 当然是做你没做完的事情 你敢 只见萧云已经一脚踢在他脸上 看我敢不敢 老子今天就让你躺 五 大脚丫 别让你嚣张 我让你继续狂 小雅和西春雨都看蒙了 没想到一向斯文如雅 萧师兄 居然还能有如此狂暴的名字 简直帅诈 萧云最后留下一句冷哼 转身离去 李不凡你听好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出 此时 萧云他们已经回到地方了 习春雨也被带了回 帝天对萧云这个追随者非常难 毕竟习春雨不仅找不漂亮 天赋也非常好 未来对萧云肯定有所帮助 只见萧云询问道 师尊 我这次抱奏了一顿李不凡 不会给您带来麻烦吧 只见帝天一脸大气 打了就打了 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师尊 听说李不凡那家伙 有一个天境大门的师尊 帝天冷声道 为师知道 就是东玉堂那家伙 曾经是为师的手下败将 如今即便晋升到了天境 那也不是为师的对手 萧云震惊了 自己师尊果然牛逼 居然可以越即击败天境大门 不过想到他也修炼了混沌体 也就释然了 托李不凡的福 萧云又增加了三次顿物 此时他的顿物次数 也达到了144次 只等他从真龙炒回来 就可以助就混沌体 常常圣子舔不到的妹子 却甘愿做了萧云的舔狗 圣子厚着脸皮一大气息 结果却被萧云当仲裁 李不凡花了大半年时间 才修复好了伤势 当时他被混沌中 撞碎了七个洞云 这可是他的根基 为了修复好这七个洞天 花费了无数天才地步 虽说李不凡身体活活 但他心灵的创伤 却永远也无法对付 每次他想起萧云 用脚踩他的脸是 那种感觉让李不凡无比迟 萧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是尊出关了吗 李不凡明白 以他的实力 在混沌圣地内 无法找萧云报仇 毕竟混沌中撞的是真疼 还有萧云背后有个地铁 他更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李不凡只能想到 求助世尊 启禀圣子 封主一直在闭关 李不凡明白 世尊还想要成上 不过这次的实力 已经成了他的心灵 让他一天都等不了 走 我要请他老人家出关 李不凡很快便到了 冬玉堂的闭关之地 只见他坐在地上 秒电想 师尊啊 徒儿受我去 您老人家赶紧出来 为徒儿告仇啊 众人手里纷纷握了个大 圣子这脸皮还真厚 便连比翻书都快 哎 会哭得孩子有买吃啊 宫殿的 毕名鹤发老者走出来 徒儿 何事让你如此委屈 李不凡当即一把抱住 师尊大理 眼泪汪汪的述说着 自己的委屈 师尊 您可要替徒儿做准 是帝天太上长老徒弟萧云 只见冬玉堂怒喝道 好一个萧云 去去太上长老弟子 别敢欺辱我混沌圣地圣子 这是以下犯上 最无可赦 不过随我 为师带你去地宫找他报仇 为师会帮你挡住混沌中 至于你怎么报仇 为师就不参与了 李不凡顿时就明白了 冬玉堂的意思 他暗想终于可以一血前耻 此时萧云正在和习春雨切� 不过他始终处于挨打的局面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习春雨已经突破巨气 踏入了神桥井 习师妹到此为止 神桥井实在太强了 之前 现在却远远是他的对手 修为竞争超级太多 不是天赋就能弥补 只见习春雨扶起他 萧师兄 你的实力比以前强很多了 战斗力至少强大了三倍以上 自己和萧云相处了大半年 经常和萧云切磋 所以非常清楚萧云的天赋有扑莫补 萧云打去的 再强又如何 还不是打不过神桥境 习春雨踏入神桥境口 可以操控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 在飞剑的攻击下 萧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此时帝天刚好走出来 乖徒儿 要注意劳逸解脱 来休息一会 师尊 我听说李不寒的师父出关了 不愧上门找麻烦吧 只见帝天一脸不信 为师都说过了 东玉堂同经被为师打趴下了 即使如今晋升到了天境 为师照样拿捏他 不用担心 说曹操曹操的 此时天天忽然传来一声大呼 让整个地风一阵颤抖 谁是萧云 快给老夫滚出来 只见萧云和帝天纷纷冷笑着抬头 优客 这老小子还真爱 萧云嘲讽的 果然是打了小子 就来了老大 李不凡站着有师尊撑腰 感觉自己又醒 他一脸蹲死 师尊 那个冷笑的小子就是萧云 当萧云被东玉堂的目光扫重时 他感觉浑身冰了 如坠冰枯 心中生不起一丝反靠 太强了 这肯定是个老怪物 堂堂胜死被萧云一动 毕竟追上 这会不会太搞笑了 不久前李不凡站着有师尊撑腰 感觉又醒 他一脸嘚死 师尊 那个冷笑的小子就是萧云 只见萧云讽刺的 我小时候跟隔壁的小孩子打下 他打不过我 就哭鼻子回去找他父母 没想到等我长大 虽然还会遇到这种事情 李不凡 真不愧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 李不凡老脸一红 萧云 你如果不是耍蛋 借用混沌中的力量 我一根手指都能压死 那你有种等我修炼到洞天境 再来与我一战 李不凡恼羞成怒 等你修炼到洞天境 我早就踏入职灵界 你难道还让我等你不死 只见萧云一脸不屑 就算是在洞天境 我也一样可以跃及击败 大言不惨 东玉堂冷声的 小子 我告诉你 修炼界没有同性界公平战斗 既然你已下犯上 冒犯了圣子 那今天老夫就替地天好好管张 好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上者为尊 不容冒犯 只见地天冷笑一声 东玉堂 你是当我地风无人吗 我地天的徒弟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教 萧云见到便宜师尊 已经修得一下飞上高空 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老家伙对老家伙 至于我这个小的 还是对付小的吧 这才叫公平 只见萧云一脸冷笑的看着李不凡 这小子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那我就让你再躺半年吧 李不凡看到萧云的幕 吓得连忙往后退 他可不想再让混沌中撞 那是真疼 东玉堂发现了往后退的礼物 真是的窝囊匪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炼体 几修饰给吓住 不过他现在也没空留过这些 李天 当年老夫戏败于你 今天我便再来领教你的高招 只见地天一脸不泄 哎呀呀 这人还真会往脸上贴金 还戏败 我记得当年你被我打得 跟斗一样气凉 好乱叫 到处乱点 这你都忘了 东玉堂恼羞成怒 最话少说 今天我要一雪前耻 地天冷笑一声 既然你自取实录 那我完全可以成全你 这些两个老不死 你值得冲向高空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战斗 也只能在高空中激战 不然整个地方都可能被夷为平定 太高了 萧云心中有些疑反 这么精彩的战斗 却不能亲眼观战 不过还有另一场战斗在等着自己 福林 有没有办法让我追上那个李不凡 有啊 我给了小雅一件飞剑法宝 李不凡当时就看出萧云想干什么 他真的害怕混沌中 于是转身就溜走 小雅 他被吓跑了 你用飞剑在我一旁 我要去揍李不凡 萧亚点了点头 好 萧云心想李不凡都敢主动找上来 我要是不给他点教训 那以后谁都敢来地方欺负 休的一下 萧亚载着萧云飞向高空 李不凡 你不是圣子吗 怎么不敢与我公平一战 李不凡文言 气得磨碎了一口脑 那是公平一战吗 你借用混沌中的力量 谁还是你的对手啊 李不凡那时撒鸭子就跑了 生怕萧云追到他 只见萧云召唤出 萧云追起 李不凡 这个废物圣子 连练体精的修饰都不敢迎战 还有什么资格当圣子 我要是你啊 就找个毛坑跳下去淹死算了 萧云的声音很大 周围山峰上的弟子们全都听到了 李不凡忍不了了 自己堂堂圣子 被一个普通弟子追杀 简直是天大的耻辱 只见他掉头 逃着这边卡的过来 萧云我要杀了你 下一秒他傻眼 自己坎在混沌中上 纹丝不动 只听风的一声 这一幕和其相似 萧云 借助混沌中算什么本事 刘种跟我公平一战 只见萧云一脸坏笑 公平一战 你一个动天境的修饰 我一个练体精的修饰 你让我跟你公平一战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脑子烧坏了吗 萧云竟然捅出了混沌圣地执法者 而且对方帮着李不混 这是逼他当场助就混沌停 只见萧云继续推动混沌 等我把你打成练体精 再公平一战吧 此时巨大的混沌 再次朝着李不烦咋去 够了 下一步 嘻嘻嘻的一声 一道光波室 就击碎了萧云操控的混沌中 萧云 混沌中心难碎了 显然这人太恐怖了 不是他现在可以抵挡 执法者冷冷盯着萧云 他声音威严道 萧云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以下犯上 冒犯圣子 萧云冷坑道 人家师徒俩都打上门来了 难道我还不能出息 执法者不由分说就想处置萧云 放肆 你只是太上党老弟子 看到圣子就应该毕恭毕敬 你如此不分尊长 早晚是一个白眼狼 本座今日就废了你 你绝后患 此时扶灵及时赶快 将人挡在身后 执法者大人 我家少主天赋超群 未来定能助就混沌云 你今天若是废了他 那我们混沌圣地如何崛起 只见执法者一脸不屑 抬手凝聚一只手指 笑 我们混沌圣地 还需要放在一个炼体精的小孩子身上 大掌瞬间就盖在扶灵和萧云的头顶上 那天当年是何等天赋 他可曾铸就了混沌体 想要铸就混沌体 本座看你们是在痴人说梦 扶灵和萧云的身体被凝固无法动的 只见萧云面色阴沉 可恶 自己在执法者面前 实在太渺小了 简直如同蝼蚁一般 任人揉捏 李不凡一脸得意 哈哈哈哈 萧云 敢冒犯圣子 现在知道后果了 只见萧云紧紧地瞪着眼睛 他发誓如果今天能佛下 将来必定打爆这位执法者 实力 他要实力 修炼界果然强者为尊 有能耐便可知手 这天随手定人生死 在这一刻 萧云充满了最力量的苦 众人纷纷在替萧云捏冷汗 这下扶灵和萧云怕是死定 惹怒执法者 并会粉身碎 可惜了呀 一个天才就这么没了 看样子 这小子还不服 只见执法者抬手 就像马上废了萧云 此刻地天正在天空与冬玉堂战斗 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 就在萧云和扶灵绝望的时候 一声轻叹 从远处传来 只见执法者一掌打个空气 执法者正一惑谁就走了萧云 此时一道孙隐落在他身后 东神王 只是两个小辈之间的争斗 惹出冬玉堂也就算了 没必要连你也出手 原来危急时刻 是圣主出手救了二人 执法者皱眉 圣主好手段 不过 即便您是圣主 也不能包庇一个你下饭上 目无尊长的弟子吧 圣主感叹道 萧云好歹从事令混沌中酒饷的神子 就这点小事不至于打打杀杀吧 只见扶灵脸色大变 少主 原来这家伙是东神王 他就是东玉堂的大哥 也是老主人最大的对手 萧云当即恍然大悟 难怪他一出现就替李不凡出头 原来还是一家人吧 只见他一脸坚定 这帮混蛋 我一定要变弃 然后把这些混蛋都镇压了 萧云 你个混弟子 性感冒犯圣人 执法者不由分说便要杀了萧云 只见萧云一脸无血 不就是区区圣子之位吗 我萧云想要变异 此时执法者露出真容 圣主大人 萧云以下饭上触犯了门规 本作只是禀宫之法 并不是什么一大气息 只见萧云冷风道 圣子好大的威严 难道圣子就能随便对我们普通弟子出事 而我们普通弟子对圣子出事 就是大错 天下有这样的道理 萧 我可以告诉你 修炼借强者为尊 圣子代表着强大的潜力 是我们混沌圣帝的之作 如果你没放弃神子之位 就算你今天杀了你不反 也不会有什么大罪 这就是我们混沌圣帝的门规 此时萧云越发厚 我的妈呀 早知道我就不放弃神子身份了 那请问要如何才能成为圣子 萧云明白了 只要他成为圣子 那东神王就没有理由再处置他 只见东神王满脸饥腹 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身份的重要性 可惜完了 我不妨告诉你三种方法可以成为圣子 一是立了大功 二是让混沌中享六神 三是拥有特殊体制 可惜呀 这三种方式你一样也做不到 圣主再次替萧云说话 他马上要去真龙朝了 只要在真龙朝内为我们混沌圣帝杨威 完全有资格晋升为圣子 那也是将来 现在他不是圣子 那就要承担罪子 只见萧云大吼一声 谁说我现在不能成为圣子 说吧立即开始修炼混沌体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区区圣子之位 我萧云想要救药 众人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 这是要当场助就混沌体 真是白痴 这怎么可能 不过如果他能助就混沌体出情 那也算三阶王品 足以成圣子了 可他得将混沌精修炼到三十六层圆满境界 小雅忍不住担忧道 师尊 助就混沌体出情很难吗 很难 主人当年耗费两百年才成功 小雅心里握了个大草 两百年 如果师兄能成功 那他无法想象 只见东神王一脸欠揍的表情 哼 真是可笑 居然想要短时间内助就混沌体出情 死子怕是已经疯了 圣主也是一脸无奈的叹着萧云 哎 这孩子已经开始病急乱和医了 不过圣主还是得为萧云争取时间 东神王 既然如此 何不给萧云一点时间 只见东神王一点也不担心萧云翻门 好 我也不欺负他 就给他七日 他在心里吵吼 哼 就算给他七年七十年 他也绝无可能助就混沌体 因为他知道 当年帝天可是花了两百年 才助就的混沌体出情 萧云很清楚 突破混沌精地时 便会突破到聚气阶 那就去不了真龙草了 想在炼体径拥有一百万斤的力量也不可 但目前自己都快可屁 系统 对混沌精使用一次顿武 此时系统竟然提示 顿武失败 一次不够 那就再用一次顿武 此时周围的天地灵气 像是江峰 朝着萧云的身体会聚 只见狐灵一脸担忧 糟了 少主要突破聚气阶 那样就进不去真龙草了 为获得圣子之位 萧云当众修炼混沌精 周围的天地灵气 全都朝他汇聚而来 只见圣主一脸严肃 不能让他突破聚气阶 那样就进不去真龙草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压制他的修为 不让他突破 说罢圣主一台舍 只见萧云飞一脸 将给赵主 将周围的灵气都倒在外面 足灵见状顿时松了口气 多谢圣主 只见东神王一脸不息 哼 有什么可得罪 仅仅第十层而已 距离第三十六层还差得远 众人都认为 想要在一个礼拜住 就混沌体出行 根本不可能 纵使那些大便 在他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办法 萧云自己也没想 修炼第十层 居然要耗费两次顿物 越往后难度越大 需要顿物的次数 也就越来越多 他原本以为 只需要一百零八次顿物 就能练到一百零八次 现在看来还是太天真了 不过好在他之前 积累的顿物次数过多 不就是将混沌精 修炼到三十六层了 来吧 第十一层突破 第十二层 十三层 十四层 随着时间的流失 萧云距离混沌体出行 越来越近 由于他的突破 外界的天地灵气 越来越狂暴 不断地朝着萧云蜂拥而来 要不是有圣主帮忙压制 恐怕萧云早已经突破到聚气境 众人纷纷惊呼 太恐怖了吧 他到底突破到了多少 当初帝天太上长老说 他一跃紧张 难道这是真的吗 李不凡已经下赏了 竟然有如此多的天地灵气 师伯 萧云不会真的可以 铸就混沌体出行 放心好了 就算他悟性在强 也不可能七日内 修炼到第三十六层 此时萧云周围的天地灵气 已经多得快要化为液态 圣主感叹道 如此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 如果能待在其中修炼 修为必然可以进步神速 这话倒是提醒弗林 习姑娘 你快去少主旁边修炼吧 这些天地灵气少主用作 但你完全可以吸吗 反正不用白不用 习春雨知道自己的大机缘来了 当即兴奋地跟到萧云身边盘腿做的 小雅 你如果不去真龙巢洞 现在也是你的大机缘 一举突破聚气尽到巅峰 甚至神桥镜都很有可能 小雅顿时心动 他不想错过这样的大机缘 如果让他自己修炼 恐怕需要十几年才能踏入神桥镜 可他也特别想跟萧云去真龙巢 此时众人手里纷纷握了个草 神桥镜中期 习春雨不是才刚晋升神桥镜 有如此机缘 不突破才怪的 真羡慕啊 没想到萧云修炼混沌精 却成全了习春雨 只见小雅一脸纠结 可他突然想到这次之后 他和习春雨的修为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想着他就奔向萧云 这是师兄的机缘 就算轮也轮不到你 师尊 我不去真龙巢了 扶林满脸笑容 此番真是大机缘了 不仅帮助小雅提升修为 还能让少主再进入真龙巢时 少了一个脱油瓶 真是一举两得了 这个长腿姐姐运气太好 只需坐在萧云边上蹭灵气 修为就蹭蹭的上涨 小雅实在是酸死了 想到这次之后 他和习春雨的修为差距会越来越大 当即就冲到萧云边上坐下 也开始吸纳周围的天地灵气 扶林满脸笑容 真好呀 帮小雅提升了修为 还能让少主竞争龙草少了一个脱油瓶 真是一举两得了 没过多久 小雅就突破到了聚气境 而且他的修为还在继续暴涨 毕竟他修为低下 突破起来比习春雨快多了 真舒服啊 跟做了大宝剑一样 远出那些弟子们 看到习春雨和小雅两人不断突破 简直羡慕极度没有分 他们好想过去 可惜圣主站在那里替萧云护 他们谁也不敢去抢夺机缘 哄 突然萧云的头顶上 有三朵莲花逐渐凝聚成形 散发着磅礴的灵气波动 天地灵力像龙卷风似的朝着萧云尊勇 众人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萧云 天啊 这是三花距离 萧云的混沌精 修炼到了第十八层了 太恐怖了 他们现在相信 地天说的一月九层绝对是真的 东神王已经不淡定 怎么可能 一天不到 三花距离 就算是上古大地 也没这无心吧 不过 很快众人就开始眼红小雅和习春雨了 因为萧云头顶上的三朵花 根本无法进入萧云体内 弗林立刻出手 将萧云头顶上的三朵花 分别打入习春雨和小雅的体内 两朵分给了修为较强的习春雨 一朵分给了小雅 这三朵花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机缘 只见他二人的修为就跟做火箭一样 再次出货 可怜的弟子们就那么眼巴巴的看着 个个都是一脸的羡慕嫉妒愤 圣主笑得很开心 倒是成全了这两个小丫头 对于他来说 他们实力越强 也就是混沌圣地越强 弗林也感叹道 正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说的不过如此吗 此时 萧云顿悟到第十九层 居然花了三次机缓 就是要层层叠加呀 看来我想要助就混沌体 还得积累几百次顿悟才行 还好老子有系统 目前顿悟次数一百三十五次 萧云知道 他每次突破的时候 只要引起惊呼 系统还会奖励三次顿悟 只是混沌体雏形的话 对他来说还是小意思 此时已经天黑了 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走 因为众人觉得萧云很有可能 真的能助就混沌体雏形 所以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一名 此时萧云周围的天地灵气 已经完全液化成了水 朝着四面八方溢出 却可不能浪负 扶灵联邦将天地灵气聚集起 送到小雅和习春雨身边 这次机缘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恐怖了 至少帮他们省了三十年的修炼时间 小雅和习春雨的修为 又又又突破了 只见小雅神情舒畅 好快 我马上要踏入神桥境 习春雨更是实力大增 即将要踏入洞天际 你听说过尼古拉斯萧云吗 即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也时刻在装逼的男人 此时天已经黑了 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走 因为他们觉得萧云很有可能 真的能助就混沌体服 所以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一名 忽然 风隆隆起声巨响 天空电闪 只见在萧云的头顶上空 出现一朵朵黄云 足足有五朵 一位老不俗 惊到狗屁 这是武器朝元 卧槽 他已经将混沌精 给修炼到了第二十七层 这下周围的人彻底沸腾 三发句点 武器朝元 太恐怖了 他竟然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接连突破了十八层 此子如果不能成就混沌体 那恐怕这世界 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成功了 而此刻东神王的脸色 难看到了极致 绿的就像海底的千年老王八 李不凡更是彻底惊成了个傻子 不可能不可能 却绝对不可能 就连圣主也激动得快要哭了 如此误信 绝对可以助就混沌体 我们混沌圣地的崛起有望 他已经决定了 就算萧云最终无法助就混沌体出现 他也会保下萧云 即使放弃圣主身份 他也不在乎 又是一波大机缘了 在众人惊呼的时候 弗林已经出手将五朵祥云招了过来 这五朵云 不知道又要帮助他们俩提升多少实力 但绝对比之前的那三朵花更强 弗林将其中一朵分给了西春玉 小雅此刻被困在了聚气静圆满 实时没有凝聚精神力 他根本吸收不了天地灵气 而西春玉吸收了一朵云之后 感觉全身无比舒服 直接晋升到了神桥境圆满 接下来突破瓶颈就行 弗林只好把剩下的四朵云给封印起 后面就看你们自己的造访 圣主笑着说道 也罢 相遇便是缘分 今日我便助他们一臂之力了 随机抬手推动经文 只见不远处的小雅和西春玉 被一团金色的光芒所包裹 弗林一脸欢喜 大英牺牲 这是圣衣 功效接近顿悟 但并没有顿悟的效果巨大 也算是千分之一的顿悟 只见小雅和西春玉顿时身体一阵 脑海中如同有惊雷炸起 让他们有种窥破瓶颈的感觉 下一刻 两人就开始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小雅因为修为低 突破得最快 他很快就凝聚精神力 踏入了神桥境 好 我的好徒儿 那围是在助你一臂之力 独林健壮 迅速将一朵黄云打入小雅体内 让其吸收 地天曾言 萧云一日九层 没人信他 可今天以后 没人敢不信 此时小雅只因坐在萧云边上修炼 修为就跟做了火箭一样 一路从炼体到了神桥境 刚刚踏入神桥境初期 立马又迈入了中期 独林健壮连忙把剩下的三朵黄云 全部打入小雅体内 小雅在吸收了这三朵黄云之后 修为一举达到了神桥境圆满 跟习春玉持平 不过此时 习春玉也终于突破了瓶颈 踏入了洞瓶 只见他身后突现出一瓶 更是个周围的天地灵气 而小雅已经达到了神桥境的瓶颈 短时间根本无法顾护 只好睁开眼睛放弃修炼 习师姐真烈 居然一举踏入了洞天井 小雅已经回到狐林身边 看着习春玉修为大镜 倒是不渡计 反正他也马上就洞天井 狐林笑的 你们两个丫头真是好运气 不过 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们这次修为提升太快 很不稳 所以接下来 你们要天天去换魔塔磨炼 是 师尊 小雅乖巧的点 他特别开心 因为他达到了神桥境 可以遇见飞行了 突然只听 小雲的头顶上空 直通仓球 大地开始不断地涌现出零化 而小雲的身体慢慢地漂浮起 身上释放居次木的顺光 此时小雲背后的火 增加到了三十个 众人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卧槽 这是大道投影 我曾经见过地天的三百条大道投影 小雲拥有三十条 难道他已经铸就了混沌体出息 我去 这是什么妖孽 地天赚大 借应长老甚至不小心 捂断了自己的胡子 哎呦 我的宝贝胡子 疼疼他 福灵早已经是笑得嘴都和不容了 至于东神王和李不桓的脸子 已经不能用压在毛坑下一万年来形容了 他们知道 这一次他们失败了 萧云真的铸就了混沌体出息 圣主当即大声宣布 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天赋飞 铸就混沌体出息 特此噤声他为圣主 洪亮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混沌圣体 这一刻众人都沸腾 当萧云参悟到第36层 肉身彻底发生了蜕变 从原本的繁体 进阶到了亡体 这就是混沌体出息吗 我感觉有始不完的力量 估计至少增加了十万斤 也就是说 萧云现在已经拥有八十万斤的力量 踏入了七境领域 这还要感谢圣主帮他压制修为 不然他现在已经升到洞天井 尤其圣主赋法 萧云知道圣主是站在他这边 所以对圣主非常恭敬 圣主闻言笑地说 圣子不必客气 能够看到圣子铸就混沌体出息 我非常高兴 还望圣子继续努力 早日带领我们混沌圣帝崛起 只见萧云一脸坚定 请圣主放心 弟子一定会铸就混沌体 随即转头看向东神王 我现在也是圣子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东神王脸色比吃了石金翔更能力 哼 第一天倒是修了一个好努力 希望你以后真的能够铸就混沌体 说完便气氛地踏空离去 留下李不凡向了赏子站在那 他知道萧云已经是圣子 想用圣子权利是用不上 因为跟他平级了以后 只要在混沌圣帝内 萧云就能借助混沌中的力量 实力绝对比他强 他已经跟混沌中做朋友 萧云看着圣主 似笑非笑地问 那我现在是不是 只要不杀他 可以随便做 圣主文言一阵无语 理论上是这样 萧云顿时一脸坏笑地看向我不好 把拳头捏得嘎嘎 李不凡 李不凡 你听到了吧 来吧 陪老子好好玩爽吧 萧云铸就了混沌体出器 现在他也是圣子 只要不杀利 随便做 萧云刚开口 李不凡 你听到了吧 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的事 李不凡话都没敢说 瞬间就溜溜球 留下萧云亚麻呆在原地 过曹 这小子跑得这么快 可惜我现在只是练体积 还不会飞行 哼 等老子从真龙朝回来 提升修为后 再找你算找 此时弗林小雅和习春雨都过来 恭喜你们修为大敬 习春雨暗想真是没跟错人 这还要多谢萧师兄赐给我们的机缘 萧亚也是一脸嘚嘴 师兄 我现在可是神侨静圆满 已经远远超过你 萧云宠溺的摸着他脑 那这样一来 你岂不是就不能跟我去真龙朝 萧亚顿时就一脸泄气 旁边的弗林却笑嘻嘻 没有他这个脱油皮 少主你在真龙朝里也能自由一起 萧云闻眼也笑了 这倒是 旁边的萧亚气不鼓的直舵 你们 此时地天从天而降 一脸春风得意的混 萧云顿时猜到 师尊果然厉害 连天境大门都能越即击败 只见帝天一脸不屑 需去一个天境出气的废物而已 以我的半部混沌体 如果还不能击败他 那就真的侮辱了混沌体 这个排名第一的至尊体 随即满脸欣慰的看见萧云 吾尔 你可比为势力还多了 这么快就铸就了混沌体出现 将来一定可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 无敌天下 虽然他在天上跟东玉堂战斗 但是他的神念 依旧可以看到下面发生的遗弃 当时就是帝天传音请圣主 否则你以为圣主会来得这么及时 师尊放心吧 吾尔一定会铸就混沌体 他对此非常向往 万古以来 号称诸天万界最强的特殊体质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真龙草 然后马上回来铸就混沌体 半个月后 萧云和帝天终于要出发了 福林小雅和习春宇三人跟来送行 少主 这是一枚空间戒指 里面储存着许多灵兽肉 还有玄铁飞刀 以及诸多灵食 你戴在身上吧 萧云接过戒指 多谢 萧亚依依不舍地拉着萧云 师兄 你一定要小心起 齐春宇也轻声祝福道 祝萧师兄齐开得胜 萧云微笑着拍了拍萧亚的呢 放心吧 你们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帝天微笑着走过来 好了 又不是不回来 走吧 只见他一脸严肃 我们混沌圣地沉寂太久 久到外面的修炼者 都已经忘记我们这里是中土六大圣地之一 萧云文言满脸自信 狠狠地握了一下拳头 那这一次 就让我萧云告诉他们 我们混沌圣地依旧是最强的圣地 萧云的真龙槽装逼之路开启 在入口就遇上自家师妹被欺负 这能忍吗 此时师徒二人抵达了一座巨大的墙 入口被一个金色的镇子召离 这里便是真龙槽 徒儿 你自行在这里等待真龙槽开启 为师先去见几位老友 是 师尊 话音刚落 萧云便在上空发现有一名年轻的少子 见自己师尊迫不及待飞向少子 萧云抽了抽走走 有奸情 不愧是曾经混沌圣地的第一圣子 果然宝刀未老了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想必这位就是萧师兄吧 只见一名年轻的少女 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萧云 萧云一愣 敢问姑娘方明 为何认识我 少女微笑地介绍着自己 她是来自山水中的汤云玉 当才和帝天一起离开的那位美女 就是她师尊 萧云不禁拱手作一 原来是汤师妹 萧某有礼 这么算来也算自家的师妹 毕竟谁知道以后之丫头的师尊 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师母 汤云云对萧云吹着彩虹屁 师尊说 帝天前辈收了一个了不得的弟子 将来一定会名正整萧大陆 今月一见 果然不同反省 此时 一辆马车正冲向汤云云 王八宗再不死 闲杂人等还不快滚开 在这哪次还来 别人一听到霸王宗三个字 就得乖乖让路 只见马夫规舞着手上的鞭子木份 赶挡王八宗的路 找死 可汤云云可不是忍气吞声的女人 他冷喷一声 当即上车一掌 将拉车的猎马被踢死 马夫狠狠地在空中旋转一本巴士 马车倒下 但萧云能感受到车内的人实力 在汤云云之身 恐怕都踏入了竞技领域 难怪敢如此嚣张把握 马夫一脸愤怒地冲着汤云云立声呵斥 你竟敢阻拦我们王八宗的车架 还敢打死我们的猎马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你们王八宗好大的威势 撞了人还这么理智气壮 此时车内的女人已经出来 他嚣张地看着汤云云 我们撞到你了吗 我怎么没看到 汤云云也不死 如果不是我实力情 现在就已经被你们撞到 王八宗的冷冷开口 这么说 我们并没有撞到你 随即身子化作一道残影 人便已经闪到汤云云跟前 臭表子 去杀了我们的马 嘴听啪的一声 汤云云的一边脸立刻就肿起 萧云眼神异露 他没想到有人竟敢在此地动手 让他大意之下都没有来得及扶持 王八宗的竟然在逼王面前装逼 不仅风着萧云的面打他罩着 还牛逼轰轰的嚣张道 什么你 别说没撞到你 我们王八宗 呸 我们大王宗就算撞了你又如何 萧云一把将人护在身后 好一个霸道的王八宗 他声音冰冷的命令道 立刻自己长嘴一次 并且向他道歉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汤云云是自己未来师母的徒弟 所以萧云当然要替他出头 只见红衣女人一脸讥讽地指着萧云 算什么东西 别敢对我这么说话 想要英雄就美了 就怕你只是一个狗熊 萧云眼神越发寒冷彻不 立刻自己长嘴 并且向他道歉 同样的话 我不想再说第三次 红群女人冷喝一声 当即化作一道残影冲向萧云 好大的口气 那我就先给你一巴掌 成全了你的狗熊就美 而此时萧云一脸无息 只见他闭上眼睛冷冷的开口 原本我不想打女 没想到你心肠胆怒 这是你自找的 几乎是瞬间 刷的一下 萧云后出的手 但却已经先一步扣住了他的口 周围的人顿时惊呼出声 他们没想到萧云一招就制服了张亚琴 他可是已经踏入了一记命运 没想到今天却栽在了一个无名之辈手里 此子既然如此厉害 那肯定也不是无名之辈 只是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高度 众人瓜子都准备好 这下有好戏看了 他哥哥张云飞可是五行神体 而张亚琴的脸色比吃了石金墙更难看 他没想到此人竟然有如此势力 至少踏入了三境领域 不过他也不害怕 快放了我 我哥哥是张云飞 你敢动我 他不会放过我 只见萧云一脸不屑 抱歉 什么张亚飞 脑子根本不认识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长嘴 那我便帮你 屑时我自然会放了你 张亚琴文言一脸不可置信 这人是哪路傻逼 竟然不怕他哥哥 你敢 有何不管 萧云一把将张亚琴提了起 正准备一巴掌扇过去 住手 吃瓜群重踪 另一人坐不住了 也不能对他出手 众人顺着目光看去 竟然是沐千雪 这可是咱们中土年轻一代的第一美女 拥有玄冰体的绝世妖孽 听说她和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还有婚冤 这下更有意思 可萧云又不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他抽了抽嘴角 为什么不能打 只见沐千雪微笑的看着萧云 换做别人早就顶不住了 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我们认识吗 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沐千雪直接压麻呆住 他没想到 美色当前竟然有人不卖他面子 周围的人顿时就开始打醒 哈哈哈哈 好家伙 居然敢对沐千雪如此不信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敢这么跟沐千雪说话的 这小子不愧是在玩运行故事 想引起沐千雪的注意 而此时萧云却懒得跟他们逼 直接一巴掌甩了上去 他这一巴掌 蕴含着强大的利润 不仅把张亚琴的脸打成了猪头 还让他猛的吐出一大口西瓜纸 吃瓜的众人纷纷懵逼了 这家伙还真敢动手 那可是霸王宗的张亚琴呢 他哥哥可是拥有五行神体的爵士妖孽 沐千雪都看着了 他也没想到这男人真敢动手 萧云打完便将张亚琴丢了出去 滚吧 记得下次别再这么 张亚琴气得磨碎了一口牢 给我等着 我发誓 一定要让我哥哥将你错补杨辉 碎尸万段 萧云不屑的大声喊道 好的 我等着你哥哥来 对了 我叫做萧云 记得让你哥哥别找错人了 对方如果想要找死 那萧云也不会手下留情 等进入真龙潮之后 他不介意打开杀截 沐千雪此时看着萧云 就像在看着一个死 哎 你不该动手 我其实是想要救你的命 可惜你命该如此 萧云狂躲张亚琴 你很强吗 觉得一般般 众人纷纷惊呆了 此时他们都在吹着沐千雪的惨无品 原来沐仙子是想要化解这场恩怨 难怪世人都称沐仙子是菩萨九世 果然有大慈悲啊 萧云翻了个白眼 哪来的圣母表 照你这么说 别人打我朋友一巴掌 我还不能还手 只能认栽啊 我知道你心有不敢 但有时候退一步便是海不均口 萧云冷哼道 错 退一步是变本加厉 沐千雪摇筒 倔强的冲动 有时候会让你撞得头破穴 何必呢 也许敌人会被我撞死 沐千雪叹息道 有自信是好的 但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事 那只是华众取主 自寻耻辱 只见萧云一脸不屑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与之匹配的事 沐千雪却一脸自信 我不敢说认识天下群英 但是拥有特殊体制的天子 放眼整个中途 年轻一代我基本上也都认识 而在这些人之中 却并没有萧云这个名字 萧云冷哼道 特殊体制很强吗 繁体就一定会输给特殊体制吗 繁体终究只是繁体 天生就比特殊体制差很多 这是修炼界公认的事情 不是你说不信就能反过的 萧云打去道 真是头发长见似的 此话却是惹怒了周围的观众 好嚣张的家伙 简直太狂妄了 竟敢说目仙子目光短情 等张云飞来了 我看他怎么死 只见汤云云一脸愧疚 萧师兄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你快点走吧 那个张云飞很厉害 萧云微笑道 我终究要去真龙朝 即便现在逃了 进去后还怎么逃 你并没有做错 又何谈害了我 此时一道恶狠狠的声音传来 他没有做错 但是你做错 众人纷纷搬好了小板子 有意思 张云飞来了 他可是五行神体 据说实力已经比肩那些圣地的圣子 这个叫萧云的小子死定 张云飞的强大气势 让吃瓜的众人纷纷动力 反观萧云看起来普普通通 怎么有胆子敢得罪张云飞 张亚琴感觉自己又醒了 一脸嚣张的指着萧云 哥 弄死他 放心 会到一边 这里交给我 此时旁边的沐浅雪轻生一探 萧云 现在你可后悔了 而萧云的眼中 并没有丝毫恐惧和火灯 仿佛他才是那个绝世妖女 张什么飞 五行神体 我不觉得你很强 小垃圾 众人手里纷纷握了腿 这萧云脑子有毛病 竟然说张云飞是小垃圾 他以为自己是太出圣地的时空体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狂的人 张云飞一脸不屑 萧云 我没有听说过 一个无名之辈 也敢如此萧张 当真是狂妄至极 只见萧云满脸肌腹 论萧张狂妄 谁比得上你王八宗 至于你张云飞 我也不认识 那是不是代表你也只是一个无名之辈 张云飞当即是放出强大的气势 这算不认识我吧 很好 但是从今天起 我将永远地印在你的心中 萧云差点被他给逗笑 一脸嫌弃的后退 抱歉 我的心中只有美女 我对男人没兴趣 请你不要自作多情 张云飞气得脸都 你TMD是不是误会了 老子只是想要给你一个教训 让你永远记住 谁TMD对你有兴趣 众人也是一脸MD 感觉这小子绝对有点毛病 说话这也太狂了 张云飞撤退 当即就是一拳朝着萧云攻 这一拳让众人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被疏忽 无法动态 萧云也不敢心理 立马施展九转霸拳封了出去 两个拳头冲撞在一起 周围的天地灵气都爆炸开了 两个人的拳头完全是在硬碰 没有一个人愿意错误 只见张云飞一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居然接住了 这个叫萧云的人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张云飞被萧云一步步逼着使出绝招 而萧云却在逗他玩 此时两人的拳头碰撞到了一起 周围的天地灵气都爆炸开 这一击之下 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 两个人的拳头不断地在虚空之中碰住 完全是在硬碰 没有一个人愿意捧场 众人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张云飞很强 他们都知道 但是这个叫萧云的人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他竟然挡下了张云飞的所有攻击 只见刚刚还在嘚瑟的张云飞 此刻脸色大变 他认为只要大哥一出手 萧云肯定会被一拳挡 但是现在 他大哥居然一时间奈何不了萧云 他到底是谁 各大圣地之中 可没有此人啊 沐千雪简直无法置信 萧云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张云飞见自己的所有攻击都被萧云挡下了 忽然大睡一会 一团耀眼的五色光环 身上暴露 这招我原本不想现在用 我不信你还能接下来 只见一个巨大的拳头冲向萧云 顿时有人认出了这一招 不由的惊呼 卧槽 这是五行神拳 听说是由五门顶级战技组合而成的超级战技 张云飞不愧是拥有五行神体的绝世妖女 这堪比究极战技 周围的人都知道要分出胜利 这下看萧云怎么挡 萧云健壮不敢大 他将九转霸拳运转到极致 一致 简直粉碎一切不可服 只见张云飞的五行神拳 被萧云从正面击破 震得他连连后腿 吃瓜众人公公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他们看到了什么 五行神拳居然被人给正面击败了 这人真可怕 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这么强 此人绝对不是无名之辈 战斗越发激励 双方的战力都在全力提升 张云飞的实力很强 但这让萧云不禁反省 令他心中升起一股热血沸腾的战役 此时张云飞脸色大变 他感受到一股令人窒息般的压力 面前的萧云实在太强了 这让张云飞很不甘心 他张云飞是谁 他可是霸王宗的第一真传递 如果霸王宗是圣地的皇子 那他就是神子 他不愿意败给眼前这个无名之辈 绝对不行 老行领域 给我看 张云飞彻底癫狂 直接一副五色光玉将他笼罩住 朝着萧云蔓延过去 萧云顿时感觉身体也贴臭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感觉我速度简单了很多 吃瓜众人不断惊呼 快看 是五行领域 这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领域 虽然只是领域出息 但也非常恐怖 毕竟在练体性当中 也只有张云飞一人铸就了领域出息 张亚琴顿时恢复了自己 满脸不屑的看着场中的萧云 我大哥的五行领域一出 除了六大圣地的那些绝世妖腻 谁能与他抗议 周围没人反应 因为张云飞的确很强 早已经声名在外 有五行领域的加成 张云飞此刻变得非常 只见一个巨大的拳 似乎要将萧云给吞没 能够逼得我动用五行领域 你今日也算一战成名了 张云飞居高临下地看着萧云 眼中终于恢复了自己 而他做梦都想不到 萧云根本就是在逗逃完了 张云飞使出了自己的绝技五行领域 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力 而此时萧云身子作为出现一个金赵 张云飞的拳头根本无法打破防御 这怎么苦 沐谦学恍然大悟道 这是金中赵 是混沌圣帝的一门大神通 难道他来自混沌圣帝 吃瓜的众人顿时金夫四起 混沌圣帝 这可是中土最古老的圣帝 虽然这些年已经渐渐没落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难怪这家伙这么小 原来是来自混沌圣帝的天才 真是名师出高徒 张云琴有些厚 没想到自己竟然得罪了圣帝的人 但很快他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一脸不懈的嘲讽了 混沌圣帝如今在六大圣帝之中排名垫 早就没落了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哼 只见众人纷纷改口 说得不错 混沌圣帝好几届都没敢来真龙朝 之前来的弟子 似乎都死在了真龙朝之中 可能是害怕了不敢 这样下去的话 混沌圣帝早晚会被取代 萧云顿时脸色冰了 混沌圣帝真的没落了吗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萧云重新打出一片天地 只见他低头 不再压制实力 萧云的拳头还没碰到张云飞 而张云飞就已经 他难以置信地吞出一大口西瓜汁 他发现萧云的力量比之前增强了许多 哪怕混沌圣帝已经没落了 却也不是他们这些门派能够比拟 其实萧云之前就一直在压制实力 不然他一拳就能打爆张云飞 因为萧云只是好奇五行神体的能力 才会跟张云飞多打一回 吃瓜众人的勇局都冲爆 张云飞竟然败了 还是被人从正面祭拜 连五行领域都被打爆了 张亚琴惊呼一声连忙冲了过去 沐千雪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跑强的实力至少踏入了四境领域 甚至是五境 哇塞 萧师兄 原来你这么强 世尊他说的果然没错 自古美女爱英雄 萧云再次收获一枚小名 萧云微笑道 一个张云飞而已 小意思了 随即看向沐千雪 看来我并没有撞得头破血 反而是我的敌人被我给撞死 沐千雪顿时无言以论 这家伙也太小心眼了 我承认你的实力捧情 但据我所知 上几件混沌圣帝的弟子都死在真龙巢 希望你好自为之 说吧 沐千雪转身离去 萧云冲着沐千雪的背影冷空道 我知道你和太初圣帝的那位时空之体也公约 不过我劝你还是早点退坑为命 否则你会提前成为广乎 话音刚落 周围顿时一片华人 大家都听明白了 萧云的意思是他会杀死那位时空之体 沐千雪冷空道 狂忘 你会后悔吧 萧云冷冷于笑 他既然是那位时空之体的卫宫妻 那也就是我的敌人 对待敌人 我可不会因为你长得漂亮就手下流起 突然天空一声巨响 一个沙雕闪亮灯草 年轻人 我很看好你哦 萧云抽了抽嘴角 啊 这会是谁啊 台词咋这么重啊 只见一个通体黄金的身影落在萧云面前 说话的语气不容置疑 眼神霸气 刚才我在天上观战 你很不错 跟随我吧 成为我麾下的第一战将 来日我横扫八荒 无敌天下之时 必将封你为王称霸一方 这货就是荒谷圣地的赵无极 天空一声巨响 沙雕赵无极闪亮灯草 只见此人开口便要收萧云做行 年轻人 我很看好你哦 跟随我吧 成为我麾下第一战将 人群中有人惊呼 这人好嚣张 是没挨过胆吧 知道个屁 这是荒谷圣体赵无极 荒谷圣体位列十大至尊体之一 号称圣人之体 乃是圣体天成 拥有举世无敌的至尊威士 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 只见肖云一脸不屑 你是谁 算什么东西 也配收服我 吃瓜种人忍不住开口 肖云 能够追随赵圣体 并不会辱莫你 是啊 荒谷圣体威士无敌 未来正道大帝也不是不可能 能够追随赵圣体 是你八辈子才有的福气 我们想要跟随荒谷圣体 都没那个字 你竟然不满他 只见肖云脸色阴沉 这些笨蛋竟敢如此小看我 什么狗屁荒谷圣体 我一个人能打一百个 OK 但我横扫真龙潮之时 天下在无人敢小看我 此时赵无极一脸傲人 我乃是荒谷圣体的圣子 你虽然出自混沌圣体 但是混沌圣体已经没落 你跟随于我 并不会辱莫了你的身份 仿佛肖云跟随他 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肖云 这祸哪来的自信 赵无极 没听过 荒谷圣体算什么 我们混沌圣体的混沌体一处 天下谁敢与之争风 有人忍不住呵斥 可曾出了第二位混沌体 只见赵无极爽朗地笑了几 哈哈哈哈 但凡天才都是桀骜不训致 你若是当场跟随于我 那反而会给我给醒乔 你可以先进入真龙潮 待我横扫真龙潮之时 再决定是否跟随于我 肖云冷碰道 就凭你也妄想横扫真龙潮 我一只手就能镇压你 赵无极没有生气 反而是一点心肠 很好 你越是桀骜不训 我便越是喜欢 这表明你的天赋很高 绝对可以成为我飞下的第一战争 肖云直接压麻呆住 这货出门都不吃药吗 此时 肖云的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久违的戏 最新任务 击败一位特殊体制天才 奖励三次顿武 击杀一位特殊体制天才 奖励十次顿武 收服一尊特殊体制天才 奖励二十次顿武 肖云非常高兴 嘿嘿 目前只剩下八十四次顿武 他正愁吗 新任务就来了 爽啊 肖云暗想如果自己收复赵无极 不但可以获得二十次顿武 而且被有面子 固有的笑了起 赵无极见肖云那么开心 便转身自信的挥了挥手 既然你同意了 那你就先进入真龙巢 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 直接报我的名字即可 说吧 便满意的踏空离谱 肖云看着赵无极的背 气得咬牙切齿 他发誓 等进入了真龙巢 一定要打得此人跪在他面前 让他哭着当自己的跟随者 汤云云满脸好奇的开口 肖师兄 你真的要跟随那位方鼓圣体吗 肖云笑了笑 跟随他 不可能 我要收复他 让他当我的追随者 汤云云顿时服劣 收服方鼓圣体 这话若是传了出去 整个修炼界都会沸腾 汤云云也觉得肖云有些异想天堪 但他还是鼓励的 加油 我相信肖师兄一定能够成功 随机指着洞口处 师兄 我帮你介绍一下此次参加真龙巢的高手 神龙巢开启 汤云云和肖云抵达峡谷入口处 此时 这里早已经来了许多人 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惊呼声 神王起来了 肖云抬头看去 不得不承认 此人的确很强 但他依旧有信心可以将其阵营 快看 那是天刀圣地的柳南山和天剑圣地的叶无尘 肖云看到二人 一个剑气冲天 一个刀势灵力 皆是虽同一般的天子 这两人出自圣地 所以他们的实力都要比张云飞起来的 苍天霸体也来 听说一年前 赵无极曾去挑战霸天圣地的炼体进修士 一路横走 直到遇到这位苍天霸体才不分胜 肖云打量着不远处的苍天霸体 他叫武刚 气势果真不同凡响 赵无极 这次真龙巢之血 必将斩你于刀下 赵无极冷冷说道 武刚 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人群中的肖云 看着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年轻天骄门 让他心中战役越发沸腾 人生在世 怕的不是敌人太监 而是没有敌人 肖云心中有无敌性命 不惧一切大力 突然天空中出现一道事 他像是凭空出现 令人感到非常惊异 如此速度 让肖云想到了一个人 是李成帝 众人纷纷惊呼 卧槽 太初圣帝的时空之体终于来了 听说他原本不是这个女 是在败入太初圣帝之后 才改名为李成帝 显然 他对于正道大的 已经势在毕得了 肖云紧紧地盯着李成帝 他知道 这就是他在真龙巢之中最大的天 也是此地唯一可以与他一战的对手 不得不说 排名第四的至尊帝 名头实在太大了 现场已经有不爽小明妹要为他伤猴子 肖云很不爽死 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等进入了真龙巢 让你躺得出来 只见汤云云一脸担忧 肖师兄 这个李成帝很厉害 你若在真龙巢里遇到他 一定要万分小心 李成帝虽然很优秀 但是肖云陷入为止 早已经刻在了汤云云的心中 肖云微微笑道 放心吧 我必定当时无敌 肖云的眼中充满了霸气和自信 令得汤云云一下子都跑 半想才回过神爱 他一脸娇羞的低向他 肖师兄好帅 李成帝的光芒太耀眼 已经成为全场瞩目的胶底 就连荒谷圣体 苍天霸体 神王体等人绝世天骄 也纷纷看向李成帝 一个个眼中浮现出前所未有 显然 不光是肖云 这些绝世妖孽也都是李成帝为自己的最大对手 此时 霞祖队查看一道同样的吼声 浩瀚的龙威 令人心中一惊 肖云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悟 阵法护照出现了一个 真龙朝开启 大家快进去吧 这次如果能够得到什么宝 我就能踏入炼体极境了 炼体极境算什么 我的目标是踏入竞技领域 真龙朝百年一遇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番大机遇 众人顿时纷纷一无 而李成帝 赵无极这些绝世妖孽 更是早早化为一道的声音 消失在入口之中 众人顿时纷纷涌入真龙朝 而李成帝 赵无极这些绝世妖孽 更是早早化为一道的声音 消失在入口之中 汤师妹 哥带你去遨游真龙朝 萧云拉起汤云云 也朝着真龙朝内飞去 汤云云一脸羞红的跟在萧云身后 殊不知他们已经被开出圣地的几个傻狗盯上 谢玉龙开口吧 周师兄 他就是萧云 只见旁边的年轻人一脸不信 我拥有长身体 如今已达五十五万精力 张云飞在我面前根本不值得一体 区区一个繁体萧云 我杀他如同土狗一般简单 周师兄说的是 跟你比起来 那个张云飞算什么东西 萧云必定也不是你的对手 走 我们跟上萧云 让混质圣地再一次杀鱼而归 随即派出圣地的九个年轻生意 便出现在萧云面前 萧云 今天你的死气到 汤云云哪里见过这阵争 这些人实力竟然全都在他之上 萧云冷冷地看着老熟人 谢玉龙 好久不见 上次败给了我 这次找来帮手了吗 谢玉龙气得牙痒了 萧云 今天便是你的死气 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加入了混沌圣地 混沌和太初本就是素敌 网界在真龙潮里遇到 都要分出一个生死 这次自然也不利为 只见萧云一脸不泄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 这么快就忘记 被我打得在地上叫爸爸 萧云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我们太初圣地英杰辈出 有的是能够杀你的 萧云冷哼道 是谁 那位时空之铁 让他出来 我这就斩杀他 萧云 太狂妄了 跟他对话干什么 直接围杀他 萧云看着他们像看着一群尸体 杀你们如同土狗一样几蛋 周飞鱼不屑地摇头 须须一介繁体 也敢口出狂言 你们混沌圣地真是越来越堕落 萧云看着他 冷哼道 你又是哪头 周飞鱼顿时眼神阴云 哪头 周飞鱼等你去了阎王阎大陆 不要忘记是谁杀的 只见萧云完全没把他放在阎里 区区一条鱼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你过来 我现在就斩你 包鱼头汤喝 周飞鱼气得手心都抠出血 找死 他正要出手 旁边的弟子实在是忍不住 杀鸡烟用牛刀 周师兄 不劳您出手 我这就斩杀他 只见他一直都不把萧云走 一剑刺向萧云的眉心 想一击毙命 小子 我不怕告诉你 我在太初圣地练体径之中排名第八 但也足够横扫你们混沌圣地了 而下一名 萧云两根手指便夹住了男人的力竞 呵呵 区区四境领域 李谢玉龙也强不了多少 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觉得能够杀我 万阳辉老不死真 难绝世老坑逼 只因他说萧云是个垃圾 导致太初的一群小菜鸡就能围攻萧云 其中一个弟子一点都不把萧云放在眼里 一剑刺向萧云的眉心 想一击毙命 区区四境领域 李谢玉龙也强不了多少 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觉得能够杀我 萧云冷冷地看着他 不等对方回应 便有情心 周飞鱼大碎 住手 萧云才不会听他的 第一天之前就已经说了 在真龙朝里面 可以随便杀 不会引起两大圣地的大战 只见萧云一死就把这人给封杀了 谢玉龙和服妙童都傻眼 比他们强一些的师兄 居然连萧云的一拳都没接住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 周飞鱼挥了挥手 蓝脸杀气地盯着萧云 你们都退下 死人不是你们能够抗衡的 一位师弟被人斩杀于他面前 而他却没有来得及救你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尸辱 萧云 看在同为圣地弟子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留下一句遗言的事情 否则我一出手 你便再无开口的机会 萧云朝着他勾了勾手指 过来啊 我已经等不及要斩你 周飞鱼被气扫 浑身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很好 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 那我便成全 只见他抱贺一声 一个带着火焰的巨大手掌 眼淘着萧云这边 啥 长生无量 可下一谜 萧云也抱贺一声 九转八拳 巨大的拳头 瞬间就将周飞鱼的长征掌 都被损斥 全市的鱼锅将周飞鱼 一顺飞出去 狠狠地砸了去 他猛地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这绝对不可能 是我眼花了吗 周师兄的力量居然不如他 谢玉龙和福庙同面如死灰 他们严重低估了萧云的实力 这简直是一个恶好 毕竟这一次不是切磋 而是生死拼杀 这次萧云绝对不会在手下留情 只见萧云居高临下脑 长生挺 不过如此 你们太弱了 我还急着去组队开飞 你们一起来受死吧 他们太出圣地的弟子 何曾被人这般小觑 周飞鱼气炸了 罢蛋 这小子太狂妄 大家一起围杀死 太出圣地的老六门 纷纷朝着萧云撒来 区区一个人 也敢如此嚣张 杀 汤云云顿时就忍不住 太出圣地的人竟然已多欺识 你们太可恶了 只见福庙同丝毫没把汤云放在眼里 区区炼体激进 也敢来找死 然后变人剑合衣 朝着对方杀来 交手过后 汤云云痛苦地震 完了 这人好强 然而此 只对一顶飞招扣喷 划过胡庙同博梗 让他的脑袋瞬间落地 成了一具无头尸体 萧云 刀便让福庙同变成 福师妹 谢玉龙看到这一幕双目赤火 福庙同博是他的道人 竟然被萧云一刀吸内了 周飞于大鹤的 不要管那个女孩 先为杀萧云 只见谢玉龙像的 疯着式的逃着萧云杀去 其他太出圣地的老伙 也被彻底激怒 纷纷全力爆发杀向萧云 萧云此刻战立全台 他一拳封出去 将周飞于砸飞 随后他一转气 将一名冲过来的 太出圣地弟子批杀 一群废物 明年的金飞片是你们的记忆 鲜血四季 尸体坠入 令得剩下的几名 太出圣地老六瑟瑟发 萧云已经杀了他们三人了 实在是太强势了 只见谢玉龙吹动 最强一招 撑向萧云 他想一直同归于己 萧云 去给福师妹陪杠吧 萧云冷冷吹了他一拳 勇气死下 但你终究是太弱了 随即将速度奇快的 给谢玉龙抓住 听 我见谢玉龙的身体 直接被摇着 剩下的老六们全被吓上 想上前攻击 愣是被吓得退了回来 因为萧云实在是太恐怖了 出手狠辣 朝朝毕命 周飞鱼也吓得眼皮直条 怒喝道 萧云 太残忍了 只见萧云冷吞道 残忍 网戒我们混沌圣地 来真龙朝的弟子是怎么死 我想不用我说 你也明白吧 你还有脸跟我说残忍 萧云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冲向了周子 混沌圣地没落 那就让我打出一片新天地 这届真龙朝 你们太初圣地的人 必须全部埋葬于此 周飞鱼一边艰难的 抵挡萧云的攻击 一边咬牙道 李师兄拥有时空之体 红剑无敌 你早晚会死在他手了 萧云又是一拳 将周飞鱼打得不断吐袭 哼 红剑无敌 就凭他也 剩下的老六们已经吓尿了 周飞鱼没死 他们也不敢回 丢弃同门弟子是大罪 即便回到了太初圣地 也是一个死子 只见萧云满脸之血 你们太弱了 又有一名太初圣地的弟子 被萧云给攻杀 此时周飞鱼冲向萧云 他要用自己的命拖住萧云 大家快分头跑 一定要将这消息告诉李师兄 他会替我们报仇的 萧云也震惊了 你感电后的勇气 让我非常敬佩 我给你一个留下一言的机会 萧云你别得意 李师兄会为我们报仇的 萧云使出全力封出一群 我可给你机会 这就是你的一页 我很想让你看到李成帝 是怎么被我击杀的 但是吧 我这人怕麻烦 你还是先去死 萧云这一击的意义 当场上剩下的几个老六比震主 却是大到投影 他居然把混沌精 修炼到了第三十六岁 周飞鱼真是四名目 错了 万杨归错了 我们都错了 他当初从混沌圣地归来 说萧云只是有点不幸 是靠悟神丹 才能练成了几门超级战绩 还说萧云只是混沌圣地来真龙潮寻找一颗棋子 可事实就是萧云才是绝世妖妮 他们练体精的年轻一代全都被万杨归坑死 周飞 剩下的几个老六下的浑身兵老 快逃啊 萧云看多了 看他们 想逃 呵呵 只听羞羞羞 一把飞高度 低射而出 将剩下的人一高度 派出圣地的九大天子 全部惨死在萧云手中 汤云云脸色惨白的看见萧云 一时间 他都不敢说话了 场面太过血腥 哪怕萧云现在已经恢复成一脸连处无害脸 但是汤云云依然害怕 怎么了 觉得我很残忍 汤云云深吸一口气微笑道 不是 他们要杀萧师兄 萧师兄杀他们也是应该的 萧云文也满脸笑容地带着汤云云离去 走吧 我们继续赶路 他一边走一边查看顿路戏 之前被他击杀的太初圣地九名弟子做 足足有六位特殊体质 所以他一共获得了六十次顿 这实在太爽了 萧云顿时有些期待不已 如果在这里面多杀一些特殊体质天才 那说不定就能够一举住就混沌体 当萧云提着他的八十米大刀 遇上天生高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他进入真龙潮的目的只有两 一个是获得让他退变的宝 另一个是帮师尊找到提升寿源的宝 随着二人往真龙潮深处靠近 一路上收获了不少天才地 有千年诸葛万年人生尚不灵体 汤云云突然满脸惊喜地大叫道 萧师兄 快过来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九叶天灵芝 萧云顿时脸色一变 他对天才地宝也是狠心 没妈呀 还真是 看样子没有彻底成绩 不过也差不了几天时间了 汤云云很识相地将其让给萧云 萧师兄你本来就很强 如果再练化了这颗九叶天灵芝 那你的实力就会更进一步 虽然是他先发现的 但他清楚 如果没有萧云带着它 他肯定到不了这 更别说得到九叶天灵芝了 萧云对此也不客气 这种宝物他可不会让出去 汤师妹真是我的福星 你先去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等他成绩 忽然传来一股强大的气息 萧云顿时眼神凝重 不管来人是谁 敢抢我的九叶天灵芝 都只有一个死子 哈哈哈哈 我的大纪元到了 竟然让我遇到了 传说中的九叶天灵芝 萧云一眼就认出了死 他就是天刀圣地圣子柳南山 拥有天生刀体 柳南山看着萧云 面露不屑之色 滚吧 看在你为我找到九叶天灵芝的份上 老子就不杀你了 可惜 他遇上的是萧云 上一个在他面前嚣张的人 已经被分尸了 天生刀体吗 我也是玩刀的 看看是你的刀裂 还是我的刀更生一种 柳南山皱眉 显然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跑 敢在我这个天生刀体面前动刀 不得不说 你真是愚蠢至极 萧云冷冷看着他 这把刀跟随我师尊数十年 是我师尊用千年玄铁打造而成 中三十六万斤 师尊曾用他横扫铜街敌人 今日斩你这位天生刀体 也不算如墨了此刀 柳南山简直要被逗笑了 啊 千年玄铁 三十六万斤 你当我是白师吗 以为靠说大话就能下退伍 萧云冷笑道 下退你 不 你误会了 我要杀了你 他还惦记着系统的任务 杀一个特殊体制天才 可以获得十次顿悟的机会 这都送上门来了 不杀真的过意不去 柳南山当心怒怒了 一刀劈向萧云 一个无名之辈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这就是找死 我要送你上路 萧云能看出 不愧是天生刀体 这一刀已经锁住了他所有退路 只可惜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只见萧云挥动手中的玄体刀 朝着柳南山斩去 没有施展任何战绩 显得漏洞担出 柳南山顿时嘲讽 就这点实力 在我们天刀圣地 随便一个炼体精的修饰 都比你更会用刀 萧云点了点头 我不会用刀 我只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不管你什么招数 小爷就是一刀劈质 此时柳南山终于感觉到泰山压力 哪泥 你的刀居然真有三十六万斤 萧云的八十米大刀压向柳南山 仅仅一刀将它横抚这盔子 手中的武器也掉落 康云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想给萧云跪下磕头 这位可是真正的绝世妖孽 比前面灭掉的几个还要强 他现在相信萧云变化了九夜天灵芝 一定可以斩杀那位时空机体 只见柳南山猛地喷出一大口西瓜纸 他仍然难以置信 那把像金针菇一样的刀 居然真的有三十六万斤 早知如此 他才不会跟萧云硬拼 这位靓子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了 萧云一脸坏笑的看向柳南山 优贺 开始聊天了 想要趁机拖延时间疗伤吗 柳南山顿时脸色大扁 他的确有这个打算 却没想到 竟然被这个大聪明一眼看出来 萧云再度挥动 虽然让你满血 我一样可以灭你 但我可没那么傻 趁你病 要你命 给一心内闭 万高龟 虽然萧云一直都用拳头战斗 但实际上 用刀的他才是最强状态 该死 他的伤势还没有全部恢复 现在战斗对他来说 太吃亏了 可是没办法 萧云就是要他的命 柳南山硬着头皮也要闪 只见他大喝一声 腰刀紧溜 这原本是他留给天生剑体液无尘的最后 他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不如萧云 这次不会再跟萧云硬碰 只见他一刀劈出 四两不千斤 将萧云的玄铁战刀的距离给划掉 萧云脸色微变 哎妈呀 这个大冤肿有两下子 竟然知道借力打力 柳南山作为几十万场牌位的老六 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心 立刻人刀合一 这是我最强的一把 本来是给叶无尘准备的 今天就用来斩杀你 他对自己的这一刀充满了信心 杀 萧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周飞与张云飞都不能给他造成这种威胁 可见柳南山实力有多强大 果然不能小觑天下英雄 你很强 我要以最强大的力量来杀你 你是对你的增进 只见萧云展露出混沌体出行 大当投影的狗狗气势 顿时震撼了柳南山的精神世界 只见柳南山去遗址 什么 你竟然是混沌圣地的人 还将混沌精修炼到了三十六层 冰狗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萧云在展现出混沌体出行之后 立刻就施展了金钟照和太极神掌 这两能强大的防御战技 给我 与此同时 柳南山的最强一刀也狠狠地劈在萧云的精神罩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一刀斩杀萧云 那么他就死定 只听他 萧云的精神罩竟然碎裂了 这让柳南山的眼中露出了兴奋的喜悦 哈哈哈哈 破了 但很快他的笑容变了 打你 这又是什么东西 无命休息 萧云炼化九夜天灵之 力量增加到了九十万斤 炼体镜中无敌了 此时柳南山整个人彻底实化了 打你 他没想到劈开精神罩还有太极 只见巨大的太极 将他连人带刀给震飞出去 这一刀威力真大 萧云虽然好 但是他也爱惜强者 只不过现在的强者都是他的敌人 他对敌人可不会手下留情 只见萧云反手就是一刀劈向柳南山 柳南山咬牙抵挡萧云的攻击 然而已经重创了 又被萧云一刀劈飞到树上 猛地吐出一大门西瓜纸 亮仔 饶饶饶我一命 我帮你一起对付李成帝 柳南山暗想 只要今天你饶了我 未来我一定能击败你洗刷今天的池 只见萧云一脸无气 如果我的实力不如你 我刚才就已经被你杀了 现在你输了就想求饶 你以为这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吗 至于李成帝 我自会斩杀 根本用不着你这个手下败价 柳南山大吼道 你太小看李成帝了 当初我和李成帝切磋 我差点被他一招击杀 萧云文言心中震惊 但他依旧给了柳南山致命一击 是吗 既然李成帝这么紧 那刘你就更没用 毕竟你连他一招都抵挡 柳南山压麻呆住了 这个方子杀了我 我们天刀圣地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爷爷是 话没说完 人已经彻底熄灭 柳南山的尸体王 但里面早已经是一片脆肉了 萧云闭眼查看顿物系统 击杀一位特殊体制天才 奖励十次顿物 就中这系统奖励 我都不会放过你 啊呸 你还求饶个屁 汤云云健壮当时就傻眼 萧云一惑道 汤师妹 你这是怎么了 汤云云表情严肃 萧师兄 你还不知道柳南山的身份吗 天刀圣地当代神子 有着霸刀之称的柳天都是他爷爷 萧云闻眼有些吃惊 柳天都 他曾经听帝天提过 此人非常强 已经是半部圣子 而他一旦成圣 那就会成为心愿圣子 此时 萧云的目光已经被面前的九夜天灵芝给吸引住 哎妈呀 终于成熟了 只要炼化了这颗九夜天灵芝 我的力量就会再次增加十万斤 旁边的汤云云连忙提醒 萧师兄 赶紧采摘啊 我听世尊说过 如果不及时采摘到 他会慢慢消失 萧云当即摘了下来 巴唧巴唧直接生吃了心 萧师兄 你快电话吧 我替你复发 文言萧云马上开始运转 不愧是至宝 他感觉就像做大宝剑一样 全身舒畅 血肉和骨骼 都仿佛在经历一次蜕变和生 直到半夜熊熊神艳还在烧烤着他的肉体 摧毁他的旧群 铸就新生的躯体 转眼一挽过去 萧云反反睁开眼睛 他发现肉身比以前强大 甚至连身高都长了一点点 此刻 他已经拥有了九十万斤的力量 已经非常接近一百万斤的极限 萧云对汤云云笑道 多谢汤师妹为我顾法 萧师兄客气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萧云文言咧嘴一笑 我现在感觉前所未有不好 在这真龙潮内 已经没人是我的对手 走吧 汤云云点头 随即两人便再次启程 赶往真龙潮的核心 萧云拥有九十万斤力量 在真龙潮已经无敌了 但总有不怕死的在爸爸面前装逼 此时二人已经抵达真龙潮核心处 萧师兄 那边似乎有很多人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萧云点头 去看看也好 万一有什么宝物 我们也可以抢过来 汤云云直接实话 他还真是自信 不过真龙潮里面的宝物都是无主 萧师兄有那个实力 一确是可以请 只见不远处 李承帝将浩然赵无极振围着一棵杏树 树上只接了一枚古石 散发着淡金色的光辉 远处的修士们 一个个感动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 天啊 那是传说中的菩提神树 传闻菩提树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 花落果熟 吃下此果就可以进入顿目状态 此宝如果带出去都能换一件圣兵 不过 更吸引萧云目光的 还是旁边的那三位爵士妖女 杀掉李承帝 收服赵无极 这如果传出去 康芸芸提醒道 萧师兄 菩提果一旦服下 就能进入顿目状态 对你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萧云却一点都不感兴趣 毕竟她还有154次顿目机会 等等 但对便宜师尊有用 师尊她老人家 已经被困在超凡境许多年 如果有了这颗菩提果 岂不是能突破瓶颈踏入天际 再增加一千年寿云 萧云决定了 这颗菩提果是我的 康师妹 你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去抢夺菩提果 康芸芸点了点 萧师兄 你要小心 而且菩提果还没成熟 要等到菩提树上的花拳落起 放心吧 菩提果没成熟起 我不会轻易动手 萧云刚到菩提树边 就引起了惊呼 那家伙是谁 不想活了吗 竟敢接近菩提树 他好像是混沌圣帝的萧云 之前打败了张云飞 那也不可能是李承帝他们的对手 脑子瓦特了吧 想从三大妖孽手里裹食 只见萧云一抬手 羞羞羞 几把飞刀瞬间射出 伴随着几声哭叫 刚刚议论的几人 当时落地成熟 萧云冷冷的开口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否则会死人的 众人纷纷吓嗓 屁都不敢放一口 三大爵士妖孽 同时转头看向萧云 没想到孽了 这一路上没遇到危险 赵无极自以为 萧云已经愿意追随 在那自我陶醉的关心着萧云 狼狼神经病 萧云懒得李 等收拾了里程帝 再教他做人 站住 江浩然满脸轻蔑 这里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都能来的 赶紧归远点 凭你还没有资格 与我等争夺菩提补 萧云简直要被逗笑 你又是哪条狗 敢在我面前狂吹 总有菜汁在大门面前装逼 萧云简直要被逗笑 你又是哪条狗 敢在我面前狂吹 江浩然顿石器的脸都绿 放肆 赵无极冷空荡 你才放肆 这是我的追随者 我飞下第一大将 我让他来这里 你有何不服 江浩然脸色阴沉 不敢多言 虽然他是绝世妖妞 但赵无极是圣地弟子 而他毕竟是来自宗门 论其抵御 终究不如圣地 但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萧云 这是要记住萧云的母人 准备秋后算账 李承帝淡淡开口 小伙 你运气不错 居然没有遇到周飞玉他们 萧云一愣 原来李承帝一直以为 自己是没遇到团灭几人族 他怎么也不自信 周飞玉已经提前去地下等了他 但萧云还得憋着不能说 毕竟实在是太震撼 只见他霸气的开口 小爷的运气一向很好 比如说 这颗菩提果 还没有成熟 一定是在等着我到来 赵无极更兴奋 很好 不愧是我麾下的第一战将 果然霸气不凡 我仿佛已经看到 来日你随我横扫天下的画面 萧云直接亚马待着 神经病了 懒得理他 他现在的心思全在菩提树里 李承帝也在耐心等待 他压根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毕竟只是击败了一个张云飞 而张云飞在他眼里就好比一只蝼蚁 此时菩提树上的最后一朵花掉了 李承帝三人的目光都变得犀利起 紧紧盯着菩提果的同事 也警惕着其他二人 萧云得被他们无视了 他安心 现在肯定是李承帝实力最紧 速度也最快 我断定赵无极和江浩然会联手对付 螳螂不缠 什么在后来 我不欺然 李承帝速度最高 几乎是顺移过去 江手伸向菩提果 江浩然和赵无极看到这一幕大喝一声 住手 放肆 他们同时出手凯向李承帝 而就在此时 地柄飞刀早已经在赵无极和江浩然出手之前射 飞刀瞬间斩在了李承帝伸向菩提果的手臂上 李承帝惊呆了 他怎么敢 他没想到萧云竟敢出手 但他不知道的是 萧云更震惊 不是吧 飞刀碰到李承帝的手臂时 至少削弱了一大半的力量和速度 这祸竟然在炼体级 就能掌握时间减速 眼看赵无极和江浩然纷纷施展绝技攻恶关 当务之急 李承帝不得不放弃摘取菩提果 转身迎向赵无极和江浩然 萧云当了一回老六 李承帝被气哭了 万杨辉你的老坑逼 你见过炼体近90万斤的团体 此时李承帝处立在菩提树前 如同一尊神体 江浩然和赵无极的联手臂击 被他给激怒 两人同时震出肃脉 手里纷纷握了个大草 李承帝的实力太紧了 远处关战的众人皆是无比震撼 是海上升明月 这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异象 他居然能够毫发无所 打退两位绝世妖孽的联手一击 太恐怖了 战神拳 是明天下 两位绝世妖孽 同时发出最强战技攻向的程度 此时萧云已经潜伏到李承帝身后 李承帝早就发现了 但他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当务之急事先解决赵无极和江浩然 他仅仅在自己身后布置了一场 随即推动凝月斩 朝着江浩然和赵无极轰击过去 顿时双方的技能撞击在一起 轰隆隆的爆炸声速逐热 忽然李承帝怒喝一声 放肆 众人皆是震惊不已 只是萧云手持一柄黑色斩肉 一只死活地斩向李承帝的后果 此时李承帝的八成战 都在应付赵无极和江浩然 他到底是一位绝世妖女 即便能够调用的力量很少 却也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然而萧云却在阴森冷笑 竟敢这样小瞧我 哼 这可是你自找 萧云这一刀的攻击拥有90万斤的力量 李承帝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恐怖的危机 怎么可能 萧云怎么会这样起 他马上调用一小部分力量 施展出绝招空间凝固 萧云冷笑道 哎呀 被发现了呀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死心咔咔咔一声 萧云的技能破开李承帝的攻坚负重 一刀斩在他的后背上 李承帝当场喷出一大口西瓜纸 强大的力量将他整个人都挥飞出去 李承帝真的要气扑 这就是万阳辉那个大傻叉说的一届繁体 TMD 在炼体竞见过拥有90万斤的繁体 我被万阳辉坑了 如果李承帝之前稍微警惕一下萧云 也不会败得这么紧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众人纷纷到吸一口雾气 天哪 这是真的 李承帝居然被那家 一刀劈倒吐血 这个混沌圣帝的弟子这么厉害 赵无极和张浩然也都愣着 确实这怎么可能 他们能看出李承帝这次受伤惨重 没人再敢出生 萧云将此升向菩提国 呵呵 时空之急 看来也不过如此 那就不好意思 菩提国小爷勉为其难收下 萧云一举成为了大营家 三大爵士妖孽抢破头的菩提国 竟然被他作收鱼翁 此时李承帝根本管不了这些 赶快疗伤 毕竟菩提国和命比起来 更重他还是很清楚 而赵无极和张浩然刚才被李承帝公飞 无法阻止萧云摘菩提国 但他们不合 摘就摘吧 说话也太欠揍了 小子没想到你能伤到李承帝 不过终究是偷袭罢了 交出菩提国 我可以饶你一命 江浩然依旧不认为萧云比自己强大 赵无极一脸兴奋的叹你萧云 萧云你太出乎我的意料 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 把菩提国交给我吧 带我将来正道大地 你可以做我的代言人 替我巡视万劫 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 如何 只有李承帝才知道萧云有多么苦 但他才不会提醒这两个什么 让他们跟萧云拼得迷死我 他再来捡便宜和乐而不敌 只见萧云一脸不懈的朝着他们勾勾勾手指 过来吧 跪下 臣服于我 今天我就饶你们一命 此话可认是极其狂妄 一脸挑衅两位绝世妖命 但众人屁都不敢放 都在静静吃瓜 毕竟萧云的飞刀可是会打妖子 张浩然忍不了 直接轰出金色掌印杀上萧云 简直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看来今天有必要让你认识清楚 你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 只见萧云一头 九刀飞拳便将对方的掌印封得支离破碎 恐怖的力量透过群 台山倒海一般压向了张浩云 萧云冷哼道 叫你还狗叫狗 来呀 爸爸现在就斩杀你 张浩然被接连阵 他手里简直握了个草 对方的力量居然远远在他之身 达到了九十万级 吃瓜众人忍不住惊呼 我的天啊 萧云一拳就攻退了江浩然 他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 江浩然的脸色比试了三金翔更难道 倒是小看你了 对话真多 再吃小爷一群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江浩然硬着头皮也要上 毕竟他是至尊体 而萧云只是一介团体 只见江浩然猛地召唤出一针巨大力 但下一秒 萧云这一拳竟然将他召唤出的神王一层 吃力破锁 拳头继续攻向江浩然的本体 打得他狂喷西瓜汁 现在他想叫萧云爸爸也叫不出来 萧云看着被自己揍飞的江浩然冷碰到 神王体 呸 也不过如此 萧云揍得江浩然不断吐血 李承帝和赵无极脸色更严肃 莫草 萧云也太强了 江浩然的世界观被震得西子 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不敌一介繁体 他太嚣张了 今天我就让你看清楚 繁体与神王体的绝对差距 只见他大喝一声 诸神灭食 随即在他背后显露出诸神殿的一项 伴随着他一起冲向萧云 而萧云却满脸不息 优鹤 你一项吗 当我没有吗 下一命 萧云背后赫然显露出三十条纪四光 远处的众人全都惊呼连连 什么 那是传说中的大导投影 竟然是混沌体出现 难怪他这么强 他才多大 当年帝天也没有这么恐怖 混沌体作为诸天万界第一只尊体 实在是太耀眼了 哪怕只是铸就了混沌体的东西 也足以让众人震撼不已 此时李承帝愤得咬牙切齿 他恨的不是萧云 而是万羊灰狼坑逼 还堂堂一个太上长老 都已经去混沌圣地试探人家了 结果还没探出这点事 真是个废物 赵无极再也不敢提收萧云做小弟的事 没想到混沌圣地成绩这么多年 居然又出现一个 他修炼混沌精的方式 难怪根本不把他放眼里 在修炼节 谁都知道修炼混沌精的人都是疯 想让这种人沉浮于你 根本不可能 此时场中的战斗已经充出了胜费 萧云爆发出混沌体出心头 他以九十万斤的力量 很快就击溃了张浩然的意识 张浩再次打得吐血 这次他伤势粉色 倒在地上不断的渴血 比刚才的里程帝伤势更严重 萧云可不会手下留起 给自己留下一个大底 他正要斩草树根 突然一到金光岛的面前 萧云 萧云皱眉 他本想杀了江浩然之后 再去解决这二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迫不及 带过来送死 只见赵无极蛮有兴奋 修炼界难得一遇的混沌体 今天居然让我遇到了 虽然你没有彻底著作混沌体 但也值得让我出手 只见赵无极一剁解 身后出现一尊巨大的鼓鼓声音 仿佛太古时期的炼狱战神 地面都被他给踏破了 战神拳 他爆喝一 巨大的拳头已经出现在萧云的面前 萧云冷笑一声 大拳 九十万斤的战力一举爆发 两人的拳头互相拼杀在一起 赵无极不太兴奋 他这辈子都想跟混沌体好好打 果然过意 而萧云想的是 小爷要打到你自愿做我的行动 就在萧云收拾赵无极的空档 将浩然撒鸭子纵身溜走 那逃跑的速度不比谢玉龙的闪电梯 萧云都看到 冷冷撇了一眼 你可真会找时机逃跑 随即催动大道投影看向赵无极 既然那货跑了 那就先收服你 你不是想见识混沌体 那就如你所愿 赵无极知道情况不妙 因为他早已经施展了异性 完命的爆喝了 给我过呀 可依旧伤不到萧云分厚 我不其然 萧云意象一出 那恐怖的权势就跟粉碎天地一毛 一拳便封碎了赵无极的异性 刹那间赵无极感到自己无理无愿 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只拳头威舍天 逃着他轰杀而来 下一秒身体像是被炮弹攻击一样 急速甩出去 他猛地喷出大口红豆纸 此时只听刷着李神 一直待在远处疗伤的李成帝 如同瞬移一般凭空消失 萧云很快便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 从自己的背后传来 你的老六 去死吧 萧云心中冷笑 想要跟我之前一样进行偷袭吗 但你太小说了 早就防着你 就在李成帝接近萧云的时候 一股刺眼的光芒将他整个人复活 不远处有人惊呼 卧槽 是阵法 原来萧云早就布置了阵 李成帝手里铁直握了个大口 此时自己周围的空间竟然凝固了血 让他的速度吃火 接下来就急速飞倒 从四面八方击射而出 将李成帝给覆盖了 只见萧云一脸和善地盯着李成帝 小爷早就等着你上当了 李成帝艰难地挡下了黑刀的东西 而此时萧云走得没给他净 一个神宗部直接闪现到李成帝跟起 当即给他一记得子大拳 这一拳拥有九十万斤的力量 只见李成帝被轰得不断倒退 旁吹红洞 他一边抵挡着萧云的攻击 一边问道 你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萧云一脸得意地冷笑道 可算 没想到吧 在你和张浩然他们战斗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布置阵法 萧云又是一拳后攻上了 可惜啊 你那时候根本没把小爷放在眼里 李成帝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效仿萧云当老六 缺中了萧云的阵法 他脸色阴沉 看来你早就在针对我 我伤得不冤呀 这就是差距 萧云还没竞争龙潮的时候 就在设计对付他 而他呢 却压根没把萧云当回事 这样一对比 李成帝的确输得不冤 萧云咧嘴一笑 呵呵 主要是万阳辉把你说的太厉害 我怎能不重视 李成帝再次压马呆住 心中又又又问候一万遍万阳辉了 公逼 这个蠢作 没有试探出敌人的实力也就算了 居然连自己都给暴露了 他这次真的被万阳辉给坑惨 要知道练体精的修饰 连修炼超级战绩的时间都不够 哪会去研究政府 所以 亚根就没人想到萧云会精通政府 而他便趁着 最凶的事 偷偷布置好了乱空阵和锁龙阵 对付李成帝那是绰绰有余的 萧云再次刷新吃瓜众人的世界观 他才二十岁不到 不仅修炼多门超级战绩 还精通政府 甚至将混沌精修炼到三十六层 一边 萧云的凶猛攻击 一边思索着逃脱的计划 有了 只见他报荷党 赵无极快攻破阵法 否则我被嘎了 下一个就会是 赵无极有点纠结 其实他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 但是他感觉就这么跑得太丢了 萧云将来肯定是他最大的对手 不如趁此机会和李成帝联手斩杀萧云 最终赵无极还是选择了出手 战神拳 只见他狠狠的风向面前的阵 萧云瞬间脸色阴沉 赵无极 这是在找死 给我破 在赵无极的猛攻击 阵法终究还是碎裂了 虽然阵法里面坚不可摧 但外面薄弱很多 轻轻刷的一刷 李成帝顿时从后方攻向萧云 没了阵法 我看你怎么破我的速度 在阵法被攻破的时候 萧云毫不犹豫地施展了金中招 和太极神掌两门防御战机 李成帝这一掌还在金中招上闻刺不动 萧云丝毫不慌 想偷袭我 可惜你铺有速度 力量还不够 战神拳 赵无极也从另外一个方向杀了过 与李成帝一起猛攻萧云的金中招 远处的人纷纷露出惊骇之责 他们之前以为萧云只是一个无名之辈 而他竟然可以一敌二 对决的还是两位绝世妖逆 萧云同时抵挡着两人的攻击 却一脸淡泥 没了阵子 我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今天我就斩杀了你 什么狗屁时空之体 荒谷圣体 在我萧云面前 都是一群垃圾 今天我就斩杀了你们 什么狗屁时空之体 荒谷圣体 在我萧云面前 都是一群垃圾 荣威 吓 李成帝和赵无极同时被镇的偏雀倒飞出去 两人都震惊了 这货竟然有因果攻击 他娘的 戏能是真的多了 赵无极彻底疯跑了 他不甘心被萧云击败 大火一声 战神拳 我为战神 李成帝也拼命了 他将时间之力和空间之力调动到的机械 空间为王 时间为尊 看我一掌破灭时空 两大爵士妖孽拼命一击 合力攻向萧云 顿时间天地色 只见萧云依然一脸淡定 既然总有人想在爸爸面前装逼 那就一起去死吧 龙威 手转大拳 下一秒萧云一抬手 巨大的拳头伴随着一条金色的巨龙气气攻向二人 萧云的拳头狠狠地砸向赵无极的胸 强大的力量令得空间都扭曲 赵无极的身体直接被封的老女 西瓜之根不要钱似的喷射而出 他身形一阵 毕竟英多攻击非常稀释 很少有人能够练成 而萧云竟然将他推演到了究竟 他顿时有些措手不及 而萧云抓住这个机会 一拳便轰击过来 随后众人便看到里程帝吞雀道飞出去 萧云以一敌二 还获得了胜利 他没有依靠阵力 完全是靠自身战略 一时间众人纷纷到西域里面起 实在太震撼了 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半想才有人敢叹道 混沌体不愧是排名第一的制分体 才仅仅是混沌体出行 竟然就已经这么强了 他悟性太拟了 他肯定可以助就混沌体 他若能助就混沌体 那混沌圣帝恐怕要重新反馈巅峰 再次成为第一圣帝 此时叫无极和女 果断的分头逃向两个方向 显然他们也是怕死 也可能是他们刚趴入修炼节 有着无限潜力的他们不想死在这里 那就太不划算了 萧云撇了一眼里程帝逃去的方向 这货速度太快了 还是去追照无极吧 以后得想办法提升自己的速度 追上了赵无极 只一拳他又打得赵无极冰雪倒飞出去 只见他一脸和善的看着赵无极 瞧你干的好事 将浩然跑了 里程帝也跑了 今天不宰了你 简直难消我心头之恨 赵无极仰牙道 萧云要杀便杀 何必这样侮辱我 大不了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萧云冷冷的盯着脚下的赵无极 我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要你当我的追随者 将来我正到大地替我徐世诸天万劫 那时候你便是一人之下 亿万人之上无可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暗说 赵无极气得浑身发动 这里马的不是他之前的台词吗 荒谷圣体只有战死 没有臣服的 你要杀便杀 想要让我臣服于你 简直吃心妄想 萧云一脸和善的看着 你看你又急眼了 怎么刚说两句就急头白脸 赵无极怒吼一声 去死吧 他竟然燃烧了荒谷圣体 狠狠一拳轰向萧云 萧云更兴奋了 不愧是荒谷圣体 你的表现让我很震惊 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臣服于我吧 跟随我征战诸天万剑 将来你也可以称霸一方名流青史 何乐而不为 大落 萧云再一次将赵无极击飞处存 混蛋 赵无极气得磨碎了一口脑 这些话都是他曾经对萧云说的 如此反转打脸 让他感到无比失误 然而他根本不是萧云的对手 仅靠燃烧荒谷圣血爆发的巅峰力 没有坚持多久就恢复原样 萧云暗想 再是最后一次 不能收服就杀掉 这样吧 我们来做一个君子约定 我们两个人谁强谁为主 现在你被我打败了 那就当我的追随者 等有一天你打败了我 那我就当你的追随者如何 哼 赵无极紧咬牙关 沉默不已 萧云打去的 难道你觉得以后不如我 我答应你 以后我每突破一个境界 你都有一次挑战我的机会 赵无极文言脸色大变 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不如萧云 毕竟萧云的混沌体只是出息 未来我不会输给你 萧云微微一笑 爽快 你我分别对混沌大盗和荒 大盗启示可可 赵无极一脸自信 有何不敢 来吧 随即两人马上向各自的大道发誓 定下这个君子约定 赵无极做梦都没醒 自己这么快就真香了 之前还扬言 死也不做萧云的小弟 我暂时就先当你的追随者 等出了真龙草 我就会交到天下 萧云点头 他认为赵无极这种人脸死动物 根本没必要欺评 随即查看顿物戏 恭喜收服一位特殊体质天才 奖励二十次顿物 目前顿物次数192次 这次真的赚大了 距离助就混沌体又近了 萧云站在一旁 等待赵无极恢复伤势 不得不说荒谷胜体 不愧是至尊体 恢复力简直惊愿 此时汤云云终于赶过来 看着赵无极顿时满脸恶人 萧师兄 他怎么了 萧云微笑道 放心吧 他现在已经是我的追随者 自己 赵无极瞥了汤云云一眼 居然还带着女废物 那汤云云却满脸震惊 阿赛 赵无极竟然成了萧云的追随者 却世界疯了吗 荒谷圣体怎么会臣服于人 见赵无极没反过 又不得不信 萧师兄真是烈 别迷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 走 我们去真龙潮的核心地带 找一些蜕变的宝 顺便抓几头真龙遗嘱当作戏 其实真龙潮外的大势力的长辈 已经等候五天了 距离真龙潮关闭还剩两天 两天内如果不离开真龙潮 就会被真龙潮的阵法所斩杀 所以今天就会有人出来 一个个惊人的消息传出 时空之体里成帝无人可挡 一路冲向真龙潮核心 赵无极和武刚一进去就打了一场 谁也奈何不了谁 柳南山和叶无尘刀剑对决 最终也是不分胜子 只见万阳辉一脸不意 地天 好像没有你们混沌圣帝的消息 难道你的徒弟已经凉在里面了 殊不知自己才是个老坑逼 自家弟子全被他坑死 地天冷风道 你别高兴的太子 小心乐及生悲 万阳辉继续嘲讽 地天你就别嘴硬 你那徒弟我还不清楚吗 他不过是你们混沌圣帝的一颗棋子 再怎么利用物神单提升的收尾 也无法与真正的天才抗讽 地天已经在坐等吃瓜了 这老小子竟然误会了 他那拥有八十万斤力量 非非 恐怕太出圣帝的弟子 这次就要吃大灰 万阳辉老不死 竟然讽刺地天要给萧云送中 殊不知自家年轻一代都被自己坑死 地天冷风道 你别高兴的太子 小心乐及生悲 估计他的嘴巴开光了 话音刚落就从底下众人惊呼 今天大瓜 你们想不到吧 太出圣帝的周飞鱼 谢玉龙等九大天子 已经被神秘强者打了腰子 那血之呼啦的尸体根本扑不了什么 乱杨辉听到这消息当场作战 修得一下跟火箭一样从高空跃下 磅礴的气势下的尸瓜众人 都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一样 说 周飞鱼他们是怎么被打的 是你亲眼所见吗 是谁打了他们 那些势力的长辈立刻向老名里 将自家小鸡仔固在身后 别怕 将你的所见所闻都告知万前辈 他老人家不会跟一般见识 万阳辉也意识到自己刚刚太发疯 吓到了小朋友 连忙切换成柔和的语气 少年这才镇定下来娓娓道的 此时天空中的其他老不死也飞下了赤瓜 毕竟周飞鱼等人不是无名之辈 实在是叫人震惊不已 只见地天满脸得意 我刚才还劝他小心乐即生悲 你看 这转眼就来了 吕贤丸也带着一丝幸灾乐福 两人都心领神会 肯定是他那位徒弟萧云干的 换成其他人 就算是有着实力 也不会轻易将太初圣地给得罪干净 少年告诉万阳辉 自己寻宝 无意间就发现了他们尸体 从当时的痕迹看 像是九个人围攻一个被团变 后来就帮他们收拾 说吧 少年打开自己的空间戒指 顿时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扑面来 万阳辉看着这一幕 脑袋轰得一下炸开 飞鱼 玉龙啊 到底是谁杀了你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小蝶突然有点膝带李成帝出来告诉 是他自己坑死了他们 万阳辉彻底气炸了 气得狗看了都哭 他恶狠狠地看着五大圣地 好好好 能够以一敌众 将周飞鱼他们斩杀的 也只有那几个绝世妖念 就连五大圣地的人 也认为是自家小被干 毕竟谁认识萧云啊 万阳辉 对于周飞鱼他们的死 我感到很厉害 不过六大圣地早就有约定 不能把仇恨带到真龙槽外 你们太出圣地是输不起 万阳辉冷分的 放心 我还不会针对几个小被 不过 你们也别得意 李成帝在里面 他一定会替周飞鱼他们报仇的 此时萧云他们赶了两天的路 终于进入了真龙潮的最核心地 萧云怒倒 可恶 难道这里面就没有第二株 类似于九夜天灵芝的宝物 赵无极一脸嘲讽 你以为九夜天灵芝是大白菜吗 一辈子能找到一株都谢天谢地 康云云突然惊喜了 师兄 这里有宝贝 萧云顿时哈哈一笑 不是我有福音 是我师妹有福音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传说中的龙贤果 赵无极继续讽刺 谢 这玩意只能增加十年寿命 只是鸡肋而已 像他们这种绝世妖腻 还在乎十年寿命吗 萧云懒得理他 马上就将龙贤果收了起 对他是没用 但是给便宜师尊和扶灵有用了 时刻也就是百年寿远 此时不远处的山洞 突然想起 萧云顿时两眼冒光 哈哈哈哈 转大了转大了 是真龙一种 听说有龙贤果的地 就有真龙出没 抹然如此 赵无极恨不得原第三段 他太兴奋了 有两头真龙一种 萧云我们一人一条如虎 萧云咧嘴一笑 好啊 正好抓回去当作戏 贼拉风 此时两头真龙一种 散发着强烈至极的恐怖气息 萧云看着面前的庞然大悟 有些迷惑 打你 你管这叫龙 你敢信吗 这条长得跟萧云的龙威技能一样的 竟然拥有八十万斤的力量 萧云虎驱一阵 打你 你确定这是真龙一种 赵无极盯着面前这样 牢向着飞金银片的小狗 兴奋的蹦了 兄弟信我 这就是真龙一种 现在还是幼年 所以看着有点小 等成年就拉风了 就在对话的碰到 两只小可爱张开樱桃小嘴 已经冲他们扑了过 萧云大呼 金龙交给我 黑龙你来对付 因为萧云发现金龙实力更强 当然最重要的是金龙更帅 交手过后 萧云开心极了 他越看金龙越渴 他竟然拥有八十万斤的力量 但这黑龙对赵无极来说 就一点都不怕 而且很可怕 手里剪皮握了个体 这货竟然拥有七十万斤的力量 宝子才六十万斤啊 话音刚落 他就被小黑龙一爪子圆滚滚的踢飞 萧云的战意却更浓了 两只眼睛死死的粘在金龙身上 扒都扒不下来 跑得很 只有这样强的坐骑 才配得上你萧云 眼前这只小可爱月星 他就月星 萧云施展九转霸拳猛的砸向小金龙 九十万斤对上八十万斤 飞机撞大跑 小金龙被萧云一拳砸到地面 萧云很久没有打得这么爽 能够在力量上跟他硬碰硬 除了里程帝 也就只有这只龙宝宝 看出金龙的不甘心 萧云一脸和善的表示 可惜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 成熟于我 做我的做起办 敢拿本龙当初 金龙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顿时怒吼着张开音 吐出小狗牙 都像萧云 萧云大吼一声 来得好 他的船都像变了 是 不断砸向金龙的小狗 周围的大地都裂了 这只小可爱只是被打掉一颗牙齿 和身上的几块鳞皮 萧云震惊于这祸恐怖的防御 打得萧云手都酸了 是打 不 成熟于我吧 当我坐下第一座棋吧 小金龙这次是真的吗 作为真龙一种本龙有句脏话 但是身为龙我不会说话 简直太屈辱 他爆发出 声音如同惊雷炸起 萧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音波攻击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呵呵 就你会龙威吗 他大吼 是 龙威你消逸 那声音空气听了都吓得抖三抖 萧云的拳破 对于畜生说一些大道理是没有用 只能用拳头打负他 但金龙太傲娇了 丝毫没有成所的意思 毕人一流 天地色 萧云已经失去耐心的眼神一流 这会是真看不起我 觉得自己不配他臣服 看来你是没有经历社会的毒打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臣服还是死 只见小金龙再次张开了樱桃小土 倔强的怒吼出龙威 他已经爆发了群 还是不敌萧云 萧云无奈的摇头 再次轰向金龙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萧云又补了一群 吃小爷的九十万斤 他最后被萧云打到三白眼的屁 当即冲杀向萧云 赵无极看这两个小可爱心童的不像 你真是暴殿天物 这可是两头真龙一种 等他们成年 就是圣人级别的 还能拉出去六弯多拉风量 你居然直接嘎了 萧云却一脸不屑 他们骄傲的 根本不愿意臣服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赵无极顿时被怼的哑口无影 汤云云看到战斗结束这才过来 萧师兄 这两头真龙一种的尸体也是宝贝 可不能浪费 吃了这龙肉 你还能再提升十万斤力 八十万斤的真龙一种 竟是十万斤力达了腰 而且是两只 好在汤云云表示 这龙肉吃了还能再提升战力 闻言萧云顿时就乐了 龙肉他还真没吃过 最重要的是 很快就能再练体径达到一百万斤 说吧 萧云就操起家 准备做个二两烤龙肉 赵无极感觉萧云简直是熊猫点外卖 损到家了 不但闯到人家家里把两只小可爱的 竟然还在他家里把他的尸体拿来发给去 最重要的是他怕 在真龙巢里吃龙肉 万一惹弄那位真龙怎么办 反正他是不会吃的 一个时辰后 两人围着勾 汤云云的小龙炖蘑菇和萧云的八里吃都已经饱了 师妹尝尝我的二两蜜汁烤龙肉 好嘞 师兄尝尝小龙炖蘑菇 这两吃货一边喝着龙汤 一边吃着烤龙肉 吱吱吱的水声都喷罩无极一眼 只见他当场馋出十斤头水 那个 让我也尝尝呗 萧云翻了翻白眼 你不是说不吃吗 嘿嘿嘿 真香 汤云云在啃完帝恩之龙创后 神奇的发现身上在冒烟 哇塞 我的肉身在蜕变你 萧云也感受到了体内的变化 类似酒夜天灵芝 不过这才哪根哪 得多吃点身上才会冒烟 他给汤云云又递了一串烤龙肉 来继续干 你马上就能提升十万斤力量 随之他也开始左右开工 兢兢业业做个干饭 不久后赵无极看着身后正在冒烟的二人 他算得不要不要低 听说真龙之血能够让肉身发生蜕 可惜自己的肉身已经达到极限了 提升不了力量 不过龙肉是真相 两只小可爱下渡后 汤云云和萧云盘腿坐下 开始蜕变肉身 他们感觉天地灵气像发疯似的往他们身上拽 帮他们的肉体蜕变 此时萧云的身体散发出金光 仿佛置身于太上老君的炼干鱼 真怀疑下一秒他会不会炼成佛眼精精 然而四个小时后 萧云没有变成孙猴子 却再次提升了十万斤力量 已经在炼体型达到一百万斤 跟混沌大地一样 踏入了传闻中的酒精领域 赵无极看到这一幕只能羡慕及不苦 自己在练体型 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这变态 萧云很清楚有这样的根基 再加上这个变态系 从今以后 九天十地 同境界他将无敌 萧云的名字将会传遍诸天万剑 汤云云也感觉自己跟做了大宝剑一样 他对萧云是感激的要他命都行 谢谢萧师兄 我也增加了十万斤力 不用谢 接下来我们分头去找李成帝和江浩人 他对赵无极说 如果你找到了那两个孙子 马上发信号给我 想要在这里面杀死他 幸好自己现在是他小弟 不然被追杀的就是自己 萧云冷碰到 既然已经结了仇 我不可能给他们时间发育 必须现在除掉 赵无极一口硬下踏空而已 随即不忘彩虹屁 沙发果断 我果然没看错人 等我找到了他 放火烧树以白烟为信号通知 萧云带着汤云云也离开 最后一天了 我们去入口处首都带兔吧 萧云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在练体型已经拥有一百万斤的利益 竟然还有不要命的小时候他坐下 此时他代妹正敢往真龙槽入口 去蹲里城地 忽然天空一声惧醒 又是一个沙雕闪亮灯头 这货直接挡住了二人的去 萧云正想吐槽 哪个不要命的敢在萧云面前撒一 不知道姓萧的都是挂王吗 来人却先开口 那欠揍的表情和语气跟赵无极如出一枕 你就是那个打败张云飞的萧云吧 萧云 我很看好你哦 萧云饶有兴趣的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他当然知道 这会是赵无极的死对头苍天霸替武冈 只见武冈一脸自省 你做我的小弟了 以后哥带你斩杀赵无极 横扫朱天万劫 萧云忍不住抽了抽嘴锦 自己这么受欢迎吗 阿妈阿狗都想收爷做跟班 真是老兽心上吊贤命城 汤云与连忙退得圆圆 他已经默默在心里替武冈点了一种香 哎 一个个都已经够菜了 怎么还要给萧云送走 真同情他们 武冈当即握紧的拳头 狂妄的东西 竟然敢拒绝我 以为打赢张云飞就天下无敌了吗 来 单挑 只见萧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是大愤吗 还要人挑 肯定是自己打败李成帝的事情还没传出去 不然哪有上赞的送上门的顿物 只见武冈一拳横魂打向萧云的脑 去死吧 他准备一击地杀 他觉得整个真龙子 除了那几个绝世妖女 没人能挡住这一拳 萧云也毫不留情地封出拳头 两人的拳风碰撞在一起 准备一声 交手过后 是武冈一脸吃屎的表情 还有咔嚓的鼓劣声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胳膊中 竟然被萧云一拳揍弯了 再也直不起来 剧烈的疼痛感袭来 武冈忍不住嗷嗷大叫 说呜 怎么会这样 萧云到底是什么恐怖的生物 变体精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 没等他搞清楚情况 萧云又是一拳死 来呀 失业的一百万斤 好好感受爱的教育 听风的一声 武冈再次被一拳揍飞 他像一只狗趴在地上 不断的咳醒 真的太邪门了 萧云根本不是他现在可以趟狠的 他转身就想溜走 萧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计划 随即神中部闪现到前方 狠狠送他一拳 想不走 论过萧云同意了吗 然后又是一层 狠狠将他踩在脚底 臣服于我 留你一命 将来随我征战诸天万剑 如何 堂堂苍天霸体哪里受过这样的驱慕 他狠狠咬牙抵死不走 但他更恨赵无极那个转 都怪他压得享受这个变态作形 TMD 这次被他给坑藏了 下一命 一股鼓齐的力 从武刚体内爆发而出 这是什么 萧云一惊 猛的抬起 以极快的速度省开 只见武刚像入魔了一板 爆发出一股 气势 整个周身都变成了血红色 眼神看着都已经不像正常人了 萧云脑袋猛的炸弹 这才恍然大悟 果然是个战斗疯子 你竟然自爆了苍天霸体 很牛逼的苍天霸体 享受萧云做小弟 然而却被更牛逼的萧云 按在地上摩擦 他不甘心便自爆了苍天霸体 萧云鼓去一阵 感叹他真不愧是战斗疯子 赵无极都没有他这么大的祸 来吧 是我最强的一阵 我一段起初醒 萧云已经火力全开 准备迎接他的攻击 只见武刚也火力全开 从小萧云 他大喝倒 哎呀 谁怕谁 下一秒竟然从萧云身边灭了 经过他的时候 还可以加换了血 留下这句话就头也不回的溜 萧云忍不住抽了抽嘴紧 就这 就这 你压得骗我感情 不是说好的拼命跟我打吗 我还没过瘾 汤云云有些担忧 萧师兄 他对你怨恨很深 你就这么放他走吧 汤云云知道他可不是心慈手软 萧云当然想去追 无奈这货自爆了苍天霸体 全用来提升速度 一是追不上 二来也没必要追 他自爆苍天霸体的那一体 就相当于废人了 不足为据 武刚砸溜的朝着入口处溜走 自爆的苍天霸体也只有一百万精力 而且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傻狗才跟他拼命 逃命他不相骂 此时已经是第六天下午 一些年轻修士都已经纷纷从真龙朝出来 里面的宝物是真多 可惜他们也就敢在外围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收复真龙遗址 话音刚落 只听一道逢亮的流 今晚点上一站 众人抬头望去 快看呀 江浩然居然收复了真龙遗址 他怕是要超过几成地 成为最强者了 一个个恨不得抬手甩他一脸 六六六 有人笑了 呵呵 你们怕是不知道 萧云才是爸爸 江浩然和那李承蒂 联手都干不过萧云 圣王中的长老已经乐开了花 浩然干得漂亮 以后宗门定然把最好的都给你 多谢太上长老 此时万阳辉老不死也过来祝福 最重要的是打听李承蒂 有没有找到杀死周飞鱼他们的身体 江浩然蒙了 周飞鱼他们死了吗 不会是他猜的那样吧 他只说自己不知道 至于李承蒂 他不是被萧云的阵法困住生死为不 此话一出无疑惊天俱雷 不光万阳辉 高空中的一道道神念都震惊了 哪里 李承蒂被萧云困住 时空之体也能困住吗 萧云究竟是何方神圣 只有地天笑的那叫一个灿 他早就猜到了 吕贤婉也笑了 你这个徒弟真是不得人 竟然能让时空之体是亏 这才哪根呢 他将来必定会登陵大地 万阳辉老不死依然不行 贤侄你莫不是骗老夫 区区一介繁体能困住李承蒂 张浩然有些人 萧云他那叫繁体吗 他强的变态好 都已经九十万斤了 还繁体呢 人颜万阳辉直接就炸了 脸色一阵白一阵黑 别提有多精彩 他娘呀 九十万斤 这怎么可能 李承蒂才七十万 他们这些绝世妖孽也就六十万斤 圣王宗的长老连忙开口 这么说 你也和那个萧云交手 江浩然点头 第五一是把萧云的英勇事迹都附出了 反正自己跟李承蒂联手 也干不过那个遍体 这件事里面的不少人都看到 吃瓜众人 还有那些人 不死活动的一阵沸腾 一个个都难以置信 万阳辉真是回复当初 他怎么会看走脸 感情九大天才都是被自己坑死 好你个地天 真TMD阴险 竟然藏得这么深 地天都懒得看他 明明是你自己狗眼看人低 小瞧了我多爱 怪得了谁 此时苍天霸体武刚被人搀扶着 曾真龙草草 他全身是血 跑向下一秒就要个片 伤势非常严重 众人都很硬 到底是谁 竟然能让苍天霸体伤成这样 不久前众人都看不死 现在他往那里一阵 所有人像赶鸭子似的倒倒 此时真龙朝外 一个个关于萧云的英语事迹爆出 只见苍天霸体被人扶了出来 武刚 霸天圣地的老不死急的跳起 直接就从云上蹦了下 多谢贤侄送武刚出来 他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粪 贤侄可知是谁伤他 年轻的修饰大声道 是萧云 武刚气若犹斯 像个奄奄一息的死口 小声嘀咕着萧云 我不会放过你 随即又昏了过去 长老探查过武刚的身体后 当场不可置信的怒吼 好你的萧云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逼得武刚自爆了苍天霸体 混沌圣地你们太狠了 文言万阳辉突然心情好了 这或许就是大家一起倒霉的心情 毕天早就猜到是他那好朋友干的 他提醒道 别忘了真龙朝的恩怨不能带走 大天圣地的长老愤得咬一切 好不容易出一个苍天霸体就这么爆了 但他无可耐了 哼 毕天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届真龙朝走着瞧 说罢便拎着武刚 吹溜溜的走 众人再次刷新了认知 这个萧云简直强的变态 已经横扫了真龙朝 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现在很多大门派的强者 都在默默祈祷自家子弟 不要惹上萧云这尊活颜王 吕贤婉不禁反弹 死子年纪轻轻 竟有如此惊人实力 比你当年还要烈 看来你们混沌圣地要崛起 毕天眼中满是欺胆和欣慰 可惜啊 自己只有不到百年的受用 有生之年怕是看不到那一天 此时萧云代妹已经抵达真龙之后出 康师妹 你先出去等我 我自己留下来对付李成帝 康云云抱拳道别 萧师兄多保重 希望你顺利斩杀李成帝 他虽舍不得离开他 但还是有自知之明 自己这点实力 留下来也只是个脱油 康云云 后 萧云当即开始自知圣地 这次他一口气布置了三种阵 势必要让李成帝好好感受爱的教育 兴丹情愿叫爸爸 此时不远处的修士们正可备 刚好看到这名 快看 是萧云 这是要布置阵法对付李成帝 他想赶紧杀绝啊 我靠 这家伙太狠辣了 萧云对他们投去一个死亡 一世老生的 还不快滚 再慢一点 我连你们一起攒 此话一出众人吓得急骨发 这位可是真龙朝民族其实的第一强者 快跑快跑 一个个你对我赶的往真龙朝外海里冲起 场面不亚于发生火灾的逃命现场 李成帝这次完蛋了 可不嘛 萧云就蹲在出口那里 还布置了阵法 我看李成帝这次铁定要被打得七八烂 哎 萧云是真变态 万阳辉老不死人言顿时就坐不住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其实都听到 但是还是想再亲自确认一下 他们刚刚说啥 说萧云要截杀李成帝 此刻一股莫名的恐怖席卷全身 可恶呀 难道他们太出圣地 这一届真龙朝全都要打在萧云手里 上天保佑呀 李成帝千万不要遇上萧云 江浩然此时也挺红情李成帝 幸亏他收服了一头真龙遗嘱 不然也会待到第七天 到时候 恐怕自己也会被萧云打了腰子 真龙朝内 萧云静静盘腿坐下 已经万事俱备 只待李成帝自投罗网 有路过的修饰经过萧云身边头都不顾 走路跟小猫一样 生怕惹怒了这位强者 萧云等到了第七天的黄昏时刻 只见两道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走 其中一人正是李成帝 有一说一这长相 帅的萧云真想打他腰子 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穆千雪 好一对般配的狗男女 萧云就是要让你下半身手 李成帝和穆千雪脸色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要知道他李成帝在练体经就没输 就连老祖宗的头影分身都不是他对手 但却唯独干不过萧云 跟赵无极联手都干不过 真是吃辱 穆千雪更是别提有多打脸 当初有多看不起萧云 现在就有多刮目相看 萧云的声音冷得让人击鼓发凉 李成帝 萧也等你很久 这是我为你选的目的 今天你便要埋葬于此 李成帝气得咬牙切实 萧云 太狂妄 穆千雪忍不住跟他大谈人一道德 萧云 同为圣地弟子 你为何要赶尽杀绝 萧云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前几届真龙潮 他们太初的人对我们赶尽杀绝 在哪里 别跟我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出声 穆千雪顿时像石拉一旦被捅住 话若萧云就站了起 告诉你吧 你们太初的九大天才全都死在我手里 一个不留 等我再送你下去跟周飞于他们团聚 太初这次竞争龙潮的弟子 就全都死光了 人言二人皆是脸色巨变 李成帝愤得眼睛都红了 萧云 我今日不杀你就不是男人 穆千雪大义领难道 死人心狠手辣 已经彻底入魔了 各不铲除 来日必将祸害整个修炼节 萧云本来没想杀穆千雪 文言只觉得恶心 呸 是母表 你当我不敢落水催发吗 今日 你俩都要埋葬于此 萧云猛的爆发出气势 冷眼盯着穆千雪 看得他毛骨悚 忍不住想给萧爷跪下磕头 这人的实力太古多了 他之前到底隐藏了多少 缩地成寸 此时李成帝已经朝着萧云走去 看似粉平常在走 然而却速度起色 只能看到影子从一个点到另一个 萧云 拿命来 几乎是瞬间 李成帝已经闪到萧云跟前 这货的速度太恐怖了 这次定要斩杀死 萧云早已经准备好了 阵法即将启动 来了 然而李成帝突然意识到 就在快踏入阵法的前一层 他突然停住收回手腕 又往后缩了一步 萧云你当我省了 既然知道你已经通阵法 同样的错我怎会再犯 之前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所以才会落入了你的阵法之中 现在你已经是我此生最大的敌人 动动脚趾头就猜到 你这老六肯定是了陷阱坑我 比泰出的其他人强多了 不过他也不慌 就算知道又如何 除非你不想从这里出去 李成帝冷笑一声 萧云曲终就是太想瞧我 下一秒便休得一下身体出现在不远处 萧云直接就压麻呆住了 他娘的 他站着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放临时布阵的地方 萧云眼睁睁看 他一拳一拳攻击 每次都刚好将屏在下面的临时阵的形状 没几下攻击 萧云的乱攻阵 火龙阵和八门特使阵 全都破了 萧云很生气 他辛辛苦苦布置的三座阵子 其实他就这么毁了 发现我藏灵石的地方 你也懂阵法 李成帝大喝倒 使当时攻击体制版的阵法 使才练成精 布置的阵法根本遮不住灵石的气息 我只要调动空间之力 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李成帝毁掉他的阵法后 便露出欠作的表情 萧云没有阵法的帮助 这次我看你还如何跟我闹 仿佛他又是那个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把萧云放在眼里 萧云要被他逗笑了 搞笑 只觉得自己又行 以为我必须靠阵法 才能杀你不少 只是嫌麻烦 想杀得轻松一点罢了 此时李成帝的身体 突然消失在云里 大言不惨 萧云警惕起来 已经准备好施展防御技能 然而下一秒 李成帝突然出现在萧云身后 李成帝使得把萧云背后 猛的一掌急向他 下一秒这一掌 接接失心 紧张照射 萧云知道自己速度不如 在他的影子消失的一瞬 就施展了防御技能 这老六又想偷袭我 他娘的 是不是蓝灵王附体 回回偷屁 李成帝爆色欲 又是一掌猛的心上萧云 这一掌向泰山压底 令得金钟照导一下 萧云心中一惊 他能感觉到 李成帝的速度和力量都变强了 然而李成帝却比他更镇静 TMD啊 你的金钟照怎么比以前更硬 我都八十万斤了 居然还打不破这破头案件 萧云恍然大悟 难怪你敢大言不惭的说要击败我 原来你是增加了十万斤力啊 只可惜你运气太差 遇上了萧云 我也增加了十万斤 如今已踏入酒精领域 此话一出李成帝的震惊之色 不亚于看到了蚊子徒手兼元祖 哪里 那可是一百万斤 有史以来 不是只有传闻中的混沌大帝达到过吗 他萧云竟然达到 李成帝嫉妒的发狂 这祸如此妖孽 今月更加是留你不得 他报费于 先重掌 这件无数大掌从李成帝四周散感 每一掌的力量都如泰山压底 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攻向萧云 我看你能听多久 风鸿鸿 萧云一耳金钟罩不停 丝毫不慌 反正李成帝不可能瞬间攻破他的防御 看似李成帝占据上风 但实际上萧云只要命中李成帝一次 以他的一百万斤 马上能将李成帝轰飞出去 一刻钟后 李成帝的手握 萧云的金钟罩依然稳如牢狗 他似乞而动 等你小子打累了 让我赶到你 一招送你上膝天信不信 李成帝终于意识到 这样下去自己会先撑不住 手麻了 此时萧云瞅瞅瞅时机 地柄飞刀修的影响 如同闪电般杀向李成帝 这一刻李成帝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娘呀 这一刀能爆头 他咬牙勉强施展过时间 幸亏最终擦着他鼻梯躲过去 想想还是让人急鼓发烈 萧云冷坑一声 心里不由地感到遗憾 可恶 就差一点 好不容易逮到的机会没打了 现在他一定会防着我的飞刀 拳头进不了身 难搞呀 不过萧云有自己的打 李成帝不是还带着一个脱油瓶吗 哈哈哈哈 只见他手中的飞刀 最羞翼不断的死 像洪水般席卷向李成帝 李成帝始终便跑了西边 又从西边踩到东西 整个人躲闪的狼狈 他根本没机会攻击到萧云 萧云的飞刀也打不中李成帝 二人一直在拉扯 谁也奈何不了谁 李成帝暗讯 一旦被困在这里就是了 萧云我不陪你玩了 等下次圣帝交流怪 我们再一分高下 说把他闪到木千雪身前 准备带他一起离开真龙巢 想走 问过你宵夜了吗 萧云还没玩够呢 他还有十万把飞刀 他冷冷地盯着李成帝 又是处 飞刀不离 下一秒李成帝心意躲 直接飞身闪过 飞刀直嗖嗖地攻向他身后的木千雪 此时萧云猛的一个踏步 闪到木千雪身后 将人就走 随即手持一柄飞刀 吐出了木千雪的脖子 李成帝不想他死 就乖乖留下 这一刻木千雪是真的怕 别别杀我 他知道萧云有多目心狠身 刚刚自己还那样骂他 萧云看着不远处的李成帝冷笑道 那就要看你的道理有多爱你 木千雪的眼中满是七球 然而李成帝只是淡淡开口 对不起千雪 等我成帝那一日 我不会忘记 此时木千雪的泪水早已滑落 这一刻他对李成帝彻底死心 最看不起的男人救了 最爱的男人抛血了 李成帝竟然拿老婆炸萧云 可即便如此 他却依然不是他对手 此时萧云未逼李成帝 留在真龙巢跟自己快乐的玩意 挟持了木千雪 本以为他会为此停留 然而李成帝根本不在乎这女人的死 他一抬手 木千雪身上爆发出一股巨大的 仿佛马上要爆炸 萧云也瞪大了眼珠 这副竟然早就在木千雪身上做了手脚 下一秒只听风的一声 木千雪被炸得吸血 而萧云也被炸飞出去 这还是他在真龙巢第一次受伤 萧云冷坑道 李成帝 你好狠心 局势瞬间逆转 李成帝突然转身攻向萧云 纷纷 女人只会影响我出掌的速度 萧云洋装打不过 露出恐惧的表情朝着真龙巢出 好走 萧云不陪你玩了 只见李成帝乘胜追击 萧云 这次你逃不掉了 去死吧 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我 然而下一秒萧云嘴角却扯起硬的邪想 起阵 笑死 逃不掉的是你才对 此时一座巨大的阵法生疼而起 瞬间将李成帝给困住 李成帝气得甩他一脸老六 你居然还有一座阵法 萧云也不装了 闭脸霸气的继续起阵 那种明面上的阵法 是我故意摆给你看的 还有刚刚的一切 都是为让你放松起屁 这座索隆阵才是我真正的杀手底 李成帝在心里暗骂萧云是真的狗 为了逼自己重击 都可以拿奥斯塔小金人 不过他很清楚 现在的形势对自己很明 因为有所龙镇的存在 他再也无法靠速度来赶图萧云的记录 反观萧云依然生龙虎 感觉怎么打都不掉血 萧云当即飞跳起来狠狠地轰杀死 你们太初对混沌所做的一切 今天都要还回来 给我吸内 只见李成帝能够有 身体就像一座大火山被影 萧云 你逼得我燃烧时空之体 今日若不杀你 我必定是不罢休 月神之刃 此刻萧云手里简直握了个草 这祸的力量在不断攀升 竟然也达到了一百万斤 萧云的九爪霸拳 根本挡不住李成帝的这一击 毕竟同样是竞技领域 萧云只是混沌体出息 而李成帝是完整体 强大的力量如同火山撞地球 萧云被击飞出去 他冷笑着擦去嘴角的血迹 很好 这还是萧云第一次被童街修饰给倒飞 能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真让人开心啊 看到你燃烧时空之体 我浑身每个细胞都开始飞 来在这 萧云再次冲向了李成帝 此刻他把李成帝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对于强者 萧云还是非常尊敬 李成帝眼里充满了自信的光芒 来啊 叶神之斩 九爪八犬 这两个人已经化作战斗风格 他们你一拳我一拳 不断的奋力搏杀着 爆炸声接连起 沐浅雪的棺材板都盖不住 突然李成帝修的一下闪到萧云身 下一秒他猛的施展出时空残向 只见无数道身影将萧云包围 与此同时李成帝的身身已经摧毁索瓶阵 萧云 没了阵法你死定 李成帝燃烧时空之体 最后却连小昆昆都保不住 此时没了萧云的阵法限制 他速度更快 感觉自己又行 一掌横 拍向萧云 萧云的太极图出现裂 但他也施展出九转霸权与李成帝 李成帝撞到一起 下一秒两人的身体同时被阵的倒退 只是萧云退得更快 但他依然 手中的飞刀如同 你一般不断的击射而出 李成帝被迫走 无法再进萧云的身 只见萧云一点都不慌 你萧云还有十万米飞刀 而你的力量只是暂时的 我倒要看看你的时空之体能燃烧多点 文言李成帝隐色巨变 这货虽然说话很欠揍 但却很有道理 时间一短 自己的时空之体必定会烧 到时候就会跟武刚一样成为不同 他暗想无论如何都要冲出去 此时他离真龙潮出口 还有次要去 萧云的飞刀如洪水般写 李成帝穿梭在其中不断闪躲 想冲出去 萧云此时像一尊佛像 立在了真龙潮出口处 金钟罩和太极神掌被他运用到了极致 同时他手里还在不可发射处飞刀 真正做到了攻防一体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今天你必死无疑 此时李成帝硬扛着萧云的飞刀进行 只见飞刀划过他的肩膀 他也没有停止冲锁 因为他感觉时空之体要燃烧殆尽 下一秒 他一掌灯在萧云身上 他这一掌威力剧 直接就拍碎了萧云的金钟罩 连同太极神掌一起碎 但李成帝刺死也猛 腾出一大口西瓜纸 很显然他用了禁忌招数 被反射了 萧云冷笑道 开始玩命了吗 时空之体还真难对付 不过好在我早有准备 下一秒他手中出现一笔战子 那是师尊送给他的36万斤的金针菇 战刀直接 让李成帝攻向萧云的那只手 李成帝痛得脸都略了 此时他伤势已经非常严重 但他也是一个狠 根本步步的伤势 只想着终于能逃出去 因为他刚刚虽然被萧云砍掉了右手 但那一掌有机会的萧云 他紧咬牙关朝着真龙逃出来 开始玩命了 然而萧云怎么可能放过 只见他催动100万斤力 准得将那把36万斤的金针菇 送向李成帝的双腿 下一秒李成帝的双腿 直接就被玄铁战刀给他 西瓜枝不断喷射 蚕之飞飞 李成帝此刻惨的一批 整个人痛苦的脸都扭成麻花 右臂和双腿都被卡得吸引 原本潇洒了 现在近乎成了一只丑陋的独角 不不 是人棍 但是李成帝依然没放弃 紧凭着妈妈我要回家的信念 用谨慎的一只左手 狠狠地撑着地面发热 让自己的残痴飞向了真龙逃出口 萧云看到这一幕压麻该出 感觉自己像个反派是怎么回事 TMD啊 这祸真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萧云也紧凭着妈妈我要杀了他的意志 抬手射出五笔飞刀 此时的李成帝已经燃尽了尸空之地 所以他根本无力躲闪掉萧云的飞刀 只是萧云手滑射偏了 好像一只小星射中了李成帝的兵 不知道下去会不会变成李姐姐 萧云的五把飞刀全部打中李成帝 这会直随变成了李姐姐 漫画有所删减 小编会在结尾处捕上删减的精彩部分 耐心看完 此时所有人的眼睛 都死死盯着真龙潮的出口 因为他们知道 两位绝世妖孽正在里面生死一战 他们都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王 突然有人惊呼 出大事了 萧云杀疯了 李成帝被萧云困在出口处 万阳辉老不死顿时脸色巨别 他求爹爹到哪 希望李成帝不要遇上萧云 然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 萧云真有这么强吗 那传信的弟子宫是 为万长老 萧云不仅铸就了混沌体雏形 还拥有一百万精力 达到了炼体精极限 万阳辉文言惊呆了 TMD啊 原来文字真的可以徒手接住原子大名 在炼体境界达到一百万精 史上除了混沌大帝没人达到过 萧云再次刷新吃瓜众人的世界观 我靠 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些所谓的天才们 此刻无比惭愧 因为他们拥有二十万精 就已经自傲不凡 天生剑体业无存 还有先溜为进的江浩人 以及曾经败给萧云的张云飞 这几个绝世妖孽都忌惮不已 他们暗想此人必将是我地路上的大 不过张云飞这活现在倒是笑出声乱了 他觉得 败给这样的绝世妖孽 简直是莫大的荣幸所 你们甚至没机会跟他交手 此时地天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红 哈哈哈哈 无图有大地之姿 收萧云为图真是他此生最得意的事情 吕贤婉也笑着恭喜他 那是自然 反观万阳辉却跟死了爹妈一样心都在滴血 他简直被自己蠢服了 如果李成帝出了事 派出圣帝的那些老不死 肯定不会放过他 该死的萧云 该死的混沌圣帝 该死的地坚 突然一个只剩下半截身躯的不明飞行物 从真龙巢里连滚带爬的冲了出来 万阳辉老不死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李成帝 他一个标准的华桂猛的华道的声音 成帝 怎么会这样 万阳辉忍不住老泪纵横 只见李成帝不光右臂和双腿背骨 身上还扎着五柄飞道 最让大家头皮发麻的是昆昆上都扎着眼 吃瓜众人忍不住捂住了下地 他到底经历过什么 竟然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李成帝奄奄一息的开口道 太太太上长老 你不是说 萧云是失误神丹的凡凡婷 万阳辉文言对萧云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自己终究是大义 当时被那小子奥斯卡演技骗了 成帝莫在说话 放心我不会让你死 他连忙推动林立帮李成帝疗伤 手脚好说 有宝物都能恢复 问题是心脏上的那把飞刀 只见他边疗伤边甩脖 萧云残忍成性 已经入魔了 太出圣地断不能容忌 帝天在旁提醒说 别忘了真龙朝的约定 说好的仇恨不能带出来 而且你们往界杀了我们多少混沌圣地弟 众人也开始纷纷嘀咕 就是 他们太出自己不要脸 非要久得杀一个结果输了 偷鸡不成是拔米 既不如人还恼羞成怒 此时背后传来一声风凉话 大家不要这么说万长老 如果不是他在我们混沌圣地要武扬威 还帮忙编造虚假情报 我也没机会做这么充分的准备 萧云在此多谢万长老了 众人看到萧云的身影 开始飞躲 阿塞 是萧云 英雄出少年 不愧是本界最大黑猛 而小说中李承帝想带着木千雪逃离真龙朝时 萧云的飞刀射向了木千雪 李承帝在关键时刻挡在木千雪身体 并且贺令他速速离去不要管自己 木千雪对他爱得死去活来 最终忍着心痛朝着真龙朝出广飞去 而此时 一座巨大的阵子将木千雪给困住 萧云立刻道 李承帝 你敢破坏阵子 我就先杀了木千雪 李承帝被迫跟着萧云进入了阵子 阻止他击杀木千雪 就在两人你一拳我一掌打的正激烈时 木千雪偷偷溜了出来 萧云看着被自己重伤的李承帝忍不住朝头 这不是太初圣帝的绝世妖孽李承帝吗 怎么会这么凄惨 是谁干的 我萧云怨称他为同辈最强天子 众人转头望去 便看到萧云非常悠闲地走出了真龙朝 木千雪一脸愤恨地瞪着萧云 萧云则懒得理他 他看着正在给李承帝治疗的万阳辉 则则问道 师尊 这位李师兄还有救命 逼天缓缓开口 不好说 这最后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 对他非常致命 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萧云不由地轻叹道 哎 没想到李师兄年纪轻轻 就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我们修炼界的一大损失啊 木千雪已经忍无可忍了 萧云 你不要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 这还不都是你干的 萧云一脸人出无害地说道 木仙子 你怎么能随意污蔑别人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杀了李承帝 我区区一介繁体 哪有实力斩杀一位时空之体 木千雪气的大姨妈都提醒了 是繁体 还要脸吗 什么你 现在你还有心情大吼大听 还是先关心一下李师兄的伤势 他看着李承帝的下半身 折折可惜道 哎呀 这一把刀居然插在李师兄的昆吞上了 师尊李师兄的那傻还能保住吗 不然木仙子岂不是要守博广 第一天差点笑死 不得不说 这一刀实在有点精彩绝乱 恐怕他的昆昆是很难恢复 萧云文言大声惊呼道 天啊 那李师兄岂不是要变成了李姐姐 他满是同情安慰着木千雪 木仙子 男人都没个好东西 你也别太失望 李承帝只是贪恋你的身体 只有女女才是真爱 所以你和李姐姐一定会信你 等你们大婚的时候 给我发张情条 我一定前去喝喜酒 我现在就提前祝福你们姐妹俩幸福快 白头到老 萧云 你看 木千雪木姿欲裂 急怒攻心 气得喷出一口老血直接晕了 书名和漫名都留在评论区哦 萧云这干的是人事吗 竟然把荒谷圣帝未来的神子管来当小弟 惊得两位老公子差点当场可屁 此时万阳辉正全力推动自己的本身之力 为李承帝疗伤 萧云看着他嘖嘖可惜的 哎 不知道李师兄 我不 是李姐姐能不能活下的 要是死了 我会心疼的呀 萧云都被自己感动坏 对敌人都抱有这种仁慈之心 今日之后 我萧云可以被称为仁义圣子 这一生生李姐姐 让诗瓜众人都忍不住笑 但又急忙捂住了樱桃小组 就连帝天和吕贤婉也都在变醒 他们毕竟是前辈 到底还是要保持一份风范 哈哈哈哈 风范个屁 他们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此时李姐姐又缓缓睁开了眼睛 伤势逐渐稳定下来 总算是保住了小弟 而万阳辉就惨戚戚了 他耗费了九成多的本人之力 现在已经是风中残煮 就算没死 也没几年可活了 周围的人议论纯粹 堂堂天敬大脑 竟然即将陨落 没办法 万阳辉必须得保住他们太初唯一的气味 萧云惊呆了 这祸还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弟 这样都能活 不过他无所谓 李姐姐现在都打不过他 以后更不可能了 万阳辉瞪着萧云冷声道 我承认我看走眼了 但我相信 这仪式成道主 唯有李成帝 他坚信李成帝将来一定会帮他们太初起刷今日的池 萧云却满是嘲讽的打趣 李姐姐的确不烦 我萧云很佩服 万阳辉没有理会萧云 而是看向了帝天 我先去九幽之下等你 到时再看谁的弟子能够正当大力 随即羞的一声抱着李成帝消失在云 帝天不由的嘖嘖胆叹 他和我争了多年 却没想到会死在我徒儿手中 比我还要早死也 福尔 我们也回去吧 吕贤婉拱手向帝天道 汤云对萧云忠实有些依依不守 以后你会来山水宗做客吗 萧云点头 会的 萧师兄再见 汤师妹再见 萧云目送二人踏空离去后 便开口问道 师尊 我在里面收了一个小医 按照规矩 是不是可以带他回我们混沌圣地 帝天全赢道 当然可以 我们混沌圣地广纳有名之士 只要他愿意跟你回去 萧云死死盯着真龙朝出口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才看到赵无忧郎被不堪地说 整个人看着就像刚从毛坑里捞出来 萧云连忙嘖嘖打去的 你就是去干嘛了呀 莫得这副模样 赵无忧一脸摔向的本是倒霉的 找李成帝的时候 碰到了一头九十万斤的真龙一种 本来想收复他 结果给我整个差点嗝屁才好不容易调了 萧云闻言却跟个变态似的 花红子流了一种 花擦 九十万斤的真龙一种 吃起来肯定美滋滋 他们各自圣帝的两位老不死都忍不住 他们很熟嘛 此时萧云终于想起被晾在一旁的地铁 师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收的追随者赵无忧 文言碧天和方谷圣帝的老不死都称报了一遍 我逼着娘娘 说什么 绝世妖孽也能收来做小弟的吗 绝世妖孽也能收来做小弟的吗 方谷圣帝的老不死气的嘴都歪了 大胆萧云 太狂妄了 别以为击败了李成帝 就可以这么侮辱方谷圣帝 这小子是出门没吃药吗 再就做什么白日梦 他宁愿相信老婆比李又老 也不相信赵无忧会追随于他 毕竟赵无忧那可是他们方谷圣帝未来的神子 萧云见老不死对自己这副字的 也没给他好脸子 我是那种会说谎的人吗 你可以自己问赵无忧呗 方谷圣帝的老不死冷空的 简直笑 有什么可问的 你就是一想天开 他嘴上硬气 身体却很诚实的看向赵无忧 无忧 怎么回事 赵无忧从刚刚就没反过 老不死有一种不好的预论 现在心里慌的一批 无忧 快告诉我 他说的都是假 赵无忧冷汗连连 看都不敢看他 林长老 萧云说的都是真的 我现在就是他的追随者 这话一出 自愿老不死惊的差点原地 他娘呀 这才刚吃了太处李姐姐的大瓜 现在就轮到自己头上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自家最拿得出手的方谷圣体 竟然成人家小弟 赵无忧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他自信了 这是我和萧云的约定 谁强谁为主 现在他比我强 我便一诺千金跟随他 但我将来肯定能打败他 让他追随我 文言荒谷圣帝的老不死 感觉赵无忧这傻小子 肯定被萧云续批 他实在是难以接受事实 你想过没有 从来没有圣帝的圣子 当别人的追随者 赵无忧 你这样治荒谷圣帝的脸面于何地 你将来必定会一臭万年 成为荒谷圣帝的第一罪 赵无忧一贪水 啊啊啊 没那么严重 有我无敌 等我打败萧云正道大力 届时荒谷圣帝也会贵求我回归 萧云在旁则则称赞 不愧是我麾下的第一大戒 果然有志气 待我将来飞升仙界之后 你便是这九霄大陆的第一强者 赵无忧狠狠瞥了他眼 你别太得意了 我早晚会打败你 灵长老气的手心都扣出去 他还想让帝天去劝劝萧云 我们荒谷圣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这件事你最好给我们一个交代 帝天不屑道 这是赵无忧自己的事情 老夫管不着 再说又没人请过 又何须交代 灵长老气得头发掉光了 他几乎是用头 赵无忧 我不许你跟别人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赵无忧依然是一板头牛都拉不动 非要跟着萧云 自己今日若防腐 从此心境必定会留下破绽 再无证到大地的机会 文言灵长老仿佛史拉一旦被堵住 赵无忧说的有道 他如果当众防腐 不光会留下心境破绽 还会凝郁扫地 到时候丢的还是荒谷圣地的 他也不再纠缠 只是狠狠地警告了弟弟 这事情没完 我要先回去禀报圣子 你给我保护好赵无忧 说把他便踏空离去 吃瓜众人恨不得 甩萧云一脸666 天哪 赵无忧居然成为了 萧云的追随者 简直太逆天了 我感觉他会成为 第二位混沌大帝 不过两大圣地 不会因此开战 很玄 反正整个修炼界要轰动 此时真龙巢也马上关闭 还没出来的 基本上已经耿屁了 走吧我们也回去 第一天带着萧云和赵无忧离开后 真龙巢入口出的星光消散 很多没等到自家后辈的长老纷纷怒口 真龙巢关闭 那我徒弟岂不是死在里头 其中天高圣地的老不死 简直一副要吃人的命 他不敢相信 柳南山居然没有出来 到底是谁杀了他 那可是他们的圣子 只见一个年轻人斩钉截铁的开口 是萧云 我远远地看到他杀了柳南山师兄 他横扫真龙巢 轰动修炼界 却被自家圣地的无知蠢货 说成贪功冒进的神区 然而达脸总是处不及早 此时柳南山被萧云打掉的消息 传到了天刀圣地那位老夫死的耳朵 那货直接拼兮兮上身 更不得砍萧云999刀 混沌圣地 你最好给我们天刀圣地一个交代 无奈萧云他们早就走了 他只能赶紧踏空离去 回避真龙巢的消息 底下众人纷纷开始幸灾乐 混沌圣地惹上大麻烦 柳南山的爷爷可是个狠角色 据说是上古总统 就连帝天都不是他对手 此时白云之上的萧云挺开心的 除了担心里程帝会去修炼 葵花宝典和辟邪剑 帝天疑惑的 徒儿想修炼了 为师定当精尽全力为你寻找 萧云却抽了抽筒 师尊 还是算了 我对那两门功法不感兴趣 而赵无极却眼睛一亮 难道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 是什么绝世神功吗 我若能得到 岂不是可以一举超越他 此时混沌圣地的圣主 早已在山门外等候多时 算算日子 帝天和萧云他们也该回来 突然一个弟子惊呼 快看 有人回来了 不过是天一太上长老和楚经萧 圣主难免有些失望 他更期待的是萧云 毕竟萧云的实力比楚经萧强太多 天一连忙上前行命 圣主让他不必夺了 这次真龙巢之行 楚经萧有什么收获吗 天一老不死可骄傲了 拖圣主的福 我徒儿这次很严重 暮光踏入了二境领域 还得到了一颗天地 众人纷纷惊呼 哇塞 楚经萧这次的收获这么大 恐怕将来有机会成为圣主 一些高层都对天一老不死 投去了羡慕极度困力 天帝国 那可是能够帮助天境 大能突破的制度 天一这下有苦了 应该能一举晋升天境巅峰 天一老不死 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目光 心中暗息 自己马上就能超越地天了 成为混沌圣地的第一太上长老 反观楚经萧就不可能了 屁颠地去帮师尊寻耀 自己啥好处都没捞到 如今物神丹已经把他榨干了 想再进一步绝无可逃 圣主突然开口问道 不知这次萧云表现如何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 天一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让楚经萧第四天救出来 毕竟他实力太弱 得到宝物就撤才是上次 圣主也赞赏地点了点点 此时楚经萧突然嘴欠开口了 圣主 我听说太出圣地的周飞鱼等久 计划为杀萧师兄 后来萧师兄就了无音事 闻言众人轰针倒吸一口吞起 那岂不是太出的排名前世 除了李承帝都去杀萧云吗 那他肯定凉凉了 圣主此时也心凉了半截 感觉萧云的存活概率不小 天一老不死 则则可惜 这都怪萧云提前暴露了实力 都没进入真龙巢 就当众打败了张云飞 又把赵无极不放在眼里 如此狂妄不知天高地否 注定活不长久 地天还是不会交徒弟的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如此之魔 此时天边传来一道弘亮的声音 谁说我地天不会交徒弟的 圣主的身体狠狠一缠 萧云还活着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地天师徒赫然出现在上口 身边还跟着一个赛亚人 天呐 萧云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是谁啊 然而更震惊的消息从地天口中传出 我徒儿萧云此次横扫真龙巢 一举灭掉太初九大天才 重创时空之体 并且踏入了酒精领域 现在拥有一百万精力 让我混沌圣帝一雪前耻扬威天下 众人仿佛看到了蚊子徒手接住原子 这简直太震惊了 圣主此时已经激动的哭了 天知道他当时有多怕萧云美 只有楚经萧和天忆老不死那脸色 简直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萧云收了个荒谷圣体做小弟 回到圣地真是把装备文化发挥到极致 此时楚经萧师徒脸色 简直比吃了石金翔更难看 这两货刚刚还被众星比月 现在根本无人问津 大家都巴巴的在吹萧云的层红体 一个个恨不得给萧云跪下挺鞋 斩杀太初九大天才 重创理成帝 太猛了吧 一百万精力 我们圣地要出第二个混沌老祖 圣主校的嘴巴就没合拢 萧云你帮我们混沌圣地狠狠 出了一口论气 真是大功一简 说吧 你要什么奖励 萧云虽然对外人嚣张 对自己人却谦虚的不像放活脱脱的三好学生意味 哎呀分内之事 岂敢要奖励你 您实在想给就随便给点吧 不管什么弟子都不会嫌弃 文言帝天哑马呆住 感觉自己徒弟实在太无耻 刚刚还说不求回报 现在把球踢给圣主 当着这么多人的命 圣主肯定得给他一个拿得出手的宝贝 圣主其实早有打算 好 我这里有一件宝贝 希望你喜欢 下一秒只见圣主手中凝聚出一笔碑剑 上面的真龙仿佛是有生命的 一看就不合 这是金龙剑 希望能入圣子的法眼 萧云连芒丹西跪下 郑重的接过神剑 仿佛太子受印仪式 而实际上这把神剑 就是代表的神子身子 众人森森惊夫 实锤了 看来在圣主的心中 早已经把萧云视为神子 人家本来就是神子好 递天非常满意的摸了摸骨子 甚好甚好 这样一来 只待萧云打败其他圣子 就可以直接晋升神子 此时圣主才好好的看了一下赵无极 我看不知道 看了还是不知道 哎妈呀 死子是谁 怎么会拥有荒谷圣体 荒谷圣体 众人都震惊了 纷纷将目光投向赵无极 天一老不死开口了 死子是荒谷圣帝的圣子赵无极 至于为何来这 就无从知晓了 闻言圣主疑惑的 看向了帝天和萧云 只见帝天抢先开口 这是我徒儿的追随者 说完这句话 他感觉心里特别熟 他已经能想象 他们被惊得外交里面的感情 只有想 抽了抽嘴角 师尊真是为老不尊呀 居然抢的装备 您老人家付过版权费了吗 众人纷纷抬头看到母牛坐飞机 流上天了呀 人家荒谷圣帝的圣子 目标不都是正道大帝吗 怎么可能给萧云做小帝吗 圣主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一句 萧云笑眯眯的拍了拍赵无极 千真万许 来无极 跟我们圣主打个招呼 堂堂荒谷圣体被迫跟宠物 必须听萧云的话 他很不情愿 但还是低下了他傲娇的脑 乖巧的公事 晚辈赵无极 见过混沌圣帝圣子 这下失垂了 众人又看到了老婆丙里有老婆 圣主叫的那叫一个灿烂 哈哈哈哈 不必多礼 我们混沌圣帝不会埋没你的天主 以后你在我们这里 地位等同于其他的圣子 文言赵无极有些感动 他以为跟着萧云会像的仆人 而圣主居然给他圣主的地位 这样想来跟着萧云好像也不错了 萧云刚回底红 就惹得两大美女为他争风吃醋 真是蓝颜祸首 此时赵无极快感动哭了 自己一个追随者 说难听点就是萧云的谱总 居然和方谷圣帝一样 有了圣主待遇 他真心的鞠躬行为一礼 圣主是有格局的 他这样做就是提前投资赵无极 毕竟赵无极的实力摆在那里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有意 一切安排妥当后 圣主便让地天先送他们回地头 此时天刀圣帝的一座大殿前 那位护送柳南山的老姑子 正在磕头谢了 那么大的绝世妖孽 带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回来的时候连师谷都没了 不过话未说完 大门质爱一生被打 只见柳天都走了出来 别看这货也就三十岁的样子 其实他是柳南山的爷爷 有着上古重铜霸刀之称的 天刀圣帝神秘 我对那位斩杀男生的年轻人 很感兴趣 不知道他将来是否够资格 成为我地路上的对手 随即他眸光扫向跪在地上的老子 至于你就自认倒霉吧 他眼中喷发出一道道神 射向跪在地上的老子 令得他身体开始扭曲 毫无还手之力 扑通天刀圣帝太上长老娘娘 此时萧云和赵无极已经回到地方 我回来了 大家有没有想我 徒林林小雅席春雨三人 都是一脸激动之色 小雅最先开口 师兄 我就知道你能够逢扫真龙头 你果然是最棒棒的 徒林和席春雨也表达了注 刚刚递天装备的嗓门太大 大家全都知道了萧云的战体 萧云像是回到家里 笑得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又跟他们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小弟赵无极 三人直接惊呼出声 哇塞 少主太牛掰了 赵无极摆着一副臭乳 哼 没事的话 我先去修炼了 等到了聚齐景 我再来挑战 第一天则是让徒林先去给赵无极安排注册 小雅对赵无极就很不爽 哼 都做了我师兄的小弟 还这么狂妄 真当他还是荒谷圣帝的圣祖 萧云笑着摸了摸小雅的脑袋 说对了 他虽然是我的小弟 在混沌圣帝也依旧等同于圣祖 你没事别去招惹他 小雅点了别嘴 知道了师兄 他又不舍 就是看不惯他对萧云的态度 随即萧云便看向习春雨 劳烦其师妹送我去换摩他 他要在晋升聚气劲之前 打败祖师爷的分身 夺得炼体禁止上排名第一 毕竟那可是一百次动物 别浪费 白云之上 萧云美女在怀 让其他弟子简直羡慕极度没有 习春雨被他这样搂的腰 脸上泛起一抹红韵 而小雅气补补补了 他简直极度的发狂 可恶可恶 我现在也会遇见飞行 为什么师兄不绕武送我 萧云又不舍 在他眼里小雅 还只是个没长大的小丫头 哪有习春雨这样的紧紧香 当然 他是不会沉迷于温柔香的 他的目标可是正道大 横扫诸天万计 这次一定要打败祖师爷 萧云挑战换摩塔历史最强者 惊呆的混沌老祖 萧兄 怎么会是你 就在习春雨带着萧云飞向换摩塔 萧云查看了顿物戏 他惊奇的发现 自己现在已经拥有233次顿物 有一说一 这次去真龙跑 收获是真大 接下来只要打败祖师爷 再获得100次顿物的奖 那他就可以铸就半部混沌体 向他的师尊递天 现在便是半部混沌体 很快二人便抵达幻魔塔 萧云也跟了过来 萧云让他们二人先在外面等待骗子 随即便只身踏入了幻魔塔 很快萧云进入幻魔塔的消息便传了出去 习春雨和萧云眼看着前来观战的人 是越来越厉害 就连一些老不死和高层都来了 萧云都排名历史第十了 难道还想要挑战第一名吗 这家伙也太疯狂了吧 那可是横扫诸天万界的混沌大帝 众人眼中都充满了不可置信 而小雅和习春雨对萧云充满了自信 即便那是镇压千万年岁月的无敌人物 但他们相信萧云更烈 一定会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从此名流轻视 此时萧云已经进入幻魔塔内 幻魔 我要挑战练体经历史最强者第一名 幻魔应声吧 祖师爷猛地展现出自己的三千条大道头 我等这一日很久了 恐怖的威压令的萧云感觉自己周围的武器要抽搁 这简直就是蚂蚁打大象 即使这样萧云依然坚信有我无敌 此时幻魔塔外早已人山人河 主要是萧云的战绩太彪悍了 而现在他又要挑战组师爷 这怎么能错过 只可惜他们不能观战 人群中有人嘀咕 幻魔塔是一位老祖掌头 如果他愿意出手的话 应该可以让我们观战 此时萧云突然惊呼 世界快看 塔顶上是什么 只见一道金色的神光贯穿幻魔塔 燈向高空 下一秒大家就看到塔顶上方显露出一片巨大的灰色空间 上面是萧云和祖师爷的对视画面 众人纷纷激动不语 能观战太好 看守幻魔塔的老祖出手 看来这一战已经惊动了圣人 就连圣主都在观战吧 此时萧云并不知道整个混沌圣地都在看自己 知道也无所 毕竟金箍肯定是少不了 白转的顿路哪有不要 他看到混沌大帝的三千条大岗头 笑得跟个变态时 这就是真正的混沌体 还真是气势逼人了 毕竟他以后也会铸就真正的混沌体 祖师爷也终于将暮光投向了萧云 来吧 挑战着 只是当他看到萧云的面临就惊呆了 萧兄 怎么会是你 萧云就 混沌正经 祖师爷认识我吗 混沌大帝见萧云就压麻呆住 萧兄 什么会是你 而萧云比他更懵 祖师爷 是您在说话吗 他简直惊呆了 祖师爷的投影分身 竟然有自主意识 而且叫他萧兄 正常情况下 投影分身只会留下一具机械音 而年轻的混沌大帝 也是一阵懵逼 哈 祖师爷 你叫我祖师爷 难道 下一秒他又哈哈大笑起 脸上写满了老毒物 哈哈哈哈 时间还真是奇妙 文言萧云就更懵了 终于忍不住问出 祖师爷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您怎么会有自己的意识 混沌大帝告诉他 这座幻魔塔本是自己年幼是怎的 一开始自己的投影也是没有意识 后来挣到大帝后才留下了意识 原来如此 萧云懂了但又没懂 祖师爷跟自己说话的语气很亲切 听着就像哥良好 但自己可是21世纪的穿越者 咋就跟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物认识 他外众人则是竖脸懵逼 这两位绝世妖孽对视了半天 秀势不达 投影分身不都是放完狠话 就直接开干吗 就连圣主也很无奈 大家都感觉萧云在跟祖师爷对 但又听不到 此时萧云终于问出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祖师爷 你怎么会认识我 祖师爷只是哈哈一声 这个你以后自会知道 当初你跟我说自己在练体经忘不敌 今天就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吹了 随即他大喝着一声音响萧云 现在让我试试你不成算 萧云忍不住抽了抽嘴紧 嗯 我装过的杯都记得 可唯独不记得这个 但眼下他哪敢再分心说话 直接被凝击了上去 两人的拳风碰撞在一起 100万斤的力量全部爆发 卧槽 这实力比李成帝强大多了 此时塔外众人纷纷惊呼 哇塞 他们终于动手了 萧云和祖师爷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太过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魔领域吗 幻魔塔内 战斗越来越激烈 萧云已经爆出全部战略 却依旧被祖师爷压着 他依靠金中赵和太极神掌的强大防御 才能勉强支撑 此时祖师爷已经击破了萧云的口 砂锅大的拳破就在引起 萧云赶紧施展神风不休的一下躲闪 祖师爷赞首道 不错 你竟然将多门战绩推演到了究极境界 难怪就连那位大帝都曾经对你的悟性责责称赞 萧云已经够懵逼了 结果又出现一个懵逼的问题 师尊说过 彭一世只能有一位大帝人 祖师爷 你刚说的那位大帝是谁 难道在你的时代 还有一位大帝存在吗 祖师爷没有回答萧云的问题 而是他人手 距离 那是一位竞技大帝 我不能提起他的名义 待你日后自会之心 这让萧云更疑惑 这个世界混沌大帝是最古老的大 没有更久之前的历史 那片历史更像被一只黑手给抹住 也许那段空白历史 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 祖师爷猛个抬上 三千条大道投影封出去 萧云 想赢我 就全力一战吧 这股威压太恐怖了 比里程帝强太多 萧云心中爆发出无敌性命 祖师爷 我承认你很强 但我绝对不会吧 他大吼一声 融合大道 只见三十条大道投影 开始与塔合为一体 这让他瞬间爆发出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强大战 萧云再度挥动九转八拳 向祖师爷 祖师爷明显感受到 萧云的力量在变弃 他眼神凝重 也挥出九转八拳迎击上去 两位煞神的这一击 仿佛要撕裂攻击 下一秒阿赖耶什要开启 萧云大战混沌老祖 竟然意外开启了 阿赖耶什境界 此时他爆发出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 对上祖师爷的 三千条大道投影 两个人的拳度交锋在一起 那威力简直像火星撞进去 刺目的光芒 将他们的身体都给覆盖 他外众人以为 他们已经爆发出全部力 然而他们却越杀越凶 力量好像根本用不完 此时萧云一拳和 打在祖师爷的胸口 自己也被祖师爷 一拳后坐到了净 两人同时到飞出去 祖师爷第一次被萧云打到吐气 竟然能伤到我 不错不错 萧云伤得更重 口中连连喷出西瓜汁 然而他体内的战役却更浓 祖师爷 我一定会击败 只见萧云散尽金钟罩 太敌 将所有力量汇聚成拳头 猛地冲向祖师爷 眼见对方力量不断攀升 祖师爷惊呆了 卧槽 你竟然放弃了所有防御 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成攻击吗 萧云始终坚信有我无敌 他紧咬牙关冲向祖师爷 只有如此 我才能击败你 祖师爷也爆发出全部战力挥动 轴转霸拳冲向萧云 真是一个疯子 简直和苍天霸体和荒谷圣体一样疯 两人的拳头再次碰住 只不过这一次两人都是最强一击 突然画面仿佛背顶 时间和空间都静止 周围的声音也消失了 一阵爆炸声过后 两人仿佛炸开了一个新世界 眼前是无数天山漂浮在半空 周围极其境 整个世界浩瀚无边 两人已经平手 萧云一脸懵逼的问道 是 这是什么 祖师爷淡淡开口 这里是我们修炼者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仙界 佛门也称之为彼岸 我们刚刚的最后一举 超越了炼体境的极限 与大道形成共鸣 开启了阿赖耶石 看到了未来仙界的一些画面 萧云亚麻呆住了 哈 阿赖耶石是什么 还有现在到底是撒情报 周围的时间和空间全部静止 祖师爷解释了一通 阿赖耶石就是佛门的第八识 他是万法根 萧云表示越听越懵 祖师爷干脆也不停止 总之现在是你的一个大机缘 赶紧修炼一轮战绩 说不定可以借此突破到大道战绩经济 说到这个萧云就懂 简单来说他又可以开挂 也先不问什么是大道战绩 趁着阿赖耶石还在 他当即盘膝而坐 开始对九转霸拳使用顿武 毕竟这门战绩不但伤害高 还能滋养他的肉身 也不知道这个阿赖耶石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修炼成大道战绩的萧云 只要一拳就轻松击败祖师爷 此时他已经进入顿武状态 而他刚刚开启的阿赖耶石 其实也是一种开挂状态 现在的萧云相当于在开挂状态下开挂 即便如此 他还能一边推演着九转霸拳 一边询问祖师爷 究极战绩不是最强的战绩呢 上面怎么还有一个大道战绩 主师爷就很无语 他到底知不知道阿赖耶石多难开启 竟然还有时间唠嗑 就不怕浪费机缘吗 不过他还是解释说 大道战绩就是正道大地后的战绩 相当于小学不可能出现初中的课 你小子运气好 竟然在正道大地之前就开启了阿赖耶石 这是你唯一修炼越级战绩的机构 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悟性 萧云在心里透露 悟性吗 他最不缺的就是悟性 拥有盾物系统 表示这东西他能批发 萧云现在更想知道 如果他练成了大道战绩 是否会让他的肉身再次蜕变增加战绩 祖师爷表示当然可以蜕变 只要你能练成大道战绩 至少可以增加50到100万斤的力量 萧云一边盾物一滴震惊 卧槽 那岂不是翻倍了 能增加10万斤他已经很满足了 祖师爷笑着点头 大道战绩蕴含着大道战绩 哪怕是一根头发 都能跟力剑一样锋利 只要你练成 就会得到大道的馈子 肉身也会蜕变 至于肉身能强大到什么程度 就得看你的悟性和天杰的威力 闻言萧云感觉已经五雷轰点 哪泥 怎么会有天杰 那不是成圣才会有 祖师爷有些幸灾乐祸的开口 除了成圣外 打破某个境界极限 也会引来天杰 等你领悟大道战绩后 恐怕以后每次突破都会引来天杰 萧云已经完全实话 那他以后不是要天天遭雷劈了吗 祖师爷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哎 别人做梦都想得到这种机缘 他竟然嫌弃 此时虚空中一道道闪电正在凝聚 这是天杰前兆 祖师爷意识到萧云要突破 没想到他悟性这么强 真是唠嗑修炼两不无痒 只见一条条大道纹理围绕着萧云群 最后没入了他体内 萧云的体内血气翻腿 好像置身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肉身在不断却炼蜕变 此时塔外众人脑中都少有无数问题 他们看到萧云和祖师爷打到最精彩的时候突然停 然后萧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修炼 一些陌生的符文围绕着萧云 有人听到了符文的声音像神灵在影场 而祖师爷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 脸上还带着赞赏之子 只见萧云猛的睁开眼睛大吼一声 给我破 此时他的每一寸血肉都在退 炼体经的一百万精力量已经突破 正在疯狂朝一个未知的境界攀升 还在继续攀升 那些大道之光 冲进萧云体内 被他全部吞没 这是导致境界 万古以来 在练体经踏足这个领域 恐怕也只有萧云一个人 哪怕没有铸就真正的混沌体 以后也不会有人说他是繁体 此刻萧云的无敌信念更强了 他现在恐怕一拳就能打死李承 哪怕是祖师爷 也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 萧云的意识已经退出阿赖耶士境界 祖师爷 我们再打一局吧 好 只见祖师爷开启三千条大道投影风杀向萧云 万古以来除了那位大帝 恐怕只有你做到了打破极限超越极限 现在就让我试试 你到底退遍到了什么场 萧云施展出新生的九转发举 毫不犹豫地冲向祖师爷 这一拳被大道符文锁包 力量早就翻了一杯 这一拳 祖师爷的三千条大道投影直接碎 他整个人也被狠狠风飞 猛地吐出一大口西瓜汁 众人以为萧云装备过头遭雷劈了 殊不知他练成了大道战绩引来了天际 接上级 萧云一拳便击败了祖师爷 他没有继续出手 因为他知道祖师爷已经跟他的实力差距太大 祖师爷你败了 祖师爷有点想给萧云跪下课题 不愧是大道战绩 你的力量最起码翻倍了 萧云点头 隐横 足足增加了九十万斤 差一点翻倍 祖师爷忍不住又说起了萧云听不懂的话 超越极限竟然如此恐怖 难怪那位大帝能够打穿纤路 萧云疑惑道 祖师爷您说的那位大帝是谁 您已经不止一次夸他 是谁让您如此敬畏 此时空中降下一道道紫色的天雷 萧云能感受到 自己被一股恐怖的威压锁定 但他还在塔内看不到 只见祖师爷的分身正在飞快地消散 萧兄 你的九重天节来了 快出去渡劫吧 我会在仙路上等着你 以后混沌圣地就拜托你 说完他便完全消散 塔外众人已经惊呆了 特别是年轻弟子哪里见识过这种场面 这打哪来的天节 不是成圣才会引来天节吗 我们这里有人成圣吗 他们吓得纷纷逃离幻魔塔附近 毕竟成圣节太恐怖了 万一被天节误伤可就发了 就算是圣主帝天 他们也退得远远 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 到底谁在渡劫呢 这节云好像是在针对魔塔 不会是他们想的那样吧 两人同时想到了萧云 毕竟萧云已经击败了祖师爷 可能是逆天道招为批了 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 萧云练成了大道战绩 而大道战绩意味着什么 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超高了 此时萧云犹如一尊魔神 立下幻魔塔际 石碑上他的名字 已经名列练体经历史最强者第一名 众人健壮恨不得甩他一脸666 快看 萧云已经出来了 太逆天了吧 他真的打败了祖师爷 那可是被他们膜拜了 千万年的混沌大帝 风隆隆 萧云看着不远处 正在疯狂凝聚起来的杰云 这就是自己马上要面临的考验 那些杰云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令人感到无比的惊喜 萧云面色凝重 已经做好随时被雷劈的准备 TMD啊 看着架势 这天洁的威力 恐怕会很殆劲 突然轰隆一下 紫色的天雷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在萧云身上 下一秒恐怖的雷电之力 将地面都给击碎 萧云则淹没在其中 浓烟散去 地面仿佛被轰炸起来当过 留下巨大的深坑 萧云坐在底下 天雷还在接连不断地劈下来 他被轰的口喷鲜血 肉身裂弹了又恢复 烧焦的皮肤不断蜕变出腥肉 天雷添炼着他的躯体 萧云紧咬牙关 真的 但他一下都没有闪躲 祖师爷说过天结越厉害 他的肉身就会蜕变得越完美 萧云的肉体已经很接近无漏之境 众人看着幻魔塔 萧云被天雷劈里啪啦一整 这才恍然大悟竟然是萧云在妒忌 但他们更多的是镇静 不对啊 怎么会是萧云呢 他们又看到了老婆丙里有老 谁能告诉我 为杂恋体静也能有天结 他胆叹道 哎 这是萧云的机缘 也是考验的 杜劫成功必定会让他更强 但若失败恐怕会万劫不复的 一切都要看萧云自己的本事 萧云惊狂让雷电劈自己 肉体被天雷烧掉了又会长出新的皮肤 这使得他越来越紧了 此时天宫中已经降下第九波雷姐 这也是最后一道 只要扛过去了 虚体就会完全蜕变 一天看着这一幕满意的笑 雷光变弱了 他知道萧云马上就要完成杜劫成就无上根基 圣主也兴奋到快哭了 死子竟然能打败祖师爷 扛下雷姐 他日必能铸就混沌体挣到大地 所有的雷电散去口 萧云的身后光芒万丈 他感受着自己的身体轻薄 兴奋到炼开 恨不得现在就去拿李姐姐练练手 现在自己的力量比祖师爷都多一倍 足足有二百万斤 他一拳绝对能秒杀李姐姐 此时地天和圣主都走不过来 吾尔 真有你的 这才刚回来 又弄出来一个大动静 萧云刚要和师尊说话 圣主就开口道 萧云 我有点事情要问你 随即他手指一点 弄出了一个隔音屏障 我关你之前在饭魔塔内 似乎跟祖师爷有交流 帝天也好奇地探向萧云 莫非祖师爷的投影 是有自主意识的 萧云很爽快地承认了 是啊 当时还吓了我一条 圣主更疑惑了 那祖师爷可有交代什么 萧云暗想要是把祖师爷 喊他萧兄的事情说出来 指不定会被说成神经病 干脆他就编了一个 听起来还算靠谱的方法 顺便把自己又吹嘘了一顿 祖师爷说他很看好我 嘱咐我带领圣地走向强盛 说他在仙界等我 果然圣主和帝天都信 人妈都会相信自己认为的事情 有了祖师爷的肯定 圣主当即就下令 萧云即日起就是准神子 在外可代表混沌圣地 多谢圣主 萧云在心里暗说 哎妈呀 圣主都被自己给忽悠去了 交代完后 师徒二人便回到了地方 赵无极已经在门口等萧云 他亲眼看到了萧云打败混沌大帝后 更迫切想知道萧云现在的实力 萧云打去的 想知道吗 小爷偏就不告诉你 赵无极气得头发都黄了 只能对他的背影放走的话 哼 你还给我等 等我踏入了聚气景 一定要打败你 萧云回头冲他冷笑了 到时候小爷一根手指就把你弹飞了 赵无极承认萧云很强 但是想一根手指就弹飞他 笑话呢 呼伦贝尔的草原都是被他吹出来的 当然除了戏的 帝天对他的心狠手蜡表示非常赞 修炼戒本就弱弱强识 管他是谁 他想杀你 你便先杀他 不过柳南山有点棘手 帝天眉头紧锁到 他爷爷柳天都 当年和我不分上下 如今他早已踏入了天际 回师也不是他对手 哎 不问 都怪世尊无能 无法突破到天际 不过你现在是嘴神子 公开场合他不敢对你下手 以后小心点就行 只见萧云一脸不屑道 世尊已经铸就半步混沌体 怕他的柳天都作甚 帝天一脸无奈的广想 可惜我已经时日无多 再也没有机会晋升到天际 不然的确不去柳天都 此时萧云笑眯眯的 从空间戒指里掏出几颗大卜 世尊 你看这是什么 帝天看着那些大卜 一眼中满是震惊 我累个天呀 这可是修炼界 渴望不可求的菩提果 你敢信吗 萧云晋升到巨气井 竟然直接达到了 一千万斤的力量 此时帝天看着萧云 将那颗他做梦都想要的菩提果 送到他嘴边的时候 他却拒绝了 反正给自己也是浪费 即使晋升到了天际 他也没办法 注决真正的混沌体 反观徒儿你就不一样了 然而他不知道萧云有顿物系统 根本不需要这个 此时萧云心里特别感动 他感觉帝天是真心 把自己当传承人 这样大的诱惑都忍下了 萧云坚定的将菩提果塞给帝天 师尊 你徒儿的悟性 根本不需要靠外力 您如果不要 那我便送给赵无极吧 萧云现在便要去 闭关突破聚气镜 麻烦师尊帮我守关吧 他没有给帝天 任何拒绝的机会 直接便转身离开 只见帝天感动得快破了 既然如此 那为师必当妇女成道 毕竟他很想看到 萧云正道大帝的那一刻 此时萧云掏出一堆灵石 开始冲击聚气镜 在练体镜憋了一年多的时间 萧云早就想突破了 毕竟练体镜再强 也只是基础等级 有钱人都是炼化各种 天才地宝和灵石 穷人就只能吸纳 天地灵气晋升 当然功效和速度差了很多 萧云选择烧钱 他吸纳着灵石里的 天地灵气开始冲击经脉 他的经脉非常宽阔 所以吸收灵气的速度气坏 这才一天 自己之前攒下的灵石 和天才地宝就炸弹了 萧云无奈地挠了挠挠 这么烧钱吗 这晋升的代价 还真不是普通人能负担的 此时地天给他送来了 一大堆灵石 萧云亚麻呆住了 师尊你真快 怎么会有这么多极品龙石 地天笑了笑 你现在是准神子 这点资源算什么 抓紧突破了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 这一天萧云感觉 自己终于要突破 下一秒 萧云体内的血气 凝聚成一条血色神龙 从他体内到发 而初冲向天空翱翔跑向 这股磅礴的威势 使得整个地方都在颤抖 地天和弗林 他们全都赶了过来 突破了突破 但他们只是站在屋外 生怕进去会打扰萧云修炼 弗林满脸震惊的感叹 少主的血气竟然如此恐怖 该不会是直接突破到了 巨气境圆满了 地天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很有可能 毕竟他在炼体经压制太久 正所谓积累的越多 爆发的也越大 此时萧云已经睁开眼睛 他一步步走入房间 周身仿佛被一条燃烧的血龙包裹 恐怖的气势让周围的空气都在颤了 就连房间里的桌椅都碎成了粉末 萧云感受着自己体内恐怖的力量 这就是巨气境吗 自己的力量竟然翻了五倍 已经达到了一千万斤 李姐姐就算晋升到巨气圆 也不过四百万斤吧 果然根基越强 晋升后就越强呀 地天和弗林都开启了慧炎仔细打量的萧云 看过后他们感觉已经被晾下了头 卧槽 他竟然强大了五倍 萧云开口问道 师尊 荒谷圣地那边还没动静吗 地天笑着让他别担心 这是已经谈妥 两边已经准备结盟 到时候你去荒谷圣地溜一圈就能成 萧云亚麻呆住 呃 这么大的事情 我去能帮什么忙吗 去装备吗 赵无极拥有着核弹级别的战斗 然而不论他怎么花里胡哨 却打不动萧云的一根手指 街上及地天拍了拍 萧云让他不用担心 等去了荒谷圣地 把他们家天才做的爹娘都不认识做行 剩下的事情掌备自会去的 萧云当即就误了 哦是跟我明白了 果然是去装备的呀 只要让荒谷圣地知道自己很牛 白骨拉斯未来前途无量 结盟自然水到渠成 忽然赵无极所在的宫殿嗖嗖嗖的金光大声 强大的血气直通苍群 下一刻赵无极摆出一副 自认为帅到没朋友的嘴巴 月上房顶大吼道 萧云 我要挑战你 萧云无奈的咬头 哎 自己真的不忍心欺负他 可架不住这货非要来送菜 其实赵无极一点都不猜 在同境界除了李成帝没人使他对手 他咧嘴笑道 来吧 让我看看富伦贝尔的草原是怎么被你吹出来 不怕告诉你 我已经达到了聚气镜圆满境界 我今天便要试试你突破到聚气镜有多少精英 萧云强忍得想笑的冲动低声唾 还是你先出招吧 免得我一出手 你就被我一根手指直接弹飞了 赵无极当即握紧拳 握草 老子不能忍啊 下一秒周围的灵气汇聚 他身后仿佛助力着一尊战神叙事待他 萧云 你简直狂妄至己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小去荒谷胜体的人 会有什么后果 一天和弗林搬好了小板凳在庞尸挂 这赵无极恐怕是想试探我托儿的经验 弗林附和道 可惜啊 我感觉他可能会输得很惨 此时赵无极大喝一声 战神拳 只见巨大的拳 像一座爆发的火山冲着萧云风沙二人 而萧云站在原地动都懒得动一下 不远处的弗林赞叹不已 不愧是荒谷胜体啊 赵无极的力量最起码达到了三百万斤 地天点头说 是啊 可惜跟我托儿还是差得远 此时赵无极那如同核弹般的拳头 已经带着无敌姿势砸向萧云 而萧云则是在拳头离自己零点零三四毫米的时候 举起一根手指 如同金属般的声音响起 赵无极的拳头直接就被挡住 就像史拉一半躺住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赵无极心里简直压麻呆狗般 什么鬼啊 这该死的干大是怎么回事 不远处的地天和弗林也震惊不已 他们知道萧云很强 但是没想到萧云会强到这个地步 赵无极无法接受自己和萧云的差距竟然这么多 这不可能 刚刚一定是出拳的姿势不断 他退回去再次推行砸向萧云 然而萧云仿佛在看一个笑话 站在原地等他给自己挂上 这已经是赵无极第314次砸向萧云 即使他使出吃奶的力气 萧云自当轻轻松一根手指挡住 姿态优雅且风轻云淡 可恶呀 赵无极他要哭了 不再这么欺负人 他大吼一声 战神合体 战神融合 这或知道召唤出异象都动不了萧云一根手指 所以他召唤出异象并且有其中 他偏偏就要动他一根手指 下一秒所有力量汇聚成拳头 这一拳貌似比之前强大弱 就连虚空和大地都在不断的颤抖 也许或许可能可以撼动萧云的一根手指 然而萧云依然在拳头距离自己0.034毫米时候伸出了一根手指 赵无极的这一拳再次像是遇上了一跃的不动 赵无极已经想哭了 妈妈我想回家这会是开挂的我不打了 而萧云怎么会放过宋上门的财 他一脸和善的问赵无极 打够了吧 接下来该我出手了 话音刚落 萧云的牵牵御手在他拳头轻轻一弹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得出点意外 赵无极像一颗原子弹被弹到了樱花 下一秒樱花果凉凉 萧云的牵牵御手轻轻一弹 秀 秀都妈的 下一秒赵无极在空间留下一道美丽斗 然后粉粉的砸毁了一座封点 萧云一脸心疼的说 看吧 我就知道一根手指就能弹飞你 砸坏了花花草草 你还得赔钱 随后转身对地天说 师尊 我还要继续闭关修炼 准备直接冲到神桥境 地天却让他先休息一下 不要突破的太快 否则力量失控就得不偿失了 萧云点头但他不想休息 既然如此 他要去幻魔塔找历代最强的练手 如此甚好 前后萧云便坐上了扶灵的小魔托 趁着他送自己去幻魔塔的途中 萧云从兜里掏出了好多十拳大补完地 扶灵心里感动了一趟 这是龙咸果呀 必可能增加十年寿命 不不不这太珍贵了 我不能受 萧云根本不容他拒绝 别推辞 你也不想小雅太快没失尊吧 扶灵老脸一红不得不收了起 此时两人已经抵达幻魔塔 萧云远远的就看见 已经有很多观众蹲在幻魔塔前等自己 他感叹道 哎 我不愧是主角啊 大家都来看我开挂 众人议论纷纷 快看 萧师兄又来挑战幻魔塔 这次我赌他肯定能干翻阻事业 是啊 聚气竞历带最强盲的第一名要换人了 萧云进去后便说 幻魔 我要挑战第一百名 一秒钟后 爬外众人便看到萧云把历带最后一名踢下了十位 众人惊呼 卧槽 直接秒杀 然而两秒后第九次九名也被萧云踢到了第一名 随后萧云的名字在97965049不断攀升 众人惊呼的目瞪口呆已经虚脱了 而萧云则是不光不忙的把聚气竞的历带最强全都揍了 经过这么一番战断 萧云对力量的掌控更加娴熟 师尊果然说的没错 不能一味的提升力量 否则这一千万斤力量根本没办法真正的发护 力量加上控制 才等于战力 萧云决定以后每突破到下的等级 就要把历带最强的人揍了 数日后一道恐怖的气息出现在山门外 随着漆黑的空间被撕裂一道口 只见一个年轻的男人从裂缝里走错 此人正是天刀圣帝的神子 恐怖的气势顿时惊动了圣帝内的高速 圣主踏空来到山门外 见来人是柳天都不由地生起一种不好的欲 天刀圣帝的神子来我混沌圣帝有多贵感 只见柳天都双手背在背上 不可一世地开口了 我就是来看看 你们家哪位高徒 在真龙巢里杀了我的乖勋子 气统竟然让萧云打败即将成胜的柳天都 认真的吗 接上级 柳天都突然造访混沌圣帝 这可吓坏了圣主 生怕他是来找萧云麻烦的 连忙提醒六大圣帝有协议 恩怨不得带出真龙巢 然而柳天都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表示自己还没沦落到要欺负一个小辈的地位 就算要报仇 那也得等他跟自己同等级 圣主暗想 他没必要说谎 毕竟如今他马上就要成胜了 没必要破坏自己的无敌心情 既然你想见萧云 那便跟我来吧 不过柳南山也许并非萧云所杀 然而柳天都只是冷冷不想 他既不如人 死就死了 我只是想看看萧云将来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魔刀士 圣主在心里安安为他点的助降 尽敢把萧云当成魔刀士 我看他早晚刀毁人亡 柳天都还在继续装备说 李承帝的无敌心境已破 将来难成大气 希望萧云不会让我失望 否则这一世无敌就太寂寞 此时帝天带着萧云踏空而来 柳天都 还是那么狂妄 忘了我帝天吗 当年你可没少吃我的拳头 文言柳天都感叹道 是啊 可惜你沉寂后 我已经多年未逢敌手了 真怀念当年与你争锋的日子 左脚半右脚 萧云差点跌倒 卧槽 这货不会是独孤求败转世吧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无敌性 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丁 最新任务 打败柳天都 奖励50次动物 萧云心里已经压麻呆狗蛋 系统大哥别闹好罚 我又不是神王转世 拿什么打败柳天都呀 此时帝天将萧云拉到自己身边挑衅了 柳天都 你不用担心会没有对手 我徒儿萧云将来必定会打败你 他就是萧云呀 柳天都连忙开启重重仔细打量了一分 不错不错 难怪能打败时空之体 这天赋不得了 我在聚气劲的时候都远不如他 我承认你徒弟的天赋的确很强 好好培养一番吧 将来可以作为我成帝的魔刀士 帝天文言脸色难看 他当年就看柳天都很不爽 这都送上门了 那必须想办法给他老小子挖坑 天都 不如你跟我的弟子打一场务 此话一出 圣主和萧云都惊呆了 帝天长老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萧云当场就抗议了 师尊 您老这不是在坑弟子吗 人家柳天都现在都快要成圣了 他吹口气就能灭了 这还怎么打 柳天都都快被逗笑了 帝天 你莫不是老佛兔了 你徒弟才具弃劲 我就算站着让他刮杀 也得刮上十万年 这个简单 你们可以在大地擂台上较量 萧云一获道 师尊 什么是大地擂台 帝天解释说 就是能把不同等级修为的人压制在同一个境界的方 萧云暗信 同境界就连祖师爷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这还怕柳天都作甚 想到这里他瞬间有了自信 一脸挑衅的看向柳天都 柳前辈 可敢与我一战 柳天都一眼看出帝天的想算吗 我承认你徒弟在聚气境无敌 我不是他对手 你可敢让他在神桥敬与我一战 话音刚落 只见帝天和圣主神情激动同时大喝的 呼吸 萧云压麻呆住 难道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吗 他相信自己在神桥敬也是无敌 柳天都忍不住嘲笑起来 呵呵 提出同界一战的是你 认怂的也是你 既然你们害怕他会输 那就算了 萧云有个变态的开挂戏 这个老不死却想用激将法 逼萧云跟自己在神桥敬打你架 帝天第一个不同意 因为修炼者到了神桥敬 力量就不那么重要 而是靠精神力 而柳天都的重头 配合上他的精神力 简直是牛逼普拉斯 这对萧云不公平 柳天都满脸不屑的一摊手 既然他不敢与我在神桥敬一战 那我便在地路上转他 萧云当即就站了出来 这怎么能忍 谁说我不敢 神桥敬就神桥敬 只需一个月 我定能踏入神桥敬与你一战 圣主连忙制止道 萧云 不可 帝天也不同意 要么再聚细敬一战 要么等以后在地路上一决辞绪 然而柳天都一副等你送死的表情 很好 我答应你的挑战 他暗想萧云终归是太年轻 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上当 随即他一脸不屑的看向帝天 呵呵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 你徒弟已经答应了 他若现在防腐 星境恐怕会留下破绽 帝天文言瞬间无话可说 柳天都说的没错 但凡成帝者 一旦无敌星境留下一丝破绽 将来必定会在地劫中引发心目 最终陨落其中 圣主劝未导 萧云 虽然大地类还会把柳天都跟你压制到同等级 但光论战斗经验和技巧你就远不如他 毕竟他已经修炼了上千年 更何况他的精神力已经达到阎了 你刚踏入神桥井 甚至不懂精神力 怎么跟他战斗 柳天都继续嘲讽说 你们圣主所言非虚 怕了的话 还是回去好好修炼吧 可他尼古拉斯萧云就没怕过什么 你区区重重的二阶神体而已 我为何怕你 败给我的至尊体都不在手上 随即他看向圣主和帝天 你们不要再劝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打败柳天都 若现在反悔定会留下心境破绽 帝天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他真是嘴巴犯贱踢撒大地泪台 现在倒好 没坑到老小子 却把乖徒弟坑藏了 骁云却笑眯眯的一点都不担心 笑死 自己正愁总完成系统任务 这柳天都简直是送上门的五十次动务 劳烦师尊送我回去闭关 一个月内我必定冲到神桥井 柳天都自认为奸计得逞效的那叫一个叹门 圣主 接下来一个月就打扰 圣主嘴上客套 你大刀前来做客 是我们混沌圣地的荣幸 请吧 脸上却写满了牙齐泪 柳天都刚踏入混沌圣地 就对着底下的修炼者们大声宣传说 诸位道友们 今日我柳天都来此 与萧云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萧云跟柳天都打赌 要在一个月内晋升神桥境打败他 赵无极表示你在小皮时候 人家已经将各种神通修炼到了圆满 而你却还没入门 瞧不起谁呢 你自己打不过他 不代表我打不过 不管你信不信 我相信同镜借我无敌 赵无极也感觉自己有点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的女婆变态 那我坐等你被柳天都打败 然后无敌心境留下破绽 看你日后如何挣到大地 福林忧心忡忡的说 少主你没修炼神通 仅凭战技不可能是柳天都的对手 他不知道萧云有个变态开挂戏 一个月时间足够练成几门神通 放心放心 待我晋升神桥境之后 便立刻修炼神通 福林却更加担心了 少主你是不知道修炼神通千难万能 很多人到死都没将一门神通修炼到圆满 一个月时间你还要冲击神桥境 没有时间修炼神通的 小雅也表示狠 自己选了几门一般的神通 练了几个月了 现在还没入门呢 萧云嘖嘖摇头 丫头你那点天赋 岂能跟师兄比 好了好了 你们赶紧一边玩去吧 我要闭关冲击神桥境 萧云将所有人打发走 因为他要回去开挂 那个老不死在厉害 他能有我这个挂逼厉害吗 给我等着 一个月后 我要打到你叫爸爸 萧云关上房门后马上查看了顿物系 目前自己还有三百次顿物 他计划先用顿物冲击到神桥境 然后再提升精神力 最后再修炼几门神桶 系统 使用顿物 萧云晋升到神桥镜头 看到了自己的意识 只见一团意识像雾气将它围在中间 然后逐渐开始凝固成小水 这就是精神力吗 萧云试着将那些水珠凝聚在一起 这便是凝聚精神力 一般人需要数年功夫才能完成 而萧云有开挂系统 只需四分之一炷香就凝聚成功了 卧槽 这点精神力 恐怕只能控制一百万斤的力量 萧云突然想到混沌精里 有个炼神篇可以提升精神力 系统 对炼神篇使用顿物 炼神篇有九炼 每一炼都能提升一倍的精神力 如果能达到九炼竞技 那便可以轻松操控一千万斤的力量 萧云马上进入顿物状态修炼 阿波吃的 磕一鸡磕 精气化神 神我反虚 他不断的锤炼着自己精神力 同时也忍受着剧烈的精神折磨 那些在真龙潮里倒来的天才敌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 萧云一边嘎嘣碎的 啃着普通精神力的天才敌 一边继续顿物炼神篇 随着时间的消失 他的精神力也在不断的撞 而他存储的三百次动物 也在飞速消耗着 此时帝天和柳天都正在下棋 柳天都笑的那叫一个得意 你心境你乱 这样下去 永远赢不了我 帝天冷风道 我徒弟会帮我赢回来 柳天都有条不紊的分析说 也许或许未来可以 但在神桥井 他打败我的几率为零 即使他在妖孽 一个月内凝聚出的精神力 最多能够操控十分之一的力量 再说我早就把各种神通练到了人们 打他一个晚辈还不是虐想学生 一天知道柳天都分析了在意 可他嘴上却说 哼 走着瞧 我相信我的徒弟 他一定可以打败你 萧云在遇见飞行 底下众人纷纷惊呼 卧曹 这也太妖孽了 竟然九天就突破了神桥井 殊不知萧云其实只用了四分之一驻香时间 这九天他是用来提升精神力的 并且达到了九点禁忌 眼超柳天都 如今他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 可以内视自己 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他能看到自己体内的仪器 就连肚子里的蛔虫都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萧云感觉到精神力凝聚成了惊丹 按照恋神篇中的记忆 只有达到超凡禁忌 才能凝聚出精神力惊丹 他感叹自己不会是主角 如今的精神力竟然如此强大 不但可以横扫神桥井 而且可以吊打洞天井 柳天都那老不死被压制后 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 不过他也因此消耗了一百次洞 呃 不得不说 这恋神篇实在太难修炼了 随即他达出了师尊给的飞魔剑 和圣主北的金龙剑 是时候祭练飞剑了 作为神桥井的修士 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小飞驴呢 金龙剑速度快用来飞行 飞魔剑比较重用来攻击 做好决定题 骁云马上开始祭练这两把飞剑 他分出了一些精神力 在飞剑上打下自己的烙驴 只见他双手一抬两把飞剑顿时飘速起 成了 哈哈哈哈 校爷终于能遇见飞行了 下一秒休的一下子 房顶上击射了出 此时小雅他们正在唠嗑 完全没发现头顶的动静 师兄闭关九天了都没出来 他还有时间练神通吗 处灵老不思敢探说 哎 说实话 就算给少主一个月 恐怕也难练成一门神通 只有席春雨注意到了天空 快看 萧师兄出来了 他晋升神桥镜 萧云穿梭在高空中 这种俯视众生的感觉 比做了大宝剑都爽 此时混沌圣地的地 都惊呆了 是萧师兄 他竟然已经突破了 我拍马屁的速度 都比不上他晋升的速度 可惜击败柳天夫还差得远 毕竟精神力差距摆在那里 一天看着萧云的方向 则则撑起 区区九天就凝聚出精神力 放眼天下 也只有我徒儿一眼可 然而他不知道萧云 何止凝聚出精神力 他连金丹都凝聚出来 柳天都就更兴奋了 天赋果然很强呢 我越来越期待 他快点成长起来 跑出我早日正道大地 帝天直接怼了回去 你还是抓紧变强吧 我徒儿早晚在地路上 斩你以正道大地 柳天都则则感叹说 可惜你看不到 我正道大地的那一天 帝天得意的 我徒儿已经为我寻来了菩提 只要我闭关一次 就能踏入天境 此时萧云在混沌圣地上空 催动精神力 他发现自己的搜索范围 能笼罩整个地方 不知道正常是什么水平 他刚好感应到小雅他们过来 连忙纵身跃起 师妹你们晋升神桥镜头 精神力可以探索多大的范围 小雅和习春雨表示 他们的精神力很强 能够笼罩整个大殿 萧云抽了抽嘴角 能探索整个大殿就很强了 可是地方上有几百座大殿 还是等赵无极到神桥镜头 再问问他能探索多大范围 弗林忍不住问他 那少主宁能够探索多大的范围 萧云其实不想说的 他怕打击到两位师妹 也还好吧 仅仅能够探索整个地方而已 弗林小雅和习春雨延延到西 那你 整个地方 所以萧云这是法尔赛呢 你敢信吗 萧云竟然只用九天就修成了炼神天 精神力直接翻了九倍 他的师尊帝天修炼千年也才修到第七 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直接把弗林击小雅精的目瞪口呆 嗯 这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吗 萧云一脸无奈 哎 伦家真的没想打击你们呀 架不住你们非要问 此时地天屁颠屁颠的飞回来 他迫不及待的问 乖徒儿 你晋升到神桥静后精神力能探索多大范围 萧云表示就刚好笼罩整个地方了 文言地天差点没战务 我低个亲娘呀 这么巧 快让维师看看你的事 正常情况下 谁都不会让别人看自己的事 但地天是自己的家人 萧云并没有抵挡 下一秒他book十一的更大 卧槽卧槽卧槽 这是精丹 你才刚刚踏足神桥静 竟然能凝聚出精神力精丹 弗林忍不住开始扶着 少主真是666普拉斯 师尊 精神力精丹是什么东东 弗林解释说 只有踏入超凡境 才能凝聚出精神力精丹 总之就是很牛逼的精神力 地天突然想到达到酒恋境界 也可以凝聚出精丹 徒儿 你该不会修炼了混沌精的恋神片 还达到了酒恋吧 是的 萧云毫不犹豫的点 闻言递天的眼睛都笑眉了 哈哈哈哈 为师修炼到现在 也才达到七恋境界 那个柳天都的精神力 跟为师差不过 之前为师还担心你会吃亏 如今看来 那个老小子的修为压制到神桥井 到时候会输的文字 弗林泽泽称奇 老主人修炼了千年 也才七恋境界 而少主竟然九天九恋 这恐怖的误息 感觉跟天天吃菩提果一样 只见萧云老脸一红 他有这么变态的戏 可不就是跟天天吃菩提果一样吗 师尊 我接下来应该修炼没几门神通 毕天自信道 嘿 你还真找对人了 为师这么多年 一直在研究怎么干翻那个老小 只是现阶段适合你学的 修炼难度都非常大 师尊 您还信不过徒儿的悟性吗 您尽管说 毕天想想也是 他这徒儿简直变态 酒恋都难不倒他 更别说神通了 他当即开始分析 柳天都的虫虫不仅能制造幻境 还能让物理攻击附带精神力 最恶心的是还能喷出三位真误 萧云当时就压马 卧槽 这不是火影人者里的血轮业吗 一番分析下 毕天已经为萧云选了五门神通 金钟罩万象流和四象剑阵用来破精神兵机 傅海印和玄冰剑印用来破三位真误 而萧云最担心的就是幻境怎么破呢 毕天表示不动冥王印可以破除幻境 徒儿呀 为师为你选的这些够你修炼吗 萧云全都记下了 暂时就这些吧 不够再说 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他之前对付李姐姐也是靠师尊提前为他筹谋 萧云跟师尊说白白后 随即遇见前往星辰阁 老子一下子修炼这么多神通 柳天都 你就等着牙西泪吧 别人炼成一门神通需要几百 而萧云只需要三天时间 因为他能开挂顿物 第一天为他制定好战略后 他便来了星辰阁 他一出现就成了全场焦点 萧师兄已经晋升神桥镜 肯定是来选神通的 以萧师兄的性格一定会挑选最强的神通 不过只剩下二十一天了 萧师兄应该只会挑选一门吧 哎 一门神通也不一定能学会 时间太紧了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猝不及分 只见萧云双手交叉 一开口便要了六门神通 星辰阁 给我万剑流不动 冥王应付海应玄兵 兼艳四项剑阵金钟照 众人文言当场吞出一口老喜 哗擦 这是要三天修一门吗 这可是地狱级别的神通呀 三百年也不可能练成其中一门呀 众弟子仿佛看到了老婆 并里有老婆 然而萧云却感觉这六门还不够他修炼 星辰阁 有没有祖师爷自创的 跟九转霸拳差不多的拳法神通 要最强的 他想到金钟照都有升级版 九转霸拳应该也有 而且自己在阿赖耶市里练成的大道符文 不仅可附加在九转霸拳上 也可以附加在同类型的神通上 要是有那岂不是美滋滋 此时星辰阁果然又突出一门神通落在萧云面前 萧云用精神力叹了一下 卧槽 无敌全硬 一听就很霸气 赶紧踹好踹好 众人已经压麻呆狗蛋了 又又又又一门地狱级别神通 萧云踹着七本神通命令道 星辰阁 给我打开准神子的修炼室 下一秒 萧云面前缩的一下多出一道光门 嘿 挺上道的 他笑嘻嘻地走了进去 身后众人目瞪口袋 发擦 这可是圣地十大地狱难度神通之期啊 他不会真要三天练成一本吧 这这这 太恐怖了 除非他把菩提果当饭吃 然而他们不知道 萧云就是把顿物当饭吃 气筒 对万剑流使用顿物 下一秒萧云的精神力开始凝聚飞茧 从一开始的小小一把 到后面他能凝聚出数万本飞茧 仅仅三天时间他消耗了15次顿物 好在他已经练成了一门神通 萧云的眼睛都笑眉了 哈哈哈哈 开挂就是牛皮啊 21天时间萧云一定可以练成七门神通 柳天都别洗白白等死吧 而柳天都还在悠哉的下着气 只是这次他被蒂天杀的骗奖不留 他打去道 蒂天 啥是让你这么胎心 你都傻笑一天了 蒂天一脸嘲讽说 想到半个月后 你会输给我徒弟丢光牢里 我就忍不住乐呵 柳天都试探性的推特道 让我猜猜 所以萧云晋升神桥晋透 精神力应该很强 这让你信心大增 但你别高兴的太子 他只有18天了 能不能练成一门神通都难说 蒂天也不多说 咱们拭目以待 他表面淡定的下着气 心中却忍不住暗示 以老东西的修为 不可能不知道萧云与自己的绝对察觉 莫非有隐情 不不不 他肯定是在不弄玄虚 想吓唬我毁约停战 蒂天呀蒂天 这样卑劣的手段都用上 看来你是真的前驴技熊了吗 无数弟子和老不死骑去圣地广场 因为今天就是萧云和柳天都约战的日子 而此时萧云也练成了最后一门神通 21天时间 他已经将气门神通都练到了圆满 只见一座巨大的灰色擂台 悬浮在广场半空中 柳天都看着上面的大道符文嘖嘖等 不愧是大地炼制的宝物 看着就很霸气 我以后也要练一座 以寻能闯我一波的弟子 蒂天一阵嘲讽 你这话说得自己好像已经成定了事 先打赢我徒弟再说吧 柳天都直接飞上了打赢类子 他懒得鸟地天 哼 萧云啊 那小子只不定连自己一招都接不住 下一秒他站在擂台上哈哈大笑 这仪式除了我还有谁能成定 这让底下的弟子非常想上去做他 他一个外人 竟敢在圣地内这么狂妄 可惜啊 他们都打不过柳天都 真希望萧师兄能狠狠地叫上 而萧云就在这一堆堆中 坐在金龙剑上带着一股无敌之事献身 念成气门神通后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现在有多恐 刚好拿柳天都试试试 反正只剩下95次顿武 赢了他又可以赚50次 柳天都双手背在背上冷空荡 下来吧 你已经浪费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是时候做的了乱了 萧云居高临下的开口说 既然你这么急着说 那我便成全你 随着萧云踏上大地擂台的遗书 柳天都的修为开始被压制 一转眼就被压到了神桥镜 就连虫铜也暗淡了血 萧云知道 现在他们是同界一战 这才是最公平的较量 柳天都 今日我就打败你 你正我无敌到心 柳天都都快被逗笑了 希望你能接下我一招 过来 斩你 话音刚落 梁炳恐怖的金色天刀 从他的重重中猛射出披向萧云 众人纷纷替萧云捏了一把冷盘 因为这梁炳天刀太恐怖 已经是修炼到圆满境界的神通 然而萧云一点都不慌 只见他双手一抬 升级版的金钟罩就将他付得严严实实 这就是师尊说的开天之力 不过这货的实力 有些超乎自己的想象 他眼神变得凝重起 而底下众人早已看傻眼 过曹 是升级版的金钟罩 萧师兄竟然挡住了柳天都的攻击 这也太妖孽了吧 竟然21天就练成了一门神头 就连帝天都没想到萧云竟然能将一门神通练到圆满 我徒儿这悟性666有大帝之资 圣主也激动的快扑了 是啊 如此悟性 助就混沌体有望 然而他们不知道 萧云何止将一门神通练到圆满 是整整七门 此时大帝擂台上的二人 经过最初的试探 已经开始正式的对决了 萧云一拳砸向柳天都 轮到我了吧 吃小爷一拳 柳天都也不退啊 来吧 两道光波痕 装在一起 风风风 爆炸的光速照亮了整个圣地 整个擂台连带着圣地都开始蹦 战斗声噼里啪啦的震动炸弹 底下众人看得非常震动 因为在力量上 萧云占据了绝对优势 大地擂台 萧云与柳天都同接一战 正面交锋后柳天都被击退术 此刻他心里已经压麻呆狗蛋了 卧槽 萧云竟然有一千万精力 老子当年在练体精也才六十万精 这会是有多变态 在练体精竟然有二百万精 超出了混沌大地一倍 然而他没有退 反而战役更猛了 你越是强大 等我击败你之后 我的无敌道心便越发牢不可破 大言不惨 萧云手指轻轻一点 六脉神剑 只见一道蓝光操控着一把飞剑即射不出 速度奇快的攻向柳天都 这不是帝天的那把大宝剑吗 就凭你刚刚晋升神桥镜的精神力 又能发挥出多少力量 柳天都也祭出一把飞剑 他暗想萧云的精神力顶多操控一百万精 而自己操控的这把飞剑 可以发挥出足足三百万精力 萧云你输定吗 然而只听轰轰一声巨响 两把飞剑在半空中狠狠撞击后 柳天都的飞剑直接就碎成渣渣了 下一秒他Bug11的瞪大了眼睛 我来个奇娘呀 这或是个怪物吗 到底能操控多少万精力呢 眼见黑魔剑带着无敌之势已经杀上自己 回击时刻 柳天都的虫童猛 剃出两柄金色的天刀 哼 两柄天刀狠狠撞向黑魔剑 这才勉强挡住了黑魔剑的凌厉攻势 然而正面交锋后 柳天都就更加震惊 哗擦 一千万精 你的精神力怎么会这么强大 竟然能完全操控自己的力量 关你屁事哦 萧云满脸不屑地继续操控着黑魔剑 杀过去 被精神力操控的飞剑速度实现太快 而且携带着一千万机的总部力量 不断地追着柳天都屁来屁去 逆面一再留下深坑 柳天都躲闪龙的 整个人都快气死了 臭小子 太嚣张了 真以为力量强大就能战胜老夫吗 今天我就替地天好好教你做个人 随即他掐动硬绝冷碰的 让你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巧景 给我起 实现一座大山瞬间拔地而起 挡住了黑魔剑的攻击 萧云亚麻呆斗蛋了 这是盾山吗 这山不但又高又大 而且还长了紧 追着自己撞 只要碰到他就会被顶埋抖水 给我劈开 萧云不敢大意 全力操控黑魔剑劈开面前的大山 然而让萧云更加无语不识 这大山竟然像狗皮膏药一样 在劈开之后立刻又粘合在一起 柳天都满脸得意地摸着自己的大膜 我这一招大第一 只要是在地面上战斗 力量就会源源不绝 不杀死敌人是不罢休 话音刚 那座大山往着从萧云脚底炸起 萧云当即施展出金钟罩抵挡住攻击 恐怖的力量在不断的碰撞 大山朝着萧云这边不断引飞 萧云已经被挤压到了大地擂台的边缘 金钟罩都被压到变形了 然而柳天都的大山还在不断的变大 萧云压麻呆住了 这家伙的力量居然还在不断的变形 底下众人纷纷消极万分 糟了 萧师兄要输了 萧云竟然将万剑流也修炼到了圆满 这下圣地那些老不死都压麻呆狗蛋 真是便宜地天了 街上集萧云被柳天都的盾山挤回了擂台边缘 一天暗想托儿会不会还有后招 但这可能吗 21天他把其他神通也领了圆满 眼见盾山还在不断吸收大地之力 越拖下去这门神通的威力会越来越强大 萧云暗想必须一招惊过他 不然就会不断再生 底下众人已经压麻呆狗蛋了 擂台实在太行 不够消失凶朵了 但是离开大地擂台就压制不住柳天都的修文 大家都感觉萧云输定了 就连圣主都感觉要输了 他安慰地天 萧云此败非战之罪 毕竟柳天都已经修炼千年了 地天淡淡开头 为时尚走 但他的心脏已经提到嗓子眼了 他在期待萧云能创造奇迹 虽然混沌大地也不可能21天将两人神通炼到圆满 眼见萧云的金钟罩已经压变了 柳天都双手环抱指点萧云 认输吧 骚年 你还太难 不可能是老苏的对手 输给我并不可耻 毕竟我是和你世尊争锋的前辈 回去再练个几百年 希望下次能给我带来一点点惊喜 T&D 单身久了吧 废话真多 真以为我会在神通上输给你们 只见萧云周身的灵力开始蹦跌 气势不断攀升 变得越来越恐怖 而柳天都满脸不泄 像是看着一条臭水沟里扑通的小子 哼 你做一些无畏挣扎有何用 然而下一命他却笑容凝固了 这这这 怎么可能 他竟然还有别的神秘 只见萧云大喝一声 万剑流 紧接着黑魔剑 瞅着那天的大伤攻击过去 柳天都又要被逗笑了 小伙子很流皮啊 短短时间竟然学会了万剑流 可惜你只能操控一把剑 哈哈哈哈 你是想给我刮杀吗 萧云冷笑道 刮杀 呵呵 老子想给你刮 一把剑不够 那就离万把 说话间已经有数万把飞剑 在萧云身后凝聚里 随即他大喝一声 万剑流 只见所有飞剑 如同一条黑色的剑光长河 携带着恐怖的气息 轻响 咔咔咔的巨像接连起 就像火山喷发一板 底下正人仿作 看到了蚊子土手 接住原子 咔擦 那可是地狱级别的神通万剑俑 他竟然修炼到了圆满 话说除了祖师爷的无敌权意 这可是所有神通里攻击力最强 这下就连圣主也压马该过的 自己可是发费了数百年 才将万剑刘修炼到圆满境界里 我敌个亲娘呀 萧云竟然半月就炼到了圆满 而地天现在已经笑得秀法全版 哈哈哈哈 由此家徒 这辈子老夫已经没有遗憾 他笑声太大 传遍了整个混沌圣体 其他老不死现在长死都会清 早知道如此 他们也该去抢一请萧云的 是啊 好后悔 真是便宜了地天老小子 柳天都现在感觉自己老脸已经丢光了 数万把飞剑已经将他的盾伤毁的土渣死都不是 然而飞剑没有停下 而是带着无敌之势向洪水猛兽赶潮地继续轰杀 柳天都愿意地击射出神光 抵挡了萧云的飞机 他现在脸色黑得比锅底都黑 很好 你终于挑起了我的一丝兴趣 接下来我会用最强的力量击败你 说话间柳天都的瞳孔已经失去了眼眠 变得十分恐怖 萧云感觉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身体不断地在坠落 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他只能听到柳天都的声音 萧云 欢迎来到我的黑暗世界 你就永远地在黑暗之中沉沦吧 柳天都本以为对付萧云这个晚辈很轻松 然而却被他逼得使出了重彤幻境 众人见萧云闭上了双眼 一个个都急得跳走 这是怎么回事啊 萧师兄不是在干架吗 怎么打着打着还睡着了 有眼睛的惊呼 花擦 这是柳天都的幻境 听说可以制造一座黑暗世界 让人沉沦无法自拔 这么恐怖的吗 柳天都不愧是无敌一个时代的人物 萧师兄要输了呀 然而蒂天却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显得非常轻松 圣主忍不住疑惑的 蒂天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这可是黑暗世界 萧云还没铸就半步混沌体 根本破解不了 蒂天自信地摸了摸胡子 呵呵 圣主莫不是忘了 圣地的不动明王意 哪泥 蒙逼的圣主更不逼 那不是佛门神通吗 萧云既没佛性又没修炼佛门功夫 怎么可能练成不动明王意呢 然而此时圣主却敢受到大地泪坛上 爆发出一股浩瀚无边的佛力 不会吧不会吧 萧云不会真的做到了 幻境中的柳天都本以为 萧云毫无还手之力 他一掌狠狠地拍下 萧云 即使你在强 在我面前仍是不堪一击 哈哈哈哈 看我如何轻松击败你 然而就在手掌即将落下 萧云自猛然睁眼射出远道神光 柳天都当时就压麻呆斗蛋了 发擦 这怎么做到的 你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幻境 柳天都 你以为你的幻境很牛逼吗 我让你见识一下佛之奋 萧云根本没给柳天都机会 当即双手合十大吼一声 不动冥王意 只见萧云身后出现一封金色的大门 正是佛门中的不动冥王 套汉佛威正在进化柳天都的非爱世界 萧云继续推动灵力 释放出冥王真言压向柳天都 柳天都感觉有个和尚在他脑袋里面镜 爱你孤身走暗血 爱你不跪的梦 那声音震得他脑袋要裂开 然而这还没完 萧云大喝一声 柳天都的暗飞世界被彻底思索 而他自己的精神力也受到冲击 被不动冥王打飞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可柳天都没有放弃 他再次动用彤彤之力射出天刀 我不信你的不动冥王也能修炼到圆满境界 方嘎 天刀斩在不动冥王身上 仿佛在刮沙根本纹丝不动 柳天都亚麻呆狗蛋了 我敌个亲娘呀 我无敌一个时代的大王 竟然也有给小队刮沙的一天 而对面的萧云却向着变地 一脸和善地盯着他 木木金刚 不坏之身 柳天都 放下屠刀 归于我佛吧 柳天都手里握了的草 气死老子了 什么不坏之身 在我的重铜面前 谁敢称无敌 黑小 重铜神火 下一秒他像一个失去理智的魔朵 双眼猛的烹吹 恐怖的黑色火焰 这种火焰太恐怖了 将周围的空气都烧到变形了 众人纷纷惊呼 这这这 这不是重铜神火吗 传闻比三妹真火都不 萧师兄能抵挡住吗 只见不动冥王被恐怖的黑色火焰包吻 已经开始融化 然而萧云根本就不慌 他们不会以为自己只是将三门神通练到圆满 萧云与柳天都终极对决 他一口气甩出几门神通 竟然全部都是圆满境界 接上级 柳天都听射出重铜神火烧毁了萧云的不动冥王 而萧云却一点都不慌 一副等你出招的表情 反正老子有的是神通 此时柳天都踏着恐怖的神火幕后冲沙向萧云 臭小子 没想到短短半夜 你竟然三门神通练到了圆满 不过可惜你终究要败给我 萧云当即凝聚出一团光铁 来得好 傅海依紧接着一股巨大的洪流从萧云手中倾斜而出 直接扑灭了柳天都的重重火灭 柳天都心里压麻呆狗蛋了 发了一个擦 又是一门圆满境界的神通 这小子怎么这么变地 他不是刚晋升神桥镜吗 短短半月 怎么可能练成这么多门 而且全都克制自己 眼见萧云的洪水越来越凶猛 柳天都只能发疯似的催动 重重是放出神火眼前一等 但正面交锋柳天都中是落了下风 萧云满脸不屑地冷哼荡 柳天都 比起力量你还差得远 说话间他再次掐动命局 悬兵建议 只见一股恐怖的寒气盘旋在萧云周身 随着他手指轻轻举过头顶 凶猛的洪水全部凝聚成兵 恐怖的寒气将重蓬神火直接吞没 最后变成了冰棍 而萧云的悬兵建硬破开神火后 继续杀向柳天都 此时圣地的老不死早已震惊到麻木 这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萧云 他一连施展出五门地狱级别神 而且全都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此时大地擂台上 柳天都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萧云 我承认你有资格与老夫一战 他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把巨大的神刀 下一秒恐怖的气势 只见他一刀飞出 那铺天在地的巨型冰块直接被劈的吸引 把刀一出 空气都得抖三刀 吃瓜众人知道战斗终于到了最后阶段 作为天刀圣地的神子 大刀之名可不是靠吹 耍刀的柳天都才是最强状态 希望萧师兄能够挡住 只见柳天都悬在半空 手中是一把八百米的大刀 萧云 在我的最强一刀下绝望 柳天都冷喝的 一刀天下 眼见恐怖的刀锋即将压向萧云 他没有后退而是抛出了黑魔剑施展出万剑 下一秒轰隆隆的鼓风剑与席卷向那把大刀 两股力量重的振住大地的关卡都快盖不住 突然柳天都大喝一声 高卷康球 只见他挥着那把八百米大刀垂直的劈 直接把空气都劈碎 连带着萧云的万剑柳也被劈得稀巴烂 好在萧云提前布置了金钟罩 这一刀并没有伤到萧云 只是柳天都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压向萧云 咔咔 下一秒金钟罩竟然也劈碎了 这一拳是神通中的神通无敌拳印 自混沌大地飞升后无人炼成 而萧云不但炼到了圆满 还携带着大刀到我 接上级柳天都一刀劈碎了萧云的金钟罩 一时间大地内台被恐怖的黑雾弥漫 众人已经看不到萧云的身影 有人惊呼 花了一个擦 无愧是霸道 这一刀太恐怖了 但他们更担心萧云的安危 这下怎么办 萧师兄要个屁了 黑雾散去 天宫中的柳天都不屑地冷笑道 哈哈哈哈 萧云 你败了 随即又是一刀 朝着萧云多头皮下 你已经没有神通能挡我了 然而打脸总是猝不及防 只见萧云眼中金光大胜 大喝一声 无敌全意 下一眼 恐怖的群 直接击毁了柳天都的强势一刀 蒙逼的柳天都又蒙逼了 球斗一麻袋 这是什么神通 宝子见都没见过 因为这种神通目前为止 根本没人练成果 萧云犹如一尊地狱走出来的杀手 展现出一种令人惊悚的恐怖气息 他冷坑的 是杀你的神通 随即他继续掐动硬举 无敌全意 恐怖的拳头再次轰杀向了天都 柳天都不由地催动权力 大喝倒 天狗吞跃 只见他手中的神刀突然高光暴走 变成一只哈士奇 朝着萧云的拳头巴唧巴唧地躺去 萧云大吼一声 脑子打爆你的狗头 此时两人已经爆发出超越神桥境 甚至超越洞天晶的战略 只见柳天都的哈士奇 被萧云的无敌全意 叽巴烂 此时整个圣地已经沸腾了 这这这这 这是祖师爷自创的无敌全意 这可是神通之中最强大的神通 他竟然练到了圆满境界 太太太恐怖了吧 这都第六门了 而地天老不死 又被这小子惊呆了 他当然知道无敌全意牛了个大屁 但自祖师爷后没人练成果 所以他才没给萧云推荐 若曾想这小子竟然偷偷将其练到了圆满 沉寂多年的最强神通终于现实 圣主忍不住露出老母亲帮的新闻 真是祖师爷在保佑了 他混沌圣地有萧云和其幸运 柳天都被萧云的无敌全意击退后 他大喝一声 日月无光 再次举起手中的神刀劈向萧云 萧云又陷入了黑暗世界 显然柳天都的这一刀 不仅蕴含了强大的物理攻击 还携带着精神力的冲击 以及幻境的攻击三者合一 只见萧云不但不慌 反而笑得像个变态 很好 这就是他的最后杀招吗 宝子这一拳要直接打到他叫爸 随即大吼一声 无敌全意 但是这次 他将大盗道文附加在这门神堂之上 下一秒巨大的拳头包裹着恐怖的胡闻 风隆隆地撕碎了柳天都的绝世神道 这下呀麻呆狗蛋的弟兄和圣主就更呆了 我来个亲娘呀 这是道文 大盗道文 可是没有成帝 怎么可能领悟出大盗道文 这简直是老佛秉里看见了老婆 这一拳太恐怖了 柳天都直接被打黑树米吐出一大笔西瓜纸 他甚至感觉自己被稀爽 如果萧云一开始就使出这招 他是不是早就说 他眼中露出恐惧 再也没有之前的自信 你怎么可能领悟大盗道文 萧云感觉打出这一拳后自己又变帅了不胜 他双眸神光赤裂自信的 因为我无敌 柳天都虽要作死跟萧云这个晚辈大递类的 如今真是悔不当初呀 此刻的萧云已经与大盗融合 这强大的气势逼得柳天都坐在地上不断走 噔噔噔的脚步声没靠近你 柳天都的石海之被萧云碾压一次 他的精神力受到重大冲击猛的吐出一大笔西瓜纸 此时萧云感觉自己又变帅了不少 他再次掐动命局 老子趁你兵要你命 还我飘飘拳 巨大的金色大神再次砸上陷入自我怀疑的柳天都 而柳天都燃烧了自己的本人之力 他觉得他可以再狗一下 随即大吼一声 日月无几 石老夫最强一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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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然而这一刀还没射出去 他已经被萧云 刚刚还在刀刀刀的柳天都此刻 在刺出不移的进了旁边西瓜纸 然后狠狠砸在地上 他娘的萧云 你不讲武德 老夫的暗黑事件还没发出来 继柳天都的精神力被镇伤好 现在他的肉身也被萧云重伤 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不可能再敌得过萧云 而萧云并没有收起大刀刀 不得威压再次逼向柳天都 他猛地吐出一大口西瓜纸直接装死 萧云对着他嘲讽 喂 老不死 你怎么这么不惊大 萧云有些无语 真晕了 这没道理 圣主告诉他 柳天都的无敌道心已破 受到了反噬 只能靠昏迷压制这股反噬之力 那天现在已经默默为萧云竖起了大拇指 乖徒啊 干得漂亮 多亏你破了他的无敌道心 让他短时间内无法成事 刚好给威师创造了一个追上他的机会 师尊 我相信你有了菩提果的帮助 一定会打败柳天都的 圣主简直亚麻呆狗大了 这师徒俩都这么不讲武德吗 竟然要轮流掉打柳天都 幸好他昏迷了 不然恐怕得活活气死 与柳天都的这一战 让萧云的无敌道心更坚定 而且修为也大大提升 此时他已经达到神桥寂静 随时都可以突破到洞天静 但他却继续压制着 虽然自己的精神力 现在比洞天静的都要强大 但直觉告诉他 神桥静的精神力是可以继续突破的 他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练到最强精神力才富 因为他不但要挣到大体 还要成为最强的大体 随即他闭眼查看动物系统 打败柳天都奖励了50次动物 加上战斗期间 引起金夫奖励了15次 现在一共剩下160次动物 萧云有些头疼 哎 地主家的鱼粮不够了 这点动物都不够住 就半部混沌体 而此时系统突然弹出消息 丁 最新任务 每月即杀死一个神桥 进以上的修士 奖励10次动物 上线10人 萧云忍不住甩系统一脸666 嘿 上到 顿物奖励这就来 真是想睡觉就给我送着 这次的任务奖励真的很耐心 萧云只要做完越级杀人的任务 就可以铸就半部混沌体 他正想下山杀鸡 不 不 是下山历练 小雅突然跑来 师兄 你们萧家送来了一封信 那护卫连夜赶了几个月的路活活累死 文言萧云脸色巨变 连忙拆开信封 家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上面是萧富的笔记 原来是他们萧家的一个矿区出现的遗迹过之法 有大势力逼家里交出矿区 现在萧家岌岌可危 所以萧云成了全家唯一的指望 看安信后萧云就骑了怪了 师妹 我成为圣子的消息还没传回萧家吗 以他混沌圣地圣子的身份 谁敢冒犯他们萧家那不是找死 小雅轻声道 师兄 你听我脚定 是因为你成为圣子后就去了真龙巢 有太上长老怕你死在里面 所以想等你回来再派人去你的家乡通报 萧云冷哼道 果然是信不够我的实力 那后来呢 我都回来两个月了 萧亚一脸苦笑道 后来通报的长老在半路上被一名太上长老给追回了 因为那时候你击败祖师爷成了准神子 他们认为得派一位太上长老去 才配得上你身份 萧云抽了抽嘴奖 这群老不死 还真是麻烦是一对 然而这还没完 萧亚表示你击败有天都口 他们觉得一个太上长老去通报不够龙走 准备召集一群太上长老去你家通报 萧云简直压麻呆狗蛋了 等他们赶去 黄花菜都凉了 萧云当即决定自己回去一趟 师妹帮我去找赵无极了 我要出山历练 说完这些 他便马上前往地天的住处到了 师尊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使用菩提果 地天缓缓开口道 菩提果就在我的手中 又不会跑掉 徒儿所来何时 萧云将家里的事情道出后 地天文言当即在他身上种下一枚拳衣 以你现在的实力 为师不反对你下山历练 但保险起见 还是为你种了一枚拳衣 你有危险的时候 他会爆发出为师的权力一极 此时小雅琪春与赵无极他们 早就在天殿外等他 这次他们会陪萧云一起下山历练 那我们事不宜迟 出发 话音落下 四人便化作四道彩虹 消失在天际 弊行人遇见飞行一周后 便抵达了萧云的家乡凤陵城 萧云在高空中 就看见凤陵城多了很多万人修饰 看来都是为了他们萧家的那个矿区保卧 赵无极忍不住土豪 这点小事也要你亲自回来 随便派个长老过来 谁敢欺负你们萧家呀 他觉得不该把时间浪费在修炼以外的事情上 萧云摇头笑了笑 呵呵 你不要总是想着修炼 有时候出来散散心 反而能够提升心境 随即朝着萧索飞去 哎 他正愁怎么完成系统任务 毕竟不能胆着谁就杀吧 既然有人不知死活欺负到他家人头上 那不是送上门的顿路吗 萧云作为混沌圣地准神子 这货却气他萧家没靠山 直接在家主的位置上拉屎撒尿 萧复劝他 年轻人别太嚣张 老夫腿脚不好 你快下来让他做 回你自己家去玩 而叶齐峰却语气更嚣张了 这样做没问题 只要你们让出萧家矿去 否则凤凌城便再无萧家之名 此刻萧云想把这货丢进真龙草 让真龙一种先奸后杀 再杀再见 萧复呵斥道 叶齐峰你别太嚣张 不然萧云已经败入混沌圣地 比你们圣王宗强多了 此刻他们不知道萧云已经回来 更不知道他是混沌圣地准神子 叶齐峰冷笑道 幽夫 混沌圣地 好大的名头啊 可惜早就没落了 我哥叶大刀乃是圣王宗的圣子 岂是萧云一个普通弟子能比你的 闻言萧富气的咬牙切齿是不可之声 因为那个叶大刀他也认识 没想到这么厉害成了圣王宗的圣子 身边还有很多神侨静的追随者 他们萧家得罪不起 正当他准备妥协时 突然一到零下三十八度的冷喝声传来 是谁敢在我们萧家的坟头更逼 大家回头望去 只见萧云带着两个亮米 一个亮子回家了 萧富顿时满脸惊喜大喊道 云二 叶齐峰却嘖嘖嘖笑得更猖狂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回来了 哈哈哈哈 Let me猜猜 你是被混沌圣地给赶回来了吗 萧云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之前十六年没有休息 的确是凤灵成人静皆知的废物 他暂时懒得搭理叶齐峰 还是静止上前行人 父亲 我回来了 萧亚和习春雨也纷纷向萧横行人 萧富顿时笑得像个老母亲 哈哈哈哈 无愧是我儿子 一下子就带两个美女回来 留我当年的风范 萧云一阵舞 老爸 你思想龌龊了呀 他们都是我的师妹 习春雨和萧亚顿时就害羞了 虽然他们都喜欢萧云 可萧云心中只有大脑 而此时叶齐峰注意到他们的人貌 顿时惊喜得从五度上数字 都给老子走开 老子要用英语撩堂 八山储水 欺凉地 二位师妹肯 you kiss me 撩你老木 萧云已经忍不了了 他冷冷吩咐了 赵无极 给我把这只傻狗扔出去 下一刻只刷那一声 赵无极直接闪到叶齐峰的身后 他像林小鸡仔一样轻轻松松把人提起 叶齐峰玩命扑通怒吼 萧云 我割夜大刀可是圣王宗的圣子 你们萧家如果不想灭亡的话 最好给我嗡嗡嗡 话还没说完 他已经被赵无极一脚踹出萧家大院了 萧云竖起大拇指 好球 萧素健壮差点没占了 人儿 确确这位是谁啊 就刚刚那一下 他感觉到赵无极的气息特别苦 萧云一脸憨厚的挠了挠挠 哇 就是光谷圣帝和我们混沌圣帝的圣子 如今也是我的追随者赵无极 赵无极双手环抱在旁冷吼 切 懒得理这个装逼怪 而萧云还有大厅内的几位萧家老公子 仿佛看到了蚊子徒手接住原子 确实这怎么可能 萧云 你你你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 难道你不是混沌圣帝的普通弟子 连赵无极这种级别 都只是他的追随者 那他的地位岂不是 不会吧 不会吧 该不会是真的吧 萧云刚回萧家就震惊了老父亲和一众家族老不死 堂堂圣子竟然是萧云的小弟 那萧云的身份岂不是更牛掰 萧云尴尬的笑了笑 这种时候自己说 会不会有点太王头卖瓜 随即给萧亚使了个狗看了多董的眼神 萧亚搜嘎搜嘎的点头 连忙上前 伯父你听我给你吹 师兄他现在是我们混沌圣帝的准神子 不久后就会有一群老不死 坤罗打鼓的前来宣告此事 家族那些老不死和萧云顿时惊富连连 哪泥 真是准神子 太长脸了 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圣子牛掰多了 萧云心里早就爽翻了 这就是一锦还乡的感觉吗 但脸上却很淡定 不就是一个准神子吗 毛毛雨啦 萧云也连带着哥哥哥的笑得像个老母鸡 有萧云这样的儿子真是装逼道 赵无极简直亚麻呆狗 跟萧云这种装逼怪呆久了 我早晚会被他给传染 还是崔方谷圣帝那边赶紧找和花宝典和避邪种 好让我早日修炼早日离开的神 此时凤凌城没人敢欺负叶家 因为叶家少主叶大刀成了圣王宗的圣子 可萧家竟然将叶齐风 踹垃圾一样给踹飞了 让其颜面竞尸像之辣蛤蟆趴在叶家大门前 叶家主和叶大刀眼中冰冷的闪过杀气 检查过后发现只是断了十几根 叶大刀冷哼一声 没想到萧云加入混沌圣帝后 竟然如此狂妄心狠手辣 叶齐风躺在床上抱怨他 大哥我实在不如 他区区一个混沌圣帝的普通弟子 你为什么不早点铲除萧家 直接夺了他们的矿区呢 叶大刀谨慎的开口说 我听闻有一个叫做萧云的人 在真龙朝大杀四方 我是担心万一那人就是咱们奉铃城的萧云 那我们灭掉萧家会大祸领土 文言叶家主在庞复河道 是啊 你要多和你大哥学去 这样慎重才能成大事吗 然而叶齐风这个蠢货是要把一家人引死 大哥 你还真看得起萧云那个废物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 他若真有那么明白 早就成了混沌圣帝的圣子 文言叶大刀点了点头 随即露出一个想杀人的笑容 看来他并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个萧云 否则真龙曹关闭这么久了 早该有混沌圣帝的长老来萧家宣告 打萧一律后 叶大刀当即准备前往萧家 齐风 放心 为兄这就带人去替你报仇 今天毕灭了萧家满门 此时萧家大愿传出一道怒吼声 臭小子 你妈又不是母老虎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萧云边跑边回头的 你老心里就没点逼数吗 没看到我妈那架势 明摆着把两个师妹当未来而行 再不走他该问我什么时候生亡 萧恒在后气喘吁吁的劝慰的 我也觉得那两丫头挺适合你的 萧云压麻呆狗蛋 老爸 你们就算想要儿媳妇 也不能两个一起谈吧 随即扯开话题 好了 明老还是赶紧带我去矿区瞧瞧 到底是什么宝贝都引起家族危机了 萧云的系统任务是越级击杀洞天井 可凤林城这小地方洞天井少得可怜 正想让父亲带自己去矿区碰碰运气 萧父却抱怨说 叶大刀太好放了 带回来了上百个神桥竞修士 还有十个洞天井 把砸萧家的矿区给封锁 文言萧云瞬间笑得像个变腿 花蕾的擦 太妙了呀 十个洞天井 正好够完成系统发布的越级杀鸡任务 快快快 父亲快带路 我这就去攒了他们 球 球斗一马带 只见萧父说话都看 无儿 那可是洞天井的修士 而且有十个那么 你真的可以吗 萧云则眯起眼睛 嗯嗯的点头 老爸没听过越级杀敌吗 你儿子岂是那些洞天井小垃圾能敌你的 他们既然甘愿做了叶大刀的追随者 估计都没什么天赋 文言赵无极气得大姨妈都提醒了 哼 我也是你的追随者 你的意思是我也是没什么天赋的小垃圾吗 萧云简直呀 麻呆狗蛋 赵无极是提前更年期 还是大姨妈来了 听说他还在暗中打探葵花宝典和辟邪剑 莫非他想跟李承蒂组成姐妹团对付 萧云心里有些警惕表面上却像哄媳妇一样 哎呀你好歹也是两大圣地的圣子 当然跟那些废物不同 够够够 咱们现在就去矿穴 让他们见识天才与垃圾的区别 赵无极冷哼着往前走 这次不许抢我的对手 萧云无语 跟小媳妇一样小心眼 不就是上次杀了你的真龙遗种吗 萧妇见这两货都这么仔细 顿时放心不少带着他们去矿穴 然而四分之一住香后 叶大刀便带着追随者躲在萧府前大喝 萧云快滚出来受死 萧家护卫吞吞吐吐说 我们家主和少主刚刚去矿穴了 闻言叶大刀立即带着动物 呸 是洞天竞们朝着矿穴踏空离去 此时凤凌城的萧家某处矿区 一群阵法师正试图封开一个巨大的阵 萧云指着他们说道 这些都是叶家的帮手 但目前他们也打不开这座阵 萧云是学过阵法 他一眼看出这是一座富山大阵 里面还真有可能隐藏着某位强者的动物 赵无极突然一脸严肃 奇怪 我总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萧云翻了一个白眼 歇 你看到宝贝都说跟你有缘 算了 我们先过去看他 随机摆手朝着下方的阵法飞去 突然几个神桥静修是挡住他们的去路何斥 这里是我们叶家的地盘 再敢踏进一步 便让儿等死在此地 萧云可不是活菩萨 当即命令赵无极直接宰了他们 笑死 抢了我家的矿区 还死不要脸的理智气准 文言赵无极直接闪现出去 地盘将如封杀 而萧云也操控着飞魔剑 直接秒杀了面前的神桥静修是 这简直就跟杀鸡一样轻轻松松 消负见状已经压麻呆狗蛋了 我滴个青娘呀 神桥静秒杀神桥静 就这么轻松吗 忽然受到怒吓声响起 不好 有嫡妻 他们的实力很强 我们可是圣王宗叶大盗的追随者 敢杀我们的人 找死 很快萧云和赵无极便被团团包围 萧云盯着不远处的修士 简直恶风 一二三四五 哇塞 好多洞天井 转大了转大了 全都是顿物奖励 萧云低吹一声 万剑流 只见一道恐怖的心肺 好嘴都席卷出去 轰隆隆 遮天地狱的剑羽将那些神桥静的修士 直接给秒杀了 萧云和赵无极两个人包围了 一百个同等级的神桥静修士 对方嘲笑萧云这是在找死 因为他们是叶家的追随者 而宋明成没人敢得罪叶家 可萧云却笑得像个变态 只见他一台手 竟然缅杀了八十八个修士 剩下的人仿佛看到了蚊子徒手接住原子 六逼 他明明只是神桥静 怎么会这么强 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天子 赵无极气到黑发离家出此 勿骂萧云是个老六 说好一起大杀四方 结果又抢自己的对手 当即冲上去逮着一个洞天进补刀 他担心自己多吐槽一名 就连捕刀的机会都没了 萧云当时就不爽了 靠 这小子抢老子的盾物奖励 赵无极 动天进的凶事都留给我杀 那些叶大刀的追随者简直压麻呆狗的 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他们动天进的凶事 竟然会被两个神桥静的追杀 可他们速度太慢 萧云一抬手 黑魔剑便直接将其中一个秒杀 随即他就听到系统提示 丁 关系获得十次盾物 萧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你们真的是动天进吗 这会不会太弱 我都没用力啊 剩下那些逃命的羞士别提多憋屈 动天进被神桥静追杀 狗看了都觉得丢脸 而对方竟然嫌他们太弱 萧云一边扛着火箭桶杀鸡 一边大喝倒 都别跑 快回来跟我玩耍 仅仅0.31四处向萧云又嘎了两个动天进 剩下几个人听到萧云的声音 更快 傻子才跟这个变态打 可惜萧云的精神力太强大 很快便追上他了 所到之地直接将人秒转扎着 剩下最后一个洞天进已经吓尿了 妈妈我要回家 然而即使他把脸皮揣到裤裆里 扛着高铁开流也没用 萧云怎么会放过送上门的盾物 他正准备出手 背后突然传来一道金金怒口 住手 哪个不要命的敢杀我叶家修士 萧云回头看去 暗想又来了十次盾物 不过这会实力倒还不错 已经跟李不凡差不多了 他应该就是叶大刀吧 可萧云并没有停手 而是继续催动悬兵剑衣 封着一下将那个扛着高铁逃跑的洞天进直接打 随即乐呵地查探了一下盾物系 嘿嘿 七十次盾物到手 再杀三个 就能完成任务 他叶大刀气到手抖 已经敲不动键盘写不出小说了 他怒吼道 我让你住手 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呀 不过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命令我 叶大刀瞬间气势抱着 一字一字咬牙切齿 好得很 你就是萧云吧 本来还想饶你们萧家一次 看来还是我太过仁慈 既然你杀了我的追随者 那就用你们萧家满门去祭殿堂了 说话间 只见一只巨大的手掌 遮天地域翻逃的萧云都投压下 看在你们混沌圣地的分身 今天也不杀你 就废了你的修为吧 萧云简直要被逗笑了 十个礼不凡也不是自己对手好吧 想要随我修为 你也配 随即操控着黑魔剑使出了万剑名 只见恐怖的黑色剑名 瞬间将那只增加下了 这恐怖的力量 你的叶大刀布十一的瞪大了眼睛 你你你 你不会就是那个横扫针龙巢 打败里程帝的萧云吧 萧云左眼斜满树 右眼斜满怎么低 没想到你也听过我的名号 是江浩然那个废物告知你的吗 闻言叶大刀紧急要裂开 发了个擦 竟然真的是 这次踢到铁板 老子不会成为第一个把自己斜死的作者 萧云冷笑道 怎么 你很惊讶吗 叶大刀咽了一口唾沫 是有点 不过你终究只是神桥镜 只要你跪下磕头道歉 我就饶你这次 叶大刀竟然让挂王之王跪下磕头 只因萧云仅仅是神桥镜 而自己是洞天镜绝对能拧压的 作为最强神桥镜 萧云现在想杀人 圣王宗圣子又怎么样 他根本不带平 随即满脸不屑的翻了个白眼 你TMD出门没吃药吗 怎么敢让萧云跪下道歉 就算江浩然也不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叶大刀哪里受过这样的嘲讽 当即展现出自己的七个洞天 呵呵 萧云 既然你不愿意跪下道歉 那我就打到你跪下为止 萧云冷笑一声 手指轻轻一点 操控着飞魔将画作 竖刀剑影分布在叶大刀的四周 呵 难怪敢在萧爷面前嘚瑟 原来跟李不凡一样 练出了七个洞天呢 可惜啊 李不凡在我面前就是个弟弟 叶大刀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直接催动背后的七个洞天 画作几把刀光 朝着萧云的黑色剂灵鸭裙 哼 雕虫小镜 就算你天赋再强 也比我差了一个境界 你是天才我也是天才 想越即杀我 简直是白日做梦 然而打脸总是猝不及讽 只听松龙龙几声惊天去想后 叶大刀的刀光直接被萧云的剑影 这么七八万 他简直压麻呆狗大了 打你 他怎么会这么强 而萧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大喝一声 四向剑阵 只见树到璀璨的神光 一座巨大的光龙 将叶大刀给刺目 这还没完 光老上方又出现几只庞然大刀 朝着叶大刀扑杀过去 萧云冷笑道 叶大刀 在我眼里 你跟你的那些追随者都是一样的废物 此时姗姗来迟的追随者甚至忘了支援 快看 那是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呸 是白虎青龙中阙和玄武四大神兽 这难道就是传闻中最强的神通之一四向剑阵 可是神桥竟怎么能学会这么流皮的神通 萧云顿时眼睛一亮 来得好 随即举起看你老牧拳 封向那几个追随者 杀了你们几个 刚好完成系统任务 叶大刀仿佛死了青娘般怒 萧云 你的对手是我 快给我助手呀 然而四向剑阵里的妖狩太平 他一时间根本无法脱身 只见萧云一抬手直接 咱们的供天径击下 剩下的几个追随者当即吓得响了牛 但叶大刀还在这里 他们不敢跑 只能硬着头皮纷纷爆发出自己最强一击冲上去 大家一起杀 我不信他真这么厉害 萧云冷笑一声 催动着包裹了大刀道文的无敌拳 只听轰隆一声剧行 仅剩的几个追随者一拳被萧云给封杀了 哼 堂壁挡车 不堪一击 而此时叶大刀终于冲出四向剑阵 见自己最后的追随者也被萧云屠杀殆尽 他目自欲猎怒吼道 萧云 我要宰了你 萧云只是淡淡回他一举 你也配 随即挥舞着无敌潜意 与叶大刀的刀光 撞击在一起 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巨星 就连空气都在颤抖 由于叶大刀不是一般的冻天镜 萧云这一击还不能越击杀他 不够换成是赵无极道 肯定不是叶大刀的对手 萧云满脸不屑的嘲讽 冻天镜就这么弱吗 你敢信吗 萧云差点被叶大刀嘎了腰子 只因叶大刀手上竟然有圣兵 街上及萧云一拳封向叶大刀 这或没有像他的追随者们一样直接嘎屁 但也被封得连连覆退 萧云满脸不屑的嘲讽 你还真是一个废物 我若是动天镜 杀你如同土狗一般轻而易举 因为萧云并没有使出全部力量 然而叶大刀也没有亮出最后的灯 他堂堂圣王宗的圣子 何曾遭受盗布这种耻辱 简直气到十天不拉时 只听嗡的一声 叶大刀突然寄出一笔金色的圣刀 圣刀携带着恐怖的气息杀向萧云 萧云当即一抬手召唤出万剑 黑色剑和瞬间布满高空冲向了那把大刀 然而萧云做梦都没想 这把圣刀竟然直接撕裂了他的剑 好在他千军一发直起 射着金钟罩 可金钟罩竟然也没能理得出这一刀的攻势 萧云被击退猛地吐出一大口西瓜汁 咔咔 这玩意怎么这么狂 老子差点被他打了腰子 所谓反派死于话多 只见叶大刀洋洋得意的 萧云 没想到吧 我出生的时候不但有圣人异想 还有一把半生圣兵 这把圣刀虽然还没解放 但也足以让我战力大脏 萧云文言满脸震惊 这玩意竟然是圣兵 那岂不是更换魔塔一个级别的 圣人使用圣兵简直就是核武器 好在叶大刀的这柄圣刀 必须等他成圣才能解放 不过很快萧云镇定下 露出一个变态的笑容 游戏 等我宰了你 这把刀就是我的了 文言叶大刀已经忍不了 这柄竟然如此狂妄 还想杀人 他手提金色圣刀 催动七个洞天之力 朝着萧云斩杀过去 萧云也不敢再大言 当即掐动无敌 全应鸣机而上 来得正好 你还真是我的福气 不仅帮助我完成任务 还给我送了一把圣刀 善才童子也不过如此 很快两人的技能 准撞在一起 就像火山爆发般 轰隆隆的金金巨响 接连起伏 二人对战树枪 叶大刀竟然完全不舒服 萧云感受到 叶大刀的战略惊人 看来自己之前 还是太轻敌了 随即怒吼一声 老祖师爷 让你见识一下 我真正的实力 只见无敌权 硬包裹着大刀到 力量再次爆炸 轰向了叶大刀 这股恐怖的力量 让叶大刀提刀的手 都在发动 随着一声 哑哑哑哑的惊天吞叫 他还没反应过 就被封的盗飞出去 就连那把金色圣刀 也被阵飞掉了 地面被他 狠狠地砸出一个深刻 叶大刀不可思议地 瞪到了眼珠旁 西瓜纸 这这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输给了一个神巧景 就连圣兵都保不住 是什么让萧云的实力 又提升了一个等级 这得多亏 叶大刀千里送人头 他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神巧景 只见萧云一把 抓住了他的圣兵 叶大刀仿佛死了 青娘般撕心裂喉 给我滚开 那是我的圣刀 萧云冷笑道 骚瑞 他现在属于我 感谢你千里迢迢 为我送刀来 等我挣到大地之后 会有人给你注书力转 叶大刀气到快吐醒了 他怒吼的掐动应觉 萧云 你想挣到大地 简直白日做梦 给我去死吧 他暗想萧云真是个傻 不知道圣刀有精神印记 只要我引爆 就会原地爆炸 然而他很快就会发现 自己才是那个傻 只见圣刀上的精神印记被离 萧云却毫发无伤 自己反而受到严重的反射 再次夺出一大口西瓜汁 殊不知萧云快乐疯了 就叶大刀那点精神力 引爆精神印记就想催 换成赵无极可能会被炸成伤 可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瞌睡了就给送枕头了 他主动引爆精神印记 自己反而省事了 萧云当即释放出 自己的一丝精神力注入圣刀中 很快圣刀便闹上了 萧云的精神印记 彻底傻眼 花乐的擦呀 亏的裤衩子都不剩 他被气到直接引爆了自己 七大洞天 萧云 我要在你身上同一本的窟窿 只见萧云完全没放在眼里 自暴洞天吗 有魄力 可惜 你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大 随即他操控的手术精神 云淡风轻的掐动万剑流 虽然不是剑 但同样可以使用万剑流 叶大刀很自信的迎击了上来 萧云 我要把你扔进真龙草 让真龙一种先尖后杀 再杀再尖尖尖尖 刚刚还尖尖尖的叶大刀 瞬间啊啊啊的惊天惨叫起来 他竟然一招都没接住 直接被剑刀灌穿了身体 此时他整张脸都扭曲了 萧云 我们圣王宗不会放过你的 我诅咒你将来厄运临头 然而这还没完 他刚刚扬言要在萧云身上 开一把的窟窿 现在却一个劲的 扑扑扑狂吐西瓜纸 因为他正遭受到 一万金色圣刀的死 叶大刀的身体被炸了 萧云不由的暗中竖起了大魔鬼 没想到这把圣刀的威力 竟然比黑魔剑更高 他暗想圣王宗又如何 修炼戒本就弱弱强势 若不是自己实力起 现在死的就是自己 就连家族也会灭亡 随即朝着下面的矿区飞去 此番之后 他自会将萧家迁到混沌圣帝附近 看谁还敢动萧家 萧云回到矿区笑着说 父亲我回来了 那叶大刀已经被我拿了 而萧复却面路担忧 他可是圣王宗的圣人 不会有事吧 赵无极劝慰道 伯父放心 就算借他们圣王宗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来混沌圣帝撒眼 萧云看向那阵法问道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赵无极表示自己越靠近阵法 越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照耗 好像里面的东西真的与我有缘 萧云翻了翻白眼 滚肚子吧 见到好东西就说跟你有缘 随即举起金色圣刀朝着阵法飞去 都脆落 我这就破开阵法揭晓谜底 只听风龙一声巨响 萧云一刀便劈开了那户山大阵 他之前还不一定能破开这座阵 但有了叶大刀送的这把圣兵 真是破得轻轻松松 萧云再次突破极限 精神力达到前五古人的十炼境界 接上及萧云一刀破开神秘山洞的风影 原来洞祖宗是一具金色尸骨 他们三人进去的时候 被尸骨残留的鱼威症的气气 喷出一口西瓜汁 只见赵无极兴奋的尖叫了起 六兵 竟然是荒谷圣体 难怪我会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 萧云却有点失望 这位前辈好像还没成胜 哎 一具没成胜的尸骨 即使是荒谷圣体 也只有研究价值而已 而赵无极却两眼放光 仿佛在盘算的时候 他说这具尸骨的确没成胜 如果成胜那就仅次于准定 试问谁能杀得了他 他应该是在涅槃境被人杀死 萧云一霍倒 何以见得 因为涅槃境要度九次劫难 而且是自然结合人结 也就是开车掉轮胎 喝水塞牙后 就连路过的火锅可能突然响咬 闻言萧云表示既然这样 乖乖缩在宗门里渡劫不就好 赵无极笑了笑 呵呵 你太天真了 不出去渡劫 你就会被永远困在涅槃境 赵无极继续补充说 这还不是涅槃境最恐怖的地方 最恐怖的是 你的修为会飘浮不定 高的时候 可以越级对抗超凡境 低的时候会跌落到炼体的剧气 萧云闻言压麻呆狗蛋了 那岂不是全凭运气 不过现在说这些为时尚走 他也懒得再听赵无极逼 好歹是一尊宝体 先把他带回圣地 让师尊研究研究 赵无极马上就慌了 求 求都一麻袋 这具尸骨对我有妙用 我可以融入这具尸骨完成一次褪别 闻言萧云面露危险之色 可惜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做 一来这是我萧家矿区的东西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二来按照你我的约定 让你变强这种傻事我可不会的 赵无极仿佛早就料定般表示 我们可以做个交换 萧云饶有兴趣的打去道 这可是一尊荒谷圣体 价值无限 你拿什么与我交换 赵无极指了指那具金色师谷的眼睛 罗 你看到他眼睛里的红光了吧 那是他的精神原力所散发出来 只要我能够融合这具荒谷圣体 就能助你吸收这颗精神原力 届时你的精神力必定会大增 达到神桥极尽 其实赵无极之前就是想不吞精神力和躯体 但显然萧云是不可能把这具荒谷圣体送给他 萧云若有所思的打量着那具尸骨 的确有庞大的精神力波动 不过现在尸骨术 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析 赵无极冷坑道 荒谷圣体的精神力可不是谁都可以吸收的 不同体质的精神力无法弃度 你若是强行吸收 会引发排斥从而自暴 闻言萧云终究妥协了 只要能够打破神桥境极境 这具荒谷圣体送给他又何妨 反正他即使融合这具光骨圣体也打破自己 此时赵无极已经盘膝坐下 开始与那具金色的尸骨龙虎 萧云也是第一次知道还能这样提升实力 四分之一注相后 赵无极体内的血性 偏而起 他突然睁眼对萧云大恨 就是现在 萧云当即盘膝坐在赵无极的对面 下一命 刷拉一道赤红色神光 从赵无极的脑门头向萧云的天灵感 这就是那具尸骨的精神原力 萧云的精神力金丹已经开始吸收这股庞大的精神原力 这简直就是精神力大骨药 萧云能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正在迅速壮 真是赚大了赚大 荒谷圣体少之又少 能留下精神力的更是十万分之一 今天竟然让他碰上了这种大机遇 吸收完精神原力后 萧云的精神力直接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实练境界 他原本的精神力就超越了洞天井 现在更是直接翻倍了 这个男人就爱装逼 对外人装逼 对家人装逼 哪怕遭天劫也要装逼仇 接上级 萧云的精神力达到十练境界 大道之音响彻整个事 最终传出体外 与这片天地交织在一起 令得他周围枯木逢春老腾腿绿 萧云仿佛看到文字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哗嘎 这实在太震撼了 我的修为竟然也在提升 他当即盘膝坐下 开始认真接受大道之音的席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了 我绝对不能错误 四分之一住相后 轰隆 萧衡身体一颤 他感动哭了 他娘呢 他竟然突破 他被困在神桥境中期多年了 竟然破开瓶颈 一举到了神桥境巅峰 赵无极看到这一颗 差点原地弹出十迷运 靠 真变态 这家伙又打破了极限 不过他更多的是羡慕极度恨 就算混沌大帝也没他牛逼 赵无极咬牙在心中暗暗发誓 我不会认输的 你越强 便越能激发我的动力 突然萧云睁开了眼睛 他的肉身更加强大了 如果现在让他与神桥境的领天嘟一阵 一拳就能秒杀闹 就在他睁眼的一瞬 两刀子光轰隆一声 直接穿透了仓裙 虚空都被他吓得直发抖 萧云站了起来 他的无敌道心更强了 超越极限还是这么爽 此刻我已无敌 谁能与我一战 然而话音刚落 天地变一片红 恐怖的天雷马上就来教他做人了 萧云直接压马带斗大门 这就是装逼遭雷劈骂 萧衡哪里见过这阵劲 震惊到发出土国鼠尖叫 是这这 云儿还没成圣 竟然引来如此恐怖的天劫 他不会有事吧 赵无极吐槽说 放心 俗话说的好 破坏一千年 他不会死 萧衡脸色一将很想做到好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舒服呢 算了 老夫不跟晚辈一般见识 只见萧云不但没有释放防御剑 反而像孔雀开平一样 显露出三十条大道投影在挑衅天劫 天劫 使出你吃奶的力气来给萧衣搓个走 文言赵无极直接骂出了声 这混蛋实在太会装逼了 一天不装逼会死吗 萧衡也压麻呆搭蛋了 嗯 这都什么时候 你还不赶紧防御天劫 装啥逼啊 都是一家人 你装个鸡毛啊 天劫也忍不了 天劫 偷头就对着萧云粉粉砸下去 恐怖的天雷将萧云修身多下的狮狮做起 然而萧云却毫发无伤 再次嘲讽了起来 喂喂喂 你就这点本事吗 太弱了呀 往死里劈会不会呀 天雷快气死了 装逼装到他头上的还真是头一次 轰轰轰轰轰轰 他一连降下三宝天雷 萧云直接压麻呆搭蛋了 卧槽 导子还没准备好 你怎么就急眼了 天雷很生气 导子屁股死你 也要劈烂你的衣服 让你做光定挂网 于是赵无极和萧衡就看到萧云光着屁股迎接天雷的血 身体在天雷中毁灭又重生 萧云自己都感觉身体烧焦了一次又一次 萧云成为最强神桥静后又引来的天解 而他却嘲讽天雷跟若姬一样 这简直是天雷界的耻辱 天雷气炸了 轨着萧云浑身最脆弱的部位旁批 萧云又闻到了烤乳猪的味 而赵无极却盯着萧云 本来就短 现在还糊了 萧衡心中也是万马奔腾 你压得在看什么呢 不过这点怎么没继承我 短归短 只是千万别被劈眉了 我萧家可是一脉单传了 萧云也不忍了 过天杰 当我怕你不成 随即对着天空抱贺一声 无敌全异 巨大的拳头封隆隆的砸在那片劫云上 劫云要跟萧云玩命了 他一口气 唷 嚎叫着想撕碎那群 然而自己竟然被一拳封锁了 T&D啊 作为天雷我自闭了 以后这小子对天杰谁爱批谁批去 雷霆消散后 萧云的皮肤开始寸寸军立 最后就变成了皮尔坦丝滑的经济域 就连昆昆也不懂 而叶家这边 叶大到一天一夜未归 叶家父子终于意识到什么 以他的实力 瞬间就能秒杀萧云才对 父亲 大哥不会出事了吗 叶玄镇定的说 我已经派你二叔去打探消息了 他应该就快回来了 话音刚落 防纹直接被着急忙方的叶家二长老婆 他脸上写满了惊恐 大哥 出大事了 我们叶家大祸领走了 大侄子已经被萧云杀了 就连那些追随者也死的一个都不少 你说什么 只见叶玄两眼一灯 双头一身 就这么直挺挺的倒下 阴倒前还不忘苦思议 西瓜纸 叶其风依然无法接受事实 父亲 他连忙扶住了叶玄 随即问道 二叔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个废物萧云怎么可能杀得了大 千真万确啊侄子 不信你自己去看 况去现在到处都是尸体 那萧云敢杀大刀 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叶其风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竟然惹了这么个大人 二叔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话都没问完 叶家二长老已经跑了 还溜 还能怎么办 快跑呀 能跑多远跑多远 永远也别回凤凌城了 等你父亲醒来 你们也快逃命去 叶家二长老 叶玄却醒了过来 叶其风顿时惊慌的说 父亲我们也快逃吧 叶玄却说老二他们逃不掉了 跟他们一起跑必死 萧云既然可以斩杀你大伯 那他的速度肯定很快 叶其风已经下山了 父亲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死吗 叶玄叹了口气道 傻孩子 为父刚才假装昏迷 就是想让老二代人逃跑 吸引萧家住 好为你争取一条生路 叶其风闻言心中遗产 那二叔他们不救 叶玄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 哎 总有一些人该为我们叶家牺牲的 这块大地令你收起 你带着他去东方天地山 诸事这块令牌会有人安排好 并且替我们报仇的 叶其风打量着这块令牌疑惑的 就是大地令 我们叶家曾经出过大地吗 叶大昭以死萧云毕灭叶家 大难将至叶玄掏出了大地令 叶其风惊呆了 父亲 我们叶家出过大地吗 叶玄叹气说我们是叶问的后人 啊呸 叶家在东方是大地使家 曾出过两位大地 现在的实力比混沌圣地更苦 叶其风顿时满脸振奋的 哇塞 既然这么牛白 我们还怕那萧云作甚 叶玄却一脸苦笑 哎 东方叶家跟我们凤灵城叶家 不知道隔了多少年 要不是你大哥天赋惊人 他们根本不会赏赐这块大地令 那父亲 那我们一起去东方吧 文言叶玄摇头表示行不通 大地令只能掩盖一个人的气息 戴上我你是逃不掉的 随即一把推开叶其风 快走其风 你是我叶家唯一的希望 再不走 为父便自尽当场 父亲 叶其风只能戴上痛苦面具转身离去 我一定会为叶家报仇的 叶玄叹了口气 哎 本以为可以借大刀之力回归宗家 没想到萧家进出了萧云这样的人 当真是天要亡晚啊 不过萧云 我叶家宗家一门双帝 即便混沌圣帝也保不住你 随即叶玄自报了诗海 失去生机 从旷旭回来后 萧云就计划灭掉叶家 四季 叶家的事就交给你和赵无极吧 我坐镇萧府帮你们找出落网之鱼 萧横则笑眯眯的指向赵无极 我老了 对付杂鱼还行 无极兄弟一看就是牛逼普拉斯 杀人不眨眼的角色 一会全靠你了 文言赵无极翻了三百眼 哼 老家伙为了利用老子 又是给我戴高帽 很快凤凌城传遍了叶家被萧家灭亡的消息 不久前大家都还在传萧家要被叶家给端了 然而局势却在萧云回来后彻底反转 凤凌城的修炼者们仿佛看到了文字徒手接住原子的 那叶大刀可是圣王宗的圣祖 竟然被萧云一个十六年不修炼的废物杀掉 这太恐怖了 萧云没出门 但精神力却笼罩了整个凤凌城 叶家的人一个都别想到 赵无极轻而易举就灭掉了叶家 很快二人便带着一身血腥气回来 萧衡气喘吁吁的表示叶家已经完蛋 除了叶齐峰没找到 萧云却一点都不担心 反正自己早晚会挣到大地 何惧他一个小小叶齐峰 殊不知巨大的危机正在等他 赵无极当时就不爽了 哼 萧云你不要得意 挣到大地非我莫属 文言萧云也要找他掰扯掰扯 你们荒谷圣体很难挣到大地 一句很难 但我现在有两句 将来必定打败你 文言萧云捏了你拳头 你呀很自信吗 来单挑呀 赵无极转身就开溜 哼 是大饭吧还要人挑 我下个境界再挑你 萧云咧嘴一笑 哼哼 这就吓跑了 下个境界你也不是萧爷的对手 赵无极走后 萧云便掏出一把龙贤骨弟弟萧 父亲 这是龙贤骨 一颗可以增加十年寿元 这里有二十颗 你和老妈一人十颗 萧衡惊呆了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还不疯情 不不不 这太贵重了 你自己留着提升实力 萧云根本不容他拒绝 父亲 以我的天赋 早晚会成圣增加千年寿元 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 文言萧衡也不再推辞 只是我们真的要搬走吗 我们萧家在这里居住了这么久 萧云点头表示必须搬 自己将来挣到大地 注定会得罪很多人 把族人搬到混沌圣地附近 这样他才能安心 萧衡也不想让儿子分心 当即就硬下了 我这就去安排族人搬迁 而此时凤灵成手 出现一道白色的虚拟 恐怖的威压和声音笼罩了整座城 无图叶大刀有圣人之姿 到底是谁狠下杀手 如果不说 本座今日便血迹整个凤灵城 萧云灭掉叶家后 超凡进高手来袭 他发誓要图成为叶大刀暴走 只见萧衡抖成了拖拉机的发动机 因为整个凤灵城最强者是萧云 可萧云也才神瞧尽 而且想跑也来不及 而赵无极却说 这只是某位强者的神魂出窍 萧云翻了方白眼 给老子说人话 赵无极解释道 实力提升到出窍镜后 就能神魂出窍杀人于千里之外 不过距离越远 神魂所展现出的实力越弱 萧云挺震惊的 这才杀死叶大刀一天 对方的师尊竟然就找来了 这速度也推快了吧 那可不 叶大刀好歹是圣子 他师父怎么也得是个长老 修为不是涅槃镜就是超凡镜 速度能不快吗 文言萧云却松了一口气 只要还没成圣 自己就有把握与他一战 毕竟圣王宗距离凤灵城万里之外 他的神魂跨了这么远 强不到哪里去 说着萧云就往门外走去 赵无极有些无语 感觉萧云这是在亡火 你最好小心点 万一是超凡镜的强者 哪怕无法发挥全部实力也很 殊不知萧云是有底牌的 地天在他身上种下的权 关键时刻足以灭掉任何超凡镜强者 此时高空中再次传出惊天怒吼 如果还没人站出来承认 本座便图进这座者 为无图叶大刀陪走 而萧云也踩着金龙剑 跃上了高空大喝道 老家伙 你徒弟叶大刀就是我杀的 可这老布斯扫了一眼萧云 就横刺说区区神桥镜 给无图提鞋都不配 他宁愿相信老婆秉里有老婆 也不相信叶大刀会输给 这个资质平平的神桥镜 只见萧云掏出了一把圣刀冷坑道 那货的半生圣刀都在我手上 说他是不是我杀的 震惊的老布斯人地弹出三迷远 萧云摆出一副老子无敌的姿态 老家伙听好了 小爷是混沌圣帝当代准神子萧云 震惊的老布斯更惊惊了 竟然是呢 他没想到杀死大刀的竟然是圣帝神子 这下麻烦了 但他也不准备放过萧云 大不了图进凤灵城 到时候混沌圣帝也查不到他头城 只见萧云眼中满是杀气 你区区神魂也敢在本神子面前放肆 有种道上明滥 今日便斩你神魂 来日再斩你本体 文言老布斯其诈 当即掐动应举 展现出怒海龙同袍的萧云 臭小子 大言不惨 本座乃圣王宗大长老段子 就算只是神魂 我堂堂超凡镜强者杀你如土狗 恐怖的巨人张牙舞 小萧云 而他却不慌不忙地施展出万货 并且嘲讽说原来是缺德大长老 很好 本神子记住 他日必将送你下黄泉去跟叶大刀团聚 只听轰隆一声金钉巨鲜 萧云的万剑刘撞死了老布斯的巨鲜 但自己的剑盒也崩溃 双方不分上下 然而老布斯却震惊得更像个老布斯 靠 这小家伙竟然如此 他嫉妒到发狂了 就算叶大刀那样的盖世天资 再动天境也远不如他一个小小神桥镜子 萧云灭了叶大刀满门 他师父断得想替他报仇 看到萧云却嘲讽说他给自己徒弟提携动 然而跟萧云过招后断得却震惊 他问萧云一个小小的神桥镜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萧云顺势装逼 因为老子是你这种傻逼永远无法理解的天才 只见断德气炸了 他想马上杀了萧云 因为萧云不死 他们圣亡宗这辈子都会被压着 随即他报喝一声 太古凶兽 寻死他 就算你天赋再高 也只是神桥镜 常常本作的祭灵 只见一只黑布拉多张开一万年眉心 臭脑 吵萧云扑杀人 萧云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疑疑 太臭了 他当即施展金钟罩护住自己 萧云知道大意不得 从他口臭的程度 这绝对是一只太狠 好 黑布拉多本想咬萧云的脑 结果一口药 他的金钟罩上磕碎了一口老大 但金钟罩也碎了 然而萧云却一死地不活 趁机掏出那柄金色盛刀 朝着面前张开的血盆 萧云想 头里老木呀 给老子回去刷牙 只听风龙一声巨醒 黑布拉多被一分为二 萧云云云失望 就这 这也太弱了吧 然而此时断德却在理想 没用的 是杀不死他的 只要我死 既灵便不死不密 萧云一回头又看见一只黑布拉 他正携带着臭的发黑的口气 朝萧云扑沙果 这还没完 断德继续掐动硬举 三分归元气 七分靠运气 三掌让你可劈断气 只见三只巨大的掌印兜头盖起 此时整个凤灵城的人都吓尿了 他们已经开始舔断德的邪 好强 那可是圣王宗的长老 修炼了上千年的前辈 只希望前辈杀了萧云之后 不会牵连我们凤灵城的人 就连萧云的老爸都开始担心他要死 因为断德的实力 比叶大刀不知道强了多 只有赵无极知道萧云有多变化 他让萧衡把心揣到裤裆里 稳当得很 只见萧云口中默念硬举 无动灵王 大放光芒 给我揍他娘的口腔溃 灵王也被这只黑布拉多臭 当即一拳头锤抱着压的上鼓踢灵董 萧云继续带着命运向前冲 朝着对面的三只巨大掌印轰杀过去 这一刻老子无敌 管你什么三尊归原起 遇上老子注定没运气 下一秒三只掌印对风的七八万 只见断德的脸色比试了石金翔更难看 他不得不承认萧云才是天资盖世 他徒弟给萧云提鞋都不配 断德已经恼羞成怒发疯了 他发誓就算萧云在妖女 今天也必须让他去死 随即快速掐动硬举 祭出一柄火焰神刀朝萧云封杀二人 我灭了叶大刀满门 他师父想替他报仇 扬言杀我如土狗 殊不知自己马上要交代在这里 他跟我对战数招后 发现我天资盖世 他气到发疯祭出一把带火的八十米大刀 然而我不但不慌还笑得像个变态 呵呵 玩火吗 我刚好克制你 我当即掐动硬举 傅海一 玄冰剑印 两大神通同时扑向带火的大刀 片刻后大刀直接吸火变成冰雕 我继续催动玄冰剑印 批向段德 只见段德神情崩溢 他做梦都想不到 我竟然修炼了这么多神通 事到如今他只能指出那招 只见段德手掌一刷 心中默念口诀 五雷轰天意 是我最强一击有病之病 没病给你轰成神经地 此时数到俱为击碎玄冰剑印 从四面八方批向我 看着好像挺牛逼的样子 殊不知我连天雷都不怕会怕这冒牌天雷 只见我大喝一声无敌拳印 要你老命 下一秒我一拳打碎五雷轰天意 顺便给无敌拳印附上大刀道文 向段德老不死 段德老不死 被这一拳揍到快可屁的飞出几十米 嗤嗤嗤 他想到眼珠子离家出走的也想不明白 这一拳的威力怎么能这么强 我继续嘲讽 怎么滴 你就这点实力吗 等我涅槃杀你不要太轻松 段德老不死气到鼻孔都冒烟 小北 不要太得意 我的本体正在迅速赶过来 到时候你必死无疑 放完火花 他当即就想嚼顶你 因为他的神魂根本打不过 要是陨落在这里 本体也会受伤 现在想走 太迟了 说好的快乐玩水 我还有好多神通没表演 我当即施展出四项剑制 将老不死牢牢为主 段德一眼就认出了这门神通 他想不明白这么多牛皮的神通 是怎么被我念到圆满的 我又掐动无敌拳硬响他 谁然来了 那就彻底留下这句神魂吧 段德不甘心的怒吼 小北 我的本体不会放过你的 他那杀猪的轻轻轻轻轻轻轻 已经被四大灯瘦和无敌权硬 封成了碎渣渣 此时高空中的段德本体猛地 喷嚼一大口西瓜纸 花擦 他竟然杀死了我的一道神魂 段德擦掉嘴角的血液 恨恨地发射 萧仪 就算你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 我段德也要斩你剃大刀陪葬 随即他扛着火箭筒飞速 赶往凤灵城 我一落地照无极就嘖嘖撑起 你真是个变态 以神桥杀季灵 整个修炼界除了你没人能做的 我冷笑道 所以你跟对人了 突然血气翻滚 喷出一大口西瓜汁 没想到老不死的神魂 竟然有季灵静的实力 我也是拼命才杀了他 老爸连忙扶住 问接下来该如何 我告诉他 当务之急必须马上召集族人 离开凤灵城 我老爸连忙点头 好的 我们一起走 我直接否决了 不 我不能走 段德的本体正在赶来的路上 我得留下来拖住他 闻言赵无极和我老爸都惊呆了 不行 你绝对不是段德的对手 他的神魂都这么强 要是本体来了那就太恐怖 而且你还受伤了 萧云堂堂圣地准神子 竟然被逼迫给一个不入流的宗门长老下 本以为要壮烈牺牲了 然而对方倒是先跪下 接上级 萧云决定独自留下对付段德的本体 他老爸和赵无极都惊呆了 那可是超凡进的老不死 他要怎么办 萧云告诉老爸超凡进的速度气快 如果自己不留下 萧家几十口一个都逃不掉 然而他老爸却急忙摇头 他们可以分散朝着四面八方逃跑 这样总能有一部分顺利逃到混沌圣地 萧云心中苦笑 这的确是一个好记者 但谁能保证段德不会刚好追杀到自己大妈 他继续劝说老爸 师尊在自己下山前 就种下了一枚拳衣 关键时刻可以一拳秒杀段德 他们留下来反而会拖累自己 敲衡一脸狐一的叮着 真的 你个臭小子不会骗我吧 萧云一脸无语 老爸 我是你亲生的 怎么会骗你 萧爸吐槽道 你小时候骗的还少吗 只要有什么地方不守 马上就去找你妈告状说我勾搭是你 赵无极都看得目瞪广 哦 原来萧云从小就这么狡 萧云一阵无语 老爸 怎么还翻起旧账了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我现在好歹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 他们可宝贝人 怎么可能不给我一点宝布的手段就让我下山了 萧云感觉有道理这才松了口气 当即去安排族人赶往混沌圣地 萧府班空后 萧云和赵无极正在悠哉的喝茶聊天 萧云暗想这小子真奇怪 自己让他先回混沌圣地 他竟然不走 随即问他不怕死 只见赵无极一脸傲然道 混沌圣地没落了 所以断得敢杀你 但是我们荒谷圣地还在巅峰 借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动我 放心哈 等我震到大地后 会提醒你们混沌圣地 萧云呀麻呆住了 感情这会是留下来吃瓜的 你融合了一句荒谷圣体后 实力没见着 好像脸皮到厚了不舍 赵无极正想反驳 此时萧云却冷笑着看向了天空 他来了 只见断得释放出 不得威压怒 萧云 没想到你还有胆量留下 真以为你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 本座就不敢杀你吗 萧云强装镇定冷笑着嘲讽 原来是缺德大长老 你是来找辣道神魂的吗 骚瑞 他已经被我打冒了 赵无极也有样学样装逼说 我是荒谷圣地的圣子 你敢杀我 圣王宗就等着灭门吧 断得下的汉毛指 咔嚓 荒谷圣地的圣子居然也在 好吧 我承认我惹不起你 随即一挥声 赵无极的身体就无法动 像小鸡仔一样被拎起来扔出去 老夫跟荒谷圣地无冤无仇 还犯不着对付你一个小鸡 滚吧 他虽然忌惮荒谷圣地 但根本没把混沌圣地放在盐里 当即释放出更恐怖的威压 萧云 给我跪下 威压之下防污倒 树木连根拔起 萧府瞬间化为废墟 此时萧云即便被压到吐血也不肯跪下 呵呵 这就是超凡进的实力吗 萧云一咬牙站的更直了 手下败将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我能斩杀你的神魂 以后也能斩杀你的本体 只见转隔抬起一只巨大的手肘 兜头就朝萧云压下 狂妄 虽然你天赋惊人 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还谈什么以后 然而下一秒 他却突然像被踩了狗尾板一样下了 懵逼的萧云一脸懵逼 只见那只巨大的手掌已经被雷霆吸收 那雷霆还会转弯 生怕伤到萧云 断德在高空中已经变成了冠军 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扯回来 他自知逃不掉 赶紧跪下认怂对着四周囚牢 晚辈圣王宗大长老断德 有所冒犯之处 还请前辈恕罪 圣人之下皆是柔宜 萧云这逼真是装到位了 顶尖大圣给他做保镖 此时段得斗的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一样 求求求 求放过呀 萧云脸上写满了老族物 看来除了师尊给他中的权以外 混沌圣帝还另有强者在暗中保护自己 突然一道恐怖的神念出现在萧云背后压向断 无知小孩 听说你想让我混沌圣帝的神子给你跪下 还想杀了他 萧云下意识回 连忙躬身行李道 弟子拜见雷子 萧云感觉太有面子 这不就是第一集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老祖宫吗 当时他为了收自己还扬言谁敢起 就把他压在毛坑下一万年 这可是实力仅次于准地的顶尖大圣 雷祖对萧云笑咪咪的点提 然后回头看向断德的时候却换了一副面子 他双眼噼里啪啦的击射出雷电 在他的注射下断德阿的惨叫一声 顿时从高空中红红了 整个人像一坨狗屎跪在萧云脚下认识 他像复读鸡一样重复着前辈数字 圣人之下皆是蝼蚁 更何况面前这位可是雷祖 九霄大陆最顶尖的大人物 他可惹不起 雷祖眸光射人的说道 大胆小孩 连我混沌圣帝的卷神子都敢杀 你们圣王宗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断德走得更厉害 他拼命的磕头求怒 前辈饶命 晚辈再也不敢嚣张了 下一秒雷祖一鼓 断德像小鸡仔一样被吸了管 你不敢 但是你们圣王宗的 给我带路去你们圣王宗 老苏倒要看看你们圣王宗有多嚣张 懵逼的断德一脸懵逼 没 没必要做到这一步 断德心理方的一批 完了 这是要把事情闹大 然而雷祖可由不得他 强行拎着冷汗滴滴的 带路 否则死 萧云现在爽了 有雷祖撑腰真不错 不过他为什么不直接攒断子 而是要去圣王宗 莫非他还要打伤他们的大本龄不准 赵无极感觉雷祖肯定疯了 他一个人能干得过吗 殊不知整个圣王宗给雷祖舔鞋底 数日后几人抵达圣王宗山门外 萧云嘖嘖称赞 不愧是圣地下的第一宗门的确几盘 难怪有胆子挑战我们混沌圣 此时一道神念覆盖虚空怒吼道 什么人敢闯 不等他说完 雷祖只是冷哼一声 来人直接被一道雷电击 断德直接吓昏过去 紧接着圣王宗的圣祖也踏空而让 他连忙朝着雷祖躬身行务 雷祖大驾光临 真是蓬毙生辉 然而雷祖却像教训小孩子一样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臭小子 你也滚 让你家长辈出来说话 圣王宗的圣祖气得头关都歪了 只能乖乖点口 是 萧云在旁边看得目瞪狗呆 堂龙圣祖不要面子的吗 此时一道恐怖的神念撕破虚空 朝萧云这边叹视而来 张大雷 你来此所为同事 呼 萧云刚刚紧张起来的神情 又忍不住笑喷了 哈 张大雷 雷祖这么 听起来怎么这么而行 雷祖拎着小鸡仔冷声道 陈鲁德 你们圣王宗大长老杀我们混沌圣帝准神子 是想要挑战我们混沌圣帝吗 恐怖的混沌中封向圣王宗 一旦封开护山大阵 圣人之下没人能火 雷祖未给萧云出气 竟然要灭了整个宗人 接上集 陈鲁德看向萧云冷空道 张大雷 我看你们混沌圣帝的准神子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这是污蔑我们圣王宗的大长老 雷祖懒得反驳 只是冷哼一声 随即抬手击射出一道雷电 轰向他们圣人 懵逼的圣主一脸懵逼 嗯 刚出场就要个屁了 幸亏陈鲁德及时出手挡住了这一击 否则让他们的圣主死在自己地盘 那就太丢脸了 他怒吼道 张大雷 你有什么大病 居然敢杀我们圣主 雷祖学着陈鲁德之前的话语讽刺道 看吧 他不是没死 你阻止我干什么 老子张大雷纵逢几千里 想赴言我 雷们 陈鲁德深吸了口气 此事本座知道 我会处置段德务必给你们混沌 剩下一个交代 哎 雷必要为了一个段德得罪这朗牛腿 文言雷祖彻底目了 当即召唤出一道本座的雷电的轰道 这样就想打到我 笑 当我这么久不用了 你没有资格和我投降还价 让你们准备出来 哼 顷刻间恐怖的雷电排山倒海 覆盖了整个宗门 大难之时才会触发的 富山大阵被逼到陷阱 陈鲁德一边稳固 富山大阵一边怒喝倒 张大雷 发什么宗 到底想干嘛 雷祖再次催动雷电了 哼道 灭你们圣王宗 让你们准备出来都稳 陈鲁德一脸不屑 哼 准备起始你想见就见 张大雷 找死 一个人就想灭我们圣王宗 雷祖冷笑道 找死的是你们圣王宗 给老子看 随即他召唤出一口无火的大钟 这气势仿佛大地降临 此时他们的圣主和断 已经跟一坨屎一样 软啪啪的跪调的地 陈鲁德震惊的秀 发白了又黑黑了又 哗擦 混沌钟 眼前的混沌钟 跟萧云召唤出的虚影不一样 这彻底复苏状态的混沌钟 一个念头便能秘一宗门 萧云和赵无极都看得心潮澎湃 这就是威震诸天万界的 帝兵神威吗 真是太惊悚了 萧云暗暗竖起了大拇指 混沌钟 好霸气 赶紧提升实力 以后他会是我的弟弟 眼见护山大阵即将崩溃 陈鲁德快急疯了 一旦封开护山大阵 恐怕除了圣人 所有人都得死 张大雷 快住手 他不管不顾地释放 自己的最强一击四天枕 然而巨大的手掌 只接触一秒掌印电融化 雷祖快被逗笑了 哼 亭尼也妄想探动弟弟 下一秒混沌中轻轻一晃 只见无数大道之间 逃着陈鲁德攻杀下 不好 他当即撑起防御 然而只一秒防御 便就击死 他当场吐出一大口西瓜汁 再也没有反抗之力 雷祖眼神冰冷 继续催动混沌中 给我落 想当年 老子连其他五大圣地都敢走 我就不信小小圣王宗我摆不平 现身要准地 眼见恐怖的弟威 遭受了这种情 仿佛要进行蔑视之战 圣王宗的陈山大阵 都被压得凹击 等他只在一瞬间 宗门内的弟子早就吓尿了 太可怕了 还有谁能救他们 危急时刻 虚空中传出一声轻叹 哎 住手吧 时间仿佛进入了静止状态 就连混沌中也往后倒飞出去 时空长河震动 混沌大帝即将降临九霄大陆 竟然只为灭掉小小的圣王宗 给萧云出气 接上急 虚空中传出一道捆布的神秘 震催了混沌中 雷祖冷空道 哼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人物 随即全力催动混沌中 风向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只见那道身影防防开口 声音与大道共鸣 地兵虽强 但你终究不是大兵 只见他一抬手 巨大的掌印轻飘飘地 过混沌中的极道威压 萧云和赵无极都看得目瞪狗呆 哗擦 捕手撼动地兵 这人绝对是一位准帝 毕竟在大胜境界 没人是手持混沌中的雷祖对手 雷祖怒光灵力 声音穿透虚空 哼 木齐 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 你还没死 萧云一脸疑惑 啊 木齐 这些大人物的名字 一个比一个奇葩 文言赵无极一脸震惊 他是木齐 那位圣王宗的准帝 据说已经活了四千多年了 是修炼界最古老的强者之一 陈鲁德向一只发疯的恶犬 怒视着雷祖 张大雷 放肆 准帝的名讳 岂是你能够知乎的 还不快向木祖行礼道歉 神既然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 雷祖再次推动混沌中 逃着阿巴阿巴的 陈鲁德风机过去 只见准帝一抬室 混沌中竟然又被弹出去 准帝完全没把雷祖放在眼里 住手吧 在他看来雷祖只是徒劳 然而雷祖今天是要替萧云出了这口气 只见他双眸射出两大闪电 手中凝聚出光景 发型也变成了沙马特 准帝算个鸡毛 惹怒了老子 今天说灭你圣王宗便灭你圣王宗 一道蓄影仿佛从太古时代跨越时空而入 众人震惊 竟然是混沌大帝 这一颗木漆准帝的道心都在颤抖 这恐怖的气息瞬间横扫了九霄大陆 修炼界的老祖们圣人们古化师们 全都被惊动了从沉睡中苏醒 呃 是谁在复苏集到帝兵 九霄大陆的强者都知道 混沌圣帝有人守持帝兵 在攻击圣王宗 木漆一脸严肃 这小子是疯了吗 竟然要跟自己拼命 雷子 你兽源本质不多 如果在复苏地兵 这一战之后 你必死无疑 雷子冷笑着继续推动混沌中 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垫 木服骂 只见混沌大帝的须影越来越珍视 眼睛已经缓缓睁开 周围的空边正在火灭 时空长河正在颤 我滴个亲娘呀 这位曾经无敌诸天万界的大帝 竟然真的要降临世间啊 木漆感觉头皮炸裂 住手 快住手 我们圣王宗给你一个招待便是 如果真的让这位大帝从事空长河内走出 那他这位准帝今天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 圣王宗的废物 赶紧过来受死吧 萧云竟然一人挑战圣王宗所有神侨境天子 接上集 木漆剑混沌大帝即将降临马上就认锁了 表示愿意给雷祖一个交代 雷祖见状也召回了混沌中 好 老子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他不要命也要拉上王宗殿 就是为了保护萧云 让那些老不死以后再也不敢扼杀他 木漆见混沌大帝的身影消失才松了一口气 他指向一旁的段德 说 你为何对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出手 段德下的一个机灵赶紧跪地求饶道 冤枉啊木祖雷 是他们准神子先杀死我们的圣子业大盗 我才不得不为徒儿报仇 年轻一代的恩怨 你跟老不死插什么手 此时是我们圣王宗里亏 只见准地抬手 却出一道神光 在段德身上开了个洞 段德 你别怪我 这个锅必须要有人背 随着一声啊啊的惊天惨叫 段德凉凉 木漆看向雷祖冷声道 现在满意了吧 而雷祖却一点都不满意 就这 那我混沌圣地 现在就派个超凡进去杀死你们神子 然后再杀了老不死 这个交代你可满意 木漆气得头发白了又黑 老小子 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到底想怎么样 雷祖风轻云淡的开口道 哪里得寸进尺了 我就是听说你们有一颗天地鼠 我要的也不多 你给我十颗天地鼠就行了 木漆眼神易冷 靠 三颗不行 最多只能三颗 哼 这老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阴性 萧云一暗暗竖起他 这雷祖有点意思 看似脾气火爆 实则城府极深 这么一闹 不仅震慑了其他宗门 还能趁机捞点流水 真是奸诈的一批 雷祖冷碰到 三颗也行 但你得让你们圣王宗的神桥镜弟子都准 与萧云一战不论生死 木漆眸光闪烁 是 毕竟动天境的叶大刀都干不过萧云 神桥镜那不是送菜吗 雷祖满脸不懈的嘲讽他 你们不是想要报仇吗 本座知道你们圣王宗都是一群罪物 所以本座允许你们以多打手 只要是神桥镜 你们派多少人都行 木漆当即就应下了 好 陈鲁德 你马上安排人手 一定要杀死这个萧云 他知道萧云肯定很强 不过没有人数限制 那他们可以使用剑枕 张大雷 你就等着后悔吧 殊不知萧云已经恶疯了 雷祖 弟子不会给您丢脸的 可怜的圣王宗没人知道萧云有多变态 唯一的知情者断德现在气得想扎实 萧云脚踏飞溅 满脸不屑的嘲讽他 圣王宗的废物们 赶紧过来受死吧 圣王宗的人气得不会说人话 乱乱了 老祖 我狗蛋发誓今日定要攒他 还有我 我我我我 无数神桥镜修士纷纷请战 让萧云一个小小神桥镜打上山门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力 陈鲁德见弟子们士气高涨 感觉军心可用 此战必胜 然而他却指点了十个人 派太多人他感觉没面子 任子七你们就用十决剑阵斩杀死子 老祖放心 弟子定不如使命 以任子七为首的十个神桥镜都激动不已 这可是在准帝和大圣面前露脸的绝佳机会 没被选上的也并不失落 因为出战的是圣王宗宗宗剑仙 动天境的天才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他们看来萧云已经是一具尸体 然而萧云却一脸失望 靠 你们竟然只派十个人 这是瞧不起萧爷吗 萧云一招就可以秒杀一万个神桥镜天才 然而圣王宗的人完全不知道他的变态 竟然只派来十个神桥镜修士 萧云都快被逗笑了 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吗 对面的石剑仙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 TMD萧云 你区区一个人 我们派十个人 你居然还嫌弃 别跟他废话 直接布阵斩杀死 我们好回去喝酒 萧云一脸和善的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啊 我还等着杀下一批呢 今天我要让你们圣王宗山门前血流成河 人子七等人已经被萧云气疯了 真是狂妄至极 诸位师兄弟不振 随我斩杀死子 话音刚落 他们石人便将萧云围在中间 几人剑指萧云掐动硬举 只见无数群色剧领 从天而降压向萧云 萧云还没出招 圣王宗的弟子仿佛已经看到他变成一具尸体 毕竟石绝剑阵铜阶无人可破之 石人联手斩杀洞天井如土 就连圣王宗的神子也干不 陈鲁德也在嘖嘖称赞 这石绝剑阵在神桥竟当是无敌 张大雷啊 终究是算了 你们准神子必死无疑 雷族冷笑连连 呵呵呵 笑死 一座垃圾镇 也想要杀我混沌圣地的准神子 简直不知死活 萧云双手一摊有些失望 就这 就这 你们的底牌也太可笑了吧 随即召唤出黑魔剑 一股恐怖的血气从石绝剑阵中冲天而起 萧云周身燃起一团紫色火焰 任紫棋突然脸色大变 哇 快催动阵法杀死他 只见一柄惊天续剑悬在萧云头顶 仿佛随时要将他给劈成两半 萧云风轻云淡地掐动硬据 万剑流 给我杀 只见数万把飞剑携带着一股惊天动地的威努 顿时把石绝剑阵冲得节节后脱 萧云就动了一根手指 而任紫棋已经使出吃奶的力气 勉强维持着剑阵 大家坚持住呀 一旦阵法被迫 我们必死无疑 可恶 大意了 这个萧云简直是个变态 萧云一脸和善的手掌轻轻一推 哎 萤火之光又岂能与昊月争辉 杀你们我第二招都懒得用 只见数万把飞剑自然向前击射 将石绝剑阵进水封落 飞剑继续向前冲 直接灌注 任紫棋的 阿 任紫棋在接连起 他们最后化为一片血 洒落在圣王宗的山门前 萧云这恐怖的实力 彻底吓坏圣王宗的弟弟 他他他 他竟然一招就杀了石剑阵 他真的是神桥镜吗 该不会已经达到洞天镜了 不 肯定是纪灵镜 萧云双手环抱冷声道 真是不堪一击啊 换下一批 原本士气高涨的神桥狗 现在也不叫 一个个都把头缩回裤裆里 生怕被选中 准地木七的眼中 不杀意 万剑流这种地狱级的神通 竟然被萧云修炼到了圆满 死子太过妖孽 绝不能流 萧云一招秒杀圣王宗时见先 这变态的天赋 让圣王宗的几个老不死同时想 直接叨了萧云 死子不死 将来必成我圣王宗大敌 然而雷祖却再次催动了混沌中 一道洪亮的钟声令得整个宗能一颤 他眼睛里写满了你们感动萧云一个试试 老子跟你们玩命 几个老不死当即收回了杀意互相传音 毕竟雷祖兽原本来就不多了 要是杀死了萧云 他肯定会拼命 死也要拉咱们垫呗 陈鲁德也很赞 这老小子就是战斗疯子 别惹他 反正萧云淹了李成帝 杀了柳南山碎的苍天大体 现在三大圣帝哪个不想他死 我们就坐等混沌圣帝的老辈强者死光 到时候我们晋升圣帝 商量过后圣主当即对萧云举双手认随 萧神子在神桥尽无敌 我们圣王宗甘拜下方 到此为止吧 只见萧云故意露出欠揍的表情总赐 这才第一场你们就委了 我还没发力呢 你们圣王宗能不能欧力给他 再来个千八百 此时他们都好想上去揍萧云一顿 石剑先被杀 他们都快心疼死 还送千八百个给他杀 这是要他们老命吗 然而圣主表面却风轻云淡 萧云你不用嚣张 神桥尽无敌而已 我们圣王宗的神子将浩然 会在地路上等分 萧云一脸不屑地继续嘲讽 江浩然那个废物吗 则则 手下败价而已 差太远了 李成帝还勉强过得去 圣王宗的弟子们纷纷开始嘴炮 靠 萧云竟敢不把神子放在眼里 神子可是带回了一头真龙一种 将来一人一龙谁能与之争风 圣主冷冷说道 萧云 一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 多少大帝在年轻时也被打败过 萧云嘴角千奇一女邪笑 哼 你说的那些不过是普通大帝 真正强大的大帝 谁不是一路无敌的 萧云运转灵力朝着苍穹 我萧云必将成为最强大的 话音刚落 一到今天巨雷便划破苍穹 像是在呼应他 雷祖笑得见兮兮的 哈哈 我混沌圣帝的准神子就是利 一句话竟然引动了天道感应 这才是天道认可 有真正大帝之姿的 萧云呀麻呆主 老雷啊 你当我不知道刚才那道神雷是你召唤来的吗 你一把年纪了 这样骗小还不太好 圣王宗的圣主一脸嫌弃的丢出天地 好了 东西给你 赶紧走吧 真受不了这两货花式装逼了 圣王宗的那些弟子是真的信 他们心中非常震惊 又给萧云贡献了几次顿物 雷祖拿到宝贝 继续见兮兮的看着几个老不死 泽泽 今天收获颇疯呀 咱们走吧 陈汝德忍不住嘲讽道 赶紧回去睡觉吧张大雷 你也没几年受命了 等你死后 本座自会亲自去祭奠你 雷祖踏空而去 走前不忘吓唬他 放心 我死前一定会来找你轮到喝茶 我们携手一起共赴九幽黄犬 陈汝德有些丫头 滚犊子 T&D 总是纠缠老子干什么 要碰瓷找别的老不死 萧云已经故意激怒他们 但人家要当乌龟缩着头 他也没办 只能先跟雷祖回去 他突然有些担忧开口道 雷祖 刚才那个老不死说您寿元无多 难道是真的吗 雷祖叹了口气 是啊 不光是我 还有我们混沌圣地的其他顶尖强者 寿元都不多了 尤其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地 萧云从雷祖口中得知 混沌圣地正面临巨大的危机 老辈的顶尖强者寿元无多 最古老的准地 也只能通过假死来延长寿元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要是老一辈给屁了 他们连圣地都排不上 到时候会惨没一批 看来得赶紧回去诸旧半部混沌体 雷祖安慰的 不过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可以再撑个几百年 只要你在这段时间内成圣 到时你手持混沌中 足以抗衡准地 没人敢找我们圣地麻烦 萧云点头 雷祖放心 我又把握百年内成圣 赵无极直接被逗笑了 呵呵 百年成圣你做梦了 光是一个涅槃镜 都能拦你百年 古往今来就没人做到过 萧云眼中击射出无敌性命 你们不能 不代表我不能 这一世 我必成诸天万界最强的大帝 赵无极一脸不谢 少得意 接下来的洞天计 我一定会超越你 雷祖不认为萧云很狂 反而更欣赏他了 他将三颗天帝国交给萧云 此物以后能助你晋升天际 你先留着 圣地也到了 你们先回地风吧 萧云手捧天帝国一脸赶动 没想到雷祖竟是为他要的 虽然自己有盾物用不少 但对师尊肯定有用 萧云回到地风后一脸凝固 自己 你怎么会在这 少主 您现在是准神子 您的父母当然有资格入住地风 萧云松了口气 父母在地风 萧家族人也被安置在圣地附近的云法国度 成了那里的新贵 文言萧云一脸感动 以后混沌圣地就是他的家 圣地崛起的任务 将是他萧云毕生的目标 随即他去拜见了师尊 帝天问道 圣王宗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 萧云咧嘴一笑 嘿嘿 解决了 雷祖一直暗中保护我 还带我打上了圣王宗 狠狠震慑了他们 随即将天帝国地点 师尊 这是我们从圣王宗那白嫖来的 刚好给您晋升天敬用 帝天接过天帝国 却没有多高兴 哎 雷祖虽然震慑了其他宗门 但也显露出我们混沌圣地 是强弩之末的事实 否则他不会这么急着出手 都怪我们这一批人不争气 无法承接前辈们的重担 突然他笑着说 这次维师就不跟你客气 这三颗天帝国 刚好助维师晋升到半生 维师再努努力应该能成胜 也好为你争取成长时间 萧云自信的 师尊放心 我会尽快强大起来 帝天点头 你去吧 从今天开始 维师要正式闭关冲击天境 萧云也准备冲击洞天境 毕竟他在神桥境 已经超越了极限 只有早日成圣 才能扛起混沌圣地的大气 突然赵无极的灯电 传出一种强大的气息 萧云冷笑了想 这家伙才刚回来 就冲击洞天境了吗 还真是忍耐不住啊 萧云满脸期待 赵无极现在有两具荒谷圣体 未来可期啊 接下来自己也该去冲击洞天境 铸就半部混沌体 赵无极做梦都想做一回萧云的大哥 刚回帝风 他则开始突破洞天境 萧云却不急 他要先铸就半部混沌体 这样开辟出来的洞天更强 他现在有二百六十次洞 应该足够了 拥有两具荒谷圣体的赵无极 已经不比里程地长 这两人 都会成为他正到大地的魔刀使 赵无极冲击洞天境 弄出了很大的洞体 金色战神的异象顿时冲天而起 弟子们皆是道西一口凉起 快快快 帝风那边有大洞景 莫非是神子大人晋升洞天境 就连一些老不死也朝着帝风奔去 确定了 不是神子 是那赵无极 不愧是荒谷圣体 去看绝世妖孽能开几个洞天 此时帝风上三个男人都在闭关 女人们都在吃瓜 感慨最大的救赎西春 自己晋升洞天境的时候 连一点水滑都没有溅气 好家伙 这祸直接引起了整个混沌圣地的诛 只见赵无极从宫殿内冲天而起 下一刻他一闯攻击了天空 紧接着一座巨大的黑洞显露出来 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 吃瓜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快看 开辟洞天了 不知道赵无极一次能够开辟几个洞天 以他的天赋最少七个吧 也有人开始着急 好期待神子大人 他怎么还没动静 不知道他能够开辟几个洞天 此时虚空都变得扭曲了 一拳又一次 赵无极已经开辟出了五座洞天 然而他没有停止 再来 你我 这已经是第八座洞天了 这一刻赵无极感觉自己无敌了 就算萧云晋升到洞天境 他也能和他抗衡 可这还是不够 他要彻底超越萧云 众人惊呼 靠 这已经接近洞天境极限了 而且他是在一天内开辟了八个洞天 这种天资和根基实在太恐怖了 然而更恐怖的是 只听轰隆一声聚集 赵无极又开辟出一座洞天 众人叹得目瞪狗呆 哗擦 九大洞天 这是洞天极劲 无愧是荒谷圣体 简直强到变态 此时就连扶灵都有点担忧了 少主晋升洞天境后 能不能再次打败赵无极啊 万一打不过 那岂不是要变成他的小兵 赵无极已经乐疯了 哈哈哈哈 九大洞天 我终于成功了 两具荒谷圣体果然牛逼 萧云 这次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话音刚落 萧云的宫殿就传出弘量的大道之音 众人的小心脏都快受不了 确确确 神子大人竟然要驻救半部混沌体 不可能吧 这样太快了吧 比起冲击动天境 他们更加期待萧云驻救混沌体 毕竟混沌体才是最牛逼的 此时萧云的确在参悟混沌精 顿物次数也在飞速消耗 只见一道道金色气流 不断地洗涤着萧云的身躯 这些都是混沌器 让他的体质在进入 已经第六十三层 只要到七十二层 先是赵无极一下开辟出了九大洞天 紧接着萧云驻救半部混沌体 引来了大道之音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轰隆隆 萧云一举冲到了七十二层 金色的混沌器包裹着萧云 他的肉身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半部混沌体成了 帝封上 天将祥瑞帝有神学 青龙玄武白虎和朱雀四大神兽 坐镇四方守护着萧云 众多老不死看到这一幕老泪纵口 成了成了 神子真的铸就了半部混沌体 帝天那小子当年 总是花了六七百年才成功 而萧云才二十岁就成了 身妖孽啊 地封上的三个女人都激动不了 他们知道萧云能铸就半部混沌体 但是没曾想竟然这么快 要说最开心的就是小雅 他就知道师兄是最厉害 赵无极满脸兴奋 很好 你越是强大 等我打败你 你才会心出口服 他对自己依然自信满满 自己现在有两具荒谱胜体 又有九大洞天 就算萧云也开辟出九个洞天 自己依然有把握打败他 萧云 这回我要做大哥 此时萧云的精神力和肉体 都蜕变得更强 他胆叹半部混沌体果然强大 三百条大道投影冲天而起 形成了新的异想 萧云有些懵逼 这半透明的区域是什么 紧接着他走进那片区域 周围的空间都被领悟 他满脸写着老毒物 这是混沌领域 既临近才有的领域 我居然现在就拥有了 他试着操控自己的领域 我靠 混沌领域也太牛逼了吧 不仅可以削弱敌人的神通 还能禁锢时间和空间 以后打理成帝都不用提前不准 这半部混沌体完全不输至真体 不知道真正的混沌体有多情 随即他查看了一下动物系统 目前只剩26次动物 不过能助就半部混沌体也只 只听轰轰一声巨响 萧云冲出了天殿 接下来他要开辟洞天了 照无极都能开辟九大洞天 他要开辟十大洞天 众人一脸期待的盯着天空 快看 是神子大人 不知道他能开辟几 肯定也是九个 神子大人不会比照无极差 咔嚓 只见萧云携带着三百条大洞投影 一拳击碎了虚空 他直接将洞天开辟到了圆满境界 一拳又一拳 天上地下 有个无体 一个又一个黑洞被他开辟到圆满 片刻后萧云一脸开辟了九个洞天 众人兴奋到嘴巴何不拢了 果然是九大洞天 我就知道神子大人不会比照无极迅速 然而萧云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这还不够 我要开辟第十座洞天 超越极尽 只见萧云融合九大洞天之力 还有半步混沌体之力 再一次红向虚空 下一刻金色的拳头包裹着大道文 一拳破出了一个黑洞 第十个洞天成了 地风上的人全都目瞪狗呆 哗擦 怎么会有人能开出地势洞天 地风上众人震惊了 神子大人竟然真的开辟了地势座洞天 不是说洞天境久为急吗 赵无极不淡定了赶紧看过去 他真的好想做一回打 好在刚刚炸糊了 萧云只是轰出了一道区域 没有完全开辟成功 轰轰轰 萧云又连续轰了好几下 然而这地势洞天 一层比一层坚固 萧云没想到这地势洞天竟然这么难开辟 他只能用最强一击 随即召唤出了老祖区域 以及混沌领域 最后在无敌权硬上包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大洞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地方 萧云终于开辟出了地势洞天 这地势洞天 比其他洞天大了三倍之多 比九大洞天加起来都要厉害 众多老不死都看得目瞪懂待 活了上天的年头第一次见这种事 这萧云的地势洞天吞噬天地灵气非常大 直接掠夺一大片 以后谁想耗死萧云 那是不可能的 只见赵无极满脸震惊 哗擦 萧云太不当然了 竟然真的开辟出了地势洞天 眼下速战速决或许还能有一战之力 否则会被耗死 随即他冲上天空大河头 别装逼了 快来与我一战 他当然知道自己很可能打不过萧云 但从来没有不战而退的荒谷胜体 萧云不想跟赵无极打 还是算了吧 我已经开辟出地势座洞天 你不是我的对手 赵无极咬牙大吼吧 少废话 快来单挑 即使他心里压力很大 但他很想知道自己跟萧云的差距有多大 萧云知道自己是无法说服赵无极了 呃 挥动巨大的拳头朝着赵无极轰杀过去 轰隆隆 恐怖的力量压得赵无极几乎窒息 他拼命推动极限战力 携带着巨大的战神意识 朝着萧云狠狠的迎击过去 众人震惊 我们快退 神子和那个赵无极要开战了 轰隆 两人的拳头直接硬碰硬 没有花里胡哨的技巧 恐怖的爆炸果然将地风的山头够给削平 要不是那些宫殿都有阵法手 恐怕早就被摧毁 扶灵无奈朝着他们大喝倒 少主 你们还是去更高的地方等 否则地风就要被拆了 闻言 萧云和赵无极都朝着高空击射而出 赵无极大喝倒 一招决胜负马 正有此意 只见赵无极周身包裹着一层金色利剑 朝着萧云砸了过去 萧云大喝一声 来的 正好让我看看混沌领域的力量了 赵无极带着花里胡哨的战神 虚影冲向萧云 融合战神 萧云 老子要做大哥 恐怖的光影 想将萧云的身体冻穿 萧云当即催动半步混沌提醒 来的好 刚好让我看看混沌领域的力量 只见赵无极兴致勃勃的冲进领域之后 却发现战神虚影竟然烟消云散了 融合了个寂寞的赵无极一脸震惊 哪泥 你竟然提前拥有了领域之力 然而更震惊的是 他在萧云的领域里根本走不动到 就像手脚被冻住 哗擦 速度削弱这么多 这领域也太变态了 萧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当即一个闪身 一拳很吼哄向赵无极 嘖嘖嘖 太慢了 猛逼的赵无极啥技能都没发出来 就被萧云一拳拍飞狂撒西瓜汁 萧云继续催动着混沌领域追上去 他背后的石座洞天 源源不断的在提供能量 让他的领域还在不断增强 吃瓜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神子大人不到二十岁 竟然就拥有了混沌领域 他们见萧云压着赵无极打 纷纷松了一口气 毕竟神子大人不用给赵无极当小弟 说好一招决胜负的赵无极真的气账 可恶 自己竟然一招都打不出来 他再次召唤出战神虚影 只不过这次是两具战神虚影 毕竟他有两具荒谷圣体 赵无极怒吼道 萧云 我一定要打败你 我要做大哥 萧云有些无语 要是自己施展空间减速 这副恐怕又半天融合不出来 喂 融合好了没 好了就过来 融合了两尊战神虚影的赵无极 一拳轰击向萧云 他这一拳的战力已经拉满 萧云赞叹道 你已经很强了 再努努力应该能开辟出地势洞天 随即掐动无敌权益 包裹着大道纹理迎击了上去 轰隆隆 强大的冲击波令的观战的人都差点站步 靠 他们两个真的是洞天境的吗 是神子大人赢了 只见赵无极再次被打到狂洒西瓜之道飞出去 而萧云却完全没受伤 我一定能开辟出地势洞天 萧云双手环抱自信 哎 那时候我早就踏入寄灵境 赵无极看见他这副装逼样就想揍他 可恶 现在打不过他 此时圣主突然宣布 明天万灵秘境开启 凡是洞天境寄灵境的修饰 都可以进去寻获真灵 圣地顿时就沸腾 这还没到万灵秘境开启的时间吧 你白痴呀 圣主是特地为神子大人开启 萧云一脸期待 万灵秘境吗 自己刚好需要祭练真灵 圣主真贴心 我一瞌睡就给送枕头了 萧云开启十个洞天后 必须祭练真灵才能晋升纪灵境 圣主便特意为他开启了万灵秘境 紧接着他和赵无极 就找扶灵提前了解万灵秘境的情况 万灵秘境里住着圣地历代强者斩杀的妖兽和神秀的真灵 是专门留给后辈弟子们用的 萧云笑着点头 嘖嘖嘖 圣主对我真好 我前脚晋升洞天境 他后脚就开启了万灵秘境 扶灵笑道 那可不 少主一下子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地势洞天 还铸就了半部混沌体 放任何地方那都是宝贝哥 就连少主之前随口提的葵花宝典和辟邪剑 现在都在安排大量人手帮忙找 萧云无语继续问道 扶灵 那里面是什么情况 你去过吗 扶灵笑道 当然去过 那里是一座亡灵死寂 除了没有佛物 跟外面的环境差不多 里面都是一些贱人就杀的灵魂体 他的核心地带有一座万灵洞 想要抓到强大的真灵 就需要去闯万灵洞 万灵洞有九层 第一层的真灵最弱 第九层最强 竟需要量力而行 一旦被一群真灵堵在洞 那你们就死定了 萧云点头对万灵秘境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他当然会去最危险的地 但怎么判断真灵的等级呢 扶灵笑道 他们的魂体颜色不一样 分炙成黄绿青蓝紫白金九种颜色 越往后越强 金色的是神兽真灵 实力非常强大 生前至少是圣人级别 闻言萧云顿时来了兴趣 优贺 那必须多抓几只金色的弯弯 那我先回去闭关 为明天万灵秘境做准备 此时冬玉风上 李不凡乐何地出关了 哈哈哈哈 终于晋升纪临近了 众多追随者顿时兴奋不已 纷纷上前吹捧彩虹屁 毕竟李不凡越强 他们的待遇就越好 李不凡一脸得意问起萧云 那小子已经死在真龙潮了吧 快说是谁杀了他 是李成帝还是赵无极 将来见到 我必要感谢一番 只见追随者们纷纷低下头一点为难 启禀圣子大人 萧云还活着 而且 且 啪啪啪的 李不凡顿感不妙怒喝的 别阿巴阿巴的 还不快说 那小子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追随者们抽了抽嘴角 想辟吃呢 他需要逃吗 强的变态好吗 萧云已经晋升为准神子 并且刚刚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十大洞天 他还收了赵无极作行帝 闻眼李不凡气到清晶暴起之跺脚 可恶呀 PMD他走了什么狗死穴 突然一个追随者开口 明天万灵逆境会开启 洞天境和纪灵境都能进去 或许能抓住这个机会 闻眼李不凡眼底闪过杀意 哼 你说的对 这的确是个机会 世尊也恨不得地天师徒赶紧挂掉 他一定有办法帮我除掉萧云 洞天境久为急 萧云开辟出地时洞天后 按理说应该已经超越极境 可他却迟迟没等来天几 转念一想也就是说 自己还没有超越极境 莫非还有第十一个洞天 萧云暗想自己这悟性恐怕是想不出来 还是使用顿物推演吧 进入顿物状态后 大脑飞速运转着 很快他推演出 根本不存在第十一个洞天 可他没办法推演出如何超越洞天极境 因为推演所需的顿物次数非常多 地主家也没预量了 他就剩可怜巴巴的八次动物 而且他现在太强 装逼都没人惊呼了 萧云很头疼了 系统怎么还不发布任务呀 转眼天已经大亮 小雅大喊道 师兄 万灵秘境就要开启了 你快出来啊 萧云也不再纠结 算了 先去抓捕真灵 也许继练十个神兽真灵 就能超越洞天境极境 地风上众人已经到齐 赵无极看到萧云就挑衅他 萧云 我一个月内就能开辟出地势洞天打败 萧云淡淡呕了一声 我们走吧 他已经懒得揍赵无极了 反正打败他也赚不到动物次数 众人朝着混沌圣地的嘱风飞去 萧云赶到的时候 已经聚集一千多个混沌圣地的弟子 众弟子同时朝着萧云行动 恭迎神子大人 诸位师弟们不必夺理 萧云一脸慈祥地看着他们 这些都是祖国 我不 是咱们圣地未来的花朵 突然他一脸玩味地盯着角落笑道 李不凡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 放心吧 本神子大人有大量 不会跟你计较当初那点小事 李不凡当初被萧云按在地上摩擦 自然不想拜见他 但规矩摆在那 他只能沉着脸冷声道 见过萧准神子 他故意把准子咬得很重 萧云眼神异冷 哼 这家伙竟敢嘲讽自己 真是欠缺社会的毒胆 李不凡 还记得我说过 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李不凡抽了抽嘴酒 呃 你这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刚刚才说大人有大量 你不要太嚣张了 这里是混沌风 禁止动物 准神子也不可以 萧云露出一脸和善的笑容 放心 现在不揍你 等进入万灵秘境后 本神子会找你好好的探讨人生的 李不凡气得咬牙切齿 哼 让你嚣张 等进了万灵秘境 没了混沌中 你看我不弄死了 突然圣主的声音传来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现在就开启万灵秘境了 切记量力而为 有多少实力 就抓捕什么等级的真灵 化罗圣主掏出密钥 打开的一个巨大的空间链 这就是万灵秘境 你们进去吧 记住三天内必须出来 否则秘境关闭 你们就死定了 萧云等人当即朝着裂缝飞了进去 进去后萧云惊奇的发现 里面竟然没有天地灵气 一旦灵力耗完之后 只能用灵式补充 忽然一把飞剑朝着萧云的喉咙斩杀过来 看这架势想一刀把萧云杀了 刚进来就有人忍不住要动手了吗 萧云刚进万灵秘境 暗处就有一把飞剑戳向他 然而他丝毫不慌 伸出一根手指弹飞那把剑 李不凡 我正想揍你 你就送上门了 李不凡丝毫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再次催动飞剑杀向萧云 萧云 太狂了 这里是万灵力竞 没了混沌钟 看我不打到你跪地求饶 萧云简直被逗笑了 原来你觉得我没有混沌钟 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他一抬手再次封锁了他的飞剑 这种破铜烂体 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 李不凡依然没意识到萧云的变态 呵 你不过是肉身强大而已 但你终究只是个动天境的修士 老子足足高了你一个大境界 看我怎么碾压你 萧云一脸不屑地勾了勾手 你过来 萧爷一只手就能镇压你 李不凡已经被气笑了 大言不惨 紧接着带着自己的七个动天风向萧云 众多圣地的弟子纷纷开始打抖 快看 李圣子跟神子大人打起来 对啊 李圣子他真记仇 你们猜神子大人会不会挂在 赵无极一脸嫌弃的摇头 则则 这会真是到哪里都有敌人 混的是真惨 都成准神子 竟然还被人看不起 像他这种绝世妖孽 在他们圣地几乎是万众瞩目 哪有人敢得罪自己 习春雨反驳道 赵圣子一出生就是荒谷圣体 自然是无人敢得罪 但萧师兄是从普通体制 一路修炼成半部混沌体 自然是受尽各种质疑 只见萧云都投赘给李不凡一个大逼 哎 你简直弱爆了 老子一巴掌就给你拍飞 轰隆 只听一声惊惊惊惊 李不凡果然像一只大蚊子被拍到地上 然后狠狠砸出一道深坑 他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头发乱糟糟糟糟被挡极致 却只能仓房而逃 卧槽 太强了 打不过 萧云看得目瞪狗呆 他娘的 这不是才刚开始打吗 他逃跑的速度好像变快了不少 随即转身对赵无极他们说 走吧 直接去万灵洞 李不凡这种小人物 他已经懒得揍他了 然而李不凡却阴毒地盯着萧云的背影 自己明明比他高了一个境界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萧云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萧云突然开口道 人类达到超凡境以上 也能够诞生真灵 为什么非要选神兽真灵祭练呢 怎么没人祭练人类的真灵呢 叫无极讽刺的 切 没文化真可怕 无漏寡文的学家 有空多看看书 萧云 你PMD别忘了自己身份 你是我的追随者 习春雨笑着解释说 祭练真灵是为了在觉醒境 觉醒这些真灵的天赋神通 而人类是没有什么天赋神通的 萧云恍然大忘了 可惜真龙朝的两条小可爱 没有诞生真灵 不然抓一头真龙来祭练多拉风 突然他开始掰手指 自己有十个洞天 粗步计算至少要在十只金色的真灵里 此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哼 真是狂妄至极的小子 居然想十个洞天都用神兽真灵 谁 几人转身 只见一头土壳巨大的肥女 对着萧云一顿嘲讽 你们混沌圣地虽然一代不如一代 像你这么能吹牛的小子 还是头一次姐 萧云竟然被一只大肥鸟鄙视了 泽泽 像你这么能吹牛的真是头一次姐 怕能看出这货笔里不凡烈 习春雨如灵大敌般提醒他 萧师兄 小心 这只闪电英式圣兽级别 速度仅次于神兽金翅大鹏 神通极有可能是速度一类 非常珍惜 萧云却丝毫提不起兴趣 我的目标是神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他抓来 送给师妹你 习春雨满脸感激 多谢师兄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对面的肥鸟吸了炸毛 区区动天晶的小鬼 妄想抓本尊 真是狂妄至极 只见他化作一道神殿 快速推下萧云 让你见识一下圣兽的力量有多么可怕 然而萧云提前施展了金钟罩 肥鸟的樱桃小嘴差点裂胎也没伤到萧云尊厚 大肥鸟震惊的就像个呆女 你的动天晶 是怎么把金钟罩这种地狱难度的神通 修炼到圆满呢 闻言萧云有点意外 咦 你什么来路 就是被创出这门神通的那人所杀 紧接着他批子的巨大的翅膀 朝着萧云击射出树道雷电 似乎想要把萧云劈成两半 别以为会一门神通就牛逼了 本尊生前可是杀了你们一个神子 死后这三千年 圣子也杀了两半 萧云 当即催动半步混沌体 朝着对面的大肥鸟镇压过去 他没想到 这会生前还杀死过他们圣地的神子 可见之前最少是圣人级别的强者 恐怖的无敌权硬 直接粉碎了雷电继续镇压向大肥鸟 让他轰得吐血放飞 萧云背后显露出三百条大道投影 大肥鸟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花擦 赤赤 这是半步混沌体 才多大 有五十岁吗 本尊记得最年轻的天子 也是在九百多岁的时候 才铸就的半步混沌体 萧云吹动着万剑流槽大肥鸟杀去 五十岁 本神子年轻的 才十七岁而已 少废话 看我不载了你做考试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本尊一定会杀了你 习春雨满脸疑惑 萧师兄 你杀他应该很容易吧 为什么放他走 萧云咧嘴一笑 嘿嘿 因为我要放长线吊大你 习春雨恍然大肥鸟 他已经对你仇恨直拉门 可又打不过你 想报仇只能找更强的神兽真灵了 可是这个计策有点威胁 万一他叫几十只神兽帮手 那师兄你能行吗 要不 我们先去找赵无极来帮忙 不用了 让他自个儿一边玩去吧 我一个人就行 随即盘腿在空中坐下 习师妹 你也休息一下 我们就在这守株带土 紧接着他继续开始推演 如何才能超越洞天境积极 然而仅剩的八次顿悟全部消耗完了 他依然一无所谓 靠 没有系统的帮助 我的悟性就这么垃圾吗 他正在心中暗吗 该死的系统 什么时候才来任务啊 突然叮咚了一下 萧云兴奋的要蹦起来 最新任务 胆杀一只金色真灵 奖励一百次顿悟 白色奖励三十次顿悟 紫色奖励十次顿悟 气坦发布新任务 萧云兴奋的直接笑出猪叫 哈哈哈哈 爽啊 本神子又要牛逼了 懵逼的习春雨一脸懵逼 怎么了师兄 萧云乐呵说没什么 心里却继续暗数 没想到这次的奖励这么丰厚 得多宰几只真灵 说不定能直接住就混沌体 但是洞天境需要祭练真灵 自己直接杀了金色的 会不会太浪费了 可杀一只奖励一百次顿悟 好大的诱惑呀 算了 金色真灵留着纪念洞天 至于别的筒筒杀掉 赚取顿悟刺史 忽然无数只大肥鸟 出天带地的飞来 小子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跑 今天你死定了 萧云顿时眼神变态 嘖嘖称赞 赚大了赚大 大肥鸟 还真是感谢你给我 送来这么一份大的 不仅有九个白色真灵 竟然还有一个金色的神兽真灵 大肥鸟完全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当即开始洋洋得意的 吹嘘自己的老大 年轻人 劝你不要太嚣张 本尊知道你实力强 但我们的皇也来了 此番你没有活路了 习春雨一脸担忧 别说这只金色真灵 大肥鸟那种白色的 他都打不过来 师兄这是金翅大鹏 速度极快 千万小心 没想到萧云却笑得更变态了 金翅大鹏 你的传承神通应该是急速 我可太满意了 你就当我的纪灵吧 闻言金翅大鹏 记得算字符 他恶狠狠地盯着萧云怒 去 把这狂妄的小子吃了 谨遵无皇法治 杀呀 紧接着铺天带地的妖兽 曹肖云写 除了金色和白色真灵外 其他等级的真灵 已经没有自主意识 早已经沦为杀戮的棋子 然而萧云没有丝毫畏惧 只是将习春雨布在身后 师妹别跑 有我在 这些真灵就是一群小渣渣 伤害不了你们 闻言习春雨心间一颤 升起一股暖意 萧师兄好帅呀 还温柔体贴 只见萧云一台水 数万柄飞舰如鹏排山倒海般 将铺天带地的飞禽给淹没了 务合之众 来再多又有何用 紧接着 呲呲的惨道 不不一样 连这低级的妖兽 全都是能杀 这连紫色真灵都被撕成了碎皮 四分之一柱香后 空中只剩下九只白色和一只金色真灵 萧云冷哼道 大肥鸟 哦不 大傻鸟 你带的帮手太少了 完全不够杀的 接下来便轮到你了 大肥鸟没想到这小子之前还隐藏了实力 片刻就斩杀这么多同伴 他气得像只鸟 我们一起组成阵法杀了他 下一刻九只白色真灵 组成一个围攻阵法将萧云团团困住 然而萧云却丝毫不慌 当即施展出混沌领域 背后三百条大道投影镇压下 笼罩了这片区域 九只大肥鸟顿时目瞪有呆 他那个差 我的速度怎么变慢了 我也是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 没了速度真的成杀人 九只大肥鸟像无头苍蝇在萧云的混沌领域里蹦 妈妈 我想回家 萧云将无敌权硬的攻击力提升到了极致 想跑 已经晚了 都给老子吸累 一瞬间七只大肥鸟 就尽成了口声 系统提示音不断 他之前就击杀了十七只紫色真灵 加上这七只白色真灵 这一下又有三百八十次动物 最开始带鸟来的大肥鸟真是欲出无类 他此刻才感受到萧云真正的实力 连比他想象的恐怖太多 杀鸟了 吴皇救命了 萧云直接将最后两只白色的肥鸟封印留给西春雨 两只呆鸟被萧云打得凹大 杀鸟了 吴皇救鸟 然而金氏大鹏根本不鸟他们 他们只能乖乖去做西春雨的技能 西春雨恶封印 哇塞 白色真灵啊 师兄对我太好了 而萧云也是美滋滋 三百八十次动物太爽了 他疑惑地看向金碎真灵 你这么干嘛一直在边上看戏 就像你说的 他们就是一群渣渣 早死早超生 再说他们早已经死 留下真灵干什么 萧云冷笑一声 直接催动了混沌鸟 那行吧 我也送你超生 然而金氏大鹏速度速靠 竟然直接冲破了鸟 看你表现应该是神子吧 杀了你 混沌圣帝那些老不死肯定会心痛到原地准屁 打你 震惊的萧云一脸震惊 这么快的速度 除了燃烧时空之体的里程地 他还真没见过 是的 只见金氏大鹏那尖锐的绿角已经朝着萧云斜 萧云当即施展无敌全引领上去 只听风龙一声 金氏大鹏直接被萧云击退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萧云 没想到你小子有两下子 不过今天你必须死 接着他抖了斗云 只见无视通间漩涡朝萧云袭来 仿佛要将他吞噬进去 萧云掐动硬绝 下一秒 金氏罩将人负得严严实实 金氏大鹏的鸟爪和漩涡都拿他没办法 而萧云则缩在金氏罩里开始施展另一门神通 万剑刘 给我啥 数万把飞剑 带着无敌之势冲向金氏大鹏 然而金氏大鹏一个水平走位 又一次消失在萧云的视线中 萧云气不活了 可恶呀 这家伙的速度太可怕了 脑子摸都摸不到他 这可咋在你 不然他眸光一闪 对了 我可以试试精神攻击 紧接着萧云掐动硬举 不动冥王翼 下一秒金光璀璨的大鹏 带着一股炙热的怒火烈焰 朝着面前的虚空 镇压了些 金氏大鹏一脸不屑 歇 就这 威力不错 但是速度太慢 然而下一秒金氏大鹏却浑身僵硬 震惊成了杀鸟 这 这怎么可能 你还会精神攻击 救命 杀鸟了 萧云冷笑着继续掐动硬举 哼 你终究只是真理 连残魂都算不上 所以 你的弱点就是精神力 接下来 乖乖当我的寄灵吧 没想到金氏大鹏眼睛一瞪 眼中射出数道金光 金氏大鹏眼中的疯狂之一 顿时脸色大变 只听风龙一声 他想阻止却太实了 萧云做梦都没想到 神兽真灵宁愿自爆 也不愿做自己的寄灵 好在危机时刻 他缩进了金钟罩 但恐怖的威能依然将他炸到偷袭 齐春雨一脸担忧连忙拽住了他 师兄你休息一下 好 萧云吃了一颗恢复灵力的丹药 真特么郁闷 倒嘴的神兽真灵飞了 好在这也算是被他杀死 系统奖励了一百次顿雾 这波不亏 此时赵无极也打了过来 这里发生了什么 萧云冷笑道 嘖嘖 你完美的错过了一场好戏 就在刚刚 我载了一只金色真灵 外加七只白色十七只紫色的 赵无极一脸不熟 打你 真这么是个疯子 暴殿天物 无知 知道神兽真灵有多珍贵吗 习春雨解释说怪不得萧师兄的 那只神兽真灵是自爆的 赵无极浑身肉疼 你干嘛不早点通知我 你我合力 必然能够制服那只神兽真灵 萧云抽了抽嘴角 不是我打击你 那是一只金石大炮 速度极快 就算你来了 也只是个打酱油的 赵无极也懒得逼逼 行了行了你罪牛 我刚刚发现了万灵洞 我们现在过去 联手杀到第九层抓金色真灵 文言萧云就乐好了 万灵洞 那岂不是可以赚很多动物次数 没想到习春雨却说他要出去了 自己去了也帮不上忙 而且会变成师兄的脱油品 萧云见美人师妹这么懂事也不拦着 毕竟里面危险 那你先出去吧 那两只白色真灵 你和小雅一人一指 习春雨让他自己也要小心 里面绝对不止一只神兽真灵 随即转身离开 而赵无极却开始阴阳怪气 我劝你最好远离女人 她们又麻烦又短命 等我们正到大地 至少可以活一万岁 她们却成了一捧光 徒僧悲伤 萧云忍不住吐槽 莫非你也变成李姐姐那样 也对 你一直想练葵花宝典 萧云可没打算做一辈子单身 两人一路逼 终于进入了万灵洞 而他们进去后 李不凡却鬼鬼祟祟的出现在洞口前 他面容扭曲猙獰 萧云 这里就是你的覆灭之地 哈哈哈哈 萧云还不知道这货竟然把洞口堵住了 正马不停蹄地飞往第九层 一路上运向的真灵都被他直接宰 赵无极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萧云 你怎么全杀了 白色真灵也不放我 萧云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不杀他们 难道留着生载吗 我的目标是神兽真灵 赵无极一脸无语 你用不杀 就算拿出去卖也价值无限呀 再不计你送给家里人也好 你老爸不是神桥近巅峰吗 萧云点头 你说的不错 等会儿我就少杀点 留个两只 赵无极更无语吧 靠 真是个喜欢杀戮的疯子 而此时萧云早就爽翻了 就这一下他又赚了几百次动物 现在已经有630次动物 再杀一批白色真灵 说不定能直接住就混沌停 突然赵无极眼睛一亮 看那边竟然有神兽真灵 而萧云就更兴奋了 卧槽 竟然有30只白色真灵 这要是全部崽了 那岂不是又有900次动物了 万灵洞第八层惊现30只白色真灵 萧云笑得跟个变态是 哇塞 全部崽了就是900次动物 赵无极生怕萧云会跟自己抢 他大吼道 那只神兽真灵留给我 剩下的任你处置 萧云嘖嘖摇头 一只蚂蚁神兽而已 他根本看不上 殊不知自己亏大了 赵无极冲向金色真灵 笑出诸叫 哈哈哈哈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你应该是传说中的 石墙神兽之一黄金翼吧 地旁的黄金翼 震惊的像之一 花擦 秘秘 竟然是荒谷圣体 生前没见过这种特殊体质 没想到死后却遇上了 两人 我不 一人意义越来越震惊 卧槽 石墙神兽之一啊 萧云亏大了 便宜赵无极这王八蛋了 据说你们荒谷圣体 赵无极眼中充满了战役 好 如果你输了 做我的纪灵 如何 黄金翼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好 但如果你输了 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言为敌 赵无极也迎击了上去 两人 阿呸 一人意义如同两道金色的流星 狠狠地撞在一起 萧云为自己的眼下傲苦不理 毕竟石墙神兽的天赋 足以媲美十大至尊体 自己的目标就是石墙神兽 但他又不能跟赵无极抢 算了 第九层肯定也有石墙神兽 他将悲愤化为力量 几下就干死了三十只白色真灵 此时第八层只剩一人一以打的正激烈 萧云想帮忙却被制止了 你别过来 这是我与他的战斗 必须要公平 最重要的是萧云这变态插手 黄金翼肯定又要被逼自爆了 萧云干脆挂机关站了 你悠着点了 别死了 我还等着你跟随我征战诸天万剑 黄金翼笑不活了 哈哈 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说过 这尊体给人做小弟 此人侮辱你 要不我给你一点时间 先宰了他 赵无极老脸一红解释说 他没侮辱我 我们有约定 弱的一方做小弟 我现在的确打不过他 震惊的黄金翼更震惊了 你 我听错了吗 你居然连一个繁体都打不过 哈哈 蚂蚁笑到肚子疼 赵无极瞬间黑脸 老子也有被蚂蚁嘲笑的一天 他当即召唤出两尊荒谷圣体 你特么一个死蚂蚁 别敢嘲笑我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荒谷圣体的厉害 黄金翼又被惊呆了 救命啊 老婆饼里有老婆呀 怎么会有人有两具 荒谷圣体呢 赵无极融合两尊战神虚影后 实力增强了不少 竟然一举压制住了黄金翼 此时萧云查看了一下系统 他现在一共有1530次动物 够他助就混沌体 也够他推演一下 如何超越洞天寂静 反正他们一时半会打不完 萧云干脆布了一座防御阵 盘腿开始推演 只见盾物次数飞速消耗中 他消耗了150次盾物 终于推演出超越洞天寂静的方法 原来只要将十大洞天全部融入体内 形成一个内天地就行了 凝聚内天地必须到圣人才行 没想到他在洞天静就可以 他惊奇的发现 内天地不仅可以储存物品 吸纳天地灵气 还能藏进去躲避敌人 或者把人抓进去 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物品 没有丝毫犹豫 萧云当即开始融合十大洞天 气托 使用盾物 给我融合 洞天静久为急 而萧云不但开出第十洞天 更要将十大洞天融合成一个内天地 因为这样才能真正的超越极境 四分之一注相后 十大洞天全都融入萧云体内 他自身就像一座黑洞吞噬着天地灵气 不过他也消耗了500次盾物 好家伙 这难度都快赶上混沌精了 看来越往后超越极境的难度越大 罢了 先进去看看 他惊奇的发现 自己的体内竟然正在蜕变出一个小世界 简直就像回到天地初开时期 而他就是盘古大神 正在开天辟地 此时顿物次数也在飞速消耗着 然而他并没有心疼 只见内天地不断交替轮回 直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雏形出现 放眼望去 整个世界枝繁叶冒花草丛生 这也太真实了 为了稳固内天地 他又消耗了300次动物 但真特么值得 因为自己现在已经超越动天极景 力量强大了十倍不止 还拥有了圣人才有的内天地 紧接着他心念一动 休得一下离开了内天地 远处的赵无极看到这一幕不由的遗浪 咦 他这是神马速度 为什么感觉他是直接变出来 你刚才去哪里了 萧云撒谎说他感应到第七层有异动 结果转回去发现有只漏网的白色真灵 然后把他杀了才回来 他可不想过早暴露自己有内天地的事情 这可是保命的底牌 是吗 赵无极一脸无疑 我怎么感觉你速度不对劲 我都没有看出你是从哪里来的 萧云懒得理他 但心里却翻了三百亿 我特么比顺义都快 你能发现才怪了 赵无极也没再追问 算了 我刚收服了黄金磷 需要恢复修为突破纪灵镜 你帮我护法 喂喂喂 别搞错了 你才是我的追随者呀 突然他想起自己没有动天 该如何祭奠真灵 莫非要抓一只真灵放到那天地里去 哎 等下抓一只放进去试试吧 一天一夜后赵无极终于晋升到了纪灵镜 那只石墙神兽已经完美地融入了洞天 萧云像的老父亲满意地点头 这货的实力真是越来越强了 将来定能成为我麾下最强的战将 忽然他又陷入了担忧 如果神兽不行 他还能找什么当自己的纪灵 没有纪灵 他该如何晋升纪灵镜 赵无极起身哈哈哈哈笑出猪脚 理智极技 不愧是石墙神兽黄金� 跟我简直是绝配 够够够够 赶紧去第九层帮你抓一只神兽真灵 等你晋升到纪灵镜后 我要跟你单挑 这次我一定能赢 萧云无语 得嘞 又要超大分 每次都这么说 每次都少不了一顿毒打 赵无极满脸不熟 靠 这货是真的欠责 他当即飞往下一层 少逼逼 快走 这次会遭受毒打的事 然而他们才当上第九层就惊呆了 这里竟然有五只神兽真灵 萧云看着中间那只火麒麟 忍不住吸溜了一下头鼠 嘖嘖 他就知道第九层果然还有十强神兽 只见这五大只纷纷 五十单单盯着二人 是混沌圣地的人 混沌圣地的都得死 宰了他们 那只火麒麟突然目光凌厉地看向赵无极 这个荒谷圣体身上有黄金蚁的气息 肯定是他杀了黄金蚁 我要先宰了他替小蚂蚁报仇 萧云顿时一脸不熟 靠 他敢看不起老子 小伙 你的对手是我 说罢让赵无极去拖住其他神兽真灵 赵无极只说了一句放心 而作为十强神兽的火麒麟明显被这个爱称叫的一愣 哈 小伙是什么鬼 萧云这一个洞天到底有多强 十强神兽都被暴露 那他还能祭练什么 接上几火麒麟被小伙这个爱称气炸 他一巴掌拍向萧云 敢叫老子小伙 既然你这么想找死 那我先宰了你 然而萧云只是不慌不忙地挥出无敌全印迎击了上去 紧接着一人一兽同时倒退顺 震惊的火麒麟就像只麒麟 这怎么可能 我一巴掌居然拍不死这小子 这年轻人不简单 区区繁体竟然能跟我平分秋色 萧云操控着黑魔剑嘲讽道 泽泽 小伙你不太行呀 这点实力可不够我练手 紧接着萧云催动了半部混沌体 压得火麒麟不断倒退 震惊的火麒麟更震惊了 花擦 他竟然铸就了半部混沌体 难怪这么变态 其余四肢怒吼着冲向萧云 挡住了四只小可爱 你们的对手是我 一尊光股圣体而已 你拦得住我们四尊神兽吗 那就先宰了你 赵无极这波成功转移了仇恨之 萧云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干得漂亮 麒麟皇当即喷出恐怖的麒麟 变忽向萧云 恐怖的气息滔天 像是一尊火焰巨神震杀而来 就算你是半部混沌体 今天也必须变成烧烤 萧云满意地点头 石墙神兽果然耐斯 勾格当我的技灵了 放以前不一定打得过你 现在虐你真是搜一嘴了 下一秒轰隆 毫无悬念 火麒麟的神火 被萧云一拳打回他自己身上 差点把自己烧焦的麒麟防导地哀好 真特么邪门 这家伙强得变态 哦不 是比变态更变态 他何曾受到过这种屈辱 老子要自爆 然而不等他自爆 萧云一个眼疾手快 已经施展了富海印和悬兵剑影 下一秒火麒麟被海水淹没冰封 救命 他竟然被自己看不起的人类小子封印 收 萧云当即将这只小可爱扔到了那天地里 剩下的四只小可爱仿佛看见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 打你 麒麟皇竟然被他打败了 该死 他这么强吗 咱们可怎么办 紧接着萧云冲向赵无极这边 我来助你一起封印他们 本快两人便弄拥地送下了四只小可爱 正好四只神兽真灵 我们一人两只 萧云非常赞同 但他要先祭炼火麒麟 赵无极提醒道 已经进来两天了 最多三天就要出去 时间不够了 萧云摇头表示他会很快 他迫切想试验一下 自己的那天地能不能祭炼真灵 随即盘腿坐下 开始调动那天地中的世界之力祭炼火麒麟 蒙逼的赵无极一脸蒙逼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的十大洞天呢 怎么变成了一个白洞 萧云懒得逼逼 等祭炼完再跟你解释 原来那天地外放是这种效果 火麒麟被恐怖的世界之力烧得直抽 逼逼 这洞天境的小鬼 竟然炼成了圣人才能炼成的那天地 萧云不断安抚着麒麟皇 小伙 坚持住呀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而此时麒麟皇也总充满了 救命 这火焰太可怕了 妈妈我要回家 下一秒只听轰轰一声 麒麟皇竟然直接被世界之力撑爆了 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宿主杀死神兽真灵 奖励一百次顿悟 萧云简直亚麻呆果然 呃 我真的不差这一百次顿悟 他的那天地这么恐怖吗 石墙神兽都撑不住 更别提剩下那四只神兽 那他还能找什么东西去祭练 有我无敌 火焰祭灵 石墙神兽都撑不住萧云的洞天 莫非他只能祭练自己 接上级 火麒麟倒掉吼 可把赵无极蒙逼坏了 你怎么把火麒麟弄死了 萧云一摊死 我也很无奈啊 没想到火麒麟竟然这么 根本无法承受我的洞天之力 赵无极一脸无语 他们说火麒麟弱 那可是石墙神兽里最强的呀 真当自己是白痴吗 行了 别装逼了 先说说你那石的洞天 怎么变成一个白洞 萧云懒得理他 说时间不早了 先离开万灵秘境 飞机往第八层飞去 赵无极却觉得更古怪 喂 你别转移话题啊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萧云怎么会轻易透露底牌呢 你特么废话真多 然后飞得更快 赵无极更加确定 萧云有事瞒着自己 他的洞天太古怪了 两人回到第一层才发现 出口莫名被阵法堵住了 赵无极无语 他娘呢 是哪个老六要谋害我们 三天时间一过 我们必死无疑 萧云第一时间想到李不凡 也只有那或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赵无极同时召唤出两尊风 圣体封了上去 拜你所赐 本来有一天时间 现在就只剩半天了 这一拳风在大阵上纹丝不动 没想到李不凡一直等在外面逃 则则 这不是我们的神子大人吗 真可怜呀 出不来了呢 萧云一脸无戏 早就猜到是你了 赵无极阴森森的威胁说 胆大包天的狗贼 等老子出去后 一定要把你扔进海里喂住 我们荒谷圣地不会放过你呢 李不凡嘲讽道 到时候死无对证 谁也奈何不了我 要怪只能怪你倒霉跟了萧云 如果愤怒会爆炸 赵无极早就炸了 他再次轰向大阵 给我破 轰轰轰 然而轰了34.14顿后 大阵果然稳得一批 李不凡背负着双手继续嘲讽道 还是省省力气吧 这是师尊炼制的阵法 就算是出窍境高手 每个三天三夜也轰不破 萧云盯着李不凡直摇头 李不凡残害同门 这是死罪 你和你师尊一个都别想逃 而李不凡却吃笑出声 阵法三天后就会自动毁灭 你以为会有人知道 这里不治过阵法吗 哦对了 还得多谢你 等混沌圣地这艘破船沉了之后 靠着杀你的战功 我就能成为太出圣地的准神子 闻言萧云愣了一秒 你们师徒竟然已经勾结了太出圣地 勾结 说得多难听呀 李不凡冷笑道 这叫机智懂吗 老子会提前吓着 鬼知道混沌圣地还能撑多久 随即他转身离开笑出了主角 哈哈哈哈 萧云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安心去吧 习春雨和林小雅二位小师妹 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 此刻萧云眼中恨意滔天 李不凡 我一定要杀了你 他没想到这货竟然出卖宗门 勾结太出圣地 简直罪该万死 可是当务之急他得再闭关一次 赵无疾无语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闭关 我们只有半天时间 还不如联手试试 萧云摇头 没用的 我现在的实力比你强不了多少 联手也轰不开这破阵 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提升实力 随即盘腿坐下 系统 使用盾武 开始推演 十强神兽都无法承受住我的世界之力 我该如何晋升级灵境 只见盾武飞速地消耗着 十次 三十次 五十次 一百次 一百五十次 萧云皱眉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然而在消耗两百三十次动物 他终于得出答案 有我无敌 火急祭灵 狂刷两百三十次动物后 萧云明白了 自己走的是无敌之路 借助别人的力量 又怎能成为无敌呢 随即召唤出巨大的白洞 那是内天地 他不需要任何神兽真灵 他自己就是最牛的祭灵 赵无极满脸好奇盯着他 要开始祭炼真灵了吗 但就连火麒麟都承受不住 他祭炼另外两只有用吗 就在他好奇之时 萧云已经跳进那个白洞中 花擦 只见赵无极眼珠子都冲爆了 哪泥 还能这样玩吗 开什么玩笑 他居然祭炼自己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学霸 他连听都没有听过 但转念一想 就连火麒麟都无法承受他的洞天 那就只剩他自己可以祭炼了 这恐怕也是无奈之举 萧云承受着世界之力的神火祭炼 这比天结都痛 但他没有哀号 只是咬牙大吼 有我无敌 任何石墙神兽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才是天地间最强的祭灵 两个时辰后 巨大的白色洞天中 萧云的对面盘腿 坐着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金色虚拟 赵无极再次惊得目瞪懂待 那是祭灵 他竟然成功了 只是这种以自身为祭灵的玩法 到了觉醒境后 他能觉醒本命神通吗 人类可没有什么神通传承 此时萧云已经晋升到了祭灵境 这一刻他身上爆发出的恐怖气势 令得周围的空气都猛炸 赵无极被弹出树木 他不担心地咬着后草眼 却恐怖地威压他 难道自己又要输给他 变强之后 萧云当即催动无敌拳硬风向大阵 别老子破了 萧云这一拳很强 然而阵法的防御更紧 只是稍微抖了一下 然后就把萧云阵飞树木 赵无极满脸丑容 这可杂者 虽然能撼动 但无法打 而且我们没有时间了 放心吧 我刚才不过在试水而已 萧云满脸自信地说 既然能撼动 那破解就容易了 我好歹也是一位杰出的阵法师 随即盘腿作响 气托 使用盾雾 开始推演阵法的破绽 只见盾雾飞速地消耗着 然而时间已经只剩下半个时辰 此时陆陆续续有弟子从裂缝中飞升出来 大家都收获满满很兴奋 忽然一生惊天巨苦 吸引了所有目光 原来是李不凡讲露出新的忌灵在装逼 花擦 竟然是饕铁神兽 真不愧是圣子 他本就是烈焰神体 现在更加如虎天夜了 李不凡享受着众人羡慕又敬畏的目光 心中暗息 萧鱼 从今以后 我将取代你成为混沌圣地最瞩目的存在 你的时代已经game over了 本该陨落在万灵秘境的萧鱼 却死里逃生了 只因他有个变态的系统 在消耗五十次顿物后 他终于找出阵法的破绽 他指着其中一个点激动的数 赵无极你到那个点去 等我的指令 赵无极自然是不幸的 这可是天境大能部的阵法 这才多久 萧云怎么可能找到破解之法 突然他狐疑地看向萧云 你小子特么在逗我玩吧 阵法会色难度 我一个学霸都不懂阵法 你猜多大就会阵法 萧云已经无语到极点 老子是有多闲 在这种生死关头逗你玩 没时间了 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 赵无极顿时无话可说飞向那个 除了听萧云的 他的确别无选择 二人飞到指定的阵眼后 萧云交代说 一会听我口令 然后全力攻击 紧接着他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开始 两人同时爆发出全部力量 朝着各自阵眼 没想到阵法竟然传出清脆的响声 咔咔一下碎出一条细小的裂缝 原本不抱希望的赵无极 仿佛看到老婆柄里有老婆 花擦 这竟然是真的 萧云大喝倒不要停 接下来是这个点 赵无极此时已经被萧云折服 他全力配合着他 萧云大喝一声 就是这里 最后一击 紧接着阵法碎裂 赵无极激动地笑出猪叫 哈哈 终于出来了 萧云你真是个天才 然而萧云却神情冷漠 躺着火箭筒击射而出 走吧 该找李不凡算账去 赵无极紧跟其后 对 绝不能放过那老六 此时万灵逆境出口 聚集了所有弟子 唯独两大妖孽没出来 虽然没人相信 他们会死在里面 但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 圣主也无法淡定 他们要是陨落在里面 那就损失惨重了 只有李不凡心中窃喜 师尊说过阵法万无一失 他们绝无生还的可 谁想打脸总是出不及防 下一秒 萧云和赵无极前后飞了出来 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我就说 他们不会有事的 他们好像都晋升到了寄灵井 实力又增强了很多 而此时李不凡却吓得 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哪泥 他们 他们居然还活着 本以为他们死定了 当时可是什么都说了呀 此时萧云和赵无极 已经同时杀气腾腾地冲了过 李不凡 这个缺德玩意 赵无极的头就是一招 还我跳跳去 竟敢用阵法把我们困在万灵洞 不杀你 难消我心头之恨 紧接着萧云的无敌权硬 也从空中落下 轰隆隆的爆炸声 把众人吓坏了 李不凡像只死狗 躺在深坑里 说好的万无一失呢 我特么这次被师尊坑死了 李不凡在心里 把师尊骂了一万年 而萧云眼中充满了杀气 今天必须将他千刀万管 李不凡 没想到我们还活着吧 众人现在也反应过来了 没想到李不凡 李不凡竟然敢谋害圣子 对啊 真是心胸狭窄 就连圣主也目光阴冷地盯着他问道 李不凡 照无极所言是否属实 李不凡强装镇定 圣主你听我狡辩 以我的实力 怎么可能同时坑害他们二人 萧云要杀李不凡 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因为他引来了天洁 接上集 李不凡狡辩说自己没有坑害萧云 他们俩随便一个都能轻松打败自己 圣主也不傻追问道 刚刚照无极说的是你使诈 用阵法把他们困在万灵洞 李不凡连忙否定 说自己根本不会争 赵无极怒吓道 李不凡 你特么说谎不打草宝 你当时以为我们死定了 什么都交代了 说那阵盘是你失尊恋制的 李不凡吓得又把尿不是尿失了 赵无极 你只是萧云的小弟而已 也敢污蔑我 你满嘴吞吞有证据 赵无极气得浑身发泵 却也只能一肚子化咽回肚子 他还真没证据 然而萧云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李不凡 即使没有证据 你今天也必须死 文言李不凡又眼上了 满脸委屈的对圣主告状 您听到了吗 萧云已经彻底无法无天了 还请圣主主持公道的 圣主也很头痛 只能先安抚萧云不要冲动 给自己一点时间严查此事 没想到萧云仿佛王八吃了秤动 铁了心要杀李不凡 这祸可不止谋害他那么简单 还要跟太初圣帝里应外 和攻打自家圣帝 如此吃力爬外的人 刘不得 圣主文言有些不可置信 他知道萧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信口开口 可眼下没有证据 也不能随意处置李不凡 只见李不凡向之风 指着萧云狂选 你没有证据 你没有证据 我是圣主 你不能随便污蔑我 没想到萧云只是冷冷地盯着李不凡说 我不需要证据 我只要杀了你就行 突然一道土土的气息压响萧云 好一个准神子 老夫倒要看看 你当如何在老夫面前杀我的徒儿 李不凡顿时看到了就行 暗想今天不用死了 师尊 他们污蔑弟子 求师尊替弟子做主 没想到萧云根本没把冬玉堂放在眼里 老东西 我今天就要宰了李不凡 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众人不敢置信地盯着萧云 神子大人是疯了吗 那可是天静大脑 他才记灵境 要怎么当着他的面杀了李不凡 这绝对漂亮 然而此时一道道恐怖的劫云聚集而来 风隆隆的雷声贯彻苍穹 众人惊呼 是天节 这是谁引来如此可怕的天节 萧云满脸不屑地看着冬玉堂 怎么 你想跟我一起渡劫吗 不然我就带着你的徒弟陪我一起渡劫 文言冬玉堂彻底锁了 徒弟没了可以再受 老命没了就真没了 毕竟天节这种东西 会根据进去之人的实力调整强路 自己进去必死无疑 此时混沌风已经彻底乱了 大家乱逃乱串 是神子大人的天节 快逃 让天节笼罩道 我们都要跟他一起渡劫了 此时冬玉堂和圣主他们都匆匆撤离了混沌风 唯独李不凡被萧云死定了 他想逃的 但是怎么非都飞不出节云的范围 直到狠狠跪在萧云脚下 萧云居高灵下道 李不凡 我说的 你今天必须死 萧云虽要拉着李不凡一起渡天节 管他有没有证据 今天势必杀了李不凡 李不凡憋屈到吐行 世尊 你快来救我 冬玉堂哪敢靠近天节的范围 他冷冷地威胁道 然而萧云根本不吃他这套 直接一脚粉砸下 将李不凡的狗头踩在脚底下 紧接着还不忘嘲讽说 泽泽 老狗心疼了吗 那你进来啊 就凭你也妄想废除我的身份 我乃准神子 地位与太上长老平起平坐 只见李不凡像只死狗被按在地上哀吼 萧云 我是圣子 不能杀我 萧云冷冷开口说 不是我要杀你 是天节要杀你 万灵秘境是个小世界 无法迎来天节 现在倒是便宜你跟我一起度紧了 他本以为萧云死定 没想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 死亡的恐惧不断被放大 他哀嚎着 师尊救我 然而冬玉堂急得跳脚 却不敢靠近节云 他只能寄希望于圣主出面阻止 这个萧云太无法无天了 你赶紧让他停手 不然就废除他准神子的身份 圣主感觉脑瓜疼呀脑瓜疼 他相信萧云说的多半是真的 但冬玉堂好歹也是太上长了 不能无视 所以 哎呦 头疼 好疼疼 快扶我回去休息 再操劳了 随即懂事地扶着圣主大摇大摆的踏功力去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则则 奥斯卡牵圣主一座小惊人 公欲堂气的眼珠子都离家出走了 呃 你PMD还能再假一点吗 堂堂半生说头疼 鬼信呀 再说 你头疼捂着胸口干嘛 被气坏的老头只能继续恐吓萧云 你敢杀老夫爱徒 带到结云散去 必定将你挫骨扬灰 没想到却让李不凡又遭殃了 咔嚓 萧云脚下一用力 李不凡的头盖骨差点被踩碎 只见他一脸和善地看向东玉堂 哦吼吼吼 不好意思呀 你的声音太大 我被吓得差点踩死你的乖徒弟 李不凡临死前 终于认清东玉堂坑徒弟的属性 师尊 明明是你给的阵盘 把我坑成这样 现在连进来就我都不敢了 我好恨 好后悔呀 那就去地狱里忏悔吧 萧云冷冷说道 天杰来了 咕咕咕咕 下一秒一道恐怖的紫色雷霆 劈响萧云 他张开双臂迎接着天杰的洗礼 而东玉堂在心里暗戳戳的皱骂 劈死他劈死他 没想到萧云被劈了N多下去毫发无所 可脚下的李不凡早就被劈得扎都不舍 赵无极此时心里慌得一劈 这家伙又在动天境超越了几颈 自己恐怕又要输给他 而东玉堂也决定 只要劫云一散 他马上就要杀死萧云 不给别人救他的机会 此时萧云的天杰即将结束 他感受着自身恐怖的力量 不错 每次被天杰劈一顿 肉身就会变得更强 突然天空中一道巨大的金色掌 缩头压下 没想到东玉堂真的敢出手 萧云 去死吧 赵无极下的魂都快飞了 完了 天境大能的一者 萧云必死无疑了 一道巨大的掌印朝萧云 缩头压下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完蛋 唯一的准神子要个屁了 然而萧云眉心突然射出一道璀璨的神光 只见一道虚影迎击而上替萧云 下这一击 东玉堂 敢气我徒儿 不想活了吗 东玉堂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帝天 他怎么会出现得这么及时 轰隆隆 只见他被帝天最最强一击轰出树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 打完一拳帝天的身影就消失了 他突然懂了 花擦 吓死老子了 原来只是区区一枚拳意 泽泽 还真是宝贝你的徒弟 紧接着再次飞向萧云 帝天 老夫已经突破到了天境中期 就算你今天来了 老夫也非要在 而此时本来消失成一颗星星的圣子 直接冲向了东玉堂 住手 不能杀萧云 没想到半路突然出现一只蓝鹿 来人正是东神王 圣主大怒 你知道斩杀神子的罪名吗 而东神王铁了心要包庇东玉堂 他连罪名都想好了 萧云无故杀害圣子 犯下门规 东玉堂伤心过度 失手斩杀神子 情有可原 让开 如果我说不能 两人都是半生 一时间僵持不下 圣主当即出手轰向蓝鹿 但东神王也成功拖住了圣子 而萧云这边 巨大的掌印再次都投压下 只是这次再也没人挡在面前 萧云 我看还有谁能救你 然而萧云却满脸嘲讽笑出猪脚 哦哦哦哦 老狗子 就凭你也想杀我 巨大的掌印在萧云刚刚站着的地方炸开 然而这一掌却拍了个计目 萧云竟然凭空消失了 震惊的东玉堂更震惊了 因为萧云的气息已经完全消失在天地间 仿佛刚刚在这里渡劫的人根本不存在 他无法接受事实 像只疯狗愤怒地朝四面八方释放出神念 萧云 你给老狗滚出来 快滚出来 吃瓜众人也一脸懵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圣主和东神王知道 这是那天地 圣主震惊地都要哭出来 这孩子太烈了 而东神王却气地咬碎了后草眼 那天地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必须到圣人才能开辟出来 就连他们半生 都没有那天地 而东玉堂半生都没到 自然是感应不到萧云进了那天地 他的神念扫过一遍又一遍 最后确定见鬼了真没有 轰隆隆 突然一股恐怖的天地之力从地风上横扫 东玉堂 赶杀我足地 你简直找死 众多老不死经哭道 如此强大的天地之力 这是地天突破天境 东神王气的头发一过白一过 这怎么可能 他曾经被地天揍了几百年 好不容易熬到他寿元将近 一千年寿命 那岂不是又要被地天压制一千年 只见地天散发出天境大能的气势怒吼 大胆东玉堂 三番四次要杀我徒弟 今天我不宰了你是个为人 只因收了萧云做徒弟 地天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如今有人想杀萧云 他二话不说提着八百米大选择 狗贼 今天不宰了你 以后名字就到过来写叫天地 东玉堂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一样 连忙撑起防御 地天你听我狡辩 是你徒弟先违规杀死我徒弟的 没想到他这防御是止乎的 下一秒就被地天轰死 整个人狂吐西瓜枝 倒飞出树米 然而这还没完 地天一抬脚又狠狠把人踹起疤 他气势如红嘲讽的 你妹的垃圾徒弟 死就死了 怎能跟我徒弟比 混沌圣地有的是圣子 但准神子就只有一个 东玉堂气的想吐血 没想到下一秒真的吐死 地天竟然一脚把他踩下去当众侮辱 然而他咬碎了后草牙眼鱼 因为在地天面前 他是那么弱小无辜 轰隆隆 巨大的金色大拳再次朝着他多头压下 感动我徒弟者 突然一道身影挡下了地天之致命一击 只见东神王携带着半生气息怒吼道 地天 你给我死到铺 地天双眸射出两道神光 怒骂道 老子死到铺你大眼 他要杀我徒弟时 怎么没见你让他住手 地天你好大的胆 东神王气得轻轻暴起 你竟敢当众辱骂执法者 没想到地天骂得更凶了 执法者算个屁 老子不但要骂你 还要揍你 谁连你的胆子动老子的徒弟 紧接着一拳轰向东神王 当年你就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今天老子照样打的你叫爸爸 轰隆隆 两大强者交战 瞬间变成大型拆家现场 房屋倒塌无数 弟子们纷纷吐血倒飞 圣主连忙怒喝道 他娘子 你们两个傻叉 要打就滚到天上去打 闻言帝天当即冲向高空 有种就跟上来 不怕祸 只见东神王也紧跟其后冲向高空 两人走后圣主才松了一口气 萧云 快出来吧 现在没人能杀你了 只见不远处慌忙一声 萧云停空变了出来 随即拱手对圣主行礼表示贪心 圣主老脸欣慰 泽泽感叹做得不错 不愧是我圣地准神子 两人完全无视了不远处 半截身体被揍进土里 把都拔不出来的东玉堂 圣主 萧云无故杀我徒儿 难道就这么算了吧 圣主沉阴片刻一本正经的包庇书 就罚他半年资源 另外在地风面壁一个月吧 萧云点头 我这就回地风思国 但李不凡亲口承认了 他和东玉堂勾结太初圣地的事情 还请圣主多加小心 圣主沉声道 放心 此事我会警惕 只见东玉堂气的浑身发抖 却也只能一肚子化咽回肚子 就这 这也算处罚吗 他算看出来了 圣主就是站在萧云那边的 想要杀萧云 还得联系太初那边 萧云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回到地风 三个女人见萧云一根头发丝都没事 总算松了口气 得多亏是萧云 换了其他寄灵静修士 早就死了一万遍 赵无极疑惑的 你刚才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突然消失的 萧云一本正经的吹牛说 那是本神子心领悟的神童 闪现 赵无极翻了个大白眼冷哼的 骗鬼呢 你又不是大帝 哪来的闪现 不说拉倒 萧云懒得理他 爱信不信 突然他一脸担忧地问道 那东神王是半生 师父才当晋升天境 不会有事吧 扶灵让他不用担心 主人积压了这么多年 一突破天境就是巅峰 打个半生只是毛毛雨霸 赵无极嘲讽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下个境界就是觉醒境 你把自己祭练了 我看你觉醒什么神童 闻言萧云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是啊 突破到觉醒境 就要觉醒祭灵的血脉传承 可人类没有血脉传承可以继承 怎么办呢 萧云即将晋升觉醒境 可他的祭灵是自己 又该觉醒什么呢 也许只能问世尊了 而帝天此时正在高空中 狂坐东神龙 半生也不过如此 只见他满脸不息 都懒得坐他了 东神王见状 杀鸭祖堂的火箭筒溜走 帝天 本周不日便能成圣 到时看你如何嚣张 成圣了不起啊 到时候我也成圣 帝天冷哼一声 随即回到地方 看到萧云他笑眯眯的承诺说 从今以后 有为师替你护道 哪怕是圣人来了 为师照打鼓 见师尊如此意气风发 萧云欣慰地笑了 看来拥有一千年寿缘后 便宜师尊又恢复了无敌倒心 突然他想到传承神通的难题 便将目前的情况都告知了帝天 没想到帝天也对此毫无透露 毕竟萧云开创了纤河 在他之前 从来没人祭练自己的 后面的路还得他自己摸索 萧云皱眉 还是别想了 他这脑袋想不明白的 幸好他还有系统 只是这五百五十次顿武 他本来是准备用来铸就混沌体 如今只能先解决传承神通的难题 当即盘腿作假 系统 使用顿武 推演人类如何传承神通 进入顿武状态后 萧云的脑袋飞速运转着 在消耗了一百次顿武后 他终于得到答案 人类不能传承神通 但是可以传承特殊体质 所以他觉醒半部混沌体就行 但他还差一句半部混沌体怎么办 目前知道的只有师尊有 可是总不能拿师尊几天吧 当即去问帝天 混沌圣地有完好保存的半部混沌体吗 帝天摇头 我们这里没有 但太初和荒谷圣地可能有 下个月正好要去荒谷圣地谈结盟 到时候我们去打探一下 时间很快来到一个月后 萧云他们已经抵达荒谷圣地的圣城 他不由得嘖嘖感叹 圣城可真大 赵无极开始吹牛说 那当然 这可是跟天地成万妖城齐名的三大天下超级大成之一 萧云笑着说 有空定要去看看 而赵无极却劝他千万别去万妖城 那边有很多超强的妖兽凶险万分 小心有去无回 忽然一群人来者不善将二人团团为主 他们对萧云直指点点 就这 你就是萧云 这也没啥特别的呀 你怎么敢来圣城的 听说是用阴谋诡计打败里城地的 萧云暗训 师尊去谈结盟了自己正无聊呢 看来有的完了 赵无极连忙喝止道 萧云好歹是混沌圣帝的使者 你们这群傻鸟是在破坏两大圣帝的结盟 没想到男人更嚣张了 嘖嘖 赵无极 你还真是一条忠心的狗的 赵无极怒喝道 杨伟 阿呸 杨伟 跟手下败将 也敢在老子面前叫嚣 杨伟被气得鼻孔都冒烟了 赵无极 跟我狂什么 我打不过你咋的 你特么堂堂荒谷圣体给人家做小弟 还有脸回来 众多弟子纷纷开始数落赵无极 就是 把圣帝的脸都丢光了 而萧云却突然呕厚厚厚厚笑出了猪脚 你们真是笑死我了 一群小辣鸡 也配指责一个强者 赵无极就算是我的追随者 但也是我尊敬的对手 而你们就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赵无极的手下败将竟然要单挑萧云 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时间回到刚才 萧云霸气维护赵无极狂怼荒谷圣帝的憋孙 直接拉满仇恨之 杨威恨不得现在冲上去杀了萧云 他区区一介繁体 谁给他的勇气在别人家地盘撒野的 而萧云反而嘲讽得更凶了 我说错了吗 在场的各位小辣鸡 谁打得过赵无极的 闻言杨威大聪明咧嘴一笑 他是打不过赵无极 但他觉得他肯定打得过萧云 毕竟萧云天赋再强 最多也就动天井 而自己已经寄灵进了 再说混沌圣帝那么久 哪有修炼资源给他 所以 萧云 你信不信我虐你就跟虐菜一样 萧云目瞪狗呆地看向赵无极 他连你都打不过 还想虐我 你们荒谷圣帝有这么多傻逼 是怎么位列第二圣帝的 赵无极也很无语 可能因为荒谷圣体没混顿体那么难出 萧云点头 嗯懂了 这就是一位钻石带着一群傻逼上王者 不得不说荒谷圣体的确牛掰 只见大聪明气的脑门都要炸开 少逼别 就问你敢不敢跟我单挑 萧云一脸无语 得嘞 单挑就单挑 又要挑大份 大聪明深怕萧云反悔强调数 我可不会跟你在同一个境界比试的 你区区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 我动天境修为吊打你绰绰有力 萧云打算把修为压制到动天境 大聪明当即展示出自己的七个动天 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笑容 哦哦哦哦 我看你嚣张到几时 萧云眸光一闪 哼 难怪这么嚣张 原来是个比李不凡强义奶奶的小蚂蚁 他当即展示出自己的那天地 除了半生以上的强者 根本没人认得这是什么 众人一看 草 还以为有多牛 原来只有一个动天 他们更加瞧不起萧云了 果然是靠诡计才击败的里程帝 看你一个动天怎么被七个动天碾压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猝不及讽 只见大聪明的七个动天 撑出七只巨大的妖兽祭灵 萧云眸光一沉 忍不住酸溜溜的 嘖嘖 一个圣子都有一斤六百七个祭灵 他们圣地真土豪呀 下一秒大聪明携带着七只祭灵 和自己的最强一击杀向萧云 万国惊天长 若杀 没想到萧云只是不急不慢地举起无敌权益 他连大道道文都懒得用 可这一拳却直接击败了大聪明 连同所有吃瓜的弟子 也被鱼威打飞树 世界终于安静了 萧云一脸不屑地嘲讽到 小辣鸡 嚣张了半天 就这么点实力吗 大聪明仿佛看到了老婆丙里又老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萧云这么变态吗 他竟然一招就败了 你少得意 我只是最弱的圣子 你敢跟我们圣地的第一圣子比吗 不等萧云开口 赵无极就怒斥道 杨伟 你还要避脸部 第一圣子早就出窍境 你让他跟萧云打 大聪明不甘心地强词夺理说 哼 这是认怂了吧 不敢就不敢 别找那么多借口 赵无极怒骂他们无耻 萧云别理他们 他们屁吃多了只会说屁股 没想到萧云却双手插腰 饶有兴趣的数 那好呀 今天我便摆下擂台 随时欢迎你们圣地的所有 动天境和寄灵境 前来挑战 萧云要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荒谷圣地 甚至圣人压制修为都行 如此疯狂的行为 整个修炼界前所未有 大聪明指着萧云的鼻子怒骂他 大傻逼 既然自己找面那就成全你 为了防止萧云反护 他现在就要去通报圣主 到时候要让萧云丢脸丢遍整个修炼界 赵无极嘖嘖感叹 玩脱了吧 到时候你输了 可就不是自己丢脸那么简单 连带圣地也会蒙羞 不 你错了 萧云认为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他是一个人对战整个圣地 输了不丢人 而圣地赢了也不光彩 赵无极点头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荒谷圣地又不傻 他们肯定会提出条件 那又如何 我萧云同阶无敌 我怕个毛死 赵无极瞬间满脑子黑鞋 呃 这分明是同阶后脸皮无敌吧 大聪明动作极快 片刻就带回了圣主的消息 要挑战整个圣地可以 但必须答应两个条件 条件一 输三场就放赵无极离开 条件二 输十场就要反过来做赵无极的小弟 萧云 你敢答应吗 此时帝天也赶不过来 图儿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维师商量一下 萧云表示自己也是临时做的决定 无妨 这位弟子 此时我们需要商量一下 大聪明也硬下了 只要别被吓跑就行 帝天当即设了个隔音屏障 赵无极打去的 看吧 被我说中了 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 萧云却开玩笑说 你应该高兴呀 万一我输了 你就自由了 然而赵无极却不想靠外人获得自由 这是你我之间的誓言 我自会亲自打败你获得自由 萧云嘖嘖称赞道 有志气 不过你这辈子也没机会了 荒谷圣地的臭鱼憋孙不可能赢我 赵无极无语 这货真特么欠仇 突然想看他十连贵 帝天开头道 徒儿你错了 他们如果让圣人压制修为出场 你是有可能会输的 真的会吗 萧云不解 但我连祖师爷都打败了呀 帝天沉吟道 那是因为祖师爷的分身不是圣人静留下的 而且真正的圣人有自己的道 唯能可怕 不是柳天都那种半生能比 萧云顿时哑口无言 但是已至此 他断然没有退缩的道理 他自信满满地说 就算圣人压制到寄灵静 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技術 因为他还有底牌 帝天见状也不再劝你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要提出两个条件 随即看向大聪明 条件一 赢了给我一具半部混沌体的尸体 条件二 跟我们混沌圣地结盟 去传话 问他胆不敢 忽然天边光芒一闪 荒谷圣地的圣主出现在半空 结盟的事情好说 但是半部混沌体太强人所难 还是换的条件吧 帝天沉生问道 一个死去的半部混沌体 跟一个活的荒谷圣体比 到底谁价值更高 圣主点头 好我答应了 时间就定在明天可否 萧云当即应想 好 就明天 圣主暗想 时间定紧一点免得他们搞猫腻 到时候大不了让圣人上场 即使圣之不 也要赢回赵无极 保住半部混沌体 然而他算盘打的啪啪作响 却永远想不通萧云是个什么妖孽 一天时间 已经足够我完成底牌 萧云竟然一分为二 原来这是他的技灵分身 这也是他敢单挑荒谷圣地的原因 然而大家都在坐等他十连跪 然后做赵无极的小弟 毕竟荒谷圣地可以派出圣女 众人嘖嘖感叹 混沌圣地好不容易出了个天才 结果却是个傻逼啊 他萧云再强 到时候车轮战也能磨死他 然而萧云对此毫不在意 使则我们走 目光短浅是肿病 小心被传染 地天笑出诸叫 哈哈哈哈 无徒必将横扫荒谷圣 赵无极无语 师徒俩都是装逼怪子 在线等 此时使者别愿的一间房里 萧云召唤出了寄灵分身 除了肤色是土豪色 其他的跟自己一模一样 不久前他消耗150次盾 得出的超越寄灵境极境的方法 就是将自己的精神力 精淡一分为二 一半留在体内 另一半传入寄灵师海中 使寄灵成为第二个自己 此时寄灵分身猛地睁开眼睛 他不再是木讷呆滞的寄灵 而是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只不过他跟萧云内心的想法完全一样 就连两人施展出来的技能伤害都是一样高 一旦跟人战斗就是二打一 圣人再厉害也打不过两个牛逼的萧云 只不过精神力一分为二后 从十炼境跌到了九炼境界 但很快萧云就能修炼我们 到时候寄灵的精神力也会达到十炼境界 唯一不同的是寄灵分身还没有半部混沌体 萧云突然很期待 等寄灵吸收了半部混沌体 到底会变得多强大 时间很快来到三天后 萧云站在荒谷圣地斗技场上 他震惊地发现 来关站的人并不多 看来他们已经打算随时派圣人上场 然而圣人又如何 同境界 我萧云照样打的他叫爸爸 他扫向台下众人大喊的 在下萧云 谁敢与我一战 众人都恨不得上去撕了萧云 在人家地盘都敢这么嚣张 但是上场顺序高层早就已经安排好 只见一个手持紫枪的年轻人跳上擂台 在下站星辰 荒谷圣地胜榜排名第三 请萧师兄赐教 萧云暗想 看来荒谷圣地也没敢想去 第一场就派出第三名 但他却完全没放在眼里 竖起一根食指说 我一招打败你 多了算我输 七瓜种人惊呆了 天下竟有如此狂妄之人 战星辰可是星辰战体 而且是纪灵净 他一个小小洞天境疯了吧 战星辰 好好教训 赢了我请你吃辣条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如此之快 战星辰没有愤怒 反而很谨慎地使出自己的最强一击 是神一枪 杀你 而萧云却将修为压制到洞天境 云淡风轻地掐动玄冰剑衣 没想到这一招发出了恐怖的威努 将战星辰动成了人形冰雕 众人惊成了尖叫机 萧云竟然真的只用一招 就打败了战星辰 这简直太恐怖了 而萧云却一脸淡定 毛毛雨了 下一个 萧云这么强吗 竟然一招打败了荒谷圣地榜第三名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殊不知他已经压制了修为 萧神子果然厉害 这一场我们认输 高层健壮只能派出圣地榜老二 萧 只见一个蓝眼睛的修士跳上擂台 在下荒谷圣地榜排名第二 请萧师兄赐脚 就在他说话肩膀中光芒闪烁 萧云突然震惊地发现周围井雾消失 巨大的海浪想要将他吞没 他当即抖了斗石海 强大的精神力瞬间正被驱风 有意思 你竟然会唤起 沐城浩震惊 本想给萧云一点教训 打他的措手不及 不曾想他竟然这么快摆脱了幻境 不愧是打败李成帝的绝世天骄呀 没想到萧云再次举起一根手指 只要你能够接住我一招 我便算你赢 来的又来了 吃瓜种人气炸 太嚣张了 沐城浩愤怒地咬着后槽牙 好 我倒要看看萧师兄要如何一招打败我 下一秒精神力幻化出一尊巨大的骨脚神 然而萧云再次云淡风轻地掐动命运 不动灵王意 给我破 风隆隆 本以为萧云一招就可以击败沐城浩 没想到真的只需一招 沐城浩痛苦地捂着蓝色双眼 Oh my eyes My eyes 萧云嘲讽道 荒谷圣帝就这么点能耐吗 他很嚣张 但没人敢吱声 长老和圣主小声嘀咕着 再继续输下去 圣帝的脸面就丢尽 还是派圣人上场吧 杨伟大聪明现在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没想到萧云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草 他是故意隐藏实力坑我们 突然一道高大的身影站了出来 萧云 你少嚣张 我是荒谷圣帝第一圣子杨旭 圣主 请封印我的修为 让我会会他 赤瓜众人仿佛看到了希望 杨旭圣子拥有太阳神体 而且修为达到出窍境 一定可以击败萧云 然而圣主却一脸失落 不避了杨旭 你打不过他的 杨旭很不服气 为什么 我还没上场 怎么就判定我输了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 圣主沉吟道 萧云已经达到寄灵境巅峰 他刚刚一直在压制修为 吃瓜众人仿佛看到 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哪泥 萧云强得这么变态了 压制了修为还能一招制胜 荒谷圣帝年轻一代 还有谁能打败萧云 此时一位太上长老提议 只能让圣人上场 圣主犹豫了 是 让圣人上场这种事 能不做尽量贬任 传出去有点丢人 忽然一位宛如折仙的白色 修士踏空而来 让我上马 众人简直感动得快苦了 准神子大人终于来了 这下妥了 他可是真正横扫一代强者的高手 此时地天传音给萧云 让他务必谨慎 这杨一鸣是一尊荒谷圣帝 虽比他晚一个辈子 但是曾经冠绝一个时代 现在达到了涅槃境 没想到萧云反而很兴奋 则则 不愧是排名第二的圣帝 除了赵无极还有一尊荒谷圣帝 这不是来得刚好吗 热身完了 也该好好打一场 都以为萧云是个菜鸡 没想到他才是个霸骨 荒谷圣帝派出准神子 能否打过萧云呢 杨一鸣刚来就跟地天塞嗨喽 昔日无缘见识你的半部混沌体 今日便来跟你徒弟打一场 地天没想到这货都快超凡进 也忍不住出手 他跟萧云一样从未输过 杨一鸣 你好不容易养出的无敌倒心 要是输了 就很难突破涅槃境 值得吗 文言圣主脸色一变 的确如此 他不像赵无极还没养出无敌倒心 要不还是请圣人上场吧 没想到杨一鸣却摇头 若萧云今天真能击败我 就证明我道路未圆满 他宁愿多停留在涅槃境一段时间 地天 还是你亲自封印我吧 我已经算以大欺小了 所以战斗中 我不会动用纪灵 文言众人目瞪口呆 毕竟纪灵境的修饰 最强的就是纪灵 这简直是自断装逼 只见圣主愤怒地咬碎了货草雅 杨一鸣 不要胡闹 我是让你来赢的 不是让你来装逼的 然而杨一鸣却非常坚持 圣主不必劝说 若不是为了圣地 我绝不会跟一个小辈的 这是我的底线 地天当即抬手封印 哈哈哈哈 不愧是继我之后 横扫一个时代的天窖 有魄力 封印完成后 杨一鸣的修为被压制到了纪灵境 身上的气息明显削弱 他背负着双手飞向萧羽 当年没能与你师尊一战 是我毕生汗事 今天与你同届一战 也算是稍微弥补了一些遗憾 呃 真是逼是灵远 萧云看得目瞪狗呆 竟然有人比他还能装逼 他也懒得废话 当即施展出无敌权硬冲了上去 特么废话真多 来战 杨一鸣也挥洒着霸道的权益冲了上去 荒谷血裂 杀 此时荒谷圣帝的弟子 一个个心里慌得一批 没人再敢小觑萧云 两大圣帝的准神子之战 到底谁会赢呢 太恐怖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牧尘昊哭笑不得 感情他打我们真的更安逸了 杨续感叹道 太牛逼了 他居然跟准神子不相上下 杨一鸣没想到 萧云肉身竟然这么强 要不是自己多修炼了几百年早就输了 萧云也紧盯着杨一鸣 这是他遇上的所有对手中 肉身最强的一个 鼻祖师爷里程帝都强 既然肉身难分胜货 那就亮兵器吧 杨一鸣当即掏出一杆 宛如魔神战兵的方天化剂 好 萧云举起叶大刀的那把大刀 虽然还没解封 但他可是圣兵级别 好刀 杨一鸣当即挥动方天化剂 朝着萧云冲杀过去 萧云反应很快 手持圣刀挡下这一击 两人对战数招竟然再次打平了 吃瓜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击 他们真是眼瞎 本以为萧云是个菜鸡 没想到他才是个罢了 难道准神子大人也要输了 不 不可能的 准神子还有底牌呢 下一秒只见杨一鸣 射出两道璀璨的神光 太阳神眼 萧云 你很强 但你今天必须输 萧云也震惊了 他竟然有太阳神眼 这是二阶神体 他不是有皇谷圣体吗 怎么会有人同时拥有 至尊体和二阶神体 杨一鸣不敢置信 他竟然打不过萧云 当即亮出底牌 太阳神眼 萧云比他想象中强大太多 不能拖了 要一举击败他才行 他再次挥动方天化剂 朝萧云劈开 战神领域 给我办 这一击非常恐怖 附带着太阳神眼的领域之力 萧云有些震惊 这太阳神眼 竟然可以灼烧他的灵魂 好在他的精神力也非常强大 吃瓜众人 除了帝天和赵无极 大家都以为萧云要败了 然而下一秒 萧云竟然单手挡下这一击 震惊的杨一鸣更震惊了 花擦 这怎么可能 你你你 你的精神力怎么没受到影响 同样震惊的 还有荒谷圣地的弟子 这萧云是什么怪物呀 精神力和肉体都这么强吗 然而更惊悚的是 萧云此时竟然展示出了混沌 你真的很强 值得我全力出手 吃瓜众人灵魂在战略 花擦 真特么比变态都变态 他竟然还有领域 萧云将无敌权意融入圣刀中 砍向杨一鸣 无敌之刀 斩天斩地斩古今未来 好霸道的一刀 杨一鸣当即召唤出荒谷圣体的异性 战神虚眼 给我揉 紧接着还将九个动天之力 加持在方天化剂上 这一招是他的最强一击 他必须拼命 战神一枪 几封撕裂虚空 迎击上萧云的无敌刀印 轰轰轰 一刀一击狠狠撞击在一起 掀起一片恐怖的气冷 将一些年轻的修士给吹得飞起 没想到方天化剂竟然碎了 刀锋继续逼向杨一鸣 将他震得节节半碎 狂吐西瓜纸 烟纯散去 杨一鸣一脸狼狈地 看着眼前这个后 他用尽全力 竟然还是打不过萧云 实在太可怕了 只见萧云一步步走 气势逼人 使出你的继灵吧 不然你永远打不过我 杨一鸣一乐 继灵吗 可他已经承诺了不用继灵 自己装的逼 哭着也要装完 突然圣主传音说 杨一鸣 动用继灵吧 我们荒谷圣地不能输 杨一鸣无奈地闭眼 胸腔里血气翻滚 这一刻他的无敌到心破了 和柳天都一样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罢了 他淡淡开口说 我杨一鸣说到做到 这一战我输了 话音刚落 吃瓜种人都炸开了 准神子大人都输了 难道只能让圣人上场了 好丢人呀 但已经别无选择 此时圣主脸色阴沉 他已经做出决定 既然如此就让圣人上场了 丢脸总比输了好 然而突然一道 恐怖的神念震随虚谷 地天面色一沉 这是一尊大圣 萧云感觉有点兴奋 红街一战 他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圣人 然而那道声音却说 我们荒谷圣地并非输不起 将那具半部混沌体交给他们 圣主想派圣人出场对战萧云 突然一个声音 让他们交出半部混沌体 卧槽 这是大圣的声音 看来圣人不会出场 没机会翻盘了 与此同时圣主也收到传音 输就输了 你是圣主 格局应该再大一点 能拉拢萧云这种超级天才 是我们赚了 文言圣主老脸一红 老祖 是我格局小了 想明白后 当即大声宣布 这一战我们输得心服 从今以后 我们跟混沌圣地就是盟友 萧云在这里同样享有圣子待遇 声音响彻整个荒谷圣地 弟子们议论纷纷 萧云的确太牛逼了 我都看呆了 我们好像不亏 多谢圣主 萧云也乐好 嘿嘿 不但能拿两份工资 半部混沌体也到手 他回到驿站准备融合这具半部混沌体 这具尸骨跟赵无极那具差不多 都是通体金光 只是实力比那具强大 已经接近圣人级别 萧云对他行了一礼 晚辈是这一届混沌圣地准神子 不得不借前辈的躯体一伍 还请前辈竖嘴 下一秒盘腿 若想催动那天 将这具半部混沌体吞了进去 纪灵逐渐融入这具半部混沌体中 赤裂的金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萧云的意识进入一个玄幻世界 一幅幅画面向跑马灯上 他竟然继承了这具躯体的记忆 他惊奇地发现 不但有前人丰富的战斗经验 还有混沌拳这门大神头 真是太巧了 比无敌拳硬强太多了 两个时辰后 纪灵分身已经彻底融合半部混沌体 现在分身的实力 跟萧云本尊相同了 此时分身的身体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咦 这是怎么回事 萧云当即施展精神力叹视而去 他震惊地发现 纪灵竟然诞生了新的心脏和血脉 这是要真的复苏成血肉之躯 成为他的第二具身体吗 纪灵突然有些力不从心地大喊道 能 能量 给我能量 萧云当即从空间戒指 取出一些零食输送给分身 分身顿时就跟吃了大补丸一样 他滋生出血肉和细胞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但分身虽然是血肉之躯 实际上还是个能量体 等等 也就是说分身就算被杀了 也可以靠零食重塑一顿 萧云突然眼睛一亮 这分身除了眼睛 全身上下都跟自己一模一样 那我岂不是可以用这具分身行走天下 本尊蹲在家里安枕无忧 这将是我最大的底牌 随即操控着分身离开房间 接下来 先让他出去试试 看看其他人能不能看出破绽 嘿嘿 以后在危险的地方 我都可以不怕死地去除 秘境和禁地的天才地宝 我来了 为了隐藏真实身份 萧云一口气选了九门失传的神通 分别给自己创造了 剑士刺客高僧三个神组 地天满意的点头 不错 伪装三个身份也足够了 接下来你就认真修炼这三类神通吧 时间很快来到三个月后 萧云将九门神通都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接下来他只要狂刷盾 铸就混沌体就行了 地风被恐怖的天节笼罩 这是萧云突破祭灵极境的天节 现在的萧云太强大 弟子们已经懒得惊呼了 哎 看来得赶紧让分身出去历练 赵无极满脸无奈 这货又超越极境 我特么和萧云这样的变态生在同一个时代 真是造念啊 不行 我得出去历练 地天疑惑道 你要去哪里历练 赵无极表示 要去挑战修炼剑天才 诸就无敌到心 地天紧跟其后 既然如此 我做你的护道人 毕竟你是我混沌圣地的圣子 萧云完成度解后 询问了弗林才知道 地天和赵无极已经离开混沌圣了 看来赵无极是被我刺激到的 这样也好 作为我手下的头号大将 他的实力也不能太容易 既然如此我也该出发了 突然雷族走过来 小家伙你想去哪里了 我送你一城内 萧云说要去挑战妖族天才 因为妖族号称有万族 哪怕是1%族群有圣子 也足够完成系统任务 妖族吗 雷族陈英片刻说好 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适合你 随即释放出一股 强大的能量包裹的萧云划破虚骨 不过他不知道 现在离开混沌圣地的萧云 只是他的寄灵分身 真正的萧云还在地风天殿中 他藏身在那天地里继续修炼 不久后萧云突然看到 前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振奉光幕 老祖 这是哪里啊 雷族停在光幕前说 你进去就知道了 这里只能靠你自己 我也就不了你 随即丢给萧云一枚玉佩 你要离开时捏碎他 我自然能改 紧接着在光幕上拍出一道口 进去吧 萧云刚踏进光幕 就听见里面传出一道怒吼声 大胆人来 竟敢擅长我妖族的地底 传本资命令 发布族人令 沙光万妖战场内所有的人族天才 萧云震惊 发擦 万妖战场名气很大 萧云是听过的 里面不仅有寄灵镜的妖族 还有觉醒镜和出窍镜的妖族 而且 妖族天骄们不会跟你和平切磋 一旦打起来 不死不休 萧云满脸期待 嘿嘿 刚进来就发布了图人令 玩得这么刺激吗 萧云竟然变成了一头突驴 原来她的分身刚进万妖战场 就引来了图人令 但她很兴奋 因为这地方宝物和高手众多 正适合她刷分 此时树枝妖兽同时冲向萧云 只要杀了她 就能得到天妖宝 杀呀 没想到萧云轰隆一举 所有妖兽直接吸泪 她吸溜了一下口水 嘖嘖 肚子刚好饿了 这些妖兽肉好像很好吃 不过我得先改变一下容貌 此时万妖战场的某个山洞中 只见红毛难缓缓针 某中射出无敌圣光 没想到有人引发了图人令 无道不顾也 突然血色长剑剧烈颤斗闪烁着弑血红光 红毛更兴奋了 血魔剑 你也感觉她很强势吗 放心 这次我一定帮你开封 我懊天要成为万剑山庄第一圣子 而萧云此时已经乔装成一坨骨驴 阿呸 是佛门高僧 那些妖兽早已成了烤传 她悲天敏缘地念叨着 善哉善哉 希望你们早登极了 随即就开始哼吃哼吃地狂炫烤肉和美酒 殊不知一只金翅大鹏正朝着她飞来 众多妖兽震惊 哗擦 这种神兽不留在中心地带 干嘛往边缘飞呀 低级妖兽不知道 众多尊者对萧云下达了图人令 只要杀了她 必将名扬万妖战场 在萧云疯狂炫饭时 头顶一女子不思笑出了声 小和尚 你真有意思 居然吃肉喝酒 不怕佛祖怪罪吗 萧云大意领难道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阿弥陀佛 平僧心中只有佛 没有酒肉 自然不怕佛祖怪罪 那女子跳下来 打亮了一下萧云手中的口困 嘖嘖 小和尚很厉害嘛 纪灵镜居然杀了 觉醒镜的妖兽 那你最起码也是佛宗圣子 萧云表面继续炫反 心中对她提起十二分防备 女施主也不差 这身实力平僧也看不透 不是出自圣地 就是大帝释迦吧 女子轻笑一声 你不说你的出处 我也不说 不过你要倒霉了 我敢知道有一尊 觉醒镜神兽要过来 萧云继续美滋滋的炫反 既然那神兽急着见佛祖 那平僧就成全他 西溜 神兽的味道应该更好吃 那女子目瞪狗呆 真是奇葩 小和尚竟然只关注神兽的味道 真是好久没遇到你这么有意思 而且还是一个小和尚 你多多保重 本小姐在战场中心等你 别死得那么快 随即便消失在原地 萧云没想到第一个遇见的人就这么厉害 这里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九族饭饱 也该去探索这座万腰战场 不远处的山上突然传出一股冲天热闹 萧云震惊 竟然有宝物出世了 这动静恐怕是绝世珍宝 只见巨大的火山喷发出刺目的红光 这场景看得萧云目瞪口呆 好壮观 看来宝物就在火山的中间了 萧云竟然被十几头觉醒进的圣兽围攻 就在刚才他冲上火山爆发的方向 只见一头巨大的飞禽扑杀而来 人类 死气道 萧云手中凝聚出佛光 灭畜 你胆子很肥啊 萍僧今天就超度了你 大凡天圣长 巨大的长力猜向火龙鸟 然而他却一个刁钻的走位躲开了 超度我 小和尚你未免也太自信了 萧云震惊 竟然是一只圣兽火龙鸟 而且是绝醒界 比他之前猎杀的妖兽都要强得多 只见火龙鸟浑身冒着熊熊烈焰 鸟脸不屑地嘲讽到 我们妖族最讨厌西方佛宗了 我今天不光要杀了你 还要吃了你 普通妖兽们根本不敢靠近 快看呀 那人类居然跟火龙鸟打得不分上下 真是牛逼呀 他肯定是佛宗圣子 萧云不敢大意 当即施展出十八灭魔神 轰隆隆 只见一层又一层光场飞出 朝着火龙鸟震杀而下 火龙鸟震惊的像只鸟 哗擦 这是十八灭魔神 该死的秃驴 你怎么会失传多年的佛门神通 萧云冷哼一声 佛门神通果然对妖魔有克制作用 灭畜 受死吧 他懒得扭大扭 直接送他去见佛祖 此时轰隆隆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万妖战场 岩浆之中突然显露出一座宏伟的府邸 众多妖兽发疯似的冲向府邸 宝物注射 竟然是一座府邸 冲呀 萧云也朝着那边飞去 不过这防护大战好强 他竟然看不透里面的真实情况 萧云满脸兴奋 如果是圣人的动作 那就赚大了 只见妖兽们纷纷拿脑袋框框框向阵 他们认为只要力量强大 就能摧毁一切 然而先冲上去的十几头妖兽 直接被阵法警察跌进岩浆中 而萧云也停在神秘府里前 周围的妖兽见到萧云 纷纷弹出数米远不敢接近 他好凶残 刚刚杀了那么可爱的火龙鸟 萧云当即催动精神力 开始探索这座阵法 哗擦 这是一道超纲体 绝对是圣人才能布置出来的 别想了我这脑袋想不明白 哎 又得耗费顿武 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有意思 这片火山谷竟然隐藏了一座强者的洞 萧云转头看去 只见头顶上空出现十几头觉醒进的圣兽 萧云惊得像头突驴 我滴个亲娘呀 飞天狮虎吃金珠三头叫阿巴阿巴 好多牛逼的圣兽 确认过眼神 这不是我能干翻的人 违京之计 只有闯进这座洞 才有活命的机会 他当即对阵法使用顿武 然而圣兽们已经迫不及待试探阵法 一道道可怕的神光狠狠地轰在阵法上 造成一连串的大爆炸 即便如此阵法依然纬如牢狗 那头飞天狮虎不耐烦了 喂 你进入阵法去试探 他那命令的语气显然是完全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萧云想的秀发都掉光了 还是没找出破阵的方法 可这里的圣兽有点多呀 看来只能动手了 萧云一人围攻了十几头圣兽 他本想放过他们 毕竟自己只是个分身而对方妖多示众 可圣兽们实在太嚣张 对萧云各种不屑嘲弄讥笑威胁 是笼子吗 敬酒不吃试法酒 还不快滚进去检验阵法 萧云真的要气炸了 他何曾被人这样欺辱 这群该死的畜生 真以为妖多就牛逼了是吧 当即掐动硬爵朝着大鸡鞠镇压过去 大饭天圣长 今天平僧就灭了你们吃一顿满汉全喜 然而大鸡鞠仗的自己很大 完全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他吐出一张巨王 还在嘲笑小屠驴不知死 一个寄灵镜还想打他绝醒 萧云一掌拍出 圣兽们坐等他给大鸡鞠挠痒 而大鸡鞠也懒得懂 没想到直接就会死犯 打泥 一招 败了 圣兽们仿佛看到老婆丙里又老 这实力怎么可能是寄灵镜 莫非就是他引起了诸位尊者的图人令 忽然系统提示 击败一位圣子以上天才奖励十次顿 萧云震惊 原来圣兽等于人类的圣子 他看着圣兽们吸溜了一下口水 嘖嘖 这可是一百多次顿雾 而那群圣兽们还在震惊状态 他一招就打败大鸡鞠 不好搞呀 不如一起出手攒了他吧 萧云冷冷地扫过他们 拖你们的腹 在你们阿巴阿巴时 我已经参透这座阵法 进去前不如先拿你们刷刷顿雾 打不过就缩进阵法里 当即一掌拍向圣兽飞尸骨 萧云身体突然变大 成为一只怒目金刚 飞天狮虎被轰得吐出一口老血 哗擦 这是金刚法香 死子能练成这地狱级别神通 恐怕是佛宗下一代神子 一起上 快杀了他 只见十几头圣兽全都出手冲向萧云 恐怖的能量汇聚成一条红流 想将萧云淹没 然而萧云却挥挥手眨眨眼 缩进阵法里 白白的您类 一起上宵也就不陪你们玩了 圣兽们打了个寂寞简直气责 卧槽 这小子是真的狗 也好 让他帮我们检验一下阵法 大家堵住阵法 别让他逃出去 而萧云踏入箭阵法 就被无数箭起袭袭 可他却通过刁钻的走位轻松通关 毕竟五十次顿悟可不是白花的 圣兽们看着萧云的操作 更加目瞪狗呆 这这这 这不对啊 这秃驴居然懂阵法 你们记住他走的那些节点了吗 没用的 这座阵法随时都在变换 天杀的 还想借他试阵 守在外面 等他带出宝贝 我捡现成的 你在想屁吃哦 他既临近就能干翻你 万一出来变成绝醒镜 我们所有授家起来都干不过 黄金龟提议 不如让金氏大鹏过来帮忙 我猜他也想猎杀这个人类 脑残 他来了 我们还能捞到多少油水 那总比没有好吧 那行吧 去吧去吧 去叫他 而萧云此时已经抵达府邸前 突然一个霸道的虚影出现在跟前 后辈 能够通过九郭剑语 你勉强有资格接受无的考核 萧云知道这是府邸主人留下的一道残念 晚辈萧云 敢问前辈名号 无名独孤剑 人称剑魔 萧云遇上大纪元 进入了圣人府邸 在得知府邸主人的名字后 心中无比震撼 独孤剑 这可是一位大人物 曾经的圣人之下第一人 当年六大圣地的圣子神子都不是他对手 听说他当年越级对战八尊妖圣 被逼到绝境后成圣还反杀了那八只 后来妖族派大圣才将他斩杀 没想到是死在这里 萧云恭敬地行了义礼 原来是剑魔前辈 晚辈三生有幸 剑魔仿佛一眼将他看穿 你不是佛宗弟子吧 应该出自中土的某座圣地 是的前辈 我只是借佛宗弟子隐藏身份 独孤剑顿时满脸不屑 一个躲躲藏藏之辈 可以与万界天才争锋 你不配继承我的剑道 看在你是人族天才我不杀你 赶紧回去吧 萧云抽了抽嘴角 呃 看来自己被当成猥琐小了 好在萧云嘴甜 解释说自己是混沌圣地准神子 就是想要学前辈挑战所有天才 才隐藏身份 以免给圣地带来麻烦 文言独孤见脸色温和不少 好家伙 这后辈敢学他挑战所有天才 有点破裂 说到混沌圣地 他倒是挺好奇 那个叫地天的小辈现在如何 那是唯一一个当年敢挑战他的 萧云一听这不巧了吗 地天便是晚辈的师尊 他现在跟前辈当年一样 是圣人之下无敌 文言独孤见也不再犹豫 既然如此 你有资格接受我的考核 但是如果考核失败 我会杀了你 你还要接受考核吗 萧云沉吟片刻便印象 反正这里的只是季灵分身 前辈 请开始考核吧 独孤见满意的点头 好 有胆量 说罢丢给萧云一本经书 这门准地经是我修炼的剑道功夫 你只要能在一年内练成第一层 就算通过考核 萧云接过金书双眼冒光 赚大了赚大 这绝对是无价之宝 放到外面 恐怕就连大胜准地都要抢破头 萧云这才明白 剑魔前辈为何定下考核 不过就得死的规矩 这是防止这门功法被泄露 独孤见表示 这宇宙见点是独孤家一位剑圣留下的 以此为剑道根基 完全有机会助你挣到大地 萧云心中无比震撼 好牛逼啊 能被称为剑圣的强者 那绝对是准地中的最强者 奈本就比其他修饰攻击力要强 只要修炼了这门强大的剑道功法 那实力绝对是质的飞跃 三日后一道道犀利的剑气 从萧云体内积射而出 独孤见看得目瞪狗呆 这是什么妖念啊 宇宙见点一共只有五层 这才三天吧 他就把第一层学会了 亏自己还被人称为剑魔 跟萧云一比这简直没法看 但转念一想 他就劳累纵红 几百年了 他要找的就是萧云这样的完美传人 剑圣前辈 宇宙见点总算不会因我们被埋没了 萧云必将成为史上第一位剑道大地 而此时金翅大鹏已经抵达阵法外 这或相当于人类的神子 他看向黄金龟 你来说 现在什么情况 龟族狐族都是高智商种族 他详细地将萧云的情况交代了一遍 闻言金翅大鹏直接开骂了 一群废物 竟然敢小瞧进入万腰战场的人类 要是一开始就围攻他 哪有那么多事 圣兽们表示自己很委屈 没想到一个寄灵镜秃驴那么变态 你们委屈个屁 没听长辈说过吗 敢踏入万腰战场的人类 哪个不是绝世天骄 可可 那个人类已经进去三天了 我们要继续守住带兔吗 守住带兔 你们是傻逼吗 你他的天赋 一旦晋升到了觉醒镜 如果再得到圣气 连我都不是他对手 说罢土植一根金色羽毛 朝着阵法镇压而下 强大的威压下的圣兽们 把尿不是都尿湿了 这可怕的气息 是妖圣留给您的保命禁器了 金氏大鹏解释说 这的确是长辈次的保命禁器 但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刚好用它破掉这座镇子 只见防护镇顿时一阵颤抖 这一招下去相当于圣人的最强一击 圣人仅用一根羽毛 就撼动了剑魔的防护大阵 而躲在阵法内的萧云 此时已经通过剑魔考核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有人能撼动阵法 独孤见冷哼一声 这是妖族大圣用羽毛炼制的禁器 给他们神子保命用的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出来历练还带禁器 那还历练个屁 消云瞳孔地震 这些神兽竟然带着禁器 那以后要是把对方逼急了 一旦动用禁器 就是圣人的最强一击 自己肯定直接个屁 想到这里忍不住吐槽 我呸呸呸 一群废物 玩不起就别玩了 带着禁器进来历练恶心人 独孤见也开始吐槽 对对对 他们妖族就是一群废物 轰隆隆 外面传来剧烈的响声 那根羽毛令阵法越来越弱 独孤见当即召唤出一柄魔剑 这阵法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这是我当年用的圣器 你赶紧收好 圣器 消云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这绝对是一柄绝世魔剑 只是魔剑所蕴含的煞气太过苦 消云只看了他一眼 就被拉入一个满是杀戮的修罗世界 他化身剑魔被数不清的妖兽围攻 杀杀杀 他一人一剑杀进妖兽 消云沉静其中无法自拔 忽然一个声音在消云心中响起 还不快醒来 他猛的睁眼再度回到府邸中 独孤见叮嘱道 你要小心 这把魔剑比一般的圣器要强大 但魔器太重 成圣之前不能让他见系 否则你可能会被他控制 消云眼神凝重 的确太恐怖了 自己这般强大的精神力 刚刚竟然被他拉入剑一桩 独孤见本不想将魔剑传给消云 他怕他会遭受反噬 消云承诺说自己会善用这把剑 必定不会被他控制 不过前辈 这把剑叫什么名字 独孤见将剑递给消云 说现在它是你的剑 名字当由你来取 消云举起剑满脸兴奋 那就叫它屠妖剑吧 当年妖族已多欺少扼杀了 前辈的正导之路 晚辈要扛着这把剑打上妖族 为前辈报仇 闻言独孤见欣慰地笑 倒也不必替我报仇 是我既不如人罢 不过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前辈传我功法 又传我圣起 请尽情吩咐打紧 我终究是独孤世家的子弟 希望你能在独孤世家 有难知识帮忙 从独孤家的子弟中 选一人为徒 将宇宙剑点传授他 消云毫不犹豫地点头 嗯 晚辈一定遵从前辈的吩咐 此时独孤剑的藏魂开始消散 他说消云 九霄大陆从未出现过一位剑 希望你能推演出 宇宙剑点第六层 成为世间第一位剑帝 消云对独孤剑再次行营 前辈一路走好 辞别剑魔后 他却露出了阴森的冷笑 外面那只金氏大鹏 已经用掉了保命禁忌 今日我便斩了他为前辈剑行 当即施展出金刚法相 从薄弱的阵法中踏空而出 阵法从里面破出一个洞 将守在外面的几只圣兽 正非树 阿弥陀佛 平僧今天要大开杀戒 送你们这群畜生去西天见佛祖 随即施展出大犯天圣场 朝着附近的圣兽们轰击而去 别出门 去死吧 然而这一掌却被金氏大鹏挡起 人类 对手是我 他命令其他圣兽都躲开 今天他要亲自斩杀这个人类 只因萧云引起图人令 妖族神子就想杀他装逼 他一巴掌拍向萧云 这一招速度气快 然而萧云却轻松躲步 他吸溜着口水 嘖嘖 好大一只肥鸟 顿汤一定美滋滋 他当即施展出最强的 扶摩神通十八面魔手 风向大肥鸟 没想到金氏大鹏左勾拳右勾拳 轻松就将十八道掌印刺群碎片 金氏大鹏差点没被气死 这只突驴不仅侮辱他是你 竟然还妄想顿了他 简直不可饶恕呀 大鹏同风起 杀 他侧着巨大的金色 虚影朝萧云杀取 这一刻 天地都在占 虚空纷纷崩裂 一人一兽同时倒飞树 萧云眸光一闪 不愧是神兽 实力远在那些圣兽之上 金氏大鹏也没想到 这小秃鱼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人类 你的实力不错 有资格让我知道名字 而萧云冷笑一声嘲讽道 屠妖正道 妖族不灭 势不成佛 你可以称平僧为屠妖佛 说罢再次掐动硬爵 朝着金氏大鹏撞击过去 金刚硬 给我杀 没想到金氏大鹏翅膀一回 再次以极快的速度挡下这一击 屠妖 小秃鱼 你今天注定要被妖土 萧云惊呆了 花擦 这家伙速度太快 再这样下去对我很不利 围观的众兽也看得目瞪拱待 这秃鱼才技灵境 竟然能跟金氏大鹏打得不相上下 这可是年轻一代妖族中 能够排进前三的神兽 这人绝对是佛宗这一代的神子 殊不知眼前的小和尚只是某人的分身而已 可萧云现在不能施展混沌领域这些神童 实力被削弱太多 想杀金氏大鹏 恐怕分身就要陨落在此 这一刻金氏大鹏为剑魔前辈见系 便要说到做到 虽然剑魔前辈交代 这把剑的魔性太强 一旦剑血很容易让自己走火入魔 但我就动用一次 以我强大的精神力 应该能抵挡住魔性吧 这一刻金氏大鹏感觉到致命的威胁 他瞳孔咒缩大喝道 这是什么剑 是杀你的剑 萧云手持魔剑 恐怖的魔器将他的金刚法像都染黑了 吃瓜兽简直目瞪狗呆 萧云刚才还一副得到高僧的模样 现在就变成大魔头了 但他们更震惊的是 他竟然得到了圣气 该死的 这吐驴圣气在什么 恐怕金氏大鹏为意 飞天师虎却说未必 他才记灵境 没有成圣很难催动这笔剑 只见金氏大鹏爆喝一声 魔眼惊狂 一只体型大出十倍的金色虚影 朝着萧云震杀而来 而萧云也使出了洪荒之力 推动魔剑 剑气所过之处大地都寸寸军裂开 这一剑轻松就击碎了金色虚影 可魔剑一出伤人伤己 萧云身上的煞气 比这些妖兽们恐怖百倍 不尽的冤魂都在他的脑海中哀号 萧云感觉脑袋要炸开 他咬牙看向金氏大鹏 不行 一定要在心神被影响之前杀了他 他当即全力催动屠妖剑 踏空朝着金氏大鹏剑刺过去 金氏大鹏瞳孔地震 他感觉躯体被吞进了黑暗中 不不不 他想躲开 可自己竟然无法动他 下一秒只听一声啊的惊天惨降 魔剑插入他的身体 萧云被眼前这一幕彻底惊呆 哪泥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一道道血色魔险 正在吸食金氏大鹏的血影 这把剑居然这么凶 不光要杀死金氏大鹏 还要吞噬他的力量和神魂 可萧云无法操控这把剑 他拔都拔不出来 这把魔剑到底有多强 萧云紧入一剑就杀掉妖族神子 没想到魔剑并不满意 凶残地将其血肉吞噬直到飞灰烟灭 而萧云也震惊地发现 魔剑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恐怖 他甚至调转方向 缠上了萧云握着剑柄的手 萧云没想到魔剑竟然这么可怕 吞噬完金氏大鹏 竟然还想吞噬自己 老子可是你的主人 他当即催动佛力使全身散发出佛光 下一秒魔剑的触手像被躺到 纷纷缩了回去 而萧云也听到魔剑一直在脑中重复着 快杀戮快杀戮 只要杀戮就能变强 可萧云已经决定 不到圣人级别 不再动用这柄魔剑 否则让他吞噬的生灵越多 就越无法克制 众多吃瓜兽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哗擦 小屠驴竟然一剑就杀死了金氏大鹏 快走快走 那把剑气太恐怖了 我们连手都不是他对手 剑齿虎呆愣在原地 救救我救救我 然而一回头发现其他圣兽早就扛着 剑还溜了 萧云兜头就飞而是场上去 吃老子一记大凡天圣者 剑齿虎呆打出了凄凉的本枪 人类我跟你拼了 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猛地张开樱桃小嘴 朝着萧云喷射出无数剑鱼 然而萧云已经施展出几人神火招 那些剑鱼打了个计目 萧云大牙一滋 又施展出十八面膜手 嘿嘿嘿 一会吃红烧小老虎 红龙龙 剑齿虎想骂娘 但已经对轰杀 只听丁的一声 系统提示击败圣子以上天才 奖励十次顿武 萧云郁闷的摇头 嘖嘖 只剩下一百五十次顿武 想练成混沌精 还得去万妖战场核心地区 那里的圣兽应该很多吧 数日后 萧云明扬万妖战场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魔僧 妖兽们看到他扭头就跑 绿衣女子满脸问候 魔僧 可是除了那个小和尚 也没见到其他僧人 但小和尚分明长得慈眉善目 怎么就跟魔打上关系了 算了 妖帝大幕快开起了 说不定能再见到小和尚 而萧云此时正坐在拖火旁 美滋滋地炫着烤肉 嗯 真香 旁边是一只被封印的圣兽粉兔 他一脸绝望地哀求着 魔僧大人 求求你放了我 我保证送你一桩大机缘 萧云一边炫着兽兔 一边看向兔子 什么大机缘 看看能不能换你一条小命 大兔子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感觉萧云是在看一盆红烧兔子肉 他只见过吃人的妖兽 还是第一次见妖兽被人吃掉 而且还是个和尚 和尚不是吃素的吗 他颤抖着声音说 魔僧大人 这里有一座妖帝大墓 马上就要开启 我知道在哪 萧云眼神危险地打扬着兔子 妖帝大墓吗 我觉得你在忽悠我 那种级别的大墓 怎么可能不拍妖兽过来 只让你们这些小辈来探索 随即吸溜了一下口水 嘖嘖 听说兔子肉很鲜美 大兔子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他亲眼看见大魔头 把那么大一头妖兽啃得扎都不上 求 求斗一麻袋 别吃我 真的有大机缘 兔子被萧云玩坏 明明可以抓神兽当作骑 他非要骑着一只可爱的兔子 驾驾驾 而萧云刚才还想考了这只兔子 可兔子告诉他 自己可以带他去妖帝大墓 里面有浓郁的大帝之道 在里面修炼一个月 敌外面好几年 还有大帝晚年刻下的帝炎 闻言萧云来了兴趣 你自己的天赋 肯定能从帝炎中悟出一些大帝的功率战绩 毕竟他是开挂的呀 想到这里他看向兔子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兔子吓得声音发抖 我叫白玉兰 哦 原来叫小白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好歹也是一尊圣手 勉强有资格当我的作骑 而此时兔子在心里骂娘了 谁这么叫小白呀 你们全小区都叫小白 老娘不想被人骑 更何况还是个和尚 而自己是母兔子 可他不敢反抗妖剑妖怕的萧云 连忙说 我僧大人 叫主人 是是是 主人 明盖是天资 拿一只兔子当作骑 恐怕有损您的威名呢 最差也得是神兽 才有资格当您的作骑嘛 萧云炫着烤肉点头 嗯问有道理 白玉兰心中大喜 继续吹着彩虹屁 是吧 您去妖地大幕 肯定能遇上不守神兽 到时候随便收服一两只 还不是手道擒脉 萧云点头 当即骑到大兔子的脑袋上 左右开弓拎着两只兔耳朵 驾驾驾 给我带路 去妖地大幕 懵逼的兔子一脸懵 呃 你这么说话跟放皮一样 说好去抓神兽 怎么还骑上了 呜呜 手放哪呢 他气到兔心 但腰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主人您做好 当即变成一只巨大的兔子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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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机智了 魔僧这么狂妄 我说他不行 他肯定会主动出手去找妖兽麻烦 没想到萧云却非常认同的点头 嗯 小白你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决定了 让你终身做我的坐骑 文言兔子亚麻呆住了 我敌个亲娘呀 谁特么要做你的终身坐骑 这魔头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小白 万妖战场的神兽多吗 兔子大惊 这魔头不会被吓得打退堂 不行 必须让他去 不然自己怎么借刀杀人 主人 万妖战场的确有很多神兽 但妖族有万能 内部并不团结 他们到时候都忙着争夺机缘 没人会分心对付您的 嗯 这就好 说话间一人一吐 已经停在一块巨石上 而下方耸立着一座大墓 大墓上方简直是寿山寿 主人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妖帝大墓 而此时一只金翅大鹏 从萧云上空经过 来妖的气息强横 瞬间吸引所有目光 不是说金翅大鹏 已经被魔僧杀了吗 眼瞎呀 这明显是另一只 估计是来找魔僧报仇的 文言萧云震惊 怎么又来一只 小白 你们妖族有很多金翅大鹏吗 没有呀主人 整个金翅大鹏一族加起来 也就十几只 萧云冷哼道 莫非他是来找我报仇的 兔子抽了抽嘴角 这还用问 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等等 报仇 也就是说 如果让那只金翅大鹏 知道我背上的是魔僧 他就完蛋了 谁能想到妖见妖怕的魔僧萧云 竟然缩在兔毛里当老六 而大兔子正计划着借刀杀人 没想到萧云却警告说 只要我暴露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文言兔子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萧云暗想当务之急 是进入妖帝大幕修炼几天 等踏入觉醒镜头 他就能横扫万腰战场 而此时金翅大鹏果然在打探萧云的下 几只神兽说他们没见到魔僧 随即目光不善地看向不远处的人类天骄 或许你可以问问他们 只见金翅大鹏朝着不远处的身影幕后的 奥天 你们人类胆子真费 杀了我们神兽 还赶来妖帝大幕 简直七妖太盛 奥天冷空的 冤有头债有主 有种去找魔僧报仇 如果你想找死 我也论于助妖 这兄弟好牛逼啊 萧云默默竖起了大拇子 这人立在万腰中间 竟然一点都不死 小白他是谁啊 主人 这是来自万剑山庄的圣子奥天 他现在是觉醒镜 之前被三只神兽追杀 都毫发无伤 铺子在心里吐槽 你克门一个人类 跟我这个妖族打听人族添交 狗听了都觉得离谱 文言萧云一脸严肃 哦 难怪感觉这个奥天 比他之前杀死的金翅大鹏都厉害 不过也没啥可逼逼的 都觉醒尽了 还被三只神兽追杀 要是老子觉醒尽了 绝对是追着一群神兽杀 而此时萧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哟喝 这不是刚进来时碰上的绿衣小美女吗 众兽们顿时惊呼声一片 哗擦 秦冰月 这个妖孽怎么也来了 泽泽 她一来准没好事 一会离她远一点 秦冰月 这名字很陌生 绝对不是来自中土的妖孽 萧云忍不住好奇 这女人是谁 怎么好像比奥天还牛逼的样子 文言兔子狠狠翻了个白眼 呃 你压得到底是不是人类 这都不知道 但兔子还是很耐心的解释说 主人 她是天下第一家族 天地世家的小公主 文言萧云目瞪狗呆啊 她比他们混沌圣地都牛逼 萧云看着秦冰月眼中战意滔天 这可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天地世家的天才 她的身份不就相当于神子吗 金翅大鹏盯向秦冰月讽刺道 你们秦家居然放心让你来万妖战场 就不怕你死在这里吗 秦冰月勾唇一笑 有种来杀我呀 你们年轻一代才刚刚死的一个 要是你也死了 那你们金翅大鹏这一代就没妖了 只见金翅大鹏气得鸟嘴都歪了 但也只能一肚子化编回肚子 因为确认过眼神这是她惹不起的女人 她只能对四周抱鹤头 魔僧来了吗 你个缩头乌龟 可敢出来与我一战 而兔子见状开始用激将捕 主人 那只鸟在骂你是乌龟 没想到萧云缩在兔毛里舒服地打了个鼓 随她去好了 傻子才会一骂就出去 成熟男人就该沉着冷静能屈能伸 兔子听得怀疑妖声吗 这魔头咋不按套路出牌呀 你可是魔僧呀 你可是吃兽狂魔呀 你怕个鸟啊 这时候你应该冲去指着大鸟的鼻鼓骂他 等他狠狠干一架呀 而此时金翅大鹏朝着妖兽们大喝头 谁能告诉我魔僧的下方 就可以去我金翅大鹏一族选取一门大神通 闻言众多妖兽们纷纷露出贪婪的目光 这可是大机缘呀 他们纷纷帮忙叫嚣着 魔僧 你给我出来 而此时不远处的妖帝大幕正在疯狂震动 逆谱恐怖的地位横扫了出 众人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他们纷纷朝大幕看去 这是妖帝大幕开启 萧云只是路过一个木道 就刷到了八百次顿武 简直爽爆了 就在刚才妖帝大幕终于开启 但恐怖的地位压得大家都不敢进去 以萧云识练境界的精神力 竟然被压得抬不起了 他不由得嘖嘖两声 这就是大帝吗 恐怖如斯恐怖如斯 众人只能等待地位削弱再进去 轰隆隆 只见大幕中的地位竟然开始无差别攻击 啊的才叫风不止于耳 那些低级妖兽直接被地位封杀 傲天忍不住嘲讽 真是一群白痴 实力不够也敢闯地木 简直找死 一只神兽朝着后面咆哮的 没有觉醒进修为的 还有不是圣兽的 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一个时辰后 地位已经削弱了很多 就是现在 只见今次大鹏第一个冲进妖帝大幕夺取机缘 没人发现萧云这个老六缩在处毛里 也跟着一众圣兽冲了进去 进入木道后 兔子突然减慢了素子 主人 这条木道的煞气非常恐 冲在前面的圣兽都减慢了速度 萧云懒散地打了个响指说 没事 我帮你挡住煞气 你赶紧冲冲冲 下一秒兔子被萧云的九龙神火罩包裹 速度直接起飞 很快就追上了前面的一只圣兽 萧云眼珠子一转 吸溜了一下口水 这里圣兽真多 正适合我刷顿物呀 当即抬手一巴掌拍了上去 大犯天圣兽 圣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轰飞了 他妈谁呀 刚才哪个老六偷袭我 萧云懒得理他 正在美滋滋地查看系统 嘿嘿 十次顿物已到账 果然只要击败就能获得奖励 那还犹豫什么 刷起来吧 想到这里 萧云举起双手左右开崩 轰轰轰 我拍拍拍 他一路横行 就像冲锋枪一样 路过的圣兽全都莫名其妙被拍 系统提示音不断 简直爽爆了 小白看得目瞪兔呆 主人 这些圣兽被您打一巴掌也影响不大呀 暗想你知道这屁 就这一会功夫 我足足收割了五百多次顿物 这次妖帝大幕真是来顿 半个时辰后 一人一吐已经通过目瞪 眼前出现一座宏伟的地下世界 看来这里就是大幕核心了 去找找机缘吧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又有了八百次顿物 这次回去就可以铸就混沌艇 而此时一只大肥鸟出现在萧云上空 他杀气腾腾地怒吼了 磨僧 你果然来了 大肥鸟 叫你佛爷爷干嘛 萧云懒得躲了 金翅大鹏气炸了 当即冲向萧云 敢叫我大肥鸟 我要把你啄成十八段 一群妖兽蹲在妖帝大幕外 想斩杀萧云 殊不知他如今足以横扫万腰战场 而不久前金翅大鹏 还想将萧云啄成十八段 没想到秦冰月突然出现给萧云撑腰 金翅大鹏生出一丝忌惮 按想算了 还是先去寻找机缘 当即对萧云投去一个死亡凝视 磨僧 等出去后再杀你 好好珍惜你最后的一个月吧 秦冰月微笑着说 这里是妖帝晚年生活的地方 一定留下了很多妖帝的遗迹 说不定能帮你突破绝醒境 萧云点头道谢 没想到这秦冰月对自己倒是挺好 但依旧保持着警惕 秦冰月提醒她多保重便分道扬镳 少女最后那撩人的笑容 让萧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会是自己想的那样吧 算了 我也该去找机缘了 当即进入大幕核心 然而找了很久 却没发现任何对她有用的敌言 萧云已经开始骂娘了 阿爸阿爸地留下这些长篇大恶 还不如多留一些有用的功法和神通 然而就在她骂骂咧咧时 突然震惊地发现 一面墙壁上竟然刻着混沌精的蚊子 花擦 萧爷的机缘终于要来了吗 可混沌圣帝的功法怎么会流传出去 但转念一醒 一尊大帝去混沌圣帝索要功法 谁敢不给呢 帝言中记载 这位大帝参悟混沌精百年 终是只能铸就半部混沌体 但她自创了半部大神通混沌阵 看到这里萧云眼睛一亮 哦 半部大神通呀 这不就是为自己的半部混沌体量身定制的 这可比自己现在的神通强太多 她打量了一圈 发现地上有个蒲团 莫非这里是妖地沉思冥想的地方 当即盘腿坐下开始修炼 系统 对混沌掌使用顿物 在系统的帮助下 萧云只花费二十次顿物 就将混沌掌修炼到了圆满 然而她还在继续冲击觉醒境 因为坐在这蒲团上修炼 她能感觉到精神力在飞速变弃 下一瞬间萧云不可思议地从蒲团上站了起来 她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突破到了觉醒境 这也太快了吧 她忍不住又走回去 但这次没变化 看来这是一次性机缘 要不然就可以把这蒲团顺走 而此时秦冰月的声音突然传来 小和尚 你终于醒了 她一脸完卫地打去道 泽泽 看来你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竟然突破到了觉醒境 不过先出去吧 你在里面待了二十八天了 再有半天 妖帝大幕就要关闭了 文言萧云满脸震惊 哈 二十八天 可是自己分明记得只待了片刻 那蒲团果然有古怪 她当即给秦冰月行了一礼 她知道这妮子一定守在外面提到 否则这么多天 那金翅大鹏早就来找她麻烦了 秦冰月故意挑逗说 小和尚 这次你欠我一个大人请 可不能忘了 萧云很感激 她放弃自身机缘替自己护 拍着胸口保证以后能力范围内 请尽情吩咐打紧 两人离开妖帝大幕后 就看见乌泱泱一片的妖兽 蹲在外面等萧云 只见金翅大鹏抱贺道 摩斯 终于出来了 而秦冰月警报道 既然是私人恩怨 那就谁都不许插手 她相信一打一 金翅大鹏根本不是小和尚的对手 萧云冷冷看着大肥鸟说 金十六 你就这么着急去和金石七团聚吗 而大肥鸟已经化自我 便冲向萧云 摩斯 我要把你啄成十九段 萧云当即施展 大饭天圣掌冲向大肥鸟 泽泽 神兽肉美滋滋 不知道能不能留个全室 一人一兽狠狠撞击在一起 周围的赤瓜兽纷纷弹出树鸟语 Oh my 亮下老子的狗眼 这两个妖孽太恐怖了 快夺远点 萧云一掌拍飞一头鱼 竟然打出了圣人刺的保命禁忌 在他和金石大鹏击裂搏杀时 一只兔子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这个变态太厉害 老娘得赶紧跑路 不然被他抓回去当作骑 早晚被他考 一击过后大肥鸟再也不敢小看萧云 他先前完全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而此刻他想杀了萧云 已助就自己的无敌之道 以萧云的实力早就可以击杀金石大鹏 但他此刻在假扮突驴 就连自身的三成力量都发挥不出来 但对他来说这是挖掘潜能的机会 下一秒只见金石大鹏抱喝一声 昆彭义 一只肥鸟竟然变成一只巨大的烤 魔僧 你有资格接受我的权利一击 吃瓜兽们纷纷弹出树米语 哗擦 一只鸟怎么能变得那么大 比一百座大山都大 这特么什么神通呀 萧云也看得目瞪懂呆 这是大神通 轰隆隆 这TMD的覆盖范围 萧云知道自己速度在快 根本无法躲避 下一秒天空一声巨响 萧云如同一只蚂蚁被大烤鱼给一头砸进地下 这恐怖的威能 就像一颗核弹砸下 吃瓜兽们议论纷纷 死了吗 魔僧绝对死得透透的 这可是一门大神通 傲天在旁嘖嘖摇头 这个魔僧倒也厉害 能逼出金十六的大神通 可惜呀 也就仅仅如此而已 哼 少狗也看人低了 秦冰月冷哼道 他才不会这么轻易死吧 傲天对秦冰月有想法 看到他维护萧云心里酸道不行 我看就算不死也中杀 他不可能再是金十六的对手 而就在吃瓜中人和吃瓜兽 以为萧云已经凉透时 一只巨大的金色手掌 丸恨地从地底下拍出 直接把大烤鱼给拍飞 这是萧云的半部大神通混顿着 吃瓜人和吃瓜兽们 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们 此时他们的灵魂都在颤抖 这恐怖的核弹一击 他们根本戒不住 而萧云化身一尊巨大的神佛 冲出了深坑 下一秒比大烤鱼恐怖数倍的大掌 朝着金十六阻压一下 金十六彻底目瞪于呆了 安比利五波 这突离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神通 威力比他的大神通还要强大 他扑腾着鱼尾要起来继续等 然而不等他起来 风隆隆一声惊艰巨醒 大地都在颤抖 萧云一掌拍出了一大片蘑菇云 浓烟散去 地面被萧云砸出一个巨大的五指身坑 只见金十六翻着鱼眼 呃呃的已经快个屁了 吃瓜兽们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 金十六居然败了 还败给了一个人类 作为妖兽他们可太知道金十六的实力 如果让他们对上萧云 那简直是几股发凉 秦冰月冷笑道 怎么样 本姑娘就知道他不会输给金十六的 而此时还没死透的大口 咬牙切齿地瞪着萧云怒吼道 磨僧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就算你实力再强 今天也必须死在我手上 下一秒他竟然取出一根金色羽毛 那羽毛与他身体合在一起 他巨大的身体再次变大 有金色的圣火在燃烧 秦冰月双拳紧握直接开喷了 他娘的 出来历练还带着劲气 一只巨无霸烤鱼从天而降想压死萧云 这是大圣给的保命尽气 萧云有点懵逼 要是不动真格的 他小命恐怕要交代在这里 他当即掐动硬绝 在身体被大烤鱼遮住时 偷偷催动了半部混沌体 混沌掌 给老子去见佛祖 恐怖的金色大掌拍照大烤鱼怀疑人生 九明有变态 我已经动用了尽气 居然还是打不过秃驴 吃瓜兽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我滴个清凉呀 这秃驴这么强的吗 恐怕妖族其他神兽也不是他对手吧 在场只有秦冰月看出了萧云的补问 这个小和尚刚才的气息似乎不像佛门公 他到底是谁 萧云眼睛一瞥 不愧是我 太哭了 又多了个小迷妹 不对 我不会暴露了吧 这秦冰月真是太可怕了 想到这里他无奈地摇头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 先干掉金十六再说 当即冲向大烤鱼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突然被一只大鸟撑开翅膀挡 萧云满脸震惊 这不是神兽毕方吗 这可是接近十强神兽的存在 萧云能感觉这或实力苦 跟秦冰月一样让他猜不透 只见秦冰月站在萧云边上替他撑腰 毕方 你们妖族也太无耻了 动静气作弊也就算了 现在连你也插手了 闻言众多妖兽飞到毕方身边 形成浩大的声势 不服来干 舔狗傲天第一个站出来 你们受多了不起啊 来啊 鱼死网破 毕方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秦冰月 到此为止吧 我们妖族已经损失一只金石大炮 我不可能再让魔僧杀死金石六 随即拎起受伤的大烤鱼飞走 然而大烤鱼还在叫嚣 哼 魔僧少得意 我会在圣路上等你 秦冰月嘖嘖了两声 真是又菜又爱玩 随即吩咐人族天骄们先走 自己和魔僧单独说几句话 小和尚 本姑娘要走了 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呢 萧云细经上身 阿弥陀佛 老娘误了 我要真名 萧云一愣 暗想果然被小丫头发现了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巴巴 名字平僧早就忘了 文言秦冰月翻了个白眼 转身就走 切 小气鬼 真名都不肯说 临走前他丢给萧云一块玉佩 算了 小和尚 有空来北海找我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大人请了 萧云收起玉佩 也准备离开万腰战场 他已经赚到足够的盾 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当即掏出雷祖之前 交给自己的玉佩 毫不犹豫将死因死 下一秒玉佩炸出一条通道 萧云进去后就消失在原地 而雷祖已经等在通道另一头 他打亮着面前的秃驴 嘖嘖了两手 心造型不错 进入万腰战场 才几个月就踏入了觉醒境 接下来想去哪 萧云黑黑一笑 接下来我想去一个 能修炼剑道的地方 剑道 懵逼的雷祖一脸懵 萧云当即展示出地质剑影 这是我在万腰战场 得到的一本剑道主地经 只见雷祖惊呆了 这不是剑魔独孤剑的剑道气息吗 他心中充满了期待 当即带着萧云离开万腰战场 好小子 我知道你接下来应该去哪里了 萧云跟雷祖说想修炼剑道 雷祖便扛得他不知道飞了多远 下一秒 卧槽 我怎么被雷祖扔出来了 只听见雷祖说 去吧皮卡丘 去去去 去哪 你倒是先告诉我这里是哪 老祖也真是的 下次能不能温柔点 咦 前面那座山倒是造型奇特 萧云释放出精神力 发现这山居然蕴含了剑椅 而且还不止一股剑椅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出于好奇萧云朝着那座剑山飞去 然而下一步 萧云整个人都懵逼 刚刚好像有一股至高剑椅 突然撞进他脑袋 让他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只听身后一群修士笑他白痴 不打听一下就赶来攀登剑神山 萧云老脸一红 拍拍屁股起身 等等 他们说这里是剑神山 就是那个剑道修士圣地 东荒剑神山 雷祖这速度真是666 听说这山上天然的剑翼 对剑修十分有帮助 除了大地还没人上过山顶 大地都得爬上去 难怪我被砸了个狗吃屎 话说赵无极那家伙就在东荒历练 到时候打听一下吧 萧云直接跑了起来 他倒要看看自己的极限在那 刚刚笑他白痴的几人全都目瞪狗呆 哗擦 我眼花了吗 顶着这么大的剑道压力 他居然在跑 此人绝对是剑道天才啊 真是看走眼了 此时萧云已经跑到山脚不远的地方 卧槽 这里的天然剑气好强大 我还没到山脚就跑不动 萧云感觉浑身就像压着一座大山 只能放慢速度 不过剑道里的杂志在剑翼的冲刷下不断精准 难怪雷祖把我扔到这里 真是干得漂亮 萧云咬牙继续前行 突然感觉跟脚下的大地融为了一体 每当他的剑翼被消耗 大地就会及时补充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大地剑翼 这一刻萧云真正掌握了大地剑翼的精髓 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突然一个穿着很骚刀的小伙子上前打招呼 开口就吹上一顿彩虹屁 萧云暗想我最讲礼貌 当即告诉他自己叫独孤求败 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唯一想到的跟剑有关的名字就是这个 原来他是剑阁的花狼星 萧云听说过他们剑阁阁主雷战的名号 那是九霄大陆最强剑舍 如果不用帝兵的话 他就是第一准品 花狼星以为萧云是独孤家传人 又狠狠吹了一顿彩虹屁 说独孤世家终于又有传人出事了 见到又要再起风云了 萧云也没反驳 毕竟他的确是独孤剑传人 但他不想听他继续吹彩虹屁 直接问东荒都有哪些天才 要说天才当然是中土最多 这一代出了好几位至尊体 特别是一个叫萧云的变态 居然以繁体炼成半部混沌体 横扫中土各大天交 萧云抽了抽嘴角 你才是变态 你全剑阁都是变态 不过从别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威名 好像挺牛逼的 但是我想先在东荒历练一份 再去中土 不知东荒又有哪些绝世天交 只见花狼星掏出一张剑 说起东荒天交 那就要看这个了 萧云作为中土第一天才 第一次来东荒历练 却伪装成毫无名气的独孤求败 因为大明一出就把人吓跑 此时萧云手握剑榜 上面是剑道高手排名 剑榜共有天地玄黄四个级别 天榜第一名是雷战 但这些人等级都在圣人之上 自己没资格挑战 萧云现在是觉醒尽可以挑战选榜 没想到上次在挖坟石域上的奥天 只排在选榜第七名 萧云自嘲道 像花兄这样的人物都没能上榜 我恐怕跟剑榜上的强者相差甚远 没想到花狼星还真信了他的鬼话 安慰他不必丧气 过几年就可以登上剑榜了 然而话音刚落 一道带着杀意的声音传来 你就是独孤世家的传人 萧云无语 还在选榜第六的白跑 独孤家的可敢揭我一剑 萧云当即拔剑有何不敢 花狼星连忙劝他 独孤兄才刚刚出势力练 你别欺负他呀 然而白毛根本不听劝 原来他爷爷曾经对独孤剑打个叫爸爸 今天他要打到独孤家的传人叫他爸爸 萧云恍然大悟 原来是独孤剑当年招惹的麻烦 不服来干 把猫阿狗也敢在我面前装逼 话音刚落 萧云和白毛的两股剑一狠口心壮的问题 然而两人才打一个照面 就惊动了剑神山的天然剑衣 将他们三人纷纷风飞 花狼星大喊道 这里动手会引发剑衣攻击 到时候都凉在这里就不划算了 你们真想比就比谁走得远如何 刚刚爆发的天然剑衣太恐怖了 两人都没有在动手 白毛不屑道 秀他也敢跟我比 一个才刚领悟人剑合一的小菜鸡 我先走一步 你在后面吃土 好嘞 你先走吧儿子 你爹一定会追上你 花狼星传音说 当年白鹏的爷爷被剑魔击败后 被骂是三流剑道 从此没有踏出剑城一步 所以他对你怨恨颇深呀 没想到萧云嘲讽说 他本来就是三流剑道 他们全剑城都是三流剑道 花狼星雾邓狗呆 呃 独孤家的人 在剑道上真是骄傲呀 沿途遇上不少吃瓜修士 快看呀 玄榜第六在跟人鄙视 那个年轻人是谁呀 这实力已经接近玄榜了 三人咬牙前行 就像背着石座大山一样 萧云不紧不慢地跟在白毛身后 他的大地剑翼虽然爆发力没有白毛强 但他持久了 不久后花狼星身体颤抖 独孤兄你继续吧 我已经到极限了 萧云点头加快速度朝着白毛追去 白鹏回头瞥了一眼 他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比花狼星厉害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不行 我不能输给他 他双拳击 浑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灵力与剑翼融为一体 萧云嘖嘖两声 燃烧灵力前进 这祸脑子跟屁股装反了 为了赢我真是拼命了 一旦他灵力燃烧殆尽 就会被天然剑翼瞬间轰飞出去 萧云根本没把他当对手 不过这里的剑翼和我的大地剑翼完全一样 我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下呢 他当即闭上眼运转宇宙剑翼 尝试吸取天然剑翼之中的大地剑翼 竟然没有排斥 没过多久 萧云震惊地发现 大地剑翼在迅速壮大 此时他浑身一青 感觉可以扛着地铁跑起来 因为他是选榜第六的高手 而萧云只是个出出茅庐的小菜鸡 可是他寸步难行驶 萧云却扛着地铁在他面前起飞 只见白毛震惊地就想跟毛 卧槽 好快 我竟然被他抄了 他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萧云怎么这么变态 白毛看着萧云的背影心态炸裂 不行 就算死我也要赢他 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他灵力燃烧殆尽被风飞出去 而此时花狼星就蹲在某处咬牙坚持着 他就在这里魔力剑一等萧云下来 毕竟萧云一看就是大神 这大腿他必须报警 不然一个球状物体员工给你 从身边惊骨 我擦 那个家伙怎么会那么惨 花狼星看得目瞪狗呆 当即转身朝山脚下奔去 白兄 你没事吧 白毛擦去嘴角的血迹说 你帮我转告那伙 我还没输 让他有种来剑城跟我单挑 只要他赢了就是选榜第六 说吧转身准备走 哦对了 他叫独孤什么 独孤求败 那我得好好宣传一下 免得那祸溜了 花狼星抽了抽嘴角 呃 这是什么情况 独孤求败的剑意竟然超过了白跑 可他不是才刚领悟人剑合一吗 还有就是他一个心愿 不应该先挑战选榜第十吗 据说年轻一代中 除了选榜前五没人能抵达山腰 而萧云不但越过了山腰 而且大地剑意已经达到了圆满 他嘖嘖感叹 剑神山真是个好地方 不知道在这里修炼宇宙剑点 会不会速度加倍呢 萧云当即盘腿作假 系统 对宇宙剑点封之卷使用盾物 反正现在还有八百次盾物 就算练成宇宙剑点 也足够助就混盾体 而此时花狼星在山脚下等了一天又一天 独孤兄怎么还不下来 他就算原地不动也该撑不住了 哎 大神就是大神 不能用寻常思维抢他 再等个三天吧 而萧云在消耗了二百次盾物后 终于将宇宙剑点的其他风水火雷四卷全部练完 我现在这具分身的实力 恐怕已经不比本尊逊色了 萧云再次扛着地铁跑起来 接下来只需吸收天然剑气 把剩下四种剑意修炼到圆满 不知道这一次我能走到哪里 而花狼星已经等了三天又三天 早已经震惊到麻木了 独孤兄已经待了半个多月了 怎么还没下来 这也太夸张了 选榜第一也最多能待五天呀 突然不远处有人在议论水 独孤世家的传人出世 将要与白鹏再建成一战 这件事已经传遍东荒 花狼星有些无语 这肯定是白鹏故意传出去 他这是逼独孤兄跟他吧 但我怎么感觉白鹏要倒霉了 想着他掏出一领金色的小剑 将其射向天空 独孤兄这等妖孽出世 剑王恐怕要变天了 他必须得赶紧禀报给阁主 而此时东荒剑城中 白毛的伤势已经恢复如初 等了大半个月了 独孤求败怎么还没来应战 他不会是怂了吧 剑神山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探子禀告说 那位独孤世家的传人 还在剑神山上没下来 白鹏简直目瞪狗呆 哪泥 半个多月了 你确定吗 探子表示十分确定 日夜都有人看守 连大小便都是原地紧 花擦 看来是我小看他了 本以为是个小菜鸡 没想到在剑一方面 他远超悬榜第一 白毛现在心里慌得一批 但消息已经散播出去 后悔也没用 他咬牙道 去给我取出冰雪剑 即日起我要养剑 闻言探子脸色大便连忙阻止 不可呀 少城主 冰雪剑是圣兵 以你现在的实力不足以养剑 然而白毛根本不听权 他拼了命也要赢 哪怕是用精血养剑又如何 只要他能用冰雪剑一次 就能多一分胜算 准帝只想装个逼 在剑神山顶留下一门准帝精 因为只有大帝才能登顶 没想到遇上 萧云这个挂逼 捡了个大便宜 此时萧云正扛着地铁 朝山顶奔去 他的风水火雷四种剑意 已经接近圆满 忽然面前出现一行 很装逼的子 傲无双此生必成剑省 萧云嘖嘖感叹 这不是悬榜第一吗 能走到这里的确挺牛叉的 可惜他肯定没有牛叉 有机会找他单挑一下 随即继续朝山顶奔去 不久后 风之剑意和水之剑意 也达到了圆满 此时剑阁中 雷战收到了花狼心的传信 独孤世家出现一个牛逼的传人 正在攀登剑神山 剑一二三四都满脸好奇 不知道他能走到哪一步 他刚出事 就算再厉害也就山腰吧 雷战说着就洞穿虚空 看向剑神山的方向 然而下一秒 他震惊的黑发离家出走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走到那里 此时萧云将五种建议提升到圆满后 终于登上了山顶 只见面前出现一块刻满字迹的巨石 萧云满脸震惊 传闻只有大地才能登顶 莫非这是哪个大地留下的地盐 转大了转大 萧爷的大纪元又来了 上面写着 放眼天下 能登此山顶者 唯我雷战一人 萧云心中大喜 优鹤 这不是天榜第一的最强剑神雷战 而且还留了一门准地精级别的剑道功法 嗯 这位剑阁阁主是真大 萧云当即盘腿作假 系统 对精雷剑点使用顿物 他早就听说过这本功法的大名 传言这是速度最快的准地精 殊不知雷战此时正目瞪狗呆地盯着他 要知道除了他雷战 没有一个准地能登顶 他一个觉醒镜的小辈是怎么做到的 少阁主剑四仪获道 父亲 发生了什么 雷战抬手撑起一面光幕 紧接着剑神山顶的画面 出现在几人面前 剑一二三四顿式惊呼 他就是独孤世家传人吗 他怎么登顶了 真是好变态啊 雷战对萧云嘖嘖称赞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整个九霄大陆都要沸腾了 儿子 剑一剑二剑三 你们都是悬榜高手 恐怕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剑道天赋 剑二仪获道 师尊 当年的独孤剑也能登顶吗 没有 他也就比你们强一页 但离山顶还有段距离 剑一二三四恨不得甩萧云一脸666 这恐怖的天赋 恐怕独孤世家又要引领一个时代 雷战当即下令 让花狼心务必要报警这根大头 此时萧云消耗一百次顿武 终于练成了惊雷剑底 其中包含雷神斩 闪电步 大雷神斩 大闪电步这几门神通 而且后两门是大神通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 顿物次数竟然莫名其妙增加了十几次 咦 山顶上连个鬼都没有 难道有人在暗中关注我 不管了 我也留个字 此时雷战他们无脸震惊 他他他 他竟然也要留字 好大的胆子 他怎能与天下最强剑胜底界 然而在看清上面的一行自货 五人都无言以对 独孤求败 今年十八岁 试问谁能十八岁登到剑神山顶呢 紧接着萧云就朝着山洞走去 因为天然剑意就是从这山洞里释放出来 也许剑神山的秘密就在里面 萧云保持警惕 一步步地走进山洞里 进去后他震惊地发现 里面竟然有一柄七彩神剑 雷战既然来过 为什么不带走神剑呢 萧云眼前出现一把七彩神剑 他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卧槽 这这 这竟然是一把跟混沌中一样的地兵 萧云看得目瞪斗呆 难怪就连准地在剑神山都会被压制 但他无法理解 这既然是一剑无主的地兵 雷战干嘛不带走他 突然一到稚嫩的女生传来 因为他无法使用这把剑 谁 是谁在说话 不等萧云反应过来 面前刷得蹦出一个小女孩 萧云猛地弹出三迷远 你是什么鬼啊 别害怕 我是这把剑的剑灵 你是第九个出现在这里的人 终于又见到活人了 萧云疑惑到 九哥 难道在雷战之前还有别人 都是大地吗 嗯 前七个都是大地 雷战好歹是准地 只有你最弱 简直弱爆了 吹一口就能散的那种 萧云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呃 太扎心了 恨不得给他泡膜带 可可 既然如此 那七个大地和雷战干嘛不带走 剑灵一脸无奈 那七个大地都有自己的地兵 他们用我反而会削弱实力 至于雷战 他领悟的剑道与我的道路匹配 根本无法练换我 但我觉得你才是最可能带走我的 萧云两眼冒光问道 是因为我长得帅吗 剑灵压麻呆住 当然不是 因为需要领悟七种剑异才能练花武 你已经领悟了五种 而雷战才领悟一种 萧云眼神激动 你说的是大地活水风雷这五种剑异 那剩下两种剑异是什么 没想到剑灵却摇头说 不知道不懂没听说过 你自己去领悟 我还是个宝宝脑袋一片空白 萧云暗想 九霄大陆目前没有大地 眼前的地兵相当于核武器 他一定要带走 但他现在还差两种剑异 想到这里满脸失落 哎 先出去找剩下两种剑异吧 剑灵傻眼了 别走呀 陪我唠唠嗑呀 怎么跟雷战一样说走就走 萧云有些心累 雷战能不走吗 一剑明晃晃的地兵摆在眼前却带不走 真特么闹心呀 此时剑神山脚下 花狼星已经等了一个多月 独孤兄 这里这里这里 你终于下来了 萧云不由得挑眉 花兄还在此地啊 看来这会接近我肯定有什么动静 花狼星笑道 不知独孤兄登到了哪里 如果我说我登上了山顶 你相信吗 花狼星无语 既然独孤兄不想说 那我便不问了 他宁愿相信老婆秉里有老子 也不相信萧云已经登顶了 因为那太恐怖了 对了 白鹏约你去剑城跟他单挑了 只见萧云一脸嫌弃 嘖嘖 他又不是大愤还要无条 我不去 他太垃圾了 可是白鹏已经将这件事情传遍东方 很多剑修都已经等着观战 你不去赴约 他们会说你认罪吧 反正你要挑战剑道天才 只要你打败他就是选绑第六 萧云满脸不屑道 可惜我这个人天生反骨 最讨厌被人逼迫 不过选绑前五倒是可以玩玩 他们有来剑城观战吗 花狼星目瞪狗呆 来了 我们间隔的剑二和剑三来 难道他是行 萧云勾唇一笑随即朝着剑城方向飞去 这白毛为打败萧云 顾熙以血氧剑 但他不知道的是 萧云根本没把这个神经病放在眼里 在得知独孤求败已经往剑城赶了 他兴奋的怒吼激动的搓手 终于来了吗 探子忍不住苦笑问道 少城主 你用精血养剑半个月 根基已经损坏 就算赢了这一次 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值得吗 白毛眼神坚定 值得 此时城主府擂台的观众席 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卧槽 人超多 都是来看独孤家传人的吧 毕竟当年的独孤剑惊艳了一个时代 快看 剑膀上的天才都懒了 那不是剑二和剑三吗 嗯 看来马上要打起了 然而肖云还没上场 挖坟的傲天却已经冰上了剑二 等你很久了 趁着独孤求败还没来 不如先跟我打一场如何 不等剑二开口 剑三已经忍不住嘲笑 你这么排名还没我高 不配跟我师兄打 先打过我再说 直接傲天手中长剑已经劈砍过了 那就揭我一剑 剑三不屑地冷笑 无自量力 直接一剑劈了上去 然而正面交锋后 排名在前的剑三竟然被傲天打出树米云 他憋屈地怒骂道 卑鄙小人 你这把剑是半圣兵 然而傲天笑得更得意 我万剑山装本就是靠驻剑闻名 这把剑是我亲手助走 亲自在万腰战场养成半圣兵 你输不起直说 剑三被枪的不敢吭声 剑二终于开口 很好 你的血魔剑既然升级了 的确有资格与我一战 就在此时白毛踏空而来大喝倒 今日是我与独孤家传人的决战之日 还请诸位改日再战 而此时剑云和花狼心也踏空而来 傲天一眼认出白毛背上的那把圣兵 但这又关他什么事 他已经坐等世瓜 看独孤求败怎么输 只是当他看清独孤求败那张脸却震惊了 这这这 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摸索 白毛看向剑云 激动的声音都劈差了 独孤求败 你终于肯来了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然而剑云根本懒得看他一眼 冷冷扫过众人 谁 是剑二 花狼心有点懵逼 不会吧不会吧 不是我想的那样吗 剑二亲眼见到剑云登顶 很客气地站了出来 我就是剑二 卢孤兄找我有何事 只见剑云手持长剑轻笑的 常听花兄提起剑二威名 今日特来讨教 还请剑二兄成全 花狼心看得目瞪狗呆 腰兽了 真的被我猜中 还有老子什么时候跟你提过剑二 干嘛非要扯上老子 白毛自敢脸面尽失 气得秒便丧失恋怒吼着 卢孤求败 你竟敢耍我 而剑云却一脸云淡风轻地嘲讽道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挑战我 我答应你的挑战了吗 剑云猛地将剑插入地下 一剑地震裂九周 下一秒剑二直接被轰飞 卧槽 他竟然将我们剑阁的神通修炼到了圆满 时间回到刚才 白毛被剑云气得鼻孔冒烟 老子堂堂选榜排名第六 没资格挑战你们 你才刚出事 而剑云看都不看他 剑二兄 准备好了吗 没想到剑二竟然接受挑战 独孤兄 请 他丝毫不敢小看剑云 地支卷 剑云一剑斩出 剑王就像蜘蛛网在地面砸出树道缝隙 然而这密密麻麻的攻击 却被剑二的蛇皮走位全部抖开 剑云冷笑一声 嘖嘖 这不是惊雷剑点的闪电步吗 屁股扭得不错 可惜我也会 看我的Z型走位 C型走位 D型走位 只见剑云一个闪身出现在剑二的下个走位里 而剑二换个方式 剑云又预判了他的下个走位 打你 不等剑二震惊一秒 下一秒更震惊 他竟然被剑云开头那一招轰飞自己 虚瓜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花擦 就一招 就就就就 就打伤玄榜第四 他真的是个新人吗 花狼心和剑三也看得目瞪狗呆 TMD啊 哪来的变态 他竟然将闪电步修炼到了圆满 此时白毛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这货竟然这么强 难怪懒得跟他打 可恶 剑云轻笑道 剑二兄 难道我还没资格让你出剑吗 剑二勉强稳住身形 没想到独孤兄的实力竟如此恐 看来我只能全力一击 雷神掌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朝剑云斩去 剑云当即迎击而上 一剑冰封三万里 下一秒轰隆隆 两道剑招狠狠撞在一起 但剑二已经落了下风 因为剑云刚刚在隐藏实力 只见他抱贺一声 雷神掌 我也会 花狼心已经看马了 他他 他怎么会惊雷剑点 剑三解释说 师尊把惊雷剑点留在山顶 独孤求败去看我 但他在心里骂娘 TMD的大变态 开挂都没他学得那么快 文言画狼心又压麻呆住 山顶 原来独孤兄竟然没骗我 他真的登顶了 而剑二此时仿佛看到老伯兵里有老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不光是闪电部 他竟然把雷神斩也修炼到了圆满 下一秒 剑二被滔天的雷电之力包裹 这一刻他败了 剑三连忙冲过去 师兄 你没事吧 放心吧 回去请围战前辈导出他体内的雷电 再休养几天就好了 剑三愣住 原来独孤求败手下留情了 多谢 不必客气 我只想切磋剑道 并非针对剑阁一脉 说罢准备离开 看都没看白毛 而此时白毛就想个笑话 这明明是他的约战 而萧云打完就想拍拍屁股走 他气得白毛都黑了 举起冰雪剑朝着萧云的背影杀去 独孤求败 救一剑 奥天忍不住嘲碎 哼 垃圾 动用圣兵就算了 还搞偷袭 呜 冰雪剑的剑盲差点亮瞎众人狗引 哗擦 那竟然是圣兵 这下独孤家传人要完蛋了 萧云其实早就感应到了 他眼中闪过杀气 竟敢玩偷袭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白毛提着一把圣兵一剑斩向萧云的背影 众人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这老六代圣兵还玩偷袭 恐怕独孤家传人要凉凉 没想到萧云早有准备 提前挡下这一剑 白毛 这是你自找的 下一秒萧云长剑挥出 五种剑一起发 一剑地震裂九州 一剑狂风卷星辰 一剑冰封三万 一剑赤眼九重天 一剑惊雷破五月 轰隆隆 五大绝招容成一剑劈向白毛 这一剑仿佛将整片天地都给压制下 白毛面目猙獰 手中的冰雪剑被震慑住 他简直难以置信 这把圣兵竟然在瑟瑟发抖 为观众人全都看得目瞪狗呆 五种剑意 这么逆天吗 他是怎么练场的 白毛被一招打成重伤 他跪在地上狂吐西瓜枝 怎么会这样 我可是有圣兵的 怎么会打不过他 萧云嘖嘖两声冷笑道 圣兵也要看谁再用 你永远都只是三流剑道 白毛不甘心地咬碎了后草牙 三流剑道是他们白家的耻辱 他割破手巾再次让冰雪剑吸收他的精血 煞气席卷天地挥起萧云 去死吧 萧云云淡风轻地再次推出一剑 那就别怪我杀了你 下一网 疯疯疯 白毛的身体 他狂吐西瓜枝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 吃瓜众人手里纷纷握了个大草 手持圣兵豆瓣 这独孤家的传人真的太牛掰了吧 此刻萧云已经举起长剑 马上给他最后一击 而白毛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不不不 不能杀我 萧云长剑举过头顶 丝毫没有停顿 你敢杀我 我便敢杀你 白毛已经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随着一声啊啊的惊天惨叫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他单手撑起防御 替白毛挡下这一击 大胆 竟敢在我建成杀我儿子 不想活了吗 白毛抱着那人大嘴 咽咽咽咽 老爸 你终于来了 我以为死定了 别怕 有我在谁都杀不了你 殊不知马上就会被打脸 吃瓜众人嘖嘖感叹 这城主真是不要脸 老一辈竟然插手小辈的事 同时也替独孤求败惋惜 这么妖孽的天才竟要夭折在这 只见城主嚣张地射出一把光剑 小辈 我也不杀你 这一剑废你修为 就当给你一个教训吧 然而就在光剑快碰到萧云时 竟然直接裂开 萧云在心里冷笑 想废我 可惜我也是有背景的 以雷祖那户独自的性格 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图了你们建成 城主震惊地秀发白了又白 怎么会这样 是哪位道兄出手 还请道兄给我个面子 不要插手剑城之势 下一秒城主一抬头 就看见一只巨大的手掌 朝着整个剑城镇压而下 面子 你也配了 城主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圣圣圣 圣人 前辈恕罪 晚辈不知哪里得罪了前辈 还请前辈宽宏大量 整个剑城仿佛将要迎来末日 虚空中的声音震得 所有人灵魂都在颤抖 你不是喜欢以大气象 那本作今天就以大气象 一只巨大的手掌压下 一日之间 剑城白家全部灭亡 时间回到刚才 剑城城主想废了萧云 危机时刻一只巨大的手掌赫然出现 刚才把萧云当蝼蚁的城主 此刻却成了蝼蚁 圣人 这绝对是圣人 求 求斗麻袋 求前辈饶命 住手吧 虚空中传出一个很装逼的叹息声 紧接着 一道赤裂的剑光横扫而来 将镇压下来的巨大手掌给顶住 众人纷纷惊呼 卧槽 又来了个圣人 剑城的老城主竟然成胜了 城主和白鹏都松了口气 呼 得救了 殊不知那可是巅峰大胜雷子 他发起镖来连准地都跑 而老城主却以为对方跟自己平静 想必道友应该是那位独孤小友的护道者 聂子处事不当 老夫必定严惩还请道友恕罪 傲天敢叹道 傻子都知道 独孤求败必有护道者 这城主竟敢下黑手 泽泽 真是不知死活呀 刚刚还骂傲天老六的剑三爷顶头 就是就是 当年独孤剑死在南岭 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虚空中的声音嘲笑道 恕罪 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让本座饶恕 既然你们无视规矩以大气象 那本座今日便也以大气象 巨大的手掌如天微将 您镇压下 老城主也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 你你你 你竟然是大圣 他肠子都毁清了 大圣可不是他能抗衡的 可下一秒巨大的手掌已经落下 老城主和城主瞬间被压成渣渣 老城主死得太憋屈了 还没发挥就死了 为观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这护道者太惊悚了 一出手直接覆灭了整个白家 今日之后 再也没人敢对独孤世家的传人以大气象 其实雷祖还留了一个白猫给萧云玩 想逃 晚了 白猫死后萧云直接顺走他的圣兵 好家伙 养剑半月却便宜了萧云 叶大刀那把圣刀被封印着 魔剑又不能用 这把圣兵是我了 花狼星突然走过来问他 独孤兄已经是选榜第四 可想好接下来要挑战的人选 萧云故意打去道 你觉得呢 现在就剩下傲无双 剑一和叶剑 独孤兄想打哪个 而萧云却摇头 他已经懒得在挑战肩膀上的天才 花狼星眼珠子一转 不知道独孤兄听过赵无极没有 萧云点头 他可不要太熟了 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变强 花狼星继续说道 赵无极七天后要跟叶飞约战 这叶飞是我们东荒第一天才 拥有玄黄不灭体 萧云面色凝重 玄黄不灭体吗 他倒想见识一下 这种至尊体仅次于李成帝的时空之体 想到这里当即往赵无极那边短去 走吧 花狩我们一起去观战 赵无极约战东荒第一天才叶飞 他仅凭一张战书就逼出叶飞全力一击 而他还仅仅是萧云的小弟 就在刚才 叶剑跟叶飞吐槽了白鹏约战独孤求败的事 那白鹏简直是个笑话 被独孤求败耍了就搞偷袭 结果被护道者一掌灭门 现在整个东方包括我们叶家都支持独孤家 他们白家落得个死了还要背负骂名的下场 真是太惨了 突然他递给叶飞一张信封 这是赵无极给你下的战术 他说七日后跟你决战 地点里定 文言叶飞开心地打开战书 他终于来了 然而刚一打开 战书上就冲出一股强大的光伏 天空中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战子 两人都被吓了一条 这是意志化完 下一秒一个战神须翼 直接朝着叶飞吓来 叶飞当即举起拳头迎接而上 两人的拳头瞬间撞在一起 爆发出一股强横的能量风暴 地旁的叶剑直接被余波轰飞 区区一个字 竟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叶剑脸色巨变 这赵无极还只是萧云的小弟 那萧云到底是有多强 他简直不敢想象 而叶飞虽然挡下了赵无极的意志化 但也是用了全力的 他紧紧攥着拳头咬着道 这个赵无极很强 实力不在我之下 传我话 七日后我会在飞仙台与他一战 时间来到六天后 赶来叶成观战的修士越来越多 叶家在天地楼宴请年轻一辈的爵士天才 独孤兄 大家都在等你了 萧云点头到好 他也想去看看东荒的爵士天才 这六天他已经炼化了冰雪间 现在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对抗出窍境修士也是搜一子 这时候没必要去找赵无极 明天一战对他很重要 他现在需要安静 叶家的天地楼只接待一些爵士天才 萧云刚进门就引来所有人的关注 花囊新介绍道 诸位久等了 这位就是独孤求败 他就是独孤求败 一战便是选榜第四 游记当年独孤剑惊艳了一个时代 他恐怕会超过仙子 只见选榜第二名的剑一野朝萧云剑 真的是老狗腿了 因为他知道萧云登上剑神山顶时 此时选榜第一的奥无双突然放下酒杯说 大家这么干喝酒太没意思 不如玩个游戏如何 闻言众人脸色一变 难道你是首痒吗 想找人切磋 奥无双却拿起一杯酒看向萧云 今天就不切磋了 不过 大家都是见到天子 不如我们一件会酒 所谓一件会酒就是用建议包裹酒杯 想喝到这杯酒 首先得化解酒杯上的建议 但又不能用力过谋 否则就算你化解了建议 酒杯也碎了 表面是喝酒 实则在比拼实力 不愧是尼古拉斯萧云 喝个酒都能让他装逼 选榜第一的奥无双卫让萧云出丑 提出一件会酒 叶剑倒是饶有兴趣问道 如何一件会酒 奥无双笑而不语 拿起一个倒满酒杯子 猛地注入强大的建议 随即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迅速将酒杯射向叶剑 这杯酒我敬你 花狼心小声逼你 独孤兄 这祸是针对你的 大家都私底下说你才是选榜第一 只是懒得跟他打 萧云轻笑道 虽然听起来很狂妄 但我的确比他厉厉 叶剑面色有些凝重 这是在试探我的实力 吃瓜众人脸色一变 这杯酒不好喝 不仅要实力强大 还要很高的建议掌控 要是换成我们 恐怕要出丑了 然而叶剑也不怂 他一抬手射出几道建议 包裹着酒杯爱的魔力转圈圈 众人纷纷投去赞赏的目光 真是好手段 这样杯子就不会坏了 四分之一注香后 奥无双的建议被抹去 叶剑得意的一饮而尽 多谢奥兄赐酒 而奥无双却淡然一响 这夜剑的方法太取巧 看来实力在我之下 随即将目光投向其他人 众人纷纷缩着脑袋 生怕被选中当众出仇 好在奥无双根本看不上他们 最终将目光落在 萧云和剑一身上 而剑一淡淡地看着他 脸上写满了老子等你点 没想到奥无双真的盯上了剑一 剑一兄是老朋友了 卢姑兄是第一次见面 这杯酒还是先进卢姑兄吧 随即猛地将杯子水上剑一 卢姑兄一出事就惊艳世人 想必会有点新手段吧 众人嘖嘖嘖 这奥无双真狡猾 先封了独孤求败的取巧之路 然后故意给他戴高帽 这是要他当众出仇 而萧云云淡风轻地看着酒杯射向自己 却动都懒得动一下 酒杯马上要砸到萧云脸上 众人纷纷惊呼 这独孤求败还没想好应对之策吗 玩犊子了 要丢人丢到家了 花狼心急地跳起 连忙传音 独孤兄你 然而话都没说完 就看到让他目瞪狗呆的一面 只见萧云缓缓张开樱桃小子 猛地一吸 咕咚 酒水连带着剑一股脑全被萧云吞了 烘杯落在萧云手上 他笑得一脸和善 好酒 多谢奥兄 可众人却像看怪物似的看见萧云 卧槽 那可是奥无双的剑意 他竟然直接吞了 不怕死吗 选榜第一的剑意在萧云这 怎么就跟闹着玩似的 叶飞竟然想利用与赵无极的战斗引来道解 须知道解凶险 不是萧云这样的妖逆 根本抵挡不住 接上级 萧云的喝酒方式 惊得众人目瞪狗呆 不同的剑意吞下去会发生排斥 不死也会重伤 而萧云却跟没事人一样 叶剑回过神来恨不得甩萧云一脸666 独孤兄请收下我的膝盖 萧云对此淡然一笑 不知一提不知一提 他可是将五种剑意都修炼到了圆满 吞噬一小吕小傲同学的建议毛毛雨 嘖嘖 独孤世家不愧是剑胜世家 每一代传人都有装逼牛插正 开眼了开眼了 而刚才在萧云面前傲娇的奥无双 此时兴奋的大吼激动的搓手 独孤兄好烈 他恨不得让萧云现在做他一顿 哦不 是跟萧云好好切磋一顿 萧云抽了抽嘴角 呃 怎么感觉这货跟赵无极一样适得武士 奥无双突然丢给萧云一块令牌说 我们万剑山庄一个月后会举办建议 还请独孤兄大驾光临 萧云表示必定会去 他早听说建议的圣物 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剩下两种建议 奥无双很兴奋 有了独孤世家传人的加入 这一期的建议或许会留下一段假话 阿郎星突然问道 叶飞干嘛选飞仙台作为决战弟弟 听说那地方诡异的 是啊 据说那里是叶家两位大帝飞生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获得机缘 也有人死了或者疯了 萧云嘖嘖感叹 这叶飞应该是想在战斗中 获得飞仙台的机缘 天才果然都是疯子 不过有机会可以跟他打一架 此时天地山上 叶飞正在盘腿修炼 长老好奇问他为何选择 在飞仙台与赵无极决战 叶飞沉声道 我查过古籍 在大地道运深刻的地方战斗 或许会引发道解 若是成功会让以后正道之路更平坦 道解 这种事闻所未闻 万一搞错了 那可就危险了 叶飞轻笑道 明日就职分享 时间来到第二天 飞仙台聚集了许多修士 这里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 好在萧云和花狼星他们都有名额 直接被领到了前排看比赛 独孤兄今天怎么戴着面具 萧云冷冷瞪了他一眼 宝子喜欢 独孤兄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萧云暗想 不戴面具说不定会被赵无极那私认出来 鬼知道那货会不会作妖 花狼星突然惊呼 快看 赵无极来了 他很烈 除了败给混沌圣地那个变态外 就没有输过 萧云亚麻呆住 你才是变态 你全剑阁都是变态 不得不说半年不见 赵无极看起来骚包不舍 显然是这段时间内进步很大 找机会好好揍他一顿 只见天空中叶飞笑得一脸和善 赵兄不远万里从中途而来 今月定不会让赵兄失望 如此甚好 两大妖孽说话间都在提升自己的气势 大战一触即发 两大至尊体全力一击 竟然打出了大地道解 这是玄黄不灭体与荒谷圣体的终极一阵 两人周身气势暴涨 同时挥拳朝对方撞击而来 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飞仙台 萧云震惊地发现 卧槽 虚空中隐藏着好多圣人的神念 当初斩杀的叶大刀 就是叶家的庞戏子弟 身份总不能暴露吧 他当即释放出强大的剑 压制住半部混沌体 两大妖孽的碰撞 看得众人震撼不已 至尊体也太强了 而且他们早已经跨入神魔禁忌领域 这两人的战力哪里是觉醒 分明比一般的出窍境修士都要强大 一番试探后叶飞不再隐藏实力 掌心凝聚出恐怖的能量 只见一只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 朝着赵无极镇压而行 这一刻赵无极的肉身在颤抖 嘴角一出血 他死死地支撑着 围观修士们纷纷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遮天掌 这不是那位遮天大地自创的大神通吗 大神通必须到超凡境才能血 除非他如同祭灵一般传承了这门神通 萧云也挺好奇的 叶飞究竟是纪念了什么妖兽 居然能拥有遮天手 自己的混沌权可是从那具半部混沌体身上继承 如姑兄有所不知 我们大地世家的人 只要纪念自己就能传承大地的神通 萧云瞳孔皱缩 竟有此事 他还以为只有他纪念自己 没想到大地世家也能如此 不过他们纪念的是大地血脉 跟自己有点不同 只见花狼心满脸羡慕之色 大地世家真好 竟然可以觉醒血脉神通 那可是大地创的神通 比纪灵传承的神通牛逼太多了 则则 连抓妖兽真灵的过程都少了 没想到叶剑却摇头苦笑 骚年想多了 我们觉醒大地神通就跟抓究一样 大地自创的神通有好有坏 有的还不如纪念一尊神兽真灵 文言花狼心心里平衡不少 看来能跟叶飞一样传承大神通的很少了 话说赵无极好像要输了 萧云淡淡一笑 那可未必 赵无极可是有两尊荒补圣体的 目前为止底牌一个都没亮出来 下一秒轰隆隆 只见一道金光猛然将遮天掌撕碎 围观修士纷纷化身间叫击 这怎么可能 赵无极竟然撼动了遮天手 那可是遮天大地的成名大神通 此时赵无极周身爆发出赤裂的金光 身后出现一只黄金巨蚁 正在和身躯融为一体 众多修士以为看到老婆丙里有老婆 真这么变态 赵无极的忌灵竟然是石墙神兽黄金 只见他周身燃烧着金色火焰 气势不断暴涨 下一秒车鱼与黄金已融合 挥动金色拳头朝着叶飞杀去 叶飞也催动着玄黄之气 包裹全身迎击而上 两尊至尊体爆发出金氏的力量 淹没了飞仙台 萧云欣慰地点头 不愧是我手下第一大将 这半年的确变强不少 看来得找机会用分身奏她一顿 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横扫了飞仙台 只见飞仙台上空出现一道劫云 而劫云中竟然隐隐有一具大地虚影 这是什么 难道有强者要插手这场对决 萧云暗想 这飞仙台果然有古怪 他竟然感觉一尊大地正在缓缓复复 叶飞也张大了嘴巴 这难道是遮天老祖 大地道劫突然降临 萧云趁机狠狠捞了叶家一笔 此时他望着空中的劫云面色古怪 这是啥玩意啊 只见一个藏在虚空里的老头钻了出来 诸位莫荒 这是极其罕见的道劫 也是你们的大机缘 叶剑给老头行了一礼 圣祖 此话怎讲 小剑有所不知 道劫是大地对绝世添交的考验 只要打败大地的道神 就能渡劫成功 届时便可得到这位大地的一部分地域 萧云对这种气韵之说根本不在意 但对打败大地这件事倒是有点兴趣 前辈 这是成帝前的还是成帝后的道神 独孤小友倒是问到点子上 自然是成帝后的大地道神 否则如何分得大地地狱 文言花郎心腿脚都抽歪了 这还打个屁啊 成帝前的大地还好说 成帝后的道神哪怕压制修为 也不是他们这些小辈能打 圣祖突然沉吟道 不过 道劫可以允许九个人同时妒解 如果叶飞和赵无极等会打败 还请几位小友帮忙 这也是你们的历练机会 萧云眼底闪过一丝讥讽 则则 这老头算盘敲得啪啪坐下 光凭两句嘴炮 就想让我们替他卖你 众人纷纷摇头 那可是大地的道神 搞不好小命哲在这里 圣祖本以为他一开口 小辈们都会卖他一个面子 没想到一个个猴金猴金的 他无奈地笑道 几位小友 只要你们愿意出手 我们叶家可以拿出一门 剑圣功法传授给你们 文言大家有些动用 剑圣功法 好大的手笔 但那可是要玩命的啊 萧云此刻也有些心动 要收服剑神山内剑和武器 还差两种剑影 或许能从叶家的剑道功法中找到 此时奥天突然开口说 前辈 我愿意出手 能分到地域 说不定能让我成为剑神 圣祖点头 说得不错 有了大地的气域 以后你突破瓶颈会容易得多 而且获得气域的几率也会增加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地域这么重要 实际上大家都有过气域 而萧云的气域更是多得离谱 随便登个山都能捡到惊雷剑 卧槽 我气域这么浓厚吗 我不会是主角吧 此时奥无双也举手说 前辈 我愿意出手 圣祖很开心 不错不错 选榜第一的天才都出手 剩下的人他最看重萧云 独孤小友 你呢 萧云眼珠子一转 我也可以出手 但我不要大圣级别的功夫 我要三十门圣人级别的剑道功夫 三十门太多了 我们叶家总共也就二十三门 萧云眼睛一瞪表示老子有点不幸 此时花郎新传英说 独孤兄 他们叶家都不学剑道的 能拿出二十三门已经是极限了 萧云这才同意出手 圣祖满意的点头 随机叫来 叶家两位已经进入出窍境的修士 这是洗灵丹 你们将修为洗到绝醒尽 一会也加入战斗 事后赠送给你们一人一件圣兵 萧云嘖嘖感叹 这两货都出窍境巅峰了 这是要洗掉一整个阶层的修为 代价也太大了 此时天空中的大地道身已经凝聚成功 众人抬头看去 这是哪个大地 如果是叶天帝 那恐怕他们今天都要个屁 大地道身忽然开口说道 九天十地 唯武名尊 一手遮天 天下无敌 圣祖终于松了口气 一手遮天 这是我们叶家的遮天大地 还好还好 九大天才组队杜姐 殊不知其中藏着一个实力变态的萧云 其他八人在卖力给大地刮杀 萧云能刮骨却在隐藏实力 此时大地道身凝食 众人感觉自己太渺小 想跪下给大地磕头 而萧云见大地往那一站就如此逼是灵人 他道心更坚定了 这一事我必成敌 也要这样装逼 此时大地扫向叶飞 我的后人 随即看向赵无极 咦 你有两句荒谷圣体 难怪能与玄黄不灭体一较高兴 在大地道身面前 赵无极就跟一丝不挂石 花擦 你这都能知道 道身缓缓开口道 出手吧 到劫之下 我不会放水 拿出你们全部的实力 否则 叶飞看向赵无极淡然一笑 赵兄我们合力出手吧 这次是我利用了你 但想必我提前告诉你 你也不会反对 赵无极正想找强大的对手 已助就无敌倒心 他眼中战意滔天 能与大地同街一战 死亦无悔 只见两大妖孽同时爆发出全部战力 杀向大地道身 而大地道身只是眼睛一等 下一秒恐怖的气息横扫蓄口 萧云身后不少修士们 已经跪下交出自己的膝盖 这就是低威吗 一个眼神就这么恐 此时飞仙台上 巨大的手掌向神魔大运覆盖了下 叶飞和赵无极被击落砸出深坑 萧云面色凝重 要不是他们有志尊体 恐怕早就被大地道身击杀了 但大地道身越战越强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此时圣祖终于坐不住了 叶峰叶云叶剑 你们三个一起杀 随即对萧云几人说道 傲无双傲天赤销独孤小友 你们四人最后出手 最后出手吗 萧云眼底满是击粉 果然是敲得一手好剑盘 让叶家人掀上 如果能赢 那好处还是叶家的 实在不行再让我们这些外人出手 可惜啊 你在想辟吃 再多几个叶剑这样的上去 也打不过这具大地道身 飞仙台上 赵无极和叶飞被打得狂吐西瓜纸 此时叶剑三人已经冲进道解 剑飞仙 萧云嘖嘖感叹 花里胡哨 可惜根本连刮沙都不够 看吧果然撑不住 此时圣祖终于阴沉着连转头 看向萧云他 几位小友 你们也上吧 萧云突然大笑一声 走吧 能与大帝同街切磋 这可是难得的机遇 下一秒撕造强大的剑 同时冲向飞仙台 众人纷纷化身尖叫击 快看 是奥无双他们 选榜高手也上场了 没想到这一战竟然演变成九打一了 除了萧云叶飞赵无极 剩下六人联手 总算是达到赵无极和叶飞的战力 足够给大帝道身刮沙 而萧云则将实力隐藏在跟叶剑差不多的城 那就是独孤世家的传人吗 看起来一般般呀 没有传说中厉害吗 此时叶飞突然退后大喝一声 赵修 诸位 还请帮我争取一点时间 萧云暗想 这或难道还有什么强大的后手 萧云一剑批出惊艳拳抢 完全不被扫 透明人实力竟然这么变态 此时赵无极他们全力冲向道身 替叶飞争取时间 而萧云静静静在后面刮沙 看叶飞要憋什么大招 只见他身后出现至尊体意向 渐渐与身躯荣护 萧云有些失望 就这 那他实力也跟赵无极差不多 不是我这句道身的对手 更别说本尊 然而此时 叶飞突然双手掐动硬举 只见一个巨大的硬性 赫然出现在众人头顶上空 让人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叶剑他们一回头 哗擦 天第一 叶飞竟然练成了天第一 至尊体真让人绝望 萧云瞳孔咒缩 这是大神通 这一招不错 已经可以威胁到我了 此时叶飞超空大印朝着道身 下去 都让开 大地道身愣住 咦 这是那个人的神通 他丝毫不敢懈怠 双手凝聚力量 一轮打出两剂遮天手 恐怖的能量爆炸 直接将奥无双夜剑 他们统统红飞 赵无极被震退树女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叶飞 你竟然领悟了两门大神通 叶飞眼中战意滔天大喝道 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光是这一击根本不够 你我现在必须全力出所 赵无极没再多问 杀 两人齐齐杀向大地道身 他们满脸兴奋 因为道身的实力减弱了一些 就在此时道身突然张口 将空中的劫云扯下来吸进了嘴里 叶飞瞳孔地震 不好快阻止他 但已经迟了 道身吃下劫云后 实力瞬间恢复到巅峰 他身体猛的一只 叶飞和赵无极再次被打的 狂吐西瓜之道飞出去 飞先抬杀 除了被当成透明人 在打酱油的消息 其他人全被轰飞吐醒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九打一竟然要败了 这大地道身也太变态了 圣祖脸色比吃了三金翔更难看 该死 叶飞可是叶家的希望 一旦无法度过道解 那真的损失惨重了 突然朝着飞先台上的萧云怒吓了 独孤求败 还不快出手 众人看向萧云嘖嘖摇头 独孤世家的传人出手也没用 他还能比叶飞和赵无极强吗 这九大天骄恐怕注定要陨落在此 殊不知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下一命 飞先台上爆发出恐怖的剑影 萧云长剑挥出 一剑地震裂九州 一剑狂风卷星陈 一剑冰封三万里 一剑赤眼九重天 一剑惊雷破五月 他大喝一声 万剑陈狐 只见五种剑意组成一柄惊天剧剑 斩向大地道身 傲无双看呆了 同时也无地自容 独孤求败实力竟然这么变态 可笑自己昨晚还试探他的实力 大地道身面色凝重地看向萧云 来得好 而萧云上场后 瞬间稳住了败事 花狼星他们全都压麻呆住 他们知道独孤求败很强 却没想到强出选宝高手这么多 这才是登上剑神山顶该有的实力 圣族也张大了嘴巴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藏得这么深 简直羡慕嫉妒恨 独孤是家平什么有这样的绝世妖念 地旁的赵无极看向萧云问他 你是谁 他莫名其妙感觉又熟悉又讨厌 很想套麻袋揍他一顿 萧云继续施展雷神斩 看都没看赵无极一眼 只冷冷说了一句 关你屁事 赵无极气得差点吐血 呃 这货跟萧云一样肖渣 还好萧云没修过剑的 不然我还以为这货就是那个变态 此时叶飞提醒道 赵兄 杜杰要紧 有了萧云的加入现在轻松多了 叶飞当然不能让他们闹毛 赵无极冷哼一声 不想被萧云比下去 当即挥动战神拳朝着道深风去 你敢信吗 原本九打一的战局 竟然演变成萧云单挑大地道截 飞仙台上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萧云的加入为赵无极和叶飞争取到发挥的空间 雷神战 天敌 战神拳 三人合力打出最强一击 大地道身终于被打 不死吐出一口毛血 呸 他没有血 他猛地吐出一大口道鱼 而奥无双几人也趁机将实力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有萧云三人挡在前面 他们感觉自己又喜欢 我们快出手吧 大家一起上 刮沙也要刮死他 然而大地眼睛一瞪 几只刮沙小龙已经还赶上来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手掌拍着 奥无双几人发出啊啊的惊天惨叫 直接被打飞吐血 他娘的 不讲武德 躲在后面输出也不行 他们当场失去战力 我们这就被提前淘汰 不甘心啊 想开点吧 那三个是变态 我们根本上不了场 奥无双脸色苍白 想他选榜第一 在这一战中不但无法成为主角 竟连刮沙都刮不动 圣祖则感叹 奥无双这几人放在以往 都有机会挣到 但这一世出了这么多至尊体 一世只能有一位大地 他们注定只能是陪陈 叶剑紧紧咬着后槽牙说 我不明白的是 独孤求败怎么会雷战的惊雷剑底 而隔空观战的雷战也一脸懵逼 他没想到闪电部和雷神斩径 都被萧云修炼到圆满了 剑一二三跟自己修炼了几十年 却比不上萧云修炼几天 独孤世家这一代要出一位最强剑手 解决完奥无双这几个讨厌的罗一红 大地道深又开始认真对付萧云三人 但身上的道运已经越来越少 胜利的天平渐渐清晰 圣祖满脸振奋 快乐快乐 终于要赢了 只要度过道解 叶飞将来挣到的希望就大多了 唯一不爽的是地运要被萧云和赵无极他们分走一些 然而下一秒 叶飞惨叫一声 被一只大手轰飞吐袭 而赵无极的肉身也出现一道道裂痕 大地脚踪下 再度将他狠狠重挣 反观萧云凭着蛇皮的走位和极快的速度 一次次让道深的技能扑空 果然 这家伙是最难对付 这一刻 独孤世家的传人成了此地最耀眼的存在 叶飞和赵无极都已经不行了 而萧云爆发出的战力却越来越强 他大喝道 这家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你们俩赶快恢复 我来挡住他 遮天大帝彻底怒 挡我 你们做到了 萧云低吼一声 雷电分身 下一秒数个萧云出现在上面 不断以蛇皮的走位吸引技能 他竟然以一己之力单挑大帝道深 众人纷纷惊呼 独孤求败力挽狂难 简直强的变态啊 最后一搏了 希望他能赢 萧云停一己之力 挡住大帝道深逆转败局 遮天大帝终于要败了 而叶飞趁机狠狠砸出天地印 看我最后一击 可惜没用 他只崩碎了道深的半个肩膀 而道深已经崩碎他的战甲 击穿了他的内部 交给你们了 叶飞猛地喷出一口西瓜枝道飞出去 他伤势太重了 再打下去就会伤到根基 而此时赵无极还在一拳又一拳的轰击道深 可对方也强拳倒肉地砸在赵无极身上 赵无极被打得狂腹西瓜枝 伤势比叶飞更惨烈 然而他没有后腿 反而不断近身 趁机死死勒住他 就是现在 萧云在心里暗骂 疯子 这货战斗起来实在太疯狂了 看来我不能再隐藏实力了 下一秒画出一道闪电朝道深杀过去 恐怖的雷电汇聚在萧云身上 他没催动半部混沌体 但已经将实力提升到了极限 雷声战 而大地已经摆脱了赵无极 但却满脸震惊 他感受到萧云体内的力量有些熟悉 混沌 不等他说完 萧云已经将他的道深打爆 道劫随之散去 萧云暗暗松了口气 不愧是大地 明明没用半部混沌体 还是被发现了 还好我下手够快 不然身份就暴露了 随即假装受伤猛地喷出一口老血 毕竟虚空中藏得太多老不死 他不能太耀念 圣祖此时已经老泪纵横 赢满 这一战很艰难 但他们做到了 放眼古惊 谁能在同境界战胜大地 这一刻萧云叶飞和赵无极的无敌信念更加坚定 这一事 我必成帝 激势而出 九人兴奋的大吼激动的搓手 来了来了 这是地运 当即盘膝坐下开始吸收光重 为观众人简直羡慕极度没有狠 可惜 这道劫不是他们渡过的 剑衣有些懊悔 早知道他也上场 跟懊无双一样呱呱傻傻 反正有独孤求败代飞 不过 地运到底有什么用呢 圣主陈寅道 地运一是可以用来顿武功 第二可以用来提升修为 但这是最浪费的选择 天才都不会这么做 第三可以提升兵器的潜力和等级 第四嘛 就是让人有机会得到更多奇遇 叶飞他们满脸振服 纷纷用地运来顿武功 他们可太缺顿武 而奥天则将地运灌注给血魔剑了 哈哈哈哈 我的血魔剑很快就能成为圣定 至于萧云就是他们说的傻子 他直接用地运来提升修为 因为这地运所带来的顿武 跟他的系统比差远了 他得提升修为尽快成圣 没人知道他分道的地运最多 道劫并不是平分给他们九个人 而是按他们处理多少分配 此时圣祖朝着围观众人宣布说 道劫已经结束 炼花地运需要点时间 诸位可以先行离开了 花郎兴风静地行了印 烦请圣祖转告独孤兄 就说我在夜城客栈等他 圣祖本来不想理智小萌尹 看在间隔分上 他还是答应了 萧云随便冒充了个独孤世家传人 竟然名震东荒 而真正的独孤家传人却成了冒盘 此时圣祖看着萧云心里酸溜溜的 小小的独孤世家 凭什么出这样的爵士添娇呢 但他并没有对萧云出手 因为中土妖孽太多了 特别是混沌圣帝那个变态 到时候独孤球拜跟萧云打起来 叶飞完全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一日后奥天第一个吸收完地运 因为他分道的地运最少 紧接着奥无双他们也相继吸收完成 每个人脸上都是美滋滋的 圣祖乐呵呵地说 你们有了地运加持 完全可以出去历练一番 说不定会有奇遇 奥无双他们很赞同 正好中土六大圣帝交流会马上要开始了 听说中土那边高手卢云 特别是混沌圣帝的萧云 更是变态中的变态 不但连败多位至尊体 连赵无极都成了他的追随者 你还是变态 你们全家都是变态 要不是萧云还在吸收地狱 恨不得直接给他套麻袋揍一体 而奥无双还在逼逼 不过半部混沌体终究只是半部混沌体 不管他前期在变态 将来也必定不是至尊体的对手 叶飞轻笑道 赵兄 是冷冷瞪了奥无双一眼 蝼蚁也敢望一神龙 这话把奥无双憋的脸都红了 他堂堂选榜第一 就算不是赵无极的对手 怎么就成蝼蚁了 赵无极看向叶飞说 萧云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成了他的追随者 但是我输得心服口服 叶飞愣住了 他跟赵无极一战之后 已经知道彼此的实力 而自己还没有资格成为他最大的对手 那这个传说中的变态到底有多变态 赵无极也懒得再逼 直接踏空离去 叶飞笑着朝他挥声 赵兄 我们六大圣地交流会再见 此时圣祖笑着对剩下几人说 等独孤小友吸收完地域后 我就带你们去挑大圣级别功法 但你们不得将功法传授他人 众人纷纷点头 但独孤兄怎么现在还没吸收完地域 叶飞淡然一笑 因为他出力最大 所以分到了四层地域 我和赵无极平分五层 奥无双一脸无语 所以我们六人才平分一层 飞仙台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萧云原本觉醒进出气的修为 竟然一步迈入巅峰了 花狼星他们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他竟然用地域提升修为 这要么是白痴 要么是脑子有大病 圣祖一脸肉疼 那么多的道运呀 简直是暴殿天物 萧云看着他们感觉莫名其妙 你们怎么了 可可 独孤小友既然已经吸收完地域 那大家随我去挑选剑道功法吧 萧云闭眼查看了一下顿路系 现在他已经有530次度 回去就可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 到时候也能趁机踏入出窍境 此时东荒某处秘境 飞出一个中二少年 他就是独孤世家真正的传人 我独孤拜天这次出山历练 必定会让我独孤世家再次名震天心 然而才刚踏入剑神山 就听到三五个修士在谈论独孤世家的传人 他不由得愣住 他们在说我吗 那几个修士嘖嘖感叹 据说九大高手打败了大帝当身 特别是独孤世家的传人独孤求拜 他力挽狂澜 比当年的独孤剑都牛 现在已经是选榜第一的高手 中二少年一脸懵逼 可是我叫独孤拜天呀 我才刚刚出来历练 怎么可能位列选榜第一 大家明明在夸他们独孤世家 可他却一脸不爽 哼 哪里冒出来的冒牌火 几位 你们刚才所说的独孤求拜 真的是独孤世家的传人吗 几人压麻呆住 像看傻子似的看着独孤拜天 现在整个东荒还有谁不知道 独孤求拜是独孤世家的传人呀 中二少年气得鼻鼓都冒烟了 可恶呀 我叫独孤拜天 我才是独孤世家的传人 你们告诉我 那冒牌火在哪里 我现在就去找他领了 萧云一战成名后 大家都认定他才是真正的独孤世家传人 而真正的独孤家传人 却被当成脑子有病 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太仰慕独孤求拜 才冒充他装逼 几个剑修好心提醒 千万别让独孤求拜知道你在冒充他 他可厉害的嘞 先前剑城少主白鹏得罪了他 一月间整个剑城白家都被灭门了 中二少年气疯了 我才是独孤世家的传人 你不是 我就是 你不是 你这名字太重二了 还拜天拜天 哪有独孤求拜牛逼 求拜而不拜 这才是真正的无敌 你们给我闭嘴 独孤拜天气得横眉瞪的 关键是他也觉得独孤求拜这名字的确是强一难 不对 我怎么能被带偏了 我的名字才是最牛逼的 下一秒爆发出狠孤的剑 快告诉我 那个独孤求拜在哪里 剑兄们吓得连连后退 这中二少年竟然是个高手 您息怒 听说万剑山庄马上要举办剑会 他是选榜第一 肯定会去参加 文言中二少年冲天而起朝着剑会等去 独孤求拜 我要揭穿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冒牌 让大家知道 到底谁的名字更牛逼 呸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独孤世家传人 此时萧云正在参物叶家带回来的二十三门宫 他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七彩神剑剩下的两种剑 然而二十三门宫法里竟然蕴含着十五种剑 这简直是猜谜游戏 特么太难找了 雷战也见过那把帝兵 不知道他会不会知道剩下的两种剑 想到这里房门突然被敲起 是花狼心在外面 独孤兄 我们阁主想请你论道一番 不知你可有兴趣 萧云亚麻呆住了 哈 雷战阁主邀请我论道 他可是天下第一剑神 找我一个小辈论道 狗听了都直呼离谱 莫非他是因为我学了他的惊雷剑 要问罪于我 花狼心连忙摇头往外走 独孤兄说笑了 阁主说了 这是你的奇遇 自然不会怪罪于你 只要你不外传就行了 萧云这才松了口气 连忙点头到好 这点规矩我自然明白 这雷战估计是看我天赋不错 想跟我结个善缘 则则 惊雷剑点说送就送 这位剑神果真是魄力非凡 很快萧云就被带到雷战的宫殿 独孤兄 阁主在里面等你 萧云深吸一口气 缓缓推开店门 他就是最强剑圣王 他已经一只脚踏入了大地境界 这样的绝世人物 比雷组都要牛逼啊 下一秒雷战周身 绽放出赤裂的光芒 嗡 萧云感觉湿海一阵 这一刻所有的感知都被剥夺 他陷入了一片虚无中 整个世界只剩下一顶 缠绕着亿万岛雷电的巨戒 萧云瞳孔缩 这是雷战的剑道 他只修炼了雷这一种剑道 但却如此可怕 只差一步便可迈入大道 没想到雷战竟然将自己的剑道本质给我关门 这可是青传弟子才有的待遇 萧云当即盘腿坐下 这么难得的机遇 绝对不能错过 气头 对面前的剑道使用一次顿武 雷这一种剑道我已经修炼圆满了 但我还不知道 圆满后的下一个境界是什么 萧云得雷战指点 总算是知道那件帝兵剩下的两种剑道 此时他从雷战的剑道中看到了速度毁灭生命死亡四种奥义 突然他哈哈哈哈笑出猪叫 原来剑意圆满只是个开始 领悟奥义才算真正踏入剑道 这么快就领悟了 雷战都看待了 有如此悟性 难怪能登到剑神山顶 这比毒孤剑和我强多了 下一秒萧云回到现实 雷战扔给他一个蒲团 微微一笑示意他坐下 多谢前辈指点 晚辈莫齿难忘 萧云乖乖坐在雷战对面问道 前辈 雷之剑道除了这四种奥义 还有其他奥义吗 当然有 不然我早就挣到大点 那前辈只要领悟所有奥义 就可以挣到吗 雷战摇头 小子 你在想不吃哦 领悟奥义只是基础 真正难的是融合奥义 除非你不走剑道 因为其他人只要领悟一种道就行 萧云亚麻呆住 呃 难怪九霄大陆一个剑道大地都没有 原来剑道成帝难得变态呀 雷战苦笑道 是啊 我都不知道雷之剑道剑道剩下的几种奥义是什么 更别提融合 简直脑瓜疼 而萧云脑瓜就更疼了 我特么修炼了五种剑意 那岂不是要领悟几十种奥义 而雷战却哈哈一笑 小子 领悟一种剑道就能挣到大地 别人只有一条路能走 你却有五条路 这是好事呀 对了 前辈 领悟奥义有什么技巧吗 没撒子技巧 我都是靠偷看圣人肚结 你也可以试试 萧云无语 谁家圣人肚结给你看呀 也就你这老头是准地别人发现不了 雷战突然笑眯眯的问道 小家伙 你再打那件地兵的主意吧 萧云心里咯噔了一下 感觉自己在他面前一丝不挂 但还是装傻说 弄弄弄哪来的地兵 我不知道呀 雷战眼神犀利的盯着萧云 小家伙 别装傻了 你既然登上了剑神山顶 肯定看到那件地兵了 没人能拒绝一件地兵的诱惑 萧云假装恍然大悟 哦 我还以为那是一件强大的圣兵呢 雷战有些无语 还可我这继续装呢 你要是不知道那是地兵 会放着叶家的大圣级功法 不要偏偏选了二十三门圣人级别的 你们独孤世家怎么会缺圣人级别功法 我看你是想找那剩下的两种剑道吗 萧云知道瞒不过连忙吹起了彩虹品 嘿嘿 前辈果然英明神武慧眼无惧 没想到雷战神情自若的点头说 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就离开 我要闭关修炼了 萧云简直压麻袋懂蛋 这是啥意思呀 这老头分明知道剩下的两种剑道 却故意吊着我 他强忍地想套麻袋 把他揍一顿的冲动问道 前辈您能说说剩下的两种剑道吗 雷战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说 你修炼了我的惊雷剑底 我又指点你剑道 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剩下两种剑道 萧云已经无言以对了 你想要我做什么直说吧 爽快 我可以告知你那两种剑道 但你收服地兵后 要把剑借给我斩杀一个人 成交 萧云暗想 雷战不会宇宙剑底 就算拿走七彩神剑 没有我的允许他也使用不了 雷战笑得很开心 当即告诉萧云 剩下两种剑道是时间和空间 轮延萧云突然被激发出灵感 对呀 宇宙剑底怎么能少了时间和空间剑道 所以只要自己领悟这两种剑道 不但可以收服那件地兵 还能完善这门准地精 多谢阁主 还请阁主告知 哪里可以找到修炼这两种剑道的功法 雷战面色古怪地看着萧云 修炼空间的剑道功法 不就在你独孤家 你小子这还问我 萧云压麻呆住了 呃 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冒牌虎 可可 我以前没注意到吗 那修炼时间剑道的功法去哪里找呢 雷战摇头表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随即笑着劝魏道 小子 别多想了 一切随缘 我也不指望你能收服那件地兵 萧云清扯嘴角 当然不会告诉他自己是个挂名 多谢前辈指点 晚辈现在好像知道雷之奥义总共有几种 文言雷战激动地攥紧了拳头 真的吗 快说说 萧云竟然是个大忽悠 不但把雷战忽悠得一愣一愣 还要去忽悠独孤拜天 此时他有些淡疼 剑道成帝这么变态了 领悟奥义竟然全靠猜 猜对了正道成功 一旦猜错就个屁了 鬼知道一种剑道蕴含了几种奥义 五种六种七种 随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前辈我觉得有九种 正所谓九乃术之吉 文言雷战气的脸都绿了 臭小子老子领悟了几千年才悟出四种 十才是圆满之数 你干脆说一共有十种得了 老子还挣到个屁 萧云继续忽悠道 非也非也 月满盈亏人顿其一 所以去掉那顿走的一 十便只剩下九 文言雷战陷入了沉思 感觉说的挺有道理的 然而不等他想更多 萧云突然眼睛一亮继续猜测道 我觉得四十九种奥义 更符合大道规律 此时雷战的脸色彻底黑了 你特么真敢说 这是正道之路吗 这分明是绝路 但转念一想 好像四十九种也不无道 然而萧云却露出一个 欠揍的笑容继续忽悠 前辈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百零八种 下一秒 只见雷战一巴掌 将萧云扇了出去 给老子滚犊子 TMD的混小子 再听他说下去 老子要走火入魔了 关键他说的挺有道理 要不往一百零八种想想 嘿 老子怎么能被他带节奏 等在门外的花狼心 看到萧云被抛了出去 忍不住张大嘴巴赞叹一声 好球 我不 独孤兄 你这是怎么了 萧云老脸一红 拍拍屁股起身一脸潇洒说 我被阁主指点了闪电簿 刚才一个狡猾没飞吻 只见花狼心嘴角都抽马了 呃 当我白痴吗 你那是非吗 你明明是被丢出来的好不好 说吧 萧云挥了挥手 准备回客栈闭关一段时间 而雷战看见萧云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算计 那可是一剑逼兵呀 谁不想要呢 虽然知道萧云成功概率不足万分之一 但投资他没损失 回到客栈后 萧云一直在参悟雷战的剑道奥运 然而大半个月过去了 啥收获都没有 别想了 我这脑袋想不出来 除非直接开挂 但那些顿物我得留着住就混沌体 先离开客栈吧 是时候去万剑山庄参加剑会 刚出门便看到花狼心 他们早就等在这 独孤兄 剑会要开始了 我们等你一起前往 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跟你有关 和我有关 萧云皱眉 这几个人怎么都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看我 发生啥事了吗 剑一神情复杂地说 前不久 有一个叫做独孤拜天的人去了万剑山庄 说他才是真正的独孤世家传人 而你是假冒的 文言萧云在心里骂娘 TMD啊 独孤剑死了这么多年都没传人出事 偏偏在老子东荒之行快结束时冒出来 不过他却面不改色地冷笑的 竟有此事 呵呵 以我的天赋 还又冒充独孤世家传人吗 花狼星非常赞同的点 独孤兄说得对 他才是冒牌货 只有天赋差的人 才需要借助强大的背景 然而剑一却慢悠悠地补充道 可他当众出示了你们独孤世家的身份令牌 还会你们独孤世家的一些独门神通 现在万剑山庄的人一致认为他的身份是真的 只见萧云在心里咒骂 我策草会母呀 好你的剑一老鹰逼 有话不早说 别我等着 刚好我要去参加剑会 那便见识一下这位独孤世家的传人 看看谁才是真的 真假独孤世家传人正面交锋 众人都等着看他们决斗 不料萧云却当众抱了上去 大侄子爱 好久不见 萧云正好想去独孤世家找空间见到工作 没想这或竟然主动送上门了 想到这里萧云忍不住笑容 他踏空朝着万剑山庄赶去 走吧 等参加完剑会 我就要去中途历练了 只见剑一脸色一变 卧槽 怎么感觉他不但不夸凡很兴奋 难道我们都误会他了 萧云在心里暗想 小样 就这还想吓到我 老子前世看了本山大叔十几年小笔 就算那独孤拜天是真的 我也能忽悠死他 刚出剑阁 脑海中就传来雷祖的声音 小家伙 雷战那老东西没有为难你 老祖放心 他不但没为难我 还指点了我见到奥义 闻言雷祖冷哼一声 看来他是想提前投资你 这老东西赚大了 既然你已经到了领悟奥义阶段 等回到圣地后 老祖我就让你看看我的雷道 剑道虽强 你可千万别忘了 混沌大道才是你的路 放心吧雷子 参加完剑会 我就回去铸就混沌体 雷祖点头道 好小子 有魄力 心里却在想 臭小子真能吹牛逼 哪有这么快铸就混沌体 此时万剑山庄格外热闹 但大家关注的焦点 却不是剑舞 而是真假独孤世家传人 奥无双也等着看好戏 独孤兄 根据可靠消息 独孤求败和剑阁的人 已经在路上 中二少年愤怒地养着厚草牙水 来得好 我一定要揭穿这老六的身份 奥无双却慢悠悠地提醒他 独孤求败的背后 可是有一位实力强大的护道者 没想到中二少年更占毛了 呸呸呸 他肯定是假的 我们独孤家传人出山历练 从来不会派什么护道者 独孤拜天还没见到 萧云已经快把自己弃炸 胆小鬼 出门历练还带户道者 简直在侮辱我独孤世家 不料奥无双却一脸恐笑 我的选榜第一都被他夺了 现在独孤家的声望 在东荒达到了巅峰 这种侮辱会不会太莫名其妙 独孤拜天简直又气又无语 TMD啊 老子的智商不够用 这冒牌或分明做得比我都好 他到底为马冒充我 反正我不能让他继续招摇过时 万一哪天惹到天地世家或是圣地 我们独孤世家就要替他背过了 想到这里他阴沉着脸说 奥兄 到时候还请你们的剑圣前辈 帮我拦住独孤求拜的护道者 让我跟他公平一战 放心 在我们万剑山庄绝不会出现一大蹊跷的事 奥无双认为萧云背后的护道者在墙 也不敢在这里撒影 但他如果知道那人是首次混沌中的雷 就不敢这么说了 突然有弟子来报 圣子大人 剑阁的人已经到了 文言奥无双他们当即朝山门外飞去 走吧独孤兄 我们去见另一位独孤兄 此时万剑山庄的山门外围的水泄不通 花狼心忍不住惊呼 哇塞 好多人来迎接我们 我们剑阁这么大面子 剑一狠狠翻了的大白眼骂的 白痴 这些人分明是来吃瓜的 只见中二少年满脸愤怒的朝霄云几人咆哮的 你们谁是独孤求拜 给我出来 我就是独孤求拜 中二少年愣住了 没想到霄云承认得这么干脆 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是来干假的 我叫独孤拜天 我才是 吃瓜众人都在激动的大吼兴奋的搓手 快看 真假传人要大干一场 不料不等他说完 萧云已经大笑着一把抱住了独孤拜天 哈哈哈哈 原来是拜天啊 大侄子矮 好久不见 在场中人全都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这里面有大瓜 说好的大干一场 怎么变成认清现场了 三十六岁的独孤拜天 却被十八岁的萧云忽悠成了大侄子 而且乖乖将空间建到工法送给他 就在所有人以为萧云要跟独孤拜天干架时 他却一把抱了上去 只见独孤拜天瞬间蒙了个逼 大侄子 他是在叫舞面 在场中人纷纷掏了掏吃瓜的 那你 独孤拜天竟然是独孤求拜的大侄子 难怪长得这么像 像个大西瓜 眼睛是个好东西 你还是捐了吧 萧云继续发挥演技 激动地拍着独孤拜天的肩膀说 拜天啊 我还以为有人冒充我们家的传人 求 求斗麻蛋 独孤拜天回过神来猛地推开萧云 别瞎急把乱扯 老子根本不认识你 众人纷纷狐疑地盯着萧云 莫非他还真是个冒盘活 没想到萧云完全不慌倾笑道 大侄子我问你 独孤建是你什么人呀 独孤建老祖是我祖父的叔叔 吼吼吼 萧云仰天长笑道 这不就对上了 独孤建是我祖父 你祖父叫我祖父叔叔 你不就是我大侄子吗 独孤拜天暗想老子可不好忽悠 那你有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 萧云当即掏出一块令牌丢给他 嘿嘿 幸好宵夜激烈 挖坟的时候把独孤建的东西全顺出来 独孤拜天看着令牌倒吸一口凉气 哗擦 这还真是独孤世家传人的身份令牌 莫非你真是独孤老祖的后人 萧云一本正经地继续忽悠的 不错 当年祖父去南岭之前就感应到有危险 提前将身份令牌交给了我家里 独孤拜天基本上已经信了 大侄子呀 初次见面 当叔叔的就传你一篇见到功法 大侄子完全没放在心上 他们独孤世家最不缺的就是那玩意 然而在萧云传音告知他功法后 他却彻底惊呆了 卧槽 这这这 这是准地精 准地精说送就送 他就是我叔叔 我不 是我最亲的叔叔 萧云微笑地盯着独孤拜天说 这是第一层 叫做地之卷 小样 传你准地精 看你还敢怀疑我吗 大侄子满脸感动 他再也不敢怀疑萧云了 谢谢叔叔 之前的事还请叔叔不要见鬼 哈哈哈哈 一家人不要客气 毕竟我是长辈嘛 萧云笑得一脸慈祥 撸了撸大侄子的脑瓜 嗯 这手感还不错 大侄子非常乖巧的点 叔叔辈们都喜欢摸头吗 等我以后当了叔叔 也要这么干 暴无双他们纷纷明了 原来独孤兄是独孤剑前辈的后人呀 难怪这么巧 两位独孤兄 恭喜你们亲人相认 而萧云朝他们挥了挥手说 我们叔侄有些私事要谈 先离开议会了 客栈里萧云看的大侄子有些好笑 这也太好忽悠了嘛 挨着智商堪忧啊 拜天呀 家族是怎么培养你的呀 为叔叔 我从六岁起就被送进剑种与剑相伴 直到种下剑心 成为人剑合一的剑人才说 萧云嘴角都抽麻了 我勒个去 剑人是什么鬼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独孤拜天一脸自信地说 为叔叔 我待了三十年就出来 萧云更无语了 真特么脑残的修炼方式 难怪培养出这么好骗的大冤主 也好 这更方便我忽悠到那门工法 大侄子 听说我们家族有一门空间建造工法 不知道我能不能修炼 当然可以 叔叔可是独孤老祖的嫡系后代 任何工法都可以修炼 萧云试探地问了一句 那你可以帮我复印一份出来吗 不用这么麻烦 叔叔 您直接跟我回家族拿就行 萧云忽悠道 我还得去中途找那些天才切磋 没想到独孤拜天不但没怀疑 反而对萧云更加敬佩了 叔叔不愧是我独孤世家传人 果然有魄力 本来我也要去中途挑战的 既然如此 我先回家族帮叔叔取来空间建造工法 再去中途与叔叔会议 萧云欣慰地点头 嗯 如此甚好 心里却在感态 卧槽 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吧 萧云作为年轻一代的至尊强者 却被君逍遥藐视了 而他根本不在意 因为上个这么装逼的人已经死了 他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搞定空间建造工法 心情一好便跟大侄子论起了建议 没想到却震惊地发现 大侄子竟然领悟了生命和死亡 两种相反的建议 泽泽 这小子真是个天才 实力恐怕在傲无双之上 而大侄子就更敬佩这位萧云叔叔 他竟然领悟了五种建议 真是前无古人呀 萧云拍了拍大侄子的肩膀说 生命和死亡本就是一个轮回 你可以融合这两种建议 通过轮回大道正到大地 轮回大道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大侄子眼睛一亮满脸感激地看向萧云 多谢叔叔指点 萧云微微点头 走吧 建议也该开始 我们去跟大家会吧 此时空中两条蛟龙拉着两辆豪车正朝着建议使来 战车上 君逍遥 你已经跟了我一个月了 好好的君家神子不做 非要做根屁虫吗 而另一辆战车上 秦仙子 你我早已定下婚约 我自然要在你身边保护你 秦冰月一脸嫌弃地说 我是来陪秦剑参加建议的 我有秦剑 你有吗 放心 我君家是堂堂大帝是家 本神子亲自驾驭 是他们的荣耀 不需要秦剑 秦冰月冷哼一声 啊呸 自大狂 听说东荒出了个叫独孤求败的剑道天才 此番剑惠他必然会来 小心你阴沟里翻船一笑大方 君逍遥一脸不屑地嘲讽道 呵呵 那小子能击杀大帝到身 不过是跟在叶飞和赵无极屁股后捡便宜而已 他真正的实力肯定不堪一击 我的对手只有那个混沌圣地的准神子萧云 等我去中途打败他 就是这一代的年轻至尊 呵 年轻至尊 好大的口气 秦冰月蓝的鸟塌 万剑山庄已经到了 只见奥无双恭恭敬敬地对两人行李 花狼星和剑衣等人惊呼 这可是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呀 一个是天地世家 一个是大地世家 而且君逍遥是先王体 则则 又是一个至尊体啊 加上中途的景 这一世已经出了六位至尊体了 这还让不让人火了 也不知道谁会挣到大地 而萧云瞳孔一缩 果然是他 万妖战场上那个小丫头 他倒是完全没把君逍遥放在眼里 至尊体他见多了 赵无极以前也在他面前嘚瑟着 后来还不是乖乖做小弟 奥无双满脸堆笑地介绍着 这位是独孤求败 两位独孤兄贱一兄 这位是君神子 萧云很礼貌地对他见你说 见过君神 然而不等他说完 君逍遥便傲慢地从萧云身边走 我先进去吧 以后不要随便给我介绍人 我没兴趣认识这些若鸡 萧云还没生气呢 倒是大侄子已经拔劲了 傻逼 竟敢不把叔叔放在眼里 萧云按住了大侄子 稍安勿躁 有的是机会修理他 这大侄子真是没白手 只见他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狂啊 不可一世 真是欠缺社会的毒打呀 奥无双一脸尴尬地继续向萧云介绍秦冰月 大侄子真怕他也不给叔叔面 好在秦冰月并不像君逍遥那么傲慢 你是那个酒肉和尚 萧云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怎么一眼就被认出来了 女人的第六感真可怕 他连忙笑着白手说 行仙子说笑啊 我是独孤世家传人 才下山历练不久 怎么可能当和尚 秦冰月冷哼道 别笑 你一笑更像那个喜欢装傻充愣的小和尚 萧云曾多次打败至尊体 可第一次用小号参加剑会 却被最弱的至尊体嘲讽了 此时他一脸懵逼的看着秦冰月的背离 呃 我笑一下也能被认出来 这小丫头厉害啊 花狼心带着萧云往论剑堂走去 独孤兄 别见怪 他们至尊体向来瞧不起我们这些繁体 也许只有你能跟他们一较长短了 说罢简单介绍了一下剑会 一是论剑 由剑圣指点剑道 剑兄们可以互相PK 二是观摩圣兵的铸造过程 三是去剑持选剑 有机会得到圣兵 萧云瞳孔一说 圣兵 卧槽 这么大手笔吗 嗯 他们虽然投资大 收获也大呀 能选到圣兵的天才将来都会成剑圣 一届又一届的剑会 使他们和不少剑圣都有交情 文言萧云嘖嘖称赞道 海纳百川 这万剑山庄的祖师爷真精明 这剑会继续举办下去 万剑山庄即便不出什么天才 也会长盛不衰 论剑堂内热闹非凡 君逍遥突然一脸不屑地嘲讽 剑道终究只是墨柳 无法挣到大底 修炼了也只是浪费时间 这货太狂妄 众人都恨不得套马带锤死他 可没人敢得罪君家神子 独孤拜天这暴脾气可忍不忍 你放屁 谁说剑道不能挣到大底 早在这货无视叔叔的时候 他的剑就硬 正所谓书可忍之不可忍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有何不敢 两人之间火药味十足 论剑堂瞬间安静 傲无双一脸苦笑 当即拱手给君逍遥陪礼说 君神子 还请看在万剑山庄的面子上息怒 有什么好息怒的 君逍遥懒得鸟傲无双 他根本没把万剑山庄放在眼里 只见他眼神犀利地盯着大侄子说 小小独孤世家 连圣地都排不上的三流家族 也敢在本神子面前枪射 简直不知死活 下一秒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体内爆发而出轰向大侄子 而独孤拜天也不甘示弱 瞳孔瞬间张开 一声一死两道强大的剑一猛地 朝着对手击射而出 只见两股力量狠狠撞在一起 整个论剑堂的空气都跟着抖三抖 围观众人被余波阵的头皮发麻 而君逍遥审视着大侄子终于认真了些 生死见到吗 有点意思 不过也仅此而已 萧云一脸不爽地看着君逍遥 这家伙还真是嚣张呀 他默默地两指并如如箭 随时准备出手教训着审查 然而此时一个老头突然出现 整个大殿的空间瞬间凝固 萧云满脸震惊 这人好强 这就是剑圣吗 一个眼神便能让我们动弹不走 老头立声呵斥道 君神子 这里是万箭山庄 禁止动物 跨落大殿的空间便解动 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果然圣人之下皆是萌蚁 老头缓缓走上台说 老夫傲狂 负责为而等达一几 在场所有人都有一次提问机会 剑修们大喜 这可是难得的大机缘 平常可没有大圣给你指点 没想到君逍遥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满脸不屑地指着剑圣问 那我请问前辈 剑道是否能够挣到大地 君逍遥太嚣张了 萧云终于忍不住要揍他 没想到这货却说萧云没资格跟他打 殊不知很快会被打脸 剑会上君逍遥专门找茬 敢问前辈 剑道能否挣到大地 则则 这货对剑圣都这么嚣张呀 萧云打量着他突然感觉手好痒 好久没揍至尊体了 不知道揍他有没有揍到无极手 剑圣对这个小辈很不惜 但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 万物皆可成道 剑道自然也可以正道大地 是吗 据我所知 九霄大陆至今从未出过一位剑帝 连天剑圣帝的那位祖师爷 也并没有走剑道成帝 而是将剑道作为正道的武器 闻言众多剑修面色一惊 卧槽 唯一一位公认的剑帝竟然不是走剑道成帝 没有剑帝又如何 混沌大道在混沌大帝之前 也无人正道 君逍遥嘲笑道 混沌大道至少出了一位大帝 而剑道一个都没有 这证明剑道成帝就是一个笑 年轻人 也以为你是至尊体就可以口不择言 剑圣怒了 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 既然你不走剑道 便请你出去 而君逍遥自认为自己的身份 可以在九霄大陆横着走 他低笑一声说 我虽不走剑道 但我也会剑道神通 我可以找在场的剑道天才切磋 闻言剑圣脸色一沉 这小子真阴险 他一个仙王体 在场谁能打过他 这分明就想打击剑修们的道行 只见君逍遥轻烈地扫了一眼在场的人说 前辈请放心 我保证不动用仙王体欺负他们 就简单用这门神通跟他们切磋一下 大侄子第一个就想上去做他 这祸侦探娘的肖杖 然而却被剑云按住 他云淡风轻地看向君逍遥说 既然你要切磋 那我就代表在场的剑袖 领教一下你们君家的神通 而君逍遥却嘲讽道 你算哪颗葱 装什么大算 凭什么代表在场所有剑袖 只见剑云冷哼一声 下一秒强大的剑意从体内爆发而出 就凭我是选榜第一 是年轻一代的剑道最强者 恐怖的剑意惊呆了花狼心 我怎么感觉独孤兄又变强了 而秦冰月却面色古怪地盯着剑云 咦 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小和尚 一个佛门高僧 可能把剑道也修炼到这么恐怖吗 君逍遥露出嘲讽的笑容说 选榜第一吗 抱歉呀 剑榜上我只看天榜 至于其他的榜单实在没兴趣了解 剑云已经被逗笑了 呵呵 你很快就会了解了 走吧 出去一战 闻言君逍遥也不再拒绝 因为他感觉肖云很自信 他就爱打击这些天才的自信 此时剑圣突然抬手 在大殿中间分割出一个空间说 你们就在这里切磋吧 有老夫在 你们伤不到他们 卧槽 不愧是剑圣 谈笑间便可将空间当玩物 不过大家更担心肖云会不会一招都接不住 毕竟繁体跟制尊体差距太大了 就连剑圣都传音关心肖云 小有可有把握教训他 肖云轻笑一声 前辈放心 而君逍遥完全没把肖云放在眼里 准备好了吗 我允许你提前布置防御 你出手吧 肖云突然有点兴奋 来了来了 好怀念打制尊体的感觉 君逍遥当即召来一片枯叶冷空道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真正的强者用一片叶子 也足够斩杀敌人 话落 他手中的枯叶顿时爆发出恐怖的剑影 下一秒屈指轻轻一打 叶子便朝着肖云杀去 君逍遥继续装逼道 玄榜第一 记住 击败你的正门神通 叫做天外飞仙 肖云缓缓拔出长剑 下一秒 嚣张的君逍遥终于得到应有的教训 而就在刚才他却当着众人装逼说 玄榜第一 记住 击败你的正门神通 叫做天外飞仙 在场的剑修门纷纷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这就是只尊体吗 真是恐怖如斯呀 独不求败不会一招都接不住了 肖云感受到正门神通还挺心 但他只是不急不慢地抬起一根手指 对着虚空轻轻一点 君逍遥简直被逗笑了 呵呵 你真是不知死活 区区一根手指也想挡住我的天外飞仙 随即双指并拢如剑低刻一声 死战 话音落下 枯叶猛地汇聚成一道剑壳冲向萧云 下一命 恐怖的能量爆炸将萧云吞没 君逍遥认为萧云已经死定 他忍不住嘲讽他 呵呵 选榜第一吗 秀侄 剑道也不过如此 剑修们仿佛看到了老婆丙米油老 花擦 都挡不住 就在众人叹息天才陨落之时 一道沉重的脚步声从剑流爆炸中踏过而出 只见萧云云淡风轻地看着君逍遥说 区区一门神通也想杀我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萧云语气很平淡 可众人却看得惊心动魄 我敌个亲娘呀 独孤求败竟然没死 他好强 至尊体竟然没伤到他分好 只见君逍遥脸色比吃了三金翔更难看 他刚刚装逼装大了 现在被当众打脸 可可 是我小看你了 你的确不差 说罢转身就想溜了 而萧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正所谓来而不枉非理也 既然我接了你一门神通 那你也接我一门见到神通 如何 君逍遥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好呀 那我就陪你玩玩 他还是没把萧云放在眼里 毕竟自己的先王体一出 谁与争锋 卧槽 我没听错吧 独孤求败要挑战先王体 他是不是太漂亮 除了高手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萧云的实力 他们以为萧云上次是简陋才杀死大地道神 只见君逍遥又露出那副欠揍的表情说 不顾求败 你太不自量力了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普通天才与至尊体的差距 可是吗 等你接下我这门神通在吹牛也不止 萧云已经决定好好吭这回忆了 特么的比我还喜欢装逼 简直不能忍 说话间萧云手握剑柄 他要施展出斩天拔剑士 这门神通威力十分恐怖 在场的剑袖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好强 这是什么剑招 剑未出 但七手招都快把我吹飞了 君逍遥依然是内服 来啊快来揍我的表情 然而萧云却保持着拔剑的姿势轻笑道 别急哈 招式才刚刚开始 他们不知道这一招很强也很狠 他蓄力时间越长威力越大 虽然战斗中很不实用 但是用来坑这傻叉却刚刚好 于是 君逍遥此时心中万马奔腾 TMD啊 你这都酝酿半天了 简直是坑爹啊 你倒是拔出来 他突然震惊地发现 卧槽 这小子不会是在坑我吧 真正的战斗中 谁给你这么长时间蓄力 但问题是 现在是切磋 他必须站着继续干等 于是 萧云深吸一口气拔出剑尖 恐怖的神剑带着绝世锋芒 朝军逍遥屁死下 军逍遥当即施展出 仙王体一项抵挡的攻势 他现在心中只有一句话 TMD的终于拔出来了 这一刀直接洞穿了军逍遥的仙王体 使他猛地喷出一大口西瓜纸 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萧云才是真正的绝世高手 他娘的 他他 他怎么会这么强 萧云一剑斩出 军逍遥被恐怖的剑王吞目 他被揍到吐息 然而剑王散去后 他却硬生生把血憋了回去 他暗想不能吐不能吐 要是让外人看到他堂堂之身体 被萧云一剑劈的吐息 那就丢脸丢大 军逍遥整个人都被震退数 却假装没受伤继续装逼说 嗯 不错的一剑 可惜只是一个鸡肋 随即转身一句话都不敢逼饼 因为再多说一句 一口老血就压制不住 众人看得一脸懵逼 卧槽 到底什么情况 军逍遥接住独孤求败的那一剑了吗 不对啊 他确实被打退了 但他看起来没受伤呀 只有剑圣还有秦冰月这些实力强的指头 军逍遥的先王体都被冻穿了 着实是吃了很大的亏 泽泽 真可怜呀 想吐血还得憋着 秦冰月默默为萧云竖起了大拇指 让他之前嚣张 现在不敢再瞎逼饼了 而军逍遥一回到座位之后 便闭上眼暗中疗伤 突然有人好奇地看向军逍遥 奇怪他怎么一个小时都不说话 对啊 他不是最喜欢装逼吗 最爱装逼的军神子 好不容易咽下去的一口毛血 差点被气得又吐了出来 他紧紧捂住嘴 让自己憋着不能说话 这次他算是恨上萧云了 等以后去了圣母 可没人会给他这么长时间运营 他一定会杀了他 而萧云对此毫不在意 真要是进入圣母 他也不会再隐藏身份 到时候打到他叫罢了 随即看向剑圣疑惑道 请问前辈 如何才能领悟奥义 剑圣心情贼好 萧云帮他出了口气 他非常喜欢这小家伙 顿时笑道 奥义只能自己去领 不过 等下会有人带你们去看 驻剑大师铸造圣兵 到时候你认真观看 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 闻言萧云不由地看向奥无双 难道观看铸造圣兵 能帮助人领悟奥义 是的 因为驻剑大师在铸造圣兵的过程中 会把奥义简化后注入兵器中 闻言萧云眼睛一亮 卧槽 那我领悟起来 岂不是比参悟雷之奥义更简单 想到这里忍不住感叹 本以为剑会的第二个环节最拉垮 没想到却是我真正的大级月亮 而奥无双却一阵恐笑 其实我经常观摩驻剑大师打造圣兵 但什么奥义都领悟不了 萧云在心里暗笑 那是因为你没有外挂系统 进入剑谷后 萧云感觉温度高了不少 自己都撑烤地瓜了 突然有人惊呼 快看 奥义大师来了 只见一个白发老头 站在驻剑台自我介绍一番后 表示今天要铸造他最擅长的地系圣兵 萧云眼中金光一闪 地系圣兵 太好吧 我刚好领悟大帝剑影 说不定这次能够一举领悟奥义 这么难得的机会 他已经随时准备好开启顿目系统 老头明明只敲了一锤子 而萧云却看到他敲了一千锤 君逍遥看到五百锤 却在萧云面前装逼 此时奥明大师已经开始锻造圣兵 萧云满脸兴奋 这是领悟大帝奥义的绝佳机会 对奥明大师的锤打使用盾武 好在之前各种装逼 已经积累了五百四十二次盾 剩下的盾武足够助就混沌体了 奥无双满脸敬佩地说 这是千锤百炼之法 他老人家每敲打一次 都相当于敲打了一千次 闻言众人纷纷化身尖叫击 那你 这怎么可能 当我们眼瞎嘛 明明他每次就敲打一下而已 而此时剑衣突然皱眉说 怎么会是一千次呢 我明明只听到一百次 什么 你听到一百次 我只听到了三十次 花狼心一脸苦笑 我只听到了十二次 奥无双清笑道 我们的实力太差 所以听不全的 其实每个人听到的次数都不同 我也只听到一百五十次而已 众人下意识开始攀比 千锤百炼之法果真神奇 我也只听到二百次 这招若能化为剑招 岂不是一剑出相当于出剑一千次 规力一定很强大 没错 这招的确可以化为剑招 但需要领悟大帝奥义才行 独孤拜天忍不住感叹 好厉害的锻造之法 我也只听到了二百五十次 闻言众人皆是一阵惊呼 过曹 独孤拜天竟然比奥无双都强 奥无双忍不住看向秦冰月和君逍遥 不知秦仙子和君神子 听到了多少次 毕竟这两人才是九霄大陆年轻一代的绝顶天交 秦冰月一直很低调 只是偶尔看看萧云 此时淡淡说了一句 476次 君逍遥见有装逼的机会 连忙提高嗓音嘲讽地看向萧云说 我听到了五百一十二次 独孤求拜 你呢 他本想借次打击萧云 而萧爸爸正在开挂领悟奥义 根本没听到他的装逼 萧云在使用顿悟后听到了完整的一千次 我明白了 原来震动便是大地之道中的奥义 第一次领悟奥义的萧云 兴奋到每个细胞都在颤抖 这次见会真的没白来 回过神后一脸懵逼地瞥了一眼君逍遥 笑我干嘛 君逍遥满脸不屑地冷笑道 哼 你在装傻吗 你是不是听到的次数是什么 担心出丑所以才不敢公布的 萧云直接压麻呆住了 你们一群傻叉 这么好的机会不抓紧参悟奥义 竟然在攀比这玩意 萧云懒得鸟她继续看向奥明大师 别打扰我 我听到了一千次 难道你比我多 文言君逍遥都笑出猪叫了 哈哈哈哈 连说谎都这么可笑 你把在场的人都当傻子吗 随即又是一顿嘲讽和冷笑 哼 什么见到第一人 虚伪至极 简直是一个笑话 就连剑修们都以为萧云这是心态崩了 而秦丽月却感觉不像是在说话 除非她拿过奥斯卡 大侄子则是一点崇拜 哇塞 不愧是我叔叔 简直太酷辣 而其他人却像看傻子似的看大侄子 呃 这种鬼话你也行 你听到了250次 莫非还真是个250 此时萧云却在模仿奥明大师 用精神力凝聚为锤子 一次次敲打着面前的虚空 众人纷纷古怪地盯着萧云 卧槽 他干嘛莫名其妙地催动精神力 没想到正在住见的奥明大师却一点惊喜 一 这小家伙竟然领悟了振动奥义 而且振动次数一直在增加 君逍遥则是满脸不爽地盯着萧云暗想 奇怪 奥明大师干嘛看他 不会吧 这家伙不会真的领悟奥义了 顶级剑胜领悟奥义都要500年 可18岁的萧云却只花两小时倒地 然而围观众人却在嘲讽他吹牛逼 可朱剑大师却直接看懵了逼 卧槽 这小家伙真厉害 不但领悟了振动奥义 而且进步速度简直跟顿悟似的 殊不知萧云就是在顿悟开挂 就这一下功夫 他已经能振动一百锤 此时奥无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滴妈呀 原来萧云刚才说可以听到一千次 竟然是真的 剑一突然疑惑地问道 喂 奥兄 你干嘛总是看毒孤凶 你没发现吗 他已经领悟了奥义 文言剑一已经目瞪狗呆 那你 没这么变态吧 我刚才以为他在吹牛 而萧云发现奥义初期振动一次 中期振动十次后期是一百次 巅峰是一千次圆满振动一万次 自己突破后期才耗费了15次动物 当即继续 系统 对奥明大师的锤打使用动物 两个时辰后 奥明大师突然加起赤红的剑胎术 剑胎锻造完成 接下来是脆火 而萧云对脆火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一脸遗憾地叹了口气 这么快就结束了 才达到一百八十八次 要是能看个几天几夜 说不定就能达到一千次了 锻造圣兵的材料很稀少 错过这次机会 不知要等到猴年满月了 就在他叹气时 奥明大师突然传音问奥无双 此子是谁 奥无双愣了一秒 传音说 此人是独孤剑的后人独孤求败 难怪此子天赋如此恐怖 你可知道 他刚才已经领悟了奥影 奥无双深深叹了口气 果然如此 人比人气死人了 老夫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观看三次圣兵铸造了 怎么一个屁都没领悟出来 奥无双压麻呆住了 奥明大师 这货天赋极高 可以跟叶飞赵无极比肩 可是你已经观看了三次圣兵铸造 奥无双已经内流满面 呜 他天赋真的很变态 还在论剑堂伤了军逍遥的仙王体 奥明大师的脸色更沉了 你已经观看了三次圣兵铸造 奥无双已经给跪下了 求求了 能不能换句话别总是三次三次 TMD啊 老子天赋不如独孤求败行了吧 虽然心里在逼逼逼 嘴上却在继续吹萧云 他已经领悟了五种建议了 那独孤求败是人吗 他就是个变态啊 奥明大师也懒得逼逼 他也不是恶举伟 而是他心态也崩溃了呀 才两个小时就达到188次锤了 他当年可是花了500年 而萧云疑惑地看向奥无双问道 奥兄 你怎么一脸颓废之气 这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吗 奥无双暗戳戳把萧云骂了一万遍 我测草会母呀 脑子颓废 还不是因为你 早知道不请你这个变态来参加建议 但表面却笑眯眯地说 不提也罢 独孤兄有何指教 萧云谦虚地问他 我要如何才能继续观看铸造圣兵 奥无双嘴上说有点难 心里又问候了萧云一万遍 卧槽 领悟一种还不够 你哥们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 萧云沉吟片刻说 我用斩天拔剑是这门神通 跟你们换一次观看如何 这门神通虽然鸡肋 但爆发力很强 奥无双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 这样吧 我去汇报一下 你等我消息 萧云点头满脸期待 要是其他四位驻剑大师修炼的是自己需要的奥云 那就赚大了 此时奥云大师将炮澡的剑台又拎了几位 最后锻造一次圣剑就完成了 完成后圣兵会丢进剑池中 奥无双亲笑道 诸位都能进入剑池去选剑 运气好的话 就能找到这柄圣兵 文言众人都是眼睛一亮 哇塞 剑池里果然有圣兵呀 何止呀 传闻不仅有 而且不止一把 男人缓缓摊开双手 下一秒数万把飞剑将他包围 可飞剑并不是要攻击的 而是求他做自己的主人 没人知道萧云其实是个挂逼 就连几千岁的剑圣都恨不得叫他罢了 原来就在剑圣为圣兵收尾时 萧云趁机开挂将震动奥义推升到250次 大师心里酸溜溜的 卧槽 这小子的进步速度没有瓶颈吗 我当年领悟到250次用了多久来着 好像是800年吧 想到这里 呃 突然感觉自己这些年都活到了狗身上 强忍的想骂爹的冲动 将已经完成的圣兵交给奥乌双 你把他放进剑尺吧 众人纷纷一脸懵逼的问道 这就是圣兵吗 可是看起来好普通呀 完全感觉不到威压 奥乌双解释说 刚做好的圣兵是这样的 给他开封后 便可根据主人的意志随意变化 众人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萧云却无所谓 毕竟他已经有三把圣兵了 比起这个他对领悟奥义更感兴趣 连忙传音问奥乌双 奥兄 情况如何 庄主答应等选剑之后 让你再看一次铸造圣兵 萧云心中大喜 要是能看跟自己契合的奥义就好 不知另外四位铸剑大师 修炼的是什么奥义 奥乌双传音道 分别是金之道 水之道 风之道 和地之道 萧云没想到除了金之道 剩下三个都是自己需要的 那就选风之道吧 毕竟同样的力量 速度越快攻击力变越强 那好 等选剑之后 给你安排 说霸带着众人前往剑池选剑 选完剑后剑会就结束了 剑池就跟一座大峡谷一样 里面堆积了无数把剑 奥乌双将圣剑放入传送阵中 下一秒那柄圣剑便直接混进了剑池里 随即打开阵法精致说 诸位 你们选好剑务必马上离开剑池 否则会触动阵法攻击 选剑超过一个时辰 也会被阵法攻击 众人纷纷点头 随即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剑池里 萧云挑在剑池上方探出精神力 却直接懵逼了 卧槽 所有剑的品质都一样 这怎么选 剑一轻笑道 我曾听奥兄说过 所谓选剑 其实并不是人选剑 而是剑选人 随即摊开双手释放出自己的剑 你只要跟我一样释放出剑一 那些跟你匹配的剑 自然会飞过来让你挑选 没一会果然有师机把剑被吸引过来 不过剑一并没有领回 毕竟吸引过来的剑不代表是最好的剑 一旁的大侄子也蠢蠢欲动 好像挺好玩的我也试试 下一秒催动剑一 顿时引来数百柄飞剑 剑一忍不住嘖嘖称赞 拜天兄果然不凡呀 竟能引来这么多剑 萧云当即摊开双手 逼风水火雷 足足五大剑一 全部释放出来 下一秒整个剑池都在震动 无数把剑都朝着萧云击射而去 选剑的众人全都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刚刚围着我转的三把剑也朝他飞过去 君逍遥明明不想要这把剑兵 却为了找萧云麻烦非要去请 可他不知道 自己明明是醉菜的至尊体 却招惹了九霄大陆第一天才 萧云抬手便吸引来数万个飞剑 气得君逍遥咬牙切齿 独孤求败 等下让你好看 而秦冰月一脸茫然地看向萧云 暗想他应该不可能是小和尚 那小和尚精通多门佛门神通 又怎么能领悟这么多剑 如果是同一个人那就太变态了 而萧云看着这些剑山剑海一脸苦恼 不论他如何探查 这些剑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总不能闭着眼睛随便蒙吧 突然发现君逍遥一直跟在自己不远处 哼 这家伙不会是想赢我吧 算了 他自己找死那就怪不懂 选剑肯定不能靠蒙的 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既然那剑圣兵已经注入了震动奥义 或许可以用震动奥义将其吸引出来 下一秒释放出精神力模仿大锤子敲打面前的剑 随着奥义震动的示范 果然出现一柄古谱大剑朝他击射 这把剑锁过之处直接吓退了其他剑 萧云眼睛一亮 找到了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万剑臣服 这绝对就是圣兵 他们感动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 可没人敢去抢夺 毕竟那可是选榜第一的独孤求败 然而君逍遥就等这一刻 只见他头顶出现一只巨大的手者 正要抢夺飞向萧云的那柄剑 他不缺圣兵 但萧云之前用斩天拔剑是让他吃亏了 他就想报仇 只见他嘲讽的大笑道 哈哈哈哈 福不求败 多谢你帮我找出这柄剑 那我就不客气了 众人都开始同情萧云 好不容易找到的圣兵 却便宜了君逍遥 偏偏对方是一位置尊体 他只能吃下养的亏 傲无双一脸的不爽 他娘的 君逍遥这混蛋 果然就是来捣乱的 他们大帝世家会缺圣兵吗 秦兵月满脸不屑地看向君逍遥说 堂堂神子竟如此小肚鸡肠 他就是被君家给蠢坏了 真要去了中土 绝对会被那些至尊体揍成狗 秦剑回过头轻笑道 中土能这么强不是没道理的 据说他们的天才才练体径 就被送进真龙巢厮杀 连至尊体都被打废了一举 是啊 那打废至尊体的萧云真是变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 突然疯的一声 只见一道剑光将想要夺剑的那只巨蜘风碎 君逍遥发疯地咆哮一声 独孤求败 你怎么敢 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妈呀 独孤求败居然敢对君逍遥出手 那可是一位大帝世家的神子 而且是强大的至尊体 萧云可不管这些 将那柄圣剑召唤到身边冷笑道 想从我手中夺剑 简直吃心妄想 君逍遥已经被逗笑了 狂妄 你以为这是论剑堂切磋吗 现在我可不会傻得再给你时间酝酿见识 萧云不懈道 哼 打你用不着 这一刻君逍遥被气到风景 全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势怒哄道 所有闲杂人等 全都被我滚出去 否则死了可别怪我 至尊体的强大气势 把众人吓得撒鸭子往外冲 快跑快跑 随便捡一把剑吧 巨大的手掌遮天壁日般朝萧云都投压下 君逍遥不可一世地冷哼道 独孤求败 至尊体不容冒犯 今天我便让你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 然而萧云却冷笑道 可惜啊 至尊体在我这根本不值一体 一剑地阵列九州 一剑狂风卷星辰 一剑冰封三万里 君逍遥明明是醉菜的至尊体 却非要在萧云面前装逼 萧云明明能一招秒了他 却非要吊着他玩 此时他云淡风轻地挥出宇宙间点的五大神童 一剑赤焰九重天 一剑惊雷破五月 只见五柄巨大的神剑 轰碎了君逍遥的大阴阳手 将他杀得节节后退 围观众人狠狠被打脸 本以为萧云会被碾压 没想到一个繁体竟能如此强 秦冰月看得目瞪狗呆 我敌亲娘呀 五种剑意 从古至今还没人领悟五种剑意吗 剑池内军逍遥气账 该死的 竟然没有一招打败这蝼蚁 秦冰月还在外面看着我 太丢脸了 随即爆喝一声 逍遥全意 恐怖的权势朝着萧云轰杀过去 众人惊呼 卧槽 这是帝京中的逍遥八局 独孤求败恐怕要输了 逍遥的这一局 嘖嘖 这就是先王体吗 好菜啊 萧云鸣鸣一击就可以秒他 却一直吊着他玩 因为这伙欠缺社会的毒脑 大侄子兴奋的何不拢嘴 哇塞 不愧是我叔叔 太酷了 比独孤见老祖还要厉害 一旁的剑衣抽了抽嘴角 啊 你就这么确定他是你叔叔吗 会不会太草率了 奥无双此刻恨不得指着奥明大师的鼻子吗 老不死看了没 独孤求败那是人吗 他就是个变态 你叫我怎么跟他 此时军逍遥像个发疯的跳梁小丑怒吼道 狂妄 他堂堂之尊体竟被繁体逼腿了 简直七尺大鲁 独孤求败 我的确低估了你 但是接下来 我要拿出全部的实力了 下一鸟化作一道赤裂的神光机舍而来 速度快到每一步都像闪现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赢定了 哈哈哈哈 独孤求败 你实力不错 但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秦剑陈寅道 这是逍遥八诀中的逍遥七步 传闻七步之间如同闪现 速度低 秦冰月却满脸不屑地嘲讽道 哼 什么速度低 他们军家的只会吹牛逼 而萧云直接被军逍遥逗笑 哟喝 可我这袖走位是吗 就你这速度也较快 真是可笑呀 下一秒化作一道赤裂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军逍遥瞪缩 不好 然而已经晚了 谁伸展 萧云向一名绝顶刺客闪现到他跟前 一击狠狠充飞了军逍遥 花狼兴和剑衣都惊出土拨鼠尖叫了 卧槽 这不是闪电步吗 他们间隔的神通在萧云手上竟能如此弄逼 而且打败了逍遥大帝的神通 我修炼的闪电步肯定是假的 此时军逍遥像只死狗一次次被萧云打飞 萧云很无语 就算这句分身再强 打向王体也不至于这么轻松了 还没有奏照无极爽呢 他忍不住发出了由衷的胆态 你是我见过最弱的至尊体 这一刻今天的怒火燃烧了军逍遥 他堂堂大帝世家的神子 竟然被繁体嘲笑若鸡 他发疯般咆哮着 独孤求败 今天你死定了 杀杀杀杀 军逍遥快速施展出八门神通 逍遥八绝 八绝合一 下一秒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虚异 朝着萧云镇压而来 这一击无比强大 整个剑池都要崩塌了 观战众人皆是满脸惊狠 我滴妈呀 独孤求败已经把军逍遥逼疯了 他燃烧了大帝惊血 这一击之后他要恢复很久 不知道独孤求败还能不能挡 然而萧云却兴奋地笑 哎呀 新领屋的奥义终于有机会用上 他以为一招就能打败萧云 可不管怎么拼命都接不住萧云一招 经此一战后 萧云的小号成了跟大号比肩的年轻至尊 已经封球的军逍遥燃烧大帝惊血使出八绝合一 可萧云却很兴奋打算试试新领悟的奥义 他吸收着大帝之力将震动奥义融入地之举 随即爆喝一声 一剑地震裂九周 战 下一秒 军逍遥的八绝合一竟然被萧云一剑击 整个人被轰飞狂吐西瓜枝 这不可能 萧云一剑斩出却像斩出了几百剑 秦剑完全看待 卧槽 二百多剑 秦冰月却看得很清楚 是两百五十剑 这是剑的奥义 他不仅领悟了奥义 竟还修炼到了这种地步 军逍遥气到咬破了后槽牙 萧云不仅重创了他的肉身 更是击溃了他的性命 他无法接受他堂堂至尊体 竟被一个繁体一次次击溃 他目自欲猎简直像入魔了 再次施展逍遥七步杀向萧云 独呼求败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然而不等他飞过来 萧云一剑斩出 军逍遥再次被击溃了 他向只可怜的蠕虫拼命地锤打地面 一次次被萧云击溃 他的伤已经越发严重 大口的咳血还想爬起来拼命 可萧云懒得理他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跟我差得远了 萧云暗想这货毕竟是大帝世家的绳子 独打一顿就差不多了 随即握住那柄古朴大剑 不错 又得到一把圣兵 观战众人早就被萧云惊呆了 没人再敢跟他起 卧槽 继萧云之后 又一个繁体大能崛起 是啊 此战之后 独孤求败也成了年轻一辈的至尊强者 可怜的君逍遥只想装逼 却成了独孤求败扬名九霄大陆的踏脚石 秦剑突然好奇地看向秦冰月 殿下 你有把握击败他吗 没有 他已经领悟了奥义 交手的话远距离我可以用弓箭压制他 可距离近 我可能被他压制 走吧 我们该去中途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萧云说 没想到除了中途那个萧云外 竟然还有人能以繁体击败至尊体 这一世可真是牛人辈出 而君逍遥来的时候是风风光光的 走的时候却是被抬走 但没人扭他 因为萧云才是剑会的主角 此时萧云催动精神力 为圣剑种下了精神烙衣 不错 东荒之行已经圆满结束 也该回家了 不过我的四剑圣兵三剑都是剑类的 如果能把叶大刀那把也改成剑类 那施展出来的四项剑阵威力绝对不 奥无双清孝道 独孤兄 先给这把剑起个名字吧 萧云想了想 嗯 那就叫拜君逍遥剑吧 他都忍不住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歌 名字就得这么随心所欲 不服吗 来咬我呀 奥无双简直无言以对 呃 拜君逍遥剑 好在君逍遥已经被抬走了 否则非得活活气死 比起这些萧云更想改造圣兵 奥兄 不知你们的助剑大师 能不能帮我把刀类圣兵改造为风属性的剑类圣兵 文言奥无双忍不住咋舌 嘖嘖 独孤兄竟然有两件圣兵 来 我当圣子这么多年 却一件都没有 嘿嘿 运气运气而已 呃 要是他知道我其实有四件圣兵做何感想 传出去肯定会被圣人打劫吧 奥无双没有多想 独孤兄跟我走吧 之前答应你观看一次助剑 你可以借机请奥峰大师帮你改造圣兵 萧云文言满脸喜色 卧槽 还有这么好的事 第四把圣剑要成了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叶大剑 老头明明举着锤子一动不动 可奥明大师却说剑快住好了 懵逼的奥无双还没开始 却发现萧云已经领悟了速度奥尼 时间就跟放屁一样 屁股一撅大侄子要走了 叔叔 等我回家帮你取来空间 剑道功法就去中途跟你会 好 大侄子过得白 花狼心感叹 真是殊直情深啊 独孤兄 我们也得走了 中途再见 欧特莫开 萧云辞别间隔的人后 就跟着奥无双来见奥峰大师了 没想到奥峰大师看着挺潇洒 只是一开口就画风突变 小双双来了 才几日不见又变帅不少 萧云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我勒个去 这真的是祝奸大师吗 跟之前的奥明大师气质差太远了 奥无双满脸尴尬 咳咳 奥峰大师 我把独孤兄带来了 哦 原来是小剑剑的后人 我跟你的祖父是好哥们 还帮他打造过圣兵 以后就叫你小拜拜吧 神特么小拜拜啊 萧云对这个爱称很不满意 幸好这不是自己的真名 否则仪式英明全毁了 行了 小拜拜 让我看看你要改造的圣兵 萧云当即掏出叶大刀交给他 奥峰大师接过刀惊叹不已 嘖嘖 好刀 这可是成长型的圣兵 将来有机会进化成帝兵呀 萧云却很淡定 不知大师能否改造 当然了 但这么好的圣兵 一旦回炉重造 就不再是成长型圣兵了 还会跌一个等级 萧云却松了口气 能改就行 还请大师帮我铸造一把风属性圣剑 刀再好 比不上剑对我重要 魂炎大师只能肉筒地把叶大刀丢去回炉重造 半个时辰后叶大刀已经分解成箭台 只见奥峰大师猛地举起锤子 却迟迟没有落下来 奥无双抽了抽嘴角 呃 奥峰大师在发什么呆呢 莫非突然想起家里还有内裤没醒 而萧云早就迫不及待 气候 对奥峰大师的风之速度使用顿武 开挂就是爽呀 萧云明白了 奥峰大师并不是举着锤子发呆 而是敲打速度快到像是静止了 奥无双现在知道奥峰大师动了 但这速度太快了 根本没办法领悟呀 此时奥明大师突然出现瞪了他一眼 发什么呆呢 这是风之道的速度奥义 不能用眼睛去看 要用精神力去感受 随即看向萧云 却发现萧云的身体跟个不倒翁似的在轻微的荒谱 奥明大师简直亚麻呆狗蛋 卧槽 真特么禽兽变态呀 这才过去多久就领悟了速度奥义 而奥无双眼睛闭了又睁睁了又闭 一刻钟后 哎 我果然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奥明大师又白了他一眼 闭嘴巴 人家已经领悟了速度奥义 正在参悟嘛 你别打扰他 文言奥无双直接化身土拨鼠尖叫 哪泥 我还没开始领悟奥义 他就参悟了 大师忍不住逼逼 别哪泥了 你已经看了四次铸造圣兵了 这一刻奥无双的心灵受到一万顶暴击 呃 此时萧云突然凭凭消失了 奥无双健壮瞪大了眼睛 卧槽 可这玩大便活人吗 他连忙环顾四周 却发现萧云跟变魔术似的一下出现在这里 一下出现在那里 开启系统后 萧云眼睛一闭一睁就领悟了速度奥义 就连半部大圣都想提前抹杀他 住剑谷内萧云的身体跟闪电似的瞎鸡把乱串 活了个去 老子才当铸造圣兵啊 你就奥义小成了 正在认真住剑的奥峰大师已经傻眼 手中的锤子是真的停住 这小拜拜比小剑剑还要牛叉呀 正在参悟奥义的萧云顿时就感应道 奥峰大师 您别停呀记住 奥无双已经无法用肉眼看到萧云的移动速度 如此恐怖的速度加上他强大的攻击 老子恐怕一剑都挡不住了 他闭眼继续感受着风的旋律 然而一个时辰后 我低七娘呀 风 风的旋律在哪呀 此时奥峰大师终于完成了敲打 以前他们还觉得奥无双这个第一圣子不错 结果跟萧云一比 小双双你咋这么蠢啊 你已经看了四次铸造圣兵了 此刻奥无双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苍天呀 大帝呀救命啊 他是变态 他是变态 我是人没办法跟变态比 奥峰大师一脸赞赏之色 恭喜呀小拜拜 又领悟一种奥义 萧云谦虚一笑 嘿嘿嘿 只是一两种奥义而已 毛毛雨啦 文言奥无双气的浑身都抽筋 麻蛋 感情在你这领悟两种奥义就跟喝水一样紧淡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 好在时间跟放屁似的 萧云拿到叶大剑就得离开万简山庄了 多谢奥兄款待 山庄的这份情我记下了 我们中途再见 独孤兄保重 奥无双对他的背影波得白后松了一口气 他娘的 总算送走这个变态了 再见个屁 谁特没要跟你再见 然而才刚送走一个变态 又来一个唐僧 无双呀 你已经观看四次铸造圣兵了 救救我救救我 萧云丢的一下飙向高空 随风奔跑闪电四离两 他哼着小曲唱着歌潮混沌圣帝飞去 接下来 我该回去助救混沌体了 对了 圣帝交流会也该开始了 上一届是被那啥圣王宗给掀翻了 丢脸丢到火星去了 这一次萧也要让他们好看 就在萧云浪的时候 雷祖看到他恐怖的速度简直目瞪狗呆 我雷个去 小家伙 你这是领悟了速度奥义 嗯嗯雷老祖 我不但领悟了速度奥义 还有震动奥义 雷战被雷的外交里面 我的天 两种奥义 虽然可是可但是 他才多大 十八岁在修炼界还是被婴儿懂什么奥义啊 卧槽 莫非莫非 我混沌圣帝真要崛起 小家伙 你是如何领悟奥义的 萧云黑黑一笑 就看了两回铸造圣兵就领悟了 文言雷战心中感慨万分 不愧是混沌圣帝的准神子 太酷了 既然观看铸造圣兵对你领悟奥义有帮助 我回去后就让圣主请驻见大师 来家里铸造圣兵让你观摩 萧云一乐 雷祖对我太好了 只是 这样一来恐怕要付出一些大代价 那个 老祖啊 只要请领悟守护奥义和削弱奥义的两位大师就行了 剩下三位已经帮不了我 欧特莫黑 只请两位驻见大师的话 付出的代价那就小得多 突然一道身影挡住去 小伙子做错了事情 就想要一走了之吗 要知道 有些人是你这辈子都招惹不得的 萧云瞳孔咒缩 我去 这是圣人 还是个半步大事 老头明明只想在萧云面前装个逼 没想到却被吓到大小便失敬 此时萧云有点懵 半路怎么会杀出一个圣人了 你是谁 我好像没得罪你吧 老头威压一放气场全开 老夫乃是军家圣人军战天 你用阴谋诡计打败我军家神子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吗 萧云知道雷祖在这完全不慌 你当万剑山庄的人眼瞎吗 我赢得光明正大 你军家不会是输不起响以大气小的 老头愤怒的呵斥道 圣人之下皆是蝼蚁 你敢对圣人不敬 就该被天诛地灭 而萧云却喷他一脸薄翠 呸 不敬你大爷 要是你家大帝知道你插手小背的事 估计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老头直接被气炸 少废话 只要你接住老夫一枕 此事便可作报 萧云抽了抽嘴角 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 你让我觉醒进阶你圣人一枕 真敢说 他突然冷笑了 你没听过白家的灭亡吗 而老头却嘲讽一笑 哈哈 圣人也分三六九等 今天没人能救你 他完全没把雷祖放在眼里 说罢召唤出巨大的手掌 朝萧云兜头压下 然而此时 一道恐怖的雷电撕裂虚空 直接击碎了巨尘 而老头也被电的外焦里面 他喷出一口老血后 才发现萧云身后站着一个气场 两米八的雷子 他瞪大了眼睛下的脖子一锁 卧槽 大圣 独孤世家不是只有一个大圣吗 怎么会派出来当护道者 你你 你身上没有建议 你不是独孤上 雷祖神态自若地说 本座有点运气 你是军家的小队 你爷爷军旁人曾是我的手下败子 文言老头气得秀发白了又白 瞎几把乱扯 我爷爷是大圣巅峰强者 放眼当时只败给过一个人 雷祖却直言道 我没有侮辱他 当年在圣路 除我之外他并没有败给你 文言老头被逗笑了 我爷爷当年在圣路只败给过 雷雷 我雷个去 你是雷祖 那么这个年轻人不就是 天哪 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 我不会被灭口吧 君战天恨不得把脑袋缩回裤裆里 完蛋了BBQ了 这小子竟然是混沌圣帝那个传奇妖逆 中途第一天才消云 君逍遥拜给他不冤呀 早知道我就不完了 雷祖云淡风轻地说 正是本座 你爷爷还好 君战天连忙对雷祖恭敬行礼 前辈恕罪 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我爷爷还是老样子 在闭关冲准地 雷祖扑斥一笑 你爷爷比我还老 哪有资格冲准地 说吧掏出混沌中朝老头镇压二下 小子 少哥我这耍花样 就算你爷爷成了准地 也不是我对手 下一秒恐怖的威压 直接将君战天掀翻在地 我弟亲娘呀 我只想装个逼 没想到找错对象 前辈 我好歹是办不大事 要杀药果 你给个痛快吧 雷祖脸色森冷一字一句头 敢截杀我混沌圣地准神子 虽不可赦 但看在你爷爷面子上 压制修为 与准神子同接一战 赢了 饶你一命 输了 文言君战天不由的眼睛一亮 同境界一战 他堂堂半步大圣会输给一个觉醒镜 好 我愿意与贵神子一战 还请雷祖说话算话 雷祖永笑道 放心吧 老夫一诺千金 随即操作混沌中 将君战天的修为压制到觉醒镜巅峰 君战天再次问道 接下来的战斗 如果我失手杀了贵神子 又该如何 雷祖冷声道 放心 生死有命 我绝不干涉 君战天觉得自己赢定了 年轻人 我承认你很强 但圣人之下皆是蝼蚁 即便我压制修为 也不是你能抗衡的 而萧云眼中战意滔天 现在他不用隐藏实力了 终于可以好好打一场了 这尊半步大圣以为萧云好欺负 打算半路截杀他 没想到却被萧云做到怀疑人生 此时石海中传来雷祖阴狠的声音 杀了他 敢截杀准神子 他必须死 你若不想让本座实验 就亲自将其斩杀 原来就算自己输了 雷祖也不准备放过君战天 放心老祖 我一定不会让你实验 君战天释放出威亚朝 萧云一步步走 每走一步大地都在震动 他俯视着萧云不屑道 你就这点实力 也妄想逆天法上 中祖第一妖孽也不过如此 萧云瞳孔皱缩 这恐怖的压迫感 让他的灵魂都在颤抖 君战天暗想 就算不能杀了这小子 也要击碎他的无敌道心 而萧云突然眼神一冷 可 急什么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下一秒 恐怖的气息从身上爆发而出 萧云背后显现出 三百条大道投影 这一刻他不再隐藏实力 只见他随意轰出一拳 狠狠地砸向君战天的脑袋 随着一声啊啊的惊天惨叫 君战天像一颗流星被击落 在地面砸出一道深坑 一位爵士见到天才拥有了 半部混沌体加上极致的速度 实力绝对不止一加一 等于二那么紧的 他一步迈出 下一秒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直接闪到君战天上方 君战天又狠狠挨了一拳 身为半部大圣 却根本躲不开萧云的攻击 速度太快了 他瞪爆了眼珠 也只能看到一丝若隐若现的影 无论君战天往哪里走 萧云都提前出现在他头顶上方 左勾拳右勾拳 飞机 踩你脑袋 君战天的脑袋已经被揍蒙了 而自己却一下都打不中对方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小辈竟然想一脚踩他脑袋上 这要是被踩中了 他圣人的脸面就丢进了 他怒吼一声将萧云震退数据 可自己的身体也在颤抖 太恐怖了 有这般战斗经验 有如此强悍的肉身 难怪可以击败诸多之尊体 萧云看着对面的君战天嘖嘖称赞 肉身不差吗 嗯 谢谢 忽然脸色一变 这特么明明是在嘲讽老子 老子堂堂半步大手 肉身磨砺了上千年 竟然比不过他 耻辱呀 年轻人 就算你肉身再强又如何 神通境界才是根本 下一秒掐动应诀大喝一声 打赢仰手 只见巨大的手掌化为两条神龙 朝着萧云扑杀二人 而萧云当即施展 不混沌拳迎击而上 可笑 比神通你就能赢我吗 三百条大道投影融入这一局 直接将巨龙轰得稀巴烂 莫草 这不可能 军战天眼珠子都快爆炸了 他竟然败了 可拳头还在继续攻击 直接轰飞了他的身体 他整个人边吐血边倒飞 妈妈呀 如此强大的人 怎么会只是个觉醒机 可这还没完 此时萧云释放出震动奥义 一步步朝着军战天走去 每走一步地面都在产 恐怖的气势扑面而来 军战天的身体都开始破坏 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你你你 你竟然领悟了第二种奥义 逍遥只说他领悟了一种奥义 没想到居然是两种 跟他一笔自家神子 简直屁都不是 可惜如此妖孽 却不是他们军家的 那他必须死 下一秒守紧 低喝一声 虚空神指 现在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奥义 只见一道道恐怖的印记 汇聚于一指射向萧云 可萧云丝毫不慌 他早就施展出混沌领域 在他的领域内 虚空明明一切都被冻结 你打来打去就这点能耐吗 真让人失望呀 君战天要封球了 这人简直像一尊年轻的大敌 如果这一世有人能证到大敌 那必定是此人 所以更加留他不暖 萧云只是杀了一尊半步大圣 竟然又引来了极境天解 此时君战天被萧云逼到封球了 八绝合一 天下无敌 他拼命使出最强一击 可在萧云的领域内 他动弹一步都很艰难 憋了半天的大招竟然发不出来 就像史拉一半被卡住了 TMD呀 不讲武德 混沌领域竟然这么恐怖吗 然而萧云已经举起叶大剑 大喝一声 雷神战 这一招是剑道和混沌体的首次结合 萧云非常满意 可君战天却看得心惊肉跳 卧 这小子竟然会雷战的神通 完蛋了巴比Q了我要挂 他浑身都在颤抖拼命地撑起防御 老子可是一尊半步大圣 这一战竟然被一个小背压着打 如今还要死在他手上吗 他不甘心 可下一秒 防御直接被轰得稀巴烂 这尊半步大圣彻底凉凉 死于装逼失败 杀死半步大圣后 萧云感觉自己和宇宙融为了一体 好玄傲的状态 这是要超越觉醒极尽了吗 系统 对当前状态使用顿武 雷祖见状满脸欣慰 果然击杀一位半步大圣 对小家伙的帮助很大 混沌圣帝真的要绝起 萧云在参舞完成后 发现精神力暴涨了 就连肉身也强大了不少 雷祖催促了 小家伙赶紧回家了 下一秒两人化作两道流光 飞速扛着火箭筒 朝混沌圣帝奔去 而此时君逍遥正在家中恢复伤势 他满脸的不甘和愤怒 如果败给了至尊体 他会心腹口腹 可区区一个繁体凭什么击败他 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的 不顾求败 我一定要杀了你 此时君家家主突然出现 只败了一次 就气馁了吗 哎 你终究是缺少魔力 我早就替你制定了一套残酷的培养计划 可惜家里那几个老不死舍不得 突然天空一声巨响 只见一道巨大的星辰损碎 君逍遥父子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花擦 我们君家有圣人陨落了 这道圣印是君占天的 儿子他是你的护道者 你让他做了什么 君逍遥满脸惊恐 我我我 我不知道呀 护道大人好像说要帮我出口气 教训一下独孤求败 但是独孤求败背后的护道者有这么牛逼吗 护道大人可是半步大圣啊 怎么说死就死了 君无量愤怒地咆哮道 看来我们都小看独孤世家了 竟敢杀我君家圣人 我要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与此同时独孤家主的房间 儿子 一 我乃大圣不可能生病 莫非有强者在惦记我们家 卧曹 不会是拜天的臭小子在外面闯祸了吗 等他回来看我不做他 儿子 正在往独孤家赶去的大侄子也打了一个喷嚏 一 谁在惦记我 难道是叔叔舍不得我 嗯 肯定是这样 放心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而且 与此同时刚到混沌圣地的萧云也打了个喷嚏 咦 谁在惦记我 难道是赵无极那个傻缺 也对 他肯定觉得自己进步很大 叔不知哥比他进步更快 嘿嘿 马上回去揍到你叫爸爸 终于回来了 雷祖话音刚落 突然出现一道鼓鼓的杰云将萧云笼罩 他满脸惊喜地转头看去 小家伙 你又要杜劫了 看来是超越觉醒境极境了 萧云笑着点头满脸兴奋 哦吼吼吼 太好了 我正好可以参悟一下雷战的奥义 系统 对雷之奥义使用顿武 真是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他明明只是出去认了个叔叔 回家后却发现家都没了 此时萧云开启系统对雷之奥义使用顿武 赤裂的天雷将他包裹在其中 可他却没有撑起任何防目 雷祖看得触目惊心 别人都畏惧天结想尽办法去抵挡 可萧云却利用天结魔力肉身 接下来可以晋升出翘境 到了出翘境就要面临涅槃境这个大坎 听说倒霉起来就连路过的狗都想踹你一脚 而此时君无量带着儿子来到君家一处祖坟前 狂人老祖 战天疏足陨落了 下一秒 坟墓被炸开 覆面而来的压迫感下的君逍遥双腿都在发抖 里面走出一个像太古凶兽的男人 他就是曾经称霸圣路 唯一败给雷祖的大圣巅峰强者君狂人 谁杀了他 君逍遥颤抖着双唇 支支吾吾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我知道了 君狂人看向正在发抖的君逍遥眉头都能夹死苍蝇 堂堂至尊体 就这点出现 别说正当了 连踏足地路的资格都没有 说霸朝着独孤世家赶去 待我从独孤世家回来 就带他出去魔力 既然拥有至尊体 要么死 要么正当 君无量连忙大喊道 老祖呀 您要不要带上问天经 教训一个独孤世家根本用不上帝兵 四分之一注相后 独孤世家上空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 小小独孤世家 也敢杀我君家圣 听好了 今天灭你们的人叫君狂人 下一秒 懵逼的独孤圣举着大宝剑冲天而起 君狂人你有病吗 我们独孤世家什么时候杀你们君家圣人了 而君狂人已经举起一个巨大的光球 闭嘴 八局合一 天下无敌 求 求斗麻袋 你先听我狡辩 我们独孤世家没有圣人外出 根本不可能杀你君家圣人呀 闭嘴 八局合一 天下无敌 巨大的光球已经朝着独孤圣封杀馆 独孤圣心里疯狂咒骂 我侧草惠母呀 听我一句解释会死呀 他一边抵挡着攻势 一边让所有人先撤 君狂人 别冲动呀 我们独孤世家一直引誓不出 闭嘴 八局合一 天下无敌 一个时辰后 大侄子终于赶回独孤家 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懵逼的大侄子一脸懵 咦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是谁 我干嘛来这里 哦对了 我要回家 我得告诉爹和老祖他们 我找到叔叔 下一秒转身离开眼前的废墟 呵呵 肯定是我这个路痴搞错了 这个破地方怎么可能是我家吗 不对 感觉这里有点熟嘛 下一秒就看见父亲一脸慈祥的冲了过来 密子 才出去一个月 就给家族招来这么大的祸事 大侄子震惊的就像个大侄子 卧槽 这里真的是我家 可不等他想更多 脸盆大的巴掌就狠狠地扇了过来 密子呀 老子打死 让你一出去就招惹来一个大胜巅峰强者 大侄子更懵逼了 爹 你听我讲 爹 我没惹事啊 我还找到了叔叔 独孤圣咆哮着又一而是场过去 闭嘴 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大侄子的脸都被揍成猪头 可他还是一脸懵逼 爹 你不讲道理 闭嘴 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爹 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闭嘴 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大侄子在心里还好 叔叔救救我救救我 那个人是你招惹来的吧 天杰落幕 萧云又打了个喷嚏 咦 还有谁惦记我 嘿嘿 肯定是小雅他们想我了 可惜没从雷杰中领悟奥义 雷祖看到天杰散去立刻催促道 赶紧回家吧 马上就是圣地交流会了 老祖还等着你为圣地争光吗 萧云点头说 老祖放心 我马上就送老祖跟师父一个大惊喜 嘿嘿 终于到了助救混沌体的时候 他明明一见就能轰飞赵无极 可却偏要让赵无极在他面前装逼 因为他还不想让赵无极知道自己是独孤求败 回到地风后 萧云的分身终于和本尊融合 所有的战斗精力和感悟全被本尊吸收 转大了转大 分身出去一趟 竟然凭着剑道跟至尊体比肩了 而且还发现了一把地兵 现在我该助救混沌体了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大吼 萧云 你出来 我要打败你 赵无极这白痴这么快就疲痒了 算了 先揍他一顿再助就混沌体了 萧云大笑着走出天殿 师妹们好久不见 大家都想我了吗 两个老婆 呸 两个师妹红着脸迎我上去 师兄好久不见 你变帅了 我本来就这么帅好吗 随即嫌弃地看向赵无极 你还真是让我失望了 就连区区一个叶飞都能跟你打成平手 道劫中还输给了帅到吊渣的独孤求败 赵无极满脸愤怒 你知道个屁 那两货都很强 我们三配合默契 那叫不相上线 说完后才反应过来 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萧云笑得一脸神秘 当然是因为男人的直觉 赵无极也懒得逼别 他满脸自信大喝道 萧云 你根本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的进步有多大 这一次我一定会打败你 让你做我的小弟 说罢爆发出强大的气息踏空而生 我已经领悟了奥义 怎么样 你敢站吗 萧云当即也冲上天空 有意思 至尊体还真不是盖的 这么快就领悟了奥义 地风上突然爆发出两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无极拳翼 战神拳 棍盾圣地的所有人都明白了 看呀 准神子出关了 赵无极又要挨揍 两个巨大的拳头直接碰撞在一起 将地风上的虚空打得接连粉碎 他们在比拼肉身的强度 赵无极眼中战意滔天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爽 还是跟你打最痛快 萧云瞳孔一锁 这祸已经在凝聚无极到心了 身上还有杜劫的气息 哼 难怪这么嚣张 你也踏入了觉醒镜急镜了 赵无极勾纯一笑 急镜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专属 我一样可以踏入 今天我一定要打败你 当一回大哥 下一秒却被萧云一拳轰飞 这才是无敌到心 你才刚刚走上凝聚无敌到心的路 还差得远了 赵无极却越战越勇 突然大喝一声 六道轮回群 只见一只黄金巨蚀出现在背后 逐渐与他融为一体 你如果撑不住了记得认输呀 我可不想第一个小弟是个死 原本占据上风的萧云 竟然隐隐被这股气势生生逼退 少主不会有事吧 扶林满脸担忧 这六道轮回拳可是荒谷 圣体正道后的绝学 地天却满脸自信 没事的 他知道这徒弟喜欢藏主 恐怕才使出二分之一的实力 萧云双拳紧握释放出混沌领域 这货进步的确很大 李军逍遥强多了 甚至可能超过了里程帝 不过赵无极 你就拿出这点实力恐怕还不够 赵无极怒吼道 你以为就你拥有领域吗 战神领域 轮回奥义 所有力量融合于一拳 再次朝萧云轰杀而来 而萧云却满脸兴奋 很好 赵无极 这样的你的确有资格 见识我的最强力量 明明没人在操作混沌中 可这件沉睡的帝钉却自发惊起 殊不知这是萧云在铸救混沌体 此时赵无极已经牛逼坏了 因为这一刻他的战力达到了巅峰 打出了自认为最帅的一拳 可萧云却不想隐藏实力 他低声一鹤 见了 下一秒周身爆发出恐怖的剑影 圣剑高高举过头顶 同时催动半部混沌体 以及见到奥义荣云一剑 萧云大鹤一手 地直卷 一剑地震裂九州 赵无极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萧云身上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剑影 等等 这一招我在哪见了 然而已经晚了 萧云一剑挥出了250剑 直接将赵无极的拳头 碰得稀巴烂 赵无极终于反应过来 刚咬牙切齿地怒吼一声 你是独孤求败 就被无数的剑气洪流给纷飞了 为观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我滴妈呀 好强 只一剑就打败了赵无极 不过准神子什么时候学会剑倒 萧云最后关头受了一些力量 所以赵无极只是被揍晕了 第一天命令道 来人 把这头咸鱼抬下去疗伤 随即笑眯眯地看向萧云 来来来好徒弟 快跟维师说说你在东荒的经历 萧云当即表示欧特姆K 一个时辰后 就是这样 地天听完嘖嘖称赞 不错不错 领悟奥义好呀 不过这一战 你应该见识到赵无极的进步速度 这就是至尊体的可怕之处 他们领悟奥义更容易 领悟的奥义更强大 而且越往后越强 萧云眼神凝重 嗯 感觉到了 赵无极的轮回奥义很强 恐怕里程帝的时间空间奥义会更强 萧云暗想 我该住就混沌体了 混沌体是最强制尊体 再结合剑道 我的实力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师尊 我要去闭关 刚回来就闭关吗 地天突然磕磕巴巴的问 你要闭关多久 为师这里 这里有点事情要劳烦你 嗯 师尊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地天老脸一红 我我我 我给你找了个师娘 到时候需要你帮我去迎亲 萧云无呼一声给师尊竖起了大母哥 哈哈哈哈 是山水宗的旅前辈吧 师尊牛批宝刀未了 恭喜恭喜 地天眼睛一瞪大喝倒 臭小子少废话 记得半个月内尽快给我出关 萧云表示 欧特么开 我发肆不会耽误您的良辰吉日 说吧转身离开 回到房间后盘细而坐 细头 对混沌精使用顿武 宇宙有智力 难以而目起 正所谓开挂一时爽 一直开挂一时爽 随着萧云参悟混沌精 头顶的混沌气流像雨点般倾泻而下 身体悬浮在半空 超尘脱俗仿佛要飞仙来 与此同时 呼 地风突然出现天地异象 混沌中发生共鸣 弘亮的钟声传遍整个混沌圣体 恐怖的威压横扫而来 沉眠的帝兵突然复苏 雷祖眉头一皱满脸不可置信 谁 没有本座的允许 谁在操控混沌中 男人明明坐着一动不动 可九霄大陆的捕画师们 却纷纷为他从棺材里爬出来 谁 是谁引发了紫气东南三岸里的异性 此时沉眠的帝兵突然复苏 雷祖皱眉 没有本座的允许是谁在操控混沌中 一位大圣禀告道 雷祖 我们都在此地 无人操控他是自发复苏的 雷祖简直握了个大草 探出神念嗓之而去 一 的确没人在操控混沌中 活了一大把年纪 还从没出现过这种怪事 莫非是混沌大帝回来 可就在他疑惑之时 混沌中又响一声 金色的光芒覆盖了整个混沌圣体 终生如大盗之音醍醐灌贯底 这一刻所有被卡在瓶颈的弟子们 七七突破 雷祖感受着自己提升的实力 简直目瞪狗呆 卧 曹 老子卡在大圣巅峰都快卡死 刚刚竟然隐隐摸到了准地境界 大盗共鸣万道复苏 这是混沌中自发接引天道万物 呃 莫非是帝兵也看不得圣地莫额 再提点我们 而此时混沌中又响 只见帝风被无数的金色祥云笼罩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地风 这简直太震撼了 三花巨顶武器朝元地勇金莲 这一刻地风充斥着浓郁至极的灵气 仿佛成了仙境 就连雷祖也惊呆了 难道是萧云那小子 当即洞穿虚空将神念探入天殿 下一秒看到一个被混沌气流包裹的声音 雷祖卧槽一下神念弹出三迷远 这这这 竟然是萧云在助救混沌体 这一刻浑身每个细胞都在振奋 强压下想原地三蹦的冲动 小家伙能不能住就混沌体伤未可视 不能让人打扰到他 当即抬首付下一道光 强将整个地方守护起 雷祖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给本座安静待在原地 不得擅自离开 否则已轮归成绩 此话溢出那些本想偷窥的声音 纷纷将神念缩回了裤裆里 此时雷祖突然出现在地方 帝天正想说出自己的猜测 雷祖 萧云他 可雷祖却打断了 放心 他无碍 一切未成之前弹极上走 此时萧云入道 散发出的混沌之光照亮了整个天殿 体内的潜能被开发到极致 使海中的精神力精干壮大到极限后突然碎了 下一秒放化成一个Q版萧云 一 这是我的原神 萧云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力发生了质 已经化为神念 这不是到超凡镜才能拥有的东西 没想到我竟然提前拥有 而且我的神念很强 恐怕比一般的超凡镜强得多 细统 对混沌精使用顿武 随着时间流逝 萧云的肉身强大到了极点 恐怖的血气像一条紫色巨龙直冲云霄 而外界混沌中又响了一声 仿佛营绕着一条紫色巨龙 这一刻九霄大陆三岸里 续空全都变成了紫色 如此恐怖的天地一现 直接惊醒了太初圣地的一位古画师 这是紫气东来三岸 难道有人迈入了准地境界 荒谷圣地的古画师们也复苏了 我低天呀 莫非有强大的特殊体质出现 天见圣地也有一个老不死遥望着续空 紫气中有见到波动 这是哪位爵士见到天才 与此同时北海秦家东荒叶家军家 圣王宗王八宗公侧宗等等 所有强大的势力都有古画师复苏 他们纷纷望向混沌圣地的方向 而此时萧云周身被混沌器明具的简包补 终于到了最后一刻 没人知道万古最强的至尊体要诞生了 他明明才十八岁 却练成了别人几万年都无法成功的混沌体 至尊体的诞生通常只会出现一种古老的天地一现 可帝风却同时出现龙凤麒麟万佛朝宗日月童灰仙王零九天等九大异象 雷祖和帝天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我弟亲娘呀 他吞噬了九大异象 却是已经铸就了真正的混沌体 雷祖再次偷偷将神念探进天殿 只见混沌简吞噬九大异象后风的一声烈 萧云周身散发出刺目的神灰 直接亮下雷祖的24K钛合金 还没看清具体情景神念就弹转 天殿中萧云猛地睁开双眸 背后出现三千条大岛投影 混沌大帝的虚影与自己缓缓融 如同一尊神底降临 这一颗万古第一只尊体成了 铸就混沌体后萧云浑身散发出强大的威势 每一寸皮肤都在发光 卧槽 老子怎么跟得大灯泡势 这也太耀眼了 萧云当即封印了混沌体 还是低调点好 等需要干架的时候再解封了 突然发现还有188次盾 而且次数还在增加 估计外面还有不少人在卧槽花擦吧 既然如此 气头 对混沌奥义使用顿武 随着时间流逝 萧云已经领悟了混沌奥义 这混沌奥义也太牛叉了 居然能让有序的东西变成无序 以后我可以在混沌领域中创造自己的规则 让人倒立吃屎 让死带替身 让火不能燃烧 天殿外雷祖和地天等的头上都长死 踏马德 臭小子你倒是出关呀 不知道我们都等得很着急吗 萧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陈寅片刻后直言道 萧云在修炼一门非常强大的功夫 什么功法能引来这么多天地一下 赵无极眼睛一念 我知道了 萧云果然在偷偷修炼葵花宝典 没想到我费尽功夫 竟然让你们抢先一步 地天无言以对 呃 就让他误会去吧 反正我找到葵花宝典也不会给你 时间就跟放屁一样 转眼半个月了 呼 终于出关了 只是没走出两步就吓得往后一锁 卧槽 你们俩一大早的像两只恶狼 蹲在我门口半马 雷祖和帝天迫不及待地问 臭小子少废话 你到底成功没 萧云挠了挠挠瓜子表示成功了呀 闻言雷祖激动得一蹦十米高 哈哈哈哈地笑声响彻地风 确认小家伙助救了混沌体 他才安心离体 萧云一脸无语 呃 雷祖没事吧 帝天激动得老魏纵风 万古以来终于出现第二尊混沌体 他老人家是高兴坏了 呜呜 徒弟太争气了 萧云嘴角都抽麻了 不就助救个混沌体吗 你有那么激动吗 你又不是在追剧的人 行了别瞎急把乱扯 快去把你师娘接回来 你要是误了及时 就把你小时候偷看小姑娘洗澡 是说出去 萧云老脸一红 师尊 您别听我老爸乱说 我那纯属研究人体构造 也是修炼呀 说爸丢的一下冲上高空 赵无极 快跟我一起去接师娘 明亲嘛 自然要带个至尊体去冲冲门面 赵无极在萧云背后大吼 别以为你练成了葵花宝典 我就怕 萧云一愣 你说啥 你这么在骂我太监 刚急一拳轰飞赵无敌 随着一声啊啊的惊天惨叫 萧云才神经气爽地 继续朝山水中飞去 老子是铸就了混沌踢动吗 赵无极直接化身尖叫机 卧槽 这才多久 你竟然铸就了第一只尊体 你是不是已经突破到出窍境 萧云一脸戏谑地看向赵无极说 是啊 我现在揍你就跟爸爸打儿子似的轻轻松松 赵无极乱哼道 少装逼 我马上也出窍境 此时虚空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朝两个镇压而起 雷腾 你敢杀我孙子 我便宰了你们混沌圣地神子 铸就混沌体后萧云才刚出山门 卧槽 本口竟然堵着两尊大圣巅峰和一个准地 此时一只巨大的手掌都投压了 吓得萧云灵魂一抖 我勒个去 是大圣 危机时刻混沌中从天而降 稳稳地将二人罩住 恐怖的音波瞬间腐碎了巨大的手掌 萧云和赵无极这才松了口气 这老头这么刚猛的吗 我这才刚出家门就敢截杀我 与此同时雷祖身批雷电踏空而来 大胆军狂人 竟敢在我身门前截杀我们神子 当真以为我们混沌圣地落落了吗 这一刻雷祖彻底怒死 巨大的拳头发疯当轰向军狂人 傻叉 老子今日必要斩了你 军狂人撑起防御怒吼道 雷祖 你以大欺小杀我孙子还有理了不长 话音刚落 恐怖的雷霆之光便轻松击碎了军狂人的防御 他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又变强了 而雷祖此刻心中只有一个性命 谁敢动萧云 老子就宰了他 就算是一尊准地也照杀不入 这两人好强 赵无极疑惑道 你做了什么 居然引来这么恐怖的存在 这可怪不得我呀 萧云一脸无辜 是这样然后那样 最后雷祖就把他孙子灭了 赵无极咒美 这不对呀 他若真想报仇的话 不是应该等我们走远再动手吗 萧云眼神凝重 你说的有道理 他们绝对另有目的 我感觉要发生大事了 此时军狂人又一次被轰飞了 雷祖永笑道 就这点实力也敢打上门来 多亏小家伙助救混沌体 让我实力大胜 现在做他真特么轻松 此时虚空中又出现一道深人 从背后封杀而染 雷祖 你以大欺小 终究是破坏了规矩 下一秒军狂人也轰了过来 只见雷祖左右开弓 咬牙抵挡着两人的围攻 看来只能动用混沌中 萧云瞳孔一缩 卧槽 又是一分大赦 简直无耻 不仅二打一竟然还玩偷袭 然而这还没完 就在雷祖准备召唤混沌中时 虚空中又出现一尊准币 好热闹啊 你们继续打 别管我 木七笑得一脸和善 可雷祖却不敢轻易召唤混沌中 一旦没有混沌中照 他怕萧云会有危险 他不知道这些老东西到底想干嘛 赵无极小声逼里头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冲着之前的天地异象来的 萧云表示很有可能 准帝说是来他家门口逛街的 狗听了都直呼离谱 这些强者是冲着那些异象来 但他们应该不知道我铸就了混沌体 毕竟整个圣帝只有雷祖和师尊之道 所以他们不是来杀我 而是以为混沌圣帝出现了一位大圣巅峰或者准帝 所以来试探虚实 此时雷祖在两尊大圣的围攻下受了伤 可即便如此两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压制雷祖 木七满脸不敢置信 张大雷 没想到几日不见你竟然摸到了准帝门杆 雷祖眼睛一瞪冷哼道 老子劝你赶紧滚 否则我不介意带着混沌中 去你们圣王中逛街 木七呲牙一笑 呵 张大雷你也太嚣张了 我只是出来逛的街关你屁事 你以为你们混沌圣帝还在称霸诸天万剑吗 此时恐怖的气息横扫而来 虚空中又出现一个大圣巅峰强者 木七 我们混沌圣帝就是这么嚣张 再不过 我就去灭了你们圣王中 萧云瞳孔一说 哗擦 这不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不灭老祖 他当时还跟雷祖抢我做徒弟 不灭老祖大喝一声 不死魔宫 恐怖的魔气冲上天穷 巨大的骷髅头张开樱桃小嘴 杀向木七 木七吓得脖子一锁 卧槽 你不讲武德 上来就开大招 我又没动手 他被迫出手抵挡 无灭老祖的攻势 萧云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无灭老祖这么牛皮吗 一个大圣巅峰竟能正面刚准地 赵无极一脸无语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他修炼的不死魔宫是一门地精 可以让人短时间内实力抱着 你们棍盾圣帝曾经无敌了一个时代 至少有五部地精 不知道我能不能修炼 赵无极抽了抽嘴角 呃 是挺牛皮的 可惜这两个老祖都快撑不住 萧云眼神异冷 不 那可不一定 或许我有办法扭转乾坤 他明明只是一个出窍境小辈 却要同时对付七尊准地 此时雷祖快撑不住了 萧云决定帮他一把 他如今铸就了混沌体 完全可以操控混沌中重创大胜巅峰 作为一个高智商的老六 只要自己在关键时刻狠狠因一把军一仙和军狂人 就能给雷祖创造机会斩杀其中一人 他当即掐动混沌你 敢来混沌圣地截杀老子 定要你们付出代价 就在此时 一股强大的意志夺了身体的控制权 萧云满脸惊恐 卧槽 有混沌中罩着 谁敢夺老子的事 他的元神在怒吼 你到底是谁 脑海中突然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哎 时光燃燃我已经等了百万年 终于迎来了望谷以来第二位混沌体 萧云狠狠翻了个白眼 出现一道虚异 我不是人 我是混沌中的气灵 你就叫我混沌中吧 萧云蒙了个逼 之前也没听雷祖说过混沌中有气灵呀 混沌中满脸嫌气道 你说张大雷啊 他就是个凡人精 领悟不了混沌你 在我耳边逼逼叨叨了几千年说要自杀 我才勉强帮了他 萧云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雷祖竟然是靠一哭二闹才操控了混沌中 此时混沌中又一次要进入萧云体内 来吧小伙子 就让我们一起征战诸天万界吧 萧云简直要麻了 停停停 我誓死也不会让你住进我的身体 所以你还是回混沌中吧 混沌中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提醒的 我可是帝兵的气灵呀 有我一路指点 你这个混沌体才会进步更快 萧云眸光一闪 一 体内住着一个老爷爷 这不就跟那个萧炎一样了吗 能能能 老子有系统 不需要老爷爷 抖了抖浑身的鸡皮疙瘩把气灵推得更远 我不要以后跟小姐姐嘶哈也被他看到了 你快给我走开 我不习惯身体里住着别人 混沌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好吧 以后在混沌圣地范围内 你拥有混沌中的第一控制权 有任何问题随叫随到 闻言萧云乐疯了 那这件地兵不就是我了 不过你既然一直跟着混沌打 那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混沌中沉吟道 他去了仙路 唯有前往仙界才能提升寿源 萧云心中震撼不已 没想到传说中的仙路竟然真的存在 而就在混沌中跟萧云唠嗑时 雷祖在不断呼喊 钟蓝 钟蓝 可混沌中根本不理他 军狂人都笑出猪叫了 哈哈哈哈 看来你还是无法自由地操控混沌中 雷祖脸都憋红了额头冷汗滴滴 钟蓝 钟蓝 你TMD的再不来 老子要挂掉了 真是奇了怪了 平时没见混沌中施灵呀 此时萧云问道 目前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干掉那三个家伙 混沌中叹了口气 你还没搞清楚情况 现在来的可不止他们三个 随即往萧云眉心一笔 你先看看现在的形势吧 下一秒萧云眉心出现第三只眼睛 扫尸一圈后 他吓得几鼓一脸 卧槽 竟然有几十个大胜巅峰 光是木齐这种准地还有六个 其中一个准地竟然带着地兵 啊这 太恐怖了 这么多爵士强者联手 是想灭了混沌圣地吗 不 他们是来试探的 他们以为混沌圣地有人突破到了准地 如果发现不是 就会一起吞了混沌圣地 为混沌中 你不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吧 混沌中挑眉 当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杀鸡紧后 打退最强的那尊准地 其他人就不敢造次了 萧云疑惑道 既然如此 让我们混沌圣地那位准地出手不就行了 没想到混沌中却直接否定 不 他受缘将军 只能出手一次了 现在唯一能拯救混沌圣地的只有你 萧云愣住了 你别开玩笑了 就算蚊子能徒手接住原子弹 我一个出窍镜也打不动一个带着地兵的准地 混沌中一脸严肃地说 混沌大帝曾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只要你吸收它 短时间内可以爆发出部分大帝的战力 文言萧云满脸振奋 天哪 大帝的战力 那还等什么赶紧了吧 气灵当即飞向混沌中表示欧特么K 我马上复苏那道印记 你直接催动混沌体吸收就行了 萧云黑黑一笑 七个准地还有几十个大盛巅峰是吧 你们都给老子等着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众多爵士高手齐聚山门 妄图覆灭混沌圣帝 可没人知道萧云竟然复苏了混沌大帝 虚空中藏着六尊准地 就连赵无极的娘家人也来了 赵长歌 你们跟混沌圣帝结盟 是想暗中扶持赵无极掌控混沌圣帝 即便被拆穿了 可荒谷圣帝的准地却满脸霸气 关你们屁事 他寿缘还多的是 谁敢惹他他就拉两个电位 此时泰出圣帝的准地古神一冷哼道 混沌圣帝早晚会沉船 赵长歌 我劝你跟他们保持距离 只见军家准地顶着一件地兵 朝混沌圣帝 一步步释放出恐怖的威压 与此同时虚空中探出一双金色的毛子怒吼了 大胆军神通 你们军家当真要与我混沌圣帝猜战呢 几十尊大圣巅峰纷纷缩了缩脑袋 这是战组 混沌圣帝那位活了八千岁的准地 辈分简直高的可怕 可军神通却顶着问天晋丝毫不惧 战子 张大雷杀了我军家办不大事 只要你们将其斩杀 今日之事便可作罢 在混沌中的帮助下 萧云看到问天晋里雷祖霸凌军战天的画面 而自己被军战天霸凌的画面全被切掉 我策草会母牙 简直是个卑鄙无耻的剪辑高手 混沌中冷哼了一声 这是军家的问天晋 传闻不但可以推算过去未来 而且威力很大 威力如何 等会打起来就知道了 吸收完印记后 萧云当即让混沌中送赵无极回圣地 而自己则开始融合这道大帝印记 希望能赶在出现伤亡前完成 此时正在一打二的雷祖目 军神偷 明明是军战天以大欺小在先 我杀他合作之友 张大雷 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不等雷祖反驳 军狂人和军一先又一次联手攻向他 八绝合一 天下无敌 天外非先 雷祖咬牙强撑着 你们卑鄙无耻 欺人太甚 可他不敢求援 因为混沌圣地不能再出强者 否则底牌就被探清了 如今唯一能做的 就是为萧云争取成长的时间 只要萧云强大起来 圣地便会转为为安 就在此时 战组释放出恐怖的威压 声音如末日战鼓响彻虚空 没人可以在我混沌圣地扇门前 斩杀我们的大仇 军神通笑的满脸得意 呵 财富苏一道意志吗 你果然寿援不多了 有种招来战魂与我一战 战组直言道 我的确是寿援无多指向战役 但我借助混沌中照样可以斩你 军神通被吓得脖子 一缩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我最后的寿援 是为太出圣地的古神医准备 怎么样军神通 你想取代他吗 只见古神医咧嘴笑的 军兄 他是虚张声势的 不然以他战天战地战无敌的性格 早就出来揍你了 军神通邪腻了一眼古神医 我们都是被这家伙窜夺过来的 他一向狡猾 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战组双眸突然射出两道神光 穿透了补神医的身体 哈哈哈哈 既然你觉得我须有欺骗 干嘛不敢以真身来见我 是怕我宰了你们 军神通愤怒的咬破草牙 补神医 你这个老六 竟然利用老子来试探战组 但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 绝不能轻易离开 战组 张大雷的事必须给我们军家一个交代 而不等战组说话 混沌中突然响起 恐怖的气息横扫九霄大陆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要交代了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 这是萧云的声音 但现在的萧云是一尊大帝 八千岁的战组都无法逼退这群强者 可十八岁的萧云往内一站 却吓得所有准帝疯狂逃损 只因此刻的萧云是横扫诸天万界的混沌大帝 他立于帝兵之上 恐怖的威压横扫九重天强出战组术 军神通眼皮狂跳 你你你 你是谁 这一刻所有准帝们大圣们纷纷感觉脖子一凉 我的妈呀 混沌圣帝竟然还藏着比战组牛逼普拉斯的存在 萧云浑身散发着神光 看起来逼是灵人 我是混沌大帝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曹 混沌大帝竟然还活着 快跑快跑 那些藏在虚空中的几十个大圣巅峰开始疯狂逃脱 军神通下的眼珠都突出了 俺不相信 这世间怎会有大帝存在 萧云背后出现各种天地一剑 大胆军神通 难来我混沌圣帝闹事 就要付出代价 这恐怖的威压绝逼是大帝 即便是手持帝兵的军神通也想跪下磕头 混沌大帝竟然复苏了 雷祖和不灭老祖都是圣帝的核心强者 可他们却不知道圣帝还有这样的底牌 就连战组也惊呆了 萧云的出现让局势瞬间扭准 原本占据上风的军狂人和军义仙已经吓尿了 现在只想回家找妈妈 而雷祖却满脸振奋像被打了激起 追着两个大圣巅峰狂风乱炸 哈哈哈哈 想逃吗 老子偏不让 攻侧踪 不不 圣王宗的准地吓得把脖子缩进了裤裆 那逃跑的速度 博尔特看了都直呼牛逼 可不灭老祖哪能让他溜得那么顺畅 当即补了一刀道心魔念 木漆狂喷一口西瓜纸 脚下却一颗不敢停 硬生生挨了一招财仓皇逃走 不灭老祖也懒得追着怂包 而是帮雷祖拦截军一仙和军狂人 军神通心中生出巨大的恐惧 他娘的古神医 我被这个老六坑惨了 眼下狂人和一仙有危险我不得不救 他们可是军家最强的大盛巅峰 若是陨落在此军家损失惨重 随即燃烧了大地惊喜 全力催动着问天静大喝一声 你们快死 下一秒恐怖的帝威袭来 逍遥大帝竟然也被复苏了 一些正在逃窜的大盛巅峰下的灵魂一斗 我勒个去 两尊大帝一起现世 苟听了都直呼离 而军一仙和军狂人 则在逍遥大帝的帮助下 摆脱了雷祖和不灭老祖 谢谢老祖 我们先留为敬 您老人家保重哈 萧云无奈地看着这两货盾走 可惜 完全复苏大帝印记需要时间 那就拿你们这些没跑的开刀吧 说罢抬起巨大的手指 下一秒一道道手指抄口去空 朝着逃跑的准地 和大盛巅峰们攻去 这一刻他兴奋地搓手激动得大 哈哈哈哈 太过瘾了 没事别瞎几把凑热门 会后悔的 成为混沌大帝后 萧云只是一台手 扭扭那些腿脚不利索的 大盛巅峰直接被秒杀 而准地们则被神火烤串 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剪 我策草惠母娘 五神医 你这个鹰逼老王八 五神医 我仍你闲人板板 被人问候了祖宗十八代的五神医 却脖子一缩直接被烧成了渣渣 反正这只是他的一句分身 赵无极的娘家人最是憋屈 混沌大帝你也瞎了吗 赶紧去太处圣帝揍古神医啊 揍我干嘛 我是自己人啊 就在此时四剑地兵破空而来 勉强扑灭了混沌大帝的神 四尊准地撒鸭子夹着尾巴逃了 不过这次让他们丢了半条命 估计这几年是不敢出来逛街了 此时的萧云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但他能感受到自己真特么牛逼 突然看向太处圣帝 古神医才是那条大鱼 这或将来必定是混沌圣帝最大的隐患 随即在石海中大吼了 祖师爷 快攻击太处圣帝 要是能干掉几个太处的巅峰强者才爽 可此刻的混沌大帝只想揍逍遥大帝 萧云快急死了 祖师爷大哥兄弟啊 你跟逍遥大帝是什么气啊 赶紧干掉几个大圣巅峰也行啊 然而祖师爷已经驾驭他的身体 冲向逍遥大帝 混沌拳 天外飞仙 两位大帝的战斗震碎了方圆万里续空 准地们也只敢缩在圣地内观战 而萧云也懒得再理那些溜走的龟孙了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 祖师爷使用的混沌拳是融合了混沌奥义 现在不参务更待何时 希望 对混沌拳使用盾物 就在混沌大帝操控自己的身体 揍逍遥大帝时 他的混沌奥义也在飞速提升着 可惜片刻之后 萧遥大帝就化作光点消失在虚空中 萧云压麻呆住了 啊这 这就完了 萧遥大帝也太水了 小爷正参务的开心时就没了 同样是大帝 这差距大的离谱 他连忙传音给祖师爷 兄弟 既然你已经打爽了 那就快去太出圣地 掀翻他们屋顶灭了他们 然而混沌大帝并没有扭他 而是最后看了一眼混沌圣地的方向 印记便消散了 萧云傻眼了一摸了卧槽啊 混沌兄球斗麻袋啊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你至少干掉一个准地再走啊 混沌中忍不住破口大骂 臭小子 你有空搁着胡说八道 还不如自己去掀了太出圣地 萧云狠狠翻了个白眼 我打个锤子啊 我这点实力怎么打 可下一秒去目瞪拱呆 咦 我勒个去 印记虽然消失了 但大帝的力量没消失 我我我 我是不是已经成帝了 混沌中大吼一声 成帝个屁啊 大帝的力量的确没消失 但只能维持一天时间 你可别浪费 萧云眸光骤然森冷 哼 一天足够了 没有大帝存在的时代 我现在就是无敌的 那些欺负了混沌圣地的龟孙子 你萧大帝来了 他明明只是个 才刚踏入修炼界的年轻修士 却仅停一人一中 要灭了修炼界 无人敢惹的大帝事件 只因此刻的萧云 是一尊足以毁灭下界的大帝 感受到自身恐怖的实力 萧云带着混沌中 粗暴的踏破虚空来到军家 雷祖和不灭老祖 见状也跟了上去 真希望老祖能帮他们出口恶气 萧云一声不吭 直接一拳轰向军家 按理说这足以灭了他们 然而军神通却开启了 军家的守护地震 大大大 大帝 军逍遥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 殊不知要灭他军家的 正是几天前被他小看的萧云 萧云这一拳打在地震上 令得军家地动山摇天崩地利 所有军家人都颤抖着双腿跪下 军神通咬牙维持着地震哀求道 大帝 求 求斗一麻蛋 我们军家保证以后 再也不敢冒犯混沌圣地 复苏逍遥大帝已经让他元气大伤 即便他是准地也支撑不了多久 萧云皱眉打亮着下方的阵法问 什么鬼东西 威力还挺强的 气灵解释道 这是地震 是大帝们前往先路前布置的阵法 以此保护后人 萧云当即抬手低喝一声 那就让我看看 是我的混沌中强 还是你的地震强 下一秒混沌中破空而来 急到地兵的气息横扫九霄大陆 这一刻所有准地们都把脖子缩进了裤裆 因为下一个就是他们 哼 百万年来 这件绝世地兵第一次展现出全部威努 咬牙维持着地震的军神通被封得喷出一口脑血 而军家其他人全都被压得像是千年老王八趴在地上 他们满脸绝望和恐惧 不断大喊着大帝饶命 透过地震 萧云看到军逍遥浑身发抖一样 再想想他在剑会上高傲的点亮 心中爽的泪 俯视着军家蝼蚁目光骤然森冷 饶命 真可笑 说话间 恐怖的地兵再次镇压而降 如若今日混沌圣地被攻破了 你们可会饶过了 萧云又不是圣母表不可能同情敌人 军神通又被轰出一口西瓜纸 脸色已经惨白到极点 萧云惊叹到这地震好结实 都轰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破 气灵骤霉 地震从布置的那一刻起 就不断吸纳天地之力 无时无刻都在变弃 那我们混沌圣地的地震都百万年 岂不是更强 非 混沌圣地的地震被后世大帝们试探过太多次 比军家强不了多少 萧云挑眉 那些大帝为什么没直接灭了混沌圣地 因为大帝们都要前往先路 迟早会碰到混沌大帝 谁敢灭了我们 就是与混沌大帝为敌 说话间萧云继续催动混沌中 军神通崩溃了绝望了怎么都行 大帝且慢 我们军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补偿 想必您也不能长时间滞留 与其灭掉我们不如去灭了太出圣地 萧云没想到这老不死竟然猜到自己不能停留太久 还玩的一手祸水动 契灵也建议先去打太出圣地 毕竟太出的地震恐怕比军家更强 灭掉军家之后再想灭掉太出圣地时间不一定多 萧云当即表示欧特莫开 那就先去攻打太出圣地 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先搞垮军家 灭他两个大圣巅峰应该不过分吧 随即看着军家人 好 如果你们能满足我的要求 本帝今日便饶引军家一死 成为萧大帝后 萧云只是一掌就将圣王宗移为屏蔽 此时他正在搜刮军家 给我一门时间见到公子 军神通直接压麻呆住 阿贼 混沌大帝竟然还需要这种功法 然而此时头顶的混沌中再次响起 萧云低吼一声 怎么 拿不出来吗 军神通这才反应过来 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 先苟住老命才是正式 连忙双手奉上天外飞仙 大帝啊 我们军家并无时间见到功法 但这门神通也蕴含了一些时间之道的奥妙 萧云接过天外飞仙嘖嘖两声 可惜了 这天外飞仙只是一门爽帅的神通 不过至少涉及到时间奥妙 小爷就勉为其难用来参考一下吧 搜刮到天外飞仙后 萧云继续释放出恐怖的地威 区区一门天外飞仙 可不够弥补你们军家犯下的过程 军神通满脸惶恐绝望 大帝有何分子 我们军家必定满足 萧云看向军一仙和军狂人冷笑一声 犯我混沌天威者 虽远必诛 军狂人和军一仙必须死 萧云说出这话心里爽的嘞 可军家这两位大胜巅峰却浑身一馋 完蛋了BBQ了真的要挂 军神通满脸绝望 军狂人跟自己是同辈不可能晋升准地 死就死了吧 可军一仙还年轻很有机会晋升准地 他卑微的祈求道 大帝 求 求斗麻袋 您就宽恕他们吧 我们军家愿意付出 然而不等他说完 急到帝威的气息镇压而下 萧云的声音响彻苍穹 他们必须死 我没兴趣跟你讨价还价 老子现在可是萧大帝 不趁机宰了这两个嚣张的家伙 还等着他们成准地后打上门呢 军神通又被混沌中杂地喷出一口脑血 就在此时军一仙坚毅无畏地站了住 太舒子 我愿意为军家牺牲 这一刻军神通痛心疾首 像急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老人 他好后悟 后悔当初去招惹了混沌圣地 此时军狂人也顶着地位站了起 军家全压在军逍遥那孩子身上 可你们却把他养废了 我本想带他出去历练 恐怕没机会了 军神通 以后军家和那孩子就交给你了 来吧 两人此刻都以战胜心中的恐惧立在地震外 萧云当即挥出两道权硬朝着军狂人和军一仙杂去 地面一颤 军狂人在最后一刻竟然晋升到了准地 可他依然要死了 两人的肉身被震碎正在一点点消散 最后大吼了一声 萧瑶 军家的未来就靠你了 被压成千年老王八的军萧瑶 顶着骨头被撵刺的凤子站了起来 他撕心裂罪哭喊着 狂人老祖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他背后显露出先王体一想 看向天空中的萧云 我将来一定要成就大帝 混沌中疑惑道 你不干掉他吗 就不怕以后地路上多一个对手 而萧云却淡淡一笑 用不着 红辈之间老子无敌 混沌中老脸都抽马了 呃 这小子还真自信呀 地位散去后军家所有人松了口气 军神通命令道 即日起我军家松山 混沌中不解 咱们不是去灭太厨圣地吗 萧云冷声道 先顺路把圣王宗灭了 木七老不死没地兵 我一巴掌就能拍死他 然而抵达圣王宗后 却发现整个宗门的人早就脚底抹油了 他娘的 跑得真快 让木七老贼躲过一劫 萧云很不爽 当即抬手一掌风下 哼 杀不了人 老子就毁了你们的灵脉 他顺便把圣王宗的山门拐成了公厕宗 其实木七的一个分身就缩在不远处 他一脸肉疼地看着这一命 妈妈呀 没有了灵脉 以后怎么培养弟子呀 随即又狠狠问候了古神一一万里 老子真是被这老六坑藏 忽悠我们说混沌圣地没落了 自己却狗在家里 趁着时间还早 萧云继续踏空朝着太出圣地赶去 反正圣王宗没有帝兵 就算再出一位准帝也威胁不到混沌圣地 你敢信吗 九霄大陆最强势力无人敢犯的太出圣地 竟然被萧云一脚踩在鞋底 变成大帝后 萧云决定好好捞一脱 踏破虚空直接来到赵无极娘家 准帝下的脖子一缩只敢派出分身迎接 帅得吊渣的大帝 我们荒谷圣地是您的盟友呀 请您手下留情 萧云懒得听他吹彩红蹄 直接让他交出时间剑道功法 文言准帝蒙了个逼 混沌大帝竟然还缺这玩意 顶到大帝 我们荒谷圣地并没有时间剑道功法 不过我觉得您可以去搜刮天剑圣地 他们的未来之剑就是时间剑道功法 3.1四处相后 萧云果然从天剑圣地搜刮到未来之剑 哦吼吼吼 接下来就等大侄子的空间剑道功法 等我领悟七种剑意 就能拿到剑神山那把帝兵了 萧云激动得恨不得原地三报 等混沌圣地有了两件帝兵 就谁都不怕 可混沌中却忍不住逼 我劝你别浪费时间在剑道上 剑道虽强但难以挣到大帝 会耽误你钻研混沌大道 万一让别人先挣到 你就玩犊子了 萧云摇头一笑 开什么玩笑 小爷有开挂系统还能让别人先成定 算了 系统和帝兵的事先不告诉任何人 抵达太初圣地后 萧云懒得跟他们废话 直接抬起香喷喷的脚丫子踩了下去 下一秒 恐怖的地危倾斜而下 地震开始疯狂颤抖向耳崩塌 萧云的声音响彻虚空 放我混沌天威者 虽远必诛 这一刻所有势力都知道 混沌大帝在攻打太初圣地 或许这一战后 九霄大陆的格局将会改变 太初的弟子们吓得把头缩回了裤裆 完蛋了BBQ了 混沌大帝要灭我们太初圣地 现在搬离九霄大陆还来的吉布 吃瓜雷祖直接爽翻了 哈哈哈哈 无愧是混沌大帝 简直太酷了 不灭老祖却说 古神一老鹰批了 恐怕不好对付 只见古神一咬牙催动 帝兵维持着地震大吼道 你根本不是混沌大帝 你空有大帝的力量 却无大帝的境界 你到底是谁 雷祖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萧云的身影 这恐怖的气息 绝对是一尊大帝 但古神一说得很有道理 如果他不是混沌老祖会是谁 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不会是那个小家伙吧 萧云眼睛一眯 可 古神一果然是只老狐狸 这都能看出来 郭造 他当即又狠狠地捕上一举 你管老子是不是大帝 我只要拥有大帝的力量就行了 地震颤抖的厉害 可在地兵的维持下却毫发无损 萧云皱眉 这件地兵防御力好强 李军家的问天境强多了 混沌终点头表示很正常 因为这件地兵是一位无上天地锻造而成 威力自然远超普通地兵 你直接用我攻击吧 主人的实力不比任何天地差 闻言萧云全力催动混沌中砸向地震 即到地兵的气息镇压而下 古神一被砸得喷出一口老血 大帝未免太恐怖了吧 就算只有力量 竟然也能震伤我 就在此时 他旁边突然又出现一尊准地 神一莫慌 我来祝你一起主持地震 这一刻包括雷祖在内的吃瓜众人都惊呆了 卧槽 太惊悚了 太出圣地竟然还隐藏了第二位准地 难怪他们能一直压制其他圣地 所有人都没想到太出圣地竟然有两尊准地 因为两位准地加上帝兵足以横扫九霄大墓 萧云冷笑一声 两尊大帝吗 呵呵 今天你们两必须死一个 说话间不断将力量灌入混沌中朝着太出地震狂风乱斩 这恐怖的场景就像墨月降 两位准地被轰得狂吐西瓜汁 若不是太出圣地的地震够硬 早就被萧云粉碎了 只见另一尊准地紧紧盯着萧云冷喝倒 神一猜得没错 你只会蛮力不懂奥义 根本不是混沌大帝 你到底是谁 萧云一边攻打地震 一边吭哧吭哧地忽悠着两个狗花式 我当然是混沌大帝 骗鬼呢 大帝们都在线路只能传递力量 根本无法传递太多意识 你怎么可能是他 古神一嘲讽道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恐怕连个大圣都不是 萧云眸光骤然森冷 两只老王八在套花 不愧是活了几千年的古画师 可惜你们在聪明也猜不到小爷身上 毕竟萧爷才出窍境 废话真多 萧云懒得跟他们逼逼 全力催动混沌中朝着地震狂风乱斩 古神一继续嘲讽道 你堂堂执掌大帝力量的绝世强者 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吗 你们混沌圣地都是缩头乌龟 萧云满脸不屑 不就激将法吗 还想忽悠到老子 他俯视着两个古画师冷声道 谁说老子 就算你们知道我是谁有能力 反正你们今日死定 听好了 我是 下方两个古画师纷纷激动地竖起狗耳朵 卧槽 终于肯说了 这人果然很年轻 稍微忽悠一下就上当了 可萧云却冲古神一见兮兮的冷笑道 乖勋子 其实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爷爷谷无敌 古神一被气的眼睛离家出所 臭小子你耍我 等我找到你 一定会让你知道人物准地的下场 只见古神一又挨了萧云一脚 有种你出来 看老子不打到你叫爷爷 旁边的准地已经憋不住了 扑呲 哈哈哈哈笑死了 古神一气的咬碎了后槽牙 声音咯咯作响 很好笑吗 呃 不好意思没憋住 只是没想到还有人敢这么跟你说话 算了 我们用那招吧 而此时混沌圣地的人笑得四咬八茶 没想到古神一这种阴屁老六 竟然也有被人耍的时候 立天也笑了 哈哈哈哈 混沌老祖真是幽默 突然瞳孔一锁 我来个天 这风格如此熟悉 莫不是我那宝贝徒弟吗 他想起混沌中保护了萧云和赵无极 却只送回去一个赵无极 而且萧云铸救了混沌体 所以只能是他 此时雷祖突然传音问道 是萧云吗 应该是他 随即反问道 半部混沌体可以复苏混沌大帝 雷祖摇头 你在想屁吃哦 这种事连战组都没听说过 恐怕是混沌老祖在混沌中里留了什么东西 只能给萧云用一次 哎 说的也对 希望萧云这次能搞垮太初圣地 只见古神一怒吼道 臭小子 你身上的大帝之力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等他消散我就过来 下一秒两人打开那天 只见五火棺材同时被召唤出来 雷祖狐疑地打量着这一幕 他能感受到 棺材里躺着的至少是大盛巅峰强者 还能引以闻到熟悉的气息 这个老鹰匹到底想干吗 他只是一名十八岁普通修士 却要灭了九霄大陆第一势力 不但吓得准地不敢出门 还逼得对方不得不献祭大盛巅峰 此时五口棺材同时落地 这强大的气息绝对是大盛巅峰 别慌 就算五个大盛巅峰一起上也是白点 萧云姿着大牙嘲讽一笑 五神一 你在逗我吗 区区几个大盛巅峰就想拦我 这地震恐怕要崩溃我 五神一咳出一口老血突然冷笑道 狂妄 你以为这是我们太出圣地的强者吗 不是太出圣地的强者 那是哪里的 就在萧云疑惑时 哼 一口棺材被打开 里面躺着一副被封印的躯体 懵逼的萧云更懵逼了 这人浑身伤痕累累 就剩下最后一口气 五神一在搞什么鬼 只见他低喝一声 陷阱 下一秒关中发出一声声淒厉的紫草 地冰爆发惊悚的红光 不断吞噬着这位强者的灵魂和肉身 萧云抖了抖浑身的鸡皮疙瘩 咦咦 简直太阴谱了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老头 不但尸骨无存 连灵魂都被粉碎了 而此时混沌圣地包括地天在内的长老们 纷纷发出愤怒的泡影 是裂风老祖 神一 你这个阴僻老王八 老子要宰了你 雷祖和不灭老祖畏目 那可是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 主神一眸光森冷地探向萧云 哈哈哈哈 看着自家长辈被活活折磨至死不好受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要不是你攻击地震 我也不用陷阱他 是你害死了他 这一刻萧云彻底怒 他虽没见过裂风老祖 但他知道雷祖有多疼自己 他们都是跟雷祖一样的前辈 他发疯咆哮 混沌中疯狂地轰击着泰出地震 老子要打破你这破乌龟壳 杀光你们 鸡犬不留 可吞噬了裂风老祖的力量后 原本狗言残喘的地震竟然又变强了 萧云忍不住嘲讽 看来祖师爷也不咋低 古籍上说大帝一个眼神就能秒杀准地 结果我轰了这么久他们还能撑住 混沌中一脸无语 你可别逼逼 你连大帝万分之一的力量都没接到好 充其量也就是个伪敌而已 萧云简直亚麻呆狗蛋了 卧槽 万分之一都不到 大帝跟准地的差距竟然比银河系都大 这也太恐怖了 不管了 继续攻打太初吧 他不知道大帝之力什么时候结束 只能静云是听天命 半个时辰后 五口棺材里的大圣全被陷阱 两尊准地狂土西瓜汁 他们身受重伤快撑不住 可萧云的大帝之力却丝毫没有削弱 武神一胡一地打量着萧云 他一直以为那是地铁 可显然是自己猜错了 因为半部混沌体不可能承载大帝之力这么久 就算是准地肉身也棒 另一位准地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怎么办 在献祭 只能献祭我们太初圣地的大圣 不 恐怕我们得牺牲所有大圣 才能拖到他的大帝之力消失 这代价太惨痛了 只见古神一露出满脸大一领难 如果真要牺牲 就让我来吧 我召唤祖师爷或许能有一些生机 这一刻他宛如一尊盖世英雄 声音响彻太初圣地 只见另一尊准地心里感动得不要不要低 他一直以为古神一是个阴险老六 对不起古师弟 以前是我错怪了好人 古神一壮死洒脱地说 老哥呀 咱们试兄弟一场 你这是哪里话 以后太初圣地就交给你了 等会我会尽力逼出此人的真实身份 无论如何 你日后定要铲住他 另一尊准地严肃地看向古神一说 神一 只有你才能带领太初圣地走向巅峰 所以让我牺牲吧 文言古神一满脸感动之色 好的老哥 你一路走好 我会守护好太初圣地的 另一尊准地一个机灵差点没占 卧槽 你好歹客套一下呀 居然答应得这么爽快 刚才不会是在言我吧 老头晋升准地千年不出门 只是为成为圣地的秘密武器 可为了对付18岁的萧云 却不得不牺牲自己 此时他问候了古神一一万点 连自己师兄都应 活该别人骂你孙子 随即英勇地飞出地震 这一刻恐怖的气息席卷了九霄大墓 强大的帝威正在复苏 能在寿原大县之前跟大帝一战 他兴奋到极致 来吧 天空中萧云狐疑地打量着这一幕 莫非这老头也能召唤大帝之力 不 他只是在复苏太出天地的意识 并没有他的大帝之力 萧云冷哼一声 区区准地跟我差远 混沌中提醒 你给我谦虚点 你只是伟地 他虽然力量比不上 可领悟的奥义远超于你 而且他这么做是在消耗受缘 你不跟他打他也会可屁 萧云忍不住嘲讽 原来是想牺牲他一人拖延时间 保住整个太出圣地 混沌中狠狠瞪了萧云一眼 臭小子 想直接灭了太出圣地不现实 你能逼死这尊准地 已经很牛逼普拉斯了 萧云点头眸光冰冷地看向老头 能跟天地一战 应该更能魔力我的无敌倒行 随着太出天地的意识复苏 老头的气势已经攀升到大帝重刺 他复苏的意识并不是很多 说话磕磕巴巴的 混沌 不 不是混沌 这一刻九霄大陆众人仿佛看见 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 卧槽 这太刺激了 混沌大帝 逍遥大帝太出天地 竟然在同一天出现 此时萧云和太出天地 几乎同时杀向对方 轰隆隆 两股强横的力量碰撞 就像火星撞地球似 而太出天地却被一拳揍飞了 萧云勾纯冷冷地嘲讽道 嗷呦 这就是太出天地吗 太弱了 可惜没一拳封死他 萧云没给太出天地喘息的机会 当即祭出混沌中兜头砸下 太出天地并没有被击溃 而是强行抵挡住了混沌中的攻击 甚至都没受伤 萧云有些震惊 这都不死 混沌中提醒他 小不点你别轻敌 他掌握了圆满的奥云 即便是准地级别 也能爆发出接近大地的力量 萧云点头不敢再小区太出天地 虽然我奥义不如他 但力量远超过他 作为一个高智商的老六 老子要搞偷袭了 只见他休的一下闪到太出天地身后 可对方却早就察觉 地长狠狠地封在萧云胸 萧云闷哼一声被打退树 好一个太出天地 紧紧复苏一缕意识竟然这么强 这一刻他全力催动大地之力 一拳狠狠砸下 只见太出天地被这一拳打到吐血飞 然而被轰飞后 他却突然大喝一声 太出之轮 巨大的光轮爆发出能量波动 砸向萧云 混沌中满脸焦急惊呼不好 快护住元神 这是太出天地的大神通 会直接攻击你的元神 萧云当即催动混沌中罩住自己 可太出之轮已经碾压过来 只见他浑身发抖捂着脑袋 痛到脸都扭曲了 混沌中 快想想办法 我的元神要爆了 古神医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毒蛇般的冷笑 呵呵 他果然没有大地的境界 老头一脸振奋 太好了 看来圣地的危机保住了 我不用继续燃烧寿元 殊不知一切高兴得太早 再过一刻中他的元神就要爆了 可萧云却不急着逃命而是修炼工作 混沌中感叹着根本在浪费时间 殊不知很快会被打脸 此时萧云痛苦地捂着脑袋 他嘶吼着让混沌中想想 有什么功法神通可以抵挡住太出之轮 然而混沌中却说维京之计 只能逃进混沌圣地 靠圣地的地震守护 可萧云不甘心 他已经决定了 哪怕要他死 他今日也必须杀死一尊准地 否则大地之力消失后 他们圣地必定万劫不复 混沌中提醒 杀他太勉强了 你只有出窍境 元神已经撑不住了 虽然我知道一门功法可以帮到 但没有几百年是练不成的 文言萧云心中大喜 少废话 你根本不知道小爷的天赋有多牛逼 快说 混沌中暗自摇头 还是将功法传给他 这是磐石爵可以稳固元神 对你现在的帮助最大 这小子一定是疯了 与其浪费时间修炼这玩意 还不如赶紧逃跑 接收到功法后 萧云直接进入开挂状态 气头 对磐石爵使用盾武 这的确是一门牛批的功法 变成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元神受伤了 等等 我的盾武怎么一下暴涨到 一千九百多次了 我记得铸就混沌体后 只剩下一百多次了 莫非我今天靠着装逼 尹阁整个九霄大陆的人 都在惊呼 爽呀 不用心疼盾武 三点一四秒后 萧云的元神就稳住了 作为一个活了百万年的老怪物 混沌中直接压麻呆狗大了 我 曹 这是什么变态 你竟然已经领悟了磐石爵 你你你 你不会是随时都能进入盾物状态的 突然他想起百万年前 混沌大帝好像从说自己有个兄弟就是这样 妈妈呀 竟然真的有这种变态 随着萧云参悟磐石爵 元神迅速转化为石头人 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 元神化为石人坚不可摧 很好 磐石爵已经修炼圆满了 混沌中健壮恨不得抽自己两脚巴子 我累个去 这就圆满了 我刚刚竟然还质疑他 我真该死 萧云冷风一声 是时候结束战斗 当即踏出混沌中 瞎动混沌拳朝着太初天帝轰去 只见太初天帝咬牙抵挡着攻击满脸震惊 那你 他竟然能抵挡住元神攻击 下一命 太初天帝被轰出一口老血 狠狠地砸进地里扣都扣不出来 萧云不禁疑惑道 他怎么弱了这么多 太初之轮是元神攻击 要消耗大量大地意识 这种压箱抵掘活用过之后 实力自然会削弱很多 萧云恍然大悟 但他隐隐感觉大地之力快消失了 当即大吼着轰向被砸进土里的太初天帝 给老子吸内 下一命 地面一颤老头的肉身开始崩裂 太初天帝的意识不断解密 主神一满脸肉疼地看着这一命 太初天帝终究是输了 另一尊准帝也要陨落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萧云的元神竟然如此强大 随着萧云又一掌轰下 准帝的身体被彻底粉碎非灰烟灭 这一刻混沌圣帝的老不死全都泪目 萧云竟然涂掉了一尊天帝 混沌圣帝的危机总算解除了 然而此时碎成渣渣的尸体中 突然爆发出一道刺目的神光 只见一道朦胧的身影出现在上空 众人惊呼 这是太初天帝 萧云却满脸无险 不过一缕一世而已 没有肉身之称 你能坚持多久 可太初天帝一开口却震惊了众人 混沌大帝已经坠入了 与仙界为敌 他是修炼界醉狗的老六 明明知道仅剩的大帝之力 无法灭掉太初圣帝 却凭借忽悠人的技术 又坑死对方一尊大声巅峰 萧云打败太初天帝后 对方却传出一个震撼的消息 混沌大帝坠入魔道以仙界为敌 灭掉混沌圣帝 仙界必有赏赐 化落他的意识便彻底消散在天地间 和这一刻整个九霄大陆的强者 全都化身尖叫击 我累个天 原来仙界真的存在 大帝们也没有陨落 而是去了仙路 可古神医却吓得脖子一锁 混沌大帝居然能跟仙界为敌 那他得有多强 谁特么还敢去灭了混沌圣帝 更何况眼下这个家伙都已经这么厉害 混沌中忍不住感叹 几百万年了 终于得到混沌大帝的消息 原来他还在仙路上 萧云心里挖塞了一下 仙路吗 自己以后应该也会去那里 突然暗自摇头 算了 当务之急是早日晋升到圣人 此时混沌中提醒道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时间不多了 虽然灭了一尊准地 但却无法攻破地震 有点可惜啊 可他却再次出现在太初圣地上空 满脸戏谑地打去道 古神医 要不你出来让我揍一挡 一尊准地不够用 说不定你能拖到我的大地之力消失 古神医狠狠翻了的白眼 你特么休想忽悠我 我就不出去 反正你一时半会打不进来 萧云冷哼一声再次推动混沌中砸向地震 既然如此 那你就等着老子攻破这乌龟可宰了你 下一秒 古神医又被轰出一口毛起 好在之前服了不少疗伤丹药 否则他一个人确实撑不住 他当即催动地兵继续维持地震 你进来揍我呀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 话落萧云猛地催动大地之力又一次砸下 然而此时体内的力量骤然下降 混沌中砸下去的力道明显不如之情 古神医一脸狐疑地打量着萧云 他这是要坚持不住了吗 可萧云却突然呲着大牙冷冷一笑 发现了吗 我快不行了 要不你出来揍我 我真不骗你 古神医彻底傻眼的阴谋了卧槽 作为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六 他完全猜不透萧云是真实姐 本来自己刚刚心里是怀疑他不行了 可他说出来 自己又不缺心 萧云见他根本不上了 觉得无趣便踏空离去 只见他浑身的气息不断下降 却虚张声势地朝着四面八方大喊 老子是假装气息在下降 想要引人上钩 你们别上了 否则死了别怪我 古神医无语地盯着萧云 这一刻他又感觉这祸的大帝之力真的消失了 但他不敢出去 此时一个快咯屁的大圣巅峰突然出现 这人可以复苏混沌大帝 不能让他就这么走 万一他不只能复苏一次 古神医陈寅道 李老 他是在忽悠我们上 李老周着没说 可他对我们圣地威胁太大 就让我去试探一番吧 反正我寿缘无多 古神医点头 好 那您一路走好 李老一脸无语 呃 这转变会不会太快了 随即标地一下朝着萧云追去 萧云见状满脸惊恐地朝混沌圣地方向逃跑 卧槽 雷祖 不灭老祖 快救救我 李老满脸得意地杀向萧云 哈哈哈哈 小辈不管你是真的还是装的 都已经来不及了 雷祖和不灭老祖满脸交集 正要赶来救萧云 可他却突然爆发出一部帝威 吹动混沌中砸向老头 白痴 当然是假的 这都能信 我该你死 老头只是出门逛了个街 可宗门却被萧云以为屏蔽 本以为一切已经过去 不料萧云竟当众将宗门改成功侧座 刚才萧云一击变秒杀李老 古神医见状满脸肉同直剁酒 妈妈呀 又嘎了一尊大圣巅峰 而此时萧云身上的大地气息 陡然下降到大圣级别 混沌中随之失控眼见就要砸死萧云 只见他满脸惊恐 救命呀 这次是真的 雷祖战祖不灭老祖快救救我 古神医狠狠翻了个白眼 这是哪里跑出来的老六 演技太浮夸了 谁信谁傻 可萧云的大地气息已经降到出窍境 我这是在序章声势 你们看不到吗 雷祖和不灭老祖 还有四周的强者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阿贼 你都说出来了 谁还敢信 果然萧云落地的一瞬间气息 突然暴涨到大地级别 我去 居然没人上当了 真无趣 其实他的大地之力还能秒一尊准地 能坑死一个算一个呀 古神医无语到心内 他娘的 他就知道这家伙在坑人 紧接着释放出地威扫向四周 我知道你们不少人都在缩着脑袋看热闹 那你们最好永远缩好了 否则太出圣地就是你们的下场 华洛彪的一下飞走 四周抢着心里慌的一批连忙跟上 卧槽 他要去哪里 不会要去灭我们圣地吧 没想到萧云却飙到了圣王宗祖 这里已经被他轰成一片废墟 众人满脸好奇 一 他来这里干嘛 挖他家祖坟吗 挖个脑壳呀 林脉都挖了 还有屁的祖坟 藏在暗处的沐漆满脸悲愤 却死死缩着脖子 只见萧云帅气地落在这片废墟之上 下一秒却默默闭上眼 露出满脸的悲痛之色说 我错了 众多老不死全都目瞪狗呆了 那你 这小子竟然良心发现 沐漆也猛地瞪大了眼珠 啊这 莫非是混沌圣地想跟自己合计 突然他在心里冷笑一声 算他们识相 那他到时候就趋一缝引一下 但毁宗之仇他迟早汇报 就在他算盘敲的啪啪作响时 萧云却突然抬手将远处的巨石吸了过来 下一秒一本正经的道歉说 我错了 我不该破坏自然的 作为一个讲文明的三好青年 我会负责的 只得他大手一挥 在那块巨石上留下六个大子 九霄大陆公厕 随即咧嘴朝着四面冷笑道 以后这里就是公厕宗 大家都有点功德心 不要随地打小便 若是着急想出宫的话 那就来这里警局 只见众多强者脑袋 瞬间多出三条黑线 阿贼 这也太狠了吧 萧云呲牙一笑 被侮辱成这样 木七老不死 你还不出来吗 男人只是替九霄大陆建了一所公策 回到圣地后 却成了万人景仰的英雄 而萧云才没有那么好心 他只是故意激怒圣王宗的人 看看会不会有傻叉忍不住要宰了自己 其实缩在虚空中的木七 早就咬碎了一口假年了 可亲眼看到李老被坑死后 他不敢出去 萧云有些失望 莫非圣王宗的人都是属乌龟的 现没有傻缺上榜 他当即释放出地位 临走前又装了一模 以后谁敢敢主意 混沌圣地头上 本帝就去给他建公策 话落便拍拍屁股走 他感觉大帝之力真的不多 不能再浪了 回到混沌圣地山门前 身上的气息已经跌到大圣级别 弟子们见萧云回来 纷纷兴奋地搓手激动的大路 老祖万岁 老祖威武 众人猜测这最少是一位大圣级别老祖 但也有人猜测他是萧云 而萧云也在思考该如何掩盖身份 若是让人猜到复苏混沌大帝的是自己 那就麻烦了 毕竟如此大的风波 自己作为准神子却无故消失了 突然他眼睛一亮 连忙招来混沌中 让继灵分身假扮自己走出来 只见分身恭恭敬敬地朝自己行李 多谢老祖的保护和指点 萧云日后必当振兴混沌圣 众人顿时投来羡慕的眼神 天哪 难怪只有赵无极回来 原来大帝想亲自指点萧云 打架都带着这也太爽了 这一刻除了雷祖他们 没人在怀疑这位老祖是萧云 只见萧云摆出一副老人家语气说 嗯 你长得这么帅 将来一定很牛批 以后混沌圣地就靠你 吃瓜重人一脸弟弟 老人看手机的本子 什么鬼啊 长得帅就很牛批 那我也可以 老祖呀 您看看我呗 我可是圣地出了名的小白脸 然而老祖根本不鸟他们 他让分身自己为地方 而本尊则是去找雷祖 突然看到路过的天一太上长老 哟呵 遇上老熟人了 天一只是想出来瞻仰一下萧云 毕竟这位老祖可是能召唤混沌大帝 然而不等他上前吹个彩虹 头顶上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巴掌 只听风鸣一声巨响 懵逼的天一老不死 直接被拍进地下扣都扣不出来 他满脸的委屈和不解 嗯 我做错什么了 老祖为麻拍我 下一秒就传出萧云一本正经的鬼扯 这红毛是谁 长得太丑 让圣主以后别招这么准的人紧 闻言天一老不死更委屈了 我丑怎么了 我吃你家大名 雷祖和不灭老祖头顶飞过几只乌鸦 啊这 这是公报私仇吗 这小子有些小心眼呀 然而很快更无语的事情来了 萧云路过冬玉峰时突然感叹道 这山峰怎么这么丑呀 下一秒 又是一巴掌直接拍得下去 洞口中正在闭关的冬玉堂被拍的狂吐西瓜纸 懵逼的冬玉堂像只千年老王八趴在地上 他简直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妈妈呀 我特么在闭关 我得罪谁了呀 扣不出的天一老不死心里突然平衡不舍 这冬玉堂才是真正的人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呀 一天忍不住笑道 瞧着缺德的老六作风 绝对是我那徒弟没错 雷祖飞飞一笑 哈哈 错不了 别人几百万年都无法助就的混沌体 他却分分钟搞定竞还要分身也搞一个 原来就在刚才萧云被带进了混沌圣地境地 这里是圣人以上的强者居住的地方 萧云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咦咦 太圣人了 老祖 你们平时都睡在棺材里吗 雷祖哈哈一笑 小家伙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 它是由长生石打造而成 在里面闭关可以延缓寿源流失 除了我们也就天地世家才有 萧云暗自神商 没想到老祖们只有睡在棺材里才能抖住老命 他突然问道 老祖 咱们圣地现在一共有几位大圣巅峰和大圣 这个吗 雷祖突然顿住 这种事是重要机密 按理说萧云一个小辈是没资格知道的 可这小家伙要资质有功绩的 我们混沌圣帝现在有七位普通大圣四位大圣巅峰 文言萧云有些惊喜 这实力属世不弱呀 为马外界都说我们混沌圣帝没落 而雷祖却深深叹了口气 你有所不知 即便实力不弱但几乎都受援无多了 我的情况你知道的 除了不灭剩下的两人再战一次就会云波 目前只能靠封印自身假死才能勉强支撑 萧云心里咯噔了一下 卧槽 也就是说除了不灭老祖 圣帝的巅峰强者们都快个屁 他知道雷祖受援无多 却没想到其他两位老祖比他还在 准地战组就更不用说了 雷祖突然安慰道 小家伙 你也别太担心 有了你这个混沌体在 我们会死死苟住的 等你成长起来圣帝就度过危机了 萧云亚麻呆住了 嗯 我才出窍境呀 最起码得到大圣才能媲美准地 就算我开挂也还远着呢 老祖 你们的兽援就没办法增加吗 雷祖一脸苦笑 没用的 能增加兽援的宝物我们都吃过了 除非能得到大地惊血 或者突破到准地级别 萧云暗自摇头 这一世根本没有大地 哪里去弄惊血 晋升准地也不现实 毕竟雷祖他们兽援将近 冲击准地的几率太小了 然而就在萧云头疼时 雷祖突然提起 上次你铸就混沌体 让我隐隐摸到了准地门槛 可惜时间太短了 要是你能再铸就一次混沌体 我或许就能突破到准地了 文言萧云狠狠抽了抽费紧 阿杰 自己总不能自爆混沌体 再铸就一次 虽然也不是不行 但损失太大 突然他眼睛一亮 我可以让分身也铸就混沌体 这样不光可以帮助雷祖突破到准地 还能提升分身的实力 想到这里当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雷祖 只见雷祖震惊到眼珠子都瞪出来 那你 让那句分身也铸就混沌体 啥时候成就混沌体这么简单了呀 他兴奋地拍了拍萧云的肩膀 那可太好了呀 我让不灭也提前准备准备 萧云一听表示欧特么开 我先去帮我世尊迎亲 等他大婚后我就让分身铸就混沌体 雷祖看着小家伙离开的背影老脸行为 天呐 我们混沌圣帝到底是得到了一个怎样的妖孽 圣帝崛起有望 突然他转念一想 不对 混沌经哪有那么好修炼 莫非这小子是混沌大帝在外面撕生子的嫡系后来 此时山水宗一座阁楼中 汤云正在巴拉巴拉个不停 总之就是把混沌圣地吹了一万点 吕贤婉笑骂道 行了 你个小丫头 快去看你萧师兄来了没有 好嘞 只见他一脸兴奋丢的一下飞向了山门前 看到萧云后他更积极地往前冲去 萧师兄 这里这里这里 萧云微微一笑 汤师妹好久不见 这不是跟自己一起闯荡真龙巢的小丫头 然而下一秒 哼 护山大阵突然开启 只见汤云云一个机灵撞在一堵墙上直直往下栽去 萧云一脸无语 啥情况呀 还不让我进去吗 这是要毁婚吗 可我听说是屡前辈追求师尊的呀 全宗门的帅哥都想娶师娘 可他却非要嫁给萧云那上千岁的糟老头师尊 帅哥们气炸了直接把接亲的萧云拒之门外 汤师妹 这是什么情况 汤云云整个一大懵逼 她疑惑地看向主持阵法的太上长老 李长老 你干嘛把人挡在门外呀 李长老冷哼道 吕师妹是我的梦中女神 地天那老匹夫想娶她得先过我这关 汤云云狠狠翻了个白眼 切 你老进水楼台仙得月这么多年都追不上师尊 还有脸赖地天前辈 萧云忍不住笑了 没想到他那便宜师尊竟然还有个情敌呢 那李前辈要如何才肯打开山门 萧云你是晚辈 我也不欺负你 当年我败给了你师尊 今日只要你能打败我徒弟 我就放你们进去 萧云抽了抽嘴角 呃 莫非当年师尊来勾搭李前辈时 这老头看师尊不爽 结果被揍了 不过以自己的天赋 红境界就算几个至尊体一起上也打不过我 这老头不会不知道吧 难道他想派老被强者揍我 不知李前辈的徒弟是何修为 只见老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呵呵 小伙子还挺谨慎的 放心我不欺负你 我徒弟林哥也就比你大几岁 修为才刚踏入出窍境 萧云呀麻呆住了 啊这 这是有多瞧不起我的 老子在出窍境早就无敌了呀 也没听山水宗出过什么牛批的天才 突然转念一想 莫非山水宗只是走个过场 嗯 应该是这样 那就请李前辈的那位徒弟出来吧 不用 我已经来了 只见一个绣发花白的老头尴尬地朝萧云行了一个见 可可 萧 萧师弟还请手下留情 弟子们纷纷瞪大了吃瓜的眼睛 林师兄可是全宗门的希望呀 这萧云今天肯定要吃饼 萧云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了 卧槽 这特么也叫大几岁 做我爷爷都挫挫有余了 但这老头的确只有出窍境修为 我都不忍心欺负这样的老师兄 扯出一个礼貌的笑容客套了几句表示点到为止就行 林师兄请 萧师弟你天赋强大那我就不客气了 花落老头被掐动硬局 只见山水中的大阵将二人笼罩形成一个领域 原本摇摇欲坠的老头浑身实力暴涨 而萧云却感受到自己的实力正在被削弱 他瞳孔一缩 卧槽他会领域 难怪一个出窍境也敢挑战我 林师兄果然好手段 竟然能用阵法凝聚领域之力 老头满脸愧疚地轰击而来 萧师弟对不住了 终究是投机取巧 借助了护山大阵的力量 萧云淡淡一笑称赞道 林师兄不必客气 您是我见过阵法最强的同辈子 随即催动混沌领域 将林哥的领域给覆盖 下一秒老头身上的气息急速下降 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珠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鬼 我竟然失去了对领域的掌控 他深深叹了口气对萧云行李 萧师弟 我认输 是瓜众人全都看得目瞪狗呆 发生什么事了 还没打就认输了 萧云真的有这么强吗 林哥心服口服地看向萧云 萧师弟 为何刚才领域中的规则被彻底颠覆 仿佛我理解的阵法知识全是错的 萧云轻笑道 因为我施展了混沌领域 在我的领域中 所有秩序归于混沌 我可以重新定制 文言林哥常常叹了口气 原来如此 半步混沌梯果然烈 师尊当年拜得不冤 萧云看向李长老问道 那我现在能进去了吗 那是自然 老夫从不食言 然而此时山水东宗主突然出现 萧神子 要接走吕师妹我没意见 但还得通过我的考核才行 毕竟当年吕师妹也是我的梦中女神 为了追她 我可被你师尊揍过好多次 萧云一脸无语 我勒个去 师尊怎么这么多情敌啊 好吧 自己那位师娘的魅力还真大呀 顶级剑胜几百年才领悟的奥义 却被十八岁的少年两小时搞定 老头不知道萧云就是个挂逼 竟还想用奥义困住她 没想到却白送了一个大机缘 此时萧云疑惑道 不知宗主想考验什么 莫非你徒弟也想跟我切磋 不不不 打架就算了 放眼整个九霄大陆 萧云一道金光丢得将不远处的山峰笼罩 紧接着巨大的山峰竟然随着金光被收入了画卷中 汤云直接化身惊叫机 不好 那是师尊所在的山峰 宗主你在干嘛呀 宗主呲牙一笑 这幅画是咱山水宗的制品 记载着祖师爷的道语法 相当于一门准地兵 萧云瞳孔一缩 难怪一秒就把师娘这样的天境大门卷进去 那您的考核是什么 不会是想让我攻破这幅山水画吗 萧云满脸写着臣妾做不到呀 宗主摇头笑得一脸得意 老夫的考核很简单 只要你进入画中领悟祖师爷的大道奥义 就可以接走吕师妹 文言汤云云怒骂宗主在故意捣乱 参悟奥义那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吗 再说祖师爷的大道奥义 那最少也得几十年吧 等萧师兄他领悟了 恐怕地天前辈的一头白发都倒黑了 啊啊啊 在山水画里待一个月只相当于外面一个时日 宗主一脸得意 暗想萧云悟性再高也得几个月才能出来 萧神子呀 这可是我送你的大机缘用 你天赋绝佳 相信你很快就能出来 萧云暗自松了口气 不就是领悟奥义吗 老子分分钟搞定 他都忍不住同情宗主 哎 你对面可是站着一位超级挂逼啊 可他表面却在继续中才说 多谢宗主赐我机缘 不知贵派祖师爷领悟的是什么奥义 如果是自己需要的见到奥义 那就美滋滋了 宗主微微一笑 是水之道哦 萧云瞳孔一缩 那你 既然是水之道 我不愧是主角 这运气真是太酷了 想到这里迫不及待一头扎进话卷中 宗主还不知道要白白送机缘 正美滋滋逼比他 我可事先说明 错过你师尊的良辰 即使我不负责忧 萧云知道这老头不怀好你 可惜打错了算盘 放心 绝不怪你 只见赵无极也紧跟其后一个猛子撞了进去 算我一个 汤云云忍不住握拳吐槽道 宗主你这么阴消是凶 就不怕错过及时地天前辈来揍你 宗主狠狠翻了的大白眼 臭丫头怎么胳膊肘往外挡 你到底还是不是山水宗的人 当然不是 我师尊都嫁到混沌圣地了 我自然也是混沌圣地的 汤云云突然黑黑一笑 听说地天前辈已经突破了 想必揍你应该很轻松 宗主气得狂飙眼泪赶紧往回走 哎 是否日下人心不补失门不幸呢 汤云云疑惑道 宗主 你去哪里了 当然撒鸭子回去卷铺盖走人呀 剩下的情敌们一脸迷茫 宗主 您跑路了 我们可咋办 不慌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副宗主处理 闻言副宗主心里咯噔了一下 宗主我最近有事要离开宗门 你还是交给别人处理吧 说吧撒鸭子跑路 我可打不过地天 锅得白的宁内 宗主一秒伸出二康手 副宗主求斗麻袋 你不讲武德 明明是我先溜的 山水宗的弟子们全都看得目瞪狗呆 呃 这两个老怂批绝逼 不是我们宗主和副宗主 老头拿出正宗之宝 只为关他萧云几百年 不料萧云才进去一秒就出来 还因此领悟了水之道奥义 山水画中 赵无极跟着萧云撞进了画面 看着眼前的场景突然有点奔逼 阿真 我是谁 我在哪 而萧云却满脸自省 这不是白送的奥义吗 突然他发现师娘居住的山峰 就在一道水墙后 他试着探出手安在水墙上 突然震惊地发现 随着自己的力道增加 水墙的防御力也会增加 就在此时 只见赵无极大吼一声 直接一拳封了上去 然而下一秒 却像个小叉被狠狠弹醉 萧云一脸无语 呃 你特么是在倒笑吗 你以为你比山水墙的准地更强 竟然想用拳头轰开奥义 赵无极理所当然地说 不是要领悟奥义吗 不试试看怎么领 那你发现了什么 赵无极皱眉 有点奇怪 水明明很柔软 但这堵墙却坚硬无比 萧云暗想 这大老粗的方向有点道 这种水之道的奥义会是什么呢 反正 反弹 不对 应该是无欲则刚 看来这道水墙就是考验 而且光靠自身力量很难将其打破 恐怕必须领悟奥义之后 才能打破他救出师娘 想到这里当即进入开挂状态 对面前的奥义水墙使用盾武 四分之一注香后 萧云猛地睁开眼睛 成了 我去 他家祖师爷修炼的奥义 还真是水之道无欲则刚 不过这件准地兵是真的牛皮 在这里领悟水之道简直快得离不 随着萧云领悟了水之道奥义 只听咔嚓几声水墙直接裂开 师娘看着这一幕简直目瞪狗呆 我了个天 地天到底收了一个怎样的怪物徒弟 他才刚进来吧 有十分钟吗 怎么这就领悟祖师爷的大道奥义了 同样懵逼的还有赵无极 一 萧云刚才明明只是碰了一下水墙 然后水墙怎么就直接碎了 不可能是自己小的那样吧 然而吕贤婉却告诉他 萧云已经领悟了祖师爷的大道奥义 我们可以出去了 那你 赵无极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你还是个人吗 你天赋再高也不可能几分钟领悟一种奥义吧 你肯定是以前就领悟了对不对 而萧云却不屑地嘲讽道 豆腐都有脑吗 你却没有 像小爷这种亿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还用提前领悟吗 赵无极彻底崩溃了 TMD啊 老子好歹也是拥有两具荒谷圣体的绝世添娇呀 跟他一比怎么跟废物点心似的 关键是打又打不过他 寄生无极何生萧云呀 萧云也懒得理智逗逼了 师娘 咱们先回去吧 不然师父等的秀发都掉光了 吕贤婉对萧云克克气气表示欧特么开 最后拍了拍满脸摔向的赵无极 走吧 呆子 与此同时外界的宗主和副宗主正想撒鸭子卷扑盖走 你敢脚底抹油 我就把你逐出室门 去去去 你敢把我逐出室门 我就把你当年偷看某人洗澡的事传出去 宗主老脸一红当即开始愤怒咆哮 王八蛋 你给我谢特阿伯 副宗主提醒道 吵个屁呀 还不快跑 对对对 先溜为敬 然而就在两个宗主达成一致准备一起跑路时 背后突然传出一声惊天巨星 两人齐齐回头看去 下一秒震惊到眼珠子都撑爆 卧槽 这才过去了多久 一分钟有没有 他们三就直接出来了 男人是年轻一代的至尊强者 十大至尊体一起上都打不过他 可叶飞却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行 殊不知自己被赵无极坑藏 山水宗那两个宗主震惊地瞪到了眼珠 卧槽 哪有人一分钟就领悟奥义呢 副宗主对宗主简直失望至极 你这只老逢屁 这么怕地天揍你吗 竟然连考核都不敢射 黄毛宗主狠狠翻了个白眼 你才怕他 你们全宗门都怕他 我真的凝聚了水墙呀 这么好的机会教训地铁 我能白白放心 哪你 这么说 那个肖云 真的只用一分钟就领悟了祖师爷的大道奥义 人没拦到 排巴巴地帮他徒弟领悟奥义 宗主呀 你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黄毛宗主气得直抽抽 要你提醒 你给我谢特阿姆 而肖云还在他面前嘚瑟 宗主你帮我领悟了水之道奥义 我请你去圣地喝杯喜酒呀 呃 不用不用 我日理万机就不去喝喜酒了 肖云资着大牙嘎嘎乐 那我就带师娘回混顿圣地了 人走后黄毛宗主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 妈妈呀 我真是个大冤主 年轻的时候被地天打脸 老了还要被他徒弟打脸 回去的路上肖云满脸兴奋 七大剑道 我已经领悟了地水风的剑道奥义 距离收服剑神山内剑地兵又进了一步 也不知道便宜大侄子什么时候把空间剑道工作带给我 汤云运突然提醒道 师尊的大婚可要办得热闹点 他老人家可是等了上千年 放心 消息已经传遍九霄大陆 特别是天地城 到时候各大天骄都会齐聚混沌圣地 与此同时 剑阁的人已经抵达天地城 不愧是中土第一城 夜城跟他一笔简直就是穷乡屁了 那必须低 这里可是那位一统天下的晴天帝居住的地方 走吧 接下来咱们该去混沌圣地参加地天的大婚了 顺便见识一下号称中土第一天才的肖云 花郎心满脸期待 好耶 正好去凑个热闹 说不定能碰上独孤胸 不远处的九楼秦剑看着几人的背影一脸自豪 果然第一次来中土的人 都会来我们秦家的故都看一看 秦冰月摇头 哪里还有什么秦家故都 现在只有我们北海秦家 当年秦天帝的至尊帝国仅仅传承到二十就崩溃 那公主 这里真的有天地的传承吗 秦冰月点头 的确有 但未必是我们秦家老祖留下的 秦剑愣住 那是后来的天地留下的吗 不不不 是太古时代更古老的天地留下 老祖有记得 那位天地留下的大地印记比混沌大地的更古 秦剑直接化身尖叫击 卧槽 比混沌大地还要强大 那是何等的无上存在 秦冰月勾唇一笑 行了 我们该去参加地天的婚宴了 顺便见见那位混沌圣地的准神子 下一秒两人标的一下踏空离去 而叶飞几人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不禁疑 他们怎么去混沌圣地 他们不是来找天地传承的吗 叶飞摇头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传承的所在位置 不过叶大刀的事你们也听说了吧 他萧云杀我叶家庞系弟子 这次我们定要去找混沌圣地讨个公道 可是 那个萧云是赵无极的大哥呀 恐怕不好对付 叶飞眼中闪过自信的神光 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赵无极谈过 他说萧云现在跟他相差不大 而我上次度过盗劫后实力更上一层楼 足以打败那小子 说霸地出一封战书 叶峰 你先一步去混沌圣地 地天大婚之日 我定要当众打败他这个中土第一天才 叶剑松了口气 叶飞向来沉稳 他敢挑战萧云就是有必胜的吧 好 这次定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们叶家的天骄才是这九霄大陆第一 核弹急得一掌轰向男人 他却没有撑起任何防目 甚至徒手飞上去接技能 其实他也不想这么装逼啊 可系统给的奖励太诱人 靠着装逼得到的顿武 他开始修炼天外飞仙和未来之剑 有点意思呀 天外飞仙竟然可以凝聚过去和未来之剑 再结合现在之剑三剑合一 突然他震惊地发现未来之剑这门功法 和天外飞仙这门神通 居然有很多相似的点 卧槽 逍遥大帝一定是看过未来之剑 才创出的天外飞仙 这特么不就是盗版吗 混沌中 大帝没有这么无聊吗 逍遥大帝是不是去天剑圣地 偷过他们的未来之剑 混沌终身深叹了口气 那必须低 他第一站来的就是我们这里 来 混沌大帝去仙路后 接下来的每一位大帝 都会来咱们圣地拿混沌精借鉴 萧云一脸无语 但他们创出跟自己的道部匹配的神通 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混沌中摇头 非也非也 他们只是想多领悟一条道 只有领悟两条以上的道 才能成就天地 这样呀 那我要是以混沌大道和剑道成地 那岂不是最强天地 算了 还是先修炼吧 系统 对未来之剑使用盾武 随着萧云进入开挂状态 很快就将未来之剑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并且领悟了时间剑意 可惜想领悟时间奥义光靠未来之剑还不够 以后慢慢摸索吧 还有1681次盾武 接下来 系统 对天外飞仙使用盾武 混沌中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哗擦 他果然随时可以进入盾武状态 话说混沌大帝当年说的那种变态真的存在 可那家伙后来怎么会凭空消失了 而他不知道混沌大帝的那位兄弟就是萧云 时间来到第二天 萧云已经能将过去未来现在三把剑融合到一起 不错 天外飞仙也圆满了 可惜我没领悟时间奥义 凝聚出的过去之剑只能回溯到前一秒 要是能回溯到我复苏混沌大帝的那一刻 那我的天外飞仙就牛批了 不过现在威力也足足增强了三倍 达到了大神通级别 才刚走出房间就传来福灵的声音 少主 有人给你下战书了 萧云皱眉 一 我都干费了这么多只尊体 竟然还有人敢来送此 福灵将战书递给萧云 是号称东荒第一天才的叶飞 萧云呲压一笑 果然是个弟弟 不就是那个跟分身一起渡道劫的家伙吗 不过赵无极 你没跟他说我很强吗 赵无极眼睛一瞪狠狠说了句大实话 我当然说了你很强 也就跟我差不多的样子 当然他后半句没说 当时自己在东荒历练又渡过了暴截 实力直接起飞 本以为可以打败萧云了 谁知道独孤求败那个变态是他呀 赵无极在心里默默替叶飞点了住香 叶飞啊 我可没故意坑你 萧云完全没怀疑赵无极 毕竟赵无极是个老实人 老实人怎么会说谎呢 叶飞也是这么想 打开战书咧嘴一笑 呦呵 知道我很强还敢 看来他最近很膨胀 下一步 一道巨大的掌印朝萧云兜头镇压二下 看来是想试探我的虚实 那就如你所愿 只见萧云不但没等 还丢的一下飞了上去 福灵脸色巨变 少主 真能装逼 你以为你是蚊子吗 还想徒手接住原子弹 下一秒 萧云被恐怖的爆炸吞目 可福灵却看得目瞪狗呆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少主竟然单凭肉身就扛住了这一击 就连混沌大地领悟奥义都要几百年 而萧云却说给他几天就行 雷祖觉得他在吹牛皮 殊不知他一小时就搞定 此时叶飞的全力一击打在萧云身上 他却零点一根头发都没定 他失望地叹气 哎 就这 也就相当于0.9个赵无极吧 赵无极气得脸色发自 他娘的 我现在成了你的计量单位了吗 可他更震惊于萧云肉身的强大 因为那一击已经很强了 就算自己两具荒骨圣体去扛 不死也会被打残 而萧云却仅凭肉身抵挡住 殊不知萧云现在的肉身 比一般的圣人都强大得多 只见他双手抱臂开始日常装逼 小爷站着不动 叶飞都伤不了我 堂堂玄黄不灭体也就不过如此 无极是多么寂寞呀 赵无极狠狠翻了个大白眼 够了呀 用得着这么装逼吗 人家叶飞又看不到 不过他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哎 我什么时候才能超过这变态呀 不会喊他一声大哥 这辈子都要做他小弟吧 而距离混沌圣地不远的客栈中 叶飞突然懵逼地睁开眼睛 啥情况 叶剑连忙问道 萧云实力如何 没事探出来 战术里的意志消散了 却没遭到一丝抵抗之力 叶剑也懵逼了 那你 还有这种事 暗里只要萧云抵抗 就能探出他的实力 叶飞皱眉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萧云躲开了 二是直接被轰杀了 三是萧云强出自己十几倍 硬生生挨下了这一整 他断定萧云不会躲这一整 毕竟堂堂准神子是要面子的 但他没有自信到自己可以一掌就秒杀萧云 而第三种情况更不可能 赵无极堂堂至尊体 他怎么会骗自己呢 他说萧云实力跟他相差不大 那最多也就强一点点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萧云 而萧云此时又一次来到境地 老祖 让我看看您的雷之道呗 我想领悟雷之奥义 雷祖从棺材里坐起来疑惑道 可过几天就是你世尊大婚 到时候你得替他迎接客人 根本没空参悟奥义 萧云却一脸淡定让他别担心 参悟雷之道用不了多少时间呢 自己很快就能搞定 雷祖一听笑容凝固 恨不得狠狠揍萧云一对 很快是什么鬼 老子参悟雷之道可是整整花了两千多年呀 就算领悟也花了几百年 可可 雷祖走出棺材让萧云别胡闹 领悟奥义可不是几天就能搞定的 取亲是大事 你先去主持婚宴 萧云一脸无语 老祖您先让我解解查好不好 我发誓最多看一天 就一天吗 雷祖黑黑一笑表示欧特不开 反正小家伙一天也领悟不容 那让他先见识一下吧 说吧抬手召唤一片雷霆将萧云包裹 这是我的雷之道毁灭奥义 已经无限接近准地为佣 萧云当即进入开挂状态 对雷之道毁灭奥义使用盾物 随着盾物次数疯狂消耗 萧云明白了毁灭是一切事物的终点 一个时辰后他猛然睁眼 双目射出赤裂的神光 我明白了 一旁的雷祖愣住 明白啥了 就算老祖在大地境界也不可能这么快 这小子绝逼在吹牛 可下一秒 萧云却突然施展出一剂雷神斩 只见这一剑爆发出的力量 竟然蕴含了毁灭奥义 雷祖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这才过去多久 你小子竟然轻松领悟了毁灭奥义 一个时辰有没有 而萧云觉得还不够 转头看向目瞪狗呆的雷祖问他 老祖 咱们圣地有前辈是走火之道的吗 我还想领悟一种火之道奥义 男人只是挑选了几本地经 却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战组 原来八千岁的老祖们也只敢修炼一本地经 而萧云却同时挑了四本 刚才萧云领悟雷祖的奥义后 表示不够 他还想领悟火之道奥义 雷祖一听差点无语死 你特么已经领悟地风水雷混沌五种奥义 还想领悟火之奥义 你到底想干嘛呀 总不能现在告诉他 我是为了剑神山那件地兵吧 萧云一本正经的胡说九道 呃 我想练万妖战场顺来的宇宙舰点 那个得领悟地风水火雷五种 见到奥义才行 雷祖一脸担忧 臭小子贪多嚼不烂 可别耽误你正道的时间 萧云非非一笑 表示自己不会深入领悟 见到只是先领悟着 等正道后再慢慢参悟 雷祖瞬间明了 臭小子你好大的言行 你是想同时走两种道 成就天地啊 但转念一想 以萧云的悟性或许很有机会 不过咱们圣地没人走火之道 萧云有点失望 啊这样啊 我可以修炼其他地精吗 多练几门地精 说不定能成为自己强大的底牌 若换作别人 雷祖自然是直接拒绝的 可想到萧云那恐怖的悟性 多修炼一本地精 说不定真的对他有帮助 想到这里表示欧特姆K 不过地精在站阻呢 我带你去 站阻 萧云心里有点小激动 早就想见见这位古画师 没想到棺材里 躺着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萧云两只眼睛瞪大三只 卧槽 这就是站阻 你敢信混沌圣地最老的古画师 竟然最年轻 别大惊小怪的 站阻他老人家拥有长生体 就算现在挂了 也是这副年轻奴了 呸 我在说啥呢 萧云也忍不住吐槽 咦 站阻这么强 不应该是至尊体吗 我在真龙巢杀过一个长生体 简直就是垃圾 雷祖无语名掖 垃圾是什么鬼 这可是仅次于至尊体的二阶神体 而且你当着站阻的面这样吐槽他 也不怕他诈实 下一秒棺材内传出一道声音 可可 体质并不能决定以后的成就 你加入混沌圣地时 不也只是一介繁体吗 雷祖连忙露出一副做错事的表情 道歉老祖 吵到您睡觉了 说吧狠狠瞪了萧云一眼 都怪你这臭小子瞎逼逼 把老祖都气醒了 你知道他老人家的寿元多宝贵吗 别担心 这一缕意识是上次复苏后特地留下的 没有浪费寿元 说吧看向萧云 祖师爷还能再复苏一次吗 萧云连忙摇头表示不能 上次复苏祖师爷是靠混沌中内留下的一道印记 只能使用一次 文言战祖深深叹了口气 一切如他推测的一样 他果然百万年前就知道 混沌圣地未来会出现第二尊混沌 萧云亚麻呆住了 老祖此话何意 战祖陈寅道 你们应当知道加入咱们圣地之前 一律不允许修炼 萧云点头 自己作为穿越者 就是为了完成系统的第一个任务 才憋了16年不修炼 当时他还吐槽着斗逼收徒规矩 导致圣地错过了多少天才 然而战祖却说 这规矩就是混沌大帝去往仙路前留下的 目的就是为了等到第二具混沌体 因为修炼混沌经之前不能修炼其他功夫 既然已经等到你这具混沌体 能否帮我问问混沌中 修改一下收徒规矩行不行 毕竟没有多少人会为了加入混沌圣地 憋着16年不修炼 萧云当即点头 我马上去问 不过我可以挑选地精吗 当然可以 小雷你带他去吧 紧接着萧云就在雷祖的陪同下挑选地精 圣地共有六部地精 萧云全都挑了出来 天魔舞这个是给女修的pass 太古神像爵士给神兽修炼的不合适 天地精三 这个有点意思 不过里面是空白的 雷祖哈哈大笑 这部地精怪得很 没人能看到他的内容 而且要集齐三本 算了算了 那就暂时只修炼不死魔功雷 停灭世路五行圣经这三本 文言雷祖狠狂翻了个大白眼 我雷个去 加上混沌精你小子要同时修炼四门地精吗 就算你悟性再高 也不能这么飘呀 而此时不灭老祖突然出现说 另外两本你可以修炼 但不死魔功你不能随便修炼 老头不吃不喝五百年才凝聚出魔源 而萧云几秒钟就搞定了 可老头却不同意他修炼 老祖 难道修炼不死魔功有危险吗 老祖沉吟道 当然有 你自己先看看 萧云点头当即开始翻看 卧槽 这门功法好像有点邪恶 得找个天赋好的人做卢顶 能收割他的力量 看完后萧云忍不住好奇 那老祖 魔种一旦被收割 那人会死吗 老祖点头 当然会死 就算不死也废了 一旦失去魔种 就会失去所有力量和天赋 收割魔种时 两人必须是同境界 一旦失败你的力量反而会被对方吸收 你自己也会生死到笑了 萧云呲牙笑道 老子同境界无敌怕什么 马上就是圣地交流会 到时候一定能找到适合的魔种 诬蔑老祖补充道 但最危险的不是收割魔种 修炼这功法相当于被魔尊种下了魔种 一旦你借用魔尊的力量超过三次 魔种就会复苏 你的力量就会被魔尊吞噬 既然你铸就了混沌体 没必要冒险修炼这门功法 萧云沉默一秒决定还是修炼 这功法能让人短时间提升一个境界 真遇到危机时 多一种保命底牌总不会错 老祖见状不再阻拦 他突然露出一个坏笑 上次攻测宗内准地逃跑的时候 我偷偷在他身上种下了魔种 等你凝聚了魔猿来找我 我将他的魔猿分你一部分 到时你晋升准地 便可收割他 萧云愣住了 老祖您不亲自收割吗 不灭老祖一脸苦笑 哎 我都晋升不了准地 怎么收割呀 臭小子你赶紧回去修炼吧 萧云黑黑一笑 不用了老祖 我现在就可以凝聚魔猿 化落盘腿做假 戏 对不死魔宫使用笨物 不灭忍不住小声嗶嗶 切 你当地精那么好修炼吗 我当年可是花费五百年才凝聚魔猿 你小子 卧槽 你你你 地精你看懂了吗 就开始凝聚魔猿了 不灭老祖震惊到秀发离家出走 而萧云头顶已经凝聚出一颗诡异的黑红色球体 老祖 我已经凝聚成了 不灭老祖头一次见这种事 这可是一门地精呀 修炼个几百年都算快的 可萧云几秒钟就搞定了 这简直就是开挂呀 他嘴角扯出一个礼貌的威胁 不错 你天赋的确很厉害 我当初也是耗费了五个月才领悟 可老祖 你刚才好像说花费了五百年呀 难道我听错了 不灭笑得一脸淡定 那怎么可能 你一定听错了 呵呵 五百年 难道我那五百年活到狗身上去了吗 萧云还想问 老祖你 闭嘴 赶紧接受魔猿 不灭老祖在心里逼逼 老子就是不承认 你能咋逼 萧云笑咪咪的接过魔猿 好嘞 随着这颗黑红色球体融入体内 一股强横的能量冲天而起 他的魔猿强大了不少 修为也瞬间晋升到了出窍境中期 不灭老祖成声道 接下来你将面对涅槃境 万事小心 这是成圣之前最危险的一个阶段 萧云表示欧特末可以变词别了老祖 师尊曾说过涅槃境修为会是高是低 但肉身不会 不死魔宫雷霆灭世路五行圣经 这三门地精都能增强肉身 而不死魔宫只要收割一次魔主 就能助就不死魔去 他那恐怖的恢复力 强大到只剩下一颗脑袋都能找回来 当即盘膝而坐 戏头 对雷霆灭世路使用盾武 不知过去多久后 萧云猛地睁开双眼 我那个天 我竟然助就了九转雷体 没想到助就混沌体后 竟还能助就别的特殊体质 看来混沌体真的可以包朗朗朗 突然他咧嘴一笑 呵呵 这么说 我可以身兼数个至尊体 如若找那些特殊体质重向魔主 那岂不是可以收割他们的至尊体 这次圣帝交流会真是个好机会 李承帝的时空之体 萧爷可是惦记很久 突然林小雅的声音传来 师兄 不好了 东神王成圣 只见萧云身形一闪出现在殿外 师妹别慌 就算他成圣了 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可是圣帝一旦有人成圣 便要举办成圣大典 而东神王老家伙 竟然将成圣典安排在地天世博大婚那天 闻言萧云冷哼一声 这不是明摆着想让师尊难堪吗 师妹别担心 我们现在就去找东神王算账 说罢彪的一下朝东神王居住的山峰飞去 萧亚一脸担忧 可是师兄 就咱们两个过去 是不是太冒险了 而萧云却一脸自信 小小的一个心境圣人而已 师兄分分钟打到他叫罢了 萧亚狠狠翻了个大白眼 嗯 你这是把圣人当大白菜吗 几千岁的老头好不容易晋升圣人 却被年仅十八岁的小辈一招中伤 可他不甘心 还想跟萧云比谁能超空混沌宗 殊不知简直找死 此时萧云扛着火箭筒朝着神王封镖去 他决定好好教训东神王兄弟 而东玉堂却满脸振奋 感叹大哥终于成圣了 以后他们再也不用躲着地天了 啥 他什么时候躲着地天了 那叫战术必让 红毛一脸不爽 你要不是我亲弟弟 我早就一拳轰飞你了 必是倒说错话 弟弟连忙培下 对对对 圣人之下皆是蝼蚁 地天现在是一只大蚂蚁而已 红毛一听又笑成了菊花脸 不过大哥 咱们故意把成圣典 放在地天大婚那天 他不会来揍我们吧 红毛满脸不屑道 歇 他打得过我吗 我已经是圣人 就算圣主也管不了我 而东玉堂突然想起 自己莫名其妙来揍的事 那位复苏混沌大帝的前辈 似乎很欣赏萧云呀 他不会替萧云出头了 说到这个红毛收起了心中的傲气 还真有可能 你可知那位老祖是谁 东玉堂苦笑 圣帝封锁了消息 没人知道他是谁 也对 这是圣帝最大的底牌 突然他露出嘲讽的笑容 区区萧云他还不放在眼里 就算他将来成圣 自己也是大圣了 就在这时 东神王 给老子滚出来 萧云大吼一声 令整个神王风都在颤抖 红毛愤怒地拍桌而起 他娘的 这小子在找死 弟弟惊讶过后开始幸灾乐 爱妈呀 区区出窍境竟敢跑到圣人这仨野 触犯圣人那可是死罪 红毛冷笑一声 就算他是准神子死罪可免 今天也要让他脱一层皮 高空中萧云冷声道 东神王 我劝你赶紧改个日子 否则定让你付出代价 红毛被逗笑了 臭小子 你尽敢威胁一尊圣人 谁给你的自信 挑柔骂 说吧抬手凝聚出巨大的灵力漩涡轰向萧云 老夫今天就要好好教你做人 恐怖的威压席卷而来 萧亚缩在萧云身后整个人都快窒息了 而萧云却满脸淡定的掐动硬绝 终啊 下一秒混沌中瞬间粉碎了扑面而来的灵力漩涡 哗擦 混沌中 兄弟俩震惊的就像两兄弟 这可是苏醒后的帝兵呀 没成胜之前他是没资格召唤才能 这是你们自找的 只见萧云继续催动混沌中 好红毛兄弟轰击过去 而红毛却咧嘴一笑直接迎击而上 就算你能催动混沌中 取取出翘境 又能发挥出帝兵的多少威能 可他不知道萧云铸救救了混沌体 跟混沌中气核度极高 虽打不过大声 但欺负一些普通圣人 只是毛毛雨了 下一秒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混沌中又一次粉碎了东神王的神徒 混沌的能量鱼波 直接将他轰飞狂吐西瓜汁 大哥 你没事吧 东玉堂满脸不可置信的盯着萧云 这简直太恐怖了 他哥可是圣人呀 死子竟然一招就伤到了 萧云眸光森冷 东神王 我劝你趁早改了成圣典的日期 否则我定会在你成圣典那日昏平这里 让你颜面扫地 堂堂圣人竟被一个小被威胁 红毛脸色比吃了三金翔更难谈 萧云 你简直太猖狂了 别以为只有你能超控混沌中 说罢冷哼一声掐动硬举 老夫可是货真价实的圣人 今天倒要看看 混沌中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老头第一次尝试装逼 却遇上了真正的挂逼 他不知道混沌中早就认萧云做大哥 竟还要跟萧云比空中 老夫倒要看看 混沌中是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说罢抬手掐动硬举 说来 只见源源不断的符文飞向混沌中 顿时混沌中像是被什么吸引 朝着东神王这边挪了一下屁股 萧云一脸淡定 可递天却极了 东神王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擅自动用混沌中 不怕雷祖责罚你吗 呵呵 你已经沦落到要徒弟帮你出头了 红毛继续掐动硬举 反正是萧云先擅自操控混沌中 要责罚也是先责罚他 哈哈哈哈 臭小子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地兵的真正威力 红毛激动到匹插大火 要不是萧云他哪有机会操控地兵呢 今天终于能体验操控地兵的快点 而萧云却无语地抽了抽嘴紧 阿智 混沌中只是朝你放了个屁 你就这么兴奋吗 随即低喝一声 停 只见刚才还在疯狂抖屁股的混沌中 瞬间停住不动 红毛震惊地瞪大了眼珠 卧槽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混沌中无视我的召唤 哦那是因为你太丑 混沌中说只有我这样的帅哥才配得上他 红毛气到眼珠渝家出走的心里疯狂慢了 此时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我去 东神王和准神子怎么打起来 是这样 擦 那东神王不是故意找茬吗 不灭老祖道吸一口凉气 嘶 看样子这小子已经彻底跟混沌中勾打上了 以后我们未必能召唤混沌中了 雷祖简直酸到牙疼 老子当年可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才勉强用上了混沌中 这小子却轻轻松松得到混沌中的认可 突然他一脸担忧 再这么闹下去 这东神王恐怕会被揍成猪头 他不会心生怨恨吧 拂灭老祖黑黑一笑 强者都是站出来的 就让他们打吧 只要萧云不打死他就行 圣地这些年没圣人诞生 就是因为太安逸了 混沌中给我揍他 随着萧云一声令下 混沌中当即朝东神王痛扁过来 死听一声杀猪般的惊天惨叫响起 可怜的红毛又被砸飞吐血 该死的小辈 如果没地兵 老夫纷纷中灭了你 萧云姿着大牙冷笑道 你修为比我高 我就用地兵了怎么了 有种跟我同境界一寨 红毛盾实气道说不出话 同境界谁特么是你对手 你当老子是白痴吗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 萧云又一次催动混沌中狠狠砸向东神王 只见东神王又被打飞在地面砸出一道深坑 而萧云却捂住了脑壳 我勒个去 突然头昏 没想到催动混沌中 竟要耗费这么多灵力 红毛健壮以为自己又行 哈哈哈哈 臭小子撑不住了吧 他已经被萧云揍成重伤 要很久才能恢复 想到这里怒火滔天 马上就想去揍萧云 可地天突然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我徒弟揍不了你了 但我可以 这一刻红毛震惊的就像根毛 花擦 你竟然已经到了成圣边缘 原来你是故意压制修为不突破 那你 地天居然能随时成圣了 这样的绝世天骄一旦成圣 那绝必能够比见大圣 只见地天逼是灵人 蓝脸不屑地嘲讽道 东神王 你这废物点心也能成圣 成圣对我来说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他明明只是个出翘镜小辈 却把圣人级别的老头做趴了 可众多天骄却以为他须有其表 殊不知大家一听就认输的独孤求败 只是他的小号 被狂揍的东神王本以为可以休息 没想到徒弟揍完师尊揍 骁云见状满脸惊喜 什么 师尊竟然马上就可以成圣 可东神王却完全没意识到危机已经降临 地天 你不要太得意 别忘了你还没度过圣人节 想击败我 除非老婆饼里有老婆 地天满脸不屑 圣人也分三六九等 像你这种菜斗圣人 我打你还不是爸爸打儿子 说罢口念咒法 把锅吃的 哥哥喝 喝问混 混沌领域起 东神王被领域笼罩后 惊恐的就像个王八 混混混 混沌领域 当年只要对方混沌领域一开 自己就不堪一击 不出意外的果然出了意外 一只巨大的拳头从天而降 东神王啥技能都没使出来 就被轰到负血而飞 吃瓜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老婆 卧槽 地天还没成圣 竟能全面碾压一位圣人 骁云恨不得甩师尊一脸六六六 哇塞 好强的混沌奥义 原来师尊卡在瓶颈这么多年 一直在领悟奥义 这时不远处 正狗狗碎碎观战的两个老祖一脸欣慰 地天终于要成圣了 看来他一直压制着修为 是想直接迈入圣人巅峰 无灭老祖笑成了菊花脸 我看他是想一突破就晋升大圣进净 哈哈哈哈 圣帝终于要多一个顶梁柱 不止地天 圣主也快突破 雷祖轻笑道 是啊 那小子向来稳得一批 想必未来也不比地天逊死 突然他探出神念 给地天捧场的人来了 看来圣帝要热闹起来 此时混沌圣帝山脚下 剑阁和北海秦家两拨人马破空而来 只见秦家圣人和剑阁少阁主 两人商业互吹了一番 秦剑也上前打招呼 本以为独孤求败会跟剑阁的人一起出现 可建议他们也在打听独孤求败 奇怪的是这么牛皮的绝世天教 一到中途却人间蒸发了 莫非秦兄准备挑战独孤兄 秦剑一脸狂笑 我自问不是独孤兄的对手 哪敢再去自寻耻辱呀 不过此次倒是要挑战一下那位准神子 看他是不是徒有虚拟 剑一可不觉得秦剑有资格挑战萧云 那可是中途第一天叫 秦兄好破裂 那我就近代秦兄大展神威了 秦剑淡然一笑 我知道自己未必是他对手 不过区区一个名字还下不到 而他这么做 主要是想帮秦冰月试探萧云的实力 其实不止北海秦家 很多大势力借着地天大婚前来 是想趁机试探萧云的实力 而东神王又一次在地面砸出一道深坑 扣都扣不出来 好好的一座山峰 彻底被地天封平 宝贝徒弟 咱们走吧 萧云回头看了一眼 被揍成千年老王八的东神王 师尊 这回应该不敢再捣乱了吧 放心 再敢作妖 我见一次揍他一次 圣帝才刚度过危机 就有大圣前来试探虚实 而萧云却很开心 因为他又能铸就一次混沌体 只见他一脸狗腿的对师尊 吹了一番惨红品 以明的天赋一旦成圣 那绝逼是大圣 徒儿也是个有大圣靠山的男人 帝天有些无语 以刻们有雷祖不灭老祖照着 还有混沌主 谁敢欺负你 萧云突然问道 师尊 咱们狠狠揍了东神王一顿 会不会把他逼到狗地跳墙了 帝天瞄懂 你是说他要背叛圣帝 应该不至于吧 萧云点头 东神王已经成圣 他有资格去禁地 就可以探出更多的秘密 帝天皱眉 但你没证据 雷祖他们不可能因为你的猜测 去杀死一尊圣人 萧云突然反问道 东神王的天赋 应该不如你和柳天珠吧 你们都没有成圣 他凭什么这么快成圣吗 闻言帝天陷入了沉思 你的意思是 他拿了两边圣地的修炼资源 说起来 东玉堂的天赋 也跟天一差远了 结果却比天一先一步 晋升天晋 看来这两兄弟 果然勾结了太初 帝天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件事必须赶紧告诉雷祖他们 师尊 让我去说吧 毕竟我在雷祖那可是香波波 我说的话他一定会重视 这是一道洪亮的钟声响起 帝天疑惑地看向萧云 咦 你小子没偷偷催动混沌中吧 萧云抽了抽嘴角 没有没有 真不是我 混沌中只想了一声 那应该是有圣地或大帝世家的圣人来访 萧云猜测到 莫非这些大势力是来给师尊道贺的 帝天忍不住冷笑 我可没那么大面子 他们应该是来探查咱们圣地的虚实 闻言萧云黑黑一笑 那就让他们去探查吧 我正打算弄出点大动静 震慑一下那般圣人 帝天一脸期待 那可是圣人呀 你小子想怎么震慑 萧云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道 师尊 我可以再铸就一次混沌体 这一刻帝天都不知道该欣慰还是该骂娘 特么老子练了一千多年都没成 你小子铸就混沌体怎么跟放皮一样简单 就在帝天郁闷时 萧云已经跃上天空 他要去禁地让分身住就混沌体 毕竟这对雷祖他们晋升准地帮助很大 哎 有这么逆天的徒弟 怎么觉得自己这个绝世天骄就是个废物 与此同时东玉风 东神王只能躲地底这里闭关养伤了 成圣大典也改期了 没办法他的神王风已经被轰停了 东玉堂无所谓的笑道 没事没事 我替你护法 没人敢来打扰你 那要是帝天来了呢 东玉堂一脸尴尬 大哥 你这不是让我被打脸 帝天真来了 那我 我肯定把你卖了 东神王冷哼一声 废物 不过我收拾不了他 自然有人收拾他 我们是时候去太初圣地了 大哥 咱们真的要彻底背叛混沌圣地吗 其实东玉堂只想从太初那里捞油水提升实力 东神王眸光骤然森冷 怎么 你到现在还没下定决心 要是弟弟不跟他同心 他不介意大义灭亲 感受到大哥的杀意后 东玉堂连忙解释 不不不 我是怕到了太初得不到重用 毕竟谁会相信一个叛徒呢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只要我的实力提升到大胜 一样可以在太初站稳脚跟 看来目前只能先借用混沌圣地高层的身份 跟太初圣地做交易赶紧提升实力 想到这里 要是我能探出上次复苏混沌大帝的人是谁 那对太初绝对是大功一剑 多玉堂一咬牙也下定了决心 都听大哥的 然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萧云早就识破了一切 男人接住一片枯叶 只是须止一谈 就击败了说他吹牛的绝世天骄 可没人知道不光他本尊在外装逼 分身也在禁地里装逼住就混沌体 不久前分身暗中潜入了禁地 黑黑老祖 我暂时还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句分身的秘密 维祖嘖嘖称赞 你这句分身竟是一句真的身体 真是诡异的狠 萧云不做隐瞒 他得到一句半部混沌体 然后以自我为祭灵才会这样 但他今天来是有证实 随即将东神王兄弟勾结太初的事告诉维祖 五分钟后就是这样 维祖一脸严肃 你有证据吗 萧云愣住 我用人品发誓我没说过 雷祖当然相信他 但没证据就要杀了一尊圣人 会含了圣地的人行 萧云点头 所以我只是来提个醒 让你们提防东神王 不用担心 我会通知不灭 说罢就要打发走小家伙 而萧云却将三门地精递了过来 老祖我已经学完了 雷祖精掉一地下巴 那你 三门都学完了 TMD大地转世也没这样牛批啊 老祖 您这么夸张大麻 就几本地精而已了 雷祖人麻了 你小子说的是人话吗 老祖们一生也才修炼一本地精啊 不能跟这种怪胎比 可可 刚才是我失态了 所以你让分身前来 不会是想再住就一次混沌体了 其实雷祖只是随便问问的 然而萧云却点头说对啊 反正不是什么大事 本来分身有没有混沌体也无所谓 不过既然对老祖有帮助 那就给分身搞一个吧 雷祖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靠 有你这么装逼的吗 你要不是自己人 真恨不得套麻袋往死里走 老祖 笑咪咪地表示欧特么开 这次一定能晋升准地 与此同时 萧云本尊正在外面跟师尊一起迎接客人 一 这人怎么跟独孤兄这么像呢 是啊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萧云在心里暗笑 再见这些老熟人真是亲切 但他却双手暴毙鼻孔朝天 装出一副六斤不认的高傲模样 此时秦冰月都看懵了 这小子是那个小和尚还是独孤求败啊 都像 但又都不像 既然要装逼那就贯彻到底了 萧云决定搞拨大 天才如何 这一刻间隔的人直接否定了刚才的猜测 他娘的 这人太狂了 绝不是独孤兄 秦冰月则是一脸嫌弃地看着萧云 这人简直比君逍遥还欠走 那眼神仿佛在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而萧云却心里笑出了猪脚 哦哦哦 让你这丫头眼睹 这次认不出老子了吧 就连圣主都有些无语 萧云平时不这样呀 今天怎么鼻孔朝天的 地天苦笑道 这小子是故意的 他肯定要搞事了 只见秦剑突然站了出来 既然萧神子邀请 在下秦剑愿意请教一二 他觉得萧云必定是须有其表 毕竟厉害的人就该跟独孤兄一样低调 他看萧云很不爽 然而更不爽地还在后面 可 就你一人吗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起上比较好 否则我还没热身完 你就已经败了 秦剑气得眼神都能杀人了 哥妈的 就没见过这么狂妄的人 吹牛谁不会 萧云假装被逗笑了 行吧 既然你们不一起上 那我就懒得动用半部混沌体 就用随便练练的剑刀跟你切磋 你尽管用 半部而已 你又没住就混沌体 我根本不在乎 既然如此 萧云抬手招来一片枯叶 你也配嘲笑我 接住我这剑再说吧 花狼心他们看得目瞪狗呆 嗯 这一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萧云屈指一弹 枯叶爆发出恐怖的神光 朝着秦剑轰杀而去 记住了 击败你的这招叫天外飞蟹 秦剑咬牙劈出最强一剑 但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压迫 众人看得一脸震惊 卧槽 天外飞蟹 他竟然会军家的逍遥巴掘 秦剑应该不会输吧 毕竟萧云没动用半部混沌体 然而打脸就在下一秒 只见秦剑竟然一秒就败了 男人本想教训一下萧云 然而却在对方手下没撑过一秒 没想到看起来吊儿锅铛的萧云 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你你怎么会天外飞蟹 地天淡淡开口 这是军家给我们的补偿 少阁主在心里暗骂 呸呸 狗屁补偿 明明是那位神秘强者去军家抢的 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卧槽 秦剑拼命的一剑 却被萧云一片枯叶碾瓶压 这就是中途最强的变态母 太弱了 看来你在秦家年轻一辈中 应该排不上名吧 秦剑气得牙疼 他娘的 老子排名第三位 但他却憋着一口老血说 秦某的确排不上号 萧云心里很无语 靠 你个逗逼想笑我 当我不知道你是老三吗 随即嚣张地朝着剑阁的人 勾了勾手指 为你们几个 要不要一起上 不了不了 剑一他们可不想挨走 萧云无奈地感叹道 真是一群垃圾 难道中途之外的天才都这么弱吗 无敌是多么寂寞呀 秦冰月愤怒地瞪着萧云 这会绝不是那小和尚 也不是独孤求败 太嚣张了 想到这里已经忍不住要出手 然而却被秦剑拦住 别出头 这人实力非常恐怖 他当才真的没动用半部混沌土 哪怕只用剑道也隐藏了实力 花狼心忍不住冲萧云大喝倒 你嚣张什么 我们东荒的叶飞就未必比米弱 哈哈哈哈 你不会是说那个跟赵无极打成平手的家伙 连我的追随者都打不过 也配叫天才 花狼心愣住 我们东荒还有一个独孤求败 他是年轻一代的剑道第一人 必定强过你 萧云笑了笑 嗯 这个名号倒是听过 赵无极说他英俊不凡 的确有资格与我一战 我在混沌圣地等他 花狼心他们顿时满意地笑 看吧 知道我们东荒的强大了吧 叶飞不行还有独孤求败呢 而帝天看着疯狂自吹的萧云狠狠翻了个大白眼 啊这 第一次发现徒弟竟然这么不要脸 哎 要是他们知道萧云就是独孤求败不知作何感想 就在这时 萧神子的确非同反省 不过天外有天 等你去了圣路就知道了 萧云冷笑一声 这是嘲讽我坐井观天 多谢前辈提醒你 不过我不准备去圣路 帝天骤美 臭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圣路能帮新进圣人提升修为 你是不准备成圣了吗 而萧云却摇头 师尊 我是说没必要去圣路跟那些垃圾玩 我会直接去称霸地路 秦家圣人都被整无语了 哎 此子太狂妄了 恐怕以后成就有限呀 突然走向圣主 听说贵圣帝的大圣巅峰如今只圣为祖和不灭老祖 其他都受缘无多这是真的 圣主眸光骤然森了 我们圣帝的确没落了 但七八位大圣巅峰还是有 萧云暗暗竖起了大母哥 干得漂亮 圣主这是要吓唬他们 但秦家圣人自然是不幸的 真有那么多大圣巅峰 怎会任由太出圣帝打压呢 这可不像雷祖和不灭老祖的作风 圣主云淡风轻地笑了 懒得跟他们计较罢了 只要我们想 前不久还不是随随便便斩杀了一位准帝和大圣巅峰 萧云决定再加包 圣主你刚才说错了 咱们圣帝现在已经没有七八位大圣巅峰了 圣主恨不得狠狠捶一顿萧云 熊孩子来捣什么乱了 秦家圣人被逗得哈哈打笑 好孩子知道些什么 不妨当众说说 萧云咧嘴一笑 圣主前段时间闭关 不知道圣帝诞生了一位准帝 雷祖传音告诉我 另外还有一位前辈马上也要晋升准帝 只见圣主和地天纷纷目瞪狗呆地看向萧云 臭小子 这牛吹得有点大了呗 我也就稍微吹吹牛 你倒好直接搬出两尊准帝 这话狗听了都不行 秦家圣人笑得眼泪都出来 哈哈 叫你这么说 混沌圣帝不但没没路 反而成了第一圣帝 怎么 前辈这是不相信吗 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钟声传遍整个混沌圣帝 圣主皱眉 难道又有贵客来访吗 不不不 萧云黑黑一笑 想必是我说的那位前辈在冲击准帝 看这架势应该马上就成功了 圣主完全蒙了个逼 难道真的有人在冲击准帝 而剑阁和秦家那些人依然是做的不吃瓜 演 你们尽情表演吧 谁信谁是猪 可达脸总是来得猝不及讽 只见一片浓郁的紫色云雾从净帝传牌 笼罩了整个天地 这是紫气东来三岸 看来萧云的分身果然在铸就混沌体 众人纷纷化身土拨鼠尖叫 卧槽 如此恐怖的天地意想 绝不是成声那么简单 真的有人晋升准帝 他只是坐着一动不动 却引发了紫气东来三岸里的恐怖异象 他在平井千年的雷族也因此即将晋升准帝 这一刻整个九霄大陆的强者们全都惊呆了 没人知道这只是萧云的分身在铸就混沌体 本尊则在外忽悠一群老不死 前不久就有一位前辈晋升准帝 也引来了三岸里紫气 萧云心里在冷笑 小鸭 这下心了吗 圣人们纷纷惊恐地瞪大了眼中 他们不得不信呀 毕竟这么恐怖的天地意想 绝对不可能造假 就连圣主都被忽悠了 连忙传音问萧云 这是真的吗 咱们圣地当真有人晋升准帝 假的 这只是我的分身在铸就混沌体 但也许真能帮雷祖晋升准帝 圣主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啊这 就很离谱 别人百万年都练不成混沌体 你倒好轻轻松松就成了 竟又给分身搞一个 这要是传出去 六大圣地不得气死七个圣地的人 恭喜混沌圣地又添一位准帝强者 圣主心里美滋滋的 看来他们已经完全被萧云忽悠住了 只要他们将消息传出去 应该可以威慑到一部分势力 呵呵 只是一位准帝而已 只见少阁主和秦家圣人无语了一摸了卧槽 特么的 只是一位准帝 你绝逼在凡尔赛 呃 圣主你有些飘了呀 地天满脑子黑血 玩犊子了 圣主也被萧云带坏了 与此同时 混沌圣地禁定 萧云的分身已经到了助救混沌体的最后一位 雷祖和不灭老祖紧紧盯着消遇 真是大开眼界了 凡人竟然可以后天助救治身体 雷祖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毁灭只是新生的开始 并不是彻底结束了 不灭老祖一脸震惊地看向雷祖 所以 你领悟了 能晋升准帝了吗 雷祖一脸惊喜地点头 是的 领悟了 最多不超过一年 待我完善雷神诀便能晋升准帝 不灭老祖狠狠松了口气 呼 咱们圣帝总算出了一位准帝 雷祖呲哑一笑 是啊 一旦晋升准帝 寿元马上就能增加两千年 到时就不用惧怕任何圣帝 接下来只要等萧云成长起来 圣帝就彻底崛起 就在这时分身背后出现三千条大道投影 仿佛从天界走来的神灵 天哪 万古第一至尊体果然名不虚传 萧云小声逼比道 嘖嘖 助救混沌体还是如此毫无抵战 等以后正到大底 必须创出一个比混沌体更牛掰的至尊体 这欠揍的样子 让雷祖和不灭老祖恨不得直接套马带走他 压得够了喂 别再装逼了 此时紫气东来三岸里的恐怖异象 又一次惊醒了沉睡的古化神 又来了 又是这片浩大的紫气 难道混沌圣帝有人晋升准帝 还是说他们又要复苏混沌大帝 不管是哪种情况 准帝们都不敢出来逛街了 而雷战一心只想知道独孤求败的消息 等那小子炼化了剑神山的帝命 他就能趁机抢过去 禁地内分身封印混沌体后 所有的天地异象彻底消失 两个老不死疑惑地问萧云 你这分身的实力能跟本尊媲美你 萧云笑了笑 认认实力差不多吧 对了雷祖 我这次住就混沌体 有没有帮到你 雷祖自信地拍了拍胸脯 有 最多一年 老祖我就要晋升准帝了 太好了 终于不用担心被人打上门了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雷祖都不会再出关 无面 你偷偷把萧云送回去 别让人发现 我传音给圣主 让他跟外界说我晋升准帝 需要时间巩固境地 下一秒圣主的声音传遍混沌圣帝 恭贺雷祖晋升准帝 两位圣人彻底相信了 果然是雷祖 我刚才就猜到了 他可是横扫圣路的爵士强者 能晋升准帝倒是不奇怪 而萧云一眨眼已经回到地方 不愧是大圣巅峰 这速度真恐怖呀 既然圣帝的危机已经解除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涅槃境 别人百万年都练不成零点零一个混沌体 可他一下子搞了俩 然而他却隐瞒一切 导致叶飞以为他实力一般般 甚至开着豪华地车来送祭 随着分身铸就混沌体 萧云的实力已经晋升到出窍境后期 现在我有两尊混沌体 不知道能不能跟赵无极一样融合 哇擦 你回来的时候才刚刚晋升出窍境 怎么这么快就出窍境后期了 赵无极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一万点暴击 老子同时吃两边资源 晋升速度都没你这么快啊 萧云无视了这傻缺的阵剂 我找你问点事 你上次融合荒谷圣体 具体是怎么回事 赵无极古怪地盯着萧云 活来个去 你不会又得到一句荒谷圣体吧 我劝你直接交给我吧 萧云冷笑一声 去去去 那种垃圾体质给我的混沌体体鞋都不配 我融合他干嘛 赵无极恶狠狠地瞪着萧云 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你 只要心里面想着融合 他就会自发地融合 但这是专属于我们荒谷圣体的特质 萧云眼神一冷 直接一层将人风飞 那你还卖个屁的关子 与此同时在得知雷祖进生准地后 东玉堂满脸惊恐 大哥 要不咱们还是别投太出了吧 反正之前交易的那些消息都罪不至死 可东神王眸光骤然森冷 怎么 你想打退堂股 这傻弟弟还不知道 为了承圣他干的那件事必死无疑 东玉堂下的浑身一动 我也不想打退堂股 可如今形势不同了 不成圣永远都只是融影 所以你觉得雷祖进生准地 你就能成圣了吗 东玉堂皱眉 我这资质没了太出的资助 恐怕这辈子都难成圣 所以我们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继续跟太出合作 你才有机会进生圣 闻言东玉堂满脸振奋 他也有成圣的梦想 大哥 我都听你的 红毛暗自松了口气 总算说服这个傻弟弟 否则只能大应灭情 时间来到帝天大婚这天 各大圣地宗门除了太出的拳 都来给帝天赫礼 祝世尊新婚快乐 这万人来赫的场面 可真是太气派了 帝天意味深长地笑 这还不是沾了雷祖 今生准地的光 就在这时两辆豪华地车 踏空而来 微弱的地威令的空气 都得抖三抖 萧云两只眼睛闪下三只 卧槽 这是谁家的 这场面整个也太装逼了吧 帝天轻笑道 是叶天帝和遮天大帝 曾经的作祖 赵无极抽了抽嘴酒 怎么搞了两辆马沙拉底 他比你还爱装 萧云冷笑一声 倒是忘了叶飞给我下了战书 看来他是来砸场子的 赵无极已经在心里默默替叶飞两三主相 我当初可没坑你 你自求多福吧 这时战车中走出一尊准地 萧云 叶大刀是我叶家的绝世天才 你擅自将其斩杀 今日必须给我叶家一个交代 永不得威压袭来 萧云感觉身体都要爆炸 叶卫 你堂堂准地之尊 竟然威慑一个后辈 你还要点脸吗 随着不灭老祖出现 帮萧云挡下了准地威势 卧槽 叶家的准地怎么亲自来 叶卫疑惑 不灭 怎么是你 张大雷不是晋升准地了吗 怎么不出来见我 刚晋升 当然是要闭关稳固修为 不灭老祖软哼道 叶老头 我们向来没什么恩怨 你替太初试探个毛啊 下一秒准地的强大气息 锁定了不灭老祖 你压得还是那么讨厌 想战吗 只见不灭老祖 浑身气势不断攀升 实力瞬间达到准地境界 萧云满脸担忧 老祖又借用了魔尊的力量 再这样下去 他老人家可能会被魔尊 种下魔主 可现在除了他没人能出面了 叶卫冷冷地瞪着不灭老祖 你的准地力量是借来的 又能坚持多久 借来的又如何 能拉你电背就行了 闻言叶卫磨光一身 没想到这会要跟自己拼命 看来张大雷真的晋升准地了他 才会两无牵挂 想到这里 算了 我懒得跟你这莽夫说话 叶飞 接下来交给你了 只见叶飞背负着双手走了出来 萧云何在 今日是我两约战之日 可敢跟我大地擂台一战 外界都传萧云可以力压制尊体 但叶飞偏偏不信 他刻意在地天大婚之日前来挑战 就是想让萧云颜面尽失 而萧云却瞥了他一眼 发出由衷的感叹 只有0.9个赵无极 但还是丢了一下标上天空 他决定耍一下这个在他家门口装逼的家伙 叶飞震惊地瞪大了眼珠 卧槽 你咪咪 你是独孤球吧 萧云现在还不想败露小号 他随意糊弄了两句 你到底还打不打 叶飞不再多想 当然打 但他却没有感受到萧云有一丝战意 随后不灭老祖抬手招来了一个巨大的擂台 既然是同街一战 那就上大地擂台吧 叶家准地冷冷地看向不灭老祖 要是叶飞击败了你们准神子 你们可别恼羞成怒 不灭老祖懒的鸟子 笑话 混沌体会输吗 再说叶飞要真打败了萧云 那老子今天拼了这条命 也要干死你们一老一少 而叶飞满脸自信 管他是不是独孤求败 先打败他再说 萧神子请 萧云没有暴露混沌体 但也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 这一刻仿佛一尊神王将士 瞬间闪到大地擂台上 来吧 让我看看一门两地的叶家有多牛皮 但只是瞬间 巨大的手掌已经朝着萧云兜头压下 这是叶飞的遮天手 这一刻叶飞觉得自己帅饱了 他们都说你可以力压制尊体 我却不信 众人纷纷惊呼 我来个去 一上来就是大招 这叶飞是真的当猛 萧云冷笑一声 雕虫小剂 叶家准地眼神一纹 此子竟敢小看他叶家的大神通 他倒要看他等下输得有多惨 然而萧云双指并拢无剑 轻轻朝着虚空一网 下一命 巨大的手掌 竟然直接被萧云的剑王劈成两半 叶飞看得目瞪狗呆 天外飞仙 这不是军逍遥的神通吗 这明明不是大神通 怎么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威力 但叶家准地看出了端倪 原来萧云已经将天外飞仙修炼到了圆满 再来 叶飞又一次祭出大神通 天地应朝萧云轰杀而去 与此同时萧云抬手迎出三把飞剑 这依旧是天外飞仙 但这一刻萧云将现在过去未来三把剑融合 一剑出天地应依然是轻松被粉碎 为观众人仿促看到老婆丙里有老 卧槽 这两人明明只是出窍境 但却感觉比超凡境的大修士都强 最震惊的当属剑阁的人 同样是天外飞仙 君逍遥给萧云提携都不可 萧云看着叶飞终于说出一句大实话 用你活动一下精骨还行 也就相当于0.9个赵无极吧 叶飞简直要气炸 老子连智尊体一向都施展出来了 你恪梦得还在活动精骨 赵无极一脸义 真是躺着也重情 你打架就打架 怎么连带着扁低我呀 我吃了你家大米了呀 为观众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我滴妈呀 刚才还只是在活动精骨 跟这样的妖孽共处一世 简直是太悲哀 叶飞此刻大怒 又一拳狠狠地朝着萧云封杀过去 而萧云也施展了混沌权陪套 两人现在是近身搏杀 叶飞冷笑一声 以伤换伤怕了吗 萧云一脸不屑 就怕你吃不消呀 叶飞感觉比肉身自己赢定的 毕竟他可是至尊体 但打脸总是在下一谋 男人表面只有出窍境修为 可肉身却堪比大胜强者 然而他却隐藏实力 没想到叶飞竟然作死 非要跟他比拼肉身 因为他坚信至尊体肉身无敌 可瞬间就被打脸 两人同时轰向对方 他竟然一秒就被掀翻吐醒 而萧云竟然连0.1根头发丝都没省 叶飞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们 花擦 你的肉身怎么会这么强 要知道萧云可不是至尊体 可自己竟然不如他 这简直太耻辱了 而萧云则一脸冷笑 我在真龙巢就碾压了所有至尊体 现在比你强不是很正常吗 剑衣忍不住咋舌 繁体练出半部混沌体 竟然比至尊体还强 则则 如此恐怖的变态 恐怕只有独孤求败才能与之抗 花狼心忍不住四处张望 奇怪 这么精彩的战斗 独孤兄怎么还没现实 与此同时认真观战的擎兵月魔光森冷 他看出了萧云在隐藏实力 而且一直在作弄叶飞 但并不是叶飞才 而是萧云太强了 他甚至连混沌领域和半部混沌体都没看 擎剑也看出来了 叶飞这样的才能撑得上至尊体 比军逍遥强太多了 而叶家准帝岂能看不出来 你们混沌圣帝倒是捡了个妖孽 大地擂台上 萧云一拳又一拳揍得叶飞节节摆 叶飞嘀吼一声 他怎么会这么强 他不甘心 自己明明已经拼尽全力 而萧云依然在隐藏实力 可即便如此自己还是不如他 哎太弱了 连赵无极都比不上 竟敢来挑战我 谁给你的自信 飘柔吗 说罢一拳轰吃 不见叶飞再次被轰飞大口喷血 失去了战斗力 众人惊呼 叶飞败了 简直被吊打呀 可赵无极却眼神凝重 他看出了不对劲 虽然萧云在努力装彩 但他知道萧云又偷偷变强了 比上次住就混沌体后还要强 萧云双手插背 依然是那副欠揍的样子 哎 无敌是多么寂寞呀 叶飞简直气炸了 老子可是准帝 这小子竟然在对老子装逼 信不信老子一手指戳死你 但他感觉太丢人了 只能赶紧插着叶飞离开 而经此一战后 萧云成了年轻一辈 名副其实的第一天叫 接下来的婚宴水道巨城 萧云顺便表演了一首《恐龙扛朗》 婚宴结束后 帝天告诉萧云 万剑山庄的三位铸剑大师已经来了 是时候去观看铸造圣兵了 这次来的三位大师领悟的奥义 分别是水之道削弱 地之道守护 金之道锋利 而这三种都是萧云想要领悟的奥义 随后奥无双十分狗腿地跟萧云见的 其实他有些崇拜萧云 不过您跟我一个故人 独孤求败长得有点像 萧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就是独孤求败 但还是对奥无双挺客气的 这让奥无双有些小激动 没想到萧云对别人鼻孔朝天 对自己却这么客气 但他也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独孤求败那个妖孽今天不在这里 既然如此 他发誓这次一定要领悟一种奥义 毕竟自己已经观摩了四次圣兵铸造 这次要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别人几千年才领悟一种奥义 而萧云只要看圣兵锻造 一天就能领悟999种奥义 但万剑山庄只有五位断剑师 他是奥文艳大师 领悟的是地之道守护奥义 歪锐不得 这刚好是我需要的奥义 但赵无极却一脸懵逼 你领悟的是混沌奥义 观看地之道奥义干嘛 萧云冷哼 看不起谁呢 我修炼了五行圣经 最少要领悟金木水火土五条的 啥五条 赵无极震惊的秀化都晃了 你是不是没睡醒 同时走这么多刀 你就不怕混沌大刀挂掉 作为九霄大路最快的男人 萧云满脸不屑 信不信小爷同时走五条道 都比你这辣条快 对对对 你又快又懂 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萧云歪嘴翻了的大白眼 你算什么老人 赵无极挑眉 你二十了吗 老子已经三十了 我就是比你老 三十岁才这点实力 你丢不丢人 你找打 呵呵 你打得过我吗 一句话直接把赵无极也死 哎 他打不过 一旁的几位住剑大师 也被打击打 特么的咸荒骨胜体丢人 那我们岂不是白火了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观摩打造圣兵了 这时奥文艳大师 已经开始敲打剑台 萧云当即进入开挂状态 他有七百五十二次盾 够用了 七 对地之道守护奥义使用盾 虽然萧云已经领悟了 地之道震动奥义 但宇宙见点需要将一条道的 所有奥义都领悟 奥无双也闭上眼睛 他今天一定要领悟一种奥义 托独孤求败的福 他之前看了四次圣兵锻葬 今天又能观看三次 七次呀 总能蒙对一次吧 然而不等他酝酿三点一四分钟 无数的地属性灵气 嘲笑云蜂拥而来 大地守护着万物众生 这就是守护之道 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 卧槽 这就领悟了 吕贤婉张大了嘴巴 你这徒弟还是人吗 别人都还没开始呢 第一天抽了抽嘴角 啊这 他是个变态 习惯就好 奥无双仿佛看到老婆丙里有老婆 这怎么可能 他不会是独孤求败的 但很快又否定了 见到不是一两天能成的 独孤求败已经那么强了 如果还是混沌圣地的准绳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在奥明大师没来 不然又要在耳边逼逼刀五次五次了 想到这里他忽然对赵无极传音 一 赵兄 萧兄已经领悟奥义了 你怎么还没动静 赵无极嘴角狠狠一丑 嗯 打击老子是吧 难道你领悟了 你不能跟我比啊 你可是荒谷圣体爵士天骄呀 而我只是普通人 赵无极狠狠翻了的大白眼 语气平淡的传音说 荒谷圣体而已不知一体 我也只是普通人 奥无双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大哥 你要点脸部 你忘了你刚遇上萧云那会是怎么装逼的 赵无极一脸凶狠 吻犬子 随后奥文财大师也开始铸造圣兵了 他领悟的是水之道削弱奥义 萧云继续开挂 系统 对奥文财大师的锤打使用顿武 很快萧云周身又散发出赤目的神光 水看起来很柔软 却能以柔克刚 水之道削弱奥义也领悟了 一旁的赵无极和奥无双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我递个清娘呀 又领悟了 真是比变态还变态 他已经十年没尿 今天却被萧云吓尿了 只因萧云实在太变态 每看一种圣兵锻造就领悟一种奥义 而他现在要领悟的是金之道锋令 他是万剑山庄最强的驻剑大师奥刚 只要萧云领悟这种奥义 就能大大提升剑道的攻击率 感受到恐怖的压力后 萧云连忙传音问蒂天 这位奥刚大师好像更强 他是什么境界 蒂天告诉他 这位大师是半部大圣 其他两位是圣人 萧云震惊 这竟然是一位准剑圣 看来万剑山庄底蕴深厚 不多废话 奥刚大师直接开始敲打剑台 作为万剑山庄最强的驻剑大师 他要是也被萧云震惊到失误 那可就太丢人了 奥无双打起精神看向萧云 经知道锋利出了名的男领 我看你 可下一秒就被打脸 只见萧云浑身一沉 一股锋利的剑意爆发而出 卧槽 他他他 他竟然又领悟了 这时奥文才大师突然传音说 无双呀 你已经观摩七次圣兵铸造 奥无双内心是崩溃的 救救我救救我 又来了 随后秒变窝囊匪 大师是我错了我资质愚顿 我浪费万剑山庄的大名 我给大师丢人了 奥文才直接懵了个逼 我去 我只是随便提了一句 你就把话都说完了 你让我还说什么 奥无双冷哼 休想打击我 随后看向赵无极 他本想打击一下赵无极 结果发现赵无极正要走 一 赵兄 你怎么走了 我尿急 奥无双嘴角狠狠一臭 神特的尿急 都已经鼻鼓了 哪来的尿 但他也转身离开 跟萧云站在一起 太受打击了 奥文才大师皱眉问道 无双 你要去哪 大师 我拉肚子了 去去就回 狗听了都不信 你特马地拉肚子 往婚宴大殿跑 你想边吃边拉吗 这时奥文宴大师 也看不下去 可可 大哥我去找几个朋友酗酒 奥文才大师无语 既然如此一起吧 我在那边也有几个朋友 等萧云领悟完奥义 一回头直接懵逼了 咦 怎么大家都溜了 这难得的机缘不领悟奥义 白痴呀 领悟完三种奥义后 萧云再度闭关修炼 接下来要面对六大圣地交流会 但他现在还缺火之道 目之道 时间之道 和空间之道的奥义 萧云陷入了难题 观摩住见大师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只能强行领悟奥义 但会消耗大量顿物 而自己现在顿物次数严重不足 坑爹系统 你就不能发个任务 来个一刀999 让我一次赚得够吗 就在这时系统被骂反了 竟然真的发布了新任务 萧云恨不得原地三报 卧槽 快说呀 最新任务 击杀普通圣人奖励一千次动物 击杀大圣奖励一万次动物 击杀准递奖励十万次动物 我撤草会母娘 这TM的鬼任务 系统你是认真的吗 你敢信吗 五神医的爷爷猜出最老的老祖 竟然要跟萧云抢神子之位 方才萧云接到系统的新任务后一阵骂娘 特么地让老子去屠圣 当我有屠龙刀吗 但奖励太过丰厚 他丢得一下冲向境地 老祖 不如您带我出去杀个圣人掌掌见识呗 对了 记得留最后一口气让我杀 好给我掌掌胆子 萧云笑得一脸狗嘴 老祖却满脸嫌弃 屠圣 你当圣人是小鸡仔吗 萧云继续忽悠 嗯 话说老祖 您当年在圣路大杀四方 难道现在不手痒吗 嗯 挺手痒的 我现在就想攒了你 再说乱杀会引起圣地大战 见乎又不到老祖 萧云只能无奈地说过得白 但突然被老祖叫住 萧云一脸惊喜 难道成了 我不愧是主角 这种逗逼的要求老祖都答应 但半说出一声我送你一程 萧云直接被老祖一脚踢出境地 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双曲线 飞啊飞 就这么飞到了圣主 圣主满脸惊喜地看向天空 萧云你下来 正巧我找你有事 萧云连忙一个翻滚平稳落地 可可 圣主有何事 原来是圣帝交流会要开始了 要从众圣子中挑选一人为神子 再由神子带队替圣帝扬眉赌气 既然萧云已经来了 你们现在开始比试吧 最强者便可晋升为时 但话音刚落所有人都举起手 圣主我认输 我也认输 还有我 圣主一脸惊喜 呃 你们好歹是圣帝最强圣子 能不能有点出息 还没打就认输了 众人毫无斗志 圣主呀 所以就不用自取失落了 圣主无奈地摇头 既然如此 萧云你准备一下 明天册封你为神子 就在这时 且慢 只见东神王带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年轻人出现 他竟然临时新收了一个徒弟 按规矩这年轻人也有资格争夺神子之位 东神王提议让两人鄙视后再做决定 众人满脸细血 这不是纯纯的掌面吗 但萧云看出了不对劲 此人实力不可小觑 隐隐有种深不可测的气息 圣主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东神王 此子是谁 这好像不是咱们圣帝的弟子 原来东神王听说圣帝改变收徒规矩后 连忙收了一个有修为的弟子 此子叫天一是个散修 拥有五行神体 修为已经达到出窍境后期 这让圣主有些措手不及 此子来路不明 才当加入圣帝就争夺神子之位 恐怕难以服众 东神王突然一脸嘲讽地看向萧云 谁会不服 莫非是萧云怕的 连至尊体都打败了 难道还怕一个散修 如此毫无胆气的人 也不配成为我混沌圣帝的神子 此话一出圣主竟无言以对 圣人招收的徒弟是自动晋升为圣子 他没有理由阻止 萧云隐隐闻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连忙表示他当然有资格争夺神子之位 不过想挑战了 得掀过赵无极那关 东神王嘲讽的 怎么 你怕了 拉赵无极当挡箭牌 萧云当然不会中了这老逼登的激将 他如果连我的追随者都打不过 凭什么挑战我 然而天一却露出憨厚的笑容 萧兄说的有道理 我愿与赵无极一战 萧云确定了 这货答应得这么爽快 绝比有问题 但没关系 他正好也想让赵无极试探一下这货的实力 八千岁的老不死竟然要跟十八岁的萧云抢夺神子之 但他必须先过赵无极那关 这时东神王提议让太上长老们出来做个见证 以免有人不认证 那就这么办 萧云当即标的一下朝地风标去 他必须当面提醒赵无极 以免这会轻敌输了比赛 赵无极原本是不乐意的 在听说这次的对手不比李承蒂和叶飞茶 才答应出手 随后两人同时标向圣主风 但区区五行神体真有那么强吗 萧云冷哼道 怎么 你不相信我的感应 同境界萧云有绝对的自信 哪怕所有至尊体联手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他总感觉有阴谋 两人抵达圣主风时 所有太上长老都已经到齐了 就连天一老不死也骂骂咧咧咧的懒 这小鬼竟然跟自己同名 就在这时 古天一突然朝天一露出一个诡异的笑话 你也叫天一 红毛天一满脸不爽 怎么 你小子有何见解 古天一笑得更诡异了 见叫不敢当 但前辈我建议你改个名字 红毛天一心中顿时万马奔腾 这么大 老子用这名字的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你怎么不敢 等你小子成胜了再说这 前辈莫要生气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 毕竟以前也有个跟我同名的死得很惨 红毛天一被气得够呛 这时圣主看向古天一 既然赵无极已经来了 你们开始比试吧 只见八千岁的古天一朝赵无极见 久仰大名牙赵兄 在下不才 便讨叫一二 笑容太假了 赵无极直接一拳轰向他 我没兴趣认识弱者 想要得到我的认可 先接这拳再说 下一秒指 轰隆一声巨型 两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赵无极记住了萧云的提醒 丝毫没有隐藏实力 但一击过后 两人同时倒退数女 众人叹得目瞪狗呆 卧槽 这年轻人的实力竟然不比赵无极 果然很强 但萧云却看出了不对劲 仅仅是五行神体 不可能抗衡赵无极的两具荒补圣体 第一天表示认同 除非这天一跟你一样 多次超越极境度过天极 赵无极眼中战一抛天 你很强 的确有资格与我一战 随后大吼一手 六道轮回拳 杀 再次挥出巨大的权硬 朝普天一镇压而下 这一拳蕴含着轮回奥义 爆发出了恐怖的能量 但八千岁的普天一 早已认出这门可怕的身体 当即释放出五行领域 下一秒整个空间凝固 巨大的火焰压向赵无极 将他生生逼死 跑强的领域和奥义 这远远超出了二阶神体的力量 萧云也被震惊到了 哗擦 这祸竟然把金木水火土 五种奥义领悟取了 但赵无极岂是等闲之辈 就你有领域吗 宝子也有战神领域 下一秒身后的黄金巨已不断壮大 最后与他融为一体 就在这时 古剑一周身三百六十个 翘旋猛地散发出紫色的雷电 规拒成一权轰向赵无极 几乎是瞬间两只巨大的拳头在此 下一秒 声隆隆 赵无极竟然直接被风飞了 众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珠 什么 赵无极竟然输了 但地天却看出来了 这这这 这是大周天星陈体 他竟然同时拥有两种二阶神体 他是横扫同辈的绝世天将 却沦为了萧云的伎量单位 本以为可以碾压古天一威风一则 结果对方竟然拥有两种二阶神体 师尊 你见过这种情况吗 地天摇头 这种人不可能出现 任何一种特殊体质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萧云此时注意到了东神王 他竟然也是懵逼状态 卧槽 我徒弟这么强 我却不知道 所以东神王也被蒙在鼓里 师尊 这祸会不会是太初圣地的奸细 但圣主和地天却同时摇头 臭小子你觉得我们会把你送去太初当奸细吗 这种绝世天骄 送过去被宰了怎么办 萧云抽了抽嘴角 其实我可以死 但转念一想 这天一的确很强 放任何势力都会当成宝贝陪影 应该没人会傻到派他去敌对门派当奸细 圣主沉吟道 只要不让他当上神子 小小出窍境还掀不起什么风望 萧云 你能打败他吗 没毛病 他也就相当于1.2个赵无极 我打他连混沌体都用不上 地天提醒徒弟 1.2个赵无极已经很强了 不可小觑 圣主无语道眼珠离家出走 突然有点同情赵无极 呃 堂堂荒谷圣体 竟然沦为你们的伎量单位了 此时赵无极已经落了下风 战神领域被古天一的五行领域死死地压制 但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打败萧云之计 他绝不能输给任何人 想到这里一股疯狂的战役冲天而起 体内的黄金巨翼在仰天跑下 战战战战战战 无足可战天战地战先魔 此刻赵无极和他的技能 达到了一种共鸣 在打败萧云之前 他不会输给其他人 谁都不行 两人同时爆发出恐怖的一击道飞出去 赵无极像条咸鱼 砸在地上 而古天一也受了很重的伤 疯子 这家伙简直疯了 萧云不懂 不就是切磋一下吗 他干嘛这么拼命 帝天说出了原因 他已经凝聚出无敌道心 若是输了 无敌道心就破了 萧云别嘴 可是他经常被我揍 也没破呀 帝天没好气地瞪了萧云一眼 你被老子揍了 无敌道心会破吗 除了你 他不能输给任何人 此时萧云看向古天一冷声道 你能和我的追随者打成这样 的确有资格与我一战 等你伤势恢复 可以随时来挑战我 然而古天一却一脸苦笑 表示不用胆了 他认输 他认为自己现在还不是萧云的对手 东神王虽心有不甘 却无可奈何 毕竟只是打赵无极就这么吃力 他不敢想象萧云有多强 既然天一已经认输了 那么接下来圣主宣布 极略起萧云就是混沌圣帝的神子 声音传遍整个混沌圣帝 所有圣子们纷纷表示祝贺 萧云这神子名副其实 而他却突然陷入了沉思 一晃几年 放弃神子的事情仿佛还在昨天 他终于再次登上了神子之位 想到这里心中感慨万千 开始了他的装逼演讲 我将带领混沌圣帝 成为九霄大陆第一扛狼帮 够了够了 别再装逼了 第一天都看不下去 让他回头看看 萧云转头一看 呃 身后空空荡荡人都走光了 很快他成为神子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中途 但萧云去懵逼地看着戏 直抽嘴角 就很离谱 这六百多次顿物 怎么动都不动一下 特么的 他堂堂混沌圣帝 神子晋升的消息 居然没引起任何人的震惊 TMD啊 装逼已经毫无作用了 难道真要去猎杀圣人吗 这个男人靠装逼获取顿物 来无限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如今他已强大到让人麻木 无论怎么装逼都很难获得奖励 可拥有分身的消息 却想到让小浩去装逼 而六大圣地交流会 就是一个绝佳机构 独不求败在中途还没有名气 只要让他碾压个露天骄 然后跟自己本尊打一架 必定能狠狠赚一波动 想到这里又一次标到了禁地 雷猴呀老祖 我又来了 闭关被打扰的老祖烦死 臭小子 你把禁地当酒吧呢 三天两头隔着转悠 马上是圣地交流会了 作业写完了吗 老祖 我就是因为修炼才来的 麻烦您带我去原始大森林 或者火山这些地方 这次我要领悟火之道和木之道 老祖已经震惊到麻木了 这小子到底要领悟多少总奥义 但只要跟修炼有关 他就很支持萧云 随后本尊跟着老祖离开 而分身则悄悄地前往天地城 马上就是六大圣地交流会了 他得赶紧混进某个圣地 才有资格参与比试 此时东玉峰 东神王狐疑地打量着古天一 你这么强大的天赋 在太初应该仅次于李成帝吧 他们怎么舍得送你来当奸行 就不怕你死在这里吗 而古天一满脸不屑的 李成帝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相提并论 他虽天赋不错 却少了一股拼尽 像赵无极这样的才配成为绝世天教 东神王愣主 连李成帝都不放在眼里 你在太初到底是什么身份 以你的天赋早该名传天下才的 古天一冷冷扫去一个眼刀 知道太多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只要好好配合我就行了 至于我想做什么 不是你该关心的 东神王吉古一良 他竟被一个小辈震慑住 但他不得不听古天一的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呀 其实古天一这次来混沌圣地 是想看看萧云到底有多强 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萧云和赵无极的实力 想到赵无极他就馋得口水直流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的慌恐圣体 与此同时 可怜的大侄子在经历艰辛的劳动改造后 终于又可以出山历练了 想到他上次莫名其妙认了一个外人当叔叔 他爹千叮万种 下次再见到那个独步求败 别傻了吧唧地叫人叔叔 大侄子郁闷 爹 不叫他叔叔叫什么 他爹苦笑 好吧 既然你转不过弯 那就记住 下次但凡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反着来 大侄子眼睛一亮 这个主意好 但爹 你说他是骗子 干嘛还让我把空间见到工法带给他 他爹解释道 管他是谁 上次给你的宇宙见点的确是一门准地精 价值远在我们的空间见到工法之上 跟他交易不亏 随后又确认了一遍 独孤拜天 我是不是你爹 大侄子一愣 回想起他爹的叮嘱 说的 但凡别人说什么 都要反着来 所以 你不是我爹 是我爷爷 而第一次来天地城的萧云很懵逼 他听说这城市荒谷时期就存在了 但他却感觉这里很熟悉 恍惚间嘀咕着那堵墙后面有座庙 结果越过墙后 发现真的有座庙 萧云瞳孔就说 卧槽 太邪门了 我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座庙 但很快脑袋又闪出一个更诡异的记忆 这庙里有宝贝 萧云继续往庙里走去 他懒得想那些诡异的事 得先进去看看是什么宝贝才行 而他不知道 里面就是传闻中的天地传承 男人明明只有十几岁 却有一尊百万年前的实相 原来就在刚才萧云进入破庙后惊呆了 这里果然破得只剩下庙 正当他想拍拍屁股走人时 却发现中央竟然还有一尊帅到没朋友的实相 别的地方都被岁月侵蚀了 但这尊实相竟然完整无缺 有点意思 萧云当即吹掉实相脸上的灰尘 结果这一看就目瞪狗呆了 卧槽 还以为这是乃为天帝 结果竟然是他自己 这一刻他眼珠都瞪直了 天哪 自己怎么会被供奉在这里 而且这座破庙最少是混沌大帝那个时代 莫非自己将来厉害到能跨越时空长河 去太古时期装逼 而正当他疑惑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独孤兄 可算见到你了 萧云知道是剑阁的人来了 几乎是瞬间直接封碎了自己的实相 剑阁的人进来后什么都没发现 萧云暗自松了口气 如果被他们看到 那就真的解释不清了 随后若无其事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可惜独孤兄没见到萧云 你们俩太像了 是啊是啊 如果不是那萧云嚣张无比 而且拥有半部混沌体 我还真以为他是你 接二扫了一眼四周疑惑的 独孤兄 你来这荒郊野外干嘛 萧云一本正经的胡扯说来寻宝 独孤兄说笑了 这里可是天地城 若真有宝贝早就被人发现了 然而话音刚落 萧云就从碎裂的石像堆里 捡到一本书籍 咯 这不是宝物吗 本来只是随便说说 结果看到封面上的几个字 惊掉了一地小巴 卧槽 竟然是地精 剑阁的人盯的眼珠都流口水 太震撼了吧 独孤兄的运气太逆天了 要不是他们知道 联手也打过萧云 估计已经直接去抢了 就算关系再好 在地精面前也不值一提 就在这时 剑阁少阁主突然跳了出来 只见他眼中射出一道紫光 下一秒续空凝固 萧云发现身体无法动荡 这伙毫不犹豫就吸走了 萧云手上的地精 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只蝼蚁 毕竟自己可是圣人 但他不知道 自己会为金月的举动付出代价 萧云心中冷笑 他根本不在乎这本地精 以他跟雷战的关系 复印一份送给他们又如何 但这家伙竟然直接抢 很好 小爷我记下了 雷战的儿子 你给我等着 少阁主兴奋死了 地精呀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大的机缘呀 然而就在他激动地翻开 这本部上弓法后 却目瞪狗呆了 上面写着欲练此弓必先自弓 少阁主愣主 难道这门地精 是皇宫的太监开创吗 然而当他继续翻看第二页后又懵逼了 若不自弓 也可练弓 这到底是要自弓还是不自弓呀 要是看了第一页直接弓呢 再看到这一页 岂不是活活气死 正纳闷这位大帝不会是在恶作剧 结果翻到第三页差点气道突袭 上面写着看什么看傻叉 你还真以为这是地精呢 地精会放在这里让你捡刀吗 老子行不改名做不改行 太出圣地的古杀必誓言 有种找我古家后人报仇呀 哈哈哈哈 大傻叉 不用往后看了后面都是空白 更难看 特么的明显这是被人耍吧 男人抢到一本至高无上的地精 不等他修炼只是看了 却又嫌弃地还给了萧云 萧云直接蒙了个逼 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他已经复印了一份 结果看到上面几个字 差点瞪到了眼中 卧槽 这特么不是葵花宝典的开篇语吗 但翻看到后面萧云更震惊了 这地精上的字竟然是他写 葵花宝典的梗也只有他这个穿越者之路 所以自己将来真的跨越时空长河 回到了百万年前 这是百万年前的自己留给现在的物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自己对这里这么熟悉 就在这时间一忍不住好奇 独孤兄 这本秘籍有什么不对劲吗 毕竟这可是地精 少阁主拿到手怎么可能又还给萧云 没想到萧云却直接将地精塞给他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 剑一震惊到人马了 天哪 这就别我了 兄弟 这可是地精呀 地精就这么不值钱吗 结果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打开一看 众人皆是满脑子感叹好 Oh my God 学着门地精竟然要给自己来一刀 因为剑阁不能无后仰 但自己是哥还是哥呢 此时剑阁几人全都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我是冲话废诵的 我好像有儿子 我爹不止我一个儿子 想到他们都不用传宗 三人同时咬牙做了个决定 下一秒直接拔剑大吼一声 哥了 在这修仙剑 力量才是根本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剑的速度 萧云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我那个去 这是要集体自攻吗 等等 我说你们先看看下一页再做决定 几人这才回过神来 对了 搞不好这本地精根本不走见到 萧云抽了抽嘴角 嗯 还分析上了 几人连忙翻看第二页 结果看到若不自攻也可练功 花擦 感情这是在耍他们玩呢 幸好被独孤兄阻止了 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是好姐妹了 压下满腔愤怒又翻看了第三页 毕竟这是一本地精 结果看完后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TMD的后面全是空白页 这本书果然就是恶作剧而已 哎 丢人丢大发了 那个独孤兄 我想起八百年前泡的臭袜子还没洗 我先走了 花师弟等等我呀 随后见一几人也红着老脸相继道敏 而帝精也迫不及待丢给了萧云 萧云看着手中的天帝精二 忍不住想起圣帝的天帝精三 两本都是无字天书 而且这书的材质跟帝精一样 所以这书应该有机关 百万年前的自己应该是知道会被请 才会写下这些字耍他们 甚至嫁祸给太初圣帝的捕沙笔 啊 这捕沙笔应该说的是捕神医吧 或许及其三本才能显现出里面的内容 就在这时大侄子向这二哈朝萧云奔了过来 叔叔 果然是你 大侄子爱 这就是缘分 萧云心中大喜之憨批总算了 看来空间见到功法就要到手了 大侄子连忙点头 嗯 叔叔 这就是我们至亲之间的特殊感应 嗯 萧云很无语 真的不忍心在欺骗这个老实人了 想到这里将完整的宇宙间点交给了大侄子 而大侄子也连忙将空间见到功法交给了萧云 但萧云接过那本功法却震惊了 我来个天 竟然是天地精一 这运气狗听了都直呼离谱 自己才刚得到第二步 马上有人送来了第一步 男人早已无敌于世间任何天教 但他在中途设下擂台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所有人都坐等他丢了 而萧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原来不久前 大侄子给他送来了天地精一 萧云没有犹豫直接翻看 结果发现这本竟然不是无字天书 但很快萧云震惊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本完整的空间之道功法 而空间见到只是他的一点皮毛而已 赚大了赚大了呀 没想到大侄子比他还激动 挖三叔叔 这宇宙见点太厉害 比天地精牛逼多了 萧云无语到眼珠离家出走 真不愧是剑吃家子 除了剑什么都入不了眼 就在这时大侄子突然严肃地看向萧云 其实你不是我的叔叔 只是想骗我交换这门空间见到功法对吗 萧云惊呆了 卧槽 这二傻子怎么突然误了 算了懒得骗他了 不错 我不是你叔叔 其实我是独孤剑前辈的徒弟 大侄子突然想起他爹的钉子 但凡别人说什么都要反得来 他说他不是 所以他一定是我叔叔 想到这里大侄子激动大喊了一声 叔叔 你别骗我了 你就是我叔叔 萧云满脑子问好 沃特 怎么还叫上瘾了 这是想要碰瓷吗 得嘞 白捡个大侄子挺好的 想到这里搭着大侄子往九楼去 走 叔叔请你戳大肘子 九楼里大侄子正哼吃哼吃的狂炫肘子 而萧云则是开始修炼天地精英 结果闭眼一看 我勒个去 盾物次数怎么就剩下五百次了 但转念一醒 对哦 应该是本尊在领悟奥义 看来装逼计划得尽快执行 否则本尊那边坚持不了多久 气口 对天地精英使用盾物 四分之一炷香后 萧云周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空间建议 大侄子人麻了 我勒个天 叔叔 咪咪 这就领悟了 领悟空间建议而已 毛毛雨了 大侄子 这本地精是你们独孤家什么时候得到的 呃 大概是一万五千年前吧 萧云愣住了 可天地精二看起来更古老 莫非这第二步是在未来莫名其妙回到百万年前 那只有时间之道能解释了 所以这第二步应该是完整的时间之道 看来得领悟时间奥运 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而第三步绝逼是比前两步更强 这一刻萧云意识到 这恐怕就是最强的地精文 随便一门就能挣到大地 而这位大地竟然同时创出三门 他到底是谁 恐怕比混沌大地都牛皮吧 但当务之急是赚取盾物 就说我独孤求败要在天地城摆下擂台 妖战中土群英 大侄子一听就激动了 不愧是我金叔叔 太酷了 除了收割盾物 萧云更想借此打出名气混入太出圣地 然后把太出圣地坑到死 这件事很快传遍整个修炼节 听说东荒来了的不知死活的傻却 要挑战中土和大天娇 哈哈哈哈笑死了 他以为他是萧云吗 夜见大为震惊 独孤求败很强吗 一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叶飞轻笑道 他的确有资格挑战中土群英 之前跟我相差不大 但我得到奇遇后比我弱硬 毕竟是我东荒的人 咱们也去凑个热闹呗 行吧 但叶飞倒是不抱任何期待 因为在他的心中 除了萧云任何人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剑阁的人也决定去凑热闹 当年独孤剑横扫中土一带添交 如今独孤求败比他爷爷更嚣张 那些怀恨在心的老灯 肯定会派后辈去报仇 少阁主满脸不舍 老子当年就是独孤剑的手下败奖 年轻至尊挑战三只土鸡 还没打就被嘲讽撑不过一招 但萧云一根手指就风飞了所谓的绝世天教 为了更多人看到他装C 萧云在天地成见了座超大的擂台 由于本尊跟季灵太小 他戴上了独孤求败的面具 吃瓜众人对他指指点点 这独孤求败是什么东西 竟敢学他祖父挑战中土群英 真以为他能横扫天下吗 与此同时 剑阁的人正打算去看热闹 少阁主当年也是独孤剑的手下败奖 他倒是想让剑一他们去教训一下独孤求败 但剑一一听就怂了 让他这个三流剑道去单挑独孤求败这样的顶尖天才 臣妾做不到的 少阁主乱坑道 那还不快过 做不了他的对手 就去跟紧人家屁股 说不定以后还能混个剑圣当当 文言剑一二三拳都满脸羞愧的去找独孤求败 此时萧云抬手招出败军逍遥剑 我独孤求败再次赶下泪腾 只为挑战中途群鹰 谁若能打败我 就能得到这把圣兵 但修为不能超过涅槃剑 这一刻众人盯着圣兵眼睛都流口水 卧槽 居然真的是圣兵 这人不会是个傻学吧 等他被那些圣地的天骄们打败 肯定痛心即使 剑阁的人感到是刚好看到这一名 我那个天哪 独孤兄真是财大气责 不过除了至尊体 应该没人是他的对手吧 花狼心狠狠抽了抽嘴角 竟然拿地兵当奖励 特么多 人比人气死人呀 但他心里却很激动 中途的人竟敢小去东荒天郊 等着吧 独孤兄绝对会让这群狂妄的家伙大为震惊 肖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现在根本没人把自己放在盐里 不拿出点好处 哪有人会主动送上门 来了 果然很快出现三个年轻修士朝肖云踏空而来 大胆狂服 竟敢在天地城撒野 吃瓜众人惊呼 我去 有好戏看了 是天地城三姐来了 三傻是出窍进修为 但显然他们在天地城的名气很大 他们分别是叶良全龙傲天赵日天 三人满脸不屑地看向肖云仿佛在看一只垃圾 我赵日天在此 还不跪下求饶 肖云大大的脑袋闪过小小的问候 哈 天地城三姐 这不是脑残三人组吗 肖云淡淡地勾了勾手指 你们三个一起上 还是一个一个了 我一人拜你足以 记住 今天拜你的人叫做 而就在他逼逼叨叨时 一只红毛已经蹦上了一台 都让开都让开 他是我龙傲天的猎物 绿毛大怒 可恶 让他抢先了一页 赵兄莫慌 就让龙傲天去试水吧 若他连龙傲天都打不过 根本不配跟我们一战 擂台上肖云狠狠翻了个大白眼 是什么让你们如此自信 挑柔吗 快动手吧 不然我要脱了 红毛气得浑身冒红光 放肆 他决定一招解决这个嚣张的家 说霸话做一道残影 一拳朝肖云轰上了 而肖云却双手插腰 动都懒得动一下 这祸脑子不太正常 不想跟他废话 众人纷纷瞪大了吃瓜的眼睛 你们猜独孤求败能不能接住一招 然而下一秒只见肖云竖起一根 中指比了个国际手势 随着风龙一声巨起 一道赤裂的剑芒 瞬间将龙傲天轰出泪腾 吃瓜众人仿佛看到 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哗擦 龙傲天可是天地成三解 竟然一招就败了 这独孤求败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只红毛上一秒 还在嘲讽肖云是菜鸡 下一秒却被肖云的一根中指弹飞 全场震惊6.18秒 卧槽 独孤求败的确有几把刷子 线绿毛和蓝毛已经看上了 肖云冷冷地扫过他们嘲讽道 喂 天地成三解 我不 天地成三傻 既然你们跟红毛齐名 就别上来浪费时间了吧 绿毛气的眼睛龙耳朵 瞎了浑身都喷 狂妄 龙傲兄只是轻敌而已 说霸团出一个巨大的火球 朝肖云轰击过去 花狼心惊呼 天哪 竟然是火灵体 虽然只是三阶网体 但已经不弱了 眼见即将被巨大的火球吞没 而肖云只是不慌不忙的单手结印 三阶网体吗 你的确比刚才那只土鸡强一奶奶 但对我来说依然是个废物 下一秒一股急冷的剑 一从指尖爆发而出 将周围的一切冻结 随着肖云低刻一声 一剑冰封三万 巨大的火焰还没碰到肖云就吸火 对肖云来说 没领悟火之奥义的火球终归太弱 绿毛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不 不可能 然而话都没说完就变成了一只大冰雕 随后被肖云一脚踢飞出去 吃瓜种人吞吞惊惊呼 好球 呸 好强 独孤球败太强了 肖云看了一下顿物系统在心里暗手 不错不错 这才刚开始就赚了几部顿物 看来接下来能刷它几百次了 亲眼见证好兄弟被一招轰飞的蓝毛正懵逼 肖云就顾忌重施嘲讽道 如果你跟那两只土鸡一样的实力 就别上来丢人现眼了 而蓝毛却逼格满满的踏上擂台 我叶良辰现在的确不如你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 不等他说完直接被肖云一脚踹飞 一个龙套而已 废话真多 叶飞看得无语了 嗯 这傻缺也姓叶 还好不是我们叶家人 叶剑小声逼比道 好像就是我们叶家后一矮 肖云暗自感叹 哎 这三只土鸡太不惊奏 希望大侄子给我多拉点天才来 就在这时一只愤怒的红毛踏空而来 龙大天 你们又冒用我的名字招摇撞天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龙奥天 地下那只红毛吓得把头缩回铺当领裤击击 大哥 别管这些细节了 帮我报仇呀 龙奥天没再理会三只土鸡 而是跳上擂台直接站在肖云对面 你看起来实力不错 希望能挡住我的三拳之力 肖云抽了抽嘴角 什么真假龙奥天 反正在我眼里 你和那三只土鸡没什么区别 龙奥天当即一拳轰向肖云 哼 你也凝聚了无敌道心吗 先接住我这拳再说 肖云冷笑 这货竟然要跟自己比拼肉身 懒得废话他直接迎击而上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两人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 强大的能量波动炸裂虚空 但肖云看出了不对劲 这货竟然没被自己一拳轰飞 可见肉身强度已经跟制尊体差不多了 你到底是谁 而龙奥天也十分震惊 没想到自己居然看走眼了 对方的实力绝对不是三拳能解决的 轰轰轰 随着一声声剧烈的响动 两人的拳头一次次正面碰撞打 天崩地裂 吃瓜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老婆 我勒个去 好强大的肉身 两个无名之辈竟然堪比制尊体 间隔的人早就看上了 这简直像两只妖兽在战斗 他们知道独孤兄见到强 没想到肉身竟然也这么强 就在这时萧云已经看出来 你有这样强大的肉身 却不依靠特殊体制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不是人 吃瓜众人全都懵了个逼 什么 龙奥天不是人 那他是什么 只是打了红毛九九八十一拳 萧云就看出这家伙不是人 因为正常人早就被他一拳轰飞 号称天地成三节的剩下两节懵逼了 什么 龙兄你不是人 那你是什么 红毛露出两只尖角冷生的 我不是人怎么了 我来自南岭金娇一组 我们禽兽就不能来中途吗 紧接着他周身气势暴肿 好了 热身完毕 我要动真格的 萧云冷哼 原来是一只昆虫 难怪肉身这么强 夜见惊呼 Oh my God 庆元是只骄龙 那可是圣兽一组 普通妖兽的肉身就比人类强大 更别说圣兽 就在这时龙奥天抱贺一声 金龙探者 随着一只巨大的炮胶凤 找风向萧云 几乎是瞬间萧云施展出雷神斩 势烈的剑芒闪 萧云如同鬼魅般和龙奥天交错而过 两人同时完成攻击 龙奥天脸上流出金色兽型 要不是自己躲得快 恐怕脑袋就没了 这恐怖的速度 原来你已经领悟了风的速度奥运 你也不差吗 竟然靠着本龙躲过我这一劫 但萧云感觉到一丝熟悉 就像当初在真龙巢打那两只小可 就在这时炮胶凤爪化成金色大拳 风向萧云 哈哈哈哈 好久没这么痛快一战 再来 萧云双指并拢如剑凝击而上 他心中有个猜测 随后另一只手凝聚出一团黑红色能量 金娇可没有这么强的肉身 你是从真龙巢跑出来的 龙奥天眼中闪过杀气 小子 你知道的太多了 原本不想杀你 但如今是留你不得了 但萧云确定了 这祸就是真龙遗嘱 此时凝聚好的黑红能量已经风向昏 随着羞的一声某种顺利重入体内 红毛满脸惊恐 你对我做了什么 萧云黑黑一笑 没啥子 就是给你做个记号 以后无论你逃到哪都会被我找到 乖乖当我的坐骑吧 红毛一听就发疯的杀向萧云 想让我当坐骑 我先宰了你丢进真龙槽位海渡 萧云迎击而上 真龙巢已经关闭 你是怎么出来的 擂台上一人一龙打的异常激烈 但萧云盯着小可爱眼睛都流口水 如此强大的真龙血脉 待日后收割某种一定很哇塞 而红毛完全不知道萧云的想法 竟然透露出 不止自己一只真龙一种逃出来 而且其他几只更强 然而在萧云眼中 再多真龙一种都只是一顿龙肉 就在这时红毛抱贺一声 真龙化形 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全部的力量 献出本体的红毛顿时引起惊 卧槽 它不是金骄 是真龙 而且它比江浩然那只哈基里强太多 只见少阁主眼睛都盯直了 竟然是真龙一种 就在这时金骄大圣请告道 雷傻 我劝你别打他的主意 这头龙已经入坠我金骄一族 少阁主很好奇 你们怎么会没吞噬掉这头真龙一族 但金骄族大圣表示 杀鸡取卵这种是傻瓜材贵族 原来金骄族是想扶持红毛正到妖帝 到时留下的妖帝血脉 足以让金骄一族进化为真正的龙族 少阁主冷笑 这一世至尊体无数 想正到妖帝 你再想屁吃哦 献出本体 红毛实力再度提升一个档次 但萧云也不是吃醋 随着七声风鸣响起 只见七道剑异从体内爆发而走 萧云双手插背等笑道 真龙一种又如何 我自当一镜破绝 众人纷纷震惊了 卧槽了看见老婆冰里的老婆 我滴妈呀 独孤求败竟然把七种剑异修炼到了圆满 而且还蕴含了奥义 这是什么变态妖孽 男人只是祭出一把剧剑 却震惊了全场 因为这把剧剑竟然融合了七种剑道 哪怕顶级剑胜也做不到 此时七道剑异合为一致 小红毛 红毛激发出浑身潜能凝出一道巨龙凝镜上 下一秒巨大的剑盒瞬间粉碎了须翼 继续朝红毛的身体切割而行 恐怖的力量瞬间让他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红毛发出一声淒厉的吞叫 完蛋了BBQ了要挂了 就在这时妖族大圣突然从虚空中窜了出来 剑下流龙 几乎是瞬间萧云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是一位圣人甚至大圣 龙奥天趁机将身体挪了半分 小命是保住了 但剑盒还是将他砍成重伤 突然少阁主出现在萧云身后 这位金交族道友 这是小辈之间的争断 你还想擦手不成 萧云知道少阁主是不会让自己出事 因为雷战还想利用他得到剑神山那件地盘 想到这里萧云觉得可以趁机捞一波 呵呵 这货刚才想杀了我 现在凭什么让我放过他 少阁主力挺萧云 表示上了擂台就该做好死的觉悟 底下吃瓜众人也纷纷开始袒护萧云 就是就是 你们妖兽真是输不起了 金交族大圣突然想到萧云那一件 明明可以杀了龙奥天 却故意让他躲过了 想必是另有所图 小子 你到底想要什么 萧云露出得逞的笑容 他怎么舍得杀小可爱 毕竟才刚种下某种 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呢 想要我不杀他可以 听说金交族会凝聚圣火本源 我就要这个 金交大圣健壮脸色一沉 臭小子 你在想辟吃呢 圣火本源一旦失去就会陨落 老夫不可能用命跟你还 萧云摇头 表示自己只要一缕圣火本源就够了 老头一听表示欧特么开 反正一缕本源只需几十年就恢复 但他却看出了这小子的目的 随手抓出一团火焰扔给萧云 拿去 但你也别得意 想利用这一缕圣火本源仓物奥运 那也得你悟性够高才行 萧云一把抓住圣火本源黑黑一笑 这就不劳前辈操心了 悟性吗 老子可是有顿悟系统 京交大圣也懒得跟萧云废话 直接拎起龙傲天踏空离去 此时少阁主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这里是中途根本不用怕妖子 萧云当然不会说自己是在等某种成熟 前辈我需要领悟火之道奥义 说到奥义 少阁主刚好想问萧云现在领悟了几种 萧云当即表示距离收服地兵 还差火时间空间三种奥义没领悟 少阁主心中震惊到麻木 卧槽 这才不到几个月 这货已经领悟了这么多奥义 这特么的不会是见到之子 但这也代表老爸真的有机会得到那件地兵 萧云知道对方上钩了 连忙感叹领悟时间和空间两种奥义太难了 不知少阁主可有办法 闻言少阁主觉得很有必要帮忙 他老爸想利用这货收服地兵 然后抢过来 要是拖到他成圣才领悟剩下两种奥义 那就真的抢不动了 想到这里 他告诉萧云有种宝物可以帮助他领悟空间奥义 自己现在就去帮忙找 其实那东西在一处危险的秘境中 他得回去请老爸出手 萧云暗自冷笑 这小鹰匹应该去找老鹰匹商量 怎么帮自己领悟剩下两种奥义 既然如此他当即盘腿坐下 戏头 对火之道奥义使用盾物 不过他忍不住吐槽 本尊那边浪费了那么多盾物 竟然还没领悟火之道奥义 真是废物一可 男人坐在火山上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连大小便都原地解决 就为了领悟火之道奥义 地旁的不灭老祖干瞪你 就这样光看火山 真能领悟火之道奥义吗 突然疯疯疯 宏度的火焰从萧云体内爆发而出 老祖两只眼睛瞪大三只 挖草 这么快 混沌圣地祖坟喷激光啊 竟然收了这么个妖孽 他不知道萧云也挖草了 只是让分身去刷顿物 他竟然参悟了奥义 简直比他这本尊都牛批 还好是同一个灵魂 不然真怕他反客为主 老祖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 我已经领悟火之道高温 接下来要领悟木之道 老祖震惊到麻木 好 老祖这就带你去看 九霄大陆最古老的树 随后标的一下冲上高空 本尊仅跟其后表示欧特梦开 此时分身这边 横扫了个大宗门的天交梦 几乎都是一件KO 至此独孤求败的名号 渐渐名扬整个中途 突然一个绿的发光的 程咬金跳上擂台 王八宗五星云前来挑战 不出意外的果然有人要出意外 绿衣服连人大夫直接被轰飞 萧云很生气 王八宗就派你这种货色来 张云飞怎么没来 他记得那家伙当初在真龙巢 招惹过自己 最后被自己打败了 现在竟然瞧不起独孤求败 此与衣服怒喝道 整个中途都知道张云飞已经死了 萧云愣住 那家伙好歹是五行神体 他是怎么死 绿衣服回答 公平对战被一个叫做天一的散修杀死 萧云皱眉 是东神王那个徒弟天一吗 那货也是五行神体 真有这么巧的事 算了不想了 下一个是谁 然而四周一片死寂 与此同时九霄大陆公厕宗 大侄子嚣张的声音响彻山门 公厕宗的听着 我来替我叔叔独孤求败下战书了 圣云宗的老头气的秀发都摆了 小辈放肆 竟敢侮辱我们圣云宗 哼逼的大侄子一脸懵 啊 我哪里侮辱你们了 这明明写着公厕宗几个大字 老头气的浑身发本 却只能一肚子化咽回肚子 有屁块说 可可 我叔叔独孤求败在天地城板下擂台 静候圣亡宗的天才们 老头冷哼道 你走吧 我们圣亡宗的天才绝对会去击败你叔叔 而大侄子却没有马上离开 前辈 人有三级 这里写着公厕宗 我正好想方便一下 要不 直接被一拳轰飞 滚犊子 区区无名之辈竟然如我们圣亡宗 为了稳妥起见 他决定派出宗门年轻一辈最强的江浩然 卢孤求败 压戏雷 此时连续五天了 分身一场没输过 哎 真是无聊 都没人赶上擂台吗 剑衣他们惊呆了 卢孤兄简直强得离不 连续四天了 没一个人能在他手上撑过一招 就在这时公厕宗神子带着龙武出现 好你的东荒乡巴佬 竟敢在中土嚣张 卢孤求败 就让我龙武来领教一下你的剑脑 萧云一眼认出江浩然 那旁边这个应该是真龙遗种吧 想到这里感动的眼睛流口水 太哇塞了 送上门的真龙遗种 必须给他安排某种套餐呀 众人疑惑 这十八块腹肌是谁呀 怎么这么嚣张 剑阁的人说出了他们的身份 顿时引起一阵惊呼 我去 这下有好戏看了 至尊体加真龙遗种 这绝逼是中土最强一列 叶飞顿时睁大了赤瓜的眼睛 终于能见识中土至尊体的实力了 龙五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嚣张地指着萧云让他赶紧投降 以免等下小命送在这里 萧云姿着大牙黑黑一笑 你不是我对手 还是让你主人上吧 而江浩然只觉得这祸可笑 他以为他是萧云吗 竟敢这么嚣张 现在可不是你祖父那个时代 一只乡下土鸡也赶来中土撒野 龙五 给我撕了他 话音落下 只见龙五一个飞身轰向萧云 见龙在天 龙五全力以赴 他想一拳秒杀萧云 小子 记住了 今天杀你的龙叫做龙五 就在这时 萧云左手凝聚出魔云 右手掐动硬卷 风之卷 一剑狂风卷星辰 几乎是瞬间 所有剑气汇聚成龙卷风将龙五包围 与此同时某种也狗狗碎碎地没入体内 而龙五对此全然不知 臭小子 你果然有两下 萧云勾纯冷笑 我说过你不行 还是让你主人上吧 接下来只等某种成熟 真龙血脉太歪锐不得了 他试得爱吃龙肉的变体 可这头龙竟然主动送上门 既然如此 萧云直接送他某种套餐 嘿嘿 又特服 接下来只等某种成熟仔 有了真龙血脉 老子的肉身就会比混沌体都强 而龙五对此全然不知 只见他身体迅速膨胀 直接化成兽体 独孤求败 你很强 但比我差远了 萧云双手暴毙 淡定地使出七剑和一鸣出一把剧剑 如果你输了必须回答我几个问题 龙五愤怒地张开樱桃小嘴 朝萧云撕咬了 狂徒 龙怎么会说 但很快他就被打了 随着萧云大手一挥 巨大的剑和瞬间 轰碎了小可爱的樱桃小嘴 龙五像块咸鱼摊在地上 显然受伤很重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骨骑 而且对方还隐藏了实力 呜呜呜太吓龙了 呜呜呜 龙想回朝 吃瓜众人纷纷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卧槽 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强大的剑刀攻击力 与此同时 萧云感觉到顿悟在暴涨 哇塞 转大了转大 剑阁的人满脸狂热 这才是真正的剑刀 这一刻叶飞也动容了 不得不承认 独孤求败完全有资格根治尊体一战 擂台上萧云看向小可爱 你说了 告诉我上百只真龙遗种还剩下几只 龙五害怕极了 把所有知道的告诉了萧云 原来上百只真龙遗种互相残杀 现在只剩下五只 因为真龙本源只有一个 这也代表只有一头龙能净化成真龙 其他兄弟死了 剩下的龙就会分到他的真龙本源 除了自己和龙傲天 剩下的还有龙一二三 萧云差点被逗笑 龙一龙二龙三 名字起得这么随意的吧 可可 剩下三只龙在哪 龙五猜测他们应该潜伏在圣王宗和金交族夫妇 萧云感觉很有道 他们肯定想吞噬你们的真龙本 就在这时江浩然跳上了擂台 龙五下去吧 我会替你报仇的 萧云冷笑 江浩然是吧 听说你当年在真龙槽被萧云打的屁股尿泥 江浩然被气得老脸一红 呃 这混蛋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随后向萧云是放出恐怖的威压 我早晚会打败萧云 但今天就先拿你开刀 萧云冷笑 吹牛谁不会 听说萧云之前打败了叶飞 叶飞就在这 我觉得你连他都打不过 紧接着看向台下的叶飞 喂 你不是被萧云破了无敌道心吗 现在这里有个送上门的至尊体 打败他 就能帮你重塑无敌道心 敢不敢上来一战 叶飞无语 磕么的怎么扯到我头上 但他觉得萧云说得很有道 深厚的叶剑担忧地伸出了了抗手 不可 万一再败 你的无敌道心就碎成渣了 而叶飞已经做出决定 至尊体不能认罪 随后跳上擂台 看向江浩然和独孤求伴 你们谁与我一战 谁要江浩然直接左右开弓 神王权同时轰向萧云和叶飞 收拾你们俩 我一人足以 而叶飞当即施展出遮天手 一左一右朝剩下两人轰击而去 他也觉得自己可以一条二 萧云都被整无语了 你们俩都很自信吗 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此时他不得不施展出雷神斩 这里可是老子的擂台 说话间两个巨大的剑王朝两人轰击而去 三股强大的气势互相碰撞 令得天空中风云变死 是瓜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我那个去 三大天骄混战了 快快快 快把镇的瓜子和八二年的红牛拿来 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龙一二三同时锁定了龙五 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男人才刚给龙崽子种下魔主 但下一秒龙肉就被瓜分 而萧云却很兴奋 因为原本九九八十一天才能成熟的魔主 现在就可以收割了 原来就在萧云跟其他两个至尊体混战时 龙一二三同时朝着龙五肃杀过去 龙五心中生起一股死亡的大恐怖 完蛋了BBQ啊 刚死里逃生 又要死一次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龙五的身体直接被打爆 几乎是瞬间 三头龙各自抢走一块真龙本云 朝不同的方向逃走 三大天骄同时惊呆 卧槽 龙五死了 但下一秒萧云却满脸兴奋 我那个去 魔主竟然被瓜分了 众人懵逼的就像众人 刚刚发生了什么 龙五怎么只剩一滩碎肉了 随后就看到三大天骄 丢的一下分别朝着不同方向追了上去 江浩然气的秀发都变色了 可恶 也认出了他们 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龙一二三了 我叶飞今天势必猎杀一头真龙一主 而萧云此时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简直太哇塞了 那三头小可爱瓜分真龙本云的时候 竟然也瓜分了魔主 而且是成熟状态 这代表自己现在就可以收割了 想到这里萧云又加快了速度 绝不能让他逃了 前面的龙崽子 你已经被包围了 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小可爱都被逗笑了 白痴 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吗 我是故意把你引过来的 现在没人能救你了 萧云咧嘴黑黑一笑 嗯 想法不错 先告诉我你是龙几 我是龙三 独孤求败 我劝你放弃 你你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留走 虽然自己有把握打败这活 但如果被他拖住 引来其他高手就麻烦了 而萧云却举起拳头 表示自己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管他龙几 自己当下只想收割魔主 龙三剑撞当即变成兽体 朝萧云扑杀而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了 萧云连忙一拳轰击了上去 萧可爱在心里嘲讽 这小子真是傻缺 明明是个剑修 竟然用拳头跟自己打 简直找死 可他不知道 这代表萧云不想再隐藏时 随着一人一龙的拳头 狠狠碰撞在一起 只听风龙一声巨型 萧云普普通通的一拳 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直接轰裂了 萧可爱的先先欲者 龙三仿佛看到老婆 柄里有老婆 这怎么可能 自己可是真龙一种 肉身怎么会输给一个剑修 你究竟是谁 我没发现你有什么特殊体质 萧云笑得一脸和善 哎呀呀呀 谁说我没有特殊体质的 你看看这是什么 下一秒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 萧云身后显露出三千条大岛头影 小可爱惊恐的张大的樱桃小嘴 你竟然拥有混沌体 这简直太震撼了 整个中普拥有半部混沌体的 只有混沌圣地的神子 明明你 你不会是中普第一妖孽萧吧 萧云黑黑一笑 冰狗答对了 但迎接小可爱的只有一只巨大的拳头 那就奖励你一张去地狱的飞机票 头等舱哦 下一秒龙三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直接被轰飞吐袭 萧云一个闪身又出现在小可爱面前 泽泽 你太弱了 而且运气也不好 我本来想杀龙一的 结果却追到你这个倒霉蛋 小可爱被整无语了 是我弱吗 明明是你太遍体了 如果换成另外两个家伙追自己 自己绝对不会死在这里 只见小可爱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吐 我不甘心 想杀我 就跟我一起去地狱吧 此时龙三浑身不满密密麻麻的裂缝 就像火山药爆发 萧云勾唇冷笑 哼 想自爆吗 你再想屁吃哦 男人明明只是中了一颗魔种 却没想到一传四 就连堂堂至尊体也中了招 可男人刚想收割第一颗 这头龙崽子却想自爆 萧云淡定施展出混沌领域 在老子的混沌领域里还想自爆 你再想屁吃哦 龙崽子彻底被压制 他惊恐地发现想报都报不了 萧云又是一拳把他打成攻形吐血 龙崽子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自己死得不冤 但自己一死龙一和龙二就会变得更强 萧云 你早晚会死在真龙脚下 而萧云才懒得跟他逼一逼 直接把他的肉身打 稀巴烂 可惜你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随后伸手去抓朝四面乱串的真龙本源 但却抓空了 好吧 看来真龙本源只有真龙才能得到 随着萧云成功收割魔种 龙崽子的血肉也融入体内 此时萧云已经铸就了不死之躯 哇塞 我现在的肉身已经相当于完全体的真龙了 而且恢复力也达到了变态级别 哪怕断手断脚也能瞬间满血 随后兴奋地踏空离去 剩下的三头龙崽子都有魔种 等全部收割 光靠肉身也能轻松渡过涅槃境 而萧云杀死龙三后 叶飞瞬间被龙二一拳轰飞砸在地上 刚才烧战上风的叶飞震惊 你你你 你怎么会突然实力暴涨 龙二更震惊 卧槽 龙三怎么死了 那两个人竟然这么快就杀了他 叶飞 我吸收了龙三的真龙本源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叶飞不敢置信 独孤求败和江浩然有这么强吗 不 龙三应该是被路过的人类强者杀的 随后淡定地看向龙二 就算你现在变强了一点 却不可能马上击杀我 但我只要拖到人类强者过来你就个屁 这正是龙二所担心的 叶飞 你无非是想降服我 敢不敢跟我签订生死契约 叶飞直接被逗笑 你是想让我叶家给你做靠山吧 但生死契约代表你死我也死 人族妖族都要杀你 我干嘛跟你绑在一起 龙二表示你我联手对你也有好处 只要跟我签订契约 你被萧云破掉的无敌道心马上就能恢复 萧云的实力有多强你应该知道 跟我组队才有机会横扫胜路 叶飞一听就心动了 无敌道心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但我不会跟你签生死契约 萧云惊呼 我勒个去 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自己只是给龙五种下了魔主 怎么连叶飞这个至尊体也被传染了 他原本只是萧云随便弄了一个小号 没想到却名养九霄大陆 甚至让六大圣地为他抢破头 原来就在刚才萧云让大侄子帮他散播消息 就说独孤求败要加入中途某个圣地 大侄子一听顿时觉得嘴里的龙肉都不香了 叔叔 你可是我们独孤世家的人 怎么能加入其他圣地呢 萧云瞪了一眼这吃火 可独孤世家愿意认我吗 当然 爹好像确实不愿意 大侄子忍不住在心里骂他爹太蠢了 比叔叔的天赋别人都抢着药了 叔叔 我下次一定能说服 萧云摇头表示不用了 我是独孤世家的子弟 不论回归与否这点永远改变不了 大侄子一听表示欧特梦开 那我这就去散播消息 震惊震惊 帅到吊渣的独孤求败要败入中途圣地了 3.14炷香后消息传遍整个中途 各大圣地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诸位长老 你们说要不要争取一下独孤求败 争取 必须争取 这独孤求败不是在独孤世家长大的 恐怕对他们没什么感情 只要咱们好好栽培他 他是不会背叛我们太出圣地的 紧接着荒谷霸天天剑天刀 甚至混沌圣地全都派了一位太上长老来招揽萧云 而萧云此时正在房间里闭关修炼 他已经从出窍境后期提升到出窍境巅峰 哎 修炼真是太简单了 一不小心又提升了一个小层次 接下来就是涅槃超凡 应该是小意思 大侄子突然兴奋地推开房门 叔叔 荒谷圣地和霸天圣地的太上长老来了 萧云黑黑一笑 能派太上长老过来 这代表他们非常重视我 但他更想混进太出圣地去搞事 两位太上长老见面就呼气了 你瞅啥 瞅你咋地 不服来干 我立刻送你归西 大侄子都被整无语了 这就是高手风范吗 但萧云能理解 毕竟这两家是死对头 随后释放出强大的剑气走向二人 晚辈独孤求败见过二位长老 两个老头顿时惊呆 卧槽 好强大的剑意 死子真乃天才中的天才 小小年纪竟然达到了出窍境巅峰堪比至尊体 独孤小友加入我们吧 荒谷圣地欢迎你 霸天圣地也开始争强 就在两个老不死逼逼叨道时 天见圣地的老不死也出现了 大家都是走剑道的 我们圣地更适合你 紧接着天见圣地的死对头也来了 独孤小友别听他的 他屁吃多了只会说屁股 照他那么说你还不如加入剑道 他是天刀圣地的老不死 萧云无语 感情这货就是一根脚屎棍 随后太出圣地和混沌圣地也来了 圣主他们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怎么还派天一治回来了 前辈听说你们圣地有个超级天骄叫萧云 是有这个人 不过也就一般吧 我觉得赵无极比他适合当神子 萧云脸色一沉 很好 你给我等着 各位前辈无需争吵 我的原则只有一个 谁给的待遇好我就去谁家 荒谷圣地表示可以封萧云为第一圣子 霸天圣地冷笑 切 我们直接封他为准神子 来我天见圣地不但封你为准神子 还能成为剑圣的清传弟子 太出圣地表示他们内靠实力说话 打败李成帝就能成为第一栽培对象 而且由准地古神医收你为徒 萧云一听感觉有搞头 一旦成为准地的徒弟 那老子岂不是比其他人高了好几个辈子 就妥妥地打入太出最高层呀 天一突然开口说 准地收徒不过是个噱头 他们根本没时间教你 但我们混沌圣地可不一样 萧云倒是挺好奇自家圣地给什么待遇 结果天一偷偷传音给萧云说 独孤小友我知道一种 可以快速领悟奥义的秘诀 萧云一听很无语 这货不会是想让自己玩高空摔吧 好你的老皮肤刚才说我不如赵无几 看老子不吭死你 前辈 你说的秘诀是不是从天上摔下来 天一震惊 天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萧云忽悠道 其实这个方法我早就会了 不然怎么能领悟这么多种剑道 咱们等会再聊 随后看向其他圣地的老不死 各家圣地的待遇我都知道 还请给我两天时间考虑一下 行 我就等待独孤小友的好消息 其他人走后天一兴奋地看向萧云 他终于确定高空摔这方法有效 独孤小友 你一般是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 萧云没想到这伙这么直 看老子不吭死你 前辈 那当然是越高越好呀 萧云不知道的是 两人关于高空摔的言论 竟然被大侄子偷听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 大侄子也挽起了高空摔 萧云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你这是干嘛 叔叔 我在参悟奥义 您放心 这个秘诀我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萧云嘴角都抽麻了 毕竟是自家侄子不能这么坑他 大侄子 我是坑那个老不死的 高空摔对领悟奥义没用 谁料大侄子一听更兴奋了 爹说过凡事只要跟别人反着来 就不会被骗 没用就是有用 人后继续挽起了高空摔 挂逼少年差点一脚灭了太初圣帝 但圣帝长老却眼瞎 竟然费尽心思把死敌请回家 没人知道挂哥不慌不忙 正在等其他圣帝加筹码 续天见圣帝能领悟剑斗 续太初圣帝能当卧底坑死他们 刷 一个老头突然出现 萧云暗笑看来今晚有点热闹 前辈深夜来此所为何事 独孤小友 白天人太多不方便说 我霸天圣帝不但直接册封你为准绳子 还会请多位祝剑大师 帮你打造一把成长型圣兵 好的 我会考虑 萧云礼貌送走老头 心中却冷笑 哥都已经有剑神山那剑地兵了 虚虚圣兵就想忽悠我跟你回家 想屁齿了 一点一炷香后 赵无极的娘家人也来家家 加入我们荒谷圣帝 我们将一位剑圣的完整剑道交给我 随后是天剑圣帝的老不死 独孤小友 我们圣帝可以给你五门准地金 还有阿巴阿巴阿巴 这些老不死果然都留了一手 不知太初圣帝有什么筹码 绿衣服长老笑脸盈盈 独孤靓仔 我知道你的剑道需要领悟很多奥义 我太初圣帝可以帮助你领悟时间奥义 被人第一次喊靓仔的萧云有点震惊 时间奥义这正是自己需要的奥义 但时间奥义那么难 我凭什么相信你 难 对别的圣帝的确难 但我们可是拥有时空之体里程帝 他早已经领悟时间和空间奥义 他可以帮你 萧云一听感觉太酷辣 的确没人比李成帝更适合帮自己 倒是跟他亲近亲近 说不定还能趁机种下某种 前辈就不怕我先一步正道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太初圣帝准备把你和李成帝打造成一对绝带双交 你两联手必能对付萧云和赵无极 将来无论谁先正道大帝 我太初圣帝都是赢家 萧云点头表示前辈说的事 但心中却冷笑 小爷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汗 等你们以后发现老子就是萧云恐怕要气苦 放心 不出意外的话 我会选择你们太初圣帝 好嘞 绿衣服一听乐呵呵的离开了 萧云决定就去坑太初圣帝 不把你坑到破产 老子就不叫萧老六 但如果这副样子去见李成帝 他肯定不愿帮我 随后取下面具 双手掐印默念咒误 阿波吃的 多艳变 变化 三点一四柱香后 嗯嗯不错不错 不愧是我 太帅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被古神医看出混沌体 时间来到两天后 六大圣帝的老不死们早早就等在萧云门口 萧云面具一戴谁也不爱 直接宣布败入太初圣帝 绿衣服一听笑成了菊花脸 独孤亮仔真是太机智了 选我们吃不了亏上不了的 那事不宜吃我们这就会太初圣帝吧 其他圣帝的老不死们只能哀声叹气 那我走 但萧云表示要跟大侄子说白白 大侄子呀 以后别被人骗了 回去后千万别修炼那什么奥义速成法 我是忽悠天一老不死的 放心叔叔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别人骗了 回去后我会争取领悟轮回奥义的 萧云简直欲哭无泪 看她那自信的笑容 绝必用了那套反向思维 又得回去玩高空摔 独孤世家不会被我坑死吧 萧云常常叹气 很快跟着绿衣服回太初圣帝 前辈我人生地不熟 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点 绿衣服一听又笑成了菊花脸 此子天赋绝佳 以后肯定是万人之上 这不是送上门的大佬娲 独孤亮仔 你一来就被准地收围堵 肯定会引起圣子们的妒忌 到时候不管谁来挑战 你就往死里打 彻底打通他们才能立威 萧云笑得一脸和善 还有这种好事 能直接打死过 绿衣服被这兴奋的笑容吓出冷汗 靠 这小子是个狠人 可可 杀人当然不行 但你可以踩他们脑袋朝他们吐口水 只要你有实力 越嚣张太初的高层就越欣赏 萧云明白了 这太初圣帝弱肉强食强者为尊 比别的圣帝更残酷 太初大殿前 萧云感叹 上次差点灭了这里 而这次却被大摇大摆地请了进来 走吧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高层们都在里面等 萧云点头朝着大殿走去 只要过了古神医这一关 以后老子就是太初圣帝最亮的仔 失散多年的孙子竟然要收萧云做徒弟 虽然他大萧云整整3.8千岁 但萧云决定不跟他计较 毕竟你萧爷要来搞垮太初圣帝 此时萧云已经被绿衣服带进太初大殿 老祖圣主 死子就是独孤求败 萧云定睛一看 悠呵 这不是当初被我揍得不敢出乌龟壳的孙子古神医吗 那他旁边的应该是太初圣帝的圣主吧 他知道古神医正在仔细打量着自己 最大的考验来了 要是瞒不住我孙子 今天就要挂在这里 准地的目光盯得他感觉自己没穿衣服 换做其他至尊体恐怕已经暴露 但萧爷有混沌体 在没真正爆发时就跟繁体一样 3.14秒后 古神医对一旁的圣主点了点头 这代表萧云已经蒙混过关 独孤求败 即日起你便是我太初圣帝的圣子 既然之前承诺过老祖将会收你为徒 还不快向他老人家行礼 萧云一边骂勋子给我等着 必边抱拳给古神医行了0.0001个礼 圣主一看皱起眉头 独孤求败你怎么不贵 拜师之礼得三跪叩拜 萧云无所屌尉地说 我已经凝聚出无敌道心 此生不可能向任何人下跪 老祖若觉得无礼不收晚辈即可 但古神医完全不生起 罢了 不败就不败了吧 毕竟本作以后也没多少时间支店 不过希望你谨记从此 你就是太初圣帝的一员 放心老祖 我肯定不会欺世灭祖 古神医满脸和善将一块令牌传给萧云 拿着 现在骑你就是我古神医的弟子 有了他 除了禁地你哪里都能去 萧云连忙接过令牌 多谢世尊 我太初圣帝靠实力说话 你若能击败李成帝 那本作今天便册封你为我太初圣帝的神子 随后看向绿衣服长老 行了 你带他去四处熟悉一下 顺便送他去圣子封 萧云一听表示欧特姆开 然后跟着绿衣服离开 李成帝算是遇上对手了 接下来可要热闹 很快萧云跟着绿衣服来到初始之楼 这里是挑选功法的地方 独孤靓仔 你现在是圣子 这里的功法和神通你都能修炼 萧云一听连忙对初始之楼说 给我找出所有圣人以上的剑道功法神通 结果初始之楼足足给出了一百多本 麻辣八子 太多了 三点一四处箱后 独孤靓仔选好了吗 萧云两只眼睛选下三只 岁月之剑次元斩五行剑阵 行了 就这三门有用 绿衣服看得嘴角抽搐 我来个去 太疯狂了 怎么刚好选中没人敢修炼呢 而且还是三本呀 最后绿衣服带着萧云来到圣子封 独孤靓仔 这里是圣子们居住的地方 共有九层 只要你有实力可以一路杀到顶层去 那里住着里程帝 萧云一听兴奋坏了 哦吼吼吼吼 终于可以热身了 随后标的一下冲向圣主封第二层 轰轰轰 强大的剑衣瞬间炸开 令得空气都得抖三抖 第二层的圣子们一脸不屑 呦 又有新人来送菜 好像是叫独孤求败 听说他横扫了中土群英爱 笑话 那是我们太出圣地没人去 然而被嘲笑来送菜的萧云 却头也不抬直奔下一层 一个圣子拦住他 喂喂喂 懂不懂规矩 先打败我们才能进下一层 但萧云却冷冷扫去一个眼刀 继续飙向下一层 他娘呢 竟敢无视我 那圣子瞬间气得嘴巴喷嚎 都让开老子要装逼 记住 今天拜你的人叫做 萧云懒得听他逼逼 直接一剑把他轰进地里玩泥巴 远出的那些圣子们仿佛看到老婆 丙里有老婆 卧槽牛批 竟然只用一招就打败了他们这层的老蛋 顿时没人再敢嘲讽萧云 很快萧云一人一剑横扫圣子聪的消息 传遍整个太初圣地 而且全都是一剑K了 我觉得他最少能打到第七层 一些老不死们嘖嘖称赞 死子的剑道已经遥遥领先他祖父了 是啊 各方面都遥遥领先 0.314炷香后 萧云已经杀到第六层 他一脚踩在一个圣子脸上 嘖嘖 一群小菜鸡 有点失望了 被骂菜鸡的圣子们暴怒 这家伙太嚣张了 兄弟们一起上 宰了他丢到海里喂猪 众人同时爆发出权力一击冲向萧云 萧云呵呵冷笑 呦 全是特殊体质 正好老子就爱念天骄 轰轰轰轰 萧云双手化作利剑左右开弓 直接将围过来的一群卡基米全部轰飞吐血 嗯 歪锐故得 这位前辈创出的次元长果然很丢特 别人吐血倒飞 他却美滋滋地欣赏着工作 一番骚操作惊的众圣子们目瞪狗呆 疯了疯了 这是哪里来的变态啊 特么我们老命都拼出去了 他还有时间看书 男人每个月都会来十斤大姨妈 而未婚妻却非要跟他生猴子 烦不胜烦的男人只能修了未婚妻 因为他已经被萧云变成姐妹 殊不知把他变成姐妹的萧云就在他楼下镊子 小菜鸡们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靠 随着两道剑光横扫而出 轰轰轰 这一剑竟然发挥出了次元斩的最强威力 直接将八点九个圣子轰飞吐血 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卧槽 那可是一门准地惊讶 他竟然在战斗的时候参悟了 简直比变态还变态 而第九层有个人正玩味地看见萧云 独孤求败 有点意思 很快萧云已经打到第七层 几个圣子有点懵逼 怎么办直接放他过去会不会太丢脸 那干脆一起冲门 其中一人大喝一声 杀呀 但他像个二傻子冲向萧云 而怂恿大家一起上的那人却一动没动 我测草惠目呀 一群老六竟然卖队友 关键是我自己打不过呀 但已经晚了 哼 倒霉的圣子瞬间被轰飞吐血 剩下的几人吓得脖子一锁 这boss太强 根本打不动呀 独孤兄不愧是见到第一人 我们认输 明去下一层门 但萧云可不想放过他们 既然混进敌人大本营 那必须先虐你们一顿 废物们 既然敢挑衅我 雷神斩 剩下的人气的头皮发麻 独孤求败你太嚣张了 我们已经认输了 萧云冷笑 不 爸爸不允许你们认输 剩下的人只能咬牙纷纷使出杀手锏 大家一起上 宰了他 但下一层 风 又是一招轻松KO 圣主嘖嘖感叹 哎 实力相差太大 看来唯有至尊体才能与此子抗衡 萧云抬头看向山顶 他隐隐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好像是李承帝的气息 好久不见了 不知道这几年你长进多少 与此同时 圣子峰第九层 承帝 这些天你为何一直躲着我 男人深深叹气 千雪我们解除婚约吧 其实我已经对你没感觉 男人转过身露出一副绝美的容颜 原来他就是李承帝 当初在真龙巢被萧云割了昆昆后 开始修炼阴柔功法 现在已经变成李姐姐 穆千雪满脸悲伤 承帝 我不在乎这些 而且你师尊说过 只要成圣你就能恢复正常 这跟当年真龙巢的是无瓜 失去一些东西 反而让我六根清静更接近到了 李承帝满脸坚定 而女情长只会妨碍我修炼的速度 你走吧 我一一决 文言穆千雪只能含泪离去 这时弟子来报 神子大人 独孤求败已经闯到第八层了 这么快 希望他能顺利站到我面前 我已经寂寞太久了 此时第八层的两个圣子拦住了肖云 张牙海子浩天见过独孤兄 肖云点头 问问这两人的气息比那些菜鸡强多了 显然是至尊体之下的最强天骄 第八层就只有你们两个吗 张牙海黑黑一笑 加上独孤兄 以后不就是三个了吗 少拍马屁 拍了没用 既然只有你们俩 那就一起上吧 两人一听就怒了 你这么太嚣张了 我俩连手 就算对上李承帝也不再怕 年轻人我劝你想清楚 我两家一起可不是一家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少废话 你俩顶多就让我热热身 我的目标是李承帝 紫浩天简直忍不了 搜头凝聚出一座火山般的巨刀朝着肖云劈下 狂神斩 肖云冷笑 你俩实力不错 可惜在我眼里依然是垃圾 自圆斩 随着肖云抬手一挥 巨大的剑王瞬间撕裂虚空与巨刀对轰在一起 两人竟然不分上下 恐怖的能量波动下的底下几层的圣子们灵魂颤抖 但一击过后对方实力明显在吓死 肖云明白了 原来你是狂神体 狂化后实力会提升好几倍 但你的实力只能临时暴露 就在这时紫浩天大吼道 张牙海 一直没出手的张牙海勾唇一笑 独孤兄 是你自己让我们联手的 到时输了别怪我们已多欺少 说完便抬起双手给紫浩天送出庞大的生命之力 很快紫浩天再次进入狂化状态 之前狂化而消耗的气血也瞬间爆满 恐怖的气息朝肖云席卷而来 肖云两只眼睛瞪打三只 我勒个去 什么鬼啊 这家伙竟然是超级奶妈 他第一次闯圣子风就横扫了所有圣子 但杀到第九层后他却吓得退了回去 并不是因为打不过 而是李承帝竟然变成了李姐姐 打到第八层时肖云震惊 我去 这货竟然是超级奶妈 稀有程度堪比至尊体 肖云边打边扎嘎乐 这两个特殊体质有点意思 联手能揍赵无极了 不如给他们种下魔种 咕咕咕咕 恐怖的能量波动又引来一波吃瓜老不死 可恶 虚空中还藏着圣人 古神医可能也在暗中观战 算了先放过这两位 子昊天见自己能挡住肖云顿时咧嘴大笑 什么剑到第一天才 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独孤兄 看来你得留在第八层陪我 肖云勾唇冷笑 呵呵 两个小菜鸡 这就开始飘了 跨落抬手凝聚出七股强大的剑云 随着肖云大喝一声 七剑合一 七种剑云瞬间合成一条巨大的剑和横扫第八层 子昊天像之咸鱼被轰飞吐血 伤势太重 超级奶妈想加血也没用 有那时间肖云已经把她揍成猪头 想到这里奶妈直接认输 独孤兄牛批普拉斯 我们甘拜下方 能否请独孤兄别打我 肖云冷笑标的一下朝第九层飞去 看来这第八层留不下我 别送了 我以后就住第九层了 殊不知很快就会被打 圣主看着肖云恨不得甩他一脸666 我的天了 七种剑道合为一体 此子的天赋绝对遥遥领先当年的独孤剑 至少遥遥领先百分之两百 与此同时肖云终于来到第九层 论论这里灵气很爱饲养 突然眼前出现一个长相身材都很哇塞的仙子 肖云老脸一红 Oh my God 这女子好美 姿色竟然隐隐在西春雨之上 这绝对是自己见过能排上前三的爵士美女 没想到李成帝竟然金窝藏娇呀 不过那小子不是被自己嘎了昆昆吗 肖云连忙拱手作医 这位师姐 请问李成帝在哪 我想要挑战他 仙子愣住一秒随即红唇微章 雷猴呀 我就是李成帝 肖云震惊了卧槽了疑惑了 懵逼了裂肯 这一刻情绪前所未有的负子 这凹凸有致的裙子是诱人的红唇 他说他是李成帝 那个号称派出圣帝第一天交的时空之体李成帝 我测草惠目呀 实在太大眼睛了 啊 我是谁 我怎么会来这里 这里怎么半个人影都没有 最后沙鸭子扛着火箭筒朝第八层退回去 溜了溜了 我走错地方了 这一刻肖云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妈妈呀 打死我也不要跟这样的李成帝同居 李成帝两只眼睛瞪大三只 好快 这恐怖的速度是风之傲影 这个独孤求败好强 此时第八层的两人正想回家 像独孤求败这么闪耀的男人 注定不可能和我们同住一层呀 结果下一秒就看到萧云又折了回来 两人吓得脖子一锁 独孤求败 我们已经认输了 没必要又回来揍我们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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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误会了 萧云一脸真诚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决定住第八层了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多多指教哈 两人瞬间两脸懵逼 但你之前不是说第八层根本容不下你 萧云直接一脚踹妃子浩天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李成帝 殊不知两人还会有更深的羁绊 他明明是个十八块腹肌的猛男 但所有人却看到他要跟好兄弟表达 发现李成帝变成女人后 萧云吓得一个机灵叼回第八层 但你之前不是说以后就住第九层吗 紫浩天被狠狠踩了一点五个飞尘 怎么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 欢迎欢迎十分欢迎 萧云丢的一下冲进紫浩天的宫殿 以后我就住这里 你去住别的地方 懵逼的两人更懵逼了 刚才怎么回事 也没听到打斗声 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萧云紧闭房门心中万万奔腾 李成帝竟然变成了女人 不不不 他竟然变成人妖了 难道他练成了葵花宝典 踏马得 这世界太疯狂了 而第九层的李成帝终于回过神 他怎么跑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不过他刚才好像叫我师姐年 想到这里娇俏的脸上浮起一母笑容 独孤求败 问问这名字太有意境 李成帝相信这样的爵士天骄一定会来挑战自己 紧接着隔空传音到第八层 独孤求败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久 我就在这里等你 萧云一听吓得在禁地的大门上又加了一层防御枕 我侧草会牡牙 这个死人妖竟然在第九层等我 打死老子也不去 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萧云决定必须尽快领悟时间和空间奥义 然后离开这里 想到古神一老不死也许能帮自己 他直接飙到了太处禁地入口处 师尊 弟子独孤求败求见 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 刚才你使出器件和一维师看到你 还缺少时间和空间两种奥义 师尊英明 萧云表面笑嘻嘻嘻心里妈妈批 老不死的既然都知道了 还卖什么关子 就在这时古神一抬手一挥 面前出现一朵美到极致的小花花 这是时间之花 你拿去吧 它能助你领悟时间奥义 萧云两只眼睛都看直了 好美的花 好想时间就停留在这里 古神一突然打了个响指 醒来 萧云猛地瞪大了眼珠 不敢再看那朵小花花 古神一提醒道 不要盯着它看 否则你会永远迷失其中 这东西竟然这么苦 萧云现在依然头皮发麻 他以为自己的精神力已经够强了 没想到差点回不来了 古神一告诉萧云 这是太初天帝当初在时间长河采摘的时间之花 而且是最后一朵 萧云震惊 我勒个去 太初圣地真是啃下血的 这样的宝贝竟然送给我 可惜老子不仅是独孤求败还是萧云 你们注定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就在萧云得意时 古神一却说这朵花不能直接帮你领悟时间奥义 你得用时间奥义浇灌才行 可是 师尊我没领悟时间奥义 要怎么浇灌他 古神一看向圣子峰的方向说 你去找李成帝不就行了 他早就领悟了时间奥义 萧云吓得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但是老子不想去找李姐姐 那家伙现在太美了 万一自己被掰弯了怎么办 师尊 咱们圣地就没其他前辈领悟了时间奥义吗 没有 整个九霄大陆恐怕唯有他能帮你 文言萧云只能含泪离去 终究是逃不过李成帝了呗 弟子就去找李师兄了 但萧云走后古神一却露出阴痕的目光 独孤求败 时间之花这种质宝都给你了 可别让本座失望了 本座还等着你被收割的那天呢 这一刻萧云怒心是崩溃的 他一个十八块腹肌的直男 竟然手捧鲜花站在李成帝宫殿外 真是见了的鬼 而且这玩意无法藏进空间戒指 在下独孤求败 求见李成帝师兄 萧云知道自己是跳进时间长河也洗不清了 此刻所有圣子都看得目瞪狗呆 我滴个妈呀 这是要表白了 独孤兄竟然耗这口 哎 李师兄可是很漂亮呢 啥 几乎是瞬间李成帝就出现在面前 萧云震惊 不愧是时空之体 这速度简直太恐怖了 李成帝高兴坏了 你找我有何事 是想挑战我吗 萧云嘎了这男人的昆昆 他却对萧云感恩带怒 因为变成女人后他实力变强 竟然能把萧云打到吐血 为了领悟时间奥义 萧云硬的头皮来到李姐姐门外 你是来挑战我的吗 但萧云尴尬地摇头 可可 李师姐 我不 李师兄天资盖世 我甘拜下方 我这次来试为这个 说话间萧云将花递到李姐姐面前 李成帝老脸一红 随后面色凝重感叹这花好厉害 若非自己领悟了时间奥义 恐怕就回不来 尴尬到劈差的萧云总算找到话题 啊对对对 这朵花不能用眼睛看 师尊说用时间奥义浇灌 就可以帮我领悟时间奥义 李成帝一听表示 欧特木特 但我想要你 萧云吓得直起鸡皮疙瘩 哦不我不行 我可以把赵无极介绍给你 我要你和我切磋一场 我就帮你浇灌时间之花 萧云这才松了口气 为了领悟奥义 老子真是豁出去了 来吧 还请李师兄多多指点 李姐姐顿时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师弟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萧云不但不慌反而很兴奋 不愧是自己唯一的对手 这股强大的气息远超赵无极和叶飞 随后低喝一声 没伸展 巨大的剑芒将李成帝吞没 但萧云却打了个空气 啊 竟然是空间投影 就在他四处寻找李成帝的本尊时 李姐姐突然出现在背后 萧云被他一掌击中 喷出一口老息 不行 他已经领悟空间奥义 晋升成扭呼入李成帝 自己的闪电不加峰之速度 奥义还是比不过他 思绪间李成帝又出现在背后 萧云反手劈出一剂雷神斩 这一剑劈得很突然 但只是切掉李成帝的一脚衣袍 并没有伤到他 这屈服的速度跟瞬一样 就连神念都探查不到 其实只要他释放出混沌领域 就能限制李成帝 但现在他身在敌营 只能用剑刀 不能再被动挨打 想到这里萧云突然掐印大火 一剑冰封三万 几乎是瞬间无数冰雪 朝背后席卷了去 李成帝的身体直接被冰封了 呵呵 运气不错蒙对地方了 可就在这时 刚刚被冰宗的李姐姐 仅用三点一四秒就破冰而出 但萧云却勾纯冷笑 速度真快 不过已经足够了 没伸展 抓住这三点一四秒的机会 萧云一剑横扫而出 恐怖的剑芒将李成帝突 刚破冰的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轰飞吐死 再次出现 李成帝受伤不轻 萧云连忙拱手捉衣 李师姐 阿呸 李师兄果然厉害 李成帝苦笑 你也不差 走吧 现在就帮你浇灌时间之话 萧云咧嘴嘎嘎乐 总算可以领悟时间奥影 只要再领悟空间奥影 就能收服剑神山的帝兵了 殊不知自己已经惹上了桃花寨 男人被萧云揍了三点一四度 他却很兴奋 甚至邀请萧云进房间培养感情 但一进去萧云就吓得蛙草了 好好的帅哥竟然彻底弯了 就连房间都变成了少女粉色 李姐姐撩拨着秀发眼神勾人 他问萧云喜欢这房间吗 萧云内心仿佛吃了一坨苍蝇 弄得很漂亮 为了时间奥义老子真是豁出去 随后将时间之花递过去 劳烦李师兄帮忙浇灌 李成帝挑眉 唯有超脱的大帝才能采摘时间之花 你知道什么是超脱吗 那不就是大帝进入仙路 李姐姐摇头说那只是表面意思 为了增加寿源 大帝会从九霄大陆的时间长河 跳入仙界的时间长河 寿源会增加到百万年甚至千万年 萧云明白了 所以太初天帝肯定还活着 哼斗贼 老子迟早去仙路揍你一顿 此时他对李成帝暗骂不宜 恨么得别逼逼 我只想赶紧领悟完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呀 还请李师兄帮我浇灌时间之花 李姐姐却说不及 这花很漂亮 我想多看几眼 萧云有点后悔了 没想到当年答了他昆昆 现在竟然恶心到自己 李师兄 你认识赵无极吗 听说他拥有荒谷圣体威武部分 李姐姐点头 赵无极 不知道他进度多少 有机会可以领教一下 萧云暗暗松了口气 老赵啊 我可是帮你介绍了被人美实力强的李子 行了 我们开始吧 能领悟多少就看你的悟性 萧云表示欧特末开 当即盘腿作弃 系统 对面前的时间之花使用顿物 随着时间之花绽放 萧云发现这朵花记录了太初天地的一生 突然他明白了 时间的第一个奥义就是记录 萧云很快领悟了时间奥义 接下来只要领悟空间奥义 就能拿到剑神山那件地兵 李姐姐看得目瞪狗呆 我勒个去 这就领悟了 可可 你的悟性很强 估计跟混沌圣地的萧云有的一拼了 萧云假装很期待 哦是吗 听说他很厉害 有机会我倒想领教一下这个萧云 文言李姐姐脸色凝重 不久后便是圣地交流会 你作为太初圣地的圣子 一定能跟他对上 殊不知萧云就站在他面前 那个我才刚领悟时间奥义 需要巩固 先不打扰你修炼了 李姐姐满脸娇羞 你没有打扰到我修炼 反而对我很有帮助 要不多做一会我们一起努力提升 啊不不不 我八百年前泡的臭袜子还没洗 萧云扛着地铁撒鸭子溜走 与此同时本尊正坐在一棵通天树下 他在领悟目指导奥义 无灭老祖即坏了 臭小子 圣地交流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这样坐着不可能领 不如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生命之力 从萧云体内爆发而出 老祖心灵受到愚爱 暴击 卧槽 真是妖孽 这么快就领悟了目指导奥义 跟他一比 我这几千年好像活到狗身上了 萧云站起身一脸兴奋 金木水火土五大奥义全部领 终于可以修炼五行圣经了 老祖 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圣地交流会吧 男人只是坐在树下 就领悟了目指导奥义 萧云满脸嘚瑟 不愧是我 太酷了 但下一秒就握了的大曹 分身竟然领悟了十件奥义 而且这家伙还刷了几百次动物 一点都不酷了 跟分身一比 我这本尊简直就是个废物 此时牛逼普拉斯的分身也感受到 本尊领悟了目指导奥义 看来可以修炼五行圣经和五行剑阵 最难的时间奥义都领悟了 那空间奥义更是毛毛雨了 但现在还不能去炼化剑神山那件地滴 因为炼化了也会被雷战抢走 最起码得成圣之后 其实只要再收割一次魔主 我就能迈入出窍境极境 现在可以收割的魔种 有叶飞龙奥天龙一二 但这几个都不好对付 突然他想到在天地城那次 他也给公厕宗神子江浩然中了魔主 想到这里萧云满脸兴奋 这次圣地交流会老子要通死太初圣地 只要收割江浩然的魔主 公厕宗肯定把这笔账记在太初头上 毕竟自己现在可是太初圣地的圣子 与此同时禁地那几千岁的准地老不死 竟然向着孙子给十几岁的天衣行礼 爷爷 您身份尊贵去混沌圣地坐卧底太危险了 唉 你想多了 我一个出窍境的年轻修士 没人会在意我 更不会有人相信你堂堂准地是我孙子 武神医一脸无语 你都跟那八千岁的战组差不多老了 这也叫年轻 突然转念一想 也是啊 爷爷当年可是唯一的至尊体 谁能想到你不挣到大地 反而封印自己延长寿远了 行了 你别瞎操心了 你不也明知道独孤求败有问题还受了进来 孙儿这也是为您考虑 武神医露出阴狠之色 那小子同时修炼了低风水火灭 时间空间七种剑道 还领悟了其中六种奥仪 等他领悟最后一种空间奥仪 您就直接吞噬他的剑道 若是能够挣到剑地未来必是天地 武神医感觉有搞头 那行 等他彻底融合七种剑道 你再通知我 对了 我让你查探的消息如何 爷爷 一切正如祖师爷的预言 这一世会出现很多至尊体 除了排名第一的混沌体和第三位的先天圣体倒台 以及排在第六位的万佛之体 其他都现实了 不过 拥有先天道体的女人我们已经找到 至于万佛之体也在西方佛宗查到1.0 天一兴奋坏了 连忙让孙子安排赵无极或杨一鸣去跟先天道体结合 到时候生出的孩子必定会是先天圣体倒台 但这两个荒谷圣体不是我们太初的 不好安排 放心先天道体和荒谷圣体天生就会彼此吸引 你只要暗中收那个先天道体为毒 让他去勾搭这两人就行了 孙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我封印吗 只要我吞噬八大至尊体和一尊半部混沌体 就能铸就万古第一混沌体 古神一震惊 没想到爷爷竟然有这么大的隐形 但万一排名第一的混沌体出现 天一坚信不可能 百万年都没有出现的混沌体哪有那么容易出现 殊不知很快会混沌体 好了 圣地交流会马上开始了 先走了 与此同时 肖云本尊回到地封后 很快练成了五行圣经 现在他已经同时拥有不死之躯 九转媒体五行圣体 彪特佛 我的肉身已经强了一批 就算到涅槃节也不怕修为跌成菜鸡 就在这时地天突然出现 徒儿 此次圣地交流会在天刀圣地召开 我们是时候出发了 肖云一听表示欧特姆开 等圣地交流会结束 我也该准备涅槃进劫难了 所有人都羡慕他打架时 带着肤白茂米大长腿 但他心里却吃了一万坨苍蝇 谁能想到这长腿姐姐 竟然是排名第四的至尊体 刚才肖云练成五行剑阵后实力大者 正当他按席只剩空间奥义没有领悟时 李姐姐突然出现 求拜 圣地交流会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天刀圣地吧 懵逼的肖云一脸懵 求拜是什么鬼 我们不熟吧 你不要过来啊 我妈不让我跟人要玩 肖云直接关上房门 打死他也不出去了 吃瓜二人祖孝的嘴角都抽筋 哦 还好他是来找独孤兄的 否则以他这绝美的脸蛋和摇曳的身姿 我多看一眼都心动了 哭 都怪那肖云把好好的李师兄变成李姐姐 不久后 九霄大陆的众多强者和年轻天娇们齐聚天刀圣地 地天带着肖云照无极他们刚落地 便引起了柳天都的注意 地天兄 你祖坟喷激光了 竟然恢复了实力 彼此彼此 你不也走了牛屎运 恢复了无敌道心还成了手 柳天都黑黑一笑 这得多亏肖云贤侄帮我补齐了无敌道心的破绽 前辈过奖 我不过随便揍了你一顿 地天兄贤侄快请吧 肖云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咦咦 嚣张至极的霸刀柳天都 怎么变成笑面虎 殊不知还有个变化更大的李姐姐在等着他 众人纷纷惊扑 那个闪闪发光的男人是肖云吗 不 你看错了那个大灯泡是赵无极 所以他旁边那个普普通通的帅哥才是肖云呀 对啊对啊 赵无极还耀眼 他是同样拥有荒谷圣体的神子杨一鸣 快看 太初圣帝的人也来了 肖云看向自己的分身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我累个去 分身竟然背着自己去泡妞 谁给你的自信谈恋爱 挑柔骂 因为没跟季灵分身合体 他根本不知道分身经历了什么 众人纷纷化身土拨鼠尖叫 Oh my God 独孤求败竟然加入了太初圣帝 而且还给他送了个肤白貌美的媳妇 分身一听简直欲哭无泪 李姐姐却听得美滋滋 就在这时东方叶佳也道 龙二看向不远处的肖云眼中战意滔天 就是他让你失去无敌道心吗 这次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子 叶飞握紧了拳头 我也想知道 此时所有人都将暮光投向了龙二 天啊 排名第二的真龙遗种 竟然加入了叶佳 一人一龙联手恐怕连肖云都不是他对手了 一位霸天圣地的圣人突然提议 叶佳的道友 用我这没霸天圣果跟你交换一滴真龙精血科 失去真龙精血后 还能修炼回来 但这霸天圣果可是难得的宝贝 想到这里龙二当即硬下 随着一滴真龙精血没入体内 霸天圣地的圣人兴奋地笑出了朱祖 啊哈哈哈哈 我的肉身终于变得更强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 萧云的魔种也随之重入体内 不知情的圣人们纷纷笑话 这里这里这里 我用血珠菩萝 我用九转铃花换 一时间龙二成了香菠菠 一群圣人都跑来要跟他兑换精血 而龙二自然来者不拒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 分身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魔种的宿主竟然多了这么多 不是吧 这精血能让魔种传染 那整个九霄大陆岂不是 老头花费巨资却只为给徒弟买一滴精血 刚买到手却被萧云毁掉 因为精血的主人龙二竟被分身中了魔种 而不知情的圣人们却纷纷找龙二兑换 消耗恩滴精血后龙崽子有些胜虚 不换了不换了 再换下去老子就成真龙变成死 此时就连帝天也动心了 徒儿 这真龙一种的精血是个好东西啊 为师这就替你弄一滴来 萧云正想说秋豆麻袋 但帝天已经丢的一下冲了出去 这是万年龙血诸谷 可以帮你快速恢复两滴精血 你给我一滴就行了 龙二一听表示欧特姆开 这生意不亏啊 众人瞬间就误了 纷纷掏出恢复精血的宝贝 要跟龙二继续交易 于是圣地交流会 竟然变成了交易大会 与此同时 帝天将那滴真龙精血 递给萧云 乖徒儿 快看看这宝贝 对你有没有帮助 英英英 便宜师尊对我还蛮好的吗 其实萧云想说 自己有混沌体不死 只屈五行圣体九转雷体 肉身早已强过真龙一嘱 根本不需要这玩意 突然他震惊了 卧槽 这滴精血中 竟然有自己中的某种气息 就在这时龙傲天 也大声吆喝起来 来了来了老铁们 新鲜出炉的真龙精血 童所无欺漏 很快众人都围在 龙傲天周围开始风景 给我来一滴 给我来试滴 别急别急都排好 萧云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我勒个去 这真龙精血能传染 那这些圣人 岂不是都被自己种下魔主 独孤求败 看着这一幕有点后悟 靠 早知道不杀龙三的 直接绑起来卖血 岂不是发家致富 见众人都买得火热 一旁的地天 连忙传音给萧云 徒儿 你怎么还不练花那滴精血 我准备多买点 给混沌圣地的 其他天才能用 不用了 师尊 这玩意对至尊体没用 而且这些精血里面 有我种下的魔主 第一天顿时震惊到 眼珠离家出走 我滴个亲娘呀 这简直太疯狂了 照这样下去 那恐怕整个 九霄大陆的修炼者 都要成为你的魔主了 等等 你什么时候 给龙二种的魔主 萧云有些欲哭无泪 具体啥情况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分身干的吧 与此同时分身 也无欲的看向本尊 一旁的李姐姐感应到 独不求败的目光轻笑道 放心吧求败 老祖已经去买精血了 以你的天赋 肯定能分到一滴 如果你想要更多 我的那份也可以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真龙精血 亲爱的 彩礼不要临时了 就要真龙精血 所有人发疯般 购买真龙精血 没钱的贷款也要买这些 因为没人不想实力变强 就在这时 我们太出圣地 购买一百滴精血 龙二震惊到麻木 一百滴 你是想把我榨干吗 但很快 太出圣地的老婆 逃出无数宝贝 来呀少年交易 我们太出圣地 就是人傻钱多 众人仿佛看到老婆 并里有老婆 卧槽 这两头龙崽子赚麻了呀 太出不愧是 中土第一大圣地 交易的宝贝里 竟然有大半是恢复精血 就在这时 天一表示 他也需要真龙遗嘱的精血 作为吞天魔体 他根本不需要这玩意 但他现在是卧底 为了打消帝天的疑虑 做做样子也必须搞意思 然而萧云却在心中冷笑 哦吼 这可是你自找的 正愁找不到机会 给你中魔人 由于两条龙崽子 失血过多 叶家大圣提议圣地交流会 只能延后几天 而此时分身 正不一余力地 给李姐姐做美 看呀 那个闪耀的男人赵无极 他很厉害的 要不要引荐一下 不 荒谷圣体是至尊体 厉害一点很正常 倒是求败你一介繁体 拥有这种实力 才是真的厉害 但他有88块腹肌 那腰子简直是黄金之腰啊 不 求败你这样的身材 其实更耐看 分身彻底呀 麻呆狗蛋了 嗯 你特么知识赖上我了吗 那个我有事先离开一下 求败 要不要我赔你 不不用 我去放个屁 随后分身总算逮到机会 跟本尊碰了 将天地金二交给他 随着两人合体共享的记忆 本尊彻底无语了 啊这 就很离谱 那个长腿姐姐竟然是李成帝 而且那货竟然缠上分身了 不行不行 老子可不能被掰弯呀 分身走后 萧云暗暗发誓 得想办法撮合赵无极跟李姐姐才行 他当即翻开天地金二注入时间奥义 上面的字迹果然跟天地金一样 这应该是完整的时间之道功夫 在太初圣帝内分身不敢明目张胆地研究 毕竟古神医那老不死一直盯着他 随后萧云震惊地发现最后一页居然还有字 而且竟然是汉子 这是自己的字迹 显然是过去的萧云用地球文字给自己的流言 男人明明只有十八岁 却从一本百万年前的地金里发现他的笔记 而笔记上也记载着 当你看到这些文字时应该猜到我就是你 但我是过去的你还是未来的你 这点你如果搞不清楚 那就不用看下去 萧云愣住 啥 这本书不是百万年前的自己留下来 难道是 突然他误了 这本书的确来自太古时代 但却是未来的自己跨越时间长河去了百万年前留下的 卧槽 那不就是未卜先知 萧云呲牙嘎嘎乐 本以为上面会传递什么彩票信息 结果笔记上却说未来的你会发生恐怖的大灾难 但具体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并不是未来的他不可说 而是只要写下那些文字都会诡异地消失 甚至引来天杰往死里批的 他说他未来强了一批 一拳就能轰死圣人 结果天杰把混沌体都快批没了 萧云震惊 我乐个斗 我未来真的这么强吗 以上都是废话 下面这三十个字才是动物 雷祖短分魔员 斩杀楚经萧师徒兄弟 不可入出翘境极境 置之死地而后生 萧云忍不住吐槽未来的自己 雷祖有多短 你见过呀 再说他的长短跟未来的灾难有什么关系 不过分魔员倒是很好理解 应该是将自己的魔员分给不灭老祖 毕竟现在自己的魔种可是遍布九霄大墓 那些圣人大圣他不能吞噬 但不灭老祖是大圣巅峰 他可以啊 分魔员的目的是让不灭老祖晋升准地 所以雷祖短的意思是 缩短雷祖晋升准地的时间 可雷祖只要一年就能晋升准地 如果还要缩短 那代表着一年内必定会有大灾难发生 甚至可能马上就会来临 那斩杀楚经萧师徒兄弟 又是几个意思 就天一那队斗逼师徒整天玩着高空摔 脑子都摔瓦特了 还能灭了混沌圣地不成 再说他们有个毛线的兄弟啊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古天一的声音 萧师兄 天刀圣地的人通知我们参加一场赛前聚会 知道了 你先去吧 萧云突然勾唇冷笑 呵呵 原来是你 所以要杀的不是高空摔师徒 而是东神王师徒兄弟 因为这两货都叫天一 而且东玉堂早就勾结太初圣地 至于后面两句话就更好理解了 不可入出窍境极景 应该是让我推迟进入涅槃境的时间 那肯定是踏入涅槃境后 有什么恐怖的劫难在等着我 不过未来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恐怖劫难 竟然要同时出动战组为祖 和不灭老祖三大准地才能应付 会是所有圣地和大帝世家围攻混沌圣地吗 哎 脑壳痛 暂时不想这些 随后萧云来到天刀圣地的聚会之地 快看 是中府第一天教萧云来了 你说他跟独孤求败谁更强 明天不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天刀圣地的圣子提议 明天就是圣地交流会 不如玩个游戏互相试探一下实力 在不动用灵力护体的情况下 大家一起出手将池水推向旁人 众人纷纷表示摸的问题 就连里程帝也感觉很有意思 正好可以试探一下萧云 赵无极一听当即表示 这次的比试他要帮李仙子欺负萧云 毕竟老子早就看那个装逼怪不爽 李姐姐红唇轻起一笑倾程 多谢赵公子 赵无极这憨憨直接笑成菊花脸 仙子不客气 妈妈呀 这就是爱情嘛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守护李仙子 好兄弟为一个长腿姐姐要跟他拼命 但他却很兴奋 因为这伙还不知道对方是人妖 李姐姐只是对赵无极邪魅一笑 这小子就兴奋到眼睛冒跑 哇塞 这就是爱情嘛 萧云看着这一幕抽了抽嘴角 嗯 看来是不用我牵红线了 赵无极这家伙彻底被李姐姐逼住 就在这时 刀无极宣布比试可以开始了 众人很快围着池塘选好了位置 随着刀无极大吼一声开始 这瞬间一道水柱化成刀光 朝着对面的叶无尘突出 早就防着你这老六呢 叶无尘手指轻轻一划一道水行光剑击退了水 就在这时李姐姐也出手 只见他驱着了 一条巨大的水龙顿时腾空而起朝萧云扑杀而去 中途第一天骄 让我见识一下你长进多手 赵无极看得眼睛都流口水 哇塞 不愧是我看上了女人 太酷了 眼见巨大的水龙上将萧云吞没 他正想出手 却被一条傻龙捷舞 哼 班门弄斧 竟敢在我这个真龙一种面前卖弄龙威 通隆隆 两股强大的力量顿时撞在一起 叶飞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哗擦 我正想让李承蒂试探萧云的实力 你这么闲得路过的粪车都要尝一下闲的 竟然非要插手 龙二一脸错了 啥 你说他是那个十八块凶肌的帅哥李承蒂 没错没错 他当年在真龙巢被萧云嘎了昆昆变成了你 也就叶家在太初安插了奸细 才让叶飞知道了这消息 不然自己也是李姐姐迷住了 李姐姐没跟龙二姐姐 再次凝聚出比之前强出三倍的水龙朝萧云扑杀过去 而萧云只是淡淡一笑 抬手凝聚出一把兵剑挥出 悬兵建议 一股极寒的建议瞬间将水龙冻成冰颠 来而不枉飞离也 萧云没有停手而是凶狠地抬手一挥 万刀归合 顿时整个池子里的水化从无数飞刀朝里程地劈卡而去 就在这时赵无极彻底怒 萧云 你不讲武德 李仙子这般娇弱 你怎能如此欺负他 我要跟你绝交 说话间挥舞着金色拳头轰向那些飞刀 懵逼的萧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我侧草会母呀 李成帝哪里娇弱了 他可是人妖啊 但赵无极被分身彻底护佑 他发誓一定要用一辈子守护李仙子 八分断凝聚出战属虚影和红金副 咋来 我不许你欺负李仙子 萧云突然被逗笑 干得漂亮的老赵 竟然连继灵都用上 等你明天知道李姐姐就是里程帝时 估计会被气得原地得屁 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 想到这里当即吹动九转雷体 很快一补恐怖的雷电之力 朝四面八方席卷回去 萧麟的头顶也出现了一道道雷体 众人纷纷化身尖叫机 卧槽 他竟然能引动天机 傻呗 那是雷霆灭视路中的九转雷体 真是母牛坐飞机啊 修炼混沌经的同时又修炼了一本地经 随着一道道天雷落下 巨大的战神蛆影被劈得稀巴烂 赵无极震惊 麻辣个八子 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又长进了这么多 眼见天雷马上劈向自己 赵无极正想防御 却见李仙子挡在面前 让我来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李仙子是在担心我吗 这一刻赵无极感觉头好眼 妈妈我好像长出了念爱呢 他只是喊出李姐姐的名字 却吓得众多天骄原地装死 就连赵无极也害公鸟 只因为他们当成女神的李姐姐竟然是人妖 刚才萧云的雷霆即将披向赵无极时 李姐姐抬手撕裂虚空 直接将那道雷电之力吸收 呵呵 你竟然又学了一门地精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了 不过如今的我已精飞细 众人看得目瞪狗呆 刚才发生了啥 攻击咋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萧云的那道雷电 在另一个空间提升 山峰 我落得到 龙二终于相信这祸是里程电 这手空间挪一弯的太溜 不是时空之体根本做不到 但这还没完 只见李姐姐抬手的不畏 整整一池塘里的水 竟然闪现到了萧云 萧云 就让我见识一下你长进多少 眼见马上变成落汤鸡 萧云却勾唇冷笑 嘖嘖嘖 你也没有让我失望 只见他抬手掐动悬兵剑鸣 心中默念口诀 阿波吃的 得不你动 给老子动作 下一秒一整片池子的水 冻成一座巨大的冰川 萧云单手拖住那冰川玩味的笑 李承定 空间奥义玩得不错 几年不见你 的确有点长进 众人纷纷惊呼 简直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 这长腿姐姐竟然是李承弟 不要啊 紧接着身后传来赵无极杀猪般的惨叫 你咪咪 你真的是李承弟吗 李姐姐红唇轻起微微点头 是的呀 赵公子 我们不是在真龙潮就认识了吗 赵无极当场喷出一口老血 直接吓晕过去 时间来到第二天 众多长老纷纷表示 自家小辈放弃参加这次圣地交流会 原因是昏迷不醒 房间内柳天都一脸懵逼 一时间怎么这么多天娇气去 就连赵无极也昏迷不醒 他可是至尊体 不参加也太可惜了 地天嘖嘖感叹 谁说不是呢 他精神力受到一万点倒击 只能靠他自己才能醒 说吧看向萧云 徒儿圣地交流会马上开始 咱们先走吧 师尊 你们先去 我一会就来 房间里只剩两人后 萧云有些好笑地看着躺着像条咸鱼的赵无极 老赵呀 别装了 多大点事情 要容貌有身材 要身材有天赋 赵无极气得把床单都抓过 那只要我不醒 昨晚的事情就跟我无关 萧云只能摇头离开 那行 就让你闲于他 我一个人横扫全场努力着手 可赵无极依然继续闭眼装死 他要躺到圣地交流会结束 躺到被抬回混沌圣地 不发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对任何女人动心 很快众人来到鄙视场地 随后柳天都宣布 恩加一届圣地交流会正式开始 六大胜地各有一个种子选手 可以不用参加淘汰赛 其他人则是抓究PK最终选出26人进入决赛 加上萧云里承递这六个直接晋级的种子选手 决赛共有32人 3.14住相后 柳天都宣布淘汰赛第一轮 由太初胜地独孤球败对战胜王宗陈云 实力频频的新手 竟想用一根头发丝击败老牌添娇 在场众人都在等着看他笑话 不料 他竟然真的做到 而萧云要的就是这种笑话 毕竟以黑马的身份装逼才能刷够顿路次数 比赛一开始 公测宗陈云就指天嘲笑 独孤球败 上次你爷爷有事没去天地城 否则早就捶烂你了 这个陈云可是公测宗仅次于江浩然的绝世天骄 独孤球败真倒霉 刚上来就遇上这么强的对手 不料萧云却呵呵冷笑扯下一根发丝 败你 一根发丝足矣 陈云气得眼睛哼 你以为你是至尊体吗 他宁愿相信老婆丙里有老婆 也不相信自己会败给这矛头小的 然而在凌厉的推动下 发丝顿时变成细小的力竟 我不是至尊体 但拜你只需一剪 话落发丝爆发出恐怖的 建议朝陈云劈爬不去 四元斩 陈云立刻左右开弓撑开一张巨蚝 狂妄小儿 看我的天罗 那该一点 我等他说完就被萧云一剑轰飞吐袭 观战众人纷纷惊呼 我那个道 竟然一招就开了刀 独孤球败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这么巧 求败 你刚才那一件不错 如果能领悟空间奥义的话 威力肯定会更强 啊对对对 萧云敷衍地点头撒丫子溜走 他可不想跟李姐姐待一处 结果刚走出两步就被太初的老顾死叫了 公策宗跟我们太初圣地是盟友 你咋能下手这么重 萧云当然是故意的 否则怎么坑到你们两家反目成仇呢 可可 前辈 我故意手下留情才用刚修炼不久的次元斩 否则我用雷神斩 一招就劈死他了 老不死直接被噎住 救救我救救我这让我咋回呢 嗯 好吧 下次记得再放点水 萧云抽了抽嘴角 那行 但我遇到江浩然要不要放水呢 那是至尊体 你当然不能放水 老不死轻笑的 遇上他你就往死里打 能赢他就能为我太初圣地扬威 萧云一听表示欧特莫克 那我就放心了 嘿嘿嘿 我何止能赢他还能杀死你 随着淘汰赛的推进 除了太初圣地的独孤球版 混沌圣地的天衣也成了一匹黑猫 萧云看着这一幕陷入了沉思 这祸每一场都能赢 却一直在压制实力 一看就是个老鹰皮 但他现在是混沌圣地的功臣 我不方便杀他 与此同时分身也想到这一则 看来想杀天衣只能靠我 毕竟自己现在是太初圣地的人 在擂台上杀一个混沌圣地的人 不是合情合理 可这样一来就得动用混沌体 想到这里分身决定了 与其暴露身份不如强行领悟空间奥义 只要融合七种奥义 不用混沌体也能杀死天衣 他立刻传音给太初的老不死 前辈 刚才的战斗让我对空间奥义有所触动 我准备临时闭关领悟空间奥义 太初的老不死满脸握走 啥 就打了这么一小会儿 你就要领悟空间奥义了 领悟奥义什么时候这么简单 那还是为分身设下了防御者 安心闭关吧 我已经帮你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轮到你上场时 我自会叫你 紫浩天疑惑地看向萧云 前辈 独孤兄怎么了 哦他在战斗之中有所感悟 马上就能领悟空间奥义了 你们也要加油 卧槽 两个学渣顿时受到一万点暴击 他才刚领悟时间奥义了 咋又要领悟空间奥义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李姐姐也是满脸不可置信 求败这天赋简直太妖念了 一旦再领悟空间奥义 恐怕实力将不在我之下了 对空间奥义使用顿武 随着分身进入开挂状态 顿武飞速地消耗着 但现在我还有一千次动 硬刚空间奥义应该不是问题 男人只是坐着一动不动 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天交 卧槽 他竟然几分钟就领悟了 万古最难的空间奥义 但萧云却感觉普普通通了 毕竟自己有最强的开挂系统 硬刚八百次才领悟 反应过来后连忙压制住那股波动 但一旁的帝天却傻眼 吴尔 你刚才是不是又领悟奥义 嗯 毛毛雨了 也就领悟了空间奥义 帝天又被徒弟的变态刷新三观 TMD啊 最难的空间奥义 你竟然坐着观战就自动领悟了 好在七种奥义全都搞定了 无论是宇宙剑点 还是剑神山的帝兵都毛的问题 离分身最近的太初老不死 也在第一时间感应到 独孤求败领悟了空间奥义 好小子 你这悟性简直是牛皮普拉斯呀 说着就打开了防护罩 钱被过奖了 而防护罩被打开后 刷 一股恐怖的剑意冲天而起 只见七种剑道竟然自发地融合在一起 所有人纷纷投来吃瓜的眼睛 卧 曹 这是剑神山上的剑意 只要去剑神山魔力过的人都能感应到 这家伙现在跟他坐山一样 狡猾 容而不鲜 鲜 又不是至尊体 不就是融合了七种剑意有什么了不起 叶飞皱眉 你可别小看他 他以前的实力就比我差一点 现在连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是吗 有机会我倒想试试他 不急 圣地交流会有规定 只要打进前八名的天骄 任何人都可以挑战他 可中途有好几位至尊体 他不一定能打进前八 不 他一定能 这一刻剑云感受到了 只要按照融合剑道走下去就能挣到剑底 万古以来无人能挣到剑底 但他剑云可以 就在这时 李姐姐寒情默默地看向分身 求败 以你的天赋就算不能挣到剑底 也会成为最强准 分身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姨姨 大哥 求你别那样寒情默默地看着我呀 我最多几千年就隔屁了 而你也许会成就大帝活几万年 李姐姐满脸娇羞 听说世间有轮回 我若震到大帝 不畏成仙 只为在这红尘中等你轮回归来 分身抽了抽嘴角 啊这 这人妖咋还在惦记我呢 我测草会母 都怪本尊戳破了老赵的爱情 3.14注香后 柳天都宣布决赛开始 但网界的一对一擂台赛实在太无趣 所以这次决赛改成36人无规则厮杀 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就是第一名 天一师尊一听就急眼了 柳天都 这老六 所有人都知道我徒儿萧云最强 你这不是让所有人围攻 公策宗也表示不服 他们只有将浩然进入决赛 太吃亏了 但霸天圣地就想混水摸鱼 我们支持新规 萧云一听却很兴奋 有点意思呀 所有人要联手围攻他 无所屌位啊 反正不是他赢就是分身赢贝 顺便还能解决天一这个老赢批 可可啊 圣地交流会的规则由主办方制定 这是老规矩 大家准备一下就上擂台了 蒂天本想继续反驳 但被萧云拦住了 师尊我们刚好借着机会杀死天一 而分身跟本尊的想法是一样的 诸位师兄弟 我建议先联手淘汰混沌圣地的人 太出老不死一听表示欧特姆开 这提议太好了 可只要淘汰他们 必须趁机弄死萧云 实在不行弄死那个天一 分身惊呆了 啥情况 天一不是他们太出派去的奸行吗 难道天一的身份太过隐秘 就连大圣都不知道 李姐姐表示她会尽力拖住萧云 如果战败你们在一起上 那行 所有人跟我一起击杀天一 四分之一住香后 三十六位天骄纷纷登上决赛擂台 就在这时萧云提出了疑问 柳前辈 要是我全力出手不小心杀死某些人怎么办 规矩是点到为止 但切磋就难免会有死伤 如果负责救援的长老来不及出手 那也只能认命 想到这里柳天都拔高了嗓音 如果有人怕死 随时可以跳下擂台认输 众人皱眉 这代表这次决赛必定会非常惨烈 那行 既然没人退出 现在开始吧 萧云呵呵冷笑 诸位 动手吧 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在我面前保住小明 递天嘖嘖感叹 呃 无途的装逼之术已经天下无敌了 她是修炼界最坑的老六 明明有着通天的实力和最强的混沌体 却假装被天一一掌打到吐息 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 她甚至指着本尊的鼻子大骂 萧云 你这个装逼怪 我独孤求败今天必定斩你于剑险 然后丢到海里为海宫女 众哥天骄忍不住替分身竖起大母哥 骂得好 独孤求败我被楷摸眼 随后抬手凝聚出恐怖的雷电朝本尊劈卡了去 雷是谁 本尊顿时被逗小 踏马得自己骂自己 不知死活的蝼蚁 既然你叫求败 我今天便成全 紧接着满脸不懈的挥出混沌拳迎接而上 恐怖的能量波动横扫八方 两人的实力竟然势均力敌 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连子弹 我狄亲娘呀 独孤求败竟然跟萧云不分上下 难怪他能打败至尊体 就连古天一也对分身嘖嘖称赞 这个独孤求败很不错 将来有机会成为我的头号战将 看来我不能吞噬他 而地天在心里默默提天一点的三炷香 啊这 乖徒儿竟然一人分尸两绝掩起来 看来某些人要倒霉了 此时萧云本尊逐渐压制了分身 独孤求败 你就这点实力吗 分身假装咬牙支撑 萧云 就算我实力不如你 今天也绝不退让半步 不行 求败快撑不住了 就在这时李姐姐终于杀了馆 萧云 你的对手是我 本尊瞳孔一缩连忙挥拳挡住里程帝这一击 呵呵 等你很久 轰隆隆 两股强大的力量碰撞 震得周围的虚空都得抖三抖 李姐姐连忙将分身附在身后 求败 按照原计划你去对付天一吧 我会拖住他呢 分身一听表示 欧特姆K 接下来好戏要开场了 分身转头就朝着一旁吃瓜的补天一杀去 天一狗贼 拿命来 此刻补天一心中满是卧槽 我策草会母雅 老子一心想提拔你 你竟然要杀老子 但现在显然不是认亲的时候 只见他抬手凝聚出巨大的手掌杀向分身 下一秒 拥有最强肉身的分身竟然一掌被鸡飞吐袭 众人懵逼的就像众人 卧槽 实力堪比萧云的独孤求败 比萧云还要厉害 我们都被他骗了 快快联手对付他 没人知道分身在演戏 一时间天一成了全场焦点 大家都知道萧云强 没想到天一更强 混沌圣地竟然隐藏的这么深 听独孤兄的 先联手干掉天一 以天一气得眼珠离家出走 TMD啊 我有那么强吗 竟然一掌就把你打凸行 但此时擂台上一半的人全都重想了 就连江浩然这些至尊体也加入了围殴大军 天一万万没想到作为太初的老祖 竟然被徒子徒孙坑了 独孤求败你这混小子 就在这时 众多神通招式全都朝着谷天一兜头砸去 哈哈哈哈 乖徒儿干得漂亮呀 谷天一被坑惨了 在众多爵士天骄的联手下 谷天一被揍得疯狂吐血节节败退 再这样下去 自己隐藏八千年的吞天魔体就要暴露 萧师兄 救救我救救我呀 而萧云假装跟李姐姐打得难舍难尊 兄弟 你撑住呀 我实在走不开 实则偷偷传音给分身 搞死他搞死 而此时分身正在后面的狗狗群又不死 指挥着几十个天骄为欧天一 天一气得浑身发动 这么得这独孤求败太狡猾 要不是他躲在后面排兵不振 这群散沙根本拿他没办 江浩然终于看不下去 独孤求败 你指挥我们对付天一 自己却坐在后面 是不是把我们当枪使 分身一脸无语 呃 白痴没看不到我正在酝酿斩天拔剑是吗 只见一股恐怖的剑意爆发而出 你们先全力出手帮我削弱天一 我马上就酝酿好了 男孩只是挥出最鸡肋的斩天拔剑 却逼得老祖暴露了隐藏八千年的吞天魔体 因为这招看似鸡肋 但只要给萧云足够的时间将会是最强的一击 萧云让江浩然他们先在前面削弱天一的实力 自己负责给他致命一击 江浩然一听表示欧特姆 我们就信你一次 毕竟他们也想提前抹杀天一 而就在天一等住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后 萧云终于出手了 七剑合一 斩天裂地 势烈的剑芒以开天之力朝着天一劈去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强子提升了体内的力量 鸟牙打出最强一击 行列是犬 众人震惊 我累个悄悄 这不是王八宗的镇身至宝吗 他一个混沌圣地的圣子 怎么会王八宗的准地进 就在这时 古天一的最强一击竟然被分身轻松击碎 恨不得剑气越来越多 压得古天一节节败退不断吐血 他咬牙支撑着传音给分身 你知道我是谁吗 分身呵呵冷笑 我当然知道 你是混沌圣地的圣子 我们太初圣地的死 只要杀了你我就是太初的大公子 古天一又喷出一口老血 被活活气的 我侧草混母了 今天要是死在独孤求败手 那真是死不明目 老子是你的老祖老祖 但他不敢说 毕竟这独孤求败才刚加入太初圣地 跟他说了也没用 想到这里连忙传音给太初带队的长老 公子清 我是神医老祖的爷爷 阿胚神医安插在混沌圣地的卧底 你快让独孤求败停手 但这条传音帝天也听到了 呵呵 果然被我徒儿猜对了 这天一还真是个奸细 太初的老不死愣住 啥 安插你去混沌圣地 我一个大圣怎么会不知道 年轻人 想骗我堂堂大圣你做梦 天一又被气得喷出一口老血 白痴 我要不是太初圣地的人 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太初的老不死瞬间就梦 好你个臭小子 敢骂我白痴 你死定了 连忙传音给分身 独孤求败 快给本座斩了他 分身一听嘎嘎乐 收到 他正想这么赶 古天一感到无比憋屈 恨么的一群猪队友 好不容易潜伏进混沌圣地 没被敌人发现倒是被自己人坑死 怎么办 要认输吗 但古天一不甘心 八千岁的他一直以游戏天下的心态在历练 但今天却被一个小辈逼到这种份量 既然如此 独孤求败 你死定了 此时萧云全力爆发出全部力量 朝古天一劈去 呵呵呵 我看要死的是你 但下一秒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天一身上爆发而出 只见他身后显露出一个巨大的虚空魔影 随着魔影一掌挥出 萧云的绝世剑芒竟然被吞没 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老婆 卧 曹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竟然是排名第二的吞天魔体 这一刻萧云终于明白 未来的自己为什么要提前攒了天一 恐怕这伙将是自己未来最大的敌人 叶飞他们也目瞪狗呆了 疯了疯了 去世界疯了 就连排名第二的至尊体也现实了 一天直接懵逼了 这天一真是太出圣地的人吗 如此天骄送来做卧底 而且自己人坑自己 此时太出圣地的大聪明正在暗自庆幸 还好没信古天一的鬼话 自己老祖怎么可能让这种天骄去做卧底 混沌体至今未出 吞天魔体就是最强的至尊体 没想到混沌圣地竟然藏得这么深 想到这里连忙传音给分身 独孤求败 不惜一切代价 务必除掉此子 那行 分身举荐大吼 江浩然刀无极也无尘 此人实力太强 我们联手宰了他 化落江浩然他们随着分身又一次联手杀向天一 此时天一开启了吞噬领域 呵呵 来得正好 独孤求败 有种就不要认输 新人剑修只是抬手一挥 竟然击碎了老祖引以为傲的吞噬屏障 老祖气疯了 发誓定要宰了这坑货小人 独孤求败 有种不要认输 好 谁认输谁是孙子 在分身的指挥下 江浩然将神王体催动到了极致 处理成地外 他是在场最强的至尊体 真龙烈士 紧接着一条巨龙发疯般朝古天一扑杀鬼 但他却冷笑 哼 雕虫小技 几乎瞬间古天一开启了吞噬屏障 江浩然全力一击竟然无法撼动他分后 不好 他在吞噬我的力量 就在这时 蓄力神刀 一箭横空 刀无极和叶无极这两个死对头 也联手劈向天一 但吞噬屏障依然稳如老狗 我来 分身来不及酝酿剑士 抬手掐动硬举 七箭合一 雷神斩 下一秒 随着分身一箭劈出 恐怖的吞噬屏障顿时被劈得稀释 叶无极和刀无极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我 曹 这独孤求败比我两强得多 分身一箭破开吞噬屏障后 连忙朝江浩然他们三大吼 你们两发什么呆 快给老子冲 江浩然 你也是至尊体 快用你的领域压制他 闻言江浩然当即朝补天一扑去 诸神领域 一道道神灵光环加持在他身上 补天一冷哼 想要压制我 你在想屁吃呢 只见他抬手挥出一举 你戏吧 压制个屁 这恐怖的吞天魔体 除了混沌体 谁能压制他呀 江浩然朝着独孤求败好刀 该死 我快撑不住了呀 随着两声杀猪般的惨叫 刀剑联手的刀石和叶无纯 也直接被一拳风飞吐 原本干家的霸天和荒谷圣地 突然停战看向古天一那边 据说吞天魔体 一旦吞噬其他八大至尊体 就有可能融合为混沌体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了 但他要先去对付那个吞天魔体吧 让他活着我们以后都没正道的机会 天一直接压麻呆住 都怪独孤求败这坑火 让自己谋划这么多年的大忌暴露 以后再想要吞噬这些至尊体 恐怕比登天都难 高台上柳天都不可置信地看向帝天 则则则 连以为萧云是混沌圣地的底白 没想到这天一才是真正的底白 一时间各大势力的圣人 纷纷对帝天投来不善的目光 完蛋了BBQ了 本想接太初圣地宰了天一 现在反倒让混沌圣地 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 帝天心中暗骂不已 你们要杀就杀天一啊 别扯上我混沌圣地位 但他知道说出来也没人会醒 也只能等圣地交流会结束 带回去交给雷祖他们出 就在这时天一又一次传音给派出大聪 公子青 你这个蠢货 就连吞天魔体都出现了 你还不告诉古神医吗 大聪明脸色一脚 啊对 这么重要的消息的确得尽快通报上去 立刻怂兮兮的传讯 老祖圣地交流会出现了吞天魔体 他说他是你爷爷 古神医瞬间惊得目瞪狗呆 噩磨得自己爷爷隐藏这么多年的吞天魔体 竟然在即将收割果实之际暴露了 紧接着给大聪明传了五个字 自己人 死保 让独孤求败逼出的吞天魔体 那 想到这里联盟传音给古天一 可可 天一贤职 现在要怎么办 要安排独孤求败跟你联手吗 贤职的侧草会母的 我是古神医的爷爷 听我说 吞天魔体太大仇奋 绝不能暴露我是太初的 否则太初圣地就会被所有人针对 大聪明联盟接话 这个我懂 接下来我就让独孤求败通了瓦斯里揍你 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是混沌圣地的底牌 古天一狠狠抽了抽嘴酒 揍你压的棒槌啊 把溜达 让独孤求败收力 等我先布置一层吞噬声音的屏障 让内台上所有人都不能认输 到时候你再让独孤求败他们联手去赞消云 大聪明连连点头 但圣地交流会结束后 你怎么脱身 放心我身上有股神医的传送腐 那行 独孤求败 你收点力 分身一听勾唇冷笑 呵呵 天一果然就是太初圣地的人 但这货太景 就算暴露混沌体也不一定能赞他 干脆继续潜伏在太初圣地 想到这里分身当即让其他人顶在前面 自己则是谎称酝酿剑士来收令 既然坑不了天一 那就让本尊去坑其他天交吧 男人被内台赛所有天交围攻 但他却很兴奋 嘿嘿 秋天到了 该收获果实了 因为内台上大部分人都被他中向魔祖 然而一心想坑死萧云的天一对此全然不知 甚至反向助攻 趁着分身酝酿剑士时 连忙左右开工猛地撑起是阴阵 紧接着直接跳下擂台 你们自己玩吧 江浩然等人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他在干嘛 这就投降了 分身也懵逼了 连忙传音问公子清这是什么 这是吞噬声音的屏障 接下来你们趁机联手宰了萧云 放心 他没办法认输 文言分身朝大聪明大声骂道 公子清 这个大傻叉 但大聪明却笑容他们的对分身点 因为他啥都听不到 内台上江浩然他们终于反应过来 声音被隔绝了 想认输必须跳下擂台 但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 内台认输了 对 咱们一起宰了他 而萧云不但不慌 甚至扯着嘴角露出阴森的笑容 原来分身混入太出圣地后 没多久便给张牙孩子 浩天里成帝他们种下了魔主 现在完全可以收割了 感谢天一送来的助攻 原本怕这些人会认输 可有了吞噬屏障 那就一个都别想跑 内台下柳天都疑惑地看向柳天一 贤侄 你这是要认输吗 废话 不认输等死呀 那你岂不是坑了自己 这话是故意说给帝天听的 但帝天却非非冷笑 柳天都 你就别挑拨离间了 是我让天一部的诗音屏障 今天我要让太出圣地的人 走不出擂台 懵逼的天一直接懵了 花擦 他这话什么意思 不 不可能 萧云不可能有这么恐 太出的大聪明忍不住嘲讽 赶紧给你徒弟准备一副棺子 走着瞧 毕竟徒儿的混沌体都没开呢 而擂台上萧云已经一拳轰向张牙 团战当然是先杀奶妈了 而且自己可是对她的生命神体势在弊 奶妈吓得只想回家找妈妈 啊 救救我 就在这时 在拳头即将抹杀奶妈时 她整个人却凭空消失了 紧接着 李姐姐猛地伸出鲜鲜玉手 挡住了巨大的拳头 萧云 你的对手是我 呵呵 空间傲义玩得不错 那就先杀你吧 但就在这时分身终于出手了 这么好的刷顿物机会怎么能错误 天拔剑室 杀 众人纷纷化身尖叫击 我滴妈呀 不愧是剑道第一高手 独孤求败这一剑太恐怖了 比刚才揍天衣那一剑更强 然而下一秒 萧云只是轻轻挥出一剑混沌去 如此恐怖的一剑竟然直接被击死 竟然如此再接我一剑 五行剑阵 这一刻分身将剑道的攻击力发挥到了极致继续杀相本 几乎瞬间五行剑阵组成一张巨大的剑 将萧云死死困在里面 大聪明连忙传音给独孤求败 干得漂亮 这次回去我会亲自为你请功 让你进凌原洞修炼一次 分身假装很兴奋 好嘞 与此同时系统的顿物次数在不断风筝 众人仿佛看到老婆兵里有老婆 简直太震撼了 独孤求败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这五行剑阵比斩天拔剑是更强 柳天都赞叹不已 嘖嘖嘖 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独孤剑横扫群鹰 大聪明笑成了菊花脸 不不不 独孤求败可比他祖父强太多 简直是遥遥领先 毕竟这一世至尊体太多了 闻言帝天直接嘲讽 有我徒弟在 独孤求败就是垃圾 竟然还敢撑剑到第一 啥 你徒弟也会剑到 我看只是会皮毛罢了 帝天黑黑冷笑 敢不敢赌一百滴真龙遗嘱的精血 大聪明亚麻呆住了 啊这 一百滴那可是一笔巨鹅 他哪来的自信 想到这里连忙传音给谷天一 老祖 你在混沌圣地见识过萧云的剑道吗 这赌约能接步 没打过 不知道 但你堂堂大胜敢不赌吗 你的脸还要不要啊 好 老夫跟你赌 但只限剑道 帝天一听笑的嘴巴和布 那好 诸位做个见证 免得某些人反悔 随后传音给萧云 徒儿 快用你的剑道击败独孤求败 嘿嘿嘿 白痴 独孤求败跟萧云是同一人 要谁赢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 男人只是跟自己打了一架 却让台下众人都惊讶万分 终于看到中土第一天交对战 东荒最强贱的 聪明的老头 甚至赌上一百年的养老金 帝天笑 比见到萧云跟独孤求败还差得远 但原本躺平装死的赵无极 都忍不住吐槽 真是大傻叉 那两个变态本来就是同一人 谁赢还不是帝天一句话的事 赵大哥 你在骂谁傻叉 我在骂独孤求败 小雅顿时一脸开心 嗯骂得好 而擂台上本尊收到帝天的传音后冷笑 一百滴真龙一种的精血 师尊这是要坑死 太初老不死 紧接着抬手施展出恐怖的剑影 玄冰剑影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 分身的五行剑阵竟然被击死 众人纷纷化身土国鼠尖叫 哗擦 萧云的剑道竟然也这么强 不好 难道独孤求败要输了 但就在这时 分身快如闪电 一边施展闪电部一边朝本尊杀了馆 谁伸展 赤裂的剑王以势不可挡之态兜头压下 攻击如狂风暴雨般砸向本尊 擂台上只能看到萧云到处躲避 独孤求败的攻击 虚空中留下的残影越来越多 这恐怖的速度恐怕几次于里程地了 独孤求败太强了 竟然完全压制了萧云 大聪明又笑成了菊花脸 没想到独孤求败竟然学会了 雷战的惊雷剑 哈哈 这一战赢定了 地天小儿 还不快交出一百滴真龙一种的精血 地天冷哼 还没结束 急什么 小心被啪啪打脸 就在这时 萧云猛的一剑插入地下 恐怖的剑衣瞬间将独孤求败击飞 紧接着四道璀璨的剑光 从擂台的四周冲天而起 不知不觉中 萧云竟然布下了四项剑阵 封死了所有人的退路 自己跟分身演了这么久的戏 就是为了布置这座镇抚 今天她势必要将场上所有人斩杀 一个不留 天一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她疯了吗 这么多至尊体包围了她 她却封死擂台 不让人认识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一个人包围了所有人 躺上众人仿佛看到老婆 丙里有老婆 这简直安比利五波 她竟然一边跟独孤求败战斗 一边神不知鬼不觉布置了阵子 这货实力本来就强 又在她的剑阵中 这谁还能挡得住她 地天冷笑 公子清 你输了 大聪明表示不服 这是剑阵不是剑道 那独孤求败 当才施展的五行剑阵也不是剑道 大聪明气地咬碎了后曹雅 这一百滴真龙精确输了又如何 但萧云自封擂台 她死定了 可是吗 但我觉得要死的是你们太处圣帝的 毕竟徒儿的混沌体还没亮出来 此时萧云传音给一脸卧槽的天骄们 今天我只杀江浩然和太处圣帝的人 无关人等别插手 否则 后果自负 分身连忙提醒众人别上榜 她想逐个鸡婆 萧云瞪了一眼自己的分身 我的实力犯得着欺骗你们了 但就在这时 我们荒谷圣帝退出 紧接着霸天圣帝天剑天刀圣帝的人也退出 既然如此 就剩下你们了 萧云看向江浩然和太处的人 你们可以安心上路了 男人只是跟自己打了一架 却让台下众人都惊讶万分 终于看到中土第一天骄对战东荒最强健的 聪明的老头甚至赌上一百年的养老金 地天小 比见到萧云跟独孤求败还差得远 但原本躺平装死的赵无极都忍不住吐槽 真是大傻叉 那两个变态本来就是同一人 谁赢还不是地天一句话的事 赵大哥 你在骂谁傻叉 我在骂独孤求败 小雅顿时一脸开心 嗯嗯骂得好 而擂台上本尊收到地天的传音后冷笑 一百滴真龙一种的精血 师尊这是要坑死 太出老不死 紧接着抬手施展出恐怖的剑影 玄冰剑影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 分身的五行剑阵竟然被击碎 众人纷纷化身土国鼠尖叫 哗擦 萧云的剑道竟然也这么强 不好 难道独孤求败要输了 但就在这时 分身快如闪电 一边施展闪电部一边朝本尊杀了管 谁伸展 赤裂的剑王已势不可挡之态兜头压下 但萧云没有正面迎击 而是疯狂逃窜 就在这时 羞羞羞 分身的速度越来越 攻击如狂风暴雨般砸向本尊 擂台上只能看到萧云到处躲避独孤求败的攻击 虚空中留下的残影越来越多 这恐怖的速度恐怕几次于里程庭 独孤求败太强了吧 竟然完全压制了萧云 大聪明又笑成了菊花脸 没想到独孤求败竟然学会了雷战的惊雷剑道 哈哈哈哈 这一战赢定了 地天小儿 还不快交出100滴真龙一种的精血 地天冷哼 还没结束 急什么 小心被啪啪打脸 就在这时 萧云冷得一剑插入地下 恐怖的剑一瞬间将独孤求败击飞 紧接着四道璀璨的剑光 从擂台的四周冲天而起 不知不觉中 萧云竟然布下了四项剑阵 封死了所有人的退路 自己跟分身演了这么久戏 就是为了布置这座镇组 今天她势必要将场上所有人斩杀 一个不留 独天一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她疯了吗 这么多至尊体包围了她 她却封死擂台不让人认识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一个人包围了所有人 场上众人仿佛看到老婆秉里有老婆 这简直安比利五波 她竟然一边跟独孤求败战斗 一边神不知鬼不觉布置了阵法 这货实力本来就强 又在她的剑阵中 这谁还能挡得住她 地天冷笑 公子清 你说了 大聪明表示不服 这是剑阵不是剑道 那独孤求败当才施展的五行剑阵也不是剑道 大聪明气得咬碎了后曹雅 这一百滴真龙精血输了又如何 但萧云自封擂台 她死定了 可是吗 但我觉得要死的是你派出圣地的 毕竟徒儿的混沌体还没亮出来 此时萧云传音给一脸卧槽的天骄们 今天我只杀江浩然和太处圣地的人 无关人等别插手 否则 后果自负 分身连忙提醒众人别上榜 她想逐个鸡婆 萧云瞪了一眼自己的分身 我的实力犯得着欺骗你们了 但就在这时 我们荒谷圣地退出 紧接着霸天圣地天剑天刀圣地的人也退出 既然如此 就剩下你们了 萧云看向江浩然和太处的人 你们可以安心上路了 她明明被擂台上所有天骄围攻 却反手把擂台封死 不让任何人投降 结果众多天骄纷纷下出一身冷汗 甚至跪求萧云别打他们 既然如此 接下来就让太处圣地的全死在这 李姐姐却丝毫不慌 就算她没把握击杀萧云 但求败 今日你我双剑何必定能击败她 分身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依依 求败个斗 能不能别总缠着我呀 萧云都被整无语了 这也太恶心了 自己这个分身不干净了 这以后还怎么融合 想到这里直接抬手杀向二人 而李姐姐和分身也一左一右 同时迎击而上 就在这时 死浩天浑身爆发出赤目的红光 也杀向了萧云 显然这是开启了狂化状态 江浩然都看呆了 没想到这会狂化之后 实力跟自己差不多了 狂身体果然不可想去 紧接着她也抬手杀向了萧云 轰轰轰 在没开启混沌体的情况下 萧云一人承受了四大高手的所有攻击 奶妈在后面持续给他们回血加把 使四人的战力保持在巅峰状态 萧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 奶妈太烦人 必须先解决她 四向见证 随着萧云抬手一抓 坐镇四方的圣兽瞬间朝李姐姐他们杀去 而萧云趁机锁定了奶妈张牙 奶妈直接吓出猪叫 啊 救救我救救我 紫浩天也吓上了 这要是好机有意思 自己的狂身体就再也不能持续狂化 但就在这时 李姐姐双手何时默念口诀 阿波吃的磕翁空 空间转换 下一秒两人调换了位置 萧云的攻击目标直接换成了李姐姐 恐怖的一拳被李姐姐挡下 撞得虚空都得抖三抖 而奶妈则是对上了李姐姐之前的对手青龙 虽然是奶妈但这货也有点实力 生命极取 张牙海抬手释放出控制技能将青龙困在里面 随着青龙发出痛苦的咆哮 她的生命力不断流入了奶妈体内 观赛众人震惊 没想到这奶妈竟然可以抽别人的血条给自己挥血 真不愧是最强服 但萧云势必杀了这伙 收割她的魔种 给老子抱 几乎瞬间地面一颤青龙直接自爆 恐怖的能量爆炸将奶妈吞没 奶妈被轰飞吐血受伤很严重 大家顶住 我先恢复伤势 但很快她却惊恐的更大了眼睛 周围的天地灵气竟然消失了 这相当于蔡文姬想发达 但没来 而萧云却呵呵冷笑 你倒是奶啊 奶不起来了吗 老房的你呢 这座阵法不但封死了所有人的退 而且隔绝了外界的灵气 李姐姐连忙提醒 用灵石和丹药 恢复 而此时她又一次杀了馆 萧云 决一死战吧 真龙潮一别数年 今日我要一雪前耻 话落猛地伸出先先御守 朝四面八方施展出无数光珠 空间束缚 几乎瞬间萧云整个人被恐怖的光珠笼罩 身体被冻结寸步难洗 看来里程帝真的变强了 观战众人纷纷瞪大了吃瓜的眼睛 来了来了 时空之体终于要彻底爆发了 男人早已铸救世间无敌的混沌体 却一直隐藏实力 但今日为了收割某种 他决定不再装彩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真正的事 此时萧云一剑破开了李姐姐的空间束缚 但很快李姐姐抬手一挥 一条迷你版时间长河出现在眼前 紧接着一左右两个里程帝跳了出来 轰轰轰 三个李姐姐同时杀向萧云 无敌全意 可一击过后萧云震惊了 因为这竟然不是空间投影 甚至其中一个李姐姐比他本尊还强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李成帝时间奥义玩得很溜了 竟然把未来身和过去身都召化出来 而李姐姐又一次杀了管 呵呵 如此可有资格领教你的真正实力 萧云亚麻呆住了 你竟然知道我在隐藏实力 三个李姐姐同时传音 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 也不配当我李成帝的对付 派出的大聪明又一次笑成了菊花 哈哈哈哈 地天 给你徒弟备好棺材了 但地天完全不黄 毕竟徒儿可是有混沌体的 吃瓜众人纷纷惊呼 一个李成帝就这么恐怖 如今三个李成帝联手 谁能斗得过 擂台上江浩然他们见萧云被压制都很兴奋 大家一起上 萧云 你的死气道 攻击如狂风暴雨从四面八方袭来 就在这时萧云掐动硬绝低吼道 五行圣体 紧接着周身被五道光圈笼罩抵挡着所有攻击 但很快五行圣体也能藏不住 萧云 没想到你也有惊天 江浩然兴奋地笑出了朱教 在三个李姐姐和分身以及天娇们的联手下 萧云被逼到了极限 看来不动用混沌体就只能暴露独孤球版 但分身好不容易混入太初核心 自己暂时还不想让它暴露 既然如此萧云不再犹豫 为了收割某种 她不得不动用混沌体 就在这时 混沌体 解封 轰轰轰 恐怖的异象笼罩天地 萧云身后出现三千条大道投影 衬托得她神威如玉傲视巴黄 这一刻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这怎么可能 三三 三千条大道投影 不是三百条 好 萧云竟然铸就了真正的混沌体 疯了疯了 吞天魔体才当现实 更牛批的万古第一混沌体竟然也现实了 开启混沌体后 萧云已经无敌了 紧紧挥出普普通通的一拳 此浩天被轰成重伤 江浩然被奏飞吐袭 分身这个演员也假装喷出一口脑袭 三个李姐姐都震惊了 她知道萧云隐藏了实力 却没想到她隐藏的是混沌体 而萧云则是勾纯冷笑 李承蒂 你以为只有你可以召唤过去未来的力量吗 sorry 我也会 话落萧云浑身倒发出恐怖的剑影 男人只是简单地挥出一剑天外飞行 却让场外八百亿观众震惊了 因为世人皆知这门神通是用来耍帅的 却没想到竟能同时召唤出过去现在未来的力量 恐怖的鲜光淹没了李姐姐 才当一接触 本尊也受伤很重 但萧云没有停手 而是继续杀向最烦人的奶妈 总灵总灵 奶妈只想回家找妈妈 李姐姐顾不得自己的伤势 当即掐动硬绝 阿波吃的柯温空 空间转换 换换换换换 但失灵了 因为萧云的混沌领域早已将奶妈牢牢锁 你还是乖乖去死吧 话落已经挥拳朝张牙海砸去 混沌拳 奶妈瞬间化为灰飞 但就在这时将浩然子浩天跟自己分身又冲了拢 一群辣条 开启混沌体的萧云肉身强的一皮 正面刚三人的攻击 连眼皮都不抬一些 萧云左勾拳揍得将浩然嗷嗷惨叫 紫接着飞起一脚 此浩天被踹飞吐血 此时演员分身也杀了管夫 四元斩 萧云冷笑一声 罪恶 只是苦苦通通的一举 分身也瞬间吐血倒飞 江浩然愤怒地咬碎了后草眼 可恶 他没想到萧云竟然早就铸就了真正的混沌体 实力根本不是自己能想象的 倒飞出去的分身被李姐姐抱在怀里 求败 求败你千万不要有事 分身内心都快脱了 你别抱着我我就没事了 跨廊心看的嘴角都抽筋了 啊这 独孤求败已经强的变态了 结果跟萧云一笔差距竟然这么大 真是变态遇上了更强的变态 心怪飞先 此时萧云再次杀向李姐 面对这恐怖的意见 李姐姐咬牙推开了分身 独自挡住了萧云的剑毛 倒飞出去的分身震惊了 没想到李成帝竟然为了 就自己放弃逃跑的机会 这一剑集过去未来和现在之力 是萧云的最强一击 随着剑锋落下李姐姐险些 被切掉了半边身子 看着萧云红爽八方的一幕 全场早已目瞪狗呆 卧槽 这就是真正的混沌体吗 根本就是虐菜啊 此时八千岁的补天一 也深深被震惊 混沌体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此刻他才知道 自己远远不是萧云的对手 而帝天早已笑成了菊花人 公子青 一百滴真龙一种的精血 该给我吧 此刻大聪明脸色 比吃了三金翔更难看 万万没想到 萧云竟然早就铸就了混沌体 那还打个屁啊 帝天我们认输 说着交出一百滴真龙精血 你快叫你徒弟挺爽 他是真的怕 再这样下去 太出圣地的人恐怕要团面 但帝天却呵呵冷笑 打没有 我们必须按规矩办事 想认输让他们自己喊出来 或者跳下擂台啊 他明明早已铸就世间无敌的混沌体 却一直隐藏实力 但今日为了收割某种 他决定不再装 谁料混沌体一出 所有人都想认输 但此时擂台被吞噬屏障覆盖 声音传不出来 想认输根本不可能 大聪明只能传音给古天一 问他能否撤去声音吞噬屏障 但古天一也只能干凳你 自己现在不在擂台上 无法插手圣地交流会的战斗 本想趁机撒了萧云 结果却反而帮萧云 快把自家人坑到团面了 而且将浩然里承递 这些至尊体要是全被子 自己以后去哪吞噬他们 若在这时萧云一拳轰出 呜 紫浩天彻底凉凉 没了奶妈 他根本挡不住萧云一拳 萧云 派出的大聪明器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但萧云却传音冷笑 呵呵 别急啊 这才哪根呢 没人发现就在这时 一道光束从紫浩天体内 飞入了萧云体内 此时萧云已经收割了紫浩天的狂神体 推动狂神后 萧云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实力越强 狂化后的实力就越强 就连紫浩天那种垃圾狂化后 也能相当于一个赵无几 可见这狂化有多变态 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萧云手持长剑看向李姐姐他们 江浩然吓得脸色一变 此时所有人只想保命认输 李姐姐连忙传音给江浩然 帮我拖住萧云片刻 我有办法打破吞噬屏隐 让大家开口认输 江浩然一听表示欧特姆培 现在唯有相信李成帝 紧接着李姐姐满脸深情地看向分身 求败来吧 只要你我双剑合必 必能打破这吞噬屏隐 分身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咦咦 谁想跟你合必 确认这恶行问要怎么做 只要你我同时利用时间奥义 将我们的攻击移动到四项剑阵出现之前 便能打破那个声音平等 对分身来说 想打破补天一的吞噬屏隐 太简单了 但他巴不得所有人死在这里 乖乖被本尊收割才好 早死早抄生呀 就在这时 李姐姐满脸焦急地抓住了分身的手 求败 别犹豫了 你再不动手 我就没办法救你 好 分身压麻呆住 救我 现在要死的是你无畏 但李姐姐却说 他的空间奥义有一门神通 可以强行把自己磨出泪影 但你就出不去了 分身感觉要疯求了 感情李姐姐早就可以跑路 却为了自己才留下来 卧槽 你用得着对我用情这么深吗 意识到暂时杀不了李姐姐后 分身只能点头 那行 先试试吧 实在不行你先走 说霸朝头顶的吞噬屏隐 施展出岁月之解 这门神通可以攻击过去的目标 两道赤裂的剑王射向苍穹 李姐姐施展出时间穿梭 附加在独孤求败身上 就在这时 萧云已经猜到他们的意图 呵呵 想认输 问过我了吗 说霸化作一道闪电杀向了李姐姐 但此时将浩然挥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兜头砸向萧云 不堪一击 萧云抬手挥出一拳轻松碾碎了巨大的手掌 此时的江浩然根本伤不到萧云分毫 你成帝 去死吧 萧云懒得鸟江浩然 再次施展天外飞仙一剑杀向李成帝 李姐姐瞳孔咒作 她感觉如果被这一剑击中必死无疑 但自己躲开的话 求败恐怕也会陨落再死 怎么办 男人全身不能动 这仅凭一个眼神秒杀排名前十的至尊体 这可直接吓傻了圣子 真是变态都不敢这么变态 别人出窍境还没凝聚出圆神 她出窍境却能用圆神杀人 被台上眼见李姐姐即将被萧云一剑斩杀 只是没想到原本袖手旁观的苍无道 他们竟然同时出手挡住了这人 萧云眸光森冷地扫向这几人 你们也想找死吗 苍天霸体咬牙继续冲 我们绝不会让你杀了李成帝 他意思你在无敌时 我们就更没机会震到大地 但很快萧云只是抬手一挥 都别老子滚 随着一股恐怖的绝世剑王爆发而出 苍无道他们的攻击瞬间被封得稀巴烂 三人同时吐血到飞满脸卧槽 太恐怖了 真是被揍了才知道这伙实力有多情 观赛场众人全都目瞪狗呆了 三位绝世天骄联手竟挡不住萧云一剑之威 但就在这时 头顶上的吞噬屏障突然剧烈地颤抖起 该死 萧云知道这根分身脱不了干系 一定是岁月之剑回到过去击中了吞噬屏障 屏障马上要碎了 时间有限来不及杀死李承途 擂台下的大聪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有独孤求败 总算度过危机了 只是没想到萧云突然开启狂话 将实力提升到巅峰 呵呵想认输 你们再想屁吃 都给老子吸内 只见他瞬间来到张牙海面前 只是一拳奶妈这次真的凉了 而大聪明和李姐姐只能咬牙 看着自家人被封杀 因为萧云太强 根本没人能挡住一招 但他没有停止 而是朝着江浩然杀去 下一个就是你 开启混沌体家狂化后 萧云有把握一拳秒杀正 但就在这时 温氏屏障终于碎了 擂台上所有天骄同时 发出杀猪般的大吼 认输认输 我认输 江浩然快吓尿了 第一个举起双手疯狂投诉 嘴上还大吼着别杀我 爸爸 只是没想到萧云 已经一拳砸向这架 叫爸爸也没用 只要柳天都来不及出手救援 那老子就要宰了这边 孙收根魔种 但就在这时 萧云 停手 柳天都已经快速 闪到擂台上进步虚空 贤侄 得饶人处且饶人 饶个麻辣八子 萧云岂能让到手的魔种飞了 他爆发出了浑身的力量 抵挡了圣人的境遇 谁也别想瞒我 但柳天都又一次 按在了萧云肩膀上 恐怖的圣威笼罩人下 没用的 有我在 你杀不了他的 萧云已经彻底无法动了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收根魔种 心中默念口诀 阿波吃的 潘石绝 给我报 下一秒 恐怖的精神力凝聚成三柄无形的光剑 瞬间击溃了江浩然虚弱的精神力 误通 至此这尊神王体彻底凉凉 就连灵魂也被粉碎了 刘天都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卧槽 自己一个圣人出手 竟然还能让至尊提葛屁 而且是被精神力杀死 但人家超凡劲才刚凝聚出原神 他小小出窍竟怎么可能用精神力杀人呢 萧云则是满脸讽刺地看向柳天都 前辈 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还按着我干嘛 赢了赢了 萧云终于赢了圣地交流会 彻底坐视九霄大陆第一天才的名统 方才收割江浩然的神王体后 他笑得一脸和善 哎呀 公测宗神子怎么死 是被吓死了吗 但柳天都知道 这尊神王体是被萧云用精神力杀死 小小出窍竟竟有如此手段 恐怖如斯呀 浩然 此时公测宗圣人连忙冲上擂台查看伤势 只是没想到江浩然已经可屁了 老头气得秀发白了又白 萧云 我要刀了你 但就在这时地天狠狠扫去一个眼刀 你刀一个试试 眼见两大强者就要打起来 柳天都劝解道 这位道友比赛已经结束了 给个面子别在此地动手 至此公测宗算是彻底恨上了混沌圣地 哈 地天 你们给我等着 梭霸拎着尸体踏空离去 既然如此我宣布本届圣地交流会冠军 当时萧云贤职 众人纷纷惊呼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 排名第一第二的混沌体和吞天魔体都在混沌圣地 这一时恐怕他们要称霸九霄大陆 但地天却脸色阴沉 这次混沌圣地的确出尽了风筒 但也成了众矢之地 土耳 咱们早点回去吧 以免夜长梦多 随后将古天一进步了起来 吞天魔体的事 你需要跟我回圣地好好解释一下 没想到古天一却十分佩服 紧接着一行人扛着火箭筒朝混沌圣地标去 萧云一路上都很警惕 生怕有人半路截杀 但地天却很轻松 徒儿放心吧 毕竟这些人才刚得到消息 没人敢现在动手 嗯 也对 混沌圣地风头震慑 没人敢做这出口鸟 但就在这时萧云突然看向身后的古天一 师尊 这货看起来有点不对劲 他被封印一路了 竟然不吵不闹也不便捷 闻言地天瞳孔一锁 几乎瞬间就一拳砸向古天一 不出意外的果然出了意外 古天一竟直接裂开化为光点消失了 卧槽 是焚尸 一旁的赵无极和小雅都看待了 没想到竟然这么真实 连我这个快成圣的强者也被这小辈给添了 萧云皱眉 师尊 他是什么时候溜走了 呃 大概是柳天都对你出手的时候吧 地天尴尬地撸了一把不存在的胡子 我担心他会伤害你 然后就忽视了天一这家伙 萧云此刻有些担心 恐怕那货已经跟太初的人走了 但即便如此 别人还是会说他是我们混沌圣地的人 地天深深叹了口气 哎 先回去跟老祖们商量一下对策吧 混沌体暴露恐怕会引起大风波 此时萧云突然想到那段预言 是什么样的大风波呢 难道圣地要遭遇灭禀之灾了 太来得赶紧回去帮雷祖和不灭老祖晋升到准地 与此同时分身已经跟着大聪明回到太初圣地 出来吧 随着他抬手一回 古天一显露了出来 这是我们在混沌圣地安插的卧底 分身则是冷声嘲讽道 呵呵 要是没记错的话 多亏了他布置的吞噬屏障不让我们认输 才害得咱们太初圣地损失惨重 就是就是 是他害死了张牙海和紫浩天 古天一一脸苦笑 啊这 都是误会啊 是我太低估了萧云才反向助攻了 啊呸 你恐怕早就被混沌圣地策反了 你堂堂圣子 怎会不知萧云早已助就混沌体 大聪明瞬间被带了节奏 特么的 要不是古神医让他死吧 他也不相信这傻缺是太初的人 男人明明是敌方卧底 却拿着最好的修炼资源 甚至嚣张地指着老祖鼻子大骂他就是个叛徒 对此老祖却只是冷哼了一句 要不是你天赋好 我都懒得鸟你 悠喝 口气不小呀 分身随即看向大聪明 前辈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大聪明表示不清楚 但有神医老祖作保 他的身份不会假 就在这时古天一大喝道 我的身份 不是你们有资格探究的 随即捏碎了一块玉符 独孤求败 你的对手不是我 浩子伟之八 话落便修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此时大聪明也惊呆了 这可是神医老祖炼制的玉符呀 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这小子到底是谁 竟然牵扯到这位准帝 古神医 神医天医 分身在心中猜测 难道这或是古神医的儿子孙子曾孙 此时大聪明催促道 快走快走 我太初年轻一辈中只剩你跟李成帝 我们会重点栽培的 分身一听就笑成了菊花脸 好嘞 而此时混沌圣地禁地 不灭老祖从棺材里爬了起来 地天师徒已经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 天医的事情真是个大麻烦呀 混沌体加上吞天魔体 实在太招人度假了 看来 咱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老祖更担心萧云 短时间内你不能出去历练 否则恐怕会有老家伙忍不住对你出手 萧云一听表示 反正自己的分身在太初圣地拿着最好的资源 完全不担心会耽误修炼速度 老祖一听就乐了 臭小子你能把分身安插进太初圣地 也算是礼尚往来板了他们一样 地旁的地天却皱眉 但老祖 我们不能白白替太初圣地背黑锅呀 不如就对外公布天一不是我们的人 老祖一听当即露出老奸巨乏的笑容 不但得公布 还得弄得声势浩大 地天提议 不如我们悬赏一本准地经 不 准地经怎么够 老祖表示要悬赏就悬赏地经 但凡谁杀死天一 就能拿他的尸体来我们混沌圣地 换取一门地经 那 地经 萧云和地天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老祖这会不会代价太大 不 一点都不大 那可是吞天魔体 值这个假 无灭老祖太了解古神医了 他不可能让人杀死天一 所以根本没人能拿走这本地经 之所以把悬赏提这么高 是为了让外人相信 那个天一不是咱们混沌圣地的人 文言萧云师徒当即竖起了大母哥 老祖英明呀 要是真有人能杀死天一 肯定会成为太初圣地的死 给他一门地经也值得 确定好对策后 地天随即离开了 他要把消息通知给圣云 就在这时 萧云掏出了一颗含笑半步颠 老祖这是我的魔源 吞了它 你就能吞噬我种下的那些魔种 老祖像看傻子似的看见萧云 你种下的魔种连圣人级别都达不到 我吞噬它们没用 而且也没办法吞噬 谁料萧云却说 自己种下的魔种有很多大圣级别 而且还会有更多大圣中招 老祖简直听得目瞪狗呆 你嘛 你小子在吹牛吧 别告诉我圣地交流会上的所有大圣 都被你种下魔种 是的 大概就是这样 萧云当即将真龙一种卖血的事情说了一遍 老祖抽了抽嘴角 呃 竟然还能这样操作 他激动地询问道 那两头真龙一种现在卖了多少血 萧云摇头表示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那两条龙将卖血业务越做越大 现在都可以办贷款买血 啊 老祖简直听得头皮发麻 这哪里是下魔种呀 这分明是在下毒 而且是传染性病毒呀 而这还不是最震惊的 只见萧云掏出了天地精一二 老祖呀 这里面有完整的时间和空间之道 闻言老祖又一次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我 曹 空间地精 时间地精 这可是最逆天的两部地精呀 你你你 你竟然一下子搞到两部 可可 咱们禁地是不是还有一本天地精三呢 你看能不能 老祖瞬间明白 你等等 我这就去帮你取来 几乎瞬间便将第三本地精递给了萧云 不过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你确定能看得懂 嗯 放心吧老祖 前两部上面也没有文字 随即萧云便催动时间奥运 很快天地精三上面的文字就显露了出来 只是没想到上面只有一句话 这是 男人只是打开一本古老的地精 却震惊了几千岁的老祖 因为百万年间根本没人能看到这本书上的内容 而萧云却一秒钟让上面的文字显露了出来 正到时间和空间方可得见时空大 萧云立刻反应过来 这第三部地精竟然是时空融合大 老祖忍不住嘖嘖称赞 无论是正道时间之道还是空间之道 都足以在大地之中称露 结果这位前辈竟然将这两种大道结估 萧云暗想谁这样牛皮啊 恐怕比混沌大地都强吧 对了老祖 我在得到这两本地精时 还收到了未来的我留下的消息 说着将天地精二后面的文字递给他看 老祖抽了抽嘴角 阿正 这不就是你小子自己的字迹吗 嗯 这本地精是我在一尊百万年前的石像里找到 但这字迹一开始就在上面 老祖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你是说这些字百万年前就出现了 是的是的 我推测这是未来的我回到百万年前留下的 老祖听得目瞪狗呆 那岂不是得跨越百万年的时空长 难道你未来正到了时间大道 这怎么听都很玄乎呀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所以未来的你 是想提示你一些重要的事情 嗯 上面说沙天一分魔源 缩短你们晋升准地的时间 可老祖却皱眉 想要缩短晋升准地的时间很难 因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融合魔主 而在于自创一本准地经 维祖同样也遇上了这个问题 除非找来一位大帝亲自给他讲了 否则不可能缩短他晋升准地的时间 萧云抽了抽嘴角 嗯 这一世根本没有大帝啊 这我上哪去找 行了行了 你也别瞎操心 我虽然无法晋升准地 但真到了生死关头 我也能拥有准地的占领 萧云知道 老祖是想借用魔尊的力量 但借多了 以后恐怕会被吞得渣都不胜 老祖随即催促道 走吧 既然已经证实那天衣有问题 那么东神王兄弟也留不得了 但老祖 我觉得那两只若鸡 应该不至于影响大局吧 我也这么觉得 一会到了就知道了 花落踏破虚空来到了东玉坊 东神王东玉坊 你两成小就在这里整理吧 为何要背叛混沌圣地 东神王双手插背完全不慌 可他弟弟已经吓鸟了 老老老 老祖这都是误会 你听我狡辩 一旁的萧云呵呵冷笑 东神王 你就别挣扎了 你收的那个徒弟天衣 已经确定是太书圣地安插的奸细 而且他都交代了 你们这些年通过出卖混沌圣地 捞了不少游数 否则你怎么会这么快晋升成圣 红毛还想反驳 不 萧云你污蔑我 但老祖还是不会 恐怖的威压瞬间 将弟弟压成了千年老王八 东玉坊 还不快交代 此刻弟弟抖得跟拖拉机的发动机似的 我说说说 老祖 我只是拿一些不重要的事去交换点好的 都是我大哥逼我的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爬猪一样的对手 红毛气的秀发都变色了 你这个废物 萧云随便一炸就全招了 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但这一切都是萧云这兔崽子害的 想到这里发风干朝萧云杀了过来 只要抓了他做人质 就算自己活不了 也要拉他陪葬 谁料不灭老祖怒了 当即抬手挥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竟敢打萧云的主意 他要一巴掌拍死这只苍蝇 只是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只秃头老怪物从红毛身体里钻了出来 东神王 你真是个废物 只见他抬手间轻松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只 是你 派出圣帝的棋口 无灭老祖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你这个老品 居然还没有死 秃头呲牙嘎嘎冷笑 别急啊 我现在就死了 紧接着浑身散发出刺目的白光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该死的老品 竟然想自爆 老祖大喝道 萧云 快喊中了 萧云正准备掐印 中 谁让话音未落混沌中已经出现 将二人牢牢罩住 随着一声恐怖的爆炸声响 整个东玉峰瞬间化为一片虚无 而东神王兄弟直接气化当场领和饭 众人纷纷化身尖叫击 卧槽 谁把东玉峰移为平地了 浓烟散去后看着周围的一片废墟 萧云忍不住问道 老祖 这兔头是什么情况 他是想炸死你 不 他的目标不是我 老祖咬牙现在还心有一计 那兔头是个大圣巅峰 他想毁了我混沌圣地的根基 男人是修炼界醉狗的老六 明明已经坐上圣主之位 却拿着敌方圣地最好的资源 此时萧云只是给一帮老不死太大 谁料下一秒却莫名提升了一个大竞技 原来就在刚才 圣地混进一个敌方马上要死的老兔头 萧云问老祖这货为啥非要死在咱们家 是不是想碰瓷老祖 老祖却摇头 表示他的目标是咱圣地最牛批的战子 原来星晶圣人都可以去战祖那挑选一本地精 这老兔头藏在红毛那天地中 就是想趁红毛挑选地精石炸死战子 文言萧云心中一阵厕草混云 战组一旦陨落圣地就没有准地了 好你哥老不死 这哪里是碰瓷 分明是想灭了我们混沌圣地 是啊 想想都后怕 要不是混沌中及时出现 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混沌中小声逼逼他 要不是萧云在这 他肯定也来不及救援 萧云明白混沌中现在一门心思都在自己身上 此刻他决定了 一定要按照预言上面说的去做 绝不踏入出窍境极境 未来的自己留下的消息都一一在验证 或许这条消息背后有更深的目的 就在这时帝天和圣主 老祖 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比里巴拉妈谬 听完老祖的诉说后 帝天和圣主都是一脸卧槽 看来以后有新晋圣人去战组那挑选地精 都得检查那天地才行 按照预言上的内容 未来混沌圣地真的有一次巨大的危机 帝天提议 咱们得尽快成圣了 到时候杀几个大圣应该不是问题 那行 我们一起去闯圣路吧 我倒是没问题 但你一走圣地交给谁打 圣主看向萧云 嘿嘿 这小子是神子 又不需要修炼 以后混沌圣地就交给他 说完直接溜走 萧云抽了抽嘴角 阿智 你们两个老不死 好歹跟我商量一下位 行吧 修炼的事情就交给分身了 我负责当老大努力着手 很快混沌圣地悬赏杀天一的事情 传遍了整个九霄大陆 现在所有人都想去宰了天一换地精 而龙二和龙傲天也将卖血 业务越做越大 甚至卖到了妖子 在两条龙崽子的助攻险 现在九霄大陆每个角落 都遍布着萧云的魔主 至于剑阁这边 已经得知独孤求败领悟了七大剑阁 可以随时去取剑神山的帝兵了 要不是那小子败入了太初圣地有壁屋 雷战早就给他套麻袋绑到剑阁来 与此同时分身成了太初圣地最牛批的天角 古神医对他满意极了 暗想将来要培养他做爷爷的头号大将 你这次表现很好 圣地决定魄力让你进一次灵园洞修炼 多谢师尊 分身一听嘎嘎乐 这灵园洞名气很大 自己只要进去一次就能马上晋升涅槃 只是没想到古神医又看向你姐姐 李承帝 你跟他一起去吧 争取跟独孤求败一起踏入涅槃境 欧特莫开 李姐姐笑得美滋滋 分身却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两人离去后 古天一从背后走得出来 神医 关于混沌圣地悬赏杀我的事 你可有对策 古神医表示那当然是先下手为强 此次混沌圣地大出风头 让很多势力红了眼 我们趁机联合所有人一举灭掉他 嗯 计划不错 但别的势力不见得会跟我们合作 想灭了混沌圣地 最起码得有七八位准地联手 而古神医早就想好了七位准地的人选 公策宗和军家跟混沌圣地有仇 叶家天见天到大天圣地都不想放任混沌体和吞天魔体成长下去 至于雷战想要帝兵 我们可以承诺帮他夺得混沌主 古天一听瞬间感觉这计划很丢特服 混沌圣地底蕴身后宝贝多得是 我就不信那些人不想分一杯羹 那行爷爷 我这就用分身去跟他们联络 而此时混沌圣地内 萧云已经坐上了圣主之位 一群长老们正在汇报公子 神子大人 那东神王兄弟的遗产都充公了 但他那洞府可是一处宝地 现在好多圣子都申请住进去该如何分配呢 哦是吗 那就让赵无极去吧 懵逼的长老直接懵了 嗯 这给自己人谋肥缺也太明目张胆 可是赵圣子并未申请住进去 我赏赐他的不行吗 萧云满脸写着来咬我呀 但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气势从萧云体内爆发而出 尼玛 老子不速开个会就突破涅槃境了 男人只是坐着开大会 下一秒却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一众长老们仿佛看到老婆冰里有冷 妈爷 神神神 神子大人您不会是 萧云头也不抬 老只是晋升到涅槃境而已 毛毛雨了 长老们震惊到怀疑前些年自己活在狗身上 你妈 就没看到这会修炼吗 竟然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 这是躺着也能升级吗 萧云知道这是分身在太初圣地又得到好 他和分身除了记忆暂时无法同步 其他的都可以同步 而涅槃境就很奇葩 等级不分前中后期 只要渡过天地人九劫就能晋升超反击 到时候寿源会增加一千年堪比陆地神仙 而当前萧云最怕的是人劫 他知道混沌体暴露后 说不定有哪个老不死正在暗中蹲着自己 随时准备暗杀 但这涅槃境的劫难必须本尊上 而且躲在家里也永远渡不过去 想到这里他决定了 等师尊他们回来就去渡九劫 与此同时太初圣地 分身和李姐姐从灵源洞出来后 已经双双踏入涅槃境 求拜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去历练 分身狠狠翻了的大白眼 啊这 这货不会是想跟我一起去吧 可可 那得我还要闭关一段时间再出去历练 李姐姐眨巴着勾人的美眸 嗯 那我等你 分身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 嗯 能不能别总是寒情默默地看着我呀 正想把腿开溜 大聪明突然出现 成帝 你先去看快说漫画导演的顿武开挂吧 李姐姐只能念念不舍地离开 分身总算松了口气 随即感动得像个八百岁的英文 呜呜 前辈你真是个大好赢啊 嗯 大聪明蒙了 咦 求拜你竟然知道我要送你大宝剑吗 紧接着从裤裆里掏出五柄长剑 这五把圣兵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屋中属性 正适合你的五行剑阵 应该能帮你肚孽盘结 就当长辈送你的礼物了 嘿嘿 还有这种好事 多谢前辈 分身一边狂吹彩红屁 一边将五把大宝剑踹进兜里 收好收好 为了覆灭混沌圣地 此时古神一正在联系各方准地 公策宗后山 木齐老弟 你考虑的咋样呀 而恨不得把古天一丢海里泪珠的木齐咬牙问道 那个叫天一的吞天魔体 是不是你们太出圣地的人 外界都说他是女孙子 要不是那货布置了吞噬屏障 江浩然也就不会死 古神一一脸卧槽 简直太大逆不道了 这要是被爷爷听到了 那肯定要打死我 老弟啊 你这也信 这不过是混沌圣地故意放出去的谣言 但他们已经发了悬赏令 谁宰了那小子就奖励一本地经 古神一随即嘲讽道 那如果他始终躲在混沌圣地内 谁又能杀得了他 而且将来让他和萧云双双成圣 到时候混沌体价吞天魔体 即便准地出手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文言木齐沉默了 公策宗和混沌圣地可是结了死仇了 这要是让混沌圣地称霸九霄大陆 到时候肯定要灭了公策宗呀 那行 我可以出手 但你必须把混沌中给我 而古神一却摇头 这个我可保证不扰 万一其他准地也要抢夺混沌中 我也没办法 好吧 抢不到我也不怪你 但我抢混沌中时你可别捅我屁 要尽力帮忙 等我得到混沌中就是你们的铁杆盟友 古神一一听表示欧特末胎 老弟 你就等我消息吧 话若直接化作光点消失 很快古神一的分身又来到东荒剑阁 雷兄只要你答应出手 事成后我会全力助你抢夺混沌中 这货完全忘了对木齐的城市 只要能灭了混沌圣地 管他混沌中是谁的 但雷战可没那么好忽悠 你当我白痴啊 到时候七八位准地出手 混沌中哪里能轮到我 正想拒绝的他突然想到剑神山的帝兵 混沌中我不要 但只要你把独孤求败交给我 我就帮你们覆灭混沌圣地 懵逼的古神一懵了 哈 秀之 独孤求败 他区区一个小辈竟然比帝兵更具吸引力吗 放心 我不会要了他的命 只是借过来研究一下他的剑道 古神一这才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对他的剑道感兴趣 那行 等是成之后就把独孤求败交给你 不 我现在就要 古神一露出老奸巨华的笑容 哼 这可不行 关一雷兄到时候食言怎么办 雷战咬牙 踏马 就不该让他知道我迫切想得到独孤求败 行吧 古神一你这个老六赢了 到时候我会出手 古神一黑黑冷笑 合作愉快 一切顺利 混沌圣地你们完了 而此时萧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按理说混沌体和吞天魔体都现实 修炼界不该这么平静 看来是暴风雨要来临了 他明明是全大陆实力最强的准地 却只能每天躺在棺材里装死 这萧云只是抬手一回 竟让沉睡了三千年的老祖激动地苏醒过来 原来就在刚才萧云感知到圣地大难临头 但自己小小涅槃境又能帮什么忙吗 可就在这时 他收到不灭老祖的传音 速来禁地 很快萧云丢的一下就冲到了境地 没想到雷祖竟然苏醒了 老祖你不是要冲击准地吗 放心吧 不差这一两天 雷祖咧嘴笑道 臭小子 你在圣地交流会的事我都听说了 那你应该收割了张牙海的生命神体吧 嗯 老祖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雷祖突然满脸严肃 圣地大街恐怕随时都会来临 我想让你用生命神体帮助战祖恢复元气 萧云明白如果能让战祖苏醒 那将会多几分胜算 可战祖缺少的是兽元 我的生命神体只能增加生命力 只是没想到不灭老祖却表示这样就够了 原来战祖就是因为缺少生命力才一直闭关假死 因为他必须用兽元去换取生命力才能战死 萧云立刻反应过来 也就是说 只要给老祖足够的生命力 他就可以在兽元内随便战斗了 是的 不光是战祖 其他沉睡的老祖只要有足够的生命力 都不用闭关假死 萧云一听高兴坏了 要是不用假死那老祖们就可以修炼了 到时沉睡的大圣巅峰 岂不是也能晋升准地吗 但老祖 以我现在的实力 恐怕没办法转换足够的生命力给战祖他老人家呀 但就在这时雷祖掏出几个闪瞎狗眼的瓶子 所以我们决定用掉圣地最后的积蓄 这里面分别有一颗大圣丹和三颗圣丹 还有一滴祖师爷的精血 这要不是你小子铸就了混沌体 我们也不敢用掉这些底部 萧云两只眼睛闪瞎三只 我勒个悄悄 祖师爷的精血不就是大地精血吗 这绝必能加一千年寿远 还能增强肉身和天赋 干嘛不给战祖用 战祖早就用过了 已经没办法再靠外物提升寿远了 祖师爷为了保证咱们圣地永远都有准地作证 当年留下了不少大地精血 但现在只剩这最后一滴了 我们决定给另一位大圣巅峰用 说不定能制造出一位准地 闻言萧云一脸惊喜 战祖加上开大后的不灭老祖 如果雷祖能晋升准地 那就有四位准地的占领 足够保证混沌圣地度过危机了 雷祖当即将一个瓶子递给萧云 先不说这个 你赶紧服下大圣丹帮战组恢复生命力 这丹药能瞬间让你晋升到大圣级子 萧云震惊 那你竟有这样牛批的丹药 无灭老祖连忙插嘴 别听他瞎胡咬 这丹药只能维持一天 而且是不干价的情况下 要是真打起来最多也就几个时辰 甚至可能只维持一分钟 萧云连忙吞下一颗丹药 自己可是混沌体 一旦拥有了大圣级别的修为 哪怕一分钟也足够越级抗衡准地 随着丹药融入体肤 一股狂暴的能量席卷全身 萧云瞬间就从涅槃净直冲到了大圣级别 卧槽 这药效太猛了 要不是我肉身强大恐怕就直接暴体而亡了 好了 快开始吧 就在这时 战组的棺材被打开 萧云的混沌领域将整个禁地笼罩 几乎瞬间附近的天地灵气 不要前世地朝着大殿雨 爽歪歪呀 这才是真正的混沌领域 哎 要是多给我几颗药 我一个人就能打好几个准地了 此时雷祖和不灭老祖都看得目瞪狗呆了 尼玛 好恐怖的领域 我感觉实力都被削弱了一半 这家伙嗑了要比准地都强 接下来就是转换生命力了 萧云当即催动生命神体 将佛的天地灵气转化为生命力 朝沉睡中的战组汹涌而去 此时战组的身体机能在快速恢复 突然大殿开始剧烈地颤抖 战组激动地睁开了双眸 这是怎么回事 我感受到了磅礴的生命力 雷祖联盟解释 逼里妈拉妈密火 总之萧云在帮您老恢复生命力 文言战组联盟闭上眼睛 继续配合萧云吸收剩下的生命力 神石却在虚空中笑出了猪叫 啊哈哈哈哈 不愧是混沌体 有此子在 混沌圣地又要重回巅峰了 四分之一驻香后 战组从棺材里走出来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 这些已经足够我战斗好几次了 去把龙尊和刀魔带来 有萧云的生命神体配合 我可以将这滴大地精血输送给他们二人 让他们再增加五百名兽云 文言萧云忍不住挖塞 这样一来那两位老祖 岂不是都有机会晋升准利 很快两具棺材同时出现在大殿 萧云当即追动生命神体 配合战组帮两位老祖复苏 三点一四柱香后 刀魔和龙尊也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战组 您老怎么复苏了 见过两位前辈 晚辈萧云是混沌圣地这一代的神子 事情是这样这样的 两个老头都惊呆了 没想到混沌圣地这一代的神子 竟然铸就了混沌体 踏马得太牛批了 但龙尊最关心的是真龙遗嘱 因为他的真龙九遍 只要再融合一头龙崽子 就成为准地精了 文言雷祖他们满脸惊喜 这么说你马上就能晉升为准地了 萧云 你可知那几头龙崽子在哪 哦现在还有三头真龙遗嘱 龙一流落在外 龙二在东荒叶家 龙奥天则是成了金娇一族的坠雪 读灭老祖立即笑成菊花脸 那行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东荒叶家咱们暂时惹不起 不过去去金娇族吗 我马上就去把那条龙绑来 该死呀 萧云现在有点后悟 早知道就不杀龙三的 但下一秒却瞳孔一锁 龙尊早不醒晚不醒 偏偏在龙奥天晋升涅槃境时醒了 难道这就是他涅槃境的劫难 那自己的劫难又会是什么 少年第一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净逼得七位准地联手覆灭他所在的圣灵 因为他铸就了万古无敌的混沌体 是将来必能挣到大地的至尊体 复苏几位老祖后 萧云突然想到跟自己一样 迈入涅槃境的龙奥天 显然那货已经被两位老祖盯上 这或许就是他的涅槃境 卧槽 我天赋更强 岂不是有更牛逼的超级强者在盯着我 萧云瞳孔一作突然想到雷战 这货可是最强剑舍 一直在打剑神山内剑帝兵的主意 对了 还得警惕一下木齐老贼 上次毁了公厕宗山门 他肯定怀恨在心 接下来萧云又帮其他寿元将近的大圣和圣人们 恢复了生命力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雷祖将那三颗圣丹交给了萧云 这丹药能让你瞬间修为暴涨到圣人级别 虽然只能维持住三分钟的战斗 但越急打打大圣什么的应该就是涅菜了 萧云一听表示 那我现在就出山去度涅槃集 夜晚的森林越冷兴疏 头顶突然划过一道道流光 萧云震惊地抬头 我这运气也推好吧 才当出门就遇上流星雨 但打脸来得如此快 下一秒 只见一颗流星突然改变战道朝他脑袋撞过来 萧云心中一顿厕草灰墓 老子当出门就遇上涅槃劲的劫难 他逃他追 他双脚蹬地跟个弹簧似的疯狂往前飞飞飞 谁料 才刚飞出两步 修为就跌到了聚气井 你妈 这是要搞死人 飞是不可能飞了 萧云边跑边掐动硬绝 阿波吃的喝问混 混沌体神王体生命神体五行圣体 都给老子开开卡 流星越来越近了 恐怖的能量波动压的虚空都扭曲了 巨大的流星砸在地面上 将方圆千里的大地都烘碎了 当然人烟散去 萧云只是被能量余波震推了数目 嘖嘖嘖 还好小爷溜得快 这要是换成别人 早就被流星砸死了 不过总算度过第一次劫难 还有八次 与此同时太出圣地 以免夜长梦多 古神医决定今日就开战 毕竟这个临时结盟并不稳固 古天医表示 乌特姆开 乖勋子你尽管去 我来坐镇太出圣地 爷爷放心 今日孙儿必将斩杀萧云 为您扫清正道之路 华洛便带着太出圣地的帝兵 太上至尊躺一看 而此时萧云已经改变 容貌收敛气息来到天地城 结果刚来就听到有人在吆喝 快快快 龙傲天又在卖血了 闻言萧云一脸卧槽 龙傲天不是踏入涅槃境了吗 怎么还敢大摇大摆来天地城了 但很快他就看到 龙傲天身后的老头 这不是金交族大圣吗 萧云见状露出了黑黑冷笑 原来是随身带着一名大圣保镖呀 可惜区区一位大圣 根本不是不灭老祖的对手呀 这可真是一个歪锐故德的好机会 随即准备通知不灭老祖过来抓龙 毕竟龙尊只要炼化一头龙崽子 就能晋升准地呢 可就在这时 虚空突然颤抖起来 一股恐怖的帝威席卷而来 众人仿佛看到老婆兵里有老婆 卧槽 是帝兵 有准地拿着帝兵出战 巨大的太上至尊塔 不断砸在混沌圣地的地震里 天地仿佛要被打穿了 萧云咬牙看向混沌圣地方向 尼玛 那是古神医 他们竟然在攻打混沌圣地 随着风龙一声巨鲜 混沌中直接撞飞了太上至尊塔 只见不灭老祖踏破旭空站了出来 好你个古神医 就凭你一个人也敢来攻打我混沌圣地 当然不止我一个 古神医黑黑冷笑道 诸位道理 此时不现身 更待何时 紧接着一道道恐怖的身影踏破旭空而来 他们分别是叶家军家和公厕宗准地 就连天剑天刀圣地的准地也来了 包括古神医在内 这一下子就出现六位准地 不灭老祖看得心惊肉跳 尼玛 古神医居然联合了这么多准地 看来萧云的预言果然没错 少年只应铸就了万古无敌的混沌子 竟逼得六位准地联手也要覆灭他所在的圣地 可一个男人出现后 却吓得所有准地们把脖子缩回了裤裆 因为这是大陆最强准地站子 是六人联手也无法撼动的存在 冷静下来后 不灭老祖看向叶家天剑天刀圣地的准地们 你们几个老鬼来我混沌圣地干嘛 我们没招惹你们三家吧 我们天剑圣地无异于你们为仇 但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混沌体 不该再出一个吞天魔体 毕竟吞天魔体要吞是其他特殊体质才能变强 没错没错 吞天魔体危害众生 费掉吞天魔体我们便退去 不灭老祖忍不住冷笑 这不过是你们怕我混沌圣地崛起的借口 吞天魔体历史上就出现了 也没见你们联手 叶卫当即祭出帝兵朝不灭老祖杀了过来 闭嘴 八绝合一 天下无敌 区区大圣也敢在五等面前张困 快叫张大雷处 不灭老祖顿时操控混沌中迎击而上 咚咚咚咚 两件帝兵相撞顿时引起恐怖的暴战 此时天剑圣地的准地也杀了过来 叶卫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不灭老祖死死盯着叶家准地 随即催动不死魔宫 周身气势暴涨堪比一尊准地 死鬼 你死定了 叶卫满脸不屑 切 依靠魔宫获得的力量 你迟早会遭受到反噬 是吗 反噬之前 我先宰了你 但就在这时混沌圣地内传出一股强大的准地之味 在场准地们瞳孔一缩 卧槽这恐怖的气息 莫非是他 只见战组双手插背撕裂虚空而来 逼是灵人如逼王驾倒 老夫活了八千年 临到寿源将近时 竟然还有人前来当店骨 幸灾幸灾呀 战组一开口令的十方天地都要抖三斗 同样是准地 古神医他们竟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尼玛这恐怖的威压绝逼超出了准地范畴 毫无疑问战组是九霄大陆的最强者 古神医压下心中的惊恐 就算你能保持巅峰状态也不可能以一敌六的 战组呵呵冷笑 是吗 那就来试试 卧槽 足足六尊准地加两件地兵 萧云看到这一幕无比焦急 没想到雷祖还来不及竞生准地 太出圣地就动手了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龙奥天幸灾乐祸的笑声 哦吼吼吼 混沌圣地今天就要玩独子 萧云你混沌体再强大还不是要死 将来必定是我龙奥天正到妖地无敌天下 哼 你这条死龙再想屁吃呢 萧云当即收敛气息戴上面具 眼中满是杀气 嘶 看来只能自己动手抓了这头龙仔 带回去给龙尊竞生准地 众人纷纷附和 嘖嘖嘖 可惜了万古第一的混沌体和那吞天魔体 只要混沌圣地一灭 这两个爵士天骄必将被扼杀在摇篮中 但此时萧云已经掏出三颗圣丹同事丢进嘴里 因为一颗只能持续三分钟 他担心时间不够打算先吃一颗 剩下的两颗则含在嘴里随时待命 大家排好队注意次序 就在龙奥天一边吹牛一边卖血时 萧云已经悄无声息地挤进了队伍中 呵呵 还得感谢你兢兢业业帮我传播魔种 可惜你今天就要下党了 但轮到萧云买血时 不知情的龙奥天竟然嘲讽他境界低 呸 一看就是个死穷逼 快掏出你的宝物让我看看够不够熟 当然够呀 萧云假装在掏大宝贝 实则吞下了一颗圣丹 下一秒被嘲讽境界低的他瞬间开始气息暴涨 此时金娇大圣并未察觉出一样 毕竟谁会在乎一个不到圣人级别的楼椅 可就在这时恐怖的气息袭卷了 萧云的实力一下子就突破了圣人级别 金娇大圣瞳孔一缩 这哪里是什么穷逼小修士 这分明是个半猪吃老虎的超级强者 但为时已晚 萧云已经施展出混沌领域削弱了金娇大圣的实力 几乎瞬间混沌体解锋 寸拳直接朝着金娇族大圣杀了过去 恐怖的能量震动八华 老头惊恐到秀发白了又白 你你你 于是混沌圣地的萧云 为了一声杀猪般的吵架 金娇大圣被打得吐血倒飞 胸口都被拳风轰烂了 老头满脸绝望与憋屈 可恶呀 他堂堂大圣 竟要死在一个小背手上 萧云 你怎么会成圣吗 萧云懒得跟他逼逼 正所谓趁你病要营你 不等金娇大圣疗伤 又是一拳将他的本体给打 戏巴烂 吃瓜众人歪着脑袋看得目瞪狗呆 尼玛 萧云怎么这么快就成圣了 而且一分钟不到就秒了一尊大圣 可惜没有弹幕 否则他们一定会齐齐发出666 而萧云却一脸卧槽 这圣单才维持45秒 也太短了吧 但就在这时 装死800年的系统竟然响了 叮 击杀大圣奖励一万次动力 我来个斗 差点忘了还有个坑爹系统 萧云嘴角咧到了后宫 哦耶 这奖励太特么牛皮了 发了发了 老头躲在棺材里修炼5000年 不吃不喝连大小便都原地解决 就只为晋升为准地 谁料兽源都快耗尽了也没能成功 但萧云出现后却让他神功大成 千年了 老夫总算晋升为准地了 原来就在刚才 萧云击杀了金娇大圣 系统随即奖励了一万次动力 他这才想起这坑爹系统 丢特佛 现在有这么多动力 我就能提升奥义实力暴涨 可就在这时龙二天撒腿就想用 谁料却被萧云一个手刀劈晕过去 嘿嘿嘿 你个打工子 就留下来帮龙尊晋升准地吧 随即拎起龙崽子 丢的一下往混沌圣地标射而去 萧云很快就赶到了混沌圣地 此时高空中有数位准地在大战 为了不被发现 他只能死死捂住气息将脑袋缩在裤裆里 只见数位准地正在联手轰击混沌圣地的避震 好在守护阵法比派出圣地的乌龟客还要紧 否则早就崩溃了 只是没想到战组他老人家操控着混沌中 进门以一敌六毫不落下风 萧云看得热血沸腾 不愧是最强准地 太酷了 但守护阵法消耗很大 强如战组也支撑不了多久 我得赶紧帮龙尊晋升准地让他前来支援 弩灭老祖 我抓到龙奥天了 想办法掩护我晋圣地 老祖一经笑成菊花脸 干得漂亮臭小子 战组会帮你引开六位准地的目光 既然如此 萧云当即掐动硬角 暗影分身 给我开 随即化作无数条影子 从四面八方接近混沌圣地 与此同时战组吹动着混沌中冲出了守护地震 你们几个臭小鬼想要灭武混沌圣地 可做好了与我同归于尽的准备 六位准地同时吓得脖子一锁 没人敢与战组正面钢 因为他一旦拼命至少可以拉一个人当店呗 作为九霄大陆的巅峰强者 其实他们怂得一批最怕的就是死 但古神医早有准 雷战 看了这么久 你该出手了吧 挂入无数雷电撕裂仓群 雷战从虚空中钻了出来 战主之名晚辈久眼 今日能得见三生勇气 众人瞳孔一锁 尼玛古神医竟然把大陆最强剑胜起 剑道攻击力本就强 这货恐怕是除战组外的最强准地 竟然是他 萧云知道这下混沌圣地真的有危险 不过这货不是一心盯着剑神山的帝兵吗 他干嘛来攻打混沌圣地 没时间多想 趁着雷战出现吸引了几位准地的注意力 萧云刺溜一下钻进了守护阵中 他是神子地震自然不会子 当境圣地龙尊就焦急地出现在他面前 快把真龙遗种给我 萧云丢的一下就把龙扔了出去 我龙奥天还没震到妖地 可怜的打工龙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可惜龙尊大嘴一张直接就把他炼化 萧云忍不住嘖嘖称赞 这头龙崽子兢兢业业卖血帮自己传播魔种 真乃修炼界第一劳魔 以后收割某种时我会在心里默默为你上的 随着龙尊打了个宝阁 龙奥天已经被吸收干净 肯看一条金色神龙去 从龙尊体内飞出 龙尊周身的气息顿时开始暴涨 原本受援将近的老头此刻获得了新神 神龙九变与强 我马上要晋升准地了 再给我几个月 我也能晋升准地 可惜没时间了 雷祖看向空中的战斗脸色十分难看 七位准地加两件地兵 他们是真的想灭掉我混沌圣 肖云明白雷祖的意思 哪怕龙尊晋升准地了 也很难抵抗这次危机 此时他总算明白 为何未来的自己要留下雷祖短的预言 雷祖 您老就没办法缩短晋升准地的时间吗 到了我们这个境界 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工作 除非有一位大帝给我讲道 才能让我完善雷神爵马上晋升准地 肖云立刻反应过来 原来雷祖缺少的是一次顿物 可惜自己有一万多次顿物却不能送我 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战斗陷入了危机 只见混沌中竟然被太上至尊塔罩了 不好 战族有麻烦了 哦哦哦哦 这里有七位准地 纵使你在强了 没了帝兵你是回不去了 男人在圣地即将灭亡之际 唤醒了沉睡千年的老祖 可敌人却出动了整整几百尊大圣 非要覆灭混沌圣地 此时没了帝兵的帮助 作为大陆最强的准地 战族已经难以抵挡 七位准地的联手为攻 就在这时不灭老祖 最后看了一眼萧鱼 毅然决然地飞出了守护阵子 雷祖 混沌圣地以后就交给你了 若有意外一定要护住萧云 雷祖满脸悲痛之色 不灭借用魔尊力量的次数太多 这次之后他恐怕再也无法摆脱魔尊 萧云咬牙狠狠钻紧拳头 可恶 即便自己天赋在墙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祖去送死 你们这群爹孙想灭我混沌圣地 也要留下几个人来电背 随着不灭老祖浑身爆发出恐怖的迷气 瞬间跟魔尊完美融合 实力已经提升到准地级别 就在这时攻测宗准地突然掉头冲向不灭 我来拦他 你们继续围攻战组 古神医他们在心里纷纷吐槽 尼玛这货绝对是故意的 毕竟战组随时都可能会自爆 一不小心就有被拉去当电背的风险 而天剑天刀的准地也想摆脱战组 他们圣地的张大雷也是准地 等一下我去阻拦 没错没错 你一个人不够算我一个 为防止还有人想缩回脑袋 古神医忍不住传音骂道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就够了 我们再不团结 就要被人笑掉大牙了 夜未皱眉 可张大雷总要有人去拦吧 谁料混沌圣地内突然传出一股准地之威 众人瞳孔一说 不好 张大雷来了 古神医连忙传音让他们先去把不灭劳足宰 自己和雷战夜未负责拖住最难杀的战子 只要不灭死了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张大雷 可就在这时圣地内竟然冲出一条金色神龙 瞬间将想去杀不灭的三个准地拦住 比凹凸曼还大的龙尾将三人砸得连连后腿 古神医瞳孔一说 不 这老碧灯居然还没死 你们当心 这是龙尊 显然龙尊已经晋升为准地了 他眸光骤然森冷地扫过金绝剑白 怎么 你们天刀天剑圣地也要与我们结仇吗 那行 本座今天死也要拉你们其中一个垫背 看你们两个敌对势力 到时候会是谁吞并谁 两人下的脖子一锁 明知在挑拨离间 两个墙头草还是犹豫了 他们可不想当垫背 这要是谁死了 另一家肯定会趁机灭掉他的圣地 古神医急了连忙传音 今天我们要是不灭掉混沌圣地 他们事后肯定会报复 到时候单凭你们一家怎么抵挡 但你们别忘了混沌圣地 还有一个准地没准 加上张大雷整整四个准地 这还怎么打 天刀圣地也怂了 没错没错 我们和混沌圣地又没死 现在退去大不了以后低头认错 古神医器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尼玛 这两个打酱油的果然靠不住 但不能让他们离开 这样吧 你们只要拖住龙尊就行了 君家和公策宗去杀不灭 到时候张大雷交给我们太初 有危险我们冲在最前面 没想到混沌圣地竟有如此多底牌 既然如此自己也得动用底牌了 随即抬手撕裂虚空 眼前出现一个传送阵 太初圣地的所有大圣经历 全都给我出来赴灭混沌圣地 下一秒只见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冲出裂缝杀向了混沌圣地 足足上百尊大圣加上九尊大圣巅峰 萧云看得头皮发麻 卧槽 太初圣地要彻底拼命了 这恐怕动用了整个圣地的全部力量 可就在这时木齐也撕裂虚空 哈哈哈哈 五兄好大的破坏 我圣王宗六起能落后 紧接着君神通也撕裂一道空间裂缝 君家的大圣都给我出来 今天我们跟混沌圣地不死不休 休休休 几乎瞬间足足十几尊大圣巅峰出现在圣地上空 圣地内雷祖和刀魔他们看得心惊肉跳 这么多大圣巅峰已经足够对付一尊准地 雷祖当即冲出守护地震 声音震破虚空 所有混沌圣地的大圣 随我出去杀敌 很快圣地内所有闭关的大圣们纷纷杀了出去 咚咚咚咚 随着战火从准地之战延伸到大圣之战 至此大决战全面爆发 萧云彻底看赏了 怎么办 这么多准地和大圣 要怎么改变战局 圣地即将灭亡之际 就连大圣们都在自爆守家 可男人却大摇大摆去敌方圣地偷家 就在方才战火已经从准地之战延伸到大圣之战 很多圣人们纷纷选择自爆冲向敌人 这种不要命的战斗方式 才勉强挡住敌人的猛攻 这一刻萧云泪目了 怎么办 自家的圣人们都在拼命 打不过就自爆 可他们持续不了多久 萧云知道这样的战争中 杀死一两个普通大圣根本改变不了局势 所以他没有选择吃下圣丹之间 圣地内的修炼者们已经绝望了 因为敌人太强了 他们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希望 可身处太出圣地的分身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发现古神医带走了帝兵 就连大圣也全都带走了 太出圣地现在就是个空壳 如果有人来攻打圣地 就可以把古神医逼回来 到时候这个临时结盟自然不攻自补 不过问题是谁来攻打太出圣地呢 算了 分身当即踏空离去 他决定先把这消息告诉本尊 说不定本尊能想到什么办法 而此时萧云的确在思考对策 但很快他就想到剑神山那件帝兵 只要给雷祖一把帝兵 他就可以斩杀多位大圣巅峰 甚至压制一位没有帝兵的准利 至于雷站在剑神山布置的阵 根本拦不住萧云 老子有的是顿武 管他什么阵法还不是Soyza 此时空中一片混战 刚好掩护萧云离开 谁料刚出混沌圣地 就感知到分身再往这边跑 萧云当即朝分身那边赶去 说不定独孤求败想到了什么对策 很快两人在天地城会合 融合后他们便知道了彼此的想法 萧云眼睛一亮 卧槽 攻打太初圣地 这个方法很耐思呀 武神医带着所有大圣在攻打我混沌圣地 肯定想不到我会去偷家 而且别人想攻太初就要先打守护地震 但我大摇大摆就可以进去 但剑神山也要去 说不定能把围战以逼回去 毕竟他做梦都想要那件帝兵 最后萧云决定由本尊拿着分身的圣子令牌 去攻打太初圣地 而分身则带走一颗圣丹去剑神山拿地兵 很快萧云就大摇大摆地飞到了太初圣地内 由于他有独孤求败的身份令牌 守护地震根本没拦 随即掏出一颗圣丹 只要吃下这个就能横扫太初圣地 毕竟现在这里连个守家的大圣都没有 想到这里已经将圣丹含在嘴里 要是等一下古神一赶不回来 老子就宰了时空之体和吞天魔体 看他们以后还怎么撑吧 就在这时一个老头发现了不对劲 你是谁的弟子 干嘛在圣地内乱飞 萧云勾唇冷笑 一个超烦尽的太上长老 以前自己高攀不起 现在完全可以越即击杀 不等他反应过来 萧云的混沌拳已经砸向他 直接将人秒杀 听好了 我是萧云 今日便要血情人派出圣地 巨大的声响很快引来了圣人 古天一和李成帝直接傻眼 尼玛 你们混沌圣地都快完了 你一个人跑到我家来干嘛 你不是应该藏起来吗 呵呵都在这 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了 理解这场诧异 萧云是怎么进来的 古天一满脸阴狠 这里是我太初的大本营 我还怕你 管他怎么进来的都是来送死 此时一位圣人已经杀向萧云 就算你天赋在墙 在我等圣人面前 也只是曲曲楼眼 古天一勾唇冷笑 先不要杀死他 打个半死就行 让我试试能不能吞噬他的混沌体 只见一只巨大的手掌 就跟五指山似 朝萧云兜头压下 而萧云却丝毫不慌 甚至对古天一呵呵冷笑 快通知你爷爷回来吧 否则你们太初圣帝 马上就要玩独走 华洛已经吞下了圣诞 几乎瞬间 古天一的气息从体内爆发而出 萧云的实力瞬间暴涨到圣人级别 他将混沌体催动到极致 轻轻抬手挥出一拳 仿佛将天地劈成两半 而那位圣人的手掌 也被轰得稀巴烂 我 曹 这也太强了 古天一仿佛看到老婆丙里有老 不 不可能 圣地交流会使他明明才出翘锦 怎么这么快就成胜了 但就在这时 萧云的混沌拳已经轰向古天一 他可不想浪费时间 毕竟圣丹持续不了多久 只是没想到所有圣人们 全都高呼着护驾护驾 阿呸 全都高呼着保护老祖 将古天一护在身后 可惜同为圣人 他们跟萧云简直天差地比 轰轰轰 几乎瞬间金色的拳头 将圣人们全都打爆 他明明只是个涅槃镜小辈 却在圣地即将灭亡之际 化解了连老祖们都无法对抗的危机 没人想到萧云会突然去攻打敌方圣地 更没人想到同为圣人 他只是一拳就将上百位圣人打爆 但萧云有点懵 老祖 为什么所有圣人都叫古天一老祖 他有这么老吗 四象见证 随即大吼一声寄出数万把飞剑 将那些圣人尊尊击杀 尸体向下脚子落了一地 太出圣地被圣人们的鲜血人 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卧 曹 这萧云也太可怕了吧 他不会要血系我们圣地吧 还有谁能拦住他 古天一吓得把头缩回了裤裆 他没想到萧云竟然强到了这种地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只见一个老头朝这边飞来 萧云震惊 咔嚓大意了呀 太出圣地居然还藏着一位大圣巅峰强者 完蛋了BBQ了 我根本打不过大圣巅峰 而且圣丹的药效已经快到了 他焦急地杀向古天一 暗想既然这么多圣人拼死要护住他 那他的命肯定很知情 先抓住他再说 你们快拦住他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萧云兜头砸下 大胆行徒 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 恐怖的能量阵的虚空都在颤抖 萧云瞳孤缩 怎么办 大圣巅峰太强了 事到如今只能先挡住这一掌再说 给我过 萧云爆发出全部实力朝着巨长杀去 无数剑气冲天而起形成一条巨大光柱 贯穿了天地跟手掌同归于尽 萧云这才松了口气 尼玛 总算是接住 哎妈呀 这是什么级别的变态 古天一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这祸才圣人竟能挡住大圣巅峰的攻击 连忙命令不远处的老头 今天绝对要杀了他 别给他事件 而老头已经笑出了恶叫 啊哈哈 天一老祖放心 死子是用了某种竞技术 才达到圣人级别 他现在已经跌回涅盘境 随便一个圣人都能斩他 古天一一听连忙转身 可原来如此 那你今天死病死 而萧云终于反应过来 这祸不可能是古神一的孙子 因为堂堂大圣巅峰都喊他老祖 你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我是谁 古天一干脆摊牌了 我是古神一的爷爷自我封印数千年 就是为了等到这一世吞噬八大至尊体已铸就混沌体 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把神王体杀了 让我功亏一亏 那我只能吞噬你这个混沌体 萧云瞳孔一说 你嘛 老子猜反了 这祸竟然是个封印千年的老怪物 行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随即命令一旁的圣人 去把萧云打个半死 然后交给我吞噬 谁料萧云却勾唇冷笑 没人告诉你反派死鱼话多吗 傻憨憨呀 下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古天一大胆不妙 快动手杀了他 但为时已晚 因为萧云已经自斩修为调到出窍境原本 懵逼的古天一彻底懵了 暗想萧云封球了吗 这都要死了为什么不想办法投入 却要自斩修为 那很快天地色 一道道紫色雷云征徨在上空 萧云竟然踏入出窍境极境 引来了极境天杰 他喷出一口老血呲牙冷笑 哈哈哈哈 他终于明白未来的自己 为何不让他晋升出窍境极境 原来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置之死地而后生意 众多圣人们纷纷下的脖子一锁 我滴妈呀 是天杰 快跑快跑 一旦被锁定 天杰的威力就会上升到圣人级别 我可不想肚解 那位大圣巅峰连忙抓着古天一逃出天杰的笼藏 只是没想到不管逃到哪 天杰都跟脚了腿似的跟着他移动 古天一无奈地摇头 没用的 这不仅是萧云的天杰 也是我的天杰 原来古天一前段时间已经晋升到出窍境极境 没想到自己的天杰也被萧云引来了 随即命令老头快离开 不然天杰就会变成大圣巅峰的天杰 到时候整个太初圣地都要被夷为平地 那行 老祖你小心 老头下的脖子一缩赶紧溜走 因为他感觉那天杰简直像大地级别的威压 而萧云顶着一头 杰云追着古天一跑 古天一 我看你这次往哪跑 古天一脸色骤变 萧云 你神经病呀 天杰之下你还想打我不吵 到时候两败俱伤我们都得死在天杰之下 萧云却滋着大牙呵呵冷笑 两败俱伤 你会不会太自信了 老子杀你就被杀鸡一样 快叫古神医他们回来 否则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少年只是打了自己一拳 却化解了圣地百万年间最大的危机 原来这一拳让他跌落出窍境 引来了寂静天杰 原以为他召唤天杰只是为了逃命 毕竟有天杰护体没人敢靠近 谁料萧云却不顾天杰的威胁 非要宰了古天一 这下古天一彻底慌了 原来如此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他明白了萧云这是想微微救赵 毕竟自己有危险 古神医必定要回来 到时候带头大哥一子 剩下的准地们就是一盘散沙自然不攻自捕 古天一心里慌得一批却不敢表现出来 萧云你在想屁吃 我不会受你威胁的 他赌萧云只是吓他的 不敢在天节下跟他战斗 可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拳头已经朝他脑袋砸了过来 萧云眸光森冷冲上去就是忙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你 你这个神经病 你想死别拉我下水位 古天一在破口大骂 却只能硬着头皮封出一掌跟萧云厮杀 两人的攻击撞在一起 恐怖的爆炸余波阵的整个圣地都在颤抖 孙天魔体虽然不弱 但很快古天一就被萧云压着打 让你孙子麻溜的回来 否则 今日就宰了你丢海里卫珠 围观的圣人们急得跟跳蚤似的 但没人敢靠近天节半步 因为只是站在边缘就仿佛漠视来临 师叔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老祖根本不是萧云的对手 我咋知道呀 先看看吧 这位大圣巅峰继续吃瓜 毕竟这可是数千年来最强的两大天骄之战 此时古天一自怒的伺候 萧云 这个疯子 他被迫取出了压箱底的魔刀抵挡萧云的攻击 可天结之下萧云却越来越紧 一道又一道恐怖的权硬跟风炸机似的朝古天一咋去 恐怖的能量如亿万星辰倾斜而下 打得古天一节节败退疯狂唾袭 而萧云被无数混沌光芒笼罩 仿佛已经跟天结融为一体 古天一简直看得目瞪狗蛋 我 曹 这这这这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神魔禁忌领域 尼玛 老子梦寐以求的镜子 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没能踏入 却让这小辈踏入了 围观的圣人们仿佛看到老婆丙里有老婆 这怎么可能 即便踏入了禁忌领域也分一进到九进 九进最强 而超越了九进才是神魔禁忌领域 可显然此子已经踏入那个境界 此时就连那位大圣巅峰也感觉古天一要玩独走 因为踏入神魔禁忌领域的准地 可以越挤打大地 圣人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办 要不还是通知神医老祖 与此同时混沌圣帝这边 正在围攻战阻的古神医 突然感应到萧云潜入了太初圣帝 而且攒了他们不少圣人 但很快他就松了口气 还好 自己留了一尊大圣巅峰手架 稳了一批 可就在这时他又感应到圣帝内有极境天际 尼玛 这个杀千刀的小小涅槃径 居然给我太初带来这么大的危机 不行 我得通过至尊塔看看情况 很快他就看到古天一被按在地上磨擦 卧槽 爷爷被萧云揍得好惨 但就在这时 混沌中爆发出恐怖的极道地威冲向古神医 砸得他吐血倒飞 战组呲牙冷笑 呵呵 与我对战还敢分心 挡在前面的夜卫和雷战破口大骂 古神医你脑子瓦特了 要不是我们挡在前面 你已经被打废了 而古神医心里慌得一批 怎么办 天结之下没人敢插手 爷爷根本不是萧云的对手 他要是被杀了 就算灭了混沌圣帝又有什么用 但自己若是现在回去 其他人肯定也会跟着离开 那这次的计划不就功亏一篑 就在古天一纠结回去守家 还是继续拆水精尺 雷战突然脸色大变 我勒个去 是谁在攻打剑神山的阵法 除了我 只有独孤求败能登上剑神山顶 他心中一阵厕草会 这小子居然趁我不在 偷偷跑去炼化地兵 哎妈呀 再不走宝贝可就要被抢走了 别人在天结下自身难保 他却把杜结当席子 两倍天结下竟把排名第二的 吞天魔体按在地上摩擦 不知情的古神医以为人手不够 又让李姐姐自展修为 进天结里帮忙 谁料三倍天结下 萧云竟然越来越强 而雷战敢知道 独孤求败去炼化地兵后 二话不说撒腿就往剑神山赶去 他跟古神医不一样 根本不在乎能否灭掉混沌圣 战族亚麻呆住了 啊这 这家伙怎么突然跑了 最强剑神医子 混沌中很快就摆脱了 遮天骑和太上至尊塔的压制 雷战一走 你们两个小朋友 还用跟我决一死战吗 叶卫和古神医下的脖子一锁 他们联手怎么可能是战组的对手 该死的 雷战 你回来 而雷战才不理他们呢 老子就是为了独孤求败 才攻打混沌圣人 现在那小子都主动去剑神山了 那他还等什么 一时间天剑天刀和叶家准帝都犹豫了 而混沌圣帝瞬间士气大涨 与此同时派出圣帝这边 不 古天一被雷战轰得疯狂吐息 原本受伤的身体伤得更重 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而萧云有混沌体五行圣体九转雷体 曲曲雷战对他来说简直就跟洗澡一样 古天一 还不叫你孙子回来吗 你在想屁吃呢 我就算死 也要拉你们混沌圣帝跟我陪葬 等天杰退去你就玩犊子了 古天一觉得用自己的命 换一个混沌体加混沌圣帝直的 就在这时 轰隆隆 天空中第二波天杰即将落下 萧云一脸冷笑 好得很 那你就去死吧 巨大的拳头狠狠地朝古天一咋去 你你你 萧云你这个疯子 这都第二波雷截了 你还能一边战斗一边扛住雷截吗 古天一满脸绝望已经吓尿 第二波雷截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雷截 而是一整片的雷截 太初的圣人们简直看得头皮发麻 尼玛这天杰太恐怖了 而且是当时最强天骄的两倍天资 可慈子在渡劫中战斗 竟然连一根头发都没掉 再这样下去 老祖就算不被萧云打死 也要活活被雷劈死 大圣巅峰大吼道 萧云 你快住手 只要你现在离 我们太初圣帝绝不会追杀你 呵呵呵 我既然敢站在这里 就没准备活着离开 今日你们不让古天一的孙子回来 我就宰了他 老头没办法的只能传讯给古神一 让他自己做决定 另一边站着 被战组轰飞的古神一连忙回去 让李承帝下掌 老头立刻下令 李承帝 你赶紧自展修为 去天劫之中帮天一劳死 李姐姐脸色一变 这是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古天一本来的打算 便是将他们这些至尊体一起吞噬 现在又让他去雷劫里送死 果然我只是他们的妻子 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李姐姐痛苦地毙了毙眼 当即展落修为朝着天劫飞去 求败 若今日我死在此地 你会伤心吗 李姐姐一边朝萧云杀去一边暗自庆幸 还好心爱之人不再太出圣地 否则也难逃自展修为 去天劫里送死的命名 见李姐姐也来了 萧云兴奋地笑出了诸叫 哈哈哈哈 又特否 又来一个送死的 说话间已经朝李姐姐轰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李姐姐瞬间被轰得结结败退 好强 即便跟古天一联手 她也挡不住萧云 轰隆隆 就在这时天空中 劫云的威力又加强了 由于李姐姐的加入 天劫已经提升到三倍 而三倍天劫之下 萧云却宛如一尊无敌的战胜 一群傻叉 老子修炼了雷霆灭士路 天劫只会帮我催炼肉体 让我越来越强 你们送多少人进来都没用 让古神医回来 大圣巅峰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特么的萧云这疯子 竟然在这么恐怖的天劫下 完全碾压两大只尊体 再这样下去 天一老祖和李承蒂都得死 少年在敌方圣地 把对方老祖按在地上摩操 敌方几百个圣人却没人敢动他 甚至跪求他离开 因为只是站在天劫边缘 就仿佛漠视将冥 可三倍天劫下 萧云却一边打人一边妒忌 甚至把雷电给吞噬了 太初的圣人们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这这这 此子太恐怖了 红为至尊体老祖和李承蒂越来越弱 他怎么越来越强 大圣巅峰也倒吸了一股灵气 因为他吞噬雷电之力后 可以魔力肉身 众人直呼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 如此狂暴的天劫之力 换作普通人早就被封爆 他竟然把雷电吸收 雷海中萧云拔出长剑 就追着谷天一揍 谷天一 你孙子还没回来 看来是并没将你放在心上 谷天一吓得是暴头逃窜 卧槽要动真格了 李承蒂 快救救我呀 李姐姐无语吧 我都没你实力强 干我怎么救你 谷天一继续吼道 我知道你只要自爆时空之体 就能施展出一门进招 反正你自爆不一定会死 但我一死 萧云也会杀了你 李姐姐骤美 你嘛 这是要用我自己的命去换你的命 他没理谷天一 而是恢复伤势 继续抵挡着雷电的轰击 什么 时空之体还有什么劲招吗 总不可能让他穿越时空吧 萧云有些疑惑却没多想 该结束了 他继续吵谷天一 这还算手下留情了 不然早就宰了这会 因为他在独谷神医会回来救他爷爷 如果当真没回来 他自会在天结结束之前宰了他们 但就在这时 一剑地冰突然出现在谷天一身前 替他挡住了锋利的剑马 众人瞳孔一锁 卧槽 太上至尊他 萧云顿时欣喜若狂 他知道自己成功把古神医和帝兵引回来 这代表混沌圣帝得救 天结之下哪怕准地也无法插手 但帝兵可以 不远处果然是古神医带着太出圣帝的大圣们回来 李成帝 我命令你 立刻自爆时空之体杀死萧云 萧云知道没有了古神医和雷战 其他准地恐怕都在抱头逃命 既然混沌圣帝赢了 自己也该逃命去 他立刻脚顶抹油准备顶着天结林 有天结在 倒是不用担心会被大圣们拦截 可就在这时 恐怖的帝兵射出一道光芒将他定住 萧云心中一阵侧草惠目 你马 动不了了 今天不会死在这里了 古神医想的是灭不了混沌圣帝 也要宰了萧云替爷爷扫清正道之路 李成帝 快杀死萧云 天结下他无法插手 就连帝兵都不能释放出攻击 但李成帝可以 文言李姐姐脸色难看 一边是被帝兵保护起来的古天一 一边是打不过的萧云 如果现在出手 即便杀死了萧云 自己还如何抵挡天结 李成帝 还不快动手 古神医急了 因为太上至尊塔能够定住萧云的时间有限 他快撑不住了 这要是让天结感应到帝兵的波动 那整个太初圣帝哪怕他也难逃一击 李成帝脸色难看 老子 同为至尊体 你们要放弃我吗 古神医眸光森冷地提醒他 你想要你们整个李家陪葬了 李成帝身子差了差 看向一脸冷漠的古神医和太初高层门 此刻心中悲痛万分 自己从小在太初长大 对他们忠心耿耿 没想到呀 最后没死在敌人手上 却被自己人给逼死了 可真可笑 李姐姐没得选 只能一脸惨笑地使出全部力量 朝萧云杀去 太初圣帝的高层门顿时松了口气 但愿他能杀死萧云吧 眼见巨大的手掌兜头砸下 萧云已经无法动他 眼中却露出嘲讽的笑容 嘖嘖嘖 李成帝 你真可怜呀 此时李姐姐也在为萧云惋惜 你我也算是宿敌了 跟你同归于尽 也不算辱没了我 可就在这时 哄咄咄 李姐姐的权力一击打在萧云身上 虚空差点都被震碎了 可萧云竟然零点一根头发丝都没点 哦吼 你就这点能耐吗 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的 尼玛 这都不能动了 竟然还能硬扛住李成帝的攻击 就算练了不朽精神也没这么变态 李成帝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哦 你的肉身怎么会这么硬 萧云呵呵冷笑 连天结都无法毁灭我的肉身 你觉得你可以 谁给你的自信 挑柔骂 如果你当真有这么恐怖的势力 应该早就可以杀死我和古天一了 为何 萧云看向不远处的古神医 当然是为了把这老不死逼回来 不然怎么解救混沌圣地 我要是把你们打死 他还会回来吗 李成帝做梦都没想到 这么多年来 他是萧云为最大的对手 可自己却连当他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而他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古神医此时对萧云忌惮到了自己 死子不死 将来谁能挡他正到大地 李成帝 快自爆时空之体杀了 我猜出定会顾你李家法事无忧 李姐姐最后看向古神医 记住你的承诺 随即开始引爆时空之体 既然不能直接杀死 那只能使出那招竞术 萧云 我们下辈子再见吧 划落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三大至尊体一个自爆 一个被丢进时空场合 最后的赢家竟然是古天一 他以为萧云已死 正想毫无顾忌地吞噬时空之体 谁料却被时空裂缝中 飞出的巨剑截了胡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姐姐才知道 深爱着的独孤求败 竟然是萧云 原来就在刚才 李姐姐自爆了时空之体 谁料强大的时空奥义 却撼动了至尊体 萧云从定身中被解救出来 他整个人压麻呆住 我累得动 你这是自杀吗 我站着让你打 你都伤不到我 现在解放我的双手 还能是我的对手 可就在这时 李姐姐大喝的 时空放着 化落萧云被一股 恐怖的时空风暴 卷了进去 施展完这招后 李姐姐无力地 从高空中坠落 伤势十分惨重 我的时空之体 彻底废掉了 将会死在天结之下 随即看向萧云 消失的方向一脸恐吓 而你没有大地的实力 将会死在时空长河中 这就是我们两大速敌的结局吗 但就在这时 五天一突然一脸尖笑的出现 反正你马上就要死在天结之下 不如把你的时空之体交给我吧 李姐姐愤怒不以恨死 这叫 baby 虽然自己自爆了时空之体 但是这种特殊体质 只是化为本 根本不会消失 五天一笑的猖狂 当即开始吞噬李姐姐的时空之体 啊哈哈 我只是废物利用而已 混沌体一死 我吞噬你的时空之体后 同时拥有两大至尊体 这一世还有谁能与我争夺地位 可就在这时 气空中突然闪出一把吃烈的剑芒 吞出大口西瓜汁 低头看向身前被冻穿的血洞瞳孔咒索 岁月之剑 五天一和众人简直看得目瞪狗呆 是谁 但李姐姐却心痛地笑了 可他早就该想到的 原来你就是萧云 毕竟整个太初只有自己和求败修炼了岁月之体 五天一气得眼睛拢了耳朵瞎了嘴巴喷火 倒嘴的鸭子飞了 因为这一剑不止斩杀了李承蒂 就连他的时空之体也被收割了 咯么的 这不是吞噬了个寂寞吗 到底是谁 太初的高层也陷入了沉思 那一剑不会是萧云批出的吧 难道他没死 与此同时天降血雨 这时有准地陨落了 下一秒独独求败突然双目无神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 原来就在不久前 分身吞下一颗圣丹后 实力瞬间暴涨到大圣级别 在顿雾的帮助下 很快就破开了雷战布置的阵盾 感应到萧云的道理 七彩神剑激动地浑身发动 是你 我感应到你已经拥有了和我相从的本名剑 赶紧炼化我吧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看着眼前的帝兵 分身感动的嘴角都流眼泪了 这大概是九霄大陆最强的一把剑 简直为自己量身定做 但他并不急着炼化 毕竟打破阵法 只是为了惊动雷战把他引回来 抱歉 我还不能带走你 因为我的仇人就在外面 我一旦炼化就会被他抢走 剑灵有些失望 哦那你来这里干嘛 独孤求败笑了笑朝洞外走去 呵呵当然是等雷战老前辈 来聊天呀 雷战果然就在山洞外 只是没想到分身早就发现了他 独孤求败 只要你炼化这件地兵 我就收你为青传弟子 将来还会把剑阁传给你 分身嘖嘖冷笑 嘲讽他画大饼的本事不错 可惜老子只想当你拜爷爷 不想当弟子 雷战怒吼道 独孤求败 别以为你有太出圣地做靠山 我就不敢攒了你 你当然不敢 因为我死了全大陆 没人能炼化这件地兵 你太想得到他 雷战叹气 他竟然被这小辈拿捏得死死 那行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可以拿其他宝物跟你交换 分身一听就乐了 好呀前辈 咱们慢慢谈呗 他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 只要他不炼化地兵 雷战就不敢离他 但四分之一驻香后 哗 天空突然下起了血雨 雷战瞳孔一缩 这是 分身也震惊了 天降血雨 这是有准地陨落了 前辈什么情况 我们太出圣地赢了吗 但雷战却摇头 不 这是准地陆七死了 你们太出圣地应该输了 文言分身心中大喜 太好了 本尊成功了 混沌圣地安全了 我 分身正想说什么 就发生了前面的影 直接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 雷战皱眉 你小子是在耍我吗 但很快他就发现 这小子竟然只剩下一句空了 明明身体充满了强大的生机 可却感应不到一丝灵魂波动 少年意外掉进 只有大地才能存活的时空长河 本以为会生死到消 却没想到遇到未来的自己 修为直接暴涨到大盛巅峰 原来古神医逃走后 天剑天刀圣地 还有叶家准地 全都脚底抹油溜了 毕竟他们只是来打酱油的 主力都走了 还打个毛线 很快混沌圣地就占了上风 战组趁机击杀了 宫测宗的准地木七 木七死得太憋屈了 古神医我策草会母样 让老子来攻打混沌圣地的事 中途跑路的也是你 简直不当人 不灭老祖都看呆了 古神医这家伙怎么突然溜了 战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天结 我感应到太初圣地内部 好像有天结的气息 就在这时雷祖急忙说道 不好了战组 是萧云那小子 跑到太初圣地去度假了 文言不灭脸色大变 他突然想起萧云之前的预言 我要晋升出窍境极境 致知死地而后生 莫非这小子是利用极境天结 逼走了古神医 战组心急如焚 快走 我们去太初圣地要忍 但很快一个消息轰动了整个修炼界 九霄大陆第一天才 拥有混沌体的萧云 居然死在了太初圣地 其实萧云是进入了时空长河 没想到时空之体还有这一招 幸亏我击沙里成帝之后 也获得了时空之体 不过没有大地的禁忌 任他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时空风暴 只能随波逐流朝时空长河深处飘去 但很快 咻 一道身影从时空长河上惊动 这气息 萧云震惊 花擦 竟然是一尊大帝 却没想到大帝也感应到他 呵呵 真有趣 小小的蝼蚁 竟也能在时空长河中保留意识 说话间那尊大帝已经抬手 想将萧云抓走 身体顿时不受控制地 开始脱离时空长河 萧云大吼着 打没诱我会死 但那尊大帝并未停止 呵呵 你的死活并不重要 那可是大帝的力量 萧云感觉肉体快要被扯成两半了 完蛋了八饼秀了 老子不会要死在这里吧 但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拳头突然飞出 直接将那尊大帝轰得稀巴烂 那你 萧云震惊得就像萧云 谁这要牛批啊 竟然一拳就秒杀了一尊大帝 而且那拳头好像是混沌群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股更恐怖的气息 萧云震惊到麻了 这是天地 雷佛呀 终于见面了 我 曹 你你你 你是未来的我 没错没错 正是你萧天帝 萧天帝随即笑了笑 紧接着抬手指向萧云的眉心 既然来到了这里 你就不用再走弯路 随着金光射入眉心 萧云的时间和空间奥义在飞速提升 而且修为也在持续暴涨 轰轰轰 超凡 天际 圣人 几乎瞬间萧云已经晋升到大圣级别 尼玛这股力量太狂暴 但很快他就发现 萧天帝传给自己的竟然是完整的时空之道 这莫非是天地经三上面的内容 所以那本世间最强的地经 竟然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没错没错 不愧是我 一下子就猜错了 是萧天帝收回了巨大的手指 好了 这已经到极限了 萧云震惊到眼睛都快离家出走了 天哪 我竟然已经拥有了大圣巅峰的实力 随即看向萧天帝 对了 你刚才说不能步你的后尘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机不可泄露 时间到了你自然会止 化落萧天帝化作屡屡碎片消失 既然如此 太出圣地的 还有雷战和所有起我混沌圣地的老贼 你萧爷爷回来了 想到这里 萧云丢的一下朝外面飞去 因为他已经掌控了完整的时间之道 可以跟大帝一样脱离时空藏河 这是一把核弹级别的地兵 就连大陆最强剑胜都拿他没办法 可年仅18岁的萧云只是抬手一挥 就将其炼化 这可直接把雷战看得目瞪狗呆了 本以为他想拿着地兵跑路 却没想到他竟然昭告九霄大陆 今日我便要挑战最强剑胜 原来脱离时空藏河后 萧云就隐藏气息偷偷回到了混沌圣地 此时整个圣地都沉浸在悲伤中 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他死 战族眼神凶狠 他们竟敢杀死我混沌圣地崛起的希望 今日我就要血洗太出圣地 为萧云报仇 却没想到背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老祖 我回来了 老祖们心里又惊又喜 雷祖都快哭了 小家伙你竟然没死 但很快他又震惊了 学斗麻袋 你明明 你现在竟然有大盛巅峰的实力 嗯 毛毛雨了 萧云一脸淡定 也就遇上了一奶奶机缘 修为提升了一奶奶 顺便领悟了时间奥运 老祖们抽了抽嘴角 啊这 还真是日常装逼 别人几千年都没能达到大盛巅峰位 你特么的十八岁就有了这实力 好小子 圣地里所有的积蓄都给你用 不够我就去帮你抢 势必要让你晋升准地 但萧云却说不及 毕竟自创准地精需要花费大量顿武 老祖 我想先帮不灭老祖和雷祖晋升准地 到时候加上我的分身 我们这边就有六大准地的战略 可以直接灭了太初圣地 赞祖一听笑出了猪叫 哦哦哦哦 被那些臭小鬼围攻的鸟气终于可以出了 虽然可是可 但是我已经过度使用魔弓 真的能晋升吗 放心吧 我能找到办法了 不过需要不少顿武 接下来就靠分身了 与此同时 剑神山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雷战心里乐开了花 独孤求败的灵魂终于归位了 老夫倒要看你这次还怎么逃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我勒个洞 这这这这 这什么情况呀 他的气息怎么会一下子提升到大盛巅峰了 雷战震惊到秀发白了又白 难道你是某个影视大佬 之前故意隐藏了实力 萧云勾纯冷笑缓缓站起了身 气势犹如逼王驾倒 这个嘛 你马上就会知道 化落的瞬间 鼓缓的气息爆发而出 混沌领域 几乎瞬间整个剑神山都被萧云的领域掠 挖槽了呀 雷战仿佛看到老婆丙里有老婆 你竟然是萧云 是混沌圣地那个第一天教 恐怖的气息吓得雷战赶紧开启雷电护体 谁能想到见到第一天教 跟九霄大陆第一天才竟然是同一个人 既然如此 自己绝不能轻敌 而就在雷战如临大敌 以为萧云要跟自己决一死战时 萧云却没理会他 气到恐怖的剑意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整个剑神山开始天崩地裂 此时七彩神剑兴奋的浑身 每个细胞都在颤抖 我终于要出去了呀 阿正 这是要练化地兵了吗 雷战剑状却没阻 赶紧练化吧练化吧 等你练化完我就抢走 到时候我就是最强准地 连战组都不是我对手 剑灵惊呆了 阿捏 这家伙不是做梦都想要地兵吗 他怎么不阻止你 哦他呀 估计还在做白日梦呢 以为等下可以把你抢走 随着一身翁云 神剑修的一下飞到萧云手上 他当即打上精神烙音 恐怖地剑起冲天而起 这一刻整个剑神山 被击到地兵的威压笼罩 九霄大陆的强者们 纷纷探出神石 啥情况呀 剑神山上竟然出现了地兵 雷战 想要这件地兵吗 你再想屁吃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 萧云手持地兵丢的一下 冲出了剑神山 这小子竟然跑了 雷战气得眼珠离家出走 老子辛辛苦苦 守了几千年的大宝剑呀 你快回来 却没想到萧云跑出剑神山后 竟然昭告九霄大陆 今日 我独孤求败要跟剑国合主为战 决一死战 声音震破虚口 所有准地们大圣们 都仿佛看到蚊子要挑战原子 今天大瓜呀 独孤求败封球了 他一个小小涅槃竟 竟然要挑战最强剑神了 一时间吃瓜大军 发疯地往剑神山那边冲去 分身却在心里嘎嘎乐 嘿嘿嘿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登上剑神山的 想赚更多顿物 当然要找个好地方的 此时雷战终于追了上来 他没想到这家伙竟敢挑战他 你就这么自信能赢我 呵呵连你都赢不了 老子还怎么成定 错小子 太狂了 老夫要把你丢到山里为主 大陆批出一道恐怖的剑芒 朝霄云杀来 雷神斩 就你会雷神斩吗 我也会 两道带着雷电的剑芒狠狠撞在一起 炸的虚空都在颤抖 众人全都目瞪狗呆了 哗擦 这世界疯了吗 他竟然接住了准地的一剑 那可是大陆最强准地啊 很好 竟然跟我不相上想 雷战资着大牙兴奋的笑 他以为独孤求败手持地兵 所以才挡住他一剑 既然如此 他势必要得到那把地兵 殊不知分身隐藏了实力 只是拿他当一个刷顿物的工具人而已 叮 引起惊呼加三次顿物 叮叮叮 加三加三加三三三 此时系统提示已经彻底刷屏 踩一下功夫就刷到几千次顿物 照着速度 很快就能晋升准地了呀 快说你昨天为什么不更 其实兄弟们我也很纠结啊 因为漫画改动较大 我也在想怎么更更好看 考虑在三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锦组 后续我可能会根据漫画和小说 分别做两个版本 少年只是随意挥出一剑 却震惊了整个九霄大陆 只因那一剑竟跟最强准地不相上想 可他几天前分明还只是个涅槃精的小辈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萧云其实还隐藏了实力 小雷子 你就这点实力吗 我劝你还是自杀算了 圣不要脸的吗 竟然被一个臭小鬼这般侮辱 想到这里当即将长剑举过头 雷战的实力在不断攀升 准地的威压将这片天地弩到 众人纷纷化身尖叫击 卧槽 终于要动真格了吗 剑格的人彻底傻眼了 他他他 他怎么跟师尊干起来了 瞧斗麻袋啊 那是重点吧 重点是兄弟们 囚败兄明明才涅槃静 现在竟然能抗衡准地 这会不会太变态了呀 向来淡定的叶飞也不淡定 原本他根本没把独孤求败放在眼里 除了萧云没人配做自己对手 却没想到这人竟然比萧云更牛批 天地成奈此 龙三恐怕就是他杀的吧 恐怖的一剑朝分身袭来 臭小鬼 老夫刚才是怕打死你 故意手下留情 现在就让你见识准地真正的实力 谁料分身却嘖嘖冷笑 终于酝酿完了吗 准地的实力也不咋低吗 七点雷 雷的分身一剑踢出 吸到恐怖的剑芒撕裂匆匆续扣 将雷将轰得节节败退 可恶呀 这个臭小鬼怎么会这么强 叔叔加油 叔叔好厉害 叔叔太酷辣 大侄子在旁不断地诸威贺子 就连原本不想认独孤求败的老家伙 也尚感了贪心 我勒个去 这剑道可比当年的独孤剑老祖强太多了 我独孤家终于有准地了 小雷子 你太弱了呀 这才刚开始你就顶不住了吗 中华间头顶的虚空化作一柄 浩大无匹的剑芒朝雷战杀去 分身一声长笑 宇宙剑里 令得整个雷霆虚空都在颤抖 雷战人都麻了 你你你这这这 这不讲武德呀 老子连七剑合一都快挡不住 你恪梦得又来一剑 但很快 雷战像之楼已被轰飞吐袭 狠狠地砸进了土里吃泥巴 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 虽然可是可 但是独孤求败怎么会这么快就不最强准地击败 老子准备的瓜子还没磕完呢 随即系统不断提示 丁 呼呼最强剑胜须有其量 还有谁 但就在这时 被埋进泥巴里的雷战破头而出 浑身爆发出恐怖的雷剑 他愤怒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好你个独孤求败 是你逼我吗 只是挡住少年的一把飞剑 大陆最强剑胜就开心地像个三千岁的婴儿 却没想到下一秒上了 飞剑都头砸下 雷战七的五官都变形了 最强剑胜竟被一个十八岁小屁 还逼到这种绝境 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屈辱 萧云是你逼我 下一秒 呼 恐怖的气息爆发而出 雷战周身被密密麻麻的雷电包 我吵 这是雷电附体 剑阁的人震惊到人麻了 师尊竟然被逼到 动用这种有损根基的技术 藏在续空中吃瓜的老不死差点没战 我雷个洞 这独孤求败真有这么强吗 竟然把这老不死的底牌都逼出来 不过他现在的战力堪比准地加地兵 爱如此这般的绝世妖孽 终究是要折在这里了 但就在这时 轰隆隆 分身浑身气势暴涨 混沌领域开 背后三千条大道投影衬托的他神威如玉 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 把捏 这这这 这是啥情况呀 混沌体不要钱的吗 这独孤求败好像也是混沌体 就在这时 鞠躬中留下一道轨迹 雷战快速施展出闪电部砍过来 却没想到 恐怖的一剑只是砍了个寂寞 骁云屁股一扭一个蛇形走位迅速躲开了 嘿嘿嘿 老子比你快 雷战气得大姨妈都提前了 哎呀呀呀呀 臭小鬼 为什么同样将闪电部修炼到了圆满 我连他的影子都摸不到 分身滋着大牙嘎嘎乐 别想了你那脑子想不明白的 因为我昨晚放了个屁 然后就领悟了时间之道 缩话间已经抬手掐动硬举 阿波吃得撕锐碎 碎月之剑 杀 一张势烈的剑王杀向雷战 可恶呀 我打不到他 但他能打到我 他只能被迫迎击而生 哈哈哈哈 我接住了 我竟然能接住他一招了 雷战开心的就像那三千岁的阴暗 却没想到分身嘲讽的笑 哎呦喂 接住我一招就这么开心呀 下一秒无数剑忙 就跟不要钱似的朝雷战兜头咋下 哗擦 不讲武德呀 老子就算是牵手观音 也接不住这么多剑 轰轰轰 雷战很快被铺天盖地的剑光淹没 众人震惊到眼珠差点离家出走 好牛批呀 这独孤求败难道已经拥有准地的实力了 这下太出圣地可要彻底崛起 烟尘散去 雷战大口喷血伤势惨重 独孤求败 我当真是小看了你 殊不知分身骑士还隐藏了实力 毕竟直接把他打死 就不好刷顿物了喂 怎么样小雷子 还想要这把剑吗 雷战擦去嘴角的血迹 一脸决然地怒吼道 你不会以为你已经赢了吧 就在这时 嘖嘖嘖 他大吼着将长剑插入地 恐怖的雷电之力将浑身笼罩 独孤求败 我就算死也要拉你电脑 玩独自快快快快跑呀 准地自爆威力堪比原子弹 众人赶紧将脑袋踹进裤裆里开溜 巨大的能量不断向四周蔓延 就在众人以为雷战要自爆时 却没想到 他明明是大陆最强剑士 却被一个18岁的小辈逼到要自爆 随着巨大的能量不断向四周蔓延 众人吓得疯狂逃窜 玩独自了快快快跑呀 雷战要自爆了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分身掐动硬却 阿波吃的空空空 空间螺移 下一秒 巨大的雷电之力在另一个时空爆打 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 我雷个洞 那么大个准地爆炸竟然凭空消失了 而独孤求败0.1根头发丝都没什么 哎嘿嘿嘿嘿 老子可是掌握了时空之道 可惜这刷盾物的工具人死 分身丢的一下离开了剑神山 接下来只能去找别人刷盾物 但就在这时 叮 击杀准地奖励十万次盾物 这下本尊那边能帮雷祖晋升准地了吧 与此同时混沌圣地禁地内 萧云混沌领域全开 整个禁地的天地灵气不断向他涌 紧接着将天地灵气转化为生命力 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雷祖 消耗两万次盾物后 萧云终于推演出能缩短雷祖晋升准地的方法 他最多半年就能晋升准地 而萧云通过时空之道 让雷祖提前进入了晋升准地那一刻的状态 顿时一股玄妙之感涌入脑海 就像未来的雷祖提前再给他透露答案 不久后 雷祖兴奋地睁开了眼眸 哈哈哈哈 我终于等到这天了 地旁的不灭老祖看到雷祖醒 顿时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怎么样 要晋升了吗 是的是的 我马上就能完善雷神诀晋升准地 文言不灭老祖有些羡慕 可惜自己借用魔尊力量的次数太多 他不敢晋升准地 否则就会被魔尊吞噬 数日后晋地风起云涌 是紫棋东来三万里的异象要爆发 雷祖当即操控混沌中 将这些天地异象镇压住 萧云知道老祖是在藏桌 恭喜雷祖晋升准地 哈哈哈哈 这还得感谢你 现在咱们圣地有了三位准地 总算是绝起了 但就在这时萧云却看向了不灭老祖 接下来轮到你了 不不不我不行 我就算晋升准地也会留下弊端 但萧云却让老祖放心 我也修炼了不死魔功 而且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 片刻后 老祖周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不灭也有晋升准地的一天 雷祖惊呆了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晋升了 咱们圣地有四大准地坐镇 终于可以去灭了太初一雪前尺了 但就在这时 不灭老祖浑身的气息猛然暴准 几乎瞬间就超越了同为准地的雷祖 雷祖忍不住骂道 你马再这么下去 你都能直接挣到大地 不灭老祖咬牙大吼 我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这就是不死魔功的弊端 萧云你可有破解之法 嗯 老祖我现在就帮你化解 随着萧云将灵魂铠甲送入老祖体内 原本狂暴的魔猿终于平静下来 老祖这是我在时空长河内击杀大帝得到的魔 他可以护住你的元神让魔尊无法吞噬 等以后我再帮你找一副更完美的准地肉身 到时候你将现在的肉身摧毁就能彻底摆脱魔尊 不灭老祖立刻笑成了菊花脸 哈哈哈哈臭小子 帮我找一副年轻脸 要帅 好了 咱们先去灭掉太初圣地吧 不 老祖先等等 我还要帮其他人提升 就在这时帝天带着萧云的大小老婆和兄弟来 宝贝徒儿 你说的大纪元在哪呀 但下一秒却直接卧槽了 求求求 秋斗麻袋徒儿 你咋直接晋升大圣巅峰了呀 几日前他明明只是个涅槃进小辈 却没想到突然晋升到大圣巅峰 这可直接把众人给看傻了 我勒个洞 徒儿 为师都还没成圣呢 你咋就遥遥领先了这么多 两位师妹秒变小明妹 哇塞 师兄你是怎么做到的 简直太酷辣 赵无极则是气得后曹牙都养碎了 尼玛太不当人了 这老子以后还怎么追上他的修为 玩独自了这辈子都做不了大哥了 谁料萧云却笑了笑 别急啊老赵 我会帮你提升修为的 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就看你自己的造化 马捏 你就不怕我超越你 萧云忍不住翻了个大白眼 额你想多了吧 话落混沌领域台 整个圣地的天地灵气不要钱的潮这边涌 萧云通过时间之道 将灵力源源不断地送入众人体内 修修修 随着时间流逝 他们的修为都在不断提升 经过五天五夜的努力 好了 大造化已经结束 大家可还满意 习春雨连连点头 嗯 太满意了 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小雅笑成了菊花脸 黑黑出息了出息了 我竟然提升到天晋可以当长老了 就连赵无极也直呼 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一 自己竟然这么快就成生 萧二牛老子喜欢你 毕竟嘴角抽了抽 啊这这这 我这就成为大圣巅峰了 这徒弟收的也忒省心了 开挂都不敢这么开把 萧云勾纯冷笑 雷子 接下来咱们也该去灭了太出圣地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终于可以一出鸟气了 我现在就叫战祖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太出圣地的古神医 还沉浸在喜悦中 爷爷 听说独孤求败打败了雷战 我们太出圣地 终于又多了一位准地的战医 古天一却不这么认为 你就不怕那小子背叛太出 不不不 不会的 他在圣地交流会上 为我太出出生肚死 怎么会背叛我们呢 说的也是 老子都差点被他宰了 不过他突然这么厉害 也不得不防呀 但就在这时 咚咚咚 强大的能量波动 砸得整个圣地都在左右摇扑 爷孙俩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卧槽 是谁在攻打我太出的守护地震 恐怖的准地之威将整个太出笼罩 声音震破虚空 武神一 你爷爷来命你太出圣地 还不快滚出来受死 轰轰轰 只见萧云超空的混沌中 疯狂砸在地震上 看老子今天还轰不碎你的乌龟壳 这爷孙俩仿佛看到老婆 兵里有老婆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五尊准地加地兵 他萧云怎么突然拥有了准地的战略 他不是嘎了吗 但就在这时 武神一 你的乌龟壳要被打破了 他明明只是个十八岁小 却仅凭一人意中 将九霄大陆最强的圣地 按在地上摩擦 此时太出的地震 已经被砸出一道裂缝 乖熏子 你的乌龟壳要破了 武神一连忙催动太上至增腾 所有圣人大受听令 圣地遭奉大门 大家全力助我守护地震 话落所有人将修为 注入太上至增腾 随着地冰散发出耀眼的神光 修修修 片刻后守护地震的裂缝 终于消失 萧云一顿厕草惠墓 这破乌龟壳怎么这么快就修复了 战祖叹了口气 这毕竟是大地留下的阵法 但经历无数岁月的摧残 现在已经是风中惨主了 坚持不了多久 话落声音震破虚空 大家随我轰碎这破乌龟 今日势必覆灭太出圣子 众人齐齐抬手 风风风 一道道恐怖的能量 朝地震镇压而行 武神一咬牙强撑着 不行 光靠我一个准地坚持不了多久 想到这里探出神念传信给分身 独孤求败 圣地有难 速来支援 却没想到分身戏经上身 不不不劳足我不行 我刚击杀雷战伤势惨重 去了也是拖后头 哎非非非 老子没去帮忙揍你都不错了 还想让我去支援 古神一无助地叹了口气 我太出终究是保不住了 随即传音给古天一 爷爷 你快跑吧 从今以后再无太出圣子 也再无古神一了 我会尽力拖住所有人 古天一气地咬碎了后草牙 TMD的 都怪肖云这个妖孽 要不是他我太出本该称办九霄大陆 放心 神一 有朝一日我会回来替你报仇了 不 随着一声剧烈的暴打 守护地震碎了 众人齐齐杀进太出圣地内 古神一 你们太出圣地从杀我混沌圣地诸多强者 今天我们要血债血债 恐怖的威压倾斜而行 令得整个地面疯狂颤抖 扑扑扑 弟子们根本承受不住威压 齐齐扑扑在地 太出圣地彻底完了 他们只能祈求混沌圣地留他们一条狗命 他们愿意臣服 无灭和雷祖直直朝太出禁地杀犬 原来地震被攻破的前一刻 古神一旧偷偷将脑袋缩回了禁地内 而肖云则是朝另一个方向飙去 此时古天一拿着传送符早已跑出十万八千里 但可惜还是被肖云发现了 小天一 往哪跑呀 古天一震惊到人麻了 卧槽 这都能找到我 飞飞飞 这小子身上可是被老子种下了魔主 这么大的吞天魔体还没吞噬呢 来呀 你不是想吞噬我吗 做看你一口老牙咬不咬的动物 他明明只是个十八岁小辈 却领悟了世间最难的时间和空间之道 古天一被他气得直翻白眼 可恶呀 这变态怎么会这么强 难怪自己跑出十万八千里都能被他追上 但更气人的是 肖云抬手一挥 岁月之剑 杀 秋 秋斗麻袋 这熟悉的招式 这恐怖的剑道气息 莫非他真的就是 但眼下逃命要紧 古天一连忙掏出传送符 可显然已经晚了 巨大的剑王贯穿了身体 他重重地砸在地上 体内五脏六腑都被击碎了 你 你果然 就是独孤 求败吧 几乎瞬间 肖云就闪了过来 没错没错 正是你败爷爷 不过那只是我的分身哦 古天一心中一顿厕草惠目 这特么让人怎么活 一个分身都那么强 肖云又凝出一柄飞剑 老子没时间跟你瞎逼 快说 你自我封印八千年的真实目的 我可不相信你只是为了吞噬其他至尊体 眼见马上要得屁了 古天一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嘿嘿嘿 当然是 为了毁灭你们 肖云 爷 高兴得太早 很快你们 所有人都要死了 就在这时 古天一的身躯裂开 巨大的爆炸吞没了这片天地 一股吞噬之力席卷人 危机时刻肖云缩进了那天地中 尼玛 排名第二的至尊体果然不容小觑 差点就被阴了 这次不知道又要被搞到哪个空间去 既然已经解决这家伙 肖云丢了一下踏空离去 听这货的语气吗 他们肯定还有什么底牌 算了 先回太初吧 轰隆隆 此时古神一正操控的帝兵 咬牙抵挡着战组他们的围攻 古神一快投降了 你们太初已经乱独了 尼玛 拖了这么长时间 爷爷还是被肖云打了 古神一咬牙掐动硬卷 你们都给我抖着 我会让你们东西下去陪葬 下一秒 休 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将古神一包裹 在帝兵的帮助下这活溜了 雷祖对着虚空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古神一 刘种别跑 把话说清楚 算了 小雷子 太初天地终究是以时空之体成就的大力 留一些逃跑的后手也很正常 就在这时消云回来了 战祖 你们这边怎么样了 被古神一逃了 天一呢 杀了 不过他临死前说了些奇怪的话 巴巴巴意思是他们还留有后手 战祖突然神情严肃 古神一也说了类似的话 莫非未来将有更大的危机在等着我们 算了 先不管这些 小雷子 你去处理太初剩下的人 我跟萧云去看看这次的战利品 话落两人直接标到了太初境界 萧云秒变惺惺惺 哇塞真不愧是第一胜 这宝贝也推多了吧 战祖笑了笑 这些都是你的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助你挣到大地 男人明明才18岁 实力却已经超过老祖了 可老祖还是觉得不够 打算掏空当打下的太初胜地 帮萧云挣到大地 但萧云却拒绝了 步步步没用的 无论是通过剑道成帝 还是混沌体成帝 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萧云看向满地的大宝费 但这些玩意对便宜师尊和小雅 他们肯定有帮助 接下来我会一边想办法晋升准地 一边帮师尊他们提升实力 老祖们笑成了菊花脸 好好好都听你的 多亏有你我们才能这么快灭了太初 此时无家可归的古神医满脸不干 特么的见鬼了呀 混沌圣地竟然一下子弄出这么多准地 哼树大招风 那些隐士的老家伙还坐得住吗 下一秒 羞羞羞 树道分身朝不同方向飞去 古神医又去搬救兵了 但上次坑队友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 他只能去忽悠妖族的隐士大佬 此时他找到一处煞气极重的龙血 熔岩老祖 快醒醒呀 外面变天了呀 混沌圣地一下子出了五尊准地 老龙猛的睁眼 一双充满魔性的双眸 倒映出黑暗深渊一般的毁灭景象 你有病呀 他们出五尊准地跟龙有半毛钱关系 别打扰龙睡觉 古神医立刻开起嘴炮攻击 阿爸阿爸 总之他们要扫清整个九霄大陆 现在我太初已经被灭了 再不行动起来你也难逃一死 随着一道小色心地的龙鹰声响 熔岩老祖从岩浆中腾空而起 那行 反正老龙已经沉睡太久 事事后出去露露脸了 与此同时南海神归一族也同样在被忽悠 喂喂喂老王八 阿呸海神别睡了 大陆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阿爸阿爸 混沌圣地要往你的南海排放和费水 玄武老祖一听就不淡定 还有这种事 那必须去赶他压的 武神医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嘿嘿嘿 这些老妖怪也推好俘友 萧云 你们玩犊子了 一个月后 派出禁地突然爆发出 天地一醒 便宜师尊笑出了诸教 哦厚厚厚厚 没想到我也有晋升准地的一天 恭喜师尊 一天看着萧云突然忍不住直抽嘴角 自从乖图儿回来后 带着大家升级就跟做火箭似的 现在到底谁是谁的师尊位 不过图儿 我半部混沌体都能晋升准地 你自己就不能晋升吗 萧云摇了摇头 完整的混沌体想晋升准地 可不是翻倍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 我终于晋升到大圣巅峰了 赵无极一脸自信的杀了准 萧云 我现在的战力堪比准地 要跟你单挑 却没想到萧云只是抬手一回 一边玩去把老赵 赵无极直接被封出老远 此时就连小雅都晋升到圣人级别了 师兄师兄我不是做梦吗 但就在这时一股 不得威压喜来 萧云一脸无语 呦都来吃喜了 习春雨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快看 好多高手朝圣地这边飞过来 男人抬手间就覆灭了 大陆最强的圣地 只是轻轻一挥就将准地轰飞 却没想到在他离家后 大陆所有准地竟联手围攻了他的脑 轰轰轰 强大的能量波动疯狂砸在地震上 整个混沌圣地都在摇晃 古神医让大伙都收收力 现在萧云还没回来不用动真格 混沌圣地必须灭 萧云那妖孽必须死 叶卫表示欧特姆开 虽然上次古神医坑队友的事 他还想骂娘呢 但无奈这臭不要脸的又找来了众多高手 2613 卧槽竟然有13个准地 雷祖惊呆了 没想到大陆竟然还有这么多隐藏的强准 战祖猜测恐怕不止这些 能让这些家伙卷土重来的 暗中肯定还藏着其他准地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太初圣地的底牌是什么 就在这时不灭老祖和龙尊也出来了 战祖 圣地的人已经安置好了 好在混沌大帝离开前 给大家留下了藏身之地 可一旦圣地落入敌人之时 恐怕混沌绝地也会被打破 龙尊有些疑惑 这些家伙为而不公是几个意思 莫非是在等神子回来 此时萧云正朝混沌圣地赶去 也围攻了混沌圣地 赵无极一脸坚定 别这么废话 老子是有原则的人 你对我够意思 我自当为混沌圣地豁出信命 好 算我没看错 三人刚靠近山门 就被古神医发现了 来了 宰了他们 化落恐怖的威压袭来 所有准地齐齐轰向三人 但萧云却丝毫不慌 阿波吃的磕温空 封剑挪移 风隆隆 众多神通招式疯狂朝三人砸来 但却砸了个寂寞 萧云本就收割了 李姐姐的时空之体 加上还领悟了 一部分的时空之道 躲过这些攻击 还不是毛毛雨了 这一刻准地们惊呆了 我勒个洞 这是认真的吗 他们这么多准地 竟然让一个18岁的小辈 在眼皮底下溜了 此时萧云已经钻进 守护地震中 古神医眼神发痕 管他多牛批 只要混沌圣地 不能全身而退 他必定会拼上信用 化落猛的潮高宫 射出一道火光 九霄大陆的圣人们大圣 都出来了 随我一起覆灭混沌圣地 羞羞羞 一道又一道恐怖的身影 从远处飞来 杀 混沌必死 萧云有些无语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古神医这老狐狸 竟然把大陆 所有巅峰战力的老狐死 都忽悠了 这初步算算得有上千个圣人吧 战组看得触目惊心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 要跟咱们决一死战 好在咱们的人已经藏好了 古神医大吼道 围住混沌圣地 一只苍蝇都别放了 轰轰轰 无数道神通招式 如雨点般砸在地震里 地震被砸得疯狂颤抖 这次是动真格的 萧云操控着混沌中 声音震破虚空 古神医 你爷爷来了 来人抬手间 就覆灭了大陆最强的圣地 只是轻轻一挥 就将准地轰飞 却没想到在他离家后 大陆所有准地 竟联手围攻了他的老头 萧云知道只要先杀了古神医 这个联盟自然不攻自破 飞机操控着混沌中 一步踏破虚空 朝着老东西杀去了 古神医 你爷爷在此 萧云 你终究还没晋升准地 真以为能杀我吗 说话间 古神医也操控着 太上至尊塔迎击而上 两大帝兵对撞阵的虚空 都在颤抖 萧云虽然隐藏了实力 但没想到这老不死实力也不足 古神医则是惊恐的 瞪大了眼珠 蛙草这小子 还没晋升准地 就这么六百了 小辈才是混沌圣地最恐怖的存在 大家随我一起先杀了 就在这时 战族也冲了出来 谁敢动我家神子 老子就拉他电位 却没想到一道精英的龙 吼声响起 只见一头老龙挡在面前 战族 让老龙拿回回 发了个擦 这不是大陆最老的那条龙崽子吗 你竟然还活着 可不等战族反应过来 虚空中又传来一道恐怖的气息 嗨了呀雷猴呀战族老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 北祖震惊到人麻了 啊这这这这只老怪物竟然活着 这两货恐怕是 妖族最牛批的两大准地了吧 但眼下没时间多想 雷祖心急如焚丢的一下 带着龙尊和不灭也冲了出去 绝不能让他们伤到神子 谁料却被叶家准地拦住了 张大雷 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你们几日一个都活不了 此时高空中已经分成三大战场 战族左右开弓抵挡着两大准妖地 雷祖龙尊和不灭老祖 则对抗着那些天地世家的准地 而萧云一个人对付 包括古神医在内的所有老不死 哈哈哈哈 萧云 你们圣地一共才五个准地 要怎么跟我们到 但就在这时混沌圣地方向 又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准地之威 混沌拳 只见地天一拳砸飞了一个大盛巅峰 古神医 你这个老王八爷敢打我头儿的主意 古神医仿佛看到老婆丙里有老婆 卧槽 地天这小家伙竟然也晋升准地了 但就在这时 又一道准地威压从混沌圣地方向传来 赵无极也朝古神医杀了过来 老不死来战 你们想念混沌圣地做梦 古神医抽了抽嘴角 尼玛小说都不敢这么行 萧云一个18岁小辈 晋升准地已经够变态了 这赵无极怎么也达到准地战力 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就算你们有七大准地又如何 敌人多我们才不会输 话若无数大圣纷纷冲向地天和赵无极 拦住他们 此时萧云被太上至尊塔定住 只见古神医手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面镜 风隆隆 无数神光朝萧云击射而去 萧云 今天死定 耶稣来了都没用 地天惊呼 不好 是八卦破天镜 完蛋了巴比Q了 这股神医竟然有两件地兵 这个老头抬手间竟然召唤出两件地兵 自认为无敌的他今天说什么 都要杀了萧云这个小妹 却没想到他引以为傲的神气 竟然被一把不知道哪来的破铁剑干费了 画面来到萧云这边 被至尊塔定住后他无法动态 当即催动了金钟赵正文神空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 金钟赵终于碎了 但萧云丝毫不慌 五行圣体 五神医笑得更猖狂了 萧云 你再怎么挣扎也没 被困在我的至尊前面 除非从外部破 否则你永远出去了 萧云顿时乐 包厚厚厚那得多谢你提醒我 我现在就从外部破一个给你 大弱 七彩神剑撕裂虚空 瞬间将这件地兵拦腰斩成两半 在场的准地们都震惊到人马了 我勒个洞 这可是一件地兵鸭 竟然一招被干飞了 五神医瞳孔咒索 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虚空中 飞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五神医 才几天之间 你就不认得我 独孤求败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五神医惊恐的瞪大了眼珠 他看到了什么 他太初未来的希望 竟然站在了萧云那边 独孤求败 你是我太初的圣子 将来必定是神子 为何要背叛我太初 萧云一脸调笑 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 独孤求败是我的分身哦 大陆最强的两大天骄 竟然是同一个人 这一刻整个九霄大陆的人 都仿佛看到老婆兵里游老 这怎么可能呀 一个分身就能弄死雷战了 那这本尊该有多强 刚才不会是在故意藏桌吧 独孤求败呵呵冷笑 去你太初不过是为了当卧女 没错没错 不然我怎么能大摇大摆 去你家里度天解呢 下一秒七彩神剑 爆发出恐怖的神光 朝补神医风去 宇宙剑解 这可是完善后的宇宙剑解 古神医咬牙使出了全部力量 催动着八卦破天境迎接而上 但几乎瞬间就被风飞吐袭 尼玛太强了 天底下恐怕没人能挡住他一截 而萧云本尊则呲哑冷笑 刚才你让我坐牢很唯一 就你有两件地兵吗 大洛抬手一挥 混沌中瞬间出现在古神医头顶 将人给定住 哈哈哈哈一动不动是王八 古神医 你还不亮出你的底盘吗 古神医大吼道快就救我就救我了 就在这时 众多大圣和大圣巅峰朝萧云这边杀了 但分身却笑了 你们今天来多少人都是白点 阿波吃的一无鱼宇宙剑这里 杀 抬手间无数飞剑朝大圣的杀去 封封封尸体就跟下降似的洒满了天空 古神医震惊到眼珠都快飞走了 这这这这独孤求败也太恐怖了 但可惜 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男人明明才18岁 实力却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巅峰 更没想到的是他竟还有一个分身 分身只是一剑就劈开了天地留下的帝兵 但堂堂帝兵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毁灭 随着古神医掐动硬举 修 至尊塔化作一道神光射入眉心 真是帝兵的气灵 只见古神医浑身一尘 一股强大的意志融入体内 几乎瞬间他浑身气势暴斗 脱离了混沌中的控制 就连身上的伤势也恢复了 随即他一拳轰出 面前的八卦破天竟瞬间裂成了八卦 萧云有些疑惑 这老不死到底想干嘛 总感觉他没别好批 独孤求败咱们一起上 先宰了他再说 话落两人同时掐动硬举 阿波吃的喝问混 混沌牢笼 给老子定住 随着话音落下混沌中再次将古神医定住 而分身也施展出了宇宙剑底 七剑合一 七彩神剑化作一把巨剑带着无敌之士杀了过去 轰隆隆 但古神医体内瞬间爆发出一股急到地兵的气息 巨大的至尊塔替他挡住了这一击 诸位 就是现在 搜到指令后 八位准帝纷纷表示欧特姆 随着一道道破风声响起 八卦破天境碎成八块分别飞向八位准帝 再次出现只见每人脚下都踩着一面碎片 随着八人掐动硬绝默念咒法 一道道恐怖的符文将他们包裹 战组瞬间察觉到不对劲 这气息事 萧云 快阻止他们 别让他们召唤出那东西 但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龙枣过来 老龙怒吼着 你还是先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而帝天和赵无极这边也脱不了身 突然 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 萧云已经察觉到 这恐怖的气息像极了时空长河中 萧天帝出现那次 古神医突然实力暴涨 应该是身体被气灵控制 他现在是想召唤太出天帝吗 难道这就是你的底牌 现在唯有杀死其中一个准帝才能打断师父 萧云知道自己一时间杀不死这老家 那只能先宰了最弱的 想到这里直接朝其中一个准帝飞去 但就在这时数十位大圣巅峰挡在面前 萧云冷笑 不想死就走开 你们挡不住我 只是没想到下一秒 几百尊大圣纷纷飞向萧云自保 尼玛不惜牺牲这么多人也要拦住 难道真被我猜中了 就在这时恐怖的几道地危倾泻而来 虚空中出现一道模糊的身影 这是天帝的气息 萧云瞳孔皱缩 麻辣个八子 还真被我猜中了 恐怖的毁灭之力 顷刻间席卷了这方天帝 哈哈哈哈 多少年了 我终于回来了 一尊无敌的大地降临世间 抬手间便击碎了混沌牢笼 小手轻轻一点就挡住了分身的最强一击 但萧云却丝毫不慌 不就是复苏了太出天帝吗 你们等着 此时一尊伟岸的身影助力在虚空中 只见他手掌一抬 势烈的神光轰击在混沌中上 使得周围的空间都在寸寸粉碎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 混沌中形成的牢笼直接碎成了渣渣 晚辈古神医 攻迎太出天帝 都看得目瞪狗呆 我滴妈呀 古神医竟然召唤出了太出圣帝最牛批的天帝 雷族也震惊到人马了 好家伙 这老不死的竟然还留有这样的底牌 战组微微醋眉 九大准地毁了两件帝兵弄出这么多玩意 也算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呀 古神医眼神发狠地看向混沌圣帝重人 仿佛在看一群尸体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要不是你们逼人太甚 我也不会孤注一掷 必尊天帝复苏 今天还不能灭了一个混沌圣帝 一群老不死兴在乐祸地看向战组他们 太出天帝快灭了他们 帝天忍不住问道 战组 咱们圣帝还有后手吗 战组无奈地摇头 没有了 混沌圣帝这边一片死寂 仿佛末世降临 毕竟这可是一尊无敌的天帝 不是分身也不是投影 就算有后手也是无济于死 而太出天帝也震惊了 没想到混沌圣帝竟成长到如此强大 混沌大帝果然不凡 可惜 你们也只能止步于此 但就在这时 独孤求败手持地兵发动了攻击 天帝又如何 生如蝼蚁当力洪湖之至 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说话间一柄巨大的神剑 冠穿虚空朝太出天帝杀去 可天帝终归是天帝 只见他抬起一根手指 一道神灰瞬间将那巨大无匹的剑芒碎成了渣渣 天帝冷笑 嗨呀皮肤汗水 你这井底之蛙倒是有些等色 混沌圣帝这边的老祖们全都惊恐地瞪大了眼珠 这这这这可是一招就能击败古神医的独孤求败 就连他也挡不住太出天帝的随手一击吗 也就是在这时 太出天帝将手指对准了混沌圣帝的老祖 哇 众人瞳孔咒索 连手撑起了一面防护罩 可手指落下的一瞬间 咔咔 恐怖的毁灭之力 请客之间便将护罩粉碎 老祖们纷纷被震的吐血倒退 战族眼中满是绝望 难道混沌圣帝这次真的要亡了吗 但就在这时 萧云和独孤求败挡在了众人面前 老祖们别丧气 还没到灭亡的时候 也是事后合为一体了 紧接着巨大的混沌气流将本体和分身包裹 天帝间的灵气不要前世的朝两人涌来 随着两人合为一体 轰轰轰 不得天帝一想将整个虚空笼罩 三千条大道投影衬托的他神威如玉 仿佛一尊先人降临 此时萧云已经晋升为准帝了 这个男人本是一尊无敌的天帝 手中持有的火帘更是唯一的先天帝兵 小手轻轻一举 便将地路封开了一条通道 可自认为无敌的他 却打不过年仅18岁的萧云 因为此刻萧云已经晋升为准帝 爆发出的天帝一项令的宇宙大道都在颤抖 而混沌圣地这边的老祖们顿时又看到了希望 火雷各斗 这小子也太牛皮了吧 别人几千年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他只是合体一下就晋升了 不过他的分身都能轻松击败手持帝兵的准帝 合体后直接晋升准帝也不奇怪 但古神医却嘲讽地笑了 喝不自量力的小朋友 纵使你天赋再强又如何 小小准帝就想抗衡天帝简直做梦 害出天帝也被萧云震惊到 没想到百万年了 竟然还有人能修炼出混沌体 说话间手掌凝聚出一股能量 只可心里出现的不是时候 下一秒一只巨大的手掌朝萧云兜头砸下 捏死 如同捏死一只蝼蚁样解答 但很快他就被打理 面对一尊无敌的天帝 萧云却表现得很轻松 天帝而已 能奈我何 划落一股巨大的能量光柱朝大手击射而去 咚咚咚 几乎瞬间天帝引以为傲的一掌就被碎成了渣渣 众人仿佛看到蚊子徒手接住了原子弹 卧槽这是何等的震撼 放言百万年间 有哪位准帝能徒手击穿天帝的意志 这特么的还是准帝呢 这一刻太出天帝再也不敢小瞧眼前的少女 这恐怖的天赋恐怕连混沌大帝都比不过他 真让他成长到天帝 那还不把自己按在地上摩擦 萧云冷笑 意外嘛惊喜嘛 混沌大道加上剑道和时空大道 这三大至强大道的准帝 还有两件帝兵 越急打打天帝不是很正常吗 众多老祖们都压麻呆着了 呃 我怀疑他在装逼但我没证据 此时七彩神剑划破虚空再次杀向了太出天帝 这一次对方丝毫不敢卸赖 连忙撑起了原初之盾 但显然不够 这道毁灭光束瞬间贯穿了护盾 太出天帝心中是万马奔腾 你马那可是老子最硬的神童呀 他竟然一箭就击穿了 看来他不仅是晋升三大准帝 而是将三种大道融合在一起 来不及多想 太出天帝当即掏出地兵挡住了这一击 没想到混沌圣帝竟然出了你这么恐怖的妖女 岂然如此 本帝今日更是留你们不得 萧云勾唇冷笑 可有我在你今日休想动物混沌圣帝分好 但下一秒太出天帝手上突然出现一只火 恐怖的温度将蓄空都烧得扭曲了 哈哈哈哈你在挣扎也没用 今日你和混沌圣帝注定要灭亡 老祖们纷纷惊恐的瞪大了眼督 那那那那是创世清廉 我滴妈呀 那可是凌驾于所有地兵之上的唯一先天地兵 拥有毁天灭地之力 这家伙弄出这玩意到底想干嘛 随着创世清廉层层绽放 狂暴的毁灭之力倾泻而出 令得九天十地都在颤阻 碎裂把时空的间隙 如今混沌大帝已经离开地陆 我是无敌的 轰隆隆 一到惊天爆炸声在虚空之上驾响开来 紧接着连接地陆 到大陆的通道远 无尽的地位倾泻而来 此时虚空中竟然同时出现几百尊大帝 萧云浑身一抖 把捏 这特么的简直离离圆上 这么多个大帝还怎么打 这个男人有多牛批 随手轰出一拳就将地陆打穿 小手轻轻一挥就将上百尊大帝抹杀 可他自己却不知道 他是比天道更牛逼的存在 此时虚空中矗立着上百尊大帝 今日势必要灭了混沌圣帝灭了萧云 老祖们满脸绝望 萧云 现在怎么办 难道混沌圣帝真的要亡了吗 你再强也不可能打败这么多大帝 萧云也陷入了担忧 现在提同跑路是来不及了 看来只能强行突破 老祖们震惊到眼珠离家出走 挖泪的曹呀 你再突破就是大帝了 这是要表演原地挣到大帝吗 别人也许不可能 但在我这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华洛萧云操控着混沌中将所有人照顾 成败在此一举 一会你们帮我撑住 我会尽快突破 此时萧云进入了内天地盘膝而坐 戏破 对挣到大帝使用盾武 这两天已经刷到上百万的盾武次数 只能试试强行盾武成帝了 外界的太初天帝都被逗笑了 垂死挣扎又有何用 屈屈小儿还想原地挣到大帝 你以为你就是大盗吗 华洛萃动着帝兵朝混沌中疯去 大家一起上 给我锤烂这口扩重 轰轰轰 此时混沌中承受着巨大的攻击 表面刚出现一道裂痕 就被老祖们用灵力修补 随着萧云不断地推演挣到之路 盾武也在飞速消耗着 周身所爆发出来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三千大盗不断地在萧云的混沌大盗之中引化 也就是这时 混沌中竟然被击碎 素是现在 一起灭了他 派出天帝一声令下 无数神通招式朝着萧云砸去 可奇怪的是所有攻击竟然全部失效 原来萧云周身的混沌领域 已经不知不觉间将这片虚空覆盖 所有天帝法则由他说了算 各种规则序列被重提 这一刻他就是法则 他超越了大盗 终于他睁开了赤裂的双眸 一条完美的大盗里程 背后三千大盗投影 像是一条条巨大的天龙直冲苍穹仰天咆哮 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我就是创造天帝金的天帝 也是未来的混沌大帝 但由于超脱地路后发现走错了道 导致后面很难晋升 所以制作了盾物系统 让我通过盾物找到正确的晋升之路逆天改喻 既然如此 那我便如你所愿成为这万古无敌的混沌天帝 此时太初天帝还有古神异他们彻底傻眼 他竟然原地正到大地 而且任何攻击打在他身上都无用 现在提筒跑路还来得及吗 但显然晚了 只见萧云一拳轰出 一条巨大的神光直接将地路打穿了 就连已经缩回去的大帝也没能幸运 西方瞬间所有大帝天帝准地全部被抹杀 地路上干净的一只蚊子都不剩 好了 大家都可以安心醒过来了 随着萧云抬手一挥 所有混沌圣地的人纷纷从昏迷中清醒 就连身上的伤势也恢复了 我是谁我在哪 大帝呢准地呢咋一个敌人都没 萧云呵呵一笑 都已经被我解决了 至于那些参加围剿的势力 全都投靠了混沌圣地 这一刻萧云声音震破虚空如逼王登基 都起来了 从今日起这世间除了混沌圣地再无圣体 我也将会永远留在这里成为永恒消停 至此漫画版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 按照原本的更新进度 大概还有一半的剧情没有给大家讲解 咱也不知道怎么就无了 漫画跳过了太古时代众神之欲等很多剧情 跟混沌大帝做兄弟是不可能了 武族战场坑老赵的剧情无了 天一圣世也无了 还有后面赵总马生了几百个荒谷圣体也无了 跟两个师妹洗劫连里也无了 还有后面的天尊不朽永恒掌控者等等 太多太多都无了 爱兄弟们还是去看原著吧 不过我之后可能会更新小说版内容 另外还会再加更一部作品 如果你有想看的作品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吧